定 检测到宿主所在地 为罗浮修仙剑 适配系统 鸿蒙盗祖系统 颁发终极奖励 鸿蒙经书 逆天悟性 奖励完毕 打卡下班 D 这 这就完了 我这是穿越了 金手指 还是我在某英评论区 标价三个狗头的系统 看现在这架势 还真成了 欢迎来到修真学院了 灵言梦了 一觉醒来 他就穿越到这儿了 如今这一句身体16岁 名字也叫灵言 灵言抬头看去 只见大殿高台上 有一位白发白须 气质超凡脱俗的老者 正在讲道 气藏于肾 过三交一步全身 内而脏腑 外而激凑 无处不到 老者朗朗开口 口战莲花 深周有云雾天成 宛如仙气飘飘 口中道英玄傲非凡 灵言到底是经过网闻轰炸的 知道刚穿越不能慌 得先消化原生的记忆才行 这一消化 灵言当真是有点惊朗 此地 名为罗浮事件 一个有着仙人的世界 老者乃是仙肖宗传宫殿长老 平日里最爱满天下的剪棍 若是有修仙的资质 就会引到仙肖宗来 如今仙肖宗传宫殿内 数百个少年少女 都是他捡来的 少年全都白袍束发 少女全都白裙碗发 目光清澈而又愚蠢 老者说的啥 完全听不懂 定 恭喜您 清凭修士 对于气的理解 领悟根本修行法门 隐气诀 唯有灵言 石海深处的鸿蒙金书 微微抖动 一行行文字浮现出 卧槽 不愧是我设计的系统 这就误了 碰 哎哟 灵言这一分神不要紧 当即就引起了白发老者的注意 老者轻轻抬手 一根透明的手指 自半空凝聚而出 而后敲在灵言的脑袋上 疼得灵言呲牙咧嘴 上老夫的课 你也敢走神 你知道其他宗门 请老夫过去上一节课 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吗 现在免费讲给你们听 你们还不认真 台上老者对着灵言 就是一阵吹胡子瞪眼 其他少年少女见状 都是幸灾乐祸地看着灵言 也有趁机耸肩摇头 尽量放松自己的 尤其是一个瘦猴儿一样的少年 眼珠子咕噜噜乱转 趁乱起哄道 就是就是 市长 我提议把灵言挂树上 其他少年少女一听 也是期待地看向灵言 想看他挂树上 市长 弟子不是走神 而是心有所感 听得入迷了 灵言连忙解释道 你说你 听得入了迷 老者眼睛微微眯起 笑容之中 带着几分危险的弧度 正是 灵言连忙点头 行 那你就给老夫说道说道 你若是能说出个 子丑银帽来 本作不但不怪你 还重重有赏 可你若是说不出来 老者说着 语气就森然起来 会如何 灵言心里一跳 哗啦 哎呦 我会回来的 只见老者袖袍一挥 刚刚起哄起的欢的兽魂 就感觉一股 无法抗拒的力量袭来 而后就飞出了传宫殿 精确无比地挂在树上 若是说不出来 你就和侯燕心 一起在树上听 老者一甩袖子说道 灵言看得嘴角直抽抽 怪不得那歪薄树上 那么多步调 感情都是栽在 老者手里的学生留下的 气者 生于天地之间 可藏于肾 灵言不敢怠慢 当即就开始念诵 自己对气的理解 嗡 灵言这一念诵 就发现自己眼前一花 四面八方 出现丝丝缕的光芒 那些光芒 正一点点地渗透进 灵言的皮肤之中 随着光芒入体 灵言感觉自己 就像是泡在温泉之中一样 浑身暖洋洋的 说不出的舒坦 隐气入体 高台上的老者眼中 闪过一抹惊异之色 隐气入体 乃是修行第一步 这些孩子 上山有些时日了 不过从未接触过修行 而是打基础 念书 识字 之理 修先者不说各个饱读诗书 却没有一个 是目不实钉的莽夫 不然 怎么读得懂 那尖声晦涩的经文 若是某一日 掏了某个修仙前辈的坟 嗨嗨 应该是某一日 得了某个修仙前辈的遗则 得到一本上古典籍 看不懂可杂掌 今日才是他们修仙的第一课 修行 讲究循序渐进 虚仙知晓天地之气的奥妙 从而一点一点地培养出气感 有了气感 才能配合法门 引导天地灵气入体 这一关 被称之为引气入体 他之前只是讲了气之概述而已 灵言就直接引气入体了 这是什么天赋 这是从无至有 自悟天地法则 开创修行之路的天赋 老者这边且在震惊 灵言却是已然引导着灵气 一遍遍地冲刷着自己的身体 那种暖洋洋的感觉 让灵言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 不知不觉之间 灵言的长袍就被汗水打湿 身上也是泛起一阵阵臭烘烘的气味 让旁边的少年少女 一个个都是不由眼珠口鼻 一脸嫌弃 灵言也是满脸尴尬地停下 看着台上的老者 市长 弟子算是过关了吗 灵言尴尬开口 勉强算是过关了 老者心里震惊无比 脸上却是一副 还算勉强的表情 多谢市长 灵言连忙行李 你们这一件 是我带过最差的一件 往日里 像你这样完成隐气入体的弟子 本座每年不知道要见多少个 资质不说上乘 连忠诚都差得远 老者脸不红心不跳 好像灵言的资质真旧一般 弟子如何才算忠诚 灵言问道 隐气入体之后 若是能立刻化气而出 那就是忠诚 老者俯着长须道 敢问市长 化气而出是这样吗 灵言心念一动 并指抬起 就有一道半尺长的气径 在指尖吞吐而出 灵气集中纯粹 量还大 跟高压喷枪似的 老者看着灵言指尖吞吐的灵气 整个人都骂了 若不是灵言 是他亲自捡回来的 他都要怀疑 灵言是不是早就开始修行了 其他少年少女 更是头都大了 这就是学什么 明明是同一个老师教 他们连气势什么都还搞不清 灵言就已经引气入体 化气外放了 老者心里波涛汹涌 可口头上却不认输 誓死要维护自己 世道大宗师的面子 道 不错不错 勉强称得上忠诚了 但是还不够 此时 若是还有其他修士在场 哪怕拼得让全天下 受过老者指点的修士追杀 也非得一巴掌呼死他 妈的 刚讲了气之初解 灵言就化气外放 这是什么概念 这完全是从无到有 从零到一的质变 搁在蓝星 就相当于你跟一个一年级小朋友 刚讲了一加一 扭头他就给你手挫 可控何俱变 这到你嘴里 就成忠诚了 弟子 还请师长指点 灵言连忙行礼 这样吧 本座念你知道尊师重道 若是你有意败入本座门下 本座再教你两手 白发老者看着灵言 一脸你小子转了的表情 在场少年少女闻言 一个个眼睛都羡慕红了 灵言这就被仙人说为弟子了 灵言一脸狐疑 仙长 他不愿意拜您为师 我愿意啊 要不您也勉强收了我 一名少年耿着脖子开口 出去 老者闻言又是一挥手 少年就飞出了传宫殿 和侯燕心一样挂在了树上 唉 两个被挂在树上的少年 相视一眼 都是老气横丘地叹了口气 怎么 你还不满意 本座不怕告诉你 平日里哭着喊着 要做本座弟子的 能从仙肖宗派到北海万龙宫 今日也就是本座心情好 老者有些心虚 却依旧一副屁腻天下的模样 灵言文言 神色更加奇怪了 他怎么总觉得 这位师长是吃了面子果实 死要面子 行了 你也别考虑了 本座除了是仙肖宗传宫殿长老之外 还是一位炼丹师 你跟着本座 别的不说 丹药肯定管够 老者又给自己加了一个筹码 炼丹师在修行界 那身份可是嘎嘎猛 炼丹师 灵言文言 目光顿时一亮 灵言作为穿越者 可是门儿清 但凡是修仙小说 炼丹师的身份都高得离谱 具有钱 弟子灵言 拜见老师 灵言当即那头便拜 嗯 从今日起 你就是老夫的入室弟子了 一会儿 老夫介绍你的其他师兄师姐给你认识 老者赞许地说道 弟子多谢老师 灵言再次行礼 你刚引气入体 先自行体悟一番 我通知你小师姐过来 先对你进行一些单独的指导 老者点头 取出传讯 预检随手点了几下 就让灵言坐下 自己则是继续讲道 弟子清一 见过世尊 灵言只是等了片刻 一道温婉的声音 就从殿外传来 只见来人 着了一身水蓝色衣裙 周身有水气环绕 气质古雅脱俗 让在场的少年少女们 都是有些自残行贿 清一 她是你小师殿 你先带她去内务殿 更换身份令牌 再指点一下她基本的修行 本座上完课 就去许你们 老者看着清一说道 是 清一美眸不由一闪 此处可是传宫殿的童子院 师尊怎么收弟子 收到这边来了 小师殿 你跟我来 清一点头致意 在所有人羡慕的目光中 领着灵言离开 灵言走出传宫殿 越过了一片 葱葱郁郁的果园 果园外笼罩着一层薄薄的光木 里面一颗颗参天巨树上 挂满了果实 这是先宵宗的灵果园 果实动辄几十上百年一熟 珍贵无比 只有长老级或者之上的修士 才有资格拿 再往前 是一块块灵药田 同样被光木隔绝 里面齐花一草摇曳 都是灵言不认识的东西 小师殿 这里就是内务殿了 基本上宗门上下 所有的内勤事物 都是由内务殿负责 你既然败入老师门下 那就是长老入室弟子 你可以在这里 更换自己的身份令牌 领取你的弟子俸禄 片刻后 灵言二人来到了一座殿宇之前 清一温婉地解释道 好 灵言点头 跟着清一进了内务殿 内务殿一楼大厅之中 是一排排的柜台 每一个柜台后 都端坐了一个修士 每一个柜台之前 基本上都排着长长的队伍 清一直接带着灵言 来到一座冷清的柜台前面 张玄大执事 这位是师尊刚收的弟子 还请大执事为小师弟 更换身份令牌 清一指了指灵言说道 清一失职 你家师尊过分了呀 这是挑弟子 都挑到童子院去了 小兄弟 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这王师道可不是好人啊 张玄大执事看着灵言 双眼直冒绿光 却又生怕给灵言吓到 酸 我他妈好酸啊 后槽牙都要咬碎了 用蓝星的话来说 就是既怕兄弟过得苦 又怕兄弟开路虎 他和王师道关系极好 可是每每谈及收弟子 就恨不得砍死王师道 这王师道 总能从各种鸡脚嘎拉 挑出绝世天才来 这小子 八成又是个绝世天才 他相信王师道的眼光 不是好人 灵言文言 不由一愣 怎么 王师道没告诉你 他是我们先宵宗 所有长老之中 修为最低的一个 还不如一些真传弟子 张玄大执事 一脸认真的道 修为最低 灵言一愣 修为最低 还不如真传 对了 王师道是不是还告诉你 他会炼丹 日后丹药管够 张玄又道 对啊 灵言点头 得 又是个大渊种 王师道算个屁的炼丹师 凡品炼丹师 也配叫炼丹师 炼食炉能炸酒炉 还有一炉八分熟 这样 为了避免你误入歧途 不如败入我门下如何 我好歹也是神品炼丹师 炼丹还有几分水准 张玄大执事 终于图穷笔现 刷 灵言扭头看向轻衣 呸 小师店 你别听张师叔胡说 师尊如今炼丹 石炉最多炸八炉 轻衣刷得一下脸就红了 却还是坚定的开口 一句话 让灵言太阳穴 都是一吐吐 小师店 你可莫要被张师叔蒙骗了 咱们先萧宗上至门主 下到执事 就没人不羡慕咱家老师的 轻衣画风一转道 为何 灵言来了兴趣 马上你就知道了 轻衣眨了眨眼睛 而后看向张玄大执事 张师叔 你若是再说老师他老人家的坏话 一会儿三师兄知道了 可就该揍你了 徐老三回来了 原本满心酸溜溜的张玄 顿时打了个机灵 二话不说 摸出一枚玉牌 在上面写下入室二字 直接丢给了灵言 徐老三 灵言接过令牌 狐疑地看着轻衣 听轻衣的意思 这似乎也是自家老师的弟子 可既是弟子 为何让张玄大执事 如此害怕 小师弟 你可不信这么叫 要叫三师兄 轻衣提醒 走走走 你们赶紧给老夫走 张玄更是邓卓言 满脸的郁闷和不爽 多好的一个苗子 又被王师到捡便宜了 你说同样都是修士 怎么自己 就找不到这么好的苗子 小师弟 有了这身份令牌 你就可以住进长老风了 轻衣笑着开口 灵言离开 长老风 灵言好奇问道 小师弟 我们仙肖宗在修行间 那也是排得上号的修仙宗们 仙肖府地有多大 连我都不清楚 你如今见到的 不过是管中窥豹 只个皮毛而已 轻衣思寸着开口 我们仙肖宗 灵气最浓郁 最好的地方 无疑就是宗主风了 宗主风之下 是四大副宗主风 副宗主之下 是十二殿主风 老师在的传宫殿 就是十二殿之一 每一殿都有七十二长老 每一位长老又有着自己长老风 再往下 那便是各方执室 执室没有开封的权利 所以都居住在不同殿的执室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洞府 张玄师叔这样的大执室 地位和长老差不多 所以洞府是所有执室中 规格最高的 对了 还有弟子风 正常而言 弟子在没有拜师之前 都会待在弟子风 弟子风也有十二座 一殿一座 轻衣解释道 原来如此 灵言恍然大悟 像小师弟你这样 在童子院就被长老说为弟子的 在我们先宵宗 也是非常罕见的 轻衣开口之间 好奇地看向灵言 老师说 我的资质勉强能达到忠诚 加上他老人家心情好 就勉为其难收了我 灵言笑道 怎么又是资质忠诚 轻衣闻言 脸色一垮 师姐的资质 也是忠诚 灵言来了兴趣 对啊 老师也说 我的资质是忠诚 轻衣点头 师姐修行多久了 适合修为 灵言问道 修行三年了 勉强达到了筑基圆满 差一步就可以金丹了 轻衣傲闹地说道 老师说 我这修行速度太慢了 根本拿不出手 三年筑基圆满 还拿不出手 那这修行境界 该如何划分 灵言好奇道 修行境界 一共分为 隐气入体 炼气 筑基 金丹 原因 出窍 化神 合体 杜结 大成和仙人十一个境界 每一个境界 又分为一重到九重 外加一个圆满 共计十个小境界 轻衣道 那师姐 可曾与人交过手 灵言问道 灵言总觉得 王师道对门下弟子的评价 很有水分 没有 老师他老人家说 就我这实力 出去和人打 那就是在找虐 轻衣开口之间 颇有些委屈 找虐 灵言一愣 师姐 你说老师 会不会骗我们 老师怎么会骗我们 轻衣文言 哭丧着脸说道 老师养了一条大黑狗 说我什么时候 能在铜镜打过大黑了 就能与人交手了 结果 我一个月打一次 次次都说 师兄师姐们 可没少笑话我 轻衣欲哭无泪 修行三年 却连一条狗都打不过 出去和别人打 可不就是找虐吗 连一条狗都打不过吗 灵言文言 神色也是不由一将 那老师 一共有多少个弟子 灵言问道 不知道啊 老师他老人家 老师说自己逃离满天下 修行界到处都有他的徒弟 但是我见过的 包括你在内 也就十四个吧 轻衣道 那三师兄 又是何许人也 灵言想到了徐老三 看张玄大直士 对徐老三大畏惧的模样 实力应该是不差 三师兄啊 三师兄实力很强的 大黑那个坏东西 天天就知道凶我 可每次遇到三师兄 就舔着脸往上凑 见得不行 还有门内 那些长老和直士 没少挨三师兄的揍 所以他们一听到 三师兄的名字 就怕得不行 总之 在宗门内 若是遇到解决不了的事情 就替三师兄的名字 管用 轻衣颇有些狡黠地说道 原来师姐之前 只是吓唬张玄大直士 对啊 三师兄出门三个月了 根本不在宗门内 张师叔和老师关系默逆 却又很喜欢找老师的茬 我若是不提三师兄 还不知道张师叔 会闹出什么幺蛾子呢 轻衣眨了眨眼睛 满是俏皮 林言文言 对着徐老三 不由充满了兴趣 一个弟子而已 到底有多强 能让仙宵宗一众长老 为之如虎 师爹 我们到了 那里就是咱家的长老风了 漂亮吧 两人交流之间 轻衣带着林言 走了好几个传送阵 才到达了目的地 林言出了传送阵 顺着轻衣所指的方向看去 顿时瞠目结舌 师爹 你管这叫风 林言看着眼前的景象 人都傻了 林言震撼莫名 一座大山 耸入苍穹 云雾缭绕之间 一重重瀑布飞流而下 山巒之中 红叶飞扬 如一片片晚霞 绵延万里 风间更有一重重飘渺的林雾 环绕四方 更吓人的是 先锋四周 还有整整九尊星辰 环绕着先锋旋转 如同拱卫着大人 先锋之上 一座座殿雨 在云雾之中若隐若现 正是仙雀连绵 这哪里是一座风 这分明就是一座人间仙界 你说 它是个小仙界 林言都信啊 对啊 你看到那边 那个小山包没有 老师说 那是最早的长老风 又叫西侠山 大师兄爱排场 说老师住的地方 怎么能这么矮 所以他就去了一趟漠北大荒 取回了大荒之中的无量山 把原本的西侠山给取代了 二师兄说 他炼气动静大 一座无量山不够折腾 就去了天外 取回了九尊生命大星 炼制成了浮空岛 组成九星连珠大镇 还有四师姐说 无量山实在太丑了 光秃秃的就去了一趟火桑谷 问火桑谷谷主 借来了火桑种子 洒满了整座山 轻衣如数家珍 细数着长老风的发展史 把林言听得一愣一愣的 自己这些师兄师姐 到底都是什么样的狠人啊 那可是摘星卓月 怎么到了他们手中 就和玩一样 小师弟 我们上去吧 轻衣领着灵言 登上了无量山 好浓郁的灵气 灵言刚登上无量山 隐气觉就自行运转 将源源不绝的灵气 汇聚于气海之中 气海 修饰修行之根本 所谓的隐气入体 就是用灵气把气海填满 一旦填满 就可以气冲丹田 隐气入体圆满 静声炼气静 轻衣领着灵言 一路来到了一片竹林之中 灵师殿 这里是紫竹林 这些紫竹可是好东西 有宁神静气之效 是七师姐自己培育的 据说整个修行界 就属我们无量山紫竹最多 轻衣说道 灵言仔细感应 果然感觉 这些紫色竹子之间 有一重重神妙的气息在流淌 令人心境平和 气息圆融 灵师殿 你刚入门二爷 上面那些地方 你暂时去不得 就住在这里吧 轻衣领着灵言 来到一个庭院前 庭院是以紫竹搭建而成 推门而入 就是一口温泉 温泉鼓鼓而出 云雾缭绕 却是灵性十足 灵师殿 你之前刚完成了隐气入体 就先沐浴 这温泉连着鲜潇伏地的地脉 在里面泡着 有洗经法水之效果 最是适合你这样刚修行的弟子 师姐在教你一卷法门 配合这温泉 能加快修行速度 刷 轻衣玉手一挥之间 丝丝缕缕的灵气飞出 却是在温泉四周 形成一道扭曲的光幕 是 灵言倒也不觉得尴尬 进入光幕之后 退下道袍 跃进温泉之中 一时之间 灵言只感觉 温泉之中有丝丝缕缕的力量 顺着全身的毛孔 钻进自己体内 洗刷着自己的身体 壮大着自身每一个细胞 就连丹田内的灵气 都是以惊人的速度提升着 小师弟 此法名为龙溪水 老师说这法门 是借鉴北海龙族 吸收日月精华之法 推演而出 抱怨手一 轻衣隔着光幕 为灵言讲述 脆体法的诀窍和关键 叮 恭喜您 倾听师姐指点之后 龙溪水大成 轻衣刚讲完而已 鸿蒙经书就有了反应 灵师弟 有了这龙溪水 再配合温泉 短则一个月 长则半年 你必然可以晋升练气境界 好 轻衣刚说完 就听到温泉之中 猛地传出一道龙吟之音 只见光幕上空 隐隐竟然有一条龙吟浮现出 散发出惊人的压迫感 龙吟腾空 吞吐四方 我的天 这是龙溪水功法大成了 轻衣看着光幕上空 浮现出的扭曲龙影 顿时美眸原睁 龙溪水 虽说只是黄瓶法门而已 却是刚修行的修士 最好的脆体法门 轻衣当初 可是花了整整半个月才大成 灵言听了一遍 就直接大成了 老师 果然没有骗我 我资质太差了 难怪连一条狗都打不过 轻衣看着盘旋呼啸的龙影 又开始怀疑人生了 师姐 你能再讲讲 对龙溪水的见解吗 灵言坐在温泉内 感受着源源不绝的力量 被龙影汲取而来 自己丹田内的灵气 疯狂提升 却是连忙开口 不是极限 灵言发现 龙溪水大成 只是功法的极限 而不是自己的极限 你都大成了 还需要听吗 轻衣不解地问道 要听 当然要听 灵言笃定开口 行 轻衣闻言再次开口 这一次则是阐述着 自己对于龙溪水的理解和体悟 轻衣入门之后 就一直待在无量山修行 平日了除了帮王湿道跑跑腿之外 基本不怎么在外走动 心性淳朴 极有耐心 灵言想听 他就讲 讲得还很认真 叮 恭喜您 倾听师姐讲道之后 龙溪水达成完美之境 鸿蒙经书再次有了变化 刷刷刷 一道道手印 如同行云流水一般 被灵言递结而出 好 好 好 灵言双手结印之间 却是又有一道道龙影响彻 只见一道道龙影 在灵言头顶上空浮现 群龙乱舞之间 破人的威压席卷四方 这还是龙溪水吗 轻衣看着九条龙影 在灵言头顶盘旋 人都骂了 嗯 这就是极限了 灵言欣喜地看着头顶的九龙虚影 九条龙影咆哮之间 温泉之中有源源不绝的灵性力量 涌入灵言体内 洗经乏水 滋养肉身 灵言的身体 每时每刻都在壮大 灵言气海之中的灵气 更是以惊人的速度扩张 灵气填气海一成 两成填满 不过一个时辰时间而已 灵言就发现自己的气海 已经被灵气填满了 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膨胀感 气海好像都要被撑爆了 气冲丹田了 这代表着 我已经引气入体圆满 只需要进一步地压缩灵气 让气海内的灵气形成灵气风暴 从而凝聚出一道气旋 就能晋升到炼气境了 灵言目露喜色 将九龙吸水和引气诀运转到极致 轰隆隆 只见四方灵气 朝着灵言疯狂汇聚而来 转眼就形成灵气漩涡 灌注在灵言身上 灵言的气海 因为疯狂吸收灵气 传出阵阵风雷之音 怪在 紫竹林内 怎么有这么大的灵气波动 此时 无量姗姗颠的大殿之前 趴着的 一只大黑狗猛的人力而起 大黑狗皮毛油黑发亮 站起来比人还高出一头 一双毛子筋芒四翼 嘴里的牙齿 如同匕首一般 风锐异常 难道是青衣的小丫头 有了突破 大黑狗提到青衣 目光更亮了 欺负青衣 可是大黑狗最大的乐趣 毕竟无量山上 大黑狗能打得过的 也就一个青衣了 她也就在青衣面前 能装一装 算起来已经有一个月 不曾和青衣交过手了 老师收的弟子 那是一个比一个变态 等青衣丫头晋升金丹 再想欺负她 可就难了 得珍惜啊 大黑狗咧嘴一笑 身形一闪之间 竟然化为一道黑芒 直冲子竹林儿去 哄 此时 而后就猛地炸开 震笼发窥的轰鸣声响彻之间 灵炎身体一震 而后一股突破桎梏的疏爽感 从内心深处传来 只见灵炎气海之中 原本充盈的灵气 早已化作一团灵气漩涡 在丹田之中旋转 而后就有灵气 流转四肢百骸 小师弟 这就炼气境界了 想当初 我晋升炼气境界 可是足足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小师弟却只用了一天 连小师弟的天赋 都算不得忠诚 咦 轻衣丫头 不是你在突破 此时 一道细血的声音传来 大黑狗已经出现在轻衣身边 是小师弟 轻衣兴致不高 朝着灵炎的方向拧了拧嘴 小师弟 大黑狗闻言 目光又是一亮 这还真是瞌睡来了 就给自己送枕头啊 眼瞅着自己 快要欺负不了轻衣了 又来了一个小师弟 对啊 老师刚从童子院收的入室弟子 轻衣苦涩地说道 童子院 那地方不是不教修行吗 让老黑我看看 咦 修行不足半月 这就恋气一众了 这小师弟的天赋 够高啊 大黑狗眼眸之中 有黑月闪过 惊一开口 是啊 不像我 天赋差的人神共愤 轻衣摇头 大黑狗听得直咧嘴 你 天赋差 你怕是在开玩笑 三年筑基圆满 这修行速度 放在千年内的修行界 都是最顶级的 之前 宗主可是找了老师好几次 想让你败入宗主一脉 只是被老师拒绝了而已 和你这小丫头同期的弟子 如今还在弟子风挣扎呢 你这天赋还差 不过想想也是 在牛逼的天赋 到了王师到嘴里 那都是下城 想他大黑 当初也是这么过来的 小黑 你的资质太差了 下山容易被人炖了 狗肉滚凉滚 神仙也站不稳 你知道吧 还有 小黑 你那是退毛了 成了赖皮狗了 不叫进化 你这修为到不了金丹 下山就是给人送下韭菜 堂堂黑月神犬 到了王师到嘴里 那就是赖皮狗 害得大黑一直以为 自己就是个战武渣 在无量山十年不敢下山 生怕下山 就真被人给炖了 直到他晋升金丹 跟着九师兄下了一趟山 打得各宗天才嗷嗷叫 才知道自己有多强 只是如今 被忽悠地换成了轻衣而已 嗖 灵言穿好衣裳 跳出轻衣部下的帘幕 看到轻衣身边的大黑狗 顿时一愣 小子 还不快叫人 我可是你十二师兄 当然 你也可以叫我黑月十二 大黑狗看到灵言出来 就一脸期待地说道 师弟灵言 见过十二师兄 灵言连忙行李 眼前这大黑狗 应该就是亲一口中 那个打不过的大黑狗了 小师弟 很懂礼貌啊 大黑狗笑得更欢乐了 不过小师弟 我们无量山有一个传统 不知道老师 有没有告诉你 大黑狗画风突然一转 什么 灵言一愣 每一个新入门的弟子 都要和师兄师姐们过两招 大黑狗笑眯眯地说道 为什么 灵言好奇开口 笨蛋 当然是考虑你们的实力 到时候 老师才能阴才师教 教你最适合的法门 黑月十二一本正经地说道 灵言看向轻衣 确实如此 轻衣点头 过过招倒是没问题 可我还没学过打架啊 灵言双手一摊道 现学呗 小师弟 别说师兄我对你不好 我这里有一世神通 你学不学 黑月十二眨着漆黑的大眼睛 一脸的坏笑 学 灵言笃定点头 行 那我这就教你 黑月十二人立而起 两只黑乎乎的爪子 结起一个手印 我教你的法门名为厚土如山印 是黄品上级的法门 接下来 我会先给你念一遍法门内容 再为你演示一遍首诀 黑月十二认真说道 是 灵言点头 饶有兴趣地看着大黑狗 战斗法门 灵言可没学过 还是狗师兄 再叫自己 道士清一 一听到厚土如山印 美眸就不由露出痛苦之色 厚土如山印 这可是纯纯的抗奏法门啊 厚土如山印 讲究以气化印 修行到极致 可让自身如同厚土神山 肩不可摧 黑月十二虽然看着不靠谱 但是教起法门来 却很是认真 一字一句 确保灵言能听清 遇到晦涩难懂的地方 还会停下仔细讲解 定 恭喜您将厚土如山印 修行到大城 大黑狗刚刚将经文阐述了一遍 悦尔的提示音 就在灵言诗海中响彻 鸿蒙经书又是有了动静 来 接下来 我为你演化守绝 大黑狗两只爪子 以惊人的速度 截起一道道手印 哄 只见大黑狗体内 灵气涌动之间 于头顶凝聚出一口金色大印 大印摇动 垂下一重重金光 镀在大黑狗身上 让大黑狗浑身上下 散发出金属光泽 小师弟 看见没 厚土如山印一出金光附体 体弱神山 肩不可摧 最是抗揍 你若是学会了 同境界之下 没人能打得动你 黑月十二得意开口 好法门 灵言看着黑月十二头顶的厚土如山印 心里也是火热起来 不过还不够 厚土如山印 应该还有更强的极限 小师弟 你试试看 能否修成 黑月十二看着灵言说道 行 师弟试试看 灵言装模作样的地结手印 运转体内灵气 可是别说地结出厚土如山印了 就是金光都没有一道 这自然是灵言有意为之 这黑狗师兄一看就不靠谱 还得忽悠他一番 让他再讲讲 小师弟 你这悟性不行啊 师兄我当年 可只是听老师讲了一遍惊艳 就做到体肤金光了 黑月十二得意开口 却只字不提自己是黑月神犬 黑月神犬 这一族诞生于黑月洞土 乃是天上一轮黑月坠落罗浮之后 黑月上的原生神兽 在土属性和冰属性之上 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赋 轻一则看得直皱眉 怪了 灵言之前可是轻轻松松 就把龙溪水给修到大城了 还搞出了九条龙影 物性高的离谱 怎么到这里就不管用了 难道灵言不适合土属性法门 应该是这样 轻一心里嘀咕了一句 师弟资质弩顿 还请师兄 进一步指点 灵言一脸谦虚 你小子很懂事 师兄我很喜欢 那师兄 我就好好给你说道说道 黑月十二得意洋洋的开口 而后就将自己修炼 厚土如山印的修炼心得 洋洋洒洒地说了出来 可不管黑月十二怎么教 灵言都是拒不起精光 小师弟 你这资质 真的是太差了 要不是就我手把手教你 黑月十二眼看着 自己都倾囊相授了 灵言还学不会 也是有些头疼了 他可就等着 灵言学了 这厚土如山印之后 好挨揍啊 这要是学不会 自己怎么做 黑月十二想到这里 跳到灵言面前 手把手地教灵言结印 同时还顺爪帮灵言梳理灵气 叮 恭喜您 在狗师兄手把手的指点下 成功将厚土如山印 修炼至完美之境 终于 灵言期待已久的声音 在石海中响起 这一次 灵言不曾隐藏 而是施展出了 厚土如山印 最基本的体肤精光 成了 你小子 可算是学会了 比青衣师妹 学得要快一些 黑月十二如释重负地笑道 想当初青衣可是花了整整三天 如今依旧处于 无量山食物链的最底层 小师弟 现在可以交交手了吧 黑月十二期待地说道 还是不行 灵言再次摇头 为何还不行 黑月十二一愣 我只有这一世防御神通 可没有攻击的神通 那不是和沙包一样 只有挨揍的份 灵言盯着黑月十二 一连我不吃亏的表情 黑月十二闻言 顿时呲牙一乐 自家这小师弟 不纯啊 想当初青衣就没想到这一茬 所以我还想学一门攻击法门 灵言呲牙一笑 这个 小师弟 攻击法门 我来教你 大黑狗犹豫之间 青衣已经笑着说道 小师弟 十二师兄若是将修为压到炼气一重 那他最擅长的应该是一套执法 犀利非凡 十九位有一套法门 正好克制十二师兄的执法 可让小师弟 你少挨一些揍 与此同时 青衣的声音在灵言心中响起 灵言文言顿时大乐 看来青衣真是没少挨大黑狗的揍 这都被揍出惊艳了 青衣师妹 咱们都是兄弟姐妹 你别嘀咕 有什么话 大声说出来 虽然青衣在以密法传音 却还是被黑月十二捕捉到了 多谢师姐了 灵言笑着点头 小师弟 师姐我要传你的法门 是一套长法 青衣正色说道 长法 你想教小师弟行云长 黑月十二文言 目光猛的一宁 没错 小师弟 十二师兄的玄黄指 以刚猛灵力著称 我这行云长讲究的 就是以柔克刚 一旦修成 掌印挥洒之间 连绵不绝 以巧破例 青衣正色开口 还不忘白了黑月十二言 教呗 行云长 可是选品上街法门 小师弟在短时间内 又能学会多少 黑月十二满不在乎的开口 不过 此时他心中 却是不由的一探 自己这师弟师妹 是越来越不好坑了呀 能学多少 是多少 灵言灿烂一笑 没错 能学多少 是多少 青衣也是笑着点头 小师弟 行云长是谁属性的攻击法门 讲究的就是 水的柔和 连绵不绝 青衣一点都不怀疑灵言的悟性 先是点出要点 然后又将经文阐述了一遍 小师弟 记住了吗 青衣问道 记住了 灵言点头 接下来 我为你演示一下 哄 青衣御手挥动 周身灵气起伏 有一重重云雾升起 映衬出飘渺灵动的身形 哄哄哄 掌印先是星星点点 而后越来越多 几乎铺天盖地 犹如波涛 连绵不绝 席卷四方 叮 恭喜您 将行云长 修炼到大成 青衣只是演示了一遍行云长而已 灵言就将之修成了大成 小师弟 学会了吗 青衣将行云长演示了一遍之后 看着灵言问道 学会了 灵言点头 黑月十二文言 顿时撇嘴 小师弟 你怎么和老九一样 喜欢吹牛逼 这选品上街的法门 你看一遍就学会了 我确实学会了 不过还不过熟练 灵言笑着开口 那师姐 再为你讲解一下 师姐我的修炼心得 青衣点头 开始讲述行云长的修炼心得 叮 恭喜您 倾听了师姐的修炼心得之后 将行云长修炼至完美之境 片刻之后 灵言终于更上一层楼 青衣师姐 我学的差不多了 灵言笑道 好 青衣点头 小师弟 那现在可以开打了吗 黑月十二期待的看着灵言 可以 灵言笑了 是时候给狗师兄 一点小小的震撼了 那我们出去 黑月十二当即跑出了庭院 灵言和青衣连忙跟上 十二师兄 刚刚青衣师姐可是说 你若是把修为压制到炼气一虫 最擅长的是一套执法 如今执法被行云长克制了 你该不会反悔 用全胜姿态打我吧 灵言眨着眼睛问道 哪能啊 黑月十二摇头 你放心 师兄我是谁 天下一等一的好狗 怎么可能反悔 黑月十二顺爪取出了一条项圈 戴在了脖子上 爪子在上面一扒了 一重绚丽的光 就将黑月十二笼罩 炼气一虫 灵言这一次能真切地感受到 黑月十二的修为 就是炼气一虫 十二师兄 这是什么玩意 灵言目光一亮 这是神宝禁锢项圈 可压制修士的修为 平时是用在对手身上的 不过也可以用来压制自身的修为 炼气一虫 师兄没欺负你吧 黑月十二呲牙一笑 那自然是没有的 灵言摇头 我们这就开始 哄 黑月十二开口之间 已经迫不及待地冲向灵言 停 哄 结果灵言再次开口 黑月十二连止住身形 因为灵言开头太过突然 黑月十二虽然停下了 可在强大的惯性下 爪子硬势扣进了地面 刹那间乱石崩空 烟尘四溢 一道道惊人的沟壑 蔓延出百丈距离 看得灵言心惊肉跳 炼气一虫 就这么猛的吗 小师弟 你还有什么问题 一并问完可好 怎么如此折腾师兄 师兄下次可就说不住力了 黑月十二瞪着灵言 呜呜的呲哑 十二师兄 我就是想问一下 你之前说 修成了厚土如山印 铜镜无人可破我的防御 包括你吗 灵言问斗 当然包括 黑月十二笃定说道 天地之间 法门数量不胜每举 又各有所长 厚土如山印 是黄品之中 防御最强的法门 牢不可破 黑月十二对厚土如山印 充满信心 若是对手 修行的法门 等级比我高呢 灵言问斗 高也不行 黑月十二摇头 为何 灵言问斗 原因有很多 其一就是修为问题 炼气的小崽子们 最适合的法门 就是黄品 以炼气修为 施展黄品之上的法门 根本发挥不出应有的威力 也就黄品水平 其二 法门威力如何 和自身对法门的体悟有关 一部黄品的法门 炼气境界能修炼到大成 那么基本上就是 铜镜最强了 所以 只要你能把厚土如山印 修炼到大成 别说是师兄我了 就算是大师兄 把境界压制在炼气境界 也修想破了你的防御 黑月十二解释道 应该破不了吧 原来如此 灵言恍然大悟 你可还有别的问题 一定问出来 黑月十二烦躁的道 最后一个问题 灵言笑道 若是我把师兄你揍了 师兄你不会 祭出全部实力 揍我吧 汪汪汪 黑月十二文言 顿时被气出了狗叫声 小师爹 你看不起谁呢 你要是真有本事揍我 你看到我脖子上的项圈没 神宝 这是一件神宝 我不但不揍你 我还把这神宝送你 日后见了你 我叫你师兄 黑月十二指着自己脖子上的项圈 狂傲自私 当真 灵言目光一亮 虽说这项圈看着有些丑 说白了就是个狗恋 可它到底是神宝啊 比真金还真 黑月十二道 那我就放心了 来 后土如山印 哄 灵言开口之间 双手快速结印 灵言气海中的灵气漩威一颤 而后有浩浩荡荡的灵气涌动 刹那间有十二座后土如山印地结而出 后土如山印高悬灵言头顶 垂下十二道金光 哇 原本月月遇事的黑月十二 看着灵言头顶十二座后土如山印 瞬间发出狂吠声 黑月十二 看着灵言头顶那十二座大印 眼眸之中 黑月平闪 嘴角都流口水了 显然是狗恼过在 十二个 哇哇哇 自己堂堂黑月神犬 修炼着后土如山印 已经有十几年了 那是妥妥的大成 从来都不知道 这后土如山印 还能修出两位数 不是说好了 修出一个 顶在头上 金光附梯吗 厉害啊 小师弟之前是玩心眼了 轻衣恍然大悟 心里很是期待 自己的行云掌 会被灵言修行到了何等地步 十二师兄 我可要出手了 灵言体肤金光 坚不可摧 抬手一道掌印 朝着黑月十二兜头盖眼的打落而下 灵言的行云掌 明显和轻衣的不同 轻衣的行云掌 灵动飘渺 却太过阴柔了 灵言却不同 确保了灵动飘渺之后 还多出了几分刚猛之意 水 可柔可刚 柔则连绵 刚则磅礴 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 被灵言柔和在一起 让黑月十二 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刷 黑月十二连忙化为 一道黑芒闪开 哄 紧接着 行云掌已经轰在 黑月十二之前站立的位置 方圆百丈的地面 都是塌陷进去 一株株子竹被可怕的掌力 掀翻在地 东倒西歪 故多 黑月十二和轻衣 同时咽了口口水 这是行云掌 以防御舰掌的行云掌 有这力道了 这都快比得上 大师兄虚空掌了吧 再来 灵言看到行云掌的威力 更是跃跃欲试 开山 原来自己也可以 哄 灵言满心欣喜之间 又是一道掌印打出 玄黄指 黑月十二咬牙之间 爪子猛的一点 爪尖聚起黑金色的光芒 土之坚固不朽 冰之冰寒撤骨 两种力量融合在一起 化为一道犀利无比的指印 冲天起 打向掌印 哄 两股力量碰撞之间 虚空都是一颤 行云掌猛的一顿 玄黄指瞬间炸开 金光斜裹着撤骨的寒气 涌向四面八方 让方圆数百丈的温度 都是骤然降低 紫竹摇曳之间 被冰霜覆盖 连地面都被镀上了一层冰晶 而行云掌的掌印 虽然被打得裂痕遍布 却依旧朝着黑月十二落下 汪汪汪 黑月十二气的跳脚 连忙闪身避开 哄 哄 哄 让黑月十二抓狂的是 林炎手掌飞扬之间 一道又一道掌印 从天而降 无差别地朝着他打落而下 根本就是宝盒式覆盖 想躲开都难 咦 怎么又打起来了 此时 刚回无量山的王师道 脚步微微一顿 惊异地看向紫竹林 行云掌 玄黄指 小黑和轻衣又打起来了 王师道目光猛地一亮 还把修为都压制到了炼气境 轻衣进步很快 终究是悟出了刚柔的道理 刚不可久 柔不能守 唯有统合为一 才是正道 倒是小黑 一直没什么进步 看来这一段时间是懈怠了 得让其他几个孩子 好好敲打敲打小黑了 王师道只当是轻衣和黑月十二在交手 毕竟谁能想到 刚入门的林炎 会和黑月十二打起来 王长老 可算是找到你了 王师道正打算前往紫竹林 结果一道心急火燎的声音 就从王师道身后传来 一道顿光闪过 一名老者 已然拦住了王师道的去路 苏长老 你找我干嘛 王师道看着老者 不由一愣 外务店长老 苏长老是仙肖宗十二殿之一 外务店的长老 外务店 说白了就是外交官 负责的就是处理仙肖宗 和其他宗门之间的关系 找你借人 苏长老道 借人 王师道一愣 没错 借人 王长老 这一次 你可得帮我啊 不然老夫这一口气 实在是咽不下去 苏长老恨恨开口 你先说 什么事情 王师道说道 你知道五行中那个名誉子吧 他收了个弟子 还给老夫发了一张邀请函 让老夫过去 参加拜师一试 苏长老咬牙说道 不就是收了个弟子吗 王师道摇头 不就是收了个弟子吗 还搞什么拜师一试 可不就是吗 收个弟子 还搞拜师一试 不知道的还以为 五行中出了仙人了呢 苏长老咬牙切齿 不就是想在老夫面前炫耀吗 苏长老 你和名誉子 这都斗了上千年了吧 你们两人 从住基就开始斗了 而今都合体了 还在斗 王师道摇头 苏长老和名誉子 两人天生就不对付 第一次下山 就打得不可开交 而后千年世事 都想压对方一头 而今连收个弟子 都得在对方面前炫耀 斗 当然得斗 你是没看名誉子来的信 说什么 他名誉子收了的弟子 资质一般 让我过去支点一二 那王八蛋 就是看老夫这些年 没收到什么好弟子 故意给老夫上眼药 苏长老越说越气 那你不去不就行了 王师道佛系开口 弟子不争气 那是什么 怎么会有人在这方面苦恼啊 不去不就是认输了 老夫丢不起那人 苏长老急眼了 总之 你是饱汉不知恶汉记 你借我个弟子 苏长老道 借你一个弟子有什么用 我那些弟子 秀为全都太高了 王师道摇头 什么学位太高 那不就有两个练器弟子 在交手吗 苏长老扫了一眼 紫竹林方向道 那是青衣和小黑 你认识 王师道道 我看看 苏长老不信 当即就冲向紫竹林 王师道 你还说你没有 合适的弟子借我 苏长老刚冲到紫竹林 就发出兴奋无比的咆哮 什么练器 王师道文言 也是满脸古怪的 飞身上前 这一看 同样梦了 紫竹林内 林炎站在那里 杏手一挥之间 一道道掌印从天而降 打得大黑狗抱头鼠窜 气急败坏 这小子恋气了 后土如山诀 不止学会了 还特么变异了 谁能告诉我 那十二个大印是啥 后土如山印不就一个吗 行云长也学了 还阴阳流转 刚柔并济 比青衣强出 不知道多少 王师道 看得是满脸问号 恋气修为 明玉子那徒弟 也是恋气 厉害了 同境界 还能撵着小黑打 你们这一脉 当真是怪物评出 哪怕明玉子的徒弟 是个万中无一的天才 遇到这小家伙 那也只有挨揍的份 老夫要是把他带过去 还不得把明玉子撵成渣 到时候 明玉子当着那么多道友的面丢人 老夫只要一想就兴奋 苏长老双目都在放光 如同恶狼盯上了肥肉 王师道文言 也是有些呆 王长老 你应该不会拒绝老夫吧 苏长老转身 看着王师道问道 这个 老夫倒是没意见 王师道心里慌得一批 这苏长老 该不会把人借走之后 就不还了吧 那就行 你放心 老夫不白见 必有后报 苏长老满意点头 此事 毕竟是林妍自己的事情 你得问问林妍自己的想法 王师道又道 行 等他们打完 老夫就去问 苏长老毫不犹豫地说道 晦气 不打了 老子不打了 黑月十二又一次 被林妍一巴掌拍翻之后 猛地蹦起来 狗脸上都是气急败坏 混蛋啊 这家伙的后土如山印那叫一个印 行云长又刚柔并济 打得自己忍不住汪汪叫 不能忍 真的不能忍 十二师兄 真不打了吗 林妍一脸意犹未尽 这种追着人打得感觉巨爽 非常解压 不打了 咱们先说好 不是师兄我打不过你 而是怕毁了七师姐 辛辛苦苦造出来的紫竹林 黑月十二恬不知耻地说道 不过这也是实话 此时的紫竹林 早已在两人的争锋下 毁掉了一半 好好一处人间圣景 就像是被蛮荒巨兽肆虐过一样 多谢师兄 林妍也不点破 笑着行李 刷 此时 苏长老已经迫不及待地 落在林妍面前 那目光看的林妍 当即就往轻衣身后躲 这老东西 目光不单纯啊 苏长老 注意点形象 也不怕吓到我的弟子 王师道跟了过来 瞪了苏长老一眼 王师道总是有种 自己心头好 被人惦记上的感觉 见过老师 林妍两人一狗 连忙行李 无需多脸 王师道摆了摆手 他这一脉 最不幸这一套 王师道总感觉 对师长太过敬畏 并非好事 人一旦有了畏惧之心 修行也好 行事也罢 都会束手束脚 一师一友 这才是为师之道 林妍 这位是外物店苏星和苏长老 王师道为林妍介绍道 弟子见过苏长老 林妍躲在轻衣身后行李 小家伙 你别怕 出来 让老父子戚看看 苏星和见林妍躲着自己 连忙挤出和蔼的笑容 我不 林妍摇头 开玩笑 这老东西的目光 推吓人了 苏星和文妍 顿时有些着急了 你怕什么 老夫又不吃人 苏星和吹胡子瞪眼 苏长老 您那目光 真就挺像要吃人的 轻衣时常开口 误会了不是 林妍 老夫是想让你 给老夫当几天弟子 苏星和连忙解释道 为什么 林妍一愣 弟子还能接的 是这样的 苏长老连忙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给林妍说了一遍 林妍听完不为所动 轻衣倒是一脸渴望 不去不去 林妍摇头 为什么 苏长老一愣 弟子资质只是忠诚而已 而今修行时日尚短 所修法门太少 弟子怕出去之后 给老师丢脸 林妍摇头 心里却是在盘算着 自己都说得这么明显了 这苏长老 应该懂自己意思吧 这个简单 只要你跟老夫去 老夫就传你几道法门 苏星和远比林妍想的 还要上道 几道法门 林妍目光一亮 脸上却不露分厚 你要是不满意 就直接踢跳剑 苏星和如今是豁出去了 装逼是人生第一药物 只要能给明玉子上演药 其他全都好说 天大地大 不如自己的面子大 若是我同意的话 什么时候出发 林妍问道 明日一早出发 晚上能到五行宗 休息一晚 正好参加明玉子的拜师仪式 苏星和说道 苏长老 那这样如何 从现在开始 到明日出发 您教我法门 学多少算多少 您看如何 林妍眯着眼说道 青衣和黑月十二文言 顿时露出怪异之色 以林妍那悟性 一个晚上能学走苏长老 多少种法门 此话当真 苏长老目光一亮 一个晚上而已 能学多少神通 称死学一两种黄瓶法门 玄瓶想都不用想 自己可是真赚大了 当真 林妍笃定开口 行 那老夫今日就留在紫竹林 教你法门 只要你能学得会 老夫的绝学交给你 都没问题 苏兴和长老说着 当即就进了林妍的庭院 林妍见苏兴和进了庭院 扭头就看向王师道 去吧 多学点 别让人占便宜了 王师道眨了眨眼 意思不言而喻 宰狠点 林妍点了点头 也笑着进了庭院 林妍和苏兴和二人 进了庭院后 王师道就一手 捏住黑月十二的耳朵 道 小黑啊 你最近可是懈怠了 走 跟我去特训 说吧 拽起黑月十二就走 轻衣眼嘴一笑 也是跟了上去 林妍 老夫刚刚看你 已经将行云掌 修行到了刚柔并记的地步 老夫手里也有一室法门 同样是谁属性 你学起来 应该很容易 不如就从这法门 开始学起如何 苏兴和见林妍跟来 也打算来个英才试教 好的 林妍自然没有意见 总之长夜漫漫 林妍是打定主意 这一晚上苏长老教自己什么 自己就学什么 掏空他 这是一室身法 名为踏浪 踏浪踏浪 讲究的就是 身随意动 一旦修成 施展起来 可以天地为海 一起一伏 若踏浪而行 最是洒脱 苏兴和满脸得意 踏浪身法 玄品上街法门 苏兴和这一次 可全指着林妍给自己争面子 自然不好 真拿出黄品的法门 来糊弄林妍 因此一出手 就是玄品上街法门 在苏兴和心里 这一世玄品法门 够林妍修行了 还请苏长老指点 林妍虚心求教 本座先教你经文 再教你如何运气 踏浪 苏兴和开口之间 阐述着踏浪身法的经文 林妍 可曾记下 苏兴和被诵了一遍 就笑着问道 全都记下了 林妍点头 这踏浪身法 有许多晦涩难懂之处 老夫一边教你运气 一边为你解释 来 苏兴和开口之间 双手贴在林妍后背上 为林妍梳理着体内的灵气 在苏兴和的指点下 林妍发现自己体内的灵气 随着意念而行 灌注到双腿之中 冥冥之中 林妍感觉自己 似乎助力在海中 一起一伏 如同踏浪而行 叮 恭喜您 将踏浪身法 修行到大城 恭喜您 踏浪身法 修行至完美之境 有了苏兴和耐心的指点 林妍自然大彻大悟 搜 林妍身形 几乎下意识地冲出 身形飞略之间 宛如踏浪而行的惊鸿 洒脱 逍遥 不可捉摸 这一幕 直接就把苏兴和看傻了 身随一走 收发犹新 这造诣比老夫还高 苏兴和看着 林妍一学就会 心里顿时有些不安了 刷 林妍身形翻飞之间 无声无息地回到苏兴和面前 苏长老 要不我们学下一卷经文 好 下一卷 下一卷 老夫教你一套地平法门 苏兴和深深地看了林妍一眼 而这一次 再次提高了法门的等级 玄平法门 难不住林妍 苏兴和就不幸 连地平法门都难不住林妍 此法是剑绝 名为覆水剑绝 一旦修成 剑绝若覆水而下 密不透风 乃是群宫的不二法门 苏兴和并指如剑 体内灵气涌动之间 赫然是化为一柄灵气长剑 林妍 此剑绝只有招式 并无经文 你若想学 可要看清楚了 苏兴和开口之间 手中灵气大剑挥动 划出一道道玄妙无比的轨迹 覆水剑 地平法门 确实远比玄平法门 要神妙的多 苏兴和手中的剑 时而快到极致 如同狂风骤雨 时而又缓慢无比 但是一朝一世 都能引动四方灵气朝夕 叮 恭喜您 观看长老五剑 将覆水剑修行道入门 林妍只是看了一遍 就已然入了门 根本不需要经文 林妍 你可曾记住剑招 苏兴和问道 记住了 不过还未曾完全体悟 还请苏长老再来一次 林妍正色开口 好 苏兴和二话不说 再次演练了一遍 这一次林妍死死盯着苏兴和手中的剑招 捕捉着每一道剑痕的轨迹 手指更是随着苏兴和比划着 叮 恭喜您 再次观看苏长老五剑 将覆水剑修炼小成 又看了一遍 覆水剑已然小成 林妍 可需要老夫 再来一遍 苏兴和问道 弟子想自己再体悟一下 林妍认真开口 行 你先体悟 若是有不懂的 可直接问老夫 苏兴和点头 林妍闭上眼睛 回忆着苏兴和五剑的全部过程 林妍想着想着 却是将苏兴和所交的剑招全部模糊 只剩下一道道剑痕 在林妍心中浮现 明白了 覆水剑的关键并不在于剑招 而在于那些剑痕 我误了 林妍心中生起明雾之感 恭喜您 误出覆水剑的精髓 覆水剑大成 果然 鸿蒙经书再次有了变化 剑痕 剑痕 林妍并不满足 体内灵气自指尖吞吐而出 同样化为一把灵气之剑 刷 刷 刷 林妍剑指挥动之间 划出一道道剑痕 剑痕一出 有剑气如雨 兮兮立立 环绕在林妍左右 什么 这就领悟出覆水剑的精髓了 苏兴和看到这一幕 不由自主地张大了嘴巴 地平法门 看似等级不高 可也绝对不低了 很多小宗门宗主的绝学 也就地平而已 甚至有些人 修炼了一辈子 都难以入门 结果林妍 只是看自己舞剑两次 就悟出精髓了 紧接着 苏兴和心中 再次涌起滔天巨浪 熙熙烈烈 只见林妍挥剑之间 整个庭院 竟然吓起了 熙熙烈烈的剑雨 一道道细密的剑气 化为剑雨落下 打在苏兴和身上 吭枪作响 那等剑意 却是比覆水剑更强 这还是我认知里的覆水剑吗 苏兴和心里一颤 覆水剑 一旦修成 剑气若覆水而下 密不投风 可到了林妍这里 却是剑气如雨 挥洒四方 最可怕的是 那些剑雨竟然井然有序 指哪打哪 覆水剑最大的弊端 就是剑气一旦落下 就是覆水难收 若是这些剑雨 可以自如控制 这覆水剑将再无缺陷 苏兴和瞠目结舌 对 剑痕也并非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剑也 林妍目光越来越亮 心中对于剑的体悟 进一步的提升 剑 本身也是一种道 凡人之剑 以剑招分胜负 修的是祭求 为下成 修士之剑 以弃欲剑 以剑气杀人 这是忠诚 真正上成的剑 当为剑修之道 以剑悟道 林妍信守一挥 一重重剑雨 铺天盖地而下 随着林妍心意而动 时而若天女散花 挥洒四方 时而又整齐华一 若剑浪其头并尽 时而又汇聚为一剑 以一剑破万法 丁 恭喜您 将覆水剑修行至完美 恭喜您 以副水剑误出剑道真意 剑道入道 鸿蒙金书再变 一股独特的气息 从林妍体内弥漫出 剑意 林妍误出的剑意 难以遏制 机遇喷布而出 让林妍看上去 就像是一把剑 剑意如此惊人 这小子该不会是天生剑星吧 苏星河看着收剑力的林妍 神色已经变得正中无比 苏长老 弟子又学会了 林妍腆地看着苏星河 苏星河闻言 头皮顿时一麻 看着外面高悬于空中的圆月 有些胆寒了 此时满打满算 半个时辰而已 距离天亮 可还早着呢 苏星河开始怀疑 自己那点库存 到底够不够零年修炼的 他是合体不假 可自身修行的法门 绝对不多 或者说每一个修士 修行的法门都很有限 法门在京 不在多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能把一部法门 修行到大城 哪怕是黄品 在合体修士手中 威力也远超天平法门 再好的法门 你做不到大城 终究无用 因此一个修士 一旦寻到最适合自己的法门 就会一直修行下去 而这就是所谓的绝学 可此时的零年 却绝对超出了正常的范畴 再多的法门 怕是都不够零年学的 看来得想个狠招了 苏星河看着满脸期待的零年 心里也是一阵发痕 零年 老夫手里还有一法 苏星河看着零年说道 是苏长老您的绝学 零年目光一亮 苏星河闻言 脸色顿时一黑 这小子还真盯上自己的绝学了 可既然是绝学 自然得传给一波传人 不是 苏星河摇头 不过你若是能练成 绝对比老夫的绝学还强 真的 零言喜道 这就是那一卷法门 苏星河这一次不曾口述经文 而是反手取出了一卷御检 御检破破烂烂 里面很多丝线都断了 一看就有些年头了 苏长老 你不会随手拿一卷御检 糊弄弟子吧 零言看着那迈向惊人的御检 有些怀疑了 糊弄你 你知道什么 这御检 可是老夫从一个杜杰修士的坟 留下的遗迹内寻到的 苏星河瞪眼 杜杰修士留下的法门 零言兴趣更大了 那是自然 这法门虽然无法判断等级 却是杜杰修士留下的 那还能差了 苏星河道 当然 这法门 学起来可是极难 苏星河见零言感兴趣 顿时用出了激将法 这法门 确实是杜杰修士所留 但是修行难度 这法门之后 误了三十年 结果毛都没误出来 只知道这是一卷 修行神魂的法门 而后他又把这法门 借给了先宵宗最强的魂修体悟 想等对方学会了 再教自己 结果那魂修 差点被这法门折磨疯 根本学不会 苏星河就寻思着 这法门连先宵宗最强魂修都学不会 零言再妖怪 也不可能学得会吧 行 那弟子试试看 零言说着 借过了苏星河手中的御检 御检上面的经文 晦涩难懂 零言记忆起来也是极难 时不时的皱眉停下 零言 学不会的话 不用勉强 你要是喜欢 这经文老夫给你留下 你慢慢体悟就是 苏星河看着零言 愁眉不展的样子 心里松了一口气 可算是把这零言难倒了 不对啊 这根本就不是法门 零言将法门全都背下来之后 就惊呼出声 不可能 这法门虽然难学 可却实实在在 是一卷神魂法门 苏星河笃定道 弟子的意思是 这经文并非法门 他太多了 法门藏在这经文的字里行间 有趣 当真是有趣 零言只是体悟了片刻 就发现自己 诵读一段文字之时 心中就会有诸多感悟浮现 有些却全无反应 真的假的 苏星河满脸狐疑 弟子再看看 零言再次闭目沉思 预检上就有一枚枚符文 被零言挑了出来 元神诀 这是元神诀 零言只是挑出三枚符号而已 苏星河就瞳孔收缩 满脸的惊骇之色 元神诀等级很高吗 零言好奇地问道 不高 若是争论起来 这元神诀连法门都算不上 苏星河凝重开口 那这元神诀有何稀奇之处 零言奇怪道 连法门都算不上 不至于让苏长老如此表情吧 因为这元神诀 是天地之间 所有神魂法门之总纲 苏星河一脸郑重地开口 所有神魂修行法门的总纲 零言胡一道 零言 你有没有想过 当今世上 所谓的修行境界 都是怎么来的 苏星河正色问道 探索出来的 零言笃定道 天地万物 从无到有 不都是一步步探索出来的 对 原本世间 本无原因之上 而有了这元神诀 就有了化神境界 不只是化神 其实每一个境界 都有一卷法门总纲 比如粹体境界 就源自于修行界 第一部粹体法门粹体诀 便强势刻在人族骨子里的天性 最古老的年代 并无修士 有的只是江湖 所谓武道 就是在常年累月 与各种生灵的争斗之中 领悟出来的杀人法 总有一些人 精彩绝艳 天赋异禀 就比如那位上古第一剑 从握住剑柄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是见到魁首 这些人 往往有着相同的特性 会一次次地打破自身智骨 若是没有晋升之路 那就自己创造 粹体诀 就是有人将那个时代 所有强身的法门 融会为一炉 创造出了修行之路 正是因此 世间才有了第一个修士 基本上每一个境界的出现 都代表着一个 盖世天骄横空出世 元神诀也一样 那是没有化神的时代 而正是这元神诀的出现 打破了境界的枷锁 而后世间就有了化神 后世所有神文法门 都起源于这元神诀 只可惜 元神诀在古老年代的争斗之中 绝迹于天地之间 没想到 却是被带进了棺材里 以这样的方式保存了下来 苏星河感叹道 没有就去创造 好气魄 林妍由衷地说道 难怪一卷法门而已 那杜劫修士 却以这样的方式保存下来 林妍能明白那杜劫修士的想法 元神诀曾经引发血战 一旦问世 很可能再起争端 可是这样一卷有着封碑意义的法门 若是就此绝技 也是修行界的损失 没想到 老夫数百年都看不透这元神诀的奥妙 却被你一眼看出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机缘吧 苏星河苦笑着开口 这既是弟子的机缘 也是苏长老的机缘 林妍笑了笑 而后仔细体悟 耐心寻找 一枚又一枚的字符 被林妍挑出 才将一百多枚字符挑出 组合成一卷全新的经文 一百多个字 原来元神诀只有寥寥百字 而就是这一百多个字 却开辟出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苏星河看着一百多个字的元神诀 心里更加震撼 此时苏星河可以确定 林妍猜测的是真的 这元神诀看似简单 可是每一个字符都是妙道巅峰 里面蕴含着磅礴到极致的神魂之道 恭喜您体悟元神诀 神魂之道入道 恭喜您从元神诀之中 体悟出神魂法门轰炉经 轰隆隆 林妍运转轰炉经 一时之间魂海轰鸣 自身的魂魄化为一座轰炉 立在魂海之中 轰炉一阵之间 天地之间的灵气就滚滚而来 涌入林妍眉心之中 被轰炉炉化为魂力 壮大自身魂魄 就连林妍双铜之中 隐隐都有火星飞落而下 苏长老 弟子还有一个问题 林妍感应自身的魂魄的壮大 若有所思的问道 你问 苏星河点头 修是修行 修的是灵气 却又包括炼体和炼神 这三者之间有何关联 林妍问道 你这问题倒是实在 苏星河笑着开口 这基本上是每一个修士 都曾好奇过的问题 还请苏长老指点 林妍谦逊开口 其实这个很简单 一字贯之曰 气 苏星河刚说完 林妍顿时鸣雾 气 修行之根本 气之玄妙 不可捉摸 气用于肉身 可壮大肉身 藏于气海 可壮大体内灵气 用于神魂 可滋养魂魄 到了最后 无非就是炼气 气妙用无穷 哪怕你只是单纯的炼气 境界晋升之后 肉身和神魂 都会得到滋养 潜移默化的提升 肉身强了 气海能容纳的气就更多 魂魄更强 那么可以控制的气 就越多 三者相辅相成 炼体法门和炼神法门 作用便是在于此 可以提前打造好 晋升更高境界的基础 苏星河解释道 弟子 多谢苏长老指点 灵言说完 将面前的元神诀 递给了苏星河 这是物归原主 若是如此 老夫欠你一个人情 苏星河目光一亮 法门本就是苏长老的 弟子尔金 已经学了这元神诀 物归原主而已 何来的人情 灵言笑道 苏星河目光更亮了 深深看了灵言一眼 而后忍不住 酸溜溜开口 这王师道 真是收了一个好弟子 灵言 你说你家老师 到底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怎么这绝世天才 一个接一个的 往他门下钻 苏星河忍不住问道 或许 这就是苏长老宁口中的机缘呢 灵言眨着眼说道 还真是 苏星河闻言 不由放声大笑 笑声倒是洒脱了许多 虽然 你是王师道的弟子 但是接下来这几日 你是我的弟子 这也算是有几分仕途情分 这次老夫 可得沾沾王师道的福气 苏星河笑道 那老师 我们这就出发 前往五行踪 灵言笑问道 即刻出发 苏星河笑着点头 满脸期待 明玉子 这次 保证你输的裤衩子 都不上 灵言跟着苏星河长老 走出庭院 就看到清一和王师道 两师徒正站在那里 大眼瞪小眼 清一 你听老师的 你现在太弱了 下山会挨欺负 王师道苦口婆心地 看着清一说道 可是弟子 就想出去见识一下 清一满脸委屈 说我猜可以 但是你总得让我知道 我猜在哪里吧 不怕被欺负 王师道正色问道 不怕 弟子资质奴顿 败得起 也挨得起欺负 清一看似温婉 但是骨子里 却也是个执拗的主 以前清一 倒是还耐得住在 无量山独自修行 可是见识到了 灵言的妖孽之后 却是有些耐不住了 他就想出去看看 外面的天才到底有多强 自己和那些天才之间 到底有何差距 王师道闻言 若有所思地看着清一 你趋意已决 对 清一笃定开口 行 王师道沉默许久之后 终于点头 看向苏星河 苏长老 便宜你了 清一也跟着你去一趟五行踪吧 王师道无奈说道 徒弟呀 徒弟 你说你没事 非得下山干嘛 助击境界 能打得过你的人 全都在这无量山上 真想看察觉 你和你那几个师兄师姐 多动动手 不就完了 若是如此 那可就太好了 苏星河目光一亮 再加上一个清一 那绝对是双倍快乐 弟子 多谢老师 清一闻言 满脸狂喜 行了 王师道摆了摆手 威师原本不让你下山 是怕你年少扬名 容易看不清自己 日后少不得各种麻烦 如今既然下了山 那就要记住一句话 王师道看着清一 严肃开口 秦老师吩咐 清一行礼 一旦下了山 万事自己多留个心眼 若是与人争斗 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跑 修士这一生 你可以输一万次 只要在最后 赢一场就够了 活着 才有未来 王师道语重心长地说道 弟子记住了 清一似懂非懂地点头 那我们这就出发 苏星河手掌一挥 一座白玉殿宇 就横空而起 垂落下亿万重仙光 这又是什么 灵言看着殿宇 瞠目结舌 这自然是飞行法宝 名为小仙硝殿 高达地平 仅次于宗主手中的仙硝殿 苏星河乐呵呵地说道 苏长老 你们只是 去一趟五行宗而已 坐着地堡过去 有些过分了吧 不只是灵言呆住了 王师道都是一脸怪异 过分 老夫告诉你 这要不是宗主正在闭关 否则老夫 能把仙硝殿进来 面子懂吗 老夫可是仙硝外务殿长老 出门在外 代表的就是整个仙硝宗 若是随便寓一把剑过去 那是会被人笑话的 苏星河一通输出歪理 王师道文言 连连摇头 难怪宗门上下都说 仙硝宗就外务殿的人 最喜欢搞排场 而今一件 当真是名不虚传 上来吧 苏星河意气风发的飞身 落在电雨之中 林言两人 紧随其后 登空而起 小仙硝殿 极尽奢华 其中 草木争其痘艳 那流水其实是灵液 甲山也是各种蕴含灵性的其实 说是草木 其实都是各种灵药 殿与外的庭院中间 还有凉亭 亭子里早已泡好了上等的灵茶 林言 清一 本作就在这亭子里 控制小仙硝殿 仙硝殿里的洞府 你们随便选 到地方了 老夫叫你们 苏星河笑道 早就听说 小仙硝殿是直接以一个洞天熔炼而成 相当于一个世界 弟子可得好好见识一番 清一满脸的兴奋 尽管看 尽管用 里面的一切花销 算老夫的 反正老夫可以报销 苏星河灿烂一笑 小仙殿 我们走 清一迫不及待的招呼林言 进入殿宇之中 这么大 小仙硝殿外面看着不大 进到里面之后 却是殿宇林立 宛如一个超大的城池 那是自然 老师说 修行界虽然还算安稳 平日里也就一些小摩擦 很少有取人性命的事情出现 但是有时候 也会出现两个宗门死磕 宗门之间的战争 动辄湮灭千万里 流血飘露 可是相当的恐怖 这小仙硝殿说是飞行法宝 可一旦和别的宗门打起来 那就是战争机器 火力全开之后 恐怖得很 还能容下全宗门的强者 超级好用 清一虽然不下山 可是修行界的见识 王师倒可是没少教 不论是眼力还是学识 都是年轻一代出类拔萃的 厉害 灵言竖起了大母哥 小师弟 以我们的修为 级别太高的洞府 可进不去 里面的灵气 会把我们俩淹死的 这些选品洞府 就够我们修行了 清一拉着灵言 进了一间洞府 灵气这么浓 灵言刚进去 就发现洞府内云雾缭绕 带着一种独特的香气 洞府内的灵气 远超外界 那是自然 洞府之中 全都有巨猿法阵 平日里会源源不绝地 吸收灵气 储存起来 修行起来 可以事半功倍 小师弟 这里够我们修行了 这两个子竹编成的蒲团 我们一人一个 清一说着 已经在一个紫色蒲团上 盘膝坐下 灵言倒是不急着坐下修炼 而是饶有兴趣地 打量着洞府墙壁上 刻画的奇异纹目 定 观看镇文 心有所感 正在体悟镇道 灵言只是看了几眼而已 鸿蒙经书就又有了反应 明白了 所谓的镇道 就是以镇文为媒介 引动天地之力 这倒是和剑道 有着些许相似 灵言若有所思的自语 而后哑然失笑 剑道也好 镇道也罢 最终修的都是大道 自然有着共通之处 而后就继续体悟墙壁上的镇文 定 恭喜您 体悟出镇道之原理 镇道入道 半日之后 灵言大有收获 所谓的入道 怕不只是进了门槛那么简单 而是通达其道 这些镇文 我应该可以随手勾勒出来 灵言喃喃自语 体内灵气涌动之间 在周身化为一道道镇文 布满四周的虚空 这些镇文 赫然是与墙壁之上的巨原法镇 这欠缺的无非就是大量的镇道知识了 若是我能镇道大成 甚至达到完美之境 那么镇法对我而言 将再无秘密 灵言心中一便盘算着 一便在紫竹蒲团上盘膝坐下 九龙溪水 隐气诀 轰如精 灵言同时运转三大法门 将洞府内的灵气汲取而来 灵气形成漩涡 疯狂地灌注到灵言体内 九龙溪水 以灵气滋养肉身 隐气诀 隐天帝之气提升修为 轰如精 吸收天帝灵气以撞魂 三大法门相辅相成 再配合洞府内浓郁的下人的天帝灵气 疯狂提升着灵言的修为 哄 不过三个时辰而已 灵言气还猛地一颤 第二道灵气漩涡 水到渠成一般 而后又是三个时辰 灵言再次凝聚一道灵气漩涡 一道灵气漩涡代表炼气一重 如今灵言坐拥三道灵气漩涡 已然是晋升炼气三重 灵言 轻易 我们到地方了 灵言刚晋升完毕而已 洞府外已然传来苏星河的声音 灵言和清一同时睁开眼睛 小师爹 你练气三重啊 清一惊呼道 六个时辰而已 修为连破两个小境界 这等修行速度简直恐怖 是啊 此地的灵气太浓郁了 灵言笑着起身 而后就与清一一起走出洞府 来到了小仙宵殿的庭院之中 此时 苏星河就站在庭院里 急目远眺 灵言顺着苏星河的目光看去 顿时露出震撼之色 立着一座耸入天穷的五色门户 五色门户之中 五色光芒涌动 神妙莫测 又压迫感十足 在门户后面 依稀可以看到一片仙家宝地 苏老鬼 老夫还以为你不来了 小仙宵殿刚刚停下 一名老者就化官来 老者身边还跟着一个 和灵言一般大小的少年 不来 你上赶着让老夫打击你 老夫难道还惯着你 苏星河屁你开口 腰板挺得老直了 有灵言和清一仔 寓名字 那就是给自己送菜 苏老鬼 你似乎有备而来啊 寓名字扫了一眼灵言和清一 根本不曾放在心上 灵言和自己的徒弟年纪相仿 可灵言的修为 只是练气三重而已 自己的徒弟 可是练气四重 稳压一头 至于说清一 虽然是筑基圆满的修为 可筑基圆满修为的弟子 自己可也有 寓名字根本就不虚 那是自然 苏星河理所当然地说道 介绍一下 这是我新收的弟子王轩 十六岁练气四重 入宗门不过半年 入宗半年 练气四重 这已经是一等一的天才了 清一文言 满脸错愕 入宗半年 练气四重 自己练气四重 好像就用了一个月 自己的资质 只是下诚而已 这御名字 怎么还把这王轩当的宝 这两个 都是老夫的弟子 清一 入宗三年 筑基圆满 灵言 入宗不到半个月 练气三重 苏星河根本不虚 冷笑着开口 显然 还没进五行宗 两人就已经针剑对脉芒了 吹牛 御名字压根就不信 吹牛 苏长老 邪腻着御名字 当然是吹牛 先别说什么 三年筑基圆满 一看就不可能 但说 你那个练气弟子 你们仙肖宗上次招弟子 还是半年前 这灵言入门 至少也半年了 何来的半个月 骗人都不会变 御名字翻了个白眼 五行宗招收弟子 时间和仙肖宗日期相近 也是半年前 所以他记得很清楚 灵言是老夫半个月前 捡回宗门的不行 苏星河脸不红星不跳说道 仙肖宗是统一收弟子没错 可是门内强者偶尔出门历练 带回一两个弟子 那可太正常了 你当你是王师道吗 出门就能捡到 一个半个月练气四重的弟子 御名字满脸鄙夷 灵言听的是一脸古怪 自家老师的名头 似乎不小 好像还经常收到 天赋惊人的弟子啊 苏星河心里有些虚 但此时可不能弱了士气 当即冷笑着说道 你说半年 那便是半年 那这一次 可是我赢了 御名字文言 更得意了 你赢就你赢 苏星河满不在乎的开口 放长线 才能钓大鱼 此时成口舌之力 有啥意义 明日的拜师大会 才是重头戏 御名字文言 心里反而没底了 平日里这苏老鬼 哪怕是输了 也是死鸭子嘴硬 结果今日 却如此干脆 这里面怕不是有猫腻 御名字想到这里 就开始上上下下的 大量灵言 这小子 好像也没啥特殊之处啊 怎么 老夫大老远过来 你就让老夫在门外等着 苏星河瞪着御名字道 里面请 里面请 老夫可是特意为你准备了上好的居所 御名字文言 连忙开口 脸上却是一副玩味之色 苏星河见状 嘴角一撇 收了小仙宵店 带路吧 来 跟老夫走 御名字哈哈一笑 就领着灵言等人进了五行踪 五行踪内气象万千 到处都是一挂挂的五色神光 灵言还发现 五行踪的灵气和仙宵宗的灵气 有着细微的区别 和我们仙宵伏地的区别 苏星河笑问道 老师 这五行踪内的灵气 比我们的仙宵宗的灵气 要玄妙一些 不过仙宵宗的灵气更加纯净 灵言道 没错 苏星河点头说道 罗浮世界一共有72伏地 每一处伏地都有着自身的独特之处 比如这五行伏地 内蕴的灵气 暗和五行之道 对于五行法门有着诸多的弊异 我们仙宵宗的仙宵灵气 是最接近仙灵之气的灵气 以纯粹著称 至于说其他伏地 待你日后在各宗之间走动 自然就全知道了 苏星河解释道 罗浮世界 当真是广大无边 灵言由衷地赞叹道 既然有72伏地 那么可想而知 像仙宵宗一样强的仙门 应该还有71个 再往下 就是清一之前 提到的洞天了 真他妈大 灵言等人 跟着玉名字一路前行 沿途灵果园 药田等 连绵起伏 丝毫不亚于仙宵宗 还有一座座高峰伶俐 其中很多都和无量山一样 被改造成了各种圣景 看得灵言惊叹连连 片刻之后 玉名字带着灵言等人 来到了一座庭院前面 此时 庭院大门紧闭 门上还挂着一把锁 圣品洞府 你这老不死的 居然会给我准备圣品洞府 苏星河看着洞府 一脸怀疑 凡 黄 玄 帝 天 神 圣 帝 仙 洞府 功法 法宝 阵法等都分这九等 这规格可是不点 对啊 圣品洞府 如何 玉名字闪过一抹玩味的笑容 还不错 开门吧 苏星河点头 开不了 玉名字站着没动 开不了 苏星河一愣 对啊 这锁是老夫自创的九子连环锁 里面有着九重大镇 相互勾连 但是很不巧 要是前几日不慎一失了 玉名字老神在在地说道 然后呢 苏星河眼帘一抬 这锁可是老夫得意之作 原本老夫打算直接毁掉 但是又有些下不去手 苏老鬼 我知道你最擅长镇刀 要不你帮老夫 把这锁给破了如何 玉名字笑眯眯的看着苏星河 苏星河闻言顿时明误 这孙贼 是在考自己呢 什么要是丢了 全都是屁话 所是你造的 要是丢了 你不会自己再配一把 配几把都行 当然 苏老鬼 你若是觉得自己破不掉 那就认输 老夫立刻带你去别的洞府 玉名字笑嘻嘻的开口 能气死人 老夫破不掉 苏星河见状 不屑开口 而后上前握住九子连环锁 体内灵气一荡之间 开始探查镇法的情况 结果这一看 苏星河脸色就变了 锁内九道镇法 相互勾连 牵一发动全身 复杂的嘞 镇法苏星河肯定能破 却需要很多时间 到时候 黄瓜菜都凉了 老师 能让弟子看一眼吗 林妍饶有兴趣地问道 林妍 老师可还没来得及教你镇法 苏星河意外道 弟子就想见识一下 林妍道 行 那你看嘛 不过切解 不可触动镇法 苏星河见林妍感兴趣 就让到了一边 林妍将双手搭在了九子连环锁上 以灵气探查 不过片刻功夫 九子连环锁的镇图 就被林妍推演了出来 果然 我这个镇法入道 乃是直指大道 只可惜 我修为不够 不然应该可以破镇 林妍验证了一下之后 就收回了双手 苏老鬼 怎么样 这镇法 你可能破 玉冥子得意开口 老师 其实我们有个省时省力的办法 林妍看着一脸为难的苏星河 眨了眨眼睛 什么办法 苏星河目光一亮 老师 我们可以这样 林妍学着之前轻衣给自己传音一样 靠着被轰如今 壮大了一大截的神魂之力 直接给苏星河传音 苏星河越听 目光越亮 脸上还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 玉冥子看着苏星河的表情 心里突然有些不安 这苏老鬼 绝对没别好屁 玉冥子 老夫再问你一遍 你这要是真丢了 苏星河笑淫淫的看着玉冥子 丢了 肯定是丢了 还是那句话 这九子连环锁 你能破那就破 不能破 老夫带你去别的洞府 玉冥子心里不安 却还是咬牙开口 苏星河心里冷笑 自己要是真换了洞府 估计用不了俩时辰 全天下就都该疯传 自己震到输给明玉子了 到时候 还不把玉冥子得意死 这可是你说的 苏星河冷笑道 老夫说的 玉冥子笃定开口 来人啊 大家快来看 玉冥子这老不死的 请老夫过来参加拜师大会 结果连个住处都没有 这就是玉冥子的代客之道啊 苏星河扯着嗓子 就是一通长笑 苏星河是谁 合体修士 这一嗓子吼出 四方之外 顿时投来一道道惊叉的目光 玉冥子脸上 原本得意的笑容 瞬间凝至 然后毫不犹豫上前 一把捂住了苏星河的嘴巴 误会 各位别当真 我和苏老鬼 闹着玩呢 玉冥子一边捂着苏星河的嘴巴 一边挤出了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朝着四面八方解释道 要知道 玉冥子这一次的拜师大会 为了给苏星河等几个 不对付的修士上眼药 可是请了好些道友来捧场 就是为了掉他们的面 若是苏星河这话传出去 自己老脸可就丢到姥姥家去了 此时 玉冥子心里无比傲慢 他怎么都没想到 苏星河会这么不要脸 居然采用泼妇骂街战术 现在成了斑石头 砸自己的脚了 你说闹 开门 要是没丢 老夫这就给你开门 苏星河正开玉冥子的手 刚开口就被玉冥子打断了 开门就行 玉冥子 老夫之前 可是给过你机会 苏星河嚣张开口 同时挡住了九子连环锁 就是不让玉冥子开门 那你想如何 玉冥子急了 叫义父 苏长星河灿烂一笑 你滚 玉冥子直接甩脸子 大家 义父 苏星河又是一嗓子 玉冥子差点没给苏星河跪下 林言见状 差点没乐死 跟着玉冥子的王轩 更是瞠目结舌 吓傻了 老师你还真叫义父啊 林言和王轩二人不知道的是 明玉子和苏星河 都斗了上千年了 相互之间都不知道 叫过多少次义父了 一句义父 那就是一次胜负 相比于直接射死 玉冥子宁可叫义父 反正认识他们的人 都知道这一茬 孩儿乖 给义父开门 苏星河大笑着开口 还不忘摸了摸玉冥子的头 那副慈慈笑的一幕 简直不要太温馨 老夫 早晚叨了你 玉冥子用刀人的目光 盯着苏星河 而后开了门 乖儿儿子 义父这一路舟车劳顿 一会儿记得 让人送一些灵果灵茶过来 若是东西不好 义父可该找几个道友评评理了 苏星河领着林言二人进了庭院 还不忘提醒玉冥子 少不了你的 玉冥子恨恨开口 带着王轩离开 哈哈 玉冥子一走 苏星河就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林言 好小子 你这是给老夫上了一课啊 苏星河看林言的目光 那叫一个满意 自己和玉冥子斗了这么多年 第一次赢得这么痛快 而且还是逆风翻盘 完成反杀 林言文言 只是笑了笑 哎呀 气煞老夫 气煞老夫啊 玉冥子远离了苏星河的住处之后 气得直跺脚 关键是 玉冥子还不敢真吼出来 只能压抑着声音 那愤怒的模样 吓得王轩大气都不敢喘 王轩 玉冥子堕碎了几块巨石之后 看向王轩 弟子在 王轩连忙行礼 你看到了 今日为师这脸 可是丢尽了 明日拜师大会上的夺宝仪式 你若是不能拿下 就自己去面壁吧 玉冥子咬牙切齿地说道 老师放心 明日的夺宝大会 弟子一定全力以赴 王轩连忙说道 小心林言 这小子就是个坏种 路子也得狠 加上苏老鬼那么自信 怕是这小子还有些底牌 你不可大意 玉冥子一想到 那主意是零言出的 就是一阵蛋疼 苏老鬼真是一个 有着蹊跷玲珑心的好弟子 再看看方方正正的王轩 他都有些羡慕苏星河了 弟子记住了 王轩文言苦笑着点头 行 你去一趟内务丰 让内务丰的人 给苏老鬼他们 送些零果零茶去 玉冥子吩咐道 两人斗归斗 该有的礼数还是要有的 不会真怠慢的苏星河 才转身离开 林言原本老夫还以为 要等明日的夺宝仪式 才能给玉冥子上演药 没想到提前下了一程 此时林言等人坐在庭院内 苏星河满面笑容地开口道 这里是圣品洞府 核心之地林言和清衣 都不好修行 坐在院子里就很舒服 顺带还能等等零果和零茶 五行宗的五宝茶 那可是一绝 夺宝仪式 林言好奇地问道 王师道收徒 一向不开拜师大会 你不知道也正常 苏星河心里又是一阵不得尽 别人收了个得意弟子 恨不得拉着弟子 在罗夫世界绕两圈 炫耀炫耀 也就王师道 收徒闷声不响的 然后那些混账 过几年就会从 鸡脚嘎拉钻出来 然后一鸣惊人 其他宗门一查 才知道 王师道又收弟子了 好几次之后 修行界各大宗门 都懒得查了 默认一旦出现这种绝世天才 那就必然是王师道的弟子 拜师一世 都会讨一个好彩头 名为夺宝大会 夺宝大会顾名思义 就是所有参加拜师大会的修士 一人派出一个修为 不高于王轩的弟子 去和王轩争夺育名字 准备好的宝物 只要夺到宝物 那宝物就是你的 如此一来 不但能讨一个好彩头 还能给年轻修士 一个锻炼的机会 一般而言 这宝物还不会太差 毕竟宝物太差 可就有些丢人了 苏星河解释道 这么有信心的吗 临言一愣 整这种当活靶子的仪式 脑袋得有多大坑啊 这十次得有八次 让别人抢了吧 真当自己天下无敌 四 有一说一啊 无量山好像真可以 玉名字可一向不老实 我估计王轩的实力 不只是练弃四重那么简单 老夫虽然对你有信心 但是还是要嘱咐一句 都说有意第一 比赛第二 可身为修士 尤其是年轻修士 还是要有些傲骨和锐气的 既然争了 那就拿个第一 苏星河正瑟说道 老师放心 明月弟子 自当全力以赴 拿个第一 灵言点头 不过老师 弟子还有一事 想向老师请教 灵言道 你说 灵言这一句老师 可是喊到了苏星河心砍上了 那叫一个心花怒放 毕竟现在 可不是人钱 没必要叫老师 弟子 对政道很有兴趣 灵言道 你对政道有兴趣 苏星河闻言 目光一宁 甚至带着几分严厉 弟子对政道有兴趣 可是有什么问题 灵言疑惑道 最好别有兴趣 特别是年轻之时 苏星河正瑟说道 为何 灵言疑愣 修饰年轻时 正是塑造根基的绝佳之时 特别是像你这样的天骄 更应该以修行为主 勇猛精进 切莫浪费寿元 你若是有兴趣 大可以到了原因 甚至合体之后 寿元悠长 再来研究 到时候 你有的是时间 苏星河言肃道 想当年 他就是吃了这个亏 太早涉猎阵道 花费了太多时间和精力 差点死在 晋升合体的过程中 这是前车之剑 再说阵法的威力 前期很有限 对你的实力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越是高深的阵法 就越要有足够的修为去支撑 所以 等你修为足够之后 再去研究阵法 才是明智之举 苏星河苦口婆心的道 灵言文言 看向轻衣 道 师姐 你说若是老师的话 他会怎么做 老师才不管这些 轻衣摇头 老师最常挂在嘴边的话 就是不论什么道 只要你有兴趣 也有信心 那就去学 一旦做出了决定 就要有撞了 南墙都不回头的狠径 不可半途而废 老师会的 必然倾囊向寿 老师不会的 那就去求人 以老是我的人脉 总归是有人会的 轻衣一脸崇拜的道 不一样 苏星河摇头 王师道收的弟子 各个都是绝世天骄 在不同的方面 有着绝对的天赋 比如你们大师兄 天生肉身强悍无敌 七岁就能守四凶兽 所以走的是肉身成道的路子 练气反而成了辅助 你们家二师兄 乃是火德之体 欲火无双 修行练气之法 不止不会影响到她的修行 反而有诸多的弊异 你们七师姐 是要先知铁 这体质 竟然被称之为先 可想而知 她在炼丹上 天赋有多可怕 至于灵言 你的天赋在于悟性 乃是纯纯修行上的天赋 苏星河真心实意地说道 灵言的修行天赋 乃是她此生警戒 可不能浪费了 灵言还没说话 轻衣这边却是忍不住撇嘴 什么叫个个都是绝世天骄 不是 还有她这个小废物吗 老师 不修阵道 只是单纯设立一些阵法知识 就当是为将来打基础了 灵言笑着开口 苏星河不知道 自己已经阵法入道 自然有她担心的道理 这份情业 要认 不过灵言自己清楚 她已然阵法入道 修习阵法 花不了多少时间 只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 就能布置出纷繁复杂的大阵 绝强 还真就是你们这一脉的传统 苏星河见灵言态度坚决 揉了揉自己的额头 而后取出一枚预检 这是基础阵文保路 其中记载有罗夫世界 十二万九千六百多种基础阵文 是所有阵道修士必修的典籍 拿去看吧 苏星河将预检丢给灵言 小师弟 这是信息预检 虽然只有巴掌大 却能记录海量的信息 用神魂之力就能观看 轻衣提醒道 好东西啊 灵言连忙接过预检 向苏星河道谢之后 就运起神魂之力观看 如同轻衣所言 预检内记载了海量的阵文 每一道阵文都有注解 表明了用处 苏前辈 老师命我过来 给诸位送上灵果和灵茶 此时 一道清冷的声音 从庭院外面传来 却是一名女子拖着御盘 御盘上有灵果和灵茶 三枚灵果圆润可爱 散发着五色光芒 灵茶还未冲泡 乃是五种不同形态的茶叶 五行灵果和五宝茶 御名字还算是实相 这位狮子女快进来 苏星河和爱道 多谢苏前辈 女子端着御盘进了庭院 将之放在了桌子上 这五行灵果 是我们五行宗独有的果子 一果兼具五行 不但味道绝美 服用还能调理五脏 对于肉身有极大的弊义 女子轻轻一挥手 三枚灵果 就落在了零年三人 眼前的御盘之中 这御盘 自然也是她带来的 招呼得相当周到 五宝茶 更是我五行宗一绝 弟子这就为三位泡上 女子开口之间 取出茶具 摆在桌子上 嗡 女子截起手绝 指尖上就聚起一道灵火 开始煮茶 一时之间 灵气翻涌 云争雾绕 有淡淡的清香 弥漫四周 令人呼吸之间 全身毛孔都舒展开来 有种羽化灯仙之感 连沉迷阵闻的灵言 都被吸引了 放下了手中的御监 舒服 五宝茶内韵五行之气 再配合着天山不老泉的泉水 当真是舒服 苏星河绣着茶香 一脸的享受 御名字长老说了 苏前辈若是喜欢 等人倒上一杯五宝茶 五宝茶和五行灵果 一同服用 效果最好 女子提醒道 灵言也不客气 拿起五行灵果 就咬了一口 顿时满口生香 果子之夜 在口中化为五道 纠缠在一起的力量 直入五脏 让灵言的五脏 都是微微一颤 而后喷涌出旺盛的生机 而后灵言又喝下一口五宝茶 五宝茶内蕴含的灵气力量 瞬间流淌四肢百骸 让灵言感觉自身 好像泡在温泉之中 五行灵果和五宝茶的力量 最终在五脏汇聚 滋养着灵言的五脏 让灵言五脏全都在发光 轻衣也是细细品味 周身灵气鼓荡 这位狮子女 狮诚何人 苏星河也是惬意地享受着 还不忘问了一句 弟子冷清月 狮诚成内务店店主王缠 冷清月行礼 冷清月 绝代榜排名第十的冷清月 王缠倒是好福气 收了的好弟子 苏星河闻言 惊异地看着女子 原本正在品味五行灵果 和五宝茶的轻衣 目光更是一亮 绝代榜 这是什么 灵言自然注意到了轻衣的变化 绝代榜 是天机堂打造的战力排名榜 取的是冠绝同代之一 从筑基开始一进一榜 每一个榜单上 都有一百人 代表着这个境界的最强 轻衣美眸一闪道 还有人做这种事情 灵言奇怪道 天机堂就喜欢搞这些 天机堂修行的法门很特殊 最擅长收集各种各样的情报 还有经商 算是修行界最有钱的宗门了 论财力 要比丹仙谷的炼丹师 还要有钱 天机堂公布的榜单极为公道 非常有公信力 基本上所有修士都认可 所以 每年都有数不清的修士 挑战榜上修士 扬名天下 苏星河也是笑着开口 都是虚名而已 冷清月摇头 脸上却有笑容浮现 证明他对于自己 能上绝代榜前十 还是颇为自豪的 清月师姐 你能由我逮上吗 轻衣看着冷清月 眼睛亮晶晶的 清姨此次下山 本就是冲着剑士各方添娇来 而今逮着一个绝代榜前十 自然是跃跃欲试 想验证一下自己 和这些顶级天才的差距 这位师妹 在绝代榜上可有排名 冷清月目光一闪 冷清月和绝代榜上 大部分人都交过手 可以确定五十名以内 没有清姨 没有 师妹清姨 第一次下山 还未曾与人交过手 清姨摇头 冷清月文言 不由皱眉 清姨师妹 你若是想挑战绝代榜上的师兄师姐 最好是从五十名以外开始打 冷清月好意提醒道 助击绝代榜一百人 全都是助击圆满 可这百名之间 差距又极大 五十名开外 全都是修行界一流的天骄 寻常助击圆满 在他们手中 能走过十息的都很少 五十名以内 十名以下 已经是顶级的天骄 每人至少有一种 堪称助击之罪的手段 一旦进了前十 那又是至得飞跃 绝代榜前十 只要相互之间不遇到 都可称之为同静无敌 清姨第一次下山 就挑战前十 若是差距太大 直接把道心打稀碎 可就废了 我只能打五十名开外吗 清姨有些失望 清月师姐 请问黑月十二在金丹绝代榜上 是什么排名 林言饶有兴趣地问道 黑月十二师兄 自然是榜首 冷清月一听黑月十二的名字 美眸之中亮起崇拜之意 黑月十二师兄 出山时就是金丹 后来以金丹七重修为 横压天下 成就了绝代榜第一 如今黑月十二师兄 已经在金丹榜榜首做了十年了 无人可以撼动 据说金丹绝代榜前百 后面九十九个人加到一起 都不够黑月十二师兄一个人打的 冷清月开口之间 眼中都快冒小星星了 一副脑残粉的形象 林言和清姨文言面面相去 两人都是一脸的怪异 黑月十二这么强 那么不靠谱的一条大黑狗 还有脑残粉 清姨更糊涂了 金丹绝代榜后面九十九 加起来都不够他一个人打的 可是黑月十二师兄 若是把修为压到筑基圆满 他虽然会挨揍 却也能打得有来有往啊 对了 练气竟还让小师弟揍了一顿 难道他和我打的时候放水了 清姨满脸的不解 清月师侄女 我这徒弟虽说是第一次下山 不过实力还是不错的 再说此次下山 也是为了历练 想见识一下 和真正天骄之间的差距 清月师侄若是不介意 指点他一二如何 苏星河更是看热闹的不嫌师大 笑着开口 这可是轻衣啊 能与黑月十二正面一战的妖念 结果都快被王师道忽悠瘸了 而今也是时候 知道真相了 王师道这一脉 全都是怪物 仙肖宗主曾经认真地说过 王师道未必没有特殊体质 说不定他的特殊体质 就叫 收爵视天才为弟子体 万古无依 除雀铸铸鸡和大成二绑 金丹 元英 出鞘 化神 合体 杜结绑单上的绑首 基本上全都是王师道的弟子 甚至有些绑单 前三都被包圆了 向来是同门内战 筑基绑 王师道 懒得让弟子去争 至于大成绑 王师道 自己才几岁 弟子修行时间还不够 不过将来可就不一定了 估计大成绑也要被荼毒 所以 也有人戏称 这绝代绑 就是王师道绑 若是如此 还请苏前辈 为我们化出战狱 冷清月犹豫了一下 还是点头说道 冷清月心里已经打定主意 一会儿放些水 让轻衣和苏长老面子上过得去 也别让轻衣师妹受太大的打击 行 苏星河信手一挥 一重重阵纹就浮现 于瞬息之间 开辟出了一个阵法空间 老夫这阵法 虽然是随手布置 但是金丹 在里面撒泼打滚都行 够你们打了 苏星河笑道 嗖 轻衣文言 就迫不及待地 冲进阵法空间之中 师妹轻衣 请师姐赐教 轻衣满脸期待地 看着冷清月 师妹 请出手 冷清月同样飞身 落在阵法空间之中 朝着轻衣行了一礼 毕竟身为东道主 加上轻衣又是第一次下山 于秦宇里 冷清月都觉得 应该让轻衣先出手 得罪了 轻衣心里认准了自己不如冷清月 毕竟人家是绝带榜前十 自己资质不过是下沉而已 所以先出手也没啥 哼 轻衣注迹圆满修为瞬间爆发 整个阵法空间内 顿时有数不清的流云浮下出 行云长 哼 轻衣玉手猛地压落而下 一道遮天蔽日的掌印 已经朝着冷清月镇压而下 什么 掌印一戳 冷清月眼中就露出星际之意 这泥马也太强了 这是第一次下山 你们先消踪都是怪物吧 五行八卦印 原本有些拖大的冷清月 玉手快速结印 佩然灵气瞬间就在头顶凝聚出一道 五行八卦大印 横在空中 哼 五行八卦印刚刚凝聚 行云长已然落下 刚柔并进 此时的轻衣 在看过零年的行云长之后 已然参透了一些刚柔阴阳之道 距离完美 也只是一线之游 毕竟这行云长 本就是轻衣的绝学 早已大成了 如今有灵眼点破关爱 以轻衣的绝世天资 自然是水到渠成地踏出了那一步 阵龙发聩的轰鸣声 响彻四方 冷清月头顶的五行八卦印 瞬间四分五裂 行云长威力不绝 轰在冷清月的身上 当场就把冷清月 压在了阵法大地之上 宛如猴子 被如来镇压在佛手之下一般 强大的掌印余威 冲向四面八方 打得阵法空间 轰鸣不休 怪物 冷清月神色煞白地趴在地上 只感觉体内气血翻涌之间 已然受伤不清 此时冷清月 感觉到心都碎了 自己堂堂绝带榜第十的筑击强者 连一个第一次下山的萌星小白 都打不过 我有这么强 此时猛了的 还有清一 清一看着趴在地上的冷清月 再看看自己的双手 怎么都觉得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清月师姐 你怎么可以放水 清一反应过来 有些恼火 你打得这么不认真 我怎么看得清察觉 清一一句话 让苏星河差点笑出声来 呆啊 这孩子 真是让王氏到底忽悠傻了 他得待到什么地步 才会认为这是冷清月在放水 灵言也是不由玩耳 自家师姐 还真是可爱的嘞 冷清月文言 怒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你啥意思 你赢都赢了 还嘲讽我 再来 冷清月不服 再次爬了起来 哄 冷清月再次出手 一道道五行印法 接连轰出 五行八卦翼 讲究五行合一 再以八卦为轴 运转之间浑然天成 可攻可守 乃是少数几种 攻防兼备 还都能达到选品极限的法门 冷清月寒怒之下 硬绝翻飞 可怕的力道 打得阵法空间 激荡起一圈圈的涟漪 这也就是有阵法空间隔绝 否则就是几座山放那 都得被冷清月移平了 清一还以为 冷清月这是全力出手了 更兴奋了 结果一出手 人又傻了 哄 他只是信手一击而已 就摧枯拉朽的 将冷清月的五行八卦印破碎 再次将冷清月 给压了个大马趴 清月师姐 你别让着我啊 清一见状更急了 哄 冷清月文言 终于是忍不住 一口鲜血吐出 然后红着眼 盯着清一 你 欺负人 我不打了 冷清月委屈极了 当即阴暗爬行着 就出了阵法空间 头也不回地离开 这清一太坏了 打败了自己 还嘲讽自己 怎么可以这样 清一一脸无辜地 看向凌延和苏星河 小师弟 苏长老 我怎么欺负他了 师姐 清月师姐 是真打不过你 你还口口声声说 人家让着你 人家能不委屈吗 凌延忍不住放声大笑 苏星河也是摇头苦笑 王师道 你看你干的好事 可怜的冷清月 这心境没一段时间 怕是缓不过来 清月师姐没让着我 怎么可能 我就是一个战武渣 清月师姐可是绝代榜前十的人物 没让着我 我怎么会赢 清一摇头 清一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不弱 是王师道在骗你 苏星河感觉 自己笑不活了 老师骗我 老师为什么要骗我 清一一愣 之前老师不是说了吗 怕你少年扬名 心境跟不上 不过如今看来 怕是有些起反作用了 你想想 黑狗师兄那么强 你能和他同镜打得有来有往 还能弱了 林妍笑着开口 原来我真有这么强 我不是小菜鸡 清一可算是接受了这个事实 欢呼雀跃起来 原来我也是有助击前十的实力 不行 我得去找清月师姐 清一说着 直冲冷清月离开的方向而去 师姐 你找清月师姐干嘛 林妍问道 当然是解释清楚啊 呆道歉道歉 清一身形一闪之间 已然消失不见 林妍 明日 还有一场硬仗 就先好好歇息吧 这圣品洞府 只要不是核心之地 你都可以去 老夫在五行宗 还有一些故人要见 明日一早 我来接你 苏星河说吧 身形一闪也是消失不见 得 倒是便宜我了 冷清月刚刚 可不止拿了三个灵果那么少 后来泡茶的时候 又从储物空间里拿了一些 如今正好都便宜林妍了 林妍也不客气 啃着五行灵果 喝着五宝茶 看着基础正文保禄 那叫一个惬意 正如林妍所料 她正法入道 学起正法来 速度快的惊人 林妍每记下一道正文 就可以随手以灵气勾勒 一百道 一千道 三千道 一夜时间而已 林妍已然记下了三千道正文 周身三千正文环绕 随着林妍的心意组合变化 就有一座座阵法浮现 有的赤圣如火 有的冰寒彻骨 同样的正文 不同的组合 效果天差地别 咦 我怎么又升级了 炼气四重 林妍散掉周身正文 回过神来的时候 却是发现自己水到渠成的 晋升到了炼气四重境界 林妍小子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该出发了 此时 苏星河的声音 却是从庭院外传来 轻衣还没回来 苏星河飞身进入院内 发现只有林妍一人 不由皱眉 一夜未回 林妍摇头 心里估计自家师姐 难得遇到绝代榜前十的冷清月 正缠着对方 无妨 这里是五行踪 出不了事情 苏星河笑了笑 并未在意 何况今日的拜师大会 轻衣去不去 原本也不重要 我们出发吧 若是让玉冥子等久了 这老东西 可该脑了 苏星河领着林妍离开 玉冥风 正是玉冥子的长老风 此时 通体如白玉一般的玉冥风上 有众多飞剑纵横 其上有一名名五行踪弟子 正恭敬地引领 前来道贺的修士 前往不同的席位 林妍发现 前来道贺的修士 基本上都是一个老的 带着一个小的 老的最差都是化身修士 高的可达合体 而小的修为 基本上都是恋气 其中以恋气一重居多 能达到恋气二重的都很少 恋气三重的 不过寥寥数个 恋气四重的 那就更少了 倒是都挺会做人 难怪玉冥子会信心满满 举办拜师大会 苏长老 这边请 林妍等人刚到玉冥风外 一名中年修士 已经迎了上来 领着二人登上玉冥风 偌大的玉冥风上 早已搭建起了一座高台 而在高台四周 则是一座座云卵宝座 一层层的横在空中 不管是到了哪里 最高的云卵宝座 都是主人来坐的 哪怕是其他宗门长教来了 也不得坐在那位置上 那是对主人的尊重 至于第二层 一般都是空着的 苏星河提醒道 为何 林言一愣 因为这第二层 是给一些长辈留着的 比如说玉冥子这拜师大会 请的一般都是同辈 但是也难保玉冥子的师父被会来 五行宗 一些老辈的殿主和副宗主之类 也有可能过来 留几个位置 已被布时之虚 再往下 就是根据修为了 老夫是合体 所以我们要坐的是第三层 苏星河解释之间 就领着林言在第三层坐下 苏星河 可以啊 闷声不响的 就让自家弟子 打上了筑基绝带榜前世 你这是铁了心的 要给玉冥子上眼药啊 苏星河领着林言刚坐下 一名合体已经现身 身边同样跟着一名少年 少年神色淳朴 身材魁梧 比起同龄人来足足高了一头 后背上还背着一把长刀 给人一种沉稳之感 练气四重 少年的修为 赫然是和王轩一样 达到了练气四重 绝带榜前十 苏星河一愣 还装呢 今日一早 筑基绝带榜就更新了 原本第十的冷清月 跌到了第十一名 你的弟子清一 取代了第十名的位置 老者羡慕地开口 同时取出了一卷卷轴 在苏星河面前摊开 林言和苏星河面面相去 都是不由则舌 这天机堂是如何做到的 要知道昨日 清一和冷清月一战 可是私底下洞的手 压根就没有第五个人知道 结果天机堂 却能再一早就更新了排名 这等信息收集能力 就有些可怕了 不过你个老东西 倒是鸡贼得很 还问王师道借弟子 老夫估计 你身边这个弟子 也是借来的吧 老者点着清一的名字 玩味开口 清一的名字后面 可是有着详细的信息 宗门 先宵宗 师承 王师道 苏星河 要知道 天机堂绝对不会无地放逝 如果这弟子 只是苏星河家的话 那么师承就是苏星河一人 而今不但有两个师承 王师道还排在苏星河前面 这代表着什么意义 谁都清楚 什么叫剑 这是我们一同收的弟子不行 苏星河压根就不慌 一个弟子两个师承 这在修行界太正常了 好你个苏星河 知道不是我的对手 还借弟子 你能不能要点脸 此时 玉名字也是气呼呼地感到 瞪着苏星河心里慌的一批 王师道的弟子 有哪一个是省油的灯 没看到那清一 第一次下山 就杀尽了筑基绝代榜前十 苏星河的弟子练气三重 和王师道的弟子练气三重 那完全就是两个概念 不对 卧槽 这小家伙现在练气四重了 那又如何 人家林彦愿意叫我一声老师 你能把我怎么样 苏星河眼皮子一翻 那叫一个嘚瑟 借弟子怎么了 老夫平实力借的 有本事你也借一个 五行宗外物店店主 玉须道君 天机堂天眼道君道 二人睁得面红耳赤之时 一道凝重的声音远远传来 只见两个老者连妹而来 而在两个老者身后 还跟着一男一女 两人年纪都和林彦差不多大 修为却都达到了炼气五重 天眼老怪怎么来了 苏星河一愣 连玉名字都是满脸意外 道君 出窍真人 化神真君 合体天君 杜杰道君 在萧行界 能被称之为道君的 那是妥妥的杜杰强者 放在仙宵宗 五行宗 至少也是河星长老 甚至是殿主级的存在 苏老鬼 你等着 老夫先过去看看 天眼道君这样的存在 可不能怠慢了 玉名字连忙飞身向前 玉名字 老夫不请自来 莫怪啊 天眼道君 何须地看着玉名字 晚辈不敢 天眼前辈能来 这是晚辈的荣幸 天眼前辈 玉须殿主 上面请 玉名字连忙将两人 请到了第二层的云卵宝座上 玉名字 实不相瞒 老夫今日来这里 除却恭贺你喜的家徒之外 其实还是想讨个方便 天眼道君坐下之后 就笑着说道 前辈请说 玉名字正色说道 老夫 想让我这弟子 也参加夺宝大会 天眼道君指了指身旁的弟子 笑盈盈地说道 炼器五重 前辈 这有些不合规矩吧 玉名字文言 眉头不由一皱 正常而言 今日参加夺宝一世的弟子 修为不得高于王轩 这是规矩 这个规矩的存在 就是为了避免 有人仗着修为高角局 落了东道主的面子 不是坏规矩 老夫是想把这夺宝大会的规格 提一提 天眼道君笑道 提一提 您想点九宝灯 玉名字先是一愣 反应过来之后 目光顿时变得灼热起来 老夫正是此意 天眼道君笑着点头 点九宝灯 若是如此 晚辈没有意见 九宝灯啊 若是老夫没记错的话 上一个被人点了九宝灯的 还是王师道吧 没想到 老夫也能有如此待遇 玉名字乐坏了 九宝灯一点 自己可是面子里子全都有了 既然如此 还请寄出夺宝台 老夫这就为你点上九宝灯 天眼道君笑道 前辈烧道 玉名字连忙点头 而后单手结印 高台上就又一重重的阵纹浮现 于刹那之间 构建成了一片海域 高台不过百丈 可阵法演化出的海域 却波澜壮阔 大浪滔天 海域之中 还有一座小岛 小岛上有一口青铜等横空 垂落下一重重神灰 自然神宝 青铜琉璃斩 青铜灯一出 道场的修饰目光 全都变得灼热无比 连苏星河 都是一脸的渴望 自然神宝 灵言远远看着青铜灯 好奇地问道 灵言 这世间法宝有两种 第一种是 炼弃师炼制而成的法宝 还有一种是自然法宝 自然法宝 乃是天地孕育的宝物 有着自身独一无二的特性 不可复制 青铜琉璃斩内蕴自然大阵 一旦催动 可演化琉璃神阵 防御惊人不说 还对持有者修行阵道 有着极大的弊意 当年老夫曾经和玉名字 在一处动天之中 发现此物 结果被玉名字占了先机 此物被他所得 为此老夫有一段时间 那可是夜不能寐 没想到他竟然 把这青铜琉璃斩 拿出来当做了 夺宝仪式的彩头 苏星河目光灿烂 心里已经盘算着 一会儿灵言 抢下这青铜琉璃斩之后 玉名字的脸色了 肯定和吃了死苍蝇一样 不对啊 王轩还没拜师呢 玉名字怎么提前 把彩头拿出来了 苏星河惊诧开口 正常而言 结果王轩还没拜师 彩头倒是掀出来了 天眼道君来此 该不会是想为 玉名字点九宝灯吧 苏星河看着天眼道君 再看看玉名字 瞠目结舌 今日 玉名字得收家图 本作也来凑个热闹 点九宝灯 以助仙韵昌龙 苏星河这边惊讶不已 天眼道君 却是已然迈步而出 朗生开口 九宝灯 天眼道君 竟然要为玉名字点九宝灯 怎么回事 天眼道君刚说完 在场所有修士 都是露出震撼之色 玉名字更是挺遮腰板 豪情万丈 九宝灯 那又是什么 灵言看出苏星河神色有异 好奇地问道 九宝灯 是我们修行界最高的夺宝仪式 普通的夺宝仪式 只需放置一宝当彩头 九宝灯 却要再加八件彩头 苏星河正色开口 似乎这九宝灯 需要别人来点 灵言思存道 当然需要别人来点 点九宝灯之人 还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苏星河道 哪三个 灵言好奇问道 第一 点九宝灯之人 不得是本宗之人 第二 点九宝灯之人 必须德高望重 天眼道君是天机堂的店主 身份自然是没问题 第三 用来点九宝灯的八件宝物 需要在原本彩头的等级上往上添 还要一件比一件好 因此 一旦拜师一事上 有人点起九宝灯 那就是给足了收徒修士面子 足够吹嘘一辈子了 以往都是道君修士才有的殊荣 毕竟道君的好友 自然也是道君 点个九宝灯轻轻松松 今日之前 道君之下被点了九宝灯的修士 就只有一个 苏星河羡慕地说道 谁 灵言问道 就是你老是王师道 苏星河苦笑道 当年王师道 收你大师兄为徒 就有人点了九宝灯 还是八位道君一起点的 那一次 前来祝贺的道道君 就超过了双十之数 为了点九宝灯 这些道君差点打起来 最后还是宗主亲自出面 轻点了八个道君 才算平息了事端 被誉为千年以来最盛大的收徒仪式 也是因此 王师道此后就再没办过收徒仪式 苏星河摇头说道 若是弟子没记错 老师好像才化神啊 为何会有那么多道君 争着抢着 要给老师点九宝灯 灵言傻了 这就是王师道的本事了 罗夫修行界 像王师道这么大面子的 估计真寻不出第二个来 至于说他面子有多大 你将来多在修行界走动走动 就知道了 苏星河感叹道 王师道的本事 寻常修士真学不来 不过太奇怪了 玉明子和天眼道君 素来没有交情 怎么会突然来赐点九宝灯 苏星河胡一开口 或许 天眼道君的目的 并不在于玉明子 灵言则是若有所思的 看了一眼天眼道君身旁的少女 是了 天眼道君带来的弟子 已经是炼气五重了 照规矩是不能参加 王逊的夺宝仪式的 天眼道君一旦点了九宝灯 那规矩就是他说了算了 苏星河心里一动 点九宝灯 就是为了让自家弟子 参加别人的夺宝仪式 这代价太大了吧 灵言奇怪道 确实 若是天眼道君 想让自家弟子 与四方天交一战 完全可以自己 办一个拜师仪式 以天眼道君的修为和人脉 有的是道君 愿意为他点九宝灯 他为何跑五行踪来了 苏星河也是有些摸不透 不过天机堂修士行事 一向神神叨叨 他既然来了 那必然是有他的道理 苏星河收起心中的疑虑 笑着开口 玉明子 你这青铜琉璃斩 还真有些难住老夫了 此时 天眼道君看着青铜琉璃斩 私寸开口 青铜琉璃斩 乃是神品自然法宝 且不说威能 单说其体悟正道之效 就已经足够稀奇了 所以想拿八种更好 更稀奇的 还真不太容易 来 嗡 天眼道君信手一挥 一朵纯洁无瑕 剔透金银的莲花 就落在青铜琉璃斩旁边 神品气震 九转魂脸 九转魂脸一出 在场修士眼睛都红了 不愧是天眼道君 这手笔够大的啊 苏星河惊叹开口 这莲花 好像似要非要 似宝非宝啊 灵言定睛一看 就看出了端倪 对此物 灵言也是有着莫大的兴趣 因为他魂海之中的神魂轰炉 正散发着渴望的情绪 对 此物特性非凡 可用来炼丹 也可以用来炼气 用来炼丹 就是最好的养魂丹药 晋升化身的不二之血 用来炼气 可打造珍惜的神魂法宝 威力惊人 不过老夫认为 不论是炼丹还是炼气 都是暴殿天物 它真正的作用 是用来铸造神魂根基 九转魂连 可扎根于修士的魂海 修士以自身魂力滋养 可让九转魂连蜕变 它每蜕变一次 修士的神魂 就会壮大一倍 九次之后 九转魂连和修士神魂彻底融合 神魂之力将达到化神之下极限 不但可轻而易举的 晋升化神境界 未来更是有着数不清的好处 九转魂连之名 正因此而来 论作用 九转魂连 比青铜琉璃斩可好了 不是一点半点 苏星和哈喇子 都快躺下来了 刷 刷 刷 天眼道君接连出手 种种奇珍飞出 落在青铜琉璃斩旁边 每一件奇珍出现 都会引来阵阵喧哗之声 天眼道君 太有钱了 每一件都是举世难寻之物 哪怕是合体修士都得眼红 却被天眼道君 当成了彩头祭出 当天眼道君祭出 最后一件彩头之时 连坐在云轮宝座第二重的 玉须道君 都是忍不住站了起来 震撼地 看向天眼道君 九霄剑侠 天眼 你 玉须道君惊悚开口 在场其他修士 也是眼睛通红 恨不得立刻出手 抢走那最后一件彩头 九霄剑侠 这东西 也能拿来做夺宝仪式的彩头吗 嘎嘎嘎 苏星和瞪着九霄剑侠 嘴里发出了怪叫声 九霄剑侠 只有半人多高 九霄剑侠 通体不知是什么材料制成 似金非金 似玉非玉 剑侠之上刻画着几道简单的剑纹 古朴大气 苏老师 您醒醒 灵言连忙摇了一下 有些风魔的苏星和 九霄剑侠出现之后 他体内的剑依 也是有些压制不住 机遇喷卜而出 这是剑道至宝 苏星和目光灼热开口 九霄剑侠 九霄剑仙所著 那是真正的绝世剑仙 剑道之大成者 普天之下 用剑的修饰 何止亿万 可能被称之为 真正剑修的修饰 不过万一 被称之为剑仙者 自亘古以来 屈之可数 九霄剑仙 就是其中之一 九霄剑仙 一心问剑 一直没有传人 这九霄剑侠 正是他飞升之前 以自身剑道铸造而成 九霄剑侠内 一共有九把剑 凡品 黄品 玄品 地品 天品 神品 圣品 地品 仙品 各有一把 每一把剑 都代表着九霄剑仙 在某个时期 对于剑道的感悟 若是能误出 这九霄剑侠内的 所有剑意 可成剑仙 九霄剑仙飞升之后 这剑侠 便被剑修视为 第一至宝 引发了剑修之战 最终此剑侠 被一名神秘剑修抢走 自此消失 没想到 却是落到了 天机堂手中 苏星和语气都在颤抖 九霄剑侠 名头太大了 不只是剑修想要 一把剑 代表了一个 时期的剑道体悟 误出所有剑意 可成剑仙 我若是能取了 这九霄剑侠 那我的剑道 能提升到何等境界 灵眼目光 也是灼热起来 天眼道君 到底想干什么 拿出这样一剑至宝 在场所有人都得疯 苏星和此时 都有点慌了 这显然完全超出了 正常范畴 九霄当 七 天眼道君神色不变 抬手捏起一道法绝 九剑珍宝高速旋转起来 而后在灵气的引导下 排列成一口莲花灯 更有灵气为灯芯 熊熊燃烧 九宝灯一点 老夫既然点了这九宝灯 那么老夫 就有资格定下新的规矩 今日这夺宝大会 筑基之下 全可参与 天眼道君刚说完 全场瞬间沸腾 五行宗的修士 一个个更是露出狂喜之色 天眼道君 这是在给五行宗送宝啊 这是哪里 五行宗 出于对东道主的尊重 来参加玉名字弟子 拜师一世的修士 带来的弟子 最高也就炼气四重罢了 可五行宗不同啊 分分钟就能叫来一堆 炼气圆满的弟子 到时候 不管是谁拿下了这九宝剑侠 那都是肉烂在锅里了 宗主 立刻下令 让我五行宗内 所有炼气九重 炼气圆满弟子 齐聚玉名风 九宝剑侠出世了 玉须道君立刻传讯 为了这九宝剑侠 哪怕是靠人多势众取胜 都已经不寒碜了 什么 九宝剑侠出世了 五行宗深处 一道头顶五色仙环 威严如天的身影 得到消息之后 同样动容 而后取出传讯玉剑 传讯各脉 刷 刷 刷 刹那之间而已 数不清的神光 从五行宗四面八方冲出 在玉名风汇聚 一眼看去 一道道年轻的身影 立在那里 全都是炼气九重 和炼气圆满 到首峰 五行宗到首峰 都来了五个人 气息还是五行各占其一 至纯至真 这该不会是五行宗 未来的五方先吧 当五个炼气圆满的弟子连眉而来 在场所有修饰 瞳孔都是骤然收缩 那五个弟子 气息太强了 一人手持赤色长枪 瞳孔之中枪芒点点 气息赤胜如大日 一名少女脚踏长剑 周身似乎有先趴绽放 那都是自身剑矣 自行幻化而出 一名青年 头顶一面金色宝镜 自身似乎和虚空融为一体 剩下一男一女 男子背后一口长刀 背负双手 辟腻天下 有种目空一切的风姿 少女手中持着一把土黄色的笛子 浑身上下 充满了仙灵气息 五人站在那里 气息远超其他炼气圆满修士 气息勾连在一起 神妙莫测 五方先 老师 这又是什么 不少年轻弟子 都是化身好奇宝宝 五方先 代表的是五行宗最强的五个人 老一辈修士郑重开口 最强的五个人 最强不应该是一宗之主吗 年轻修士好奇问道 寻常宗门 自然是以宗主实力为罪 毕竟修行界 强者为尊 五行宗却是个特脸 因为五行宗手中 有两种先品传承 苏星河忍不住搭查道 对 一般伏地级的先门 能有一种先品传承 就足以傲视修行界了 五行宗却有两种 一种是五行大道爵 对于天父要求极高 需要至纯的金木水火五行灵根 没有半分的杂质 才可以修到大成 也唯有至纯的灵根 才能真正发挥出 五行大道爵的威能 至纯五行灵根 几万年都未必能出一个 即使出了 也未必会败入五行宗 毕竟此等体制 天下先门都求之不得 所以 五行宗经常出现 无人修行五行大道爵的情况 天眼道君同样开口 为身边的女弟子 东皇尼介绍道 身为天机堂弟子 必须要掌握各门各派的信息 那若是没有至强者坐镇 宗门的话语权岂不是很低 东皇尼问道 是啊 所以这个时候 就需要五方先了 天眼道君正色开口 五方先同样是先品传承 五方先五人 必须是金木水火 图五行纯灵根 虽然单行纯灵根 寻找起来同样艰难 却比起五行纯灵根来 来得容易多了 一人一种属性 修行到最后都是 最顶级的强者 五人联手大成可图先 五方先正是因此而得名 这是真正图过先的法门 没想到 五行宗这一代 再次凑齐了五方先的人选 天眼道君正色开口 五人联手 大成可图先 东皇倪听得瞠目结舌 四周的修士也是目瞪口呆 五行宗 这是铁了心要拿下九宝 连未来的五方先都派出来了 苏星河 劝劝灵言 别上了 都说王师道的弟子 每一个都冠绝一境 那时没遇到 我们五行宗的五方先 大成可图先 懂不懂什么韩金亮啊 玉名字洋洋得意的 看着苏星河 未来的五方先都出事了 谁还能和五行宗争 哪怕全天下的炼气修士 齐聚五行宗 五行宗都丝毫不拒 苏星河文言顿时沉默 五方先 先人不出 谁与争锋 这是真正志强的法门 在五行宗有五方先的时代 五行宗就是无敌的代名词 王轩 一会儿的夺宝大会 你上去溜达一圈救下来吧 这已经不是你能掺和的了 玉名字又拍了拍王轩的肩膀 安慰道 此时玉名字 已经不在乎夺宝大会了 毕竟他可是赚麻了 天眼道君 亲自为他点九宝灯 见到智宝九霄剑侠 在自己的拜师大会上问世 这等牌面 堪称前无古人 至于说 王轩能不能拿到彩头 这不重要了 回头宗门自然会 补个更好的 至于想着给自己上眼 要的苏星河 他还争个屁 五方先都出事了 今日这九宝 就是五行宗的囊中之物 王轩文言 只能无奈地点头 他也没想到 自己的拜师一事 会搞出这么大的风波 可惜 林彦 太可惜了 你若是有个炼器七八重 哪怕五方先出事 你也有获胜的机会 你如今却只有炼器四重 苏星河遗憾地看着林彦 弟子 未必就没有争一争的机会 林彦却含笑到 对自己充满自信 此时 场中也就只有天眼道君 最为平静了 他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 只是有些歉意地 看向身边的东黄泥 泥儿 你怪为师吗 泥儿不敢 东黄泥微微摇头 老师送入九宝灯内的八件宝物 其中有三件 本来是为你准备的 可是宗主有令 为师拒绝不了 天眼道君摇头一探道 宗主 为何如此 东黄泥奇怪道 为师不知 宗主只让为师来点九宝灯 还说九宝不论落入谁手 都和我天机堂无关 宗主手眼通天 一向是算无一策 他既要求为师这么做 那自然有他的道理 天眼道君正色开口 徒儿记下了 东黄泥点头 心中却依旧有些好胜 那这九宝 弟子可以争一争吗 为师既然带你来了 自然可以争 不过你的机会 太渺茫了 天眼道君扫了一眼武方先 摇头说道 不管如何 弟子都想争上一争 东黄泥坚定开口 去吧 不论结果如何 至少我们求个念头通达 为师我家底厚得很 之后再给你准备就是了 天眼道君开口之间 再次踏出一步 夺宝一试 正式开始 搜搜搜 天眼道君刚刚说完而已 众修士已然冲进海域之中 海域就在高台之内 却又是以阵道开辟而出的空间 里面避泊万寝 足足有十万里之大 这 王轩也冲进了海域 但是追了几夕 立马就放弃了 速度差太多了 等他上岛 九宝早就被瓜分了 嗖 倒是东黄泥 身形竟然宛如缩地成寸一般 在海域之中穿梭 丝毫不亚于练弃九重 练弃圈满的修士 果然 我们带来的弟子 连跟上都难 更别说夺宝了 可不就是 是这五行宗走了狗屎运 还是那天眼道君 得了师心风 怎么会以如此方式夺宝 天眼道君 自己带来的弟子 也够呛能跟上 场外众修士 全都不甘心地开口 不对 那是谁家弟子 好惊人的身法 此时 有修士忍不住惊呼出声 而后所有人 全都齐刷刷地看向一个方向 只见海域之中 灵言背负双手 踏浪而行 洒脱到极致 灵言周身 有一重重水雾在起伏 自身似乎和整个海域融为一体 身形每一个起伏 都会横渡而出数千丈距离 直冲岛屿而去 这是仙肖宗的踏浪身法 一个炼器四重的弟子 如何将这踏浪身法 修行到这等地步 踏浪而行 身随意动 视为大成 炼器四重一个飞略 也就是百丈罢了 如今却有数千丈 这超越了大成 注意到灵言的修士 全都露出凝重之色 炼器四重修为 却将一种玄品法门 修行到这等境界 堪称惊世骇俗 这位诗殿 好身法 但是今日这夺宝大会 不是你能参合的 此时 一名炼器九重修士横渡而来 单手掐起一道硬诀 朝着灵言打去 对方并无杀意 甚至不曾全力出手 只是想给灵言一个教训 让灵言知难而退 灵言不为所动 依旧踏浪而行 只是前行之间 并只如剑同样一指点出 碰 一指出 剑一吞吐 炼器九重修士的手印 瞬间崩面 什么 出手的炼器九重修士 神色大变 这一印虽不是权力 也绝对不是一个炼器四重修士 能挡住才对 不好 紧接着 那炼器九重修士 就露出亥然之色 只见灵言无声无息之间 出现在他面前 指尖已经落在他眉心 下去 碰 灵言指尖剑一蹦发 炼器九重修士 只感觉一股不可匹敌的剑意袭来 而后就被打入海域之中 嗖 灵言一击出手 身形已然再次冲出 怎么可能 炼器四重 一指击败炼器九重 这是谁家弟子 这一刻 在场修士全都梦了 特别是一些老一辈修士 毛子都是瞪得滚圆 这一指内蕴含的剑意太纯粹了 哪怕是他们 也不敢说自己能误透这等剑意 哈哈 这自然是老夫的弟子 苏星河注意到四方修士的目光 当即挺直了身板 仰天长笑 长脸 太贪娘的长脸了 老子果然是天命主角 弟子随随便便 就用炼器四重 修为碾压炼器九重 妈的 仙削宗怎么进出怪物 好像王师道开始收徒之后 天地之间的妖孽 就一个劲地往仙削宗跑 老一辈修士 看得咬牙切齿 极度的眼睛都红了 这么强 海域内 灵炼附近的五行宗弟子 同样被震得不轻 一个个都是露出凝重之色 你们几个拦住他 五方仙之一 头顶宝镜的青年 也是注意到了灵炼 淡淡地看了一眼灵炼的方向说道 是 附近七个炼器九重弟子闻炼 瞬间改变方向 冲向灵炼 这位师弟 还请止步 若是伤到你 可就不好了 七个炼器九重弟子 直接围住灵炼 他们也不曾有伤人的念头 只是想拦住灵炼 只要灵炼 不能第一时间登上岛屿 那么九宝灯内的九件宝物 自然有人去取 毕竟这里 基本上全都是五行宗弟子 他们本就占了大便宜 若还对灵炼下狠手 会被人所不齿 So 灵炼不为所动 依旧踏浪而出 冲到一个炼器九重弟子面前 一直点出 五行八卦翼 那弟子早有准备 不敢拖大 手印翻飞之间 一道五行八卦掌印 他施展的五行八卦印 虽说远不如冷清月 却也是小城境界 在炼器九重修饰之中 绝对算是佼佼者了 碰 可这依旧无用 五行八卦印 再次被灵炼一指 打得四分五裂 剑气爆发之间 炼器九重弟子 直接被打出数百丈距离 灵炼身形一闪之下 已然冲出重围 不知好歹 出手 只要不打死 我们五行宗 有的是丹药能治好的 剩下的六个五行宗弟子 全都露出恼怒之色 双手结印之间 一道道掌印横空而起 朝着灵炼杂落而下 过分了吧 什么时候 夺宝大会上 允许这么多人 围攻一个了 苏星和健壮 顿时大怒 瞪着玉须道君 毛子都要喷火了 事关弟子 他才不管对方是不是道君 嗨嗨 也没说不能群殴啊 总之一句话 若是你这徒弟 受了任何伤势 我们五行宗全力给他治 再好的丹药 我们五行宗都能拿出来 玉须道君 也是今年老贼了 一点都没把苏星和对人的话放心上 轰隆隆 灵炎感应到背后滚滚而来的掌印力量 当即不慌不忙的 给自己调整了个方向 后土如山印 解 轰 灵炎周身金光大放 十二道后土如山印 散发出不朽的气息 草 这是我后土宗的后土如山印 不是说好了一门印喜吗 他从哪又搞出来十一个 观战修士之中 一名后土宗修士 直接把手中茶盏捏爆了 后土如山印 乃是后土宗法门 当年王师道去借走 然后传给了黑月十二 当真是大放一彩 黑月十二一路嚣张横推 让后土宗名气大了一截 后来收弟子的声援 都好了一大截 如今道好 又从灵炎手里施展了出来 不过你确定 这玩意 还是后土如山印 哄 六道掌印轰在灵炎身上 打得灵炎肉身轰鸣作响 结果却连房都没破 反而是那刚猛的力道 仿佛一个推进器一般 让灵炎的速度提升了十倍有余 宝镜青年 看着从自己头顶冲过去的灵炎 眼睛微微眯起 倒也不拦着 炼气四重而已 即便登岛了又能如何 十二师兄 成不起我 好用啊 灵炎灿烂一笑 借助六个五行踪修士的力道 直接登上岛屿 嗖 而后灵炎身形又是一闪 已经落在九宝灯上 登上九宝灯了 这一下有好戏看了 原本我们都以为 这九宝必然是五行踪的囊中之物 没想到冒出来一个 强的离谱的炼气四重 不过登上了九宝灯 灵炎落在九宝灯上 不少老一辈修士 都是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 看着玉须道君 若是这些东西 这被五行踪拿到 那可太憋屈了 可要是五行踪失守 可就太欢了 五行踪连五方线都出了 这要是还被一个炼气四重摘了桃子 哪怕他们也拿不到 但是心里爽啊 老师 为何没那么容易带走 有年轻弟子忍不住问道 若只是寻常夺宝大会 一般而言 你把宝物拿到手 大家也都散了 毕竟和气生财嘛 可一旦点了这九宝灯 特别是里面 还有九霄剑侠 这样的剑修至宝 五行踪弟子肯定会全力去抢 还有 你知道为何 要点起这九宝灯吗 老一辈修士笑着解释道 为什么 九宝灯是道君修士 以自身力量凝聚起来的 无法收取到空间法宝之中 目的就是为了 不给身法快的人 占尽好处 也就是说 真正的夺宝 现在才刚开始 老一辈修士郑重开口 宗主 这就是你的目标吗 天眼道君神色凝重地看着灵岩 一个可以秒杀练气九重的练气四重 第一个登道 天眼道君很是怀疑 自家宗主该不是推演到了什么 让自己搅动风云的吧 想得更深一点 该不会是让自己来给灵岩送礼的吧 可是宗主 这小子才练气四重啊 想要在五方牵手中夺走九宝 这难度何其之高 哪怕是王师道的大弟子金仙道君 在练气境界都未必能做到 天眼道君心思电转 金仙道君 杜杰绝带绑第一 还是断崖式的第一 遇到大成都能挥拳的存在 相比于黑月十二 他更加的恐怖 杜杰绝带绑后九十九一起上 下场也只有一个 一拳一个小朋友 收不起来吗 此时 本想着装完逼就跑的灵岩 看着纹丝不动的九宝灯 不由一脸惋惜 看来 还是得打呀 灵岩站在九宝灯上 看着四面八方接连登上岛屿 将自己围了起来的五行中修饰 目光也是多了几分灵力 这位师爹 你不可能带走九宝 就此离去吧 脚踏长枪的火方仙同样登上了岛屿 眼中有重重赤胜的枪芒在涌动 霸道而又强势 没错 这位师爹 你能以如此境界 第一个登岛 师姐很佩服 你也足以傲视同代了 就此离去如何 手持常见的少女目方仙 也是眸光灿烂地看着灵岩 一个炼器四重连败炼器九重 还硬含了六个炼器九重的力量 他心里也是佩服得很 只可惜自家老师可是下了死命令 这九宝剑侠必须留在五行中 这位师爹 之前我本可以拦你 却留守一次 如今你若是再不走 师兄我可不会再留守了 头顶宝镜的金方仙 同样登岛了 他头顶一面宝镜 闪烁着灿烂金光 目光自信 神采飞扬 有始至终都是不曾将灵岩 摆在自己一样的高度 这位师爹 离去吧 其他五行中弟子 也是在此时开口 此时 越来越多的五行中弟子 登上岛屿 四面八方全都站满了修士 足足上千的炼器修士 其中炼器九重占据了一大半 炼器圆满也超过了三百 苏星河 劝劝你的弟子 让他下来吧 他没有胜算 玉须道军看向苏星河 玉须道军 这是林烟自己的事情 老夫不会掺和 苏星河摇头 苏星河寻思着 若是王师道在这里 会让自家弟子退下吗 不会 肯定不会 当初金仙那小子败师大会上 九宝灯一点 战斗堪称惨烈 区别只是金仙道军 炼器圆满了 当时王师道只问了一句 你打不打 金仙道军回了一个字 打 然后他就上了 今日的情况 又何其相似 玉须道军闻言 再看看站在酒宝灯上的林烟 朝着身边的弟子开口 你去丹店 让丹店店主带着九传金丹亲自过来 九传金丹 看来五星宗 这是打算下死手了 九传金丹 可是真正可以生死人 肉白骨的丹药 一没下去 只要还有一点真灵未灭 都能给你凭空重塑 一具肉身出来 这可是丹仙谷的正派丹药 九传金丹确实珍贵 可终究是能买到的东西 九霄剑侠可不一样 那是天地之间独一份 玉须道军话都说到这地步了 众人都是看出了五行宗志在必得 不是是怎么知道 各位师兄师姐 不如一起上吧 哄 林烟灿烂一笑 脚尖再虚空轻轻一点 只见一重重震纹 在林烟脚下浮现出 林烟脚下震纹浮现之间 岛屿方圆数十里内的水汽 全都被牵引而来 汇聚在林烟头顶 如同黑云在翻腾 震纹 没想到 师弟还是阵法师 五行宗弟子 全都露出一色 练气修为的阵法师 这可太罕见了 修行界谁人不知 修行前期 当以自身修为为主 提升寿命才是关键 什么布阵 练气 练丹 统统靠边站 未来有的是时间让你修行 练气境 谁没事去学布阵啊 苏星河 你竟然把阵道传给他了 你这是误人子弟 玉冥子脸色一下子就沉下去了 叫 他还用老腹胶 自己看一遍就会了 关我啥事 苏星河身板一挺 还要武阳威起来了 怪物啊 自己真就是随手扔给 他一本基础正文保路 呸 我信你个鬼 你小心王师道 让弟子打你 玉冥子心中也摸不准 索性开口道 既然如此 那师兄我就来讨教一下你的阵法 五行宗 火方仙 赤龙寻天 火方仙挥枪 一道枪盲 赤胜到极致的枪盲 扶摇而出 枪盲激荡 犹如一条火龙扑杀 纯粹到极致的火形枪翼 似乎可以烧穿虚空 让四周的五行宗弟子 都感觉自己要融化了 当 灵言头顶十二重后 土如山印 指尖水雾涌动 吞吐剑盲 一直抵住了枪盲 闲 灵言指尖抵着枪盲 满脸不解 就这 也敢以先为名 灵言不解之间 指尖剑意已然爆发 正 指尖那犀利到极致的剑意 直接将火龙撕碎 而后沐浴着漫天灼热的火光冲出 剑意横空 化为数十丈大小 直冲火方仙而去 火方仙色变 灵气若火山爆发 横枪抵挡 当 碎裂金石的颤音响彻之间 一股无可匹敌的剑意席卷 将火方仙的赤龙枪压成弯月 哼 下一瞬 火方仙已然被剑意斩出数千丈 沿途数十个五行宗弟子 全都被撞飞出去 哼 火方仙在海域之上 硬生生划出了一个巨大的窝口 足足数千丈长短 宁而不散 死死死 海域外观战的修士 全都倒吸凉气 那些原本听了 五方仙大成可图仙的传说 敬畏无比的年轻弟子 更是齐刷刷地看向自家老师 就这 五人何以可图仙 单独出手 练气圆满 连一个练气四重都打不过 不是 五方仙 讲究的是五人出手 这单独出手 算了 我便不下去了 我也看不懂 老一辈修士 被看得浑身不自在 原本还想找个理由敷衍一下 可是这么离谱 他们是想找理由也找不到 岛上的五行宗弟子 更是心惊肉跳 看向灵妍的目光都变了 你特么 这叫练气四重 寻常铸击 都没你这么猛 我来 头顶宝镜的金方仙 双手结印之间 宝镜亮起灿烂金光 横空飞起 朝着灵妍猛被一照 哄 一道道赤胜的金色光芒 直冲灵妍而来 灵妍不惧 撑起十二重后 土如山印 任凭那光柱如何赤胜 却始终难以破防 加我一个 少女目方仙飞山起 手中长剑挥洞之间 一重重剑光若花瓣一般 飘落而下 剑光锁过之处 虚空似乎都被割裂 开一道道淡淡的剑痕 赋予剑 灵妍手捏剑绝 头顶乌云之中 就有一道道雨滴落下 争 争 争 雨滴落下之间 却是发出阵阵铿枪之音 化为细细蜜蜜的剑光 展露而下 叮叮当当 剑雨落下之间 只是一击而已 就将少女目方仙打出的剑气 尽数湮灭 到我了 灵烟一个弹指 原本铺天盖地的剑雨 竟然归拢为两道剑气天河 一道冲向持剑的目方仙 一道冲向头顶宝镜的金方仙 剑气天河落下 吭腔而动 犀利而又强势 落鹰剑 惊行神光 少女目方仙和头顶宝镜的金方仙 全都色变 木方仙手中长剑挥舞 重重剑光 缤纷灿烂 化为剑木挡在身前 金方仙更是将头顶宝镜催动到极致 垂落一重重金色神光 将自身护住 当 当 两道穿金裂薄的颤音 几乎同时响彻 二人直接到飞而出 一个手中长剑已然脱手 一个头顶宝镜传出破碎之音 而那两道剑气天河 却在此时猛地散开 打向四面八方 细密如雨 利益若神兵 铺天盖地的剑意 让在场五行宗弟子 全都变了颜色 不好 快挡住 原本将林烟为得水泄不通的五行宗弟子 连忙运气抵挡 叮叮当当 镇镇颤音响彻 不知道多少五行宗弟子 被剑光逼退 一个个都是 惊惧地看着林烟 这到底是剑 还是镇 玉名字已经看傻了 剑镇 不都是要提前布置的吗 怎么林烟施展剑招 反而有了镇法的威呢 剑镇相合 玉须道君凝重开口 这小子好清晰的思路 他的剑意已经入道了 只是因为自身修为限制 无法发挥威力 所以他用镇法 将海域内的水汽调集起来 组成了这个水航镇法 来为自己提供力量 附水剑原本附水难收 却被他强大的剑道掌控力控制 可以随意变化 太吓人了 这小子剑道 镇道天赋 老父平生警戒 天眼道君凝重开口 诸位 还来吗 林烟扫尸四周 一时之间竟无人赶在开口 五方仙眨眨眼之间就被林烟败了三个 其中两个还是在联手之下 被林烟一招击败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怪物 打 老夫不止把九传金丹带来了 还把丹店的炼丹师都带来了 救命丹药管够 你们伤了 老夫给你们治 哪怕是死了 老夫也能把你们救回来 此刻 已然不是九霄剑侠的事情了 若是你们的心气都被打废了 我们五行踪还谈什么未来 疏人不疏阵 林烟 你也不用怕 九传金丹老夫也给你备好了 打个痛快拉倒 此时 一名老者出现在海域外咆哮到 老者身后还跟着数百炼丹师 当真是把五行踪丹店最强的炼丹师都带来了 五行踪弟子闻言 目光全都一亮 即便是死了 都能救回来 那他们还怕什么 这位师弟 我们承认 若是单挑独斗 在场没有人是你的对手 可我们五人 最强的就是联手 你现在离开还来得及 虽然我五行踪 有丹药可保你不死 可那种冰死的痛苦 最好不要经历 五方仙汇聚在一起 目光灼灼地盯着灵言 五方仙一旦联手就是无敌 从无败计 他们自信 若是五人联手 那么同静之下 必然天下无敌 五人联手最强 灵言目光一亮 今天不说好了 要打个痛快 要打就打无敌的 海域之外 那位老前辈说得好 今日已然不止是争夺九宝了 争的是一口气 少年的义气 修士的兴气 还有敢为天下第一的好气 先消踪灵言 还请五行宗诸位师兄师姐赐教 灵言心中战意激荡 鼓荡的灵气直冲云霄 说得好 那便站吧 五行宗五方仙请灵师弟接招 五方仙 落位 手持笛子的土方仙在此时轻贺出声 哄 土方仙一声令下 其余四人身形一闪 已然冲向天地四方 哄 手持赤龙枪的火方仙落在灵言南面 手中长枪猛地扎进地面 火方仙落位 竹雀 其 火方仙长啸之间 枪上原本缠绕的赤龙 陡然变为神鸟朱雀 高贵的名音响彻苍穹 火方仙体内精纯无比的火灵气 冲天起 幻化为一头朱雀 盘旋不休 刹那之间 数不清的火雨洒落而下 坑枪而鸣 每一道陵雨 都蕴含着犀利无比的枪芒 退 朱雀一出 火方仙四周的五行宗弟子 更是被压迫得连连后退 灵言也是感觉 一股刚猛霸道的灼热气息扑面而来 让他头顶的十二道厚土如山印 都是震动不休 灵言 不要给他们落位的机会 直接破掉他们连手 你才练弃四重而已 此时出手并不丢人 苏星河长笑 我们先上 为五位师兄师姐 争取落位的机会 五行宗其他弟子一听 目光变幻之间 却是一窝蜂式的冲向灵言 我说苏老鬼 你真是灵言那边呢 你不会传音啊 名誉子怪怪的看向苏星河 苏星河文言脸色猛的一黑 操 一着急忘了 也行 那就先清场 灵言却不以为意 一手捏起剑绝 一只手横推而出 真 哄 一手复复水剑 一手行云掌 滔天剑雨和漫天掌印 同时宣泄而下 哄 整座岛屿都是猛的一颤 如同要坍塌了一般 哄哄哄 不过一瞬 一鸣鸣五行宗弟子 就如同土鸡娃狗一般被掀翻 还有运气差的 先是被剑雨洞穿 然后又被行云掌 打飞出数千丈 好在灵言只想清场 无意要人性命 不然这一波五行宗怕事 都要断代了 这灵言 简直离谱 若不是五行宗 还有五方先在场 可以直接认输了 是啊 灵言施展这几种法门 我们都挺熟的 怎么到他手里都变异了 又是一个怪物 任何境界 能入七重 就可无敌 这一刻 所有人都是震撼无比 五行宗的玉须道君 丹殿殿主 全都沉默 土鸡娃狗 不堪一击 看着自家挨揍的弟子 他们心里只能想到这八个字 金方先落位 木方先落位 水方先落位 轰 轰 轰 此刻 五方先终于落位完毕 五方先每落位一人 头顶就有一尊仙兽虚颖浮现 蕴含着精纯无比的五行力量 东方苍龙 西方白虎 北方玄武 南方朱雀 中方麒麟 五大仙兽虚颖横空 可怕的威严压而下 那种令人恐惧的压迫感 让五行中弟子全都瑟瑟发抖 身形不由自主的贵夫在地 灵言也是感应到 有五道强横到极致的力量 柔合在一起 朝着自己压落 似乎要禁锢时空 五方先已然成形 仙兽诞射 难怪说五方先联手 可以大成之力图现 此言半点不虚 海域之外 所有修饰都是凝重地 看着五方先演化出来的五大仙兽 仙兽与仙齐平 位格至高 自然无敌 灵言 清净你一切的力量吧 我们会让你明白 仙凡之隔如天渊 麒麟仙兽开口 俯看着灵言 如同俯看着一只蝼蚁 清净一切 好啊 希望你们能让我打得痛快 灵言抬头 看着头顶的麒麟仙兽 病指如剑 而后挥出 正 漫天水气凝聚 化为无尽剑光 而后数不清的剑光于 刹那间融为一体 化为一道伟岸如天的庞大剑流 仙又如何 你们若是仙 我灵言 今日就是仙 斩 灵言剑指挥出 伟岸如天的剑流 冲天起 斩向麒麟仙兽 剑流横空 如大河之剑天上来 剑意激荡 让十万里海域都是一颤 有无尽 阵纹亮起波涛 这是什么力量 竟然撼动了老夫的大阵 玉明子感应到无匹的剑意 心中一颤 连忙出手稳住海域 海域是玉明子 为了夺宝大会精心准备的战场 够华丽 够大 够真 可他根本没想过 这夺宝大会能发展到如今的地步 原本想着 一群炼器四重打打而已 能有多大威力 可谁知道 会出现灵言和五方仙这样的怪物 土方仙 麒麟踏天 面对滔天剑流 麒麟仙受长啸之间 梯子猛地塌下 如同一脚仙山压落 可怕的力量 让虚空发出阵阵暴音 此乃 五方仙的独门神通 施展起来 要五方仙落位 五行之力融为一体 大成的五方先施展而出 可以替踏仙 让仙人跪幅 这一刻 场外所有人都为灵言捏了一把汗 这若是让一脚踩爆了 多疼啊 结果 却让众人大跌眼镜 麒麟一蹄 踏在剑流之上 蹄子反而高高扬起 庞大如山的身形 竟然亮强倒退 当当当 巍峨如山的剑光 一次次地冲击在麒麟仙兽身上 直到剑光崩灭 硬生生将麒麟仙兽打退了 绝对可以 灵言绝对有和五方仙抗衡的战力 只可惜 灵言手中没有法宝 是啊 这灵言绝对有未来剑仙之姿 只可惜手中无剑 剑修手中有剑和手中无剑 那就是两个人 若是灵言手中有剑 哪怕是一把玄宝之剑 都足以破开这五方仙的防御了 海域外所有修士 全都目光一亮 五方仙演化仙界五方仙兽 来是仙灵一级的根基 也唯有灵言这样 未来剑仙之姿 才可抗衡 你也看到了 你力量虽强 却连我们的防御都破不掉 若你手中有剑 我们还拒你三分 可你手中无剑 如何与我们争锋 五方仙同时开口 语气之中充满了绝对的自信 这是源自于五行宗无敌法的自信 古来同境之下从无败己 那种强大的感觉 有着目空一切的资本 谁说我手中无剑 灵言文言 信守一招 远处数十大剑 同时站立起来 却是被灵言的契机牵引 欲朝着灵言飞出 这些都是被灵言横扫的 五行宗弟子留下的剑 以异欲剑 灵言以练起之姿 已然是一位剑道高深的剑修了 说他是未来剑仙之姿 并不夸大 道与说 乃是修行者必备的能力 道 乃是领悟 说 乃是修行 灵言在剑道之路上 已然走出了千里 可修行却没跟上 还是练起 不过即使如此 却也足够让灵言屁拟天下了 砰砰砰 可谓等周围大剑飞起 朱雀须影双翅一阵 一片片火雨飞落而下 瞬间将十余把剑击碎 炼器弟子所用之剑 只是繁品而已 根本承受不住仙兽之力 你看 这些剑等级太低了 即便被你牵引而来 也不堪大用 火方仙冷酷开口 高高在上 灵言 我有一剑 可见你 此时 岛外一道女生传来 却是一直在岛外观战的 东黄尼开口了 正 东黄尼玉手一挥 一柄璀璨的紫色大剑纵横而出 飞向灵言 当 可这根本无用 五方仙一旦落位 五行圆满归一 隔绝空间 那剑飞到一半 就有五色光幕浮现 将飞剑挡了回去 哼 东黄尼接回长剑 身形却是不由自主后 退出数百丈距离 才堪堪站稳 无耻 一群人打一个 连衬手的兵器 都不敢让人拿 东黄尼恨恨开口 他自认九宝之中有三剑 即使自己不拿 也该是灵言这种绝世天骄来拿 一帮人并尖子上算什么 这位师妹 夺宝大会本身就是凭本事夺宝 你若是有本事 把你的飞剑送进来 我们自然无话可说 正是 五方仙接连开口 语气张扬霸道 我就不信了 我打不过你们 连一把剑都送不进去 东黄尼恼火开口 他玉手不断结印 飞剑一次次飞出 却全都被五色光幕挡回 反倒是他每次接剑 脸色都会白上几分 这事件 算了吧 林言看着东黄尼 妻儿不舍的模样 笑着摇头 五方仙眼花的光幕 不是炼气五重的东黄尼能破的 再送下去 可就该受伤了 可是 东黄尼有些不死心 虽然他与林言素未谋面 可就是见不得五心中嚣张 师姐放心 我还有更好的剑 林言笑道 更好的剑 东黄尼一愣 没错 林言点头 扫视着五方仙 目光却是在此时 变得凌厉无比 无知剑道 手中有剑 可是仙 手中无剑 亦可以心中之剑 是仙 总之 你们死定了 真 一股一往无前的剑意 从灵言体内冲销而起 照亮整个海域 这一刻的灵言 自身好像化为 一柄绝世神剑 机遇捅破天穷 心中之剑 难道我们修行剑 真的又要出一个绝世剑心了吗 灵言体内 见到真意迸发之间 所有修士心里 都是重重一颤 此时 被撼动的不止修士 还有灵言脚下九宝中的九霄剑侠 只见九霄剑侠轻轻一颤之间 里面似乎有绝世剑意在复苏 九霄剑侠颤动之间 天眼道君瞳孔猛的一说 剑侠将开 果然 这小子有剑仙之姿 已然入道 我天机堂得九霄剑侠 也有数百年之久 即便是最精彩绝艳的剑修 也难以打开九霄剑侠 如今 他竟为灵言这剑意所动 有趣 有趣啊 宗主 我似乎明白 你为何要让我来这一趟了 天眼道君摇头倾笑 豁达了然 玉须道君等人心里 则有一种不小预感 九霄剑侠将开 若是灵言取出九霄剑侠内的剑 五方仙还压得住他吗 此刻 五方仙气息一致 五大仙兽都是露出凝重之色 他们自九霄剑侠上 感应到了一种凶险到极致的气息 出手 绝对不能让他开剑侠 五方仙心神颤抖 连忙出手 五行合一 图仙意 五方仙意改之前骄傲自负 高高在上的姿态 五大仙兽同时仰天长笑 轰 轰 轰 五道颜色各异的光柱 从五大仙兽口中冲出 在灵言头顶 汇聚成一口大印 大印一出 虚空扭曲 五种纯粹到极致的力量 完美融合在一起 只是气息而已 就让岛屿天塌地线 四周的海域都是沉降三尺 图仙意 五方仙最强的攻击法门 曾经一击打碎仙人之体 留下无敌之名 而今重现于天地 威力堪称大恐怖 虚空被禁锢 灵气被封锁 毁天灭地的气息 似乎可以屠灭一切生灵 去 五方仙再次长笑 图仙印裹挟着 催枯拉朽的气势 朝着灵言压落而下 拜你们 何须挟中剑 灵言抬头 看着压落而下的图仙印 道袍烈烈作响 黑发飞扬 我有一剑 以心为剑魂 以道为剑骨 以意为剑身 斩 灵言开口之间 每一个字都如红中大铝 敲击在所有人心头之上 正 只见灵言手掌猛地一握 手中似乎握住了一把无形无质的剑 可就是这一把无形无质的剑 却发出直冲九天的剑意 说说说 所有人都是看到 灵言周身有数不清的剑光在纵横 形成一片剑狱 剑士 哈哈 这是剑修之剑士 嘎嘎嘎 多少剑修 练了一辈子剑都拒不出剑士 而金却出现在一个练器修士手中 我感觉我这一辈子 都活到狗身上了 噓 静生 你还不如狗 小心黑月十二来打你 灵言剑士一出 不知道多少老一辈修士 发出怪笑声 如同魔障了一般 号称可图仙的图仙印 接触到剑士的瞬间 就是猛的一颤 难以压落 上 武方先长笑 他们全力催动图仙印 想震碎灵言的剑士 将灵言镇压 武大仙兽虚影 更是长笑连连 一道又一道的光 灌注在图仙印上 让图仙印愈发凝视起来 破 此时 灵言猛的挥手 正 一道惊天动地的剑光 从灵言手中 无形无知的剑中展出 一剑出 天地变色 这一刻 所有人似乎都感觉 天地之间的一切都消失了 只剩下那一道 惊艳到极致的剑光 破 号称可图仙的图仙印 轻轻一颤 而后就如同纸糊的一般 一分为二 消弭于天地之间 破 灵言头顶 麒麟仙兽被剑芒扫过 瞬间崩开 破 麒麟仙兽刚刚消散 手持笛子的土方仙 就大口可血 倒飞而出 手中笛子四分五裂 而那剑光 依旧不曾消散 再次纵横万里 冲向海域尽头 碰 剑光重重 斩在海域尽头的光幕上 光幕猛的一颤 而后有数不清的阵纹 浮现而出 哄 阵纹刚刚浮现 瞬间就被剑一磨灭 而后十万里海域崩灭 这一剑斩下 一切水到渠成 灵言炼气五重工程 哎呀 海域一崩 宣告玉名字布下的大阵高破 露出原本的高台 而后密密麻麻的五行踪弟子 被剑一打向四面八方 破 其余四个五方仙 同样可血倒飞而出 一个个身在空中 就已然是晕厥过去 快救人 五行踪单店店主见状 连忙领着炼丹师飞升而出 一时之间 整个会场乱作一团 刷 苏星河更是趁乱冲上高台 信手划开酒保灯 快 收了酒保 苏星河刚说完 灵言就将酒保收起 而后 苏星河二话不说 拉起灵言就化为一道光芒 消失不见 快 苏星河一连串的举动 快到连玉须道军等人 都没反应过来 等他们回过神 苏星河已然领着灵言消失不见 这老东西 有必要跑这么快吗 难道我们五行踪 还能硬抢不成 玉须道军摇头苦笑 老师 咱们这就跑了 灵言被苏星河拉着 冲出五行踪之后 满脸怪异的问道 你小子 把人家五行踪练齐一带都碾碎了 难不成你 还要拿着那九霄剑侠 在五行踪内溜达一圈 真不怕被人打死啊 苏星河一脸的幸灾乐祸 苏星河可以想象 等那边的混乱结束 五行踪的人反应过来 那表情怕是比吃了苍蝇还精彩 这时候还留在五行踪 怕不得被群殴 也对 灵言灿烂一笑 再说了 九霄剑侠出事的消息 怕是已经传出去了 估计要蹦出来一堆 为你赏见的剑修 甚至连大城都有可能过来 到时候 你给不给人看 还是回宗门内 只要你在无量山上待着 就能避免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苏星河道 不对啊 老师 那清衣师姐怎么办 灵言忽然反应过来 一脸怪异的看向苏星河 自家师姐 好像落在五行踪了 放心 他们还不至于不要脸的 迁怒于清衣 五行踪那边 自然会派人将清衣送回仙肖宗 苏星河开口之间 寄出小仙肖店跑得更快了 清衣师妹 出大事了 五行踪内务店 冷清月洞府之中 此时正和清衣一同泡着温泉的冷清月 看着手里的传讯遇捡 直接猛逼 是小师弟暴打了王轩 把夺宝一试搅黄了吗 他夺了啥宝贝 好玩吗 清衣满不在乎 清衣昨夜 可是和冷清月交流了一晚上 一大早又被冷清月拉着泡温泉 此时懒洋洋的完全不想动弹 你小师弟确实夺到了宝 但不是御名字长老准备的宝 而是九宝灯的宝 其中还有剑修之宝九霄剑霞 冷清月瞠目结舌的说道 九宝灯 九霄剑霞 清衣闻言 感觉人都放了 不就是一个普通的拜师大会吗 怎么九宝灯和九霄剑霞都出现了 总之 清衣师妹 苏长老已经带着灵眼跑路了 冷清月怪怪的看着清衣 啊 清衣闻言顿时委屈的不行 这是直接把我拉着了 应该是 冷清月点头 而后美眸一亮 清衣师妹 既然苏长老没带你回去 要不我们出去耍耍 耍什么 清衣垂头丧气的开口 来的时候好好的 怎么走的时候 自己就被落下了呢 当然 是去把助击绝带榜前九的修饰 全都揍一遍啊 冷清月挥舞着拳头 满脸期待 助击绝带榜 不能自己一个人被打击吧 排在自己前面的师兄师姐 怎么也得跟着遭罪啊 把助击绝带榜前九的师兄师姐 全都揍一遍 这个可以哦 清衣闻言 顿时生龙活虎 是啊 之前老是不让自己下山 而今可算是下山了 自己就出过一次手 怎么能这么轻易就回去 那我们这就出发 冷清月蛊惑开口 走走走 清衣迫不及待开口 两人一拍集合 简单地倒腾了一下 而后就偷偷摸摸地下了山 凌颜 把你的九宝全都取出来 让老夫见识一下 老夫顺带着 教你怎么用 苏星河让小仙硝殿自行飞行 拉着凌颜迫不及待地问道 好 凌颜笑着将九宝取出 凌颜 这青铜琉璃斩 是自然神宝 用灵气催动就行 平日里 你体悟震道的时候 催动着青铜琉璃斩 就会有自然大震道运加深 苏星河接过九宝琉璃斩 把玩了一番之后就递给凌颜 弟子试试看 凌颜接过青铜琉璃斩 体内灵气汇入其中 嗡 青铜琉璃斩轻轻一颤 而后横空而起 上面的灯芯亮起火光 有一重重震纹垂落而下 将凌颜护在其中 这就是青铜琉璃斩自带的琉璃神阵了 弓壳打出琉璃神火 湮灭对手 防可用琉璃神火护体 很是好用 苏星河道 叮 恭喜您 体悟自然大震琉璃神阵 震道开始晋升 提升进度达到110 自然神宝内的自然大震 可以提升我对震道的体悟 若是如此 只要我凑齐十个自然神宝 那么震道是否就能入到小城 灵颜目光一亮 心中私存自语 灵颜把这九转魂帘 收进自己的魂海之中 灵颜心思电转之间 苏星河已经把九转魂帘递给了灵颜 用你的神魂之力牵引 九转魂帘就能自行扎根于你的魂海之中 行 灵颜催动轰如今 释放神魂之力落在九转魂帘之上 灵颜眉心发光 九转魂帘在灵颜神魂之力的牵引之下 瞬间没入 灵颜眉心消失不见 哄 九转魂帘光芒大放之间 扎根于灵颜的魂海之中 叮 恭喜您 九转魂帘扎根于魂海之中 体悟神魂九转之玄妙 神魂之道开始晋升 晋升程度110 轰魂帘进化为九转轰魂帘 只见灵颜魂海之中的轰魂内 神魂之火亮起 熊熊燃烧 汲取天地之气的速度 比起之前快了十倍不止 灵颜魂海之中 原本金银剔透的九转魂帘 慢慢化为赤色 闪烁着妖异的光 一转 九转魂帘赫然是在灵颜神魂之力的滋养下 完成了一转 而后就有源源不绝的魂力 从九转魂帘上 反补到灵颜的神魂之中 让灵颜的神魂之力 瞬间提升了一倍 还有这一枚丹药 是神品如意丹 功效是全方位提升修饰肉身 灵气和神魂强度 是打根基的丹药 炼气竞服用最佳 苏星河又把一枚丹药递给了灵颜 灵颜一口服下 轰 轰 轰 如意丹入口即化 化为一股磅礴无比的药性 涌入灵颜四肢百骸之中 让灵颜体内血气冲天起 更是有神魂之光 透顶而出 灵颜七海之中 五道灵气漩涡 也是疯狂站立 而后一道又一道的灵气漩涡 在灵颜七海之中凝聚 这一刻 灵颜的肉身 灵气 神魂 被调动到极致 九龙吸水 隐气绝 九转轰如今 全都在此时疯狂运转 提纯着灵颜的肉身 灵气和神魂 炼气六重 炼气七重 炼气八重 瞬息之间而已 灵颜的修为 就连破三个小境界 达到炼气八重 如意丹的效果 可不只是体现在 灵颜修为的提升上 如意丹取远转如意之意 药力可流转肉身 灵气 神魂 藏于四肢百骸之中 可日复一日 为灵颜铸造更强根基 只是三宝而已 就已然让我有了全面的提升 而我手中 还有六件更强的 灵颜看着剩下的六件法宝 眼中满是期待 第四宝 是一枚两指宽的玉佩 万年玉髓打磨而成的玉佩 佩戴在身上 有宁神静气 珠邪不清的效果 修士修行 修为一掌 心魔难消 心魔源自于修士的七情六欲 使心中执念 修为越低 越是容易入魔 而修为越高 入魔之后 就越是可怕 有了这神髓玉佩 将无需忌惮心魔 第五宝 是一剑道袍 上面并无宗门标记 乃是用金语禅丝制造而成 上面秀有仰灵阵法 可随时随地开辟修行洞府 聚拢天地之气 第六宝 天眼道君 显然是下了大心思 前面七剑宝物 加上青铜琉璃斩 要么是炼器修士 铸造根基之物 要么就是辅助修行的智宝 每一剑都是让灵严提升惊人 炼过八宝之后 灵严就看向了九霄剑侠 九霄剑侠 乃是绝世剑仙九霄剑仙 飞升之前留下的传承至宝 哪怕大成来了都要眼红 如今就摆在灵严面前 灵严 快试试看 你能否打开这剑侠 传说九霄剑仙留下的九霄剑侠 不但是传承 还是一种考验 当年这剑侠 先后被好几个剑修所得 每一个都是剑道绝顶的强者 却都不能开启这剑侠 老夫估计 天机堂得到这九霄剑侠后 应该也是没能打开 苏星河期待开口 九霄剑侠内运九剑 代表的是九霄剑仙的剑道 若是无法以剑道感应 无人可以开启 灵严却不同 灵严之前释放自身剑意 可是让九霄剑侠共鸣 其内剑意机遇喷波而出 若是真有人能开启 这九霄剑侠 必然是灵严 好 灵严点头 剑意再次爆发 正 灵严剑意刚刚释放而已 九霄剑侠内就有剑名之音 直冲九天 让小仙剑殿都是一颤 有数不清的振文复苏 才堪堪将剑意隔绝 刷 灵严随手一招 剑侠中就有一把木剑飞出 立在灵严面前 木剑只是繁品而已 却古朴大器 内运剑文 不愧是九霄剑仙 只是一柄繁品宝剑而已 材质却用的是仙木 苏星河看着木剑 头皮都骂了 仙木 以仙木雕琢而成的木剑 有着成就仙品之姿 却用了最朴实的法子 稍加雕琢就成了剑 剑柄上还刻着两个小字 樊肖 还真是够偷懒的 以肖为名 以品极为影 灵严握住剑柄 木剑一颤之间 一股磅礴 剑一直冲灵严心神 自少年握剑之日 吴就那未来的剑道魁首 绝世剑仙 隐隐之间 灵严似乎听到一道苍老平和 却充满了绝世之意的声音 狂傲自私 灵严握着剑 心里却不由浮现出这四个字 这是剑仙少年之时的狂傲自信 少年剑仙之道 为剑而生 为剑而战 但有不服 我自一剑平之 定 恭喜您 体悟绝世剑仙剑意 您倒鼓 正剑心 剑道正在晋升 晋升程度110 刷 而后第二把剑 已然从剑侠之中飞出 剑开两把 苏星河看着飞出的第二把剑 目光更加凝重 第二把剑 却是一把无风重剑 同样是一节仙木雕琢而成 剑柄之上 刻着两个字 黄霄 灵岩放下樊霄 握住黄霄剑柄 哄 这一次 却是一股厚重如山的剑意 冲进灵岩心神之中 无知剑 可斩亿万生灵 亦是可守心中一寸天 苍老的声音再次响起 这一次则是沉稳内敛 却比那狂傲自私 更加令人敬畏 叮 恭喜您 鸿蒙经书再变 灵岩的剑道体悟 再次提升110 刷 又是一把剑 从剑侠之中飞出 还是一把木剑 剑柄之上 刻有二字 玄霄 无有一剑 以 灵岩握剑之间 苍老的声音再次传出 而这一次 却是一股一往无前的意志 叮 恭喜您 灵岩剑道入道再次提升 一举达到310的程度 正 三把剑立在灵岩面前 和灵岩周深的剑意共鸣 让灵岩的剑势自行释放 剑出三把 灵岩居然一举祭出 九霄剑侠三剑 有了这三剑 伏地及仙门的筑机天骄来了 灵岩都可以一剑斩之 苏星和一脸期待地看着灵岩 九霄剑侠 能出一剑者 就已经是前所未有 如今灵岩三剑齐出 正式得到了九霄剑仙的认可 古来又有几人能做到 灵岩继续体悟 不过这一次 九霄剑侠再无动静 九霄剑侠内有九剑 代表的是九霄剑仙九个不同时期的剑道 前三剑 代表剑道入道 中三剑 代表剑道小城 后三剑 是剑道大厂 如今我剑道入道 误了前三剑的剑意 自身剑道体悟大有提升 若是想再开三剑 就得自身剑道小城了 灵岩打量着面前三剑 私存自语 而后信手一挥之间 三剑已经归于剑侠之中 哄 此时 小仙萧殿轻轻一颤停下 却是不知不觉之间 一日已经过去 小仙萧殿已经停在紫竹林前面 七师姐 你看 小师弟回来了 这紫竹林被毁 全都是小师弟干的 灵岩还没来得及下来 就听到黑月十二如玉救星一般的声音 从紫竹林内传来 灵岩顺着黑月十二的方向看去 顿时目瞪口呆 此时 紫竹林内被人塌起了一个烧烤架子 黑月十二正被五花大绑地捆在烤架上 下方是一道飘在空中的火焰 绑着黑月十二的绳子 一头被一个精灵古怪的少女拿着 灵岩 老夫还有事 先走一步 苏星河同样见到了少女 就和见了鬼一样 随手就把灵岩从小仙萧殿内丢了出去 而后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老七回来了 一看就是心情不好 自己这把老骨头可不禁折腾 啊 师姐 别考了 再考就真熟了 黑月十二又是一声惨叫 却是少女手掌一松 黑月十二立刻下落 那飘着的火焰 顿时烧得黑月十二狗叫连连 小师弟 你快过来和七师姐解释清楚啊 这紫竹林是你轰的 黑月十二努力仰着脖子 朝着灵岩长啸出声 灵岩心里一动 胆仙之体 七师姐 师弟灵岩 见过七师姐 灵岩连忙上前行礼 你就是小师弟 不错啊 这就练七八重啊 我是你七师姐与飞仙 少女上上下下打量着灵岩 一脸的惊叹 小师弟 七师姐 你们想聊天 能不能先把我放下 黑月十二感觉 自己后背越来越烫 再被烤下去 那就真熟了 刷 与飞仙闻言 目光一冷 手掌松了几分 哦 黑月十二只感觉 火焰的热度骤然上升 顿时痛出了狼叫声 你不知道 师姐我最讨厌 别人打断我吗 与飞仙眯着眼 看着黑月十二 吓得黑月十二连忙闭嘴 一脸求救的看着灵岩 七师姐 紫竹灵 确实是被我毁掉的 灵岩小心翼翼开口 生怕自己也被吊起来烤 可是没辙啊 这东西又瞒不住 我知道啊 行云掌嘛 肯定是轻衣那丫头传给你的 与飞仙理所当然的道 那你还考我 黑月十二忍不了了 考你怎么了 你不知道 我们无量山一脉 有个传统 就是老小是用来疼的吗 与飞仙朝着灵岩眨了眨眼 老小是用来疼的 这是什么时候的传统 我怎么没享受过 黑月十二狗头都骂了 我也曾经是老小啊 咋就没人疼我 揍倒是没少碍 与飞仙闻言 笑眯眯的看着黑月十二 你现在疼不疼 疼 黑月十二点头 那不就得了 行了 可算是知道苏星和为何跑得那么快了 女魔头 自家这七师姐绝对是个女魔头 小师爹 你别怕 师姐可是最疼老小了 来 让师姐闻闻看 你有没有偷吃别的炼丹试炼的丹药 与飞仙随手一扔 绳子就缠在了旁边的紫竹上 而后身形一闪 就逼近灵岩 对着灵岩嗅了嗅 灵岩顿时僵在那里 那是动都不敢动 小师爹 你竟然吃别人炼制的丹药 与飞仙气鼓鼓地开口 灵力无比 让人心里怕怕的 师姐 我吃了一颗如意丹 是天眼道君给的 灵岩脖子一缩 直接就把责任推给了天眼道君身上 自家师姐总不至于去找一个杜劫的麻烦吧 此时 若是天眼道君在场 非得急眼不可 怎么 我拿出这如意丹 给你铸造根基 还给错了 你就这么害我 天眼道君 原来是这老不休 练丹造诣菜的抠酒 还天天到处发丹药 下次再和他算账 与飞仙骂骂咧咧开口 根本没把道君放在心上 与飞仙骂完了 气好像也消了 看着灵岩又露出了颠倒众生的笑容 下不为例 记住了 以后别人给的丹药 不准吃了 师弟记住了 灵岩连忙点头 我能问问理由吗 笨蛋 是要三分毒 但凡是丹药 都蕴含丹毒 尤其是那些菜鸡炼制的丹药 那能叫丹药 狗都不吃 就是毒丹 唯有师姐我炼制的丹药 药性纯净 一丝丹毒都没有 所以 都应该是师姐我炼制的 结果 你们偏偏就喜欢偷吃 与飞仙一副操碎了心的模样 大黑狗听的是直磨牙 你牛逼 你炼制的丹药是无毒 可你也没爽 我们是丹马 你就问问无量山上下 谁敢随便吃你炼制的丹药 大师兄见了都得跑 不过此时的黑月十二 很是明智的闭口不言 不行 这天眼道君的丹药 太毒了 师姐得好好为你解毒 你跟师姐来 与飞仙丢下黑月十二 就要带走灵岩 七师姐那十二师兄怎么办 再烤下去 可就真糊了 灵岩吸了吸鼻子 好像闻到了肉香 挂着 老实说了 他这一段时间懈怠了 得好好训训 正好练练体 与飞仙邪逆了黑月十二一眼 而后一把拎起灵岩 直冲无量山边一座浮空岛而去 这是什么生灵 灵岩刚刚登上岛屿 就震撼了 庞大的岛屿 被分成了一块块整整齐齐的药田 每一座药田内都种满了灵药 其中最深处的几块 还有仙光在流转 有一只只身高不过一尺 背声透明双翅 相貌却和人族一模一样的生灵 打理着药田 这些生灵似乎并无修为 身上却仙灵之气十足 它们是天外生灵 名为自然精灵 与飞仙得意地说道 这可是师姐我 从一颗上古星辰之中发现后 自行培育的 天外 七师姐说的是星空吗 灵岩问道 差不多吧 与飞仙点头 我们罗浮世界 天元地方 朝着头顶一直飞 合体修为飞个三五个月 就能进入星空了 平日里 我们能看到的星辰 就是近星空 再往外面还有远星空 和上古星空 其中近星空 这些年早就被我们探索得差不多了 远星空内 则要危险得多 有一些遗迹和绝地 寻常渡劫进去 都有陨落的可能 至于上古星空 才是真正的绝地 大乘进去 都不敢说自己能活着出来 不过这些凶险的地方 却有很多古老的传承 很可能和上一个修行纪元有关 当初师姐我跟着大师兄 不小心闯了进去 差点没死在里面 与飞仙一脸后怕 显然是被吓坏了 林妍不由凛然 能让七师姐 这样的女魔头 吓成这样 可想而知 上古星空有多么恐怖了 进来吧 与飞仙解释之间 已经领着林妍 来到了岛屿中央的殿语 天不生我与飞仙 单刀万古如长夜 林妍看着殿门口 歪歪扭扭两行大字 还有正中牌匾上的 舍我其谁不由则舍 自家师姐 这口气当真是大的没边了 不错吧 师姐我之前 在一处遗迹之中 看到了两句话 觉得很有意思 就稍微改了改 所有来过师姐洞府的人 都夸我写得好 与飞仙一脸的得意傲娇 林妍寻思着 舅师姐 你这动不动 把人往烧烤架上丢的性格 也没人敢说不好吧 与飞先开了店门 领着林妍就入了洞府 洞府庭院内 也种满了各种灵药 什么等级都有 看着好像并不如 外边的灵药等级高 不过能被与飞 先种在自家庭院中 肯定很不凡 然后二人进入内殿 林妍进了内殿之后 更是张大了嘴巴 丹炉 内殿之中 除了丹炉还是丹炉 林妍数了一下 差不多有上百个丹炉 每一口丹炉下 都有一团团火焰在燃烧 丹炉气孔之中 还有香气一出 上百丹炉四周 摆着一排排架子 架子上是各种各样的器皿 愈合 慈平 不同的器皿之中 装着不同的灵药 七师姐 炼丹师需要这么多丹炉吗 林妍奇怪道 其他炼丹师 自然是不需要的 一口就够了 可师姐我不一样 与飞仙摇头 有什么不一样 林妍捧根道 师姐我天资绝世 用特殊的手段 平日里可以让这些火焰 自行炼丹 一次可炼丹十几炉 是外边那些炼丹师的十几倍 七师姐笑着说道 师姐 可我看他上百丹炉之下 都有火焰在烧啊 林妍心里被震了一下 好牛逼 怪不得看不起其他炼丹师 不过紧接着 林妍又有些疑惑 其中真正炼丹的 只有十八炉 剩下的都是在熬炉 经过丹火惊年灼烧 炉子会变得通透灵动 对于炼丹大有弊异 与飞仙笑道 其实我这炼丹速度 也不算什么 之前我在一个遗迹内 寻到了一卷点击 里面记录着一则信息 那才叫吓人呢 与飞仙个子不高 所以夸张地点起脚 用手比了个高高的姿势 什么 林妍一愣 那点击中记录着 曾有一个炼丹师 一次可炼丹八十一炉 一炉可承担八十一枚 与飞仙兴奋道 一次炼丹八十一炉 一次承担八十一枚 师姐你炼丹一炉 能承担多少 林妍问道 酒 酒乃是树之极 也是一炉丹药的极限 与飞仙苦恼道 那岂不是炼制一炉丹药 就相当于别人酒炉了 还一次炼丹八十一炉 这他妈是炼丹机器吧 林妍震撼开口 小孩子不要说脏话 不过 师姐我也觉得 那点击就是瞎吹牛逼的 与飞仙点起脚 给林妍一个暴力之后说道 哎哟 师姐你 为何觉得是吹牛的 林妍抱着脑袋 当想说师姐你也说脏话了 最终还是形势比人强 换了个问题 你师姐我是谁 丹仙肢体 未来的丹道魁首 师姐我都做不到的事情 怎么可能有人能做到 与飞仙插腰 一脸自信 师姐 天地之大 无其不有 要不咱们谦虚一些 林妍善善开口 谦虚 没本事的人狂 那叫脑残 有本事的人狂 那是应该的 与飞仙根本不在乎 我有本事 狂一下怎么了 与飞仙一边说 一边领着灵妍 来到一口池子前面 池水和灵妍 在紫竹灵庭院中 泡过的温泉类似 只是灵性更加纯粹 来 过来 再让师姐问问 与飞仙一伸手 又把灵妍扯了过来 猛地嗅了嗅 天眼道君 应该是超常发挥了 这如意丹的单独倒是不多 应该很好解 与飞仙小手一招 四周的架子上 就有一株株灵药 横空而来 而后一道紫色火焰 恭喜您观看 与飞仙熔炼药性 悟道淬炼药性手法 化药八识 灵妍心中一喜 又有八识手绝 铭记于心 差不多了 这样应该就能化掉 小师弟你体内的单独了 片刻之后 与飞仙看着 已经变成黑褐色的池子 满意地说道 等等 师姐你说应该 师姐你没给人解过 如意丹的单独 灵妍抓住了关键 对啊 世上丹药那么多 每一种丹药的单独都不同 师姐我不得先推演推演 咱们无量山 谁吃如意丹 那种垃圾啊 也就是小师弟你少不更事 与飞仙理所当然地说道 师姐 要不这单独 咱们不解了 灵妍看着黑褐色的池子 艰难地咽了口口水 虽说这黑褐色的池水 灵气四溢 可是那咕嘟咕嘟冒泡的样子 也太甚人了 小师弟 你这是在怀疑 师姐我的本事啊 与飞仙解闻言 眼中顿时闪过一抹危险的光 我哪有不相信师姐 我就是觉得 这化毒的方法实在太麻烦了 能不能来个简单点的 灵妍弱弱问道 有啊 你看见那个丹炉没有 与飞仙指了指一口丹炉 师姐我直接把你丢进去 练吧练吧 就能把你体内的丹毒 直接给解了 灵妍听得直翻白眼 你这是帮我解毒 还是拿我练丹 两个法子 你自己选一个 与飞仙双手插腰 以赴我很讲道理的姿态 我有得选吗 灵妍苦涩摇头 知道这一劫 自己是躲不过去了 当即便是跳进了池子 哄 刚跳进池子 灵妍就感到 有丝丝缕缕的灵性力量 涌入体内 灵妍发现 自己的四肢百骸之间 有着一些黑色的光点浮现 被涌入自己体内的灵性力量 裹着排出体外 一时之间 灵妍周身 有一道道黑烟飘起 看 我没骗你吧 我这以毒攻毒的法子 绝对有效 之前大师兄他们 还不让我解 非要自己运功化解 与飞仙看着灵妍身上的黑烟 乐得直拍大腿 这玩意还有毒 灵妍吓得从池子里蹦了出来 然后又被宇飞仙给摁了回去 小师爹 你这也不行啊 我刚刚可是往里丢了一株七叶花 唯剧毒之物 可食骨化血 你连这都不认识 日后在外怎么行走 万一遇到一个无良炼丹师 就喜欢下毒 你该如何是好 宇飞仙摇头晃脑 浑然忘记了自己的外号 毒仙 修行界最喜欢给人下毒的 可不就是他自己 师弟也是这么想的 要不是姐 你教我棘手本事 至少让我能辨认一些毒物 灵妍眨着眼道 这你可问对人了 这天地之间的毒物 就没有师姐我不认识的 这个你拿着 宇飞仙倒是干脆的狠 取出一枚玉剪 就递给灵妍 小师爹 你可看好了 这是你七师姐我 花了上百年时间 搜集来的所有灵妖资料 修行界就没有比这更完整的了 你把这些都背下来 保证修行界 就再也没有你认不得的灵妖 宇飞仙信誓旦旦地说道 真的 灵妍将信将疑地接过玉剪 神魂之力在玉剪上轻轻一扫 顿时有海量的信息浮现 宇飞仙还真没吹牛 玉剪内有一部灵妖百科全书 不过有趣的是 里面有一部分灵妖画像 十分别角 还有一些则十分精美 一看就是出自不同人之手 每一幅画像旁 都有详尽无比的介绍 看见没 师姐这玉剪 可是天下一等一的宝贝 之前丹仙谷那些老不死 都快给师姐跪下了 师姐都不给他们 怎么样 师姐疼你吧 宇飞仙的得意洋洋地说道 灵妍此时根本就无暇顾及于飞仙 而是在疯狂汲取着玉剪内的信息 反品 总计一百零八万多种灵药 寻常修饰什么都不做 只是记忆都要几个月 甚至一两年 可灵妍却不然 似乎生而知之 只是扫一眼 就能记下上百种灵药 一百多万种反品灵药 灵妍不到一日就记下了 而后是黄品 玄品 地品 灵妍泡在池中 沉浸在对药性的理解之中 完全忘却了时间 不知不觉间 池内浑浊的水 再次变得清澈见底 灵妍的修为 也是不知不觉地 晋升到了炼气九重 定 恭喜您 记下与飞仙知灵药百科全书 得以药理通明 融会贯通 单道入道 当最后一种先品灵药 被灵妍记下之后 灵妍终于单道入道了 单道入道了 灵妍目光一喜 伴随着单道入道 灵妍对灵药的理解 已然登风造极 任何灵药放在灵妍面前 灵妍都可以轻易 将药性发挥到极致 哄 灵妍刚退出对单道的体悟 远处就传来一阵轰鸣声 而后一股赤胜无比的火光 涌向四面八方 吓得灵妍往后缩了缩 啊 该死 又炸了 差一点 为何只是差一点 雨飞仙更是此时气急败坏的开口 灵妍看着雨飞仙 忍不住呲牙一乐 此时的雨飞仙 灰头土脸 头发乱得和鸡窝一样 师姐 你这是炸炉了 灵妍幸灾乐祸地问道 师姐我炸炉了 你好像很开心 雨飞仙眯眼 哪能啊 师弟是担心 灵妍敢忙否认 我给你的御牌 里面的内容都记下了 雨飞仙开始找茬了 毕竟那御解内的内容 浩如烟海 根本不是一时能记下的 记下了 灵妍目光一宁 记下了 小师弟 说谎可不是好习惯 师姐现在考考你 若是你没记下 那就去紫竹林和老师二做办吧 雨飞仙信手取出笔墨 洋洋洒洒写了一大堆 然后把纸张丢给灵妍 你答吧 答错一道题 师姐我考你一注香 雨飞仙戏谑的看着灵妍 灵妍连忙接过卷子 卷子上都是药理题 灵妍一眼就看出 七师姐在动心研子 很多题目都是摸棱两可 有着多种答案不说 相互之间还有联系 答错一题就是全错 师姐等着呀 灵妍不慌不忙地取出十二张白纸 而后一张一张的书写 十二张白纸 难道这小子真看出来了 雨飞仙不由一愣 而后绕到了灵妍身后 偷偷瞄了一眼 而这一瞄 雨飞仙眼皮子就是一跳 标准答案 第一张纸上 就是妥妥的标准答案 灵妍很快写出了一份答案 而后又写了第二份 第三份 整整十二份答案 每一份都是标准答案 对应的是不同的思路 雨飞仙呆呆地看着灵妍 给出的十二份答案 眉眸剧烈闪 而后盯着灵妍久久无言 见鬼了 到底谁是单仙之体啊 七十姐 师弟可有一漏之处 灵妍腼地看着雨飞仙 死记硬背而已 有脑子就行 雨飞仙回过神来 满不在乎地说道 我会告诉你 这狱简里面有一大半内容 是老是从其他宗门要来的 我会告诉你 我花了三年才记住 雨飞仙跟着王师道久了 扑二学的那叫个顺流 也对 死记硬背 确实有脑子就行 灵妍身以为然 小师弟 那你敢不敢来点有难度的 雨飞仙笑盈盈地说道 什么叫有难度 灵妍来了兴趣 跟着师姐 我学练搭 雨飞仙兴奋到 这是她最爱的环节了 代师授徒 过瘾 师姐愿意教我 灵妍目光一亮 愿意 当然愿意 雨飞仙笃定点头 反手取出一排玉剪 整整齐齐地排在灵妍面前 这些都是练丹法门 灵妍心里一动 对 这里一共有三百种练丹法门 雨飞仙指着密密麻麻的 练丹法门道 学练丹 需要这么多法门 灵妍猛了 普通的练丹师 一个就够了 雨飞仙道 可咱们无量山不一样 咱们无量山上都是爵士天才 当然不能走寻常路 有道理 灵妍点头 所以 我们不能只学别人的法 我们得有自己的法 雨飞仙补充道 此时若是有其他练丹师在场 非得己眼不可 有自己的法 听你的意思 是想让只有练气修为 练丹都特么没学过的灵妍 自己创造的练丹法出来 你是真敢想啊 当今世上的练丹法 哪一个不是一代代练丹师 苦心钻研之后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才推演完善出来的法门 自己的法 灵言目光一亮 跃跃欲试 对 小师爹 我先给你解释一下 什么叫练丹 雨飞仙显然是认真的 直接教起来了 练丹其实一共分为四个步骤 聚火 唯有先学会聚火 才有资格成为一名练丹师 聚火学起来 其实很简单 只要有炼气修为 同时能掌握对应的聚火法门 都能完成这个步骤 这些御剪内 全都是聚火法门 有些是我们先销宗的传承 有些是老师从各宗求来的法门 连丹仙谷的都有 雨飞仙随手一扒了 就将一堆御剪挑了出来 第二 是淬炼药性 用你聚起来的火 将灵药的药力淬炼出来 这一步就很关键了 需要对药性有深刻的了解 还需要完全掌握火候 火候的掌握 就没有捷径可走了 需要一次次炼丹 去积攒经验 第三 就是凝丹了 凝丹 就是将淬炼出来的药力 融合在一起 药力融合得越是完美 丹药的效果就越好 单独其实就是 药力不纯的结果 丹药内还有药渣存在 这些药渣难以被修饰炼化 最终还是要花费时间 一点一点以修为 将单独磨掉 这一步是最难的 世上有九成的修饰 都是过不了这一关 而无法成为炼丹师的 第四 就是承丹了 承丹 就是选择最恰当的时机 将凝丹后的药力 彻底化作丹药 由虚转时 时机把握得越好 承丹的数量就越多 第一次炼丹 能承丹一枚 就算是天才中的天才了 不过 在咱们这一门里 只要真有炼丹天赋 都能做到这一点 毕竟咱们是谁 咱们是无量山的绝世天才 与非先自恋的开口道 懂了 师姐说的有道理 灵眼点头 现在 你要做的 就是把这些法门 全都记下来 记住了 一定要认真体悟 找出一卷最触动你的法门 那就是短时间内 最适合你的炼丹法门 至于创法 等你先学会炼丹再说 与非先说道 显然 他也没真想让灵眼这就创法 好 灵眼从善如流 拿起预检就计 这两人 那真是一个敢教 一个敢学 人家别的修饰学炼丹 那都是 先用几年时间实习 看老师炼丹 听老师授课 言传身教 然后推演药力 之后再一步步来 花费大量时间去学习聚火 将灵火修行到 如必食指的地步后 才能学习淬炼要力 总之 炼丹师每一个步骤 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钻研 去积攒经验 与非先道好 直接就把一堆炼丹法门 拿给灵眼记 这是真不怕灵眼走火入魔 灵眼快速地记忆着 一枚枚预检上的法门 鸿蒙金书微微颤抖 一道道金光垂落魂海 恭喜您 涉猎大量聚火法门之后 聚火之道大幅度提升 恭喜您 翠耀之道大幅度提升 恭喜您 宁丹之道 恭喜您 承丹之道 定 恭喜您 炼丹四步心得融会贯通 推演出玄品炼丹法门 玄丹诀 此刻 灵眼周身有一道道道运 流转而出 把与非先都看呆了 创法道运 小师弟 真的从这些法门之中 创造出了自己的法 与非先真感觉 自己人都骂了 想当初与非先自己学习炼丹之时 用的只是先宵宗的炼丹法门而已 真正创造出 属于自己的炼丹法门 还是晋升合体之后 别看他之前说的嚣张 其实更多还是希望 灵眼能找出一卷最适合自己的法门 最适合的 才是最好的 可灵眼倒好 真就自己献写了一本 难道 我这丹仙之体 是西背货 小师弟 才是真正的丹仙之体 与非先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体质了 七师姐 我学的差不多了 可以开始炼丹了吗 此时 灵眼睁开眼 一脸期待地看向与非先 他迫不及待地 想验证一下自己玄丹绝了 当然可以 与非先回过神来 微微点头 小师弟 你第一次炼丹 给你丹方 与非先开口之间 取出了一张丹方 递给了灵眼 反品下接丹药 助元丹 灵眼扫了一眼丹方 上面二十几种反品灵药 灵眼倒是全都认识 可除此之外 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 世间 咱们这一脉的炼丹师 真厉害 根本不拘泥于丹方 只要有对应丹药 就可以炼丹了 灵眼看着丹方 一脸的认同 那可不 咱们这一脉炼丹师 厉害着呢 与非先闻言 眼中闪过一抹 不自然之色 丹方 呸 真正的丹方 当然会写清楚 每一种灵药淬炼的 先后顺序 火候等详细信息 与非先这所谓的丹方 其实就是一份 灵药清丹 你凭感觉来 看看能不能 把助元丹炼制出来 真正天才的炼丹师 只靠感觉就足够了 与非先一脸认真地说道 行 师弟 我先研究一下 灵炼看着材料清丹 就开始疯狂推演起来 清丹内 27种灵药的药性 全都浮现在灵炼魂海之中 灵炼以神魂之力 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组合推演 我太机智了 要是小师弟第一次炼丹就成功了 那我这个做师姐的 日后哪 还有脸面调教小师弟 小师弟啊 小师弟 师姐这可都是为你好 与非先看着正在疯狂推演的灵炼 眼睛都笑成了月牙 就等着灵炼炼 有些奇怪啊 灵炼推演片刻之后 狐疑地挠了挠头 灵炼发现 27种灵药按照不同顺序 灵药配比多寡 还有淬炼药性浓度不同 可以炼制出多种丹药来 可七师姐要求的是助元丹 灵炼越想越是觉得不对劲 对了 七师姐之前给我出的题 可是有12种答案 是不是就是在暗示我 这助元丹也分了好几种 七师姐不说 这是在考我 灵炼心思电传之间 一下子就抓住了重点 七师姐 我推演出来了 可我没灵药啊 灵炼认真道 繁品灵药 全都在那个柜子里 你自己取 宇飞仙玉手一挥 只向一个药架 灵炼也不客气 走到架子前面 取出了27种灵药 宇飞仙看着灵炼 取回来的灵药 心里更乐了 灵炼取的种类 倒是没问题 但是分量问题可就大了 灵炼取的灵药分量 有些种类可以炼制三炉注元丹 有些炼制十几炉都够了 这份量配比 妥妥的炸炉 我还想借的丹炉 灵炼道 哄 宇飞仙伸手一招 一尊晶莹剔透 气息鼓咒的丹炼 已经从远处飞起 而后落在灵炼面前 这是选品丹炼流离寒光顶 是师姐曾经用过的 送你了 宇飞仙笑着说道 多谢师姐 灵炼谢了一声之后 就单手结印 在掌心画出一团赤圣的火焰 让大殿内的温度都是随之提升 而后灵炼就开始熔炼药力 咯咯咯 宇飞仙一看 差点笑出猪叫声 在宇飞仙眼里 灵炼添炼药力 当真是惨不忍睹 毕竟药力的淬炼 哪怕是最细微的变化 淬炼出来的药力 都是不同的 毫厘之差 云泥之别 此时灵炼在干嘛 他淬炼药力 似乎都不连贯 一株灵药 硬生生被淬炼出多种药力 这一堆药力 若是被打入丹炼 不炸炼才有鬼 芒财小师弟 都不用等承担 宁丹的时候就得炸 宇飞仙心里更期待了 灵炼可不知道 自家师姐这龌龊的想法 而是认真的淬炼着药力 而后按照自己推演出来的顺序 一一打入丹炼 当最后一种药力 被打入丹炼之后 灵炼再次缔结出一道掌印 催动火焰 笼罩整个丹炼 小师弟啊 小师弟 你这浴火 救不过关 宁丹之时 丹火的温度一定要均匀 确保炼丹炼内的温度是平衡的 你看你这火焰 忽冷忽热 如何宁丹 宇飞仙越看越乐 不过看着看着 宇飞仙就露出狐疑之色 怎么还没炸炼 宇飞仙可是认定了灵炼 肯定会在宁丹的时候炸炼 结果这么久了 灵炼的丹炼竟然还好好的 半点炸炼的迹象都没 这不对啊 怎么还没炸 宇飞仙感觉有些邪门 而后靠近丹炼嗅了嗅 还有丹香 这丹香怎么这么复杂 宇飞仙嗅了嗅 神色更加不可思议了 宇飞仙发现 丹炼内传出的丹香 极为的紊乱 就好像一堆丹药 被混在了一起 隔着丹炼 宇飞仙也判断不出 丹炼内是什么情况 轰 轰 轰 此时 灵炼手绝再变 时不时就在丹炼上拍一下 开始成丹了 这都不炸 宇飞仙越看越迷糊 怎么就没炸呢 灵炼接连递结出各式手绝 不断地拍击着丹炼 速度越来越快 打得丹炼连连颤抖 火光涌动 嗡 片刻之后 灵炼手掌猛的一招 就散掉了丹炼外的火焰 丹炼猛的一颤 也是恢复了平静 还请师姐点评 灵炼往后退了退 笑着说道 师姐看看 宇飞仙狐一上前 心里却在寻思着 自家小师弟 不会是把所有药力 都给炼没了吧 也只有这样 才会不炸炼吧 碰 宇飞仙一把掀开丹炼 顿时有浓郁的药香 扩散而出 让宇飞仙精神一震 见鬼了 宇飞仙往丹炼里面看了一眼 美眸瞬间瞪得滚圆 幻觉 肯定是最近炼丹出现了稚骨 被心魔侵蚀 出现幻觉了 啪 宇飞仙摇着头 对着自己晶莹剔透的小脸 就是一巴掌 宇飞仙可不止对黑月十二狠 对自己更狠 那一巴掌下去 直接就把自己脸都抽中了 宇飞仙再次看向丹炼 嘴角又是一抽 此时丹炼内 躺着密密麻麻的丹药 九个为一组 整整有六组 承担五十四 宇飞仙此时 发现自己上百年的词汇量积攒 完全不够用 根本不知道 如何形容自己的心情 此时 宇飞仙想到了自己看过的那本典籍 一次承担八十一 在此之前 宇飞仙很确定 那典籍就是在吹牛 但是现在 宇飞仙已经开始怀疑 那典籍上记载的内容 有可能是真的 只是自己做不到 师姐 你打自己干嘛 林炎看着宇飞仙肿起来的脸 很是好奇 有蚊子 宇飞仙将这脸 找了个理由 强行让自己露出麻木的表情 顺手取出了一枚丹药 不错 这柱原丹 品相很完美 你第一次练丹 就能练成这样 仅次于试解我了 宇飞仙说的轻描淡写 心里却有一个小魔人 开始咆哮了 丹蚊 特娘的小师弟 竟然炼制出了有丹纹的丹药 虽然只有一道 但是这代表着 他炼制出来的丹药 药性完美融合 这样的丹药 一点单独都没有不说 药效还好的下人 当残豆吃都行 这是师姐教得好 灵言腼腆开口 那是自然 也不看看 你师姐是谁 宇飞仙文言 又挺着了腰板 对啊 这是自己教得好 若是把小师弟 教给丹仙谷那些死板的炼丹师教 能到这程度 小师弟如此优秀 自己可不得 占了一半的功劳 宇飞仙一一看着不同组的丹药 越看头皮 就越骂 六组丹药 代表着六种完全不同的丹药 除却其中一种 是常规的助缘丹之外 其他五组的药效完全不同 有着各自不同的特性 当然 你说 它是助缘丹也行 原来如此 小师弟之前 拿的灵药分量 根本就不是一炉丹药的分量 而是六炉 所有的丹药配比 也都是小师弟自己推演出来的 小师弟淬炼药性 不是不连贯 而是按照自己所需 进行淬炼 聚火也不是不熟练 而是按照不同的丹药 控制不同的火候 我还等着小师弟炸炉 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 宇飞仙心里连珠泡似的嘀咕着 脸上却还得摆出一副 漫不经心的模样 差点给自己憋出道伤来 七师姐 师弟这算是过关了吗 林妍七代的问道 勉勉强强吧 宇飞仙心里一颤 脸皮厚如他 此时都有些说不出口了 小师弟 你先回去吧 师姐突然想起来 还有一些事情 宇飞仙不等林妍再开口 就直接下了逐客令 七师姐 哄 林妍还想开口 可宇飞仙玉手一挥 就把他打出了浮空岛 然后一屁股摔进了紫竹林 落在还在被考着的 黑月十二面前 哈哈 你小子 也挨揍了吧 啊 疼 汪汪汪汪 正被火考的黑月十二 看到林妍狗嘴一脸 大笑出声 不过紧接着 又发出痛苦的哀嚎 七师姐 你无缘无故的 怎么还发脾气了 林妍也不管宇飞仙能不能听到 朝着浮空岛 就是一嗓子 七师姐 那个琉璃寒光顶 你不是说送我 林妍见宇飞仙不回答 又是一嗓子 哄 林妍刚说完 一道光芒就从浮空岛内飞出 轰的一声落在林妍面前 七师姐 师弟还需要几个磁瓶装弹药 林妍再喊 说说说 林妍刚说完 又是一道光 从浮空岛内飞出 落在琉璃寒光顶上 却是一件空间法宝 林妍神魂之力一扫 顿时呲牙一乐 空间法宝内 不但有着各种各样的器皿 还有着堆积如山的繁品灵药 多谢师姐 林妍美滋滋地开口 此时的宇飞仙 坐在大殿内 耗着自己的头皮 CPU都快烧糊了 怎么都想不通 林妍是咋做到的 刷 想不通的宇飞仙 身形一闪 就出现在店门口 他看着门上 天不胜我宇飞仙 单到万古如长夜的对联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呸 宇飞仙玉手一挥 当即就把对联给抹了 小师弟能做到这一步 那点集里面记录的内容 肯定就是真的 宇飞仙发了一通脾气之后 可算是冷静下来 而后连忙回到店内 打开一个宝库 宝库内是一眼望不到头的书架 上面全都是各种各样的点集 冠绝路 我记得那一卷点集叫冠绝路 是一卷小人书 找到了 在这里 宇飞仙一招手 一卷破损的不成样子的点集 就落在手中 冠绝风 我们罗浮世界有叫冠绝风的地方 冠绝风风主 宇飞仙曾经把这小人书 当吹牛草稿看 自然不当一回事 而今再看 却发现这点集的内容 有些吓人 点集破损严重 文字部分基本上都糊了 画面也大部分残缺 只有一小部分能看得出来 宇飞仙也只能勉强推断出一些信息 这难道是某个湮灭在历史长河之中的宗门 否则 为何我从未听说过 宇飞仙皱眉 我不知道 看来得去一趟天机堂了 顺便还能和天机堂算个账 无缘无故的 在五行宗点酒保灯 闹出了这么大的风波 若不是冲着小师弟去的 古奶奶我可是一个字都不信 我倒是要看看 你们天机堂想搞什么名堂 宇飞仙眼中闪过一抹寒意 显然是早就知道了五行宗的事情 并且早已洞悉了天机堂的目的 宇飞仙想到此处 身形一闪就消失不见 小师弟 快 把我放下来 七师姐走了 宇飞仙刚刚消失而已 黑月十二就兴奋开口 这你都知道 灵言一愣 我黑月十二是什么 是狗 谁的鼻子有我灵 相信我 七师姐的气息不见了 黑月十二连忙说道 可万一我把你放下来 师姐回来把我考了怎么办 灵言笑眯眯的看着黑月十二 不会啊 七师姐考我 是她心情不好 现在出了门 肯定有人倒霉 只要有人倒霉 七师姐心情就会好 肯定就会把这事给忘记了 黑月十二蛊惑道 不行不行 风险太大 灵言摇头不为所动 小师弟 师兄我对你也不差吧 你真忍心见死不救 黑月十二有些急眼了 我确实于心不忍 灵言心痛开口 这火烤在师兄身上 那是痛在师弟心里啊 灵言开口之间 顺手就取下了 黑月十二脖子上的神宝项圈 黑月十二文言 顿时感动的眼圈都红了 亲师弟啊 这时候 还想着帮自己 减轻法宝压身的分量 十二师兄 这项圈 你之前好像输给我了 灵言笑道 对对 这本来就是你的 黑月十二连连点头 十二师兄 你之前施展的那玄黄指 好像很不错 灵言收起项圈 笑着开口 师弟喜欢 师兄教你 黑月十二更感动了 自家师弟 真是好学啊 还请师兄指点 灵言抱拳行礼 一点都没有把黑月十二放下的意思 行 黑月十二咬牙 开始传法 此时 天机堂宗主大殿内 一群长老围着宗主闭关之地 一个个都是咬牙切齿 在闭关之地门口 还有一个唇红齿白的小道士守着门 诸位长老 宗主早就算到诸位长老 今日会到这里 所以得意派弟子等着 小道士年纪不大 也就和轻衣差不多 秀卫同样是驻基园满 此时小道士 面对一众宗门长老 却全无半点的急促 反而是游刃有余 那你就记下来 一会儿汇报宗主 一名渡劫长老凶狠开口 本作用了三年 才推演出来的一处机缘之地 才刚打开就被无量山的石精仙 抢了 开口的渡劫长老 鼻子都气歪了 三年 三年啊 他这三年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罪 多少次给人伏地做小 才推演出机缘之地的具体位置 甚至还搭进去不知多少好东西 结果却被石精仙摘了桃子 精仙盗君 天下至强仙才 有在世仙人之姿 我呸 强盗 还有老夫的弟子 已经有七个被人敲晕 搜刮一空之后 脱光了丢在异室之中 这么恶心人的做法 一看就是无量山老就干的 又有一位长老怒声道 他这几个弟子完全自闭了 认为自己一辈子找不到道理了 决定不日就去投奔佛宗 自此清登古佛 老夫名下的炼器方 被无量山老二盯上了 那混蛋把炼器方 直接开在老夫炼器方对面 开在对面就算了 他还打着出售 一件神宝卖天宝的价格 老夫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天机堂炼器长老 同样隔音的不行 一时之间 围在那里的天机堂长老 一个个都是大途苦水 但是说着说着 他们就发现不对劲了 不对啊 怎么都是无量山的弟子 在搞我们 我们这是得罪无量山了 一众长老全都一愣 诸位长老 弟子有一个问题 带师口述 小道是笑了笑的 什么 一众长老闻言连忙说道 我们天机堂名下 可有弟子伤亡 小道是问道 那倒是没有 一众长老摇头 那就对了 这里面其实有误会 无量山弟子 只是在点我们天机堂而已 本身并无仇恨 小道是淡淡地说道 误会 点我们 一众长老更是满脸不解 没错 他们无非就是在告诉我们 天机堂的手别伸太长 小道是道 无量山的老妖灵言 一众长老全都反应过来 对 宗主说了 我们天机堂点了九宝灯 让灵言取了九霄剑霞 虽说是好意 却也将灵言推到风口 浪尖之上 无量山的人如此行事 一来是给我们天机堂添点赌 二来就是在警告那些 想打九霄剑霞主意的剑修 此次风波 过几日 自然也就过去了 小道是笑着说道 原来如此 这是在杀鸡警候啊 这是把我们当鸡了 宗主真是的 无缘无故 统无量山那个马蜂窝干嘛 还搭进去九霄剑霞 一众长老都是忍不住嘀咕道 宗主说了 此举大力 我们天机堂 未来可负责我们天机堂 至于具体的 宗主没说 弟子也不敢问 小道是摇头 未来可负责我天机堂 一众长老心神一震 天机堂宗主 推演之道极大成者 这么说 肯定是推演出了什么 若是诸位长老 没有其他的事情 就此散去吧 小道是说完 转身进了宗主的闭关之地 小师弟 不行了 师兄所有压箱底的法门 全都传给你了 师兄是真没什么 可以教你了 此时 紫竹林内黑月十二 叫苦不迭 妖怪 自家小师弟 绝对是妖怪 不管是什么法门 自己只要念一遍 他立马就能给你学到大成 就这修炼速度 再多的法门 那也不够他学的呀 真的吗 灵言意犹未尽地 看着黑月十二 咦 小黑 你怎么又被刮伤了 此时 王师道的声音传来 而后王师道 已然出现在 灵言和黑月十二面前 老师救我 黑月十二看到王师道 如遇救星 小语真是的 怎么下这么重的手 你看这毛 都快烧没了 王师道一脸心疼 而后随手 就把黑月十二放了下来 还是老师疼我呀 黑月十二看着王师道 狗眼汪汪 灵言文言 古怪道 老师 您刚刚好像是从山上下来的吧 胡说 老师明明刚从隔壁封回来 王师道瞪了灵言一眼 义正词言 老夫会告诉你 这是老夫让小语干的 就是 小师弟 你莫要胡说 若是老师在山上 哪容得下七师姐放肆 黑月十二舌头乱晃 瞪着灵言开口 老师 您这里坐 黑月十二人立而起 而后殷勤地搀扶着王师道 到灵言的庭院内坐下 老师 弟子如今的修为 已然遇到了稚固 您看看 能不能帮忙想个法子 让弟子更进一步 黑月十二 狗脸谄媚地问道 现在知道问了 王师道 瞪了黑月十二眼 自己是谁 王师道 当今世上 不知道多少修士 希望能得到自己的指点 这黑月十二道好 在金丹圆满卡了老九了 才想起来问问 弟子这不是寻思着 霸着绝代榜榜首的位置吗 一旦晋升了 弟子怕事 就得挨揍了 黑月十二扇笑着说道 绝代榜算个什么东西 虚名而已 修行界有多少人 被这榜单所累 一天天就寻思着扬名立万 倒是把自己的初心都给忘了 王师道一句话 若红中大缕 不但惊醒了黑月十二 同样让林言若醍醐醐灌顶 是啊 绝代榜立榜的初衷 也不是为了让修士争名夺利 而是希望能让所有人于竞争之中 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不断打破自己的极限 可是 总有人 把所谓的绝代榜 当成自己扬名的契机 却忘记了修行的本质 超越过去的自我 林言定定地看着王师道 终于明白 为何王师道 根本不在乎绝代榜了 弟子明白了 还请老师指点 黑月十二朝着王师道 拜了三拜 小黑 你是黑月神犬 体内天生半生两种大道 土和寒冰 这与你的故乡 黑月洞土有关 你虽说修成了金丹圆满 却始终无法 将两种属性完美融合 王师道私存着开口 对啊 弟子始终寻不到头绪 黑月十二点头 两种属性融合 演化出更强的力量 这是你的道 这一点别人帮不上你 你只能靠自己 可如何去走这条道 老师可以帮你 王师道说道 妖秀一脉 血脉极为关键 你其实一直不曾 完全发掘出自己的血脉力量 麒麟祖掌握的灯仙阁 据说是上一个修行纪元 遗留下来的妖族质保 在里面修行 可助你进一步挖掘 自身的血脉潜力 甚至让血脉更进一步蜕变 王师道又说道 灯仙阁 弟子倒是听说过 不过那是麒麟祖的境地 弟子就算是想进去 也不行啊 黑月十二眼巴巴地看着王师道 灯仙阁 麒麟祖境地 往日里别说其他妖族了 就是麒麟祖的人 自己想进去都难如登天 拿着 王师道取出一枚玉牌 递给了黑月十二 玉牌只有八掌大小 正面刻着一尊麒麟 背面刻着一座仙韵惊人的楼阁 这是麒麟令 黑月十二看着令牌 目光顿时一亮 对 麒麟令 是麒麟一族信物 当初麒麟皇 欠老夫一个人情 把这麒麟令给了老夫 不管何人 持着此令前往麒麟祖 麒麟祖都可以无条件地满足一个条件 你拿着令牌去麒麟祖 进入登仙阁物道 绰绰有余了 王师道淡淡地说道 林言文言 瞠目结舌 难怪苏星河老师说 自家老师面子大过天 一枚令牌而已 就能让麒麟族 无条件满足一个条件 老师 若是如此 这麒麟令 可以用来搞大事啊 黑月十二拿着麒麟令 眼睛咕噜噜乱转 搞大事情 王师道脸色一板 反手取出一根尺子 直接敲在黑月十二脑袋上 痛得黑月十二字牙咧嘴 刚教的你 又忘记了 修饰修行 当以自身为主 所有的外力 都不如自身强大重要 王师道盯着黑月十二 那严厉的目光 把黑月十二 吓得捂着脑袋就跑 弟子记住了 弟子这就去麒麟族 灵言 说完你十二师兄 现在到你了 王师道若有所思地 看着灵言 还请老师指点 灵言连忙行礼 此时的灵言 似乎有些明白 为何那么多天骄 都愿意跟着王师道修行了 或许王师道的修为 在同辈之中不算很强 可是王师道对于修道 有着远超乎境界的体悟 纯粹 博大 总能轻而易举的洞悉 弟子们未来的方向 弟子们每每都是受益匪浅 可以在他的引领下 走向更高的世界 看到更高的风景 灵言 你的天赋太惊人了 老夫之前怕你飘起来 所以才说 你是忠诚之姿 实际上这些天下来 你也该知道自己 在修行界 是怎样的天资绝世了 毕竟你不是青衣 那个憨憨 剑道 镇道 丹道 还有修行 你的天资都让人恐惧 似乎所有的桎梏 在你面前都形同虚设 别的修饰 在你这个境界 若是如此乱来 早就把自己折腾废了 对你却不然 我有一种直觉 这似乎就是你的道 驾鱼万道 天下无双 王师道 显然一直在关注着 灵言的情况 而对你这样的妖孽来说 筑基远比其他修饰更重要 王师道郑重开口 弟子该如何筑基 灵言连忙询问 这世上 有一种筑基法门 源自于上一个纪元 是那个纪元最强的筑基之法 王师道眼帘一开 什么 灵言目光一亮 上一个纪元最强筑基之法 三元筑基法 王师道目光灿烂的开口 三元筑基法 灵言默念道 对 根据一些典籍记载 在比我们更古老的纪元之中 有一批最精彩绝艳之人 会选择三元筑基 寻常修饰筑基 会以灵气筑仙台 三元筑基 同样筑造仙台 却不是一个 而是三个 筑造灵气仙台 位于下丹田 也就是俗称的气海之中 筑造肉身仙台 藏于中丹田 俗称黄庭之中 筑造神魂仙台 藏于上丹田魂海之中 俗称霓丸弓 如此一来 灵气 肉身 神魂 三者圆满皈依 视为三元筑基 王师道眸光灼灼地说道 如此筑基 有何好处 灵言问道 极境之上 久被战力 王师道眼帘一台 何为极境之上 灵言连忙问道 所谓极境 就是一个境界的极限力量 无人可以超越 比如 你大师兄石金仙 他就可以说是 荔极境 每一个境界都是无敌 力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极境这个词 就是专门为他创造的 一旦完成三元筑基 同镜之下 你的实力 是你大师兄的九倍 王师道解释道 灵言文言不由一乐 没想到自家无敌的大师兄 到了老师口中 却成了伎俩单位 如此强大的筑基之法 为何不曾推广 灵言忍不住问道 你孩子 当真是饱汉不知恶汉机 都说了 即使是上一个纪元 也只有最精彩绝艳的一些人 才能修成三元筑基 人家那个时代 有着最完善的三元筑基之法 尚且还是如此 何况我们这个时代 或许你就是那个唯一 王师道一脸期待地看着灵言 大师兄也不行 灵言奇怪道 小石头啊 算是被自己史上最强的肉身给拖累了 肉身资质无双 灵气资质无双 神魂就略差了那么一点点 王师道摇头 叹息道 不过这世上 又哪有所谓的圆满呢 对你大师兄而言 或许神魂之道烧训 反而是一件好事 王师道一脸唏嘘 老师也直走的三元筑基 灵言心里一动 就知道 瞒不过你小子 王师道摇了摇头 老师当年年少轻狂 自认为资质天下无双 又机缘巧合之下 得到了三元筑基之法 自然是要拼一拼 原本老师以为自己成功了 结果却没想到 老师的资质还是差了一些 否则同辈之人 谁能与我争锋 王师道意气风发 仿佛回到了年少之时 老师 张玄师叔说 您是我们先销宗修为最低的长老 为啥呀 和您说的资质差了一些有关 灵言好奇道 对 老夫合体之时 发现自己的三元筑基未曾圆满 强行近生 只有死路一条 唯一的活路 就是自斩一元 这一刀 斩掉的可不只是自身一元 更是修行之路 王师道摇头道 老师 灵言想出言安慰 可一时间还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不必做小儿女之态 咱们修行 讲的就是一个随心意 这是老师当初的选择 时至今日 老夫也没后悔过 王师道理了 李思绪道 老师大窃 看来这三元筑基 强则强矣 本身也是凶险无比 灵言思存道 正是 三元筑基知道太过惊人 完全打破了规则 若是能成 自然是无敌于天地之间 可一旦失败 哪怕是有缺陷 都会中途夭折 灵言 你可畏惧 王师道正色看着灵言 弟子不惧 灵言笃定开口 且不说自己悟性逆天 单说这修行之道 本就该有一往无前的气魄 若是畏守畏尾 还修什么先 不如找个地方 卖红薯去 当真不惧 王师道再问 不惧 至死不悔 灵言铿腔开口 很好 王师道当即取出一枚预检 灵言 三元筑基的法门 还有为师这些年 收集到与之相关的信息 都在这里了 当年老师只差一线 就能完美三元筑基 而你什么都比老师强 你肯定能行 王师道笃定开口 心中却藏了另外一个念头 当年他是摸着石头过河 所以发现问题时 已经来不及准备后手 唯有自斩一元 现在却不同了 研究了三元筑基这么多年 他早已想到了退路 可确保灵言即便是失败了 也不会走自己的老路 不过王师道 并不打算告诉灵言 修行之道 当一往无前 无所畏惧 一旦有了退路 反而容易患得患失 让灵言认为 全无退路 破釜沉舟 当有奇效 弟子定不会让老师失望 灵言郑重接过欲减 你如今的修为 炼气已然九重 下一步就是圆满 你先回去 好好研究这法门 务必领悟透彻 为师会为你准备注击之物 确保你胜算提高三成 你拜我为师 礼物总是给该准备的 王师道说完 就转身离开 灵言朝着王师道离开的方向 深深一拜 而后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庭院之中 灵言神魂一扫之间 开始体悟三元助击之法 定 恭喜您 体悟三元助击之道 悟出三元一体的玄妙 将龙吸水 隐气诀 元神诀 成功融合 推演出新的法门 三花聚顶 变了 三花聚顶被灵言参透的瞬间 灵言就发现 原本的法门变了 灵言稍微运转法门而已 头顶竟然有一朵三色花 凝聚而出 一朵花而已 却流转着天地之间 最神秘的光 光芒垂落之间 宛如万法不清 轰隆隆 而后无量山的灵气 就如同风了一样 朝着灵言的方向席卷而来 灌入灵言的体内 瞬息之间 灵言肉身轰鸣 气海涌动 魂海起伏 三种力量勾连在一起 灵言下丹田气海之中 九道灵气漩涡高速旋转 灵言中丹田黄亭之中 肉身之力汇聚 也凝聚出一道道血气漩涡 灵言的魂魄 汲取神魂之力 也在魂海尼湾宫 凝聚出一道道乳白色的漩涡 灵言气海 黄亭 尼湾宫之中 全都出现了力量漩涡 伴随着三种漩涡的旋转 灵言气息 正以惊人的速度提升 一道 两道 八道 不过数日时间而已 灵言黄亭 尼湾宫之中的漩涡 全都达到了九道 自此 上中下三丹田之中 各自九道漩涡 相互之间形成了 玄妙无比的共鸣 哄 随着灵言肉身 灵气 神魂 同时晋升炼气九重 灵言头顶的三色之花 更是发出灿烂无比的光芒 照亮整座无量山 怎么回事 是无量山 无量山怎么会有一项出现 炼气圆满 这是有弟子入了炼气圆满 法门一项如此惊人 这是怎么回事 三花俱顶横空而出 光耀整个无量山 无量山四面八方 一道道精益无比的目光 朝着灵言扫来 当他们看到 端坐在紫竹林庭院之中的灵言时 全都目瞪口呆 说说说 那之间而已 一道道古老的身影 出现在庭院外 这些平日里跺跺脚 修行界都要抖上两斗的存在 而经收敛自身气息 生怕一不小心 打断灵言的体悟 三元筑鸡之法 这是王师道当年修行的 三元筑鸡之法 可是不对啊 当年王师道三元筑鸡 可没这么大的动静 更没有这等意向 一群古老的下人的修士 全都惊异地盯着灵 刷 王师道也来了 他看着灵言头顶的三花 眉头猛地一皱 还是小看了这小子的悟性 三花巨顶 传说无错 真正的三元筑鸡一旦成功 可引来三花巨顶 将有大道之力 洗礼自身 王师道气得跺脚 他已然尽可能地 高估了灵言的悟性 怎么也没想到 还是低估了 原本王师道寻思着 灵言练弃九重 要以三元筑鸡之法 重鸡根基 怎么也需要十天半个月吧 有了这十天半个月缓冲 足够他备好 所有的筑鸡之物了 可谁能想到 灵言这就圆满了 可是不对啊 传说三花巨顶 是晋升筑鸡之后 才会降临的 如今灵言才炼气圆满啊 再说了 筑鸡需要筑鸡灵物 灵言这小子也没有啊 王师道反应过来 更是疑问 王师道 现在可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灵言炼气圆满 如今已经接触到了筑鸡的门槛 当务之急 是立刻准备筑鸡之物 可切莫影响了灵言筑鸡 没错 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一群老古董纷纷开口 是啊 当务之急 是准备筑鸡之物 王师道点头 筑鸡 寻常筑鸡 是以灵气为枚 配合 以一些天地灵物 化为气海仙台 铸造仙基 这是每一个修士 最关键的一步 能在修行之路上走多远 筑鸡至关重要 老夫手里有一枚八宝水灵珠 虽说不是至尊级的筑鸡之物 却也是顶级 原本老夫是为了自己门下弟子准备的 既然灵言急需 可先给他 一名周身水器缠绕的老者 拿出一枚珠子说道 不行 八宝水灵珠虽然不错 却配不上灵言的根基 王师道摇头 若是别的修士筑鸡 哪怕是最顶级的天骄 八宝水灵珠也肯定够了 可他王师道门下弟子 哪一个筑鸡之物不是至尊级 更何况 是被他寄予厚望的灵言了 王师道 此时 你可没得跳 比八宝水灵珠更好的筑鸡之物 无不是举世难寻的至宝 若是有个十天半个月的 我们自然来得及寻找 可是灵言这小子 可等不起 拿出八宝水灵珠的老者骤眉道 仙宵宗所有修士听练 谁手里有至尊及筑鸡之物 即可送去无量山 中傻 与此同时 仙宵宗身处宗主封上空 三十三重天境之上 仙宵宗主那可隔断时空的 伟岸身影浮现 宏大的声音传遍整个仙宵福地 不止如此 仙宵宗宗主头顶 还有一座仙门洞开 那是一座宝库 乃是仙宵宗抵御 其中收藏有各种奇珍 自然也包括至尊级的筑鸡之物 高天之上 宛如天地的仙宵宗主一挥手 四种至尊级的筑鸡之物 划破长空 落在无量山上 仙灵经 九窍石 龙闻经 凤无目 这些哪怕是在至尊级筑鸡灵物之中 也是最顶级的 我们仙宵宗这么多年来 也就攒下四件而已 四大奇珍一出 所有仙宵宗修士 都是目露金色 仙宵宗万年一来 可谓是人节地灵 所以这至尊级的筑鸡灵物 很少能存下来 若不是 为了以备不时之需 这四件至尊级的筑鸡灵物 估计也早被用了 多谢宗主 王师到狂喜 信手一挥 就将这四件至尊级筑鸡灵物 引向灵岩 灵岩有所感应 三花聚顶运转之间 四大筑鸡灵物就被引入体内 让灵岩的气息再次提升 没动静 该死 这可是四件至尊级的筑鸡灵物 怎么会没动静 有没有可能 四件筑鸡灵物不够 怎么可能不够 寻常修士 一种就够了 强如石经仙 当年也只用了三种 至尊级的筑鸡灵物 这都四种了 还不够 一群老古董 感觉人都骂了 四件至尊级的筑鸡灵物 被灵岩炼化之后 却如泥牛入海 连个响都听不到 老夫可助灵小子一臂之列 此时 仙硝宗深处 又是一道声音传来 而后一道神红飞略 却是一颗鲜艳欲滴 生机勃勃的种子 这是仙硝树的种子 仙硝子前辈 这是把自己的命根子 都拿出来了 仙硝树种子 融入灵岩体内 让灵岩周身 有一重重道运 流转开来 仙硝树 罗浮世界 屈之可守的仙木 天生独刚独目 天地间就这一颗 仙硝树早已经成灵 化形而出 乃是仙硝福 第三大强者之一 仙硝树的种子 乃是仙硝树 生命精华凝聚成的质宝 三千年才能凝聚一枚 平日里 仙硝子可是荡成命根子 如今取一枚出来 怕也是唯一的存货了 有反应 但是不多 四件至尊及助击之物 再加上一枚仙硝树种子 还不够 不是不够 而是差得远 一群修士 全都开始磨牙了 小师弟 来 师兄我助你一臂之力 此时 一道霸绝天地的声音 远远传来 下一瞬 虚空扭曲之间 一道狂傲自私 充满了无敌气概的男子 已经出现在无量山内 那是一名伟暗如天的男子 雄姿应发 五官若刀削腹劈 一头黑发飞扬之间 霸道到极致 石金仙 男子正是无量山大弟子石金仙 而今一出 却是将在场所有人的修为 全都压了下去 刷 石金仙信手一挥 一颗只有拇指大小 却重若神山的石头 被打向灵年 混沌石 这是混沌石真正的鲜物 混沌石一出 所有人眼睛都红了 混沌石 据说是从上一个纪元流传下的东西 举世罕见 唯有在一些古老的遗迹之中 才出现过 而今 石金仙直接拿出了一块 是天机堂 我想起来了 天机堂有一位道君 花了三年时间 耗费珍宝无数 才推演出了一处遗迹所在 而后下了血本探寻遗迹 就是为了得到这一枚混沌石 结果临门一脚 让小石头摘了桃子 一位老的牙齿都掉的 只剩下一两颗的老修士 倒出了原油 哼 混沌石融入灵眼体内 瞬间亮起灿烂无比的鲜光 可是紧接着 灵眼的气息再次沉浸了下去 一群老一辈修士 再次觉导 这还不够 胃口这么大 石金仙脸上也是闪过一抹错愕之色 四件至尊极助击之物 一颗鲜消瘦种子 再加上一枚鲜物混沌石 这都满足不了自家师弟 早知道 就该把天机堂那位盗军绑了 说不定还有别的 石金仙眯着眼 心里寻思着 自己现在出去抢 还来不来得及 大师兄 看来还得看我的呀 此时 一道清朗的声音传来 远处有无边无境的火焰 席卷而来 铺天盖地的火焰之中 一道奇长高挑 少年白发的身影 踩着一口大顶 横空而至 对方的气息 不如石金仙霸道 相反的颇为儒雅 但是眉宇之间 深入骨子里的傲气 还有双目之中 如同容纳着两颗大日一般的霸裂气息 却同样强悍的吓人 对啊 老二你身上的好东西 可是不少 还不拿出来 石金仙目光一亮 去 无量山二师兄淡淡一笑 信手一挥 一朵火种就从他眉心飞出 飘向灵眼 而后融入灵眼眉心消失不见 这是什么东西 气息怎么会如此恐怖 火种一出 那种气息 让在场所有人都是遗产 朱雀火种 真是离了大谱了 这该不会是传说之中的朱雀火种吧 那个老的不像话的修士 眼睛瞬间就直了 朱雀火种 同样是上一个纪元的东西 唯有在一些典籍之中 有只言片语的记载 别说得到 那是见都没人见过 鬼知道这无量山老二 是从哪里得到的 哄 朱雀火种融入灵眼眉心 灵眼的身体都被点燃 又滚滚火焰熊熊而出 火焰在灵眼头顶 化为一头朱雀盘旋 垂落下千万重火光 上古朱雀 没错了 这绝对是朱雀火种 朱雀虚影一出 没人能够淡定 叮 恭喜您 体悟朱雀火种 朱雀之道入道 此刻 鸿蒙金书颤抖 灵眼再无朱雀之道 再加上一枚朱雀火种也不行 原本自信满满的二师兄 眼看着灵眼气息节节攀升 却依旧不曾净升 嘴角也是不由一抽 自家老师 这是招到了一个什么妖怪弟子 刷 一时之间 所有人都齐刷刷地看向王师道 没辙了 他们是真没辙了 现在只能看王师道自己的了 让所有人诧异的是 如此紧急时刻 王师道却是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好 好的很啊 原本老夫以为 老夫当初的三元筑基 只是差了一线 原来是差得远啊 不冤 不冤啊 王师道大笑出声 语气里充满了释然 一直以来 王师道一直以为 自己只是差了一丝 这是王师道心中的 不可化解的执念 而今王师道终于明白了 自己不是只差一丝 和真正的三元筑基比起来 那是云泥之别 老师 现在不是感慨的时候啊 小师弟要紧 石精先抚着眉头开口 老夫做不到的事情 老夫的弟子却可以 今日 谁都挡不住 你小子近身助击 我说的 王师道踏步而出 语气之中 充满了无与伦比的自信和豪迈 王师道说完 所有人目光都是一亮 啪 王师道踏步而出之间 信手对着自己的空间法宝 轻轻一拍 而后一枚玉牌 就从王师道的空间法宝 之中飞出 令牌背面刻着一条黄色大河 正面则是刻着一座浮桥 玉牌一出 就有诡诀阴森的气息 涌向四面八方 让不少修士都是露出星际之色 这是皇权令 罗浮世界八大禁区之一 皇权的禁区信武 皇权令一出 所有人心里都有些发毛了 八大禁区 七十二伏地 要知道 八大禁区还排在七十二伏地之前 八大禁区很少过问修行界的事情 神秘 强大 这就是八大禁区的代名词 天机堂曾经说过 而今的绝代榜不算什么 若是八大禁区出手 所有绝代榜都会改写 如今 如此神秘强大的皇权信武 居然被王师道拿出来了 王师道 想问皇权借一枚三生石 还请成全 王师道朝着皇权令缓缓开口 微微一拜 王师道刚说完 皇权令四周的虚空 就扭曲起来 形成一个时空漩涡 时空漩涡之中 隐隐有一幅诡调到极致的画面 浮现而出 一条黄色大河不见边际 大河之上 一座神庙到极致的浮桥 通往未知的黑暗之地 准 漩涡浮现之间 一道没有任何情绪的声音 从浮桥尽头传出 轰隆 只见黄色大河猛的一颤 而后有一颗三色石 从河中飞出 越过漩涡 冲到了王师道面前 两清 冷漠无比的声音再次传出 王师道面前的皇权令 瞬间没入漩涡 而后连同漩涡消失不见 啪 三生石道手 王师道手掌又是一拍 而后又是一枚令牌 从空间法宝之中飞出 王师道 想问临山接一颗菩提子 王师道再次开口 令牌四周的虚空再次扭曲 形成漩涡 这一次漩涡之中 是亿万佛国 里面有诵经声传出 震动天地 晚辈 王师道 想问 王师道每一次一拍 空间法宝之中 必然有一枚令牌飞出 而后王师道就开口见 一种又一种 至尊极中顶级的助击之物 从令牌画出的漩涡之中飞出 黄泉 灵山 先须 我的天 都说王师道面子大 如今可是真见到了 他居然把八大禁区都借了个遍 这面子通天了 眼见王师道 接连从八大禁区 借来八件助击之宝 所有人都骂了 血本 这绝对是下血本了 八大禁区的信物 王师道足以在罗夫世界掀起腥风血雨了 如今却用来给灵延助击了 来 试试看 够不够 若是不够 老师再去见 王师道淡淡一笑 挥手将八大助击之宝 推向灵延 哄 哄 哄 八种至尊级的助击之物 融入灵延体内 让灵延的气息瞬间沸腾 只见灵延 三大丹田同时轰鸣 诸多助击之物被淬炼出本源 于三大丹田之中疯狂凝聚 哄 灵延弃海之中 率先缔结出一座仙台 而后在灵延头顶显现出来 灵气仙台 形状如剑 轻轻一颤之间 就有无尽剑光展出 犀利无双 这是灵延以自身剑道 融合助击之物演化而出 代表灵延在灵气之道上 最终选择了剑道 哄 灵延中丹田剧烈轰鸣 而后第二道仙台 也是凝结而出 那是一根尺子 可丈量天地 上面有阵纹流转 神妙不休 这是肉身仙台 乃是灵延以自身阵道凝聚而成 哄 最终 灵延上丹田尼丸弓之中 神魂仙台同样凝聚 那是一尊神魂之顶 坐镇灵延魂海 与九转魂连融合 让九转魂连化为一副烙印 烙印于轰炉之上 不止如此 在灵延晋升的刹那 九转魂连直接二转 化为橙色 三大仙台凝聚 灵延体内 三元之力流转不休 玄妙到极致 轰隆隆 此刻 灵延头顶三花灿烂生辉 勾动天地大道之间 苍穹之上 有大道之光垂落 为灵延重铸根基 来了 三元铸鸡一成 可三花聚鼎 以大道之力洗礼自身 重铸根基 如此当为完美 王师道欣慰大笑 成了 此时 王师道无比笃定 灵延必然是修成了真正的三元铸鸡 虽然王师道依旧想不通 为何灵延是先凝聚的三花 在晋升的铸鸡 但是事到如今 这一切已经不重要了 上一个纪元最强的铸鸡法门 而今终于问世 不知道到底强大到了何等地步 是啊 真令人期待 其他老一辈修士 同样是满脸的期待 这是亘古未见的铸鸡之法 只存在于传说之中 资质如当年的王师道 号称古来第一奇才 依旧以失败告终 而今 却在灵延身上出现了 此时灵延 短坐于庭院之中 任凭大道之力 一次次冲刷自己的身体 一股幻血 重练灵气 再助神魂 灵延的实力 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提升 而后灵延的修为 更是如同水道渠成一般 接连近升 助击一重 助击二重 助击三重 灵延的修为突飞猛进 直到助击三重境界 灵延的气息才平息下来 笼罩灵延的大道之力 随之消散 而高玄于灵延头顶的三花 则是在此时落下 烙印在灵延眉心 目光更加欣喜 三花凝聚于眉心 灵延发现这三花印记 可源源不绝地 汲取天地之间最精准的气 时时刻刻提升三元修为 比所谓的巨元法阵 效果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弟子灵延 多谢老师 多谢宗主 多谢先肖子前辈 多谢两位师兄成全 灵延起身 朝着众人所在的方向 深深行礼 灵延虽然一直在修行 可周围发生的事情 却也是一清二楚 只是当时的灵延 溅在弦上不得不发 无法停止而已 你是我先肖宗弟子 本座出手 请礼之中 先肖宗主的声音传来 你小子若是有空 可来先肖伏地深处 陪老夫喝茶 先肖子也是收回了目光 小师殿 你还是谢老师吧 老师对你的偏爱 可着实是酸到我们了 二师兄酸溜溜地开口 这就是无量山弟子 在外面纵横无敌 霸道无双 可回到了宗门 那就是争宠的娃 八大禁区的信物 强如七十二伏地宗主 得到一枚都会珍重地收藏起来 而今王师道一次取出八枚 就为了灵炎助击 弟子 多谢老师 灵炎深以为然地点头 而后那头便败 三跪九寇 这是师道大礼 王师道一脸欣慰地看着灵炎 收徒如此 福福何求 起来吧 王师道扶起灵炎 细细感应着灵炎的气息 神色更加满意 老师 弟子有一物 滴滴滴 灵炎刚欲开口 却只听四面八方 所有修士身上的传讯预检 全都传出阵阵颤音 不只是仙肖宗 此时罗夫世界所有仙门 乃至于八大禁区之中 不知道多少修士身上的传讯预检 全都响起灵音 怎么回事 我们怎么同时收到了信息 该不会是出事了吧 如此之多的传讯同时响起 让所有人都是变色 而后连忙取出传讯预检 天机堂的信息 是绝代榜 绝代榜更新了 还用了手段 确保所有人都会立刻得到信息 王师道等人 若有所思地看了灵炎一眼 而后便是打开信息 哗啦 瞬息之间而已 一副扭曲的卷抽 从一个个修士手中浮现出 助击绝代榜 此次天机堂更新的 正是助击绝代榜 被天机堂排在第一的 正是灵炎 姓名 灵炎 名次 第一 宗门 先宵宗无量山 修为 助击三重 战绩 曾经于五行宗玉名字 长老拜师大会上 以炼器四重修为 无敌于炼器境界 灵炎 助击三重而已 助击境界全无战绩 这也能登上助击绝代榜第一 天机堂这是收钱了吧 简直就离谱 天机堂这排名 是越来越不靠谱了 不过这灵炎 好惊人的修行速度 玉名字的拜师大会 而经过去还不足一个月 灵炎九从炼器四重 晋升到助击三重了 罗浮事件 所有看着助击绝代榜的修士 全都翻起了白眼 助击三重 助击无战绩 凭什么上助击绝代榜第一 钱百多离谱 此时所有人都想不通 灵炎凭什么登上绝代榜第一的位置 浩阳福帝 罗浮事件第一福帝 据说福帝内运一轮大日 可与天日争辉 浩阳福帝还掌握有 罗浮事件号称攻击力第一的法门 浩阳先经 此时 地火岩浆之中 一道身影泡在其中 随着地火岩浆上下起伏 这可不是普通的岩浆 而是蕴含浩阳真意的岩浆 普通的助击修士跌入其中 不用片刻就会被彻底融化 此时 泡在岩浆之中的青年 修为只是助击圆满而已 却是露出享受之色 罗天师兄 不好了 此时 一道慌乱的声音传来 一道遇见身影 出现在岩浆湖旁边 刷 青年被惊动了 猛地睁开眸子 眼眸中有大日虚影一闪即逝 更有丝丝缕缕的火星洒落而下 罗天 正是助击绝代榜之前的第一 何事 罗天看着遇见弟子 声音吭腔 罗天师兄 罗天文言脸上也是闪过一抹错恶之色 自己什么时候败了 自己怎么不知道 之前只是听闻先肖腹弟青衣 正四处挑战助击绝代榜 但是也没找到浩阳腹弟来 林言 是先肖宗林言 他只有助击三重的修为 如今刚晋升 甚至都不曾和助击修士动过手 真是华天下之打击 欲见而来的弟子满脸不愤 绝代榜排名 那都是榜上之人 不断的角逐打下来的 像林言这种未曾一战 直接登顶的从未见过 未曾一战 直接登顶 罗天再次皱眉 是啊 现在大家都说 天机堂是收了钱 否则怎么会如此乱来 欲见弟子很是恼火地说道 天机堂行事 不会无地放始 罗天摇头 那这事情 我们就认了 欲见弟子不甘心地说道 认了 罗天眼帘一抬 缓缓起身 吭腔 吭腔 地火岩浆之中 一道道浩阳真意 在罗天提表汇聚 赫然是凝聚出一套赤色铠甲 浩阳甲 恭喜师兄 浩阳甲大成 欲见弟子狂喜开口 浩阳甲 浩阳福地神品法门 修道大成可凝聚浩阳真意 化为浩阳甲 为神品法门之中最强防御 牢不可破 我浩阳甲大成 本就想着去验证一番 既然这灵言能取代 我绝代榜第一的位子 那就让我掂量掂量他的精良 看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 稳坐绝代榜第一的宝座 罗天淡漠开口 脚下一口长枪浮现 带着罗天消失不见 七十二伏地 这是越连越回去了吗 竟然让一个筑基三重 登上绝代榜第一的位置 八大禁区之一魔土 此时一名少年 饶有兴趣地看着筑基绝代榜 筑基圆满 少年的年纪和灵言差不多 修为却达到了筑基圆满 在少年的肩膀上 还站着一只灵语绚丽的火鸟 主上八大禁区 这一次不是组织了 年轻一代的历练吗 要不您去挥挥这灵言 火鸟鸟会犀利 盯着绝代榜上零年的名字 跃跃欲试 八大禁区 基本上不参与罗夫世界的事情 只是每隔十六年 就会分别派出一名筑基弟子 化名而出进行历练 会是肯定要会的 毕竟我们八大禁区 平日里想出去 可是不简单 只是一旦出去 肯定会遇到那几个凡人的家伙 少年摇头 只要一想到那几个人 脑袋就有点疼 罢了罢了 遇到就遇到吧 我们魔土虽然强 但是有些好东西 可只有外面才有 天魔伏地的天魔酒 可是罗夫一绝 之前老师总说那天魔酒 如何好喝 这次出去 可得带些回来 少年笑了笑 而后抬手之间 祭出一枚令牌 一道漩涡成形 少年带着火鸟一步踏出 已然消失不见 有意思 筑基三重修为而已 就成了绝代榜第一 没想到 我们刚定下的历练的日子 就遇到了如此有趣的事情 此次的历练 应该不会太寂寞 不只是魔土 此时其他七大禁帝之中 也接连有少年少女 盯着筑基绝代榜 露出感兴趣之色 而后一个接一个的消失不见 林妍 接下来怕是有你忙的了 王师道看着林妍 摇头一笑 为何 林妍问道 你未曾一战 就登上了绝代榜第一 人家榜上的人 怕是没有一个福气的 今日之后 怕是有的是人来向你问道 石精先笑着开口 问就问呗 林妍一想也是 这要是自己 自己也不服气 何况你小子 这一次是真的在风口浪尖上了 想和你问到的 怕不只是绝代榜上的人 估计还有更强者 王师道正色道 更强的人 林妍一愣 绝代榜代表的 不就是最强那一列人吗 绝代榜代表的是罗浮 如果对方不认为 自己是罗浮世界的呢 八大禁区自成一体 可是自认独立于罗浮之外的 王师道解释道 八大禁区 就是老师之前求助的那些人 林妍心里一动 没错 八大禁区 每隔16年 都会派出一个 筑基最强的弟子 进入我们罗浮世界历练 这些人每次出现 对于绝代榜前十的天骄而言 都是噩梦一般的存在 王师道摇头笑道 噩吗 还不是被我打得鼻青脸肿 石精先闻言一笑 复义 二师兄也是举手 八大禁区的人 他们都打过 特别爽 主打一个抗揍 16年一次 只怕他们的目的 不只是历练那么简单吧 林妍闻言 若有所思地看向王师道 没错 王师道笑着说道 八大禁区的人 真正的目的是进大罗城 大罗城 那又是什么地方 林妍疑惑道 罗浮的仙门 那都是以洞天 伏地作为宗门玄址 大罗城听着 倒是有些像凡人的城池 大罗城 那是远比八大禁区 还要神秘的地方 若不是那地方有一面城墙 城墙上挂着 大罗城三个字的匾额 你绝对想不到 那是一座城 王师道一脸神往地说道 老师去过大罗城 林妍问道 老师年轻的时候 可也是筑基绝代榜第一 恰逢大罗城开启 老师自然也得进去看一下 老师之所以能有八大禁区的信物 也和那一次的大罗城之行有关 王师道开口之间 目光明亮 意气风发 似乎回到了那一段 争容岁月 原来如此 林妍恍然大悟 大罗城的入口 就在我们罗浮世界 门户十六年一开 所以大罗城开启之前 八大禁区的人就会出来 一个禁区一人 从不例外 筑基圆满 也是能进入大罗城的最高修为 在那里面 你可以得到很多 在其他地方都得不到的东西 王师道说道 比如说 林妍兴趣更浓了 比如说罗浮世界 很难寻到的混沌石 还有不属于这个纪元的法门 总而言之 我们罗浮世界有的 大罗城都有 而我们罗浮世界没有的 大罗城里面也有 你可以理解为 大罗城是上个纪元留下的地方 神秘莫测 王师道说道 难怪八大禁区 十六年就会出现一次 林妍点头 林妍 这对于你而言 是个很好的机会 大罗城的开启之法 就掌握在八大禁区手中 要八大禁区合力才能开启 为了利益最大化 八大禁区 届时会从我们罗浮的 助击修饰之中 挑选一批人一起进去 所以 若是遇到八大禁区的人上门 不要留情 往死里揍 那些人 一个个的全都是贱皮子 你揍他们揍得越狠 他们就越是拉拢你 石经仙很有经验 拍了拍林妍的肩膀说道 师弟记住了 林妍文言 不由玩耳 老师 两位师兄 其实我也有个礼物 想送给你们 林妍笑道 还有礼物 不错啊 师兄我可是 最喜欢收礼物了 二师兄笑迎迎道 老师 两位师兄 你们等着 林妍取出一枚玉剪 神魂之力涌动之间 在玉剪上刻下了 三花巨顶的法门 而后递给了王师道 三花巨顶 王师道扫了一眼玉剪 顿时露出惊骇之色 你的自创法门 让我看看 明白了 这法门 是你靠着我给你的三元 助击之法 硬生生推演出来的 小林妍 你厉害啊 王师道震撼莫名 嗯 老师您的三元 助击之法 其实是一种理念 弟子看了之后 心有所感 就推演出了这法门 如此一来 三元助击 就成了修行法 只可惜此法 修行起来太吃天资和悟性 寻常修饰 还是不要看得好 当然 危险性其实也不大 修行之后 若是无法凝聚三花 那就立即放弃 不会像老师这般 自斩一刀了 灵言叹息道 若是王师道 早有这三花巨顶的法门 而今怕也是杜劫 甚至大成修饰了 此法之玄妙 哪怕年轻之时的为师 也只能体悟一二 不可能修成 不过如今却不然 若是仔细体悟 对老师我的好处极大 甚至让为师 续上修行之路 也不是不可能 王师道悟性资质 本就是古往今来 最顶尖的那一列 而今仔细体悟之下 心有所得 目光也是更加明亮 时经先和二师兄文言 一时间有些哽咽 都是深深地 给灵言诗了一礼 他们跟随王师道 醉酒自然知道 这对王师道意味着什么 若是如此 再好不过 这是我该做的 二位师兄不必如此 灵言先应了王师道一句 而后就赶忙 给两位师兄回礼 你小子 还真是给为师 送了一份大礼 小石道 一会儿 你把这法门腾抄一份 留着体悟 王师道将御简 递给了石经先 老师 那我呢 二师兄人妈了 你看不得 王师道摇头 为何 二师兄一愣 因为你资质不够 王师道一句话 当即让二师兄熄了火 论恋妾 他有着绝对的自信 天下第一是早晚的事 可若是论修行天赋 他在无量山 真排不上号 老二你也别失望 虽说灵言 这法门深奥非凡 可老师 我也不是吃素的 回头就给他拆了 到时候 你们可以专精一项 一元之法 你们都可看的 王师道自信道 二师兄文言 更郁闷了 感情自己 就只能看简化版本 行了 你们二人更为师来 为师还有一事 要你们去办 灵言 我们先走了 你自己调戏一下 王师道和灵言告别之后 就领着石金仙二人离开 灵言盘膝坐下 运起三花聚顶法门 汲取天地灵气 巩固自身的修为 接下来半个月 灵言的日子相当安逸 除却修行之外 就是开如炼丹 灵言几番试验之下 发现如今的自己 已经能够炼制黄品上级的丹药了 承担数量 也可以达到八十一枚 与七师姐口中吹牛逼的炼丹师 一炉承担八十一 灵言还做不到 又是半个月 仙肖伏地十万里之外 一道赤圣如火的光芒 横空而过 直冲仙肖伏地而来 罗天 光芒之中 罗天欲枪而行 速度快得吓人 此时的罗天 却是没注意到 下方一名少年 正盗着奇牛 嘴角叼着一根野草根 慢悠悠地朝着仙肖伏地走去 从我头顶上飞 原本懒散的少年 看着有人 竟然从自己头顶上飞了过去 目光顿时凌厉起来 小青 上 把他给我拦下来 少年一拍牛背 而后只见原本慢悠悠的大青牛 身形猛背一动 下一瞬就出现在罗天面前 拦住了罗天的去路 罗天骤然停下身形 眼中闪过一抹怒意 刚想开口 却被牛背上的少年抢先 你快说 天地那么大 为何从我头顶飞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罗天嘴角一抽 怎么 我在天上飞 还得看看下面有人没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 罗天冷哼 罗天是谁 助击绝带榜曾经的第一 修行的还是最暴力的火属性法门 性格那可也是刚得很 根本就没有解释的意思 那你就是承认在羞辱我了 少年呸的一声 吐出嘴里的草根 让开 罗天文言 懒得废话 脚尖一点之间 直接冲向少年 同为助击圆满 也分三六九等 眼前的少年 绝对不是助击绝带榜上的人 估计就是被某个宗门宠坏 没遭过毒打的弟子而已 这种营养辣枪头的修饰 罗天剑多了 分分钟被自己撞飞出去 当 罗天刚冲到少年对面 少年周身的空间 却突然扭曲 变得坚不可摧 罗天一头撞上去 肉身猛的一颤 而后一股无皮的反振之力袭来 直接将它震飞出去 哄 罗天身形倒飞之间 后背轰的一声 撞上了一座大山 大山轰鸣 一道道惊人的沟壑 顺着山体 蔓延向四面八方 好 山林之中 传出一道道恐惧的咆哮声 却是数不清的异兽被惊动 疯狂逃窜 扶不扶 不扶再来 扶了就道歉 少年依旧懒洋洋的 坐在大青牛后背上 满脸的玩世不恭 滚 罗天长笑 眼中光芒灿烂 很强 眼前这少年 比罗天交过手的所有筑击 圆满都强 坑枪 罗天信手一招 就将脚下的长枪握在手中 好洋枪 哄 罗天抬手之间 手中长枪猛地挥出 一股刚猛霸道到极致的枪翼 冲销而起 化为一轮惶惶大日 朝着少年压落而下 在我面前玩枪 你不行 少年神色不变 只见同样有一道枪芒纵横而出 枪芒一出 若岁月更迭 惊艳到极致 瞬间击穿了大日 让无尽的浩阳真意 冲向四面八方 四方草木 刹那成灰 大帝在浩阳真意之下 化为岩浆 鼓鼓流淌 而后少年那一枪 依旧以势不可挡的气势 冲向罗天 在罗天毫无反应时间的情况下 打在罗天胸口上 哄 罗天再次被打飞出去 这一次 直接撞碎了一座大山 乱石崩空 将罗天淹没 哄 下一刻 罗天从碎石之中冲出 此时的罗天披头散发 胸口的浩阳甲 都被枪芒击碎 破破烂烂 有鲜血一出 怎么可能 罗天看着自己被击穿的浩阳甲 开始怀疑自身了 浩阳甲 神品最强防御神通 如今就被这少年 随手一击就击穿了 何人在我仙肖宗将域内 肆意出手 此时 一道道身影遇见而来 却是仙肖宗的弟子被惊动了 是罗天 罗天好像受伤了 那少年是谁 同为筑姬圆满 竟然能伤到罗天 仙肖宗弟子看着浩阳甲 碎裂了一大片的罗天 都是惊异地看着奇牛少年 道歉 少年依旧漫不经心地开口 罗天文言 脸色一黑 再来 罗天一抖手中长枪 就要再次出手 罗天 还有这位小兄弟 我们仙肖伏弟 入口方圆百万里内 不得擅自动手 还请给我们仙肖宗一个面子 莫要再出手了 仙肖宗为首弟子开口 这若是两个寻常修士 敢在仙肖宗门口打架 早就被镇压带回去了 眼前这两人却不同 一个是浩阳伏弟的天骄罗天 筑姬绝带榜第二 一个却能压着罗天打 估计也是个狠人 仙肖宗争一眼闭一眼 也就过去了 仙肖宗的面子 还是得给的 你走吧 少年文言灿烂一笑 倒也不再坚持 我罗天记住你了 罗天看着少年 再看着仙肖宗弟子 却是没了挑战灵年的心思 掉头就走 罗天本是冲着灵言而来 争的就是绝代榜第一 而金筑姬圆满 还有人比自己更强 自己还争个什么劲 反正拿不了第一 这位兄台 请问仙肖伏弟怎么走 罗天刚飞出几十万里 却是再次被人拦住了去路 只见对方同样是个少年 肩膀上还站着一只鸟 不知道 若是平日里有人问路 罗天道也会指点一二 而金氏真没心情 罗天说着就要走 真不知道 少年一脸怀疑 少年记得仙肖宗应该就在这附近 眼前这柱鸡圆满出现在这里 怎么可能不知道仙肖宗的位置 说了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 罗天更加不耐烦 伸手就想把眼前的少年扒拉开 可让罗天惊诧的是 自己竟然没扒拉动 你这人怎么这样 我就问了路 你怎么还动起手来了 碰 少年眼中闪过一抹不满之色 一把扣住罗天的手臂猛的一甩 就把罗天给甩了出去 不可抵挡 罗天极力想化解少年的力量 却发现自己的力量被彻底压制了 你挡路了 罗天晕头转向之间 一道清冷的声音传来 只见一只玉手已经朝着自己抽来 罗天瞳孔收缩 同样一掌轰出 碰 让罗天绝望的是 自己的掌印瞬间被打爆 然后身体换了一个方向继续飞 这一次一道稚嫩的声音传来 罗天看到一个唇红齿白 眉心还点着朱砂痣的小和尚 出现在自己身边 手掌轻轻一拖 就将自己身上紊乱的力量化解 接住了自己 小和尚做完这些 才施施然的朝着仙宵伏地而去 小和尚脚踏虚空 每一步都有朵朵金莲虚影明灭不定 罗天呆呆的看着几人离去 感觉到心稀碎 自己堂堂绝带榜第二的强者 结果路上遇上几个筑机圆满 一个都打不过 我倒是要看看 你们都是什么来路 罗天咬牙再次掉头 前往仙宵宗 小师爹 你的麻烦来了 与此同时 无量山内 石金仙出现在林年的庭院中 对林言灿烂一笑道 八大禁区的人到了吗 林言一笑 嗯 浩阳福地 那个罗天也来了 就是被你踢掉那个 在外边被八大禁区的人打得可惨了 石金仙古怪一笑 石金仙虽说没出无量山 可自家门口的事情 还是很清楚的 大师兄都说八大禁区很强 讲讲呗 师弟我还一点都不了解呢 林言好奇道 罗天市之前的绝代榜第一 战力肯定很强 结果遇上八大禁区的人 差距似乎很大 八大禁区 号称独立于罗浮之外 其实就是在自己脸上贴金 他们也在罗浮世界修行 只是位置处于罗浮尽头的八个方位罢了 石金仙道 话虽如此 八大禁区确实很强大 他们之间谁强谁弱 一直没个定论 不过每十六年一次的历练 老师说过藏仙谷内很可能有活着的仙存在 所以疑似最强 石金仙又道 活着的仙 林言心中一震 我们修行的尽头就是仙人 可所有成仙的修饰都会消失 传闻是飞升到了仙界 可毕竟没人见过 老师之所以认为藏仙谷有仙 是老师曾经去过藏仙谷 感应到了真正的仙灵气息 不过 这是藏仙谷的隐秘 老师自然也不会多问 石金仙私存道 若是真的有仙 那藏仙谷确实无愧于第一 余下七个禁区分别是灵山 黄泉 仙虚 新陈静 三仙殿 天外天 还有最后一个魔土 石金仙又介绍道 灵山修行的都是福道 每一个都是肉身强悍之辈 其中一些佼佼者 倒是可以和师兄五过两招 黄泉 八大禁区之中最神秘的存在 可欲施而战 极为诡诀 仙虚的传承就复杂了 五花八门什么都有 每一种都很强 所以仙虚每一带出来的弟子 所学都不同 新陈静的生灵都很古怪 他们的原型 曾出现在上一个纪元留下的典籍之中 疑似和星空之中 很多灭绝的生灵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三仙殿的修士 是你七师姐 二师兄 四师姐的老对手了 主攻炼丹 炼气和阵法 出来的弟子 都是炼丹师 炼气师和阵法师 不过他们的炼丹术 阵法和炼气术 和我们罗夫世界完全不同 却非常强 天外天妖修居多 最强的就是他们的血脉神通 威力远超同级法门 最后一个魔徒 你尤其要小心 他们以心魔修行 诡异强大 若是与他们交手 最怕不知不觉 陷入他们构造的魔域之中 石经仙将自己知道的东西 一一道出 长见识了 八大禁区似乎各有所长 林言点头 对八大禁区有了全新的了解 没错 各有所长 不过最终 还是得看自身的本事 当年师兄 我能压着八大禁区的人打 师弟你肯定也行 石经仙笑着说道 师兄与他们交手 是什么境界 林言问道 助击圆满 石经仙道 真是压着他们打 林言眨了眨眼睛 那还能有假 石经仙笃定开口 那就好 老实说 我若是三元助击成功 同竟是大师兄你的九倍战力 如今我助击三重 应该足以抹平小境界上的差距了吧 林言笑道 碰 石经仙文言 顿时气的一巴掌 护在林言脑门上 你小子 胆子肥了呀 拿大师兄开涮 石经仙一脸无语 自己可是天下无敌的精仙道君 如今道好 成了林言的计量单位了 骑牛小道周小白 前来无量山问道 请绝带榜第一次叫 此时 一道懒羊羊的声音 从无量山脚下传来 却是骑着大青牛的少年 已经来到了无量山脚下 羊鸟的刘羊 前来无量山问道 请绝带榜第一次叫 肩膀上站着火鸟的少年也到了 看着不远处的周小白 耸了耸肩膀 藏仙古言九仙 前来无量山问道 请绝带榜第一次叫 一巴掌抽飞罗天的少女也到了 黄泉 一道又一道身影 出现在无量山脚 都是和林言差不多的年纪 修为却都是筑基圆满境界 八个少年少女站在那里 气息相互碰撞 爆发出绚丽无比的光辉 同时有惊人的气息 涌向四面八方 强悍到极致 八大禁区 他们来自八大禁区 罗天同样到了 看着那八个人 作为浩阳福地敌传 他如何想不到八大禁区 可惜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 如今唯有握紧拳头 一脸的不甘和落寞 想当初 他冲上筑基绝带榜 乃是因碾压之事 击败了原来的第一 登上王座 和其的意气风发 如今 林言未曾一战 就先翻了他的位置 这就算了 八大禁区的人 也都冒出来了 全都比自己年纪小 实力却强了一大截 这让原来以为 自己绝对不弱于人的罗天 如何能不落寞 原本他还向来挑战林言 如今却是一句话 都说不出口了 诸位师兄师姐 上门是客 请 此时 林言的声音 从无量山上传来 刷 八大禁区弟子也不客气 直接飞向无量山 罗天师兄 既然来了 一起吧 林言的声音再次传出 惊醒了站在那里的罗天 罗天犹豫了一下 而后紧跟着八人 飞向无量山 九人刚到林言的庭院 就是微微一愣 只见林言庭院之中 林言端坐在茶几后面 正对着众人 林言面前的茶几上 泡着一壶热茶 香气四溢 正是林言从五行踪 带回来的五宝茶 诸位师兄师姐 林言入修行之门不久 身无常物 也就这从五行踪 带回来的五宝茶 能招待各位了 请坐 林言起身 做了个请的姿势 八大禁区弟子闻言 都是露出感兴趣之色 没想到这林言 还是个妙人 九人不曾犹豫 随意落作 气息阴冷诡诀 一看就是来自黄泉的少年 一把抓起桌上的茶杯 一饮而尽 看着林言开口 茶喝了 林言顺手取过黄泉少年 面前的杯子 笑着问道 黄泉 谢长安 谢长安很是干脆的回应 他们八大禁区弟子的身份 寻常人不配知道 林言却不在此恋 毕竟他们来到这里 本就是冲着林言 这个助击绝代榜第一而来 原来是谢师兄 林言不温不火的 再次给谢长安 倒了一杯五宝茶 不过这一次 却不曾将茶杯递给谢长安 而是漫不经心地问道 敢问谢师兄 最强的是哪一道 我作为黄泉弟子 主修自然是御师之道 至于我自身 也极为擅长刀刀 谢长安自信开口 刀刀 挺好 我也学过刀 是十二师兄所传 名为吉寒刀 哄 林言开口之间 信手一挥之间 茶杯就飞到了谢长安面前 咦 此刻 在场几乎所有人都露出惊异之色 一个个都是饶有兴趣的 看向谢长安 至于为何是几乎 那是因为罗天还带愣着 他啥也没看出来 至于谢长安 此时 他这目光凝重 如灵大敌的看着 悬浮在面前的茶杯 和尚 一杯茶而已 有何玄妙 罗天实在看不出其中的门道 连忙询问身边的灵山弟子 在场这么多人 他估计也就眼前这个小和尚 好说话一些 这都看不出来 小和尚一愣 看不出 罗天心里有些躁得慌 感觉自己修行以来 受过的所有委屈 加起来都不如今日多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小和尚淡漠开口 并无解释的兴趣 谢师兄 请 林言做了个请的姿势 好 谢长安斗志昂扬地接过茶杯 只见原本平静的茶杯 被谢长安握住之后 杯中却是突然爆发出 阵阵刀鸣之音 似有万千刀光在杯中翻涌 原来如此 林言将自身刀意 融于杯中茶内 若是自身刀意 不能磨灭这茶之中刀意 那这茶可就太烫嘴了 罗天恍然大悟 而后心中就是一阵羞恼 显然 在场所有人 只有自己感应不到茶中的刀意 故多 谢长安神色凝重 一口将五宝茶吞下 脸色却是瞬间涨得通红 哄 谢长安身体一震 坐下的竹椅瞬间四分五裂 地上更是留下一道淡淡的刀痕 刀刀 我不如你 助击绝带榜第一 名副其实 谢长安深深地看了林言一眼 而后说道 干脆 利落 毫不拖泥带水 别看谢长安傲到了骨子里 却拿得起放得下 玩尸体的 你可别瞎说 是否名副其实 可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骑牛而来的周小白 眼睛微微眯起 一改之前的慵懒模样 气息无与伦比的灵力 这位师兄是 林言行礼 先虚 周小白 周小白回应 黄泉 先虚 罗天叹了口气 林言当真不是自己能比的 八大禁区的传人 如今都登门了 依旧进退有度 甚至可以将之挫败 自己差得太远了 我最擅长的是枪 周小白不等林言询问 已经主动开口 罗天深以为然地点头 周小白的枪 罗天亲眼见识过 自己大成的浩阳枪 面对周小白的枪意 根本不堪一击 枪的话 周师兄你得等等 林言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为什么 周小白一愣 我之前没学过枪啊 给献学 林言认真地说道 献学 周小白脸色一飞 你当自己是谁啊 献学枪盗来和我比试 真是蛤蟆吹唆呐 你不说人话啊 林师弟若是未曾修过枪的话 师兄的执法也是不错的 周小白提醒 枪盗 指盗 颇有相似之处 周小白之前 就是一指为枪击溃的罗天 没事 很快 林言摇头 然后就回头扯着嗓子喊了一句 大师兄 师弟想练枪 给 石金仙一弹指 一道流光 就从林言身后的洞府中飞出 落入林言手中 岁月之枪 林言接过预检 就开始细细体味 岁月之枪 石金仙此时也是憋着坏呢 这岁月之枪 乃是石金仙当年 暴走先须弟子之后得来的 他远观周小白身上气韵 明显修行的 就是岁月之枪 正好让小师弟 给先须弟子 一个小小的震撼 当年自己虐身 今日小师弟虐心 当福一大百啊 定 恭喜您 岁月之枪大成 岁月之枪修行起来 难度可不低 不过依旧被林言 直接修制大成 大师兄 对于此枪可有心得 林言又喊了一嗓子 有 石金仙干脆了当 又扔了一个御检出来 林施主 你这又是何苦呢 林山来的小和尚 忍不住双手和时探道 我倒要看看 你能学到哪一步 饶是一向被懒的周小白 此时也是气得不轻 这也太看不起人了 不接 你等我先看看 林言却是不紧不慢地 应了一声 开始看石金仙给的心得 定 恭喜您 体悟岁月之枪修炼心得 岁月之枪达到完美之境 正 此刻 林言眼中似乎有枪芒一闪而过 定 恭喜您 以岁月之枪入时间之道 时间之道入道 而后林言再次顿悟 悟出了时间之道后才 睁开了眼睛 周师兄 可以了 林言看着周小白 真的 你没开玩笑吧 不行再悟个三五日 周小白不愧是先虚传人 心虚早已调整好 又恢复了往日被懒的样子 似乎恨不得林言再悟三五天 三五日太长了 林言摇头 并指在周小白面前的茶杯上 轻轻一点 杯中茶顿时荡起一抹淡淡的涟漪 岁月之枪 你怎么会岁月之枪的 林言指点在茶杯上 周小白却是一下子呆住了 其他七个禁区弟子 也是一副见鬼的表情 周师兄好演练 这确实是岁月之枪 我大师兄传的 林言笑着开口 大师兄 就是刚刚与你说话之人 他到底是谁 周小白死死盯着林 石经仙 林言道 什么 石经仙 原来你是石经仙的师弟 石经仙三字一出 不只是周小白 其他七个禁区弟子 毛子也都瞪得滚圆 远比知道林言会岁月之枪 还要震撼 石经仙这个名字 周小白八人是既熟悉又陌生 他们从小到大 修行地的各种靶子 清一色都是人形雕像 或者人偶 这些雕像和人偶 除却材质不同之外 相貌全都一个样 八人都问过自家老师 这雕像是谁啊 答案就只有三个字 石经仙 再问 再问就是竹笋炒肉 达到你生活不能自理 八人曾在一场禁区交流会上 提过此事 才发现八个人都有这种经历 这得多大仇 多大愿 才会让八位禁区强者 把一个人的形象做成靶子 日日被各种法门殴打 至于说陌生 那是因为除却石经仙这个名字 他们是啥也不知道 不止自家老师不说 就连知道内情的禁区老人 也是语言不详 生怕多说一个字 就会激怒自家老师 他们如何也想不到 让自家老师恨得咬牙切齿的石经仙 居然是林妍的大师兄 不是 你们来找我麻烦 难道不该了解了解我 居然连我的师诚都不知道 再说了 我大师兄石经仙 可就在杜杰绝代榜上 你们就不能看看 林妍一脸无语 明白了 难怪老师只对我们看住基绝代榜 原来就是 不想让我们看到石经仙的名字 这里面肯定有古怪啊 老师这么恨石经仙 却又不想让我们知道 这个人的信息 肯定是他对老师做过什么 八个禁区弟子目光全都一亮 对石经仙和自家老师的恩怨情仇 是更加好奇了 大师兄 你当年真做过他们 这一次 林妍选择给石经仙传讯 你最好还是别知道 石经仙悠悠开口 为什么 林妍反问 容易被灭口 石经仙再次开口 林妍当即闭嘴 打消了心中的八卦小念头 听人劝 活得长 难道老师被石经仙抢过 对 岁月之枪就是证据 周小白看着面前的茶杯 笃定开口 周师兄 这茶再不喝 可就该凉了 林妍笑道 行 我倒是要看看你 到底学会了几分岁月之枪的真传 周小白点头 然后一把朝着茶杯抓去 可是紧接着 周小白脸色就是一变 茶杯明明近在咫尺 周小白却根本无法触及 时间之道 你竟以岁月之枪 悟出了时间之道 周小白大汉 岁月之枪强就强在 本身蕴含时间之道 修行道完美境界 可入时间之道大门 一旦入了时间之道大门 枪出如时光流逝 刹那便是永恒 周小白专修的就是岁月之枪 虽说早已大成 却一直不曾完美 更别输入时间之道的大门了 时间之道本身 又是一种极难 极吃天赋的大道 若是通了 那你助击一可通 若是不通 合体都不行 杜杰勉勉强强 周小白的老师就是如此 以杜杰之身 才勉强入了时间之道 灵言呢 不过转瞬 他就将岁月之枪修至完美 一举踏入时间之道 这 真的可能吗 周小白陷入深深的怀疑之中 不可自拔 灵师殿 你当真是刚刚才修的岁月之枪 周小白收回手掌 一脸的不可置信 你猜 灵言灿烂一笑 不置可否 周小白盯着灵言看了半晌 而后收回目光 这已经不重要了 枪道我不如你 周小白再次恢复被揽模样 只是靠着大青油的后背 早已被汗水浸湿了 代表着此时的周小白并不平静 还有那位想喝茶 灵言笑道 小僧 想问灵师弟讨一杯茶喝 不过这茶 师兄想自己倒 灵山小和尚 私存片刻后开口 面前的茶壶抓去 来者是客 岂有让师兄自己倒茶的倒脸 还是师弟来吧 灵言洞悉了灵山小和尚的心思 却是率先端起茶壶 小僧 喜欢亲力亲为 灵山小和尚笑着开口 一只手同样握住了茶壶 两人各自抓着茶壶的一半 真就如同客套一般互不相让 场面很是平和 可茶壶内 如今却是已然翻江倒海 原本好好的一壶茶 如今里面的茶水 已然在二人的控制下一分为二 灵山小和尚五指微微一抓 他那一半茶水就化作一朵仙趴 仙趴之中蕴含无尽纸意 灵言心念一动 一半茶水也化为一道纸印 和仙趴对撞在一起 灵山蔫花纸 玄黄纸 两人赫然是以茶壶为战场 抬手就是两种纸意的对决 哄 两指相撞 茶壶轰鸣 可两人却有用灵力将茶壶给护住了 否则别说是一个茶壶了 一座山都要插那成灰 小和尚露出凝重之色 却是自己的蔫花纸 已然被灵言破掉 再来 灵山小和尚轻贺 五指猛地立起 却是画纸为掌 朝着茶壶轻轻一推 只见消散的仙趴之中 一道完全由茶水凝聚而成的掌印冲出 催枯拉朽一般拍向玄黄纸 来 灵言见状 同样画纸为掌 行云掌戳 两道掌印对冲 灵山小和尚身体一震 额头已然有细密的汗珠浮现 涅槃精深 这一次 小和尚声音已然拔高了几分 掌心有金光亮起 茶壶之中 灵山小和尚控制的一半茶水 瞬间化为一座金光灿烂的佛像 散发出不朽的气息 后土如山 灵言同样开口 所持的一半茶水化为十二口大印 只是一击而已 就将涅槃精深震碎 哼 灵山小和尚如遭重击 猛地收回手掌 却是感觉手臂酸麻 骨痛欲裂 这位师兄 这茶还是师弟来倒吧 灵言若无其事地拿着茶壶 给灵山小和尚倒了一杯茶 此刻 在场所有人看向灵言的目光都变了 若是之前 灵言只是和谢长安 周小白 进行了一种道上的对决 那么这一次 灵言可是实打实地压制了灵山小和尚 还是全方位的碾压 有劳灵师弟了 灵山小和尚 双手合十 心悦成福 刀刀 枪刀 直刀 掌刀 肉身之刀 我们已然不是灵师弟对手 现在可以好好喝茶了吧 奇牛的周小白 显然是彻底摆烂了 反正他都输了 这可不然 战斗之道 我不是灵师弟的对手 就是不知道 灵师弟有没有兴趣 和我比一些别的 三仙殿弟子 饶有兴趣地看着灵言 三通 你能不能要点脸 难道你还指望 灵师弟全能不成 就是 修士修行 实力为尊 敬大罗城 有实力就够了 三通刚说完 谢长安 周小白和灵山小和尚 就开始给灵言说话了 你们懂什么 炼丹 炼器 布阵 这可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若是我在战斗之中 祭出允星大阵的话 敢问诸位 该如何应对 三通据理力争 炼丹师 炼器师 阵法师 怎么就没战斗力了 炼丹师擅长浴火 修行火道神通 战斗力可是丝毫不弱 炼器师 就更不用说了 别的没有 法宝管够 一群法宝同时丢出去 谁敢说能接得住 至于说阵法师 一旦阵成 那战斗力 也是嘎嘎猛 若是这三道 运用的好的话 确实很强 灵言深以为然的点头 灵师弟 这是学过这三道 三通目光一亮 识不相瞒 布阵的话 师弟略知一二 炼丹七师姐 也教过我几手 只是炼器 我还没开始学 灵言回应 没事啊 那我们就比炼丹和布阵 灵师殿 你可知道 师兄我为何叫三通吗 三通一脸自信的笑容 可是单通 气通 阵通 灵言笑道 没错 师兄我在三仙殿有三道老师 擅长三道 我家三道老师 都说我天赋一饼 未来绝对能三道达成 故而给我取名三通 三通得意开口 那正好 师弟我这边有一杯茶 还请三通师兄评评 灵言笑了笑 又给三通倒了一杯茶 只是灵言当着三通的面 就给茶水里加了点料 加料的茶 我喜欢啊 三通目光更亮了 接过茶杯之后 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 这是曼陀丹 灵师弟 这曼陀丹以曼陀花 为引炼制而成 一旦服下 可令人沉浸在幻想之中 这丹药很难破解 不过师兄我 至少有三种破解之法 三通开口之间 并止如见 朝着茶杯连斩三次 茶杯顿时一分为三 里面的茶水 却并无半点洒漏 第一种办法 可用震魂相解 第二种方法 可用逍遥伞 第三种方法 可用通原子 三通自信开口 却是把三种解读的法子 一次性道出 只见三通 取出三颗丹药 各自放进了一分为三的茶杯之中 而后三通 取过三分之一的茶 一口喝下 临时店 你看 师兄我没事吧 三通喝了茶之后 满脸自信地看着灵炎 结果刚说完 身体就是一晃 然后扑通一声倒下 当场晕了过去 怎么回事 在场众人 除了灵炎之外 全都怪异地 看向晕倒的三通 曼陀丹 能让人沉浸在幻境之中 你即便解不了毒 那也是陷入幻境 这直接晕了是什么意思 刷 众人惊诧之间 三通已经翻身而起 惊悚地看着灵炎 怎么回事 我明明解毒了 为何会晕 不对 这是震魂香的效果 三通人都骂了 震魂香明明是自己 用来解毒的 怎么反而 把自己放倒了 三通师兄 这剩下的两杯 你还喝吗 灵炎眨着眼睛问道 喝 三通咬牙 举起第二杯茶 那是被三通 放了逍遥散的茶 三通这次学乖了 先是举起茶杯 小心翼翼地 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 确定无误之后 这才一眼下 刷 三通刚喝下茶 灵炎就一把 将面前茶几给端了起来 直接飞升上了屋顶 走 其他几人见状 虽然不知灵炎为何会这么做 却还是连忙跟着跳上了屋顶 啊 小师妹 你怎么来了 啊 师兄错了 师兄这就跪 灵炎等人刚躲开 就看到三通如同疯了一般 在院子之中到处乱窜 跪地求饶 满脸的谄媚 嘴里还说着各种道歉的话语 这是 没把弥陀丹的药性解开 陷入幻境了 可是三通不是已经再三确认了 怎么还是着了道 小师妹 有故事啊 其他几个禁区弟子 眼中全都亮起八卦的光芒 而后怪异地看着灵炎 灵炎好像早就猜到了 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呀 啊 见鬼了 片刻之后 三通惊醒过来 一张脸顿时烧得通红 自己到底是怎么着的道啊 三通啊 小师妹是谁啊 周小白看着三通 意味深长地问道 小师妹 我错了 我这就跪 连刘阳肩膀上那只火鸟 都是口吐人言 模仿的唯妙唯肖 滚 我告诉你们 今日这事情 你们要是敢说出一个字 那就别怪我杀人灭口了 三通文言顿时气急败坏 灭口 吓死我了 不行 我得和其他师兄弟交流一下 面对这种情况 该如何保命 不是我说 你们是真的啦 就不能学学我 将三通师兄跪地求饶那一幕 直接录下来 我现在就把刚刚记录下的画面 传给师兄们 让他们珍重保存 将来我若是出了事 我保证这画面在三仙殿轮播个七天七夜 七个禁区弟子 根本就不带怂的 一个比一个嚣张 尤其是羊鸟的刘阳 那叫一个阴损 打算给三通轮播个七天七夜 一群混不令 滚刀肉 气死我了 三通气得咬牙切齿 顺手就把最后三分之一的茶 一口灌下 一口茶喝下 原本气急败坏的三通 脸色顿时胀的通红 双腿不自觉夹紧 捂着屁股 慌乱地看着灵延 灵师弟 你这洞府可有茅房 茅房 灵延笑着摇头 三通师兄 你在这修行之地 想找个洞府简单 但是想找茅房 那可救 不只是灵延 其他人更是笑得差点背过气去 修士进入炼气境界之后 体内肮脏之物 基本上都会随着修行湮灭 确保肉身纯净 尚哪去找茅房 不行 我憋不住了 刷 三通身形一闪之间 已经冲出无量山 直冲一处僻静之地而去 灵延师弟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七大禁区弟子 全都好奇地看着灵延 等三通师兄回来 让他自己告诉你们吧 他应该能想明白 灵延笑道 灵延师弟 你能连拜他们 确实很强 不过师姐也有一道 想请灵师弟赐脚 八大禁区唯一的少女开口了 罗天看了少女一眼 身上忽然好疼 之前就是这少女 差点没把她抽死 若不是灵山小和尚 关键时刻帮她化解了那股力量 她不死也得重伤 这位师姐是 灵延明知顾问 之前少女曾自爆家门 灵延自然是听到了的 不过 之前几位都介绍了 也该给这少女一个台阶 藏仙谷 炎九仙 炎九仙美眸一闪 原来师姐 是八大禁区之首 藏仙谷的弟子 灵延不经意地捧了一手 石金仙说过 八大禁区每一次出来的禁区弟子 最强的那个都是藏仙谷弟子 而且藏仙谷疑似有仙 刷 灵延刚说完 其他几个禁区的弟子 全都齐刷刷地看向炎九仙 藏仙谷 什么时候成了八大禁区之首 就是 这事情 我们怎么不知道 周小白等人都是挑眉 看向炎九仙的目光 多少带着几分不满 这话是灵延说的 不是我说的 不过 我觉得她说的对 炎九仙淡淡道 人言否 几个禁区弟子 都是听得咬牙切齿 这炎九仙 还真敢顺着杆子往上爬 你们若不服 可以动手试试 当然 老师也说了 他很欢迎你们家大人 来我们藏仙谷切磋一二 炎九仙很是强势 根本就不怕被针对 动手就动手 我先来 周小白猛地起身 显然是缓过进来 又想出手了 你的岁月之枪 勉强大成而已 不是我的对手 炎九仙摇头 陈述一个事实 我还真就不信了 上了一站 周小白腾空而起 站在庭院上空 一柄长枪就出现在了他手中 真 可还未等周小白出枪 炎九仙已经如影随形 晶莹剔透的指尖 直接按在了周小白的眉心上 什么 周小白脸色一下子就白了 额头有冷汗 滚落而下 好快的身法 灵言惊叹开口 快 炎九仙的身法 快到极致 如同横跨了虚空一般 直接出现在了周小白面前 炎九仙那一指内 还蕴含着一股 令人惊悚的剑意 宛若神法 其他几个禁区弟子 也是头皮发麻 虚空步 这是藏仙谷的虚空步 据说脱胎于碎空步 需要将碎空步修至完美 领悟出虚空之道后 才能修炼工程 虚空之道和时间之道一样 乃是最难领悟的大道之一 没想到炎九仙已经悟了 禁区弟子全都凝重开口 原来这就是虚空之道啊 我学会了 灵言目光灿烂 服不服 炎九仙看着周小白 平静开口 不服 我就是不认 周小白耿着脖子 一改之前和灵言交手之后 立马认输的干脆劲 那滚吧 哄 炎九仙也不惯着 玉手一阵之间 指尖蕴含的剑意瞬间迸发 将周小白打飞出去 灵言师弟 我这剑道可曾入得你乏眼 能让你全力与我一战 炎九仙打飞了周小白之后 俯瞰着灵言 美眸之中有战意在酝酿 九仙师姐 你会输的 灵言回答的可实诚了 刷 灵言刚说完而已 炎九仙的身形 已经出现在灵言面前 同样是一指落下 结果这一次 炎九仙一指 却是落了空 只见灵言身形同样一闪 虚空就如潮汐起伏一般 拖着灵言出现在空中 虚空知道 炎九仙作为修饰 自然是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不由想起 刚刚灵言那句 我学会了 当即就有些破坊 你他妈看眼就学会了 瞎几把看啥 就你长眼睛了 九仙师姐 要不我们随便玩玩 就别打了吧 摇头说道 这可不行 战斗的尽兴 别看炎九仙内心活动 无比丰富 脸上却依旧是一副 清冷姿态 一把通体紫色 缭绕着无穷雷光的长剑 已经被他握在手中 落霞剑 炎九仙竟然把这落霞剑 带出来了 这可是仙宝 落霞剑一出 禁区弟子 全都露出惊骇之色 落霞剑 乃是从大罗城内 带出来的仙宝 因为剑柄上 刻有落霞二子得名 此剑不知道是以什么材质铸造 天生蕴含雷伐之意 仙伐之威 哪怕是在八大禁区之中 也是最顶级的仙宝 好剑 灵言目光一亮 灵言能感受到 落霞剑内有自己需要的剑意 若是能体悟一二 自己的剑道将更进一步 灵言失地 此剑威力极大 虽说被封印了剑意威能 却依旧有着无敌之姿 你若是不认真 师姐可未必能收得住手 炎九仙收敛情绪 美眸绽放出灿烂雷光 霸道的一塌糊涂 九仙师姐 你想让我认真 也不是不行 灵言含笑道 你想如何 炎九仙柳眉一条 若是我赢了 师姐这落霞剑 可否借之一关 灵言目光灼热地盯着 炎九仙手中的落霞剑 你若是能赢我 这落霞剑 你随便看 炎九仙开口之间 手中的落霞剑已经挥出 轰隆隆 震龙发聩的雷声响彻 只见无穷无尽的电光汹涌而出 宛如神伐降临 让在场所有人都是露出惊惧之色 仙伐剑爵 仙平法门 这又是一个怪物 竟然从筑基境界 就开始体悟仙平法门了 仙伐剑爵一出 禁区弟子心中都是一跳 仙伐剑爵 当是四大剑爵之一 仙伐剑爵 九仙剑爵 飞仙剑爵 混沌剑爵 四大剑爵 其中只有九仙剑爵 是这个纪元的剑爵 由九霄剑仙所创为当世之罪 另外三大剑爵 据说全都不属于这个时代 是从上一个纪元流传下来 于大罗城内被发现 四大剑爵 不论是哪一种 都必须有着绝世的剑道天赋 才可修行 像是严九仙这样 从筑基开始 就体悟仙伐剑爵的 绝对是亘古未见 来 灵延面对汹涌而来的雷霆剑光 剑道入道全开 抬手一直点出 哄 一指一剑对撞之间 无穷无尽的雷光 那汹涌的雷光即将落在无量山上之时 灵延洞府之中 一股磅礴的力量蔓延而出 将所有雷光隔绝 嗖 灵延身形微微一颤 后退一步 指尖有丝丝缕的剑意在缠绕 好剑 当真是好剑啊 灵延看着指尖 缠绕不休的剑光 目光越来越亮 那剑光如雷四殿 刚猛霸道 特别是里面蕴含的神伐气息 可以斩灭一切生灵 灵师殿 你若是还不出剑 会输的 严九仙盯着灵延 这家伙 还真是够自信的 竟然敢以一指 接下自己一剑 那我可就真出剑了 哄 九霄剑侠被灵延取出 立在自己面前 一股丝毫不逊色于落霞剑的剑意 直冲九霄 剑气冲九霄 这是九霄剑侠 九霄剑侠一出 几个禁区弟子已经开始咬牙了 九霄剑侠正是九霄剑仙的传承之剑 想来灵延必然是误出了九霄剑决 当时四大剑决 一日之间已经出了两剑了 正 灵延信守一招 樊霄剑已经从剑侠之中飞出 灵延将樊霄剑握在手中 一股水乳交融的感觉弥漫全身 樊霄剑 只是九霄剑侠内 级别最低的一把剑 凭这一剑 怕是还不够 严九仙眯着眼说道 对我而言 足矣 我有一剑 可纵九霄 还请师姐赐教 灵延长笑之间 手中樊霄剑已然挥出 哄 小城剑道 新剑 九霄剑意 被灵延荣汇为一剑之中 如同要破开九仲天一般 直冲延九仙去 一剑戳 整座无量山都被剑光照亮 无匹的剑意 似乎要轰开仙门 只是一剑而已 禁区弟子们 已然露出金句之色 一个个体内 筑击真元骨荡 自行护住全身 严九仙更是瞳孔骤然收缩 手中的落霞剑剑剧烈震动 剑鸣之音响彻天地 如灵打敌 仙伐 严九仙同样挥出一剑 仙伐之威 被他催动极致 当 两道无匹的剑光 冲撞在一起 整个无量山都是一颤 而后两股剑意 催枯拉朽一般 冲向四面八方 严九仙凝聚而出的仙伐剑意 瞬间被击溃 当 当 当 严九仙接连挥动手中落霞剑 一剑快似一剑 一剑强似一剑 想要挡住灵延那一剑 到了最后 严九仙头顶更是有雷云乍现 好像真的有仙伐降临 可这根本无用 严九仙每挥出一剑 自身都会被灵延的剑意逼退一步 严九仙挥出十八剑 已然退出十八步 而这一次 严九仙已经是退无可退 只见灵延挥出的那一道剑光 已经抵在严九仙眉心之上 再近一寸可重伤严九仙 嘶嘶嘶 几个禁区弟子 全都惊悚地看着 停在严九仙眉心的剑光 倒吸一口冷气 败了 八大禁区弟子之中 最强的严九仙 就这么败了 当时最强仙宝洛侠剑 再加上四大剑决之一的仙伐剑决 对上灵延那一世不知名的剑决 还有一把樊枭剑 竟然败了 连一剑都不曾接下 同镜之下 差距真的有这么大吗 罗天艰难地咽着口水 同一个禁剑 分为三六九等 此时的罗天 才真正明白其中的差距 若是将天才 分为四个等级的话 罗天无一就是最垫底的那个等级 不过依旧很强了 若是不欲上上三等 可贯之以绝代之名 在网上 就是周小白这样的禁区天骄 对上绝代榜天才 那就是摧枯拉朽 无需尽全力 上三等之中的第二等 就是严九仙这样的人 几乎是同镜最强 藏仙谷每隔十六年 必然会出一个这样的人 在网上 就是灵延这样 不知道多少年才会出的一个怪物 人间第一等 鼠风流人物 唯我而已 此时的罗天 心中不由浮现出这样一段话 唯有如此 才能形容此时的灵延 有些离谱了 哪怕是石经仙 看着灵延也是崩出五个字来 想当年 石经仙也做过藏仙谷弟子 还做得很惨 可也没灵延这么离谱啊 落霞剑 给你 严九仙正正地看着灵延 扮赏之后 玉手一挥 落霞剑已经飞向灵延 灵延连忙散掉剑气 接过落霞剑 哄 灵延接过落霞剑的瞬间 隐隐约约之间 看到了一个风华绝带的身影 迎着泼天仙伐而上 那是真正的仙伐 比起严九仙仙伐剑决内 蕴含的那点仙伐真意来 不知道强大了多少倍 可以真正毁天灭地 哪怕只是隐约的画面 就好像能将灵延崩灭 可就是如此惊人的仙伐之力 却丝毫无法阻挡 那绝带风华的身影 白裙飞扬 青丝如破 对方只是信手一挥而已 就抹去了漫天的仙伐 而后又是一招 就将仙伐之力再次聚起 化为一剑 这一剑 可斩落日月 可破开亿万重苍穹 于天地之间 开出了一道仙门 这就是绝世剑仙 开创仙伐剑决的一幕吗 于仙伐之中 体悟出仙伐真意 开出的仙门 通往另外一个世界 灵延一脸震撼 只感觉有源源不绝的剑意 冲进自己体内 与他自身的剑意 剧烈碰撞交机 让灵延周身 不由自主地 浮现出数不清的剑光 定 恭喜您 体悟仙伐剑意 剑道近生程度 达到610 落霞剑 不愧是禁区最顶尖的仙宝 让灵延在剑道入道的道路上 又迈进了一大步 定 恭喜您 体悟出仙伐真意 仙伐之道入道 鸿蒙金书威震 灵延周身的剑光 就散发出仙伐气息 仙伐剑意 只是体悟了一下落霞剑 就悟出了仙伐剑意 严九仙看着灵延周身的仙伐剑意 五官都是拧到了一起 纯粹 灵延凝聚出的仙伐剑意太纯粹了 远比严九仙体悟出来的仙伐剑意更强 气死了 严九仙可以确定 自己若是能悟到这一步 绝对不会输得这么惨 可是这怎么可能啊 他能修成仙伐剑意 乃是因为天生与落霞剑有着莫名的感应 他三岁开始就日日抱剑而眠 以落霞剑的剑意滋养自身 而后更是有早已将仙伐剑诀 修到大成的老师日日教导 可即便如此 论在仙伐剑意的领悟上 他根本比不上 只拿了落霞剑一顺的灵延 之前灵延说 他的岁月之枪是现学的 我多少觉得他是在装逼 但是现在我觉得他谦虚了 周小白也是揪着自己的头发 满脸的痛苦 怎么回事啊 我错过了什么 此时 三通提着裤子回来了 看着此地异常的安静 不由一愣 仙伐剑诀 这不是藏仙谷绝学吗 灵延什么时候学会的 三通感应到灵延散发出来的气息 又是一愣 多谢师姐 灵延收敛自身建议 心满意足地将落霞剑还给了严九仙 灵延 你若是想学仙伐剑诀 可来藏仙谷 严九仙收回落霞剑 认真的说道 禁区的绝学可以外传 灵延有些意外 禁区的传承 从未有不得外传的规定 之所以在罗夫很少看到 只是因为能学会的人太少 严九仙随口道 禁区这边 说实话还真没什么门户之见 反正能学会的都是自己人 藏仙谷雅亮 灵延点头 灵延的仙伐真意 只是从落霞剑内体悟出来的而已 若是能学会仙伐剑诀 对灵延的剑道绝对有大好处 灵延 我知道你是如何让我上套的了 三通对此根本不感兴趣 反而是直勾勾地盯着灵延 三通发现自己蹲茅房的时候 那叫一个思维如泉涌 索性就多蹲了一会儿 把事情想了个清楚明白 你早就算到 我若是想破掉曼陀丹 肯定会用震魂香 逍遥散和通原子 所以你就开始使坏了 你炼制的曼陀丹 效果和正常的曼陀丹 有着细微的区别 我将茶水分为三份 更是加大了这种区别 茶之毫厘 缪至千里 第一份茶水 我的震魂香化解药性之后 自身反而留下了一丝残留 震魂香的药力 反而把我自己放倒了一瞬 至于逍遥散 你就更坏了 尺寸把握如羚羊挂角 妙制巅峰 让逍遥散和曼陀丹的药力 在茶水中形成了微妙的平衡 药香互相抵消 让我闻不出问题 结果一喝下去 就坏菜了 双倍的快乐 当真是让我愈歇愈死 至于窜息 你是真的坏冒烟了 通原子本是解曼陀丹的良药 你去用曼陀丹和五宝茶做影子 把他的寒湿全都引出来了 三者合一成了 给人化解单独的良药 现在我通体舒态 修为稚骨都开始松动了 也不知是该怨你让我丢人 还是该谢你助我修行了 三通瞪着林妍一脸的复杂 这狗东西太强了 至少比自己水平高好几节 全对 林妍含笑点头 谢了 这个给你 日后有我三通帮得上的 说话 三通揪着头发 甩手就给了林妍一面令牌 三先令 林妍接过令牌 却是不由效了 感情自己之时开始给老师回血了 老师给自己注击的时候 可是用了八枚进去令牌 如今正好回血一枚 不过我怎么感觉 你这手段和我家老师 时常提到的一个人 很是相似 三通又看向林妍 谁 林妍好奇道 雨飞仙啊 三通笃定道 哦 你家老师是如何形容雨飞仙呢 林妍不着痕迹地问道 卑鄙无耻 八百个心眼子 总之没什么好话 对了 雨飞仙好像也是你们无量杀的弟子啊 三通忽然反应过来 雨飞仙毕竟是单道大家 在三仙殿还是有些盛名的 对 那正是我七十俭 我的单道 就是他教的 林妍笑道 原来是他教的 难怪 刷 三通话还没说完 只见林妍身边 不知何时多了三道身影 三人都是女子 自容堪称绝世 尤其是为首的女子 笑容灿烂耀眼 让人一看就磨不开眼睛 难怪什么 为首女子看着三通 笑得更加灿烂了 难怪这么狗 三通比一开口 小师弟 告诉他 我是谁 为首女子笑眯眯地说道 三通师兄 这位就是你口中 卑鄙无耻 八百个新颜子的宇飞仙 我七十俭 林妍看着三通 意味深长地说道 哎呀我这个脑子 老师千叮万主 说无量山没有好赢 只要遇上了 一定要留个新颜子 我这是一直吃亏 还一直不尝记性 三通啪叉 给了自己一个嘴巴子 那懊恼的模样 把宇飞仙都给逗乐了 飞仙师姐 我错了 要打要罚 随你 三通就是个滚刀肉 知道自己这是掉贼窝里了 索性往地上一躺 直接躺平了 这一下宇飞仙不高兴了 你认错态度这么好 我都找不到 做你的理由了 这怎么行 真认达认罚 宇飞仙看着躺平的三通 心思一转 已然有了主意 认 肯定得认 三通点头 行 跟我来 宇飞仙领着三通 就回了自己的岛屿 宇飞仙这一次去天机堂 收获可是不小 正好需要一个人 给自己做实验 三通 可是最上等的实验对象 小师弟 你这太狠了 我原本还想把铸鸡绝带榜前十 全都打一遍 可刚打一半 你就第一 跟着宇飞仙一同回来的清衣 一脸无语地看着灵妍 要不是姐 我们打一场 我把这第一让给你 灵妍笑道 你当我是笨蛋吗 连藏仙古弟子都打不过你 我和你打 不是找虐吗 清衣直接白了灵妍一眼 宇飞仙带着清衣和冷清月回来 已经有一会儿了 清衣可是亲眼看到 眼九仙差点就被灵妍一剑给削了 冷清月此时 也是怪怪的看着灵妍 之前在五行踪的时候 灵妍才练弃四重而已 结果她和清衣刚出去溜大一圈 灵妍就注记绝带第一了 要不要这么快 灵妍 该比的 我们都比过了 现在我们说正事 眼九仙落在灵妍面前 正色说道 大罗城的事情 灵妍问道 对 眼九仙点头 灵妍失地 既然知道大罗城 那我就不给你介绍了 我就说说我们的计划 行 灵妍点头 而后一群人再次在茶几前面坐下 冷清月看着茶几上的五宝茶 顺手就帮着灵妍泡茶 大罗城每一次进去的人 都有人数限制 一共是108个 眼九仙道 108 那不是八大禁区 加上注记绝带榜上的100人 灵妍私存开口 正是 注记绝带榜的存在 确实是天机堂 按照我们的意思排的名 有了这注记绝带榜 我们就不用一个个去找了 眼九仙说道 嗯 确实方便了不少 灵妍点头 届时 我们八个人会开启大罗城 你们进去之后 不管寻到了什么 都是你们自己的 但是有一点 你们进了大罗城之后 要把自己到过的地方 绘制城地图交给我们 就当是入场劝了 眼九仙道 地图 你们要地图干什么 灵妍狐疑地问道 我们也不知道 周小白摇头 这些都是老师吩咐的 大罗城每一次开启 都是这么做的 没问题 灵妍点头 绘制地图而已 举手之劳 至于说这地图 到底有何作用 就和灵妍无关了 毕竟大罗城能进得只有注记 等到大罗城下一次开启 灵妍都不知道什么境界了 我们三日之后出发 其他人 天祭堂自然会负责通知 严九仙道 行 那就三日之后出发 灵妍点头 那我们先告辞了 严九仙等人 起身告辞 诸位师兄师姐 不在这里多多留几日 灵妍起身 临师弟 我们可是第一次出境区 三日时间 我们可还得办一些私事 刘阳露出一个心照不宣的笑容 刘阳对天魔九可是垂涎已久 现在心都已经飘到天魔府地了 既然如此 我就不留诸位了 灵妍也不勉强 亲自将众人送出了无量山 灵师弟 三通估计是出不来了 三日之后 你与他同行就行 他知道在哪里会合 严九仙提醒了一句 而后就消失在天际 灵妍送别了众人之后 就回了自己的庭院 原本待在灵妍洞府内的石金仙 已经坐在了茶几旁 正不温不火的品着五宝茶 你们几个要进大罗城 对大罗城不够了解可不行 石金仙见灵妍回来 淡淡一笑道 有劳大师兄了 灵妍原本就想和石金仙取取经 而今自然是满心欢喜的坐下 大罗城里面有多大 即便是师兄我如今想起来 也是难以揣摩 至于安全 你们倒是不用担心 石金仙笑道 首先 大罗城是一片奇妙之地 天地规则很是特殊 在里面死了 其实不会真的死亡 只是会被驱逐出大罗城而已 石金仙道 不死之城 灵言文言一愣 没错 就是不死之城 一般来说 大罗城的白天很安全 看上去就是一座空城 你们白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将宝物标记起来 石金仙道 大师兄 遇到宝物不是直接收吗 为何是标记起来 轻衣好奇地问道 白天的大罗城 没有任何危险 可那些宝物却收不足 唯有到了夜里才能收取 同样的 到了夜里 大罗城内的凶险 才会浮现出来 比如说 阴兵过境 白鬼夜行 石金仙正色看着灵言等人 阴兵过境 白鬼夜行 这是什么 冷清月奇怪道 那是机甲傀儡 应该是机关术和炼器术的结合 分为阴兵和白鬼两种 阴兵大军着黑甲 白甲为一队 于大罗城内巡查 那些阴兵 防御惊人 寻常法门不可破 白甲之中 手甲为 助击圆满修为 其他全都是助击九重 战斗力上 基本上都是绝带榜前五十的水准 至于白鬼 想来是留下大罗城之人的恶趣味所在了 以上个纪元记载的白种鬼怪为原形 能力稀奇古怪 战斗力未必多惊人 却绝对恶心 石金仙提起白鬼 脸色不是太好看 也就是说 一支白甲队伍 就相当于罗夫助击绝带榜了 冷清月 不由瞠目结舌 差不多吧 这阴兵在大罗城内 可不止一支 当年大师兄我在里面杀的就不少于三千 石金仙玩味一笑 说起来 石金仙还得感谢那些阴兵 若不是在巨量阴兵的压力下 将自身潜力挖掘了出来 他怕是达不到今日的高度 一人屠灭三千甲 灵眼也是目光灿烂 有些期待大罗城开启了 至于白鬼 算了 不说了 你们自己遇上就知道了 石金仙顿了顿 而后又到 阴兵过境 白鬼夜行 其实也只是里面最寻常的凶险罢了 不同的区域 还有着各自独有的凶险 不过也不是没好处 越是凶险的地方 好东西就越多 当年大师兄我 曾看到了一座山 山上有滔天的宝气 绝对有好东西 只可惜 我没能上去 只是依稀感应到 里面有一股令人恐惧的气息 石金仙有些落寞开口 当初石金仙在里面 看到了一座大山 太惊人了 其中必定有大秘密 石金仙差点杀了进去 最终在即将登顶之时 还是被那契机逼退了 这算是石金仙心中一大憨事 没用 大罗城每次开启 传送进去的位置 都是随机的 即便我告诉你位置 你也未必能寻到 大罗城太大了 助击修为进去 即便有完整的地图 用处都不大 确实有些可惜了 否则以你的实力 应该可以登上那座山 石金仙摇头一笑道 好吧 灵眼也是有些失望 大师兄都登不上的地方 灵眼可是感兴趣的很 差不多就这些了 其他的事情 等你们进去了 自己摸索一番就知道了 石金仙起身 大师兄这是要走 灵眼也起身道 是啊 老四那傻姑娘 遇到了一些麻烦 石兄故意在这里逗留了这么久 就是想让他尝尝记醒 石兄我要是再不去 那丫头估计就真该闹了 石金仙笑了笑 而后一步踏出 消失不见 小师弟 那我就先和清月师姐回洞府了 在外面乱了这么久 师姐身上都快臭了 轻衣也带着冷清月离开 二女算是不打不相识 如今关系好的 都能穿一条裤子 接下来三日 灵眼身居简出 除了修行 就是炼丹和物阵 灵眼眉心的三花印记 实在是太给力了 让灵眼修为提升飞快 三日就更进一步 直接达到祝基四重 倒是罗夫事件 这三日时间很不平静 冲绑 大罗城将开的消息 本就不是秘密 再加上天机堂又宣布 绝带榜前百的人 会跟着八大禁区弟子 一同进大罗城 因此 那些认为自己 可以上榜的修饰 天天就是追着绝带榜后 五十门槛 让祝基绝带榜 是一天一幻 至于前五十 倒是很稳定 第四日一早 灵眼就上了七师姐 与飞仙的星辰岛屿 师姐门口的对联 怎么不见了 灵眼一眼就发现 天不生我与飞仙 单到万古如长夜 没了 飞仙师姐 飞仙姑奶奶 你就放我吧 再试一次 我就该去不了大罗城了 灵眼疑惑之间 殿内就传出了 三通绝望无比的声音 七师姐 这是把三通怎么了 灵眼好奇地推门而入 这一看 顿时一乐 只见殿内灰头土脸 显然没少炸炉的三通 正颤颤巍巍的浴火炼丹 与飞仙则在旁边 认真地做着笔记 灵师弟 救命啊 灵师弟 三通看到灵眼进来 如玉救星 张口就喊 碰 这一分心之下 又炸炉了 那灼热的力量 直接就把三通给轰了出去 刷 三通落地之后 朝着灵眼身后一躲 抓着灵眼的盗袍 死不撒手 三通师兄 至于吗 灵眼诧意问道 至于吗 三通声音顿时拔高了八度 让你三天 炼制348炉丹药试试 让你三天 炸炉292次试试 你行你上啊 三通红着眼 喘着粗气 心里委屈得不行 三天炸炉将近300次 在他不算长的生命历程之中 从学习炼丹到现在 炸炉次数都没100 三倍啊三倍 你知道多刺激吗 小师弟 你来得正好 与飞仙不曾理会三通 而是飞仙 到了灵眼面前 小师弟 原来这世间 真的有一次炼丹八十一炉 每一炉都可以承担 八十一的炼丹法门 我知道啊 灵眼随口一答 你知道 与飞仙一愣 对啊 想要一次炼制八十一炉丹药 只需要自身的神魂够强 兴奋八十一用就行了 一次承担八十一难一点 但是不多 只要将药性完美地 发挥出来就行了 灵眼理所当然地说道 这是灵眼这段时间 炼丹得出的结论 与飞仙看着自己的笔迹 在对照灵眼的说法 顿时抓狂了 你不早说 与飞仙人都骂了 老娘去天机堂打了一架 才从天机堂口中 知道了一些 关于灌绝风的秘心 而后又让三通各种实验 才摸清了大概的思路 结果现在 你告诉我 你早就知道 师姐你也没问啊 灵眼一脸无辜 我没问 你就不会主动说了 与飞仙迎牙一咬 有些生气了 我怕师姐 你说我吹牛逼啊 灵眼一本正经地看着与飞仙 滚 全都给老娘滚 与飞仙瞬间破防 而后灵眼就发现自己 又被丢出去了 同时被丢出去的 还有三通这倒霉孩子 恩人啊 灵师弟 日后你就是我三通的再生父母 三通发现自己 也被丢出来了 直接感动哭了 日后这无量山 他三通再也不来了 爱谁谁 灵眼闻眼 摇头一笑 三通终究是少年星星 经不起折磨 有朝一日等三通明白过来 怕师就会知道 自己错过了一场大造化 与飞仙实验的是 一次炼丹八十一炉 一如承担八十一枚的上级原丹术 若是三通能耐住折磨 静心体悟 炼丹之道绝对能大幅度提升 小师弟 我们可以出发了吧 灵眼思存之间 青衣和冷清月已经飞升而来 可以出发了 我来带落 三通忙不迭 祭出一件飞行法宝 而后跳了上去 灵眼三人见状也不客气 直接跟上 诸位师弟师妹 我这空间法宝 蕴含着虚空之道的大阵 可以直接于虚空之中跳跃 有些类似传送阵 你们若是有不适 都是正常的 三通提醒道 好 灵眼三人点头 三通信手一挥 祭出了一面光幕 光幕上是数不清的光点 每一个光点上 还都有名字 这些光点 全都是坐标 我们选择坐标之后 这法宝就会自行前往 误差不超过五十万里 三通解释道 五十万里误差 对于助击修饰而言 算不得什么 三通解释之间 已经点出了集合点坐标 而后打入一道灵气 哄 飞行法宝猛的一颤 就顿入虚空之中 灵眼等人都是发现 四周有说不清的 绚丽光点亮起 美轮美奂 同时 有一种淡淡的压迫感 让灵眼等人感觉 肉身和神魂 有一种即将分离的感觉 不过很快 飞行法宝就从虚空之中冲出 已然在千万里之外 好惊人的速度 这法宝虽然不如小鲜消电 可是速度上已经不差了 灵眼惊叹道 这已经是慢的了 像我老师他们用的那种 据说刹那 可穿梭亿万里疆域 那才是真正的可怕 三通不在意的道 三通师兄 你既然精通炼气 阵法和炼丹之道 可能传师弟 我一些炼气的知识 灵眼笑问道 没问题啊 只要你能学得坏 三通满不在乎的开口 而后取出了一枚玉剪 递给了灵眼 灵师弟 炼气之道和炼丹之道 其实很相似 炼丹是把灵药的药性 发挥到极致 炼气则是把炼气材料的特性 发挥到极致 所以想学炼气 就得先知道炼气材料的特性 这预检内 记录由我们三仙殿 这些年汇总起来的炼气材料信息 你先记一下 等你记下了 我再教你炼气 八大禁区 似乎根本没有门户之鉴 炼九仙是如此 三通也是如此 好家伙 三通随手就把三仙殿 炼气师们的心血 直接送给了灵眼 多谢三通师兄 灵眼也不客气 接过预检之后 就开始体悟 叮 恭喜您 体悟三仙殿心血结晶 明悟炼气之理 炼气之道入道 三仙殿相当的给炼 这本炼气初解之中 炼气材料的种类 一点不比与非 先给灵眼的预检中 记载的灵耀种类少 灵眼也是花了数日 才将之全部记下 原来这飞行法宝 之所以能在虚空之中穿梭 是用了虚空之石 虚空之石配合一些法阵 炼制成法宝之后 就能在虚空中穿梭 灵眼私存自语 法阵 阵法 别看二者只是调了一个位置 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阵法是一个大集合 其中包含了法阵 法阵可以刻画在法宝上 作为法宝的力量中枢 以灵石或者其他能量体 作为核心催动 当然 人力催动也是可以的 飞剑之类的法宝 就是如此 阵法之中 还包含了自然大阵 先天大阵 后天大阵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以后天大阵为力 那是人为创造的 可以修饰自身的灵气为媒介 借助阵文勾动天地之力 这一类大阵的效果 还是比较吃环境的 例如 一个雷霆属性的大阵 在雷雨天布置的效果 就比平时好得多 火形之地 比如火山口之类 你若是非要布置一个水形阵法 那就是脑子有炮 别的不说 灵石帝你这博文强技的能力 在修饰之中也是逆天的 能看出虚空舟的原理 说明 你对炼气材料的认知 已然通透了 三通说罢 又摸出来一个预见 灵石帝 记下炼气材料的信息之后 下一步就是记下炼气的各种法阵了 这可惜法阵这一块 师兄我知道的也有限 以后若是那位火的肢体没意见 你可以来我三仙殿学习一二 三通摇头道 法阵可不比材料信息 材料的信息 这是理论课 算是理论基础 不与修为挂钩 法阵则不同 这是要对应自身修为 不断进修的 要时时刻刻补充 三通如今是选品炼气师 选品之上的法阵老师 还没传他呢 没事 以后再说 灵岩笑了笑 他炼气都入道了 根本不必着急 再说了 二师兄也就是三通口中那位火的肢体 手里也有的是法阵可以学 嗡 此时 虚空洲猛的一颤 然后就停了下来 我们到地方了 三通提醒了一句 直接收走了虚空洲 这是一片蛮荒之地 四面八方都是一座座巍峨的大山 四野之间 有蛮荒之气 滚滚而来 远处的空中 又一枚仙字标记横空 在那边 是二十里外 我们飞过去 三通指了指 仙字标记 就横渡了过去 灵岩等人也是连忙跟上 不到片刻时间而已 众人就到了仙字横空之处 这就是大罗城入口 灵岩等人到了地方之后 全都露出震撼之色 只见远处 一个仙字熠熠生辉 仙字下方 是一处扭曲的时空漩涡 漩涡的四周 布满了虚空裂痕 散发出危险的气息 此时炎九仙等人 已经落在不同的方位 四周还有许多福地修士在等待 基本都是宗门长辈送过来的 毕竟助击修士 若是没有虚空洲这样的宝物 怕是几个月都到不了 刷刷刷 灵岩刚现身就注意到 有几道灼热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 目光的主人都是老一辈修士 基本上都背着长剑 一看就是剑修 灵岩估计 这些剑修之所以盯着自己 多半是因为自己得到了九霄剑下 刷 灵岩思存之间 一名老者已经出现在灵岩面前 道军 这绝对是一名道军 一脸堆笑地看着灵岩 灵岩小友 前辈 您稍等 灵岩发现 随着老者落在自己面前 几个老一辈修士 也是蠢蠢欲动 连忙开口 周师兄 你的枪 借我用用 灵岩不给老者开口的机会 朝着周小白吼了一嗓子 拿去 周小白随手就把自己的枪扔了出去 灵岩接过长枪 又取出一件白色道袍 刺拉一声撕开 取下一片 直接挂在了枪上 而后取出纸笔 当场就在上面写下一行大字 九霄剑侠我没带 被大师兄借走了 刷 灵岩忙活完这些 就举着长枪 任凭袍子飞扬 如同一面旗帜一般 出现在灵岩面前的老者 嘴角不由一抽 八大禁区弟子健壮 都是强忍着笑意 这家伙 太坏了 分明是不想借九霄剑侠 所以直接立下一杆大旗 告诉所有人 想借剑 你去找石金仙 前辈 您刚刚想说什么来着 灵岩一脸灿烂地看着眼前的道君 灵岩这也是没辙 想打九霄剑侠主意的人多了去了 他怎么知道 哪些人能借 哪些人不能借 万一借了不还怎么办 万一借了这个 那个没借 得罪人怎么办 即便要借 那也得私下里借 难道不该给点好处费吗 没事 老夫就是听闻 灵岩小友是绝带榜第一 所以过来打个招呼 老者打了的哈哈 掉头就走 其他人虽然也是一脸不幸 却又无可奈何 总不可能搜身吧 搜身 那就不叫借了 叫强 灵岩见状 觉得自己果然机智的一批 灵师弟 我们去那边等着吧 要开启大罗城入口 我们八个人要站住八个方位 三通指了指一个方向 领着灵岩三人过去 又是半日的时间过去 感到这里的修饰越来越多 不少老一辈修饰 看到灵岩之后 目光都是一亮 然后又看到了那一面旗帜 脸色就是一黑 无量山美好人 这小子又是个八百个新鞭子 没错 不少见修都是咬牙 却又无可奈何 人差不多都到了 筑基之上的人 全部离场 仙字之下的颜九仙 扫了一眼四周 清冷开口 走吧 运气好的话 要一个月才能接人呢 老一辈修饰文言 都是识趣的离开 大罗城每一次开启 都会持续一个月的时间 若是弟子运气够好 能够到一个月 自然皆大欢喜 若是不行 那就只能提前来接了 出手吧 颜九仙等老一辈修饰 全都离开之后 就寄出了一面令牌 藏仙令 哄 哄 其他七个禁区弟子见状 同样寄出了不同的令牌 三通的令牌 本来给灵延了 不过显然它还有存货 八人同时催动令牌 只见八道光芒 同时从令牌内照出 落在仙字印记上 哄 仙字印记猛的一颤 照耀出遮盖万古的仙芒 原本微微扭曲的漩涡高速旋转 如同开启了另外一个时空一般 更有浓郁到极致的仙灵之气 从漩涡之中溢散而出 哄咙咙咙 灵延等人呼吸之间 只感觉整个人 似乎都要与话飞升 灵延眉心的三花印记 更是亮起夺目的光芒 疯狂地汲取着仙灵气息 这是通往大罗城的入口 你说这是通往仙界的入口 我也信啊 灵延等人 目光全都在此时 变得灼热无比 轰隆隆 时空漩涡 振战不休 一散而出的仙灵气息 越来越浓郁 渐渐有一座古老无比的门户 浮现而出 门户不过九丈高而已 却散发出古老苍茫的感觉 门户上大罗城三个字 散发出无与伦比的威严 大罗城出现了 十夕之内 所有人进去 一个月之后 自然会被传送出来 严九仙扫了一眼四周 而后就冲进门户 消失不见 走 灵延等人紧随其后 直接冲进门户之中 咦 灵延刚刚进入门户而已 就发现自己眉心的三花印记 亮起灼热无比的光芒 藏仙谷 八大禁区之一 传说里面有活着的仙 藏仙谷谷主大殿内 八道古老沧桑的身影 围着圆桌而坐 每一个气息都与虚空融合 一看就是大城圆满的修饰 正是八大禁区之主 八人围坐的圆桌上 放着一面玉盘 玉盘整体是一座城池 城内只有一小部分 被摆上了山栏 殿宇 甚至是宗门的雏形 大部分地方 则是空荡荡的 此时 随着大罗城开启 玉盘上亮起淡淡的金光 而后有八道光点 落在玉盘的不同位置上 严九仙 周小白 三通 玉盘上的光点 正是八大禁区弟子 很好 这次 他们八人 全都出现在了陌生区域 想来此次之后 我们推演出来的大罗城 又能完善一大截了 仙虚之主看着八个光点 眼中闪过一抹绚丽的光芒 果然 仙虚之主刚说完而已 地图上光点的位置上 竟然有各式各样的场景 在玉盘上浮现出 仙气宗 三通那小子 出现的位置是仙气宗 我们八大禁区的记载果然没错 上一个纪元 确实有一个宗门名为仙气宗 是五大仙门之一 而当玉盘上 出现仙气宗这个宗门之时 八大禁区之主 全都露出狂喜之色 上古五大仙门 据说每一个单独拎出来 都能吊打八大禁区 那是一段湮灭的历史 谁都不知道 为何那么强大的一个修行纪元会消失 只能从一些典籍之中 窥探到一些蛛丝马迹 还有就是八大禁区 似乎和那一段历史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传承 八大禁区有很多传承 都是源自于那个纪元 八大禁区一直怀疑 大罗城就是消失的上一个纪元 但是一直没有证据 而经仙气宗的出现 无疑证明 他们的猜测很可能是真的 仙气宗已经出现了 若是能在大罗城 寻到其他四大仙门 那我们就足以确定 大罗城就是消失的上一个纪元 只可惜 特殊定位法宝只有八个 若是能对每一次进去的 所有人进行定位的话 我们就能更容易地探索大罗城了 藏仙谷谷主叹息着开口 八大禁区弟子 每一个身上都带着特殊的定位法宝 能将附近十万里内的景象 在预盘上显现出来 这种法宝 自古传承下来 就只有八个 材料绝技 无法复制 其他进入禁区的人 只能通过自己的摸索 绘制出地图 有些时候还会出错 需要几次验证之后 才能在预盘上模拟出来 已经很不错了 至少证明 仙气宗真的存在 若是三通能在这仙气宗内 带出一些东西 应该就能验证很多东西了 八大禁区之主 都是露出七代之色 这就是大罗城吗 此时 林延目光震撼地扫视着四周 只见四周群山万鹤之中 三百六十五颗大星 环绕着一座古老的门户 隆隆而动 那是真正的大星 和无量山周围那些星辰浮空倒闭起来 这些大星明显高出了不止一个档次 不止如此 林延还在那些隆隆而动的大星之中 捕捉到了阵法的痕迹 这是一座大阵 有人以这些大星 布置出了一座大阵 林延细细感应之后 露出一色 仙品大阵 这绝对是一座仙品大阵 之前老师说过 我仙肖宗的护山大阵 就是仙品 仙品大阵布置艰难 即便是七十二伏地 也不是都有能力布置的 这里曾经是一个 不弱于仙肖宗 甚至更强的仙门 林延绕有兴趣地看着三百六十五颗星辰 而后小心翼翼地靠近 林延将自身震道发挥到极致 于繁复无比的震文之中 推演出了一条安全的通道 这还得多亏了大阵的年代足够久远 大阵早已停摆 三百六十五颗星辰 只是照着设定好的轨迹运行 不曾具备震法之威 再加上林延震法已经入道 虽说绝对不可能破阵 可推演出一条安全通道问题还是不大的 即便如此 林延依旧是在数个时辰之后 日落十分才成功从大阵之中走出 仙罗宗 林延刚刚穿过星辰而已 就再次看到了一座古老的门户 上面仙罗宗三个字 蕴含着无穷无尽的威严 仙罗宗 原来这个上古宗门叫仙罗宗 林延犹豫了一下 直接走进了门户 林延进了门户之后 发现里面好像又是一个世界 有连绵的大山 数不清的城池 坐落于宗门之中充满了古老的气息 好像快要天黑了 林延抬头 看了一眼已经略显昏暗的天空 当即就取出了九霄剑侠 阴兵过境 百鬼夜行 林延可是记得石金仙的叮嘱 一旦日落 大罗城内的凶险就会降临 林延持着九霄剑侠 背靠着门户 看着前方 正如石金仙所言 日头刚落下去而已 前方的群山万鹤之中 就有无边无境的黑雾弥漫出 淹没四方 而后林延就听到 前方有一道道像 急了自家十二师兄的狂吹声传来 只见黑雾之中 有数不清的大黑狗走出 朝着天空就是一阵长笑 笑声连绵在一起 让虚空都是连连颤抖 阴兵呢 白鬼呢 这分明是一个狗窝啊 林延人都骂了 林延原本想象中 气魄惊人的阴兵戒道 白鬼夜行 根本就没出现 反而出现了漫山遍野的大黑狗 那些大黑狗 每一只都是油光发亮 像极了自家的十二师兄 若不是十二师兄 是黑月神犬 出身于黑月洞土 与这些大黑狗属性不同 我都要怀疑十二师兄 是老师从这边捡回去的了 林延一脸怪异 就在林延满脸古怪之时 那些大黑狗 似乎注意到了林延 而后如同疯了一般 冲向林延 先罚 林延早有准备 顺势就斩出了樊肖剑 轰隆隆 刹那之间 漫天雷霆宣泄而出 化为数不清的剑光 冲向四面八方 碰 碰 碰 剑光所及之处 只见一条条大黑狗 瞬间炸开 化为黑烟消失不见 显然不是活物 不过有趣的是 这些明显不是活物的大黑狗 似乎懂得恐惧 他们在看到林延挥出的剑光之后 竟然如同定格了一般 不敢再靠近 先罚剑绝 此时 在一处遥远的位置 一座客友 冠绝风三字的山上 隐隐约约有一道飘渺的声音传出 哇 此时 林延的剑光刚刚消散 那些大黑狗就再次发狂 林延再次挥出一剑 然后大黑狗就立马后退 如此几次之后 林延算是明白了 你们怕先罚剑绝 林延略作私存 就不再挥剑 而是演化先罚剑绝 环绕自身 果然 那些大黑狗 一看到林延周身的先罚剑绝 就吓得不敢靠近了 林延进一步 那些大黑狗就退一步 显然对这先罚剑绝 有着发自灵魂的畏惧 这倒是方便了 林延当即以先罚剑绝护体 朝着前方冲出 果然 林延所过之处 所有大黑狗 全都主动让开了一条通道 So 林延见状无所顾虑 一路前行 片刻之后 林延见到了一座城 羽化城 城楼古谱 充满了岁月的痕迹 城门正中位置的匾额上 三个大字灿烂生辉 内蕴无穷建议 叮 恭喜您 体悟匾额内的建议 剑道近生程度达到710 林延只是看了一眼匾额而已 自身剑道就再次提升 而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羽化城三个字内 蕴含的剑道太恐怖了 源源不绝似乎直达剑道本源 纯粹 强大 深不可测 恭喜您 体悟匾额内的剑意 剑道近生程度达到1010 似乎只是过了瞬间 又似乎已经过了无尽岁月 林延完全沉浸在匾额内的剑意之中 剑道近生程度达到了10成 这匾额上面的字 到底是谁刻下的 林延彻底震撼了 要知道林延之前 体悟九霄剑侠和洛侠剑内的剑意 也才各提升了三成而已 不论是九霄剑侠 还是洛侠剑可都是传承之物 而这匾额分明就是随手所留 可其中蕴含的剑意 却比九霄剑侠和洛侠剑更纯粹 林延震撼之间 继续体悟 林延周身先伐剑意护体 而后病指如剑 照着羽化成三个字 挥动着手指 模拟自己的诡计 更进一步地推演这三个字 正 正 随着林延手指的挥动 林延周身有千万重剑光在凝聚 四一分飞 四剑飞剑 这是道 片刻之后 林延睁开眸子 神色更加震惊 内蕴大道 羽化成三个字内 绝对蕴含着大道 有不可言说的存在 将自身对于大道的体悟 融会于意志之间 刻下了羽化成三个字 这种深奥大道 以林延的悟性 想要推演而出 也需要一段时日 想要推演出这三个字内蕴的大道 怕是得三五年 我没有如此多的时间 林延眼睛微微眯起 羽化成三字内蕴含的大道 太纯粹和神妙了 林延悟性逆天 也无法在短时间内体悟出来 毕竟大罗城 每次只开启一个月而已 我确实不能在一个月内 将这大道完全体悟 不过却可将这大道化为一剑 日后慢慢体悟 林延心思电转之间 猛地将九霄剑侠 插在地面上 So 林延心念一动 樊霄剑 黄霄剑 玄霄剑 三剑齐出 林延捏起一道剑绝 三剑就横空而起 自行飞舞 三剑看似杂乱无章的飞舞 却带起了无穷剑意 演化羽化成三剑之中的大道 这一刻 林延的剑心 铿锵而鸣 和羽化成三剑共鸣 鸿蒙经书 更是亮起灿烂的光芒 将林延的悟性推到极致 原来如此 天地之间的修士 都有自己的道 而这种道 当从问道开始 我这第一剑 当为问道 林延身形猛地腾空而起 握住樊霄剑 挥斩而出 风举云摇入九天 剑挂北陈紫薇园 这是问道之剑 蕴含着招闻到西四可以的赤城 是每一个修士 出入修行之门时的本心 这一刻 林延想到了九霄剑线 当初林延 握住樊霄剑之时 九霄剑线的声音 曾经传出 自少年握剑之时 我便知道 未来我会是那剑道魁首 问道 这是九霄剑线的问道之剑 如今 林延悟的是 自己的问道之剑 哄 林延挥剑 羽化成城门猛地一颤 城内同样有绝世的气息 爆发而出 城内 一块耸入苍穹的石碑 似乎有所感应一般 亮起淡淡的光芒 哄 与此同时 大罗城入口 仙字印记同样一颤 有无尽的仙光 直冲九霄而起 照亮方圆亿万里疆域 怎么回事 大罗城入口 怎么会突然出现这种异象 这种异象 前所未有 仙字印记发光 不知道多少修士被吸引了 一道道古老的目光 穿过了虚空 落在仙字印记上 大罗城入口 存在了多久 没有人能说得清 这个修行时代还未开启 仙字印记就在那里了 这漫长的岁月之中 从未出现过这等异象 受 受 受 原本离去的老一辈修士 直接返回 都是京剧的看着 仙光大放的仙字印记 第一剑为问道 那这第二剑 当为得道 哄 此时 林延第二剑已然挥出 这是得道之剑 此剑一出 狂傲自私 飞扬霸道 这是少年得道 狂放自信 一往无前的一剑 这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一剑 可解开修行的迷途 可照亮天地之间的一切 正 林延第二剑 古朴厚重的城门 却是在此时 被一剑破开 哄 这一刻 城内中心立着的一块块石碑上 有一道道光耀万古的名字 亮起星辰一般的光辉 与之对应的是 大罗城入口之处的仙字印记 竟然在此时猛地扭曲在一起 而后化为一朵 仙趴盛开 仙趴盛开之间 在花蕊的位置 竟然浮现出一幅画面 画面之中 一座城池矗立 城门大开 城外一名少年 持戒而立 见义绝世 林延 这是林延 怎么回事 为何仙字印记 突然化为了一朵仙趴 还投影出了林延的画面 这大罗城 到底是出了什么情况 此刻 不知道多少修士被惊动了 全都震撼地 看着仙字印记 投影出来的画面 碰 此时 天机堂宗主 闭关之地大门猛地动开 一名气息丝毫不弱于八大禁区之主的老者 从闭关之地内走出 看向仙字印记的方向 仙道花开 大势将至 天机堂宗主眸中 亮起灿烂的光 老师 我们罗夫世界 还不是大势吗 天机宗主弟子张角 连忙跟了出来 好奇地问道 和未来比起来 而今所谓的大势 只是一段微不足道的历史而已 天机宗主摇头 宗主 您让我去五行终点九宝灯 就是为了这一刻 天眼道君也来了 神色凝重地 看着自家宗主 大罗城入口 出现亘古未见的异象 天机堂自然是立刻就得到了消息 仙道花上出现了灵年的投影 更是让天眼道君浮想连篇 大势开启者 即天地气韵而生 我们天机堂 既然有关气韵之道 自当提前落子布局 天机宗主开口之间 已然横空而起 宗主 您去哪 天眼道君连忙问道 藏仙谷 天机宗主留下一句话 身形一闪之间 已然消失不见 仙削子 还真被你说对了 此时 仙削宗内 一株参天大树下 仙削宗宗主 正和一席轻易的仙削子 对面而坐 论气韵之道 我不如天机堂 可论对这个天地的理解 我若是自认第二 没人敢认第一 仙削子淡淡开口 作为亘古长存的仙墓 仙削子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理解 不比任何人差 仙道花开 大势将至 难怪天机堂 不惜把九霄剑侠都拿出来 为零年的小子点了九宝灯 仙削宗宗主笑着说道 而今天 机堂已然提前落子 宗主可以去一趟藏仙谷了 仙削子笑道 行 那本座 这就去一趟藏仙谷 仙削宗主笑了笑 而后一步踏出 已然消失不见 这一刻 七十二伏地接连阵洞 一道又一道古老的身影 走出自己的洞府 离开伏地 前往藏仙谷 而此时 藏仙谷内八大禁区之主 正满脸惊骇地看着玉盘内 浮现而出的羽化成 和灵年的身影 这是谁 好像是无量山灵岩 筑基绝代榜第一 他身上 并无我们八大禁区的定位至宝 他的画面怎么会出现 再说这画面 和我们八大禁区弟子 显现出来的画面 可完全不同 八大禁区之主 有些猛了 玉盘也好 八大定位法宝也罢 那都是传承之物 哪怕是三仙殿禁区之主 都一直不曾研究明白 这玉盘是如何打造出来的 如今这画面 早已超出了他的认知 八大禁区弟子 在画面上都只是光点而已 浮现的是周遭的环境 灵岩却是真身出现 我看一下仙字应见 想来是有变化了 藏仙谷谷主说罢 双眸就开始发光 想要看透世间山河 不用看了 仙道之花一开 此时 天机堂宗主的声音传来 而后 他就出现在大殿之中 一句话 就让八大禁区之主 露出狂喜之色 仙道花开 原来仙道花开 不在于我们能否寻到特定的位置 而是需要特定的人 藏仙谷谷主放声大笑 爹 恭喜您 误出两世建决 建道小城 建道小城 这就是我的建道 灵岩目光灿烂 虽然这只是两世建决 却绝对是先品的至高建道 灵岩要做的 就是完善自身建道 创造出完整的建决 建决大城之日 就是自身圆满之时 灵岩看了一眼 中门大开的于化城 直接踏步而入 一直远远跟着灵岩的大黑狗群 则是围在门外 不敢进去 灵岩一眼望去 于化城内是一座座战场 全都是以星辰翠链而成 上面留下了数量惊人的战斗痕迹 漫长岁月过去 那些战斗痕迹内蕴含的意 早已消散了 却依旧能想象出 当初这些战场上 出现过多么惊人的战斗 战场后面 是一座直冲九天的石碑 石碑最顶端 刻着三个字 于化榜 于化榜上 是一个个光耀万古的名字 第一名 林思雨 第二名 唐小楼 第三名 李玄和 这石碑倒是和绝带榜有些相似 林炎打量着石碑上的名字 若有所思的字语 天机堂颁布的绝带榜 上面有修饰的具体信息 这石碑上只有名字和名次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多余的信息 这很可能是上一个纪元的强者 若是同生于一个时代 于他们问到一二 该是何等逍遥 可惜了 林炎摇头叹息 别看林炎平日里行事 很是何须柔和 可是骨子里依旧是少年星星 欲与天公势比高 哦 林炎刚说完以 羽化碑似乎就有了反应 排在最末尾的名字 突然亮起一道灿烂的光芒 而后照在一座战场上 哦 战场被光芒一照 竟然走出一名少年 少年年纪比林炎大不了多少 修为却已然是筑基圆满 不弱于八大禁区弟子 林炎看了一眼人影 目光就是一亮 少年的气息 绝对不比八大禁区弟子弱 甚至林炎有种直觉 这少年至少也是 和严九仙一个级别的天骄 一千名 这少年是羽化榜第一千名 第一千名就是严九仙那个级别的天骄了 那羽化榜前三该是怎样的存在 林炎看着少年满脸的不可思议 这羽化榜到底是什么东西 排名第一千的人 就不亚于我们八大禁区弟子了 什么样的宗门 能培养出这么多的绝世天骄 不只是林炎不可思议 此时汇聚一堂的八大禁区之主 七十二伏地宗主 同样是一脸的震撼和不可思议 这就是大势之力 天机堂宗主眼帘一台 羽化榜 榜尾司徒常青 请师弟指教 林炎诧异之间 擂台上的司徒常青 却好似活人一般朝着林炎行礼 而后手掌一招 一口长刀已经被司徒常青握在手中 师弟林炎 请指教 林炎闻炎飞身落在擂台上 好奇地打量着司徒常青 神妙 司徒常青看上去 真就和一个活人一样 完全看不出来是一道光形成的 吭枪 林炎好奇之间 司徒常青已经一刀朝着林炎挥斩而来 刀盲横空之间 带起滔天的苍茫气息 有一股独特的意境 随之扩散 可这根本无用 之前炎九仙对上林炎 都是被林炎一剑击败 而经林炎的修为 再次晋升一个境界 让自身见到小城 司徒常青比见炎九仙 自然不是林炎的对手 大 林炎随手一指 就将刀盲击碎 而后林炎指尖射出一道剑盲 打进司徒常青眉心之中 碰 司徒常青瞬间崩溃 化为一道光 消失不见 好强的剑叶 藏仙谷谷主剑壮 眼中闪过一抹惊异 藏仙谷谷主 可是当时唯一一个剑刀大成者 距离剑仙之位 只有一步之遥 自然是一眼看出 林炎看似随意一剑 已然登堂入室 刷 司徒常青刚刚倒下 于化榜之中 就猛地飞出一枚瓷瓶 林炎顺手将瓷瓶握在手中 丹药 林炎只是绣了绣而已 神色就是一变 然后连忙打开瓷瓶 道出了一颗丹药 这是什么丹药 林炎看着丹药 整个人都带了 酒到丹纹 林炎发现 丹药上竟然有整整酒到丹纹 药性完全内敛 没有任何的药香 酒丹纹的丹药 三仙殿主露出见鬼的表情 世上丹药繁多 丹纹的概念自然也是有的 所有炼丹师都认为 丹纹是丹药完美的象征 一旦丹药上出现了丹纹 就表示它没有任何的丹毒 可以随意服用 可是这玩意 不应该就一道吗 酒到是什么鬼 别说见过 听都没听过 价值连城 价值连城啊 如果林炎愿意换 我愿意用一件仙宝去换 三仙殿主呼吸粗重 恨不得立即冲进大罗城 和林炎交易 故多 可是下一刻 三仙殿主直接跳脚了 只见林炎 顺手把酒丹药丢进了嘴里 孤独一声吞下 吃了 这小混蛋 怎么可以把这丹药吃了 别看这丹药只是选品 可是他本身的研究价值 远比仙丹 还要高多少倍 他竟然就这么吃了 干脆吃死你算了 嘎嘎嘎 三仙殿主 已经有些魔障了 对练了一辈子丹的 三仙殿主而言 这刺激太大了 刷 仙肖宗主文言 冷嗖嗖的看了一眼 三仙殿主 啥意思 吃死了林炎 你赔 八大禁区是吧 大家平日里捧你 你就真挑起来了 信不信老子明天 就领着仙肖子 那老怪 把你们祖坟袍了 仙虚之主连忙开口 生怕仙肖宗主和三仙殿主 在这边掐起来 竟连 无花木 林炎此时可不知道 三仙殿主杀了自己的心都有了 而是一边炼化药力 一边推演炼丹法门 以身试药 九丹文的丹药 炼制得太完美了 若是不服下 林炎也难以推演出炼丹手法 可吃下去就不同了 林炎可以通过药性逆推 还原出炼丹的每一个细节 还有炼丹过程之中的药性变化 当然 若这是一枚毒丹 林炎也不怕 以林炎的炼丹之道 有把握在毒性爆发之前 就解决掉它 更何况 林炎笃定 这不是毒丹 这玩意 一看就是奖励用的 留下羽化碑的人 又不是七师姐 没事拿毒丹当奖励 叮 恭喜您 炼丹之道更进一步 炼丹入道晋升小城 达到110 重铸根基 雇本培圆 这丹药厉害啊 林炎发现 这丹药效果极好 它三元铸基之后 根基强悍的不可思议 可这丹药 依旧可以起到重铸根基之效 让它再次提升一个境界 达到助击五重 这炼丹之法太玄妙了 只是靠一枚丹药还不够 还得多来几枚 林炎将药效炼化完毕之后 满脸期待地看着羽化碑 羽化碑内能出现一枚丹药 那就肯定能出现第二枚 林炎盯着羽化碑 也不管羽化碑能不能听懂 就是一嗓子 师弟林炎 想请师兄指点 不是师兄 是 羽化碑一颤 排行倒数第二的名字亮起 一道光柱照在林炎面前 居然走出了一名少女 扑 少女刚成行 话都没说完 就被林炎一箭消掉了 想来那话是想反驳 不是师兄 是师姐 林炎显然没注意到这一点 而是一脸期待地看向羽化碑 刷 这一次又有一物从羽化碑内飞出 散发出夺目的佛光 这一次 林山之主不淡定了 这是福道典籍 涅槃经 这是涅槃经 林山之主盯着林炎手里的典籍 双目都在发光 涅槃经 林山绝学 可惜并不完整 只有前面三卷而已 而今林炎手里的涅槃经 气息太古老了 经文封面上的涅槃经三个字 就蕴含着纯粹无比的佛道真意 阿弥陀佛 本作愿意以魔土之主 一辈子单身作为代价 祈祷这涅槃经是完整的 林山之主看着林炎手里的涅槃经 义正词言地开口 碰 魔土之主闻言 林炎差点没气出内伤来 你林山的传承 用本作当代价 你这么说礼貌吗 本作同意了吗 再说你一个和尚 全家都单身 带上我干嘛 这法门 好像和原神诀一样 只是一卷总纲啊 林炎翻阅着涅槃经 而后喃喃开口道 原神诀是天下神魂法门总纲 这涅槃经林炎略微看了看 应该是天下辅导法门的总纲 若非给林炎一些时间 林炎认为自己 可以推演出一卷完整的辅导法门 不过与此同时 林炎心中又多了一些疑惑 当初苏星河可是说过 罗夫世界原本是没有化神境的 有人创造出原神诀之后 才有了化神这个境界 每一个境界都有自己的一卷总纲 可以说 罗夫如今的修仙境界 乃是先辈们披荆斩棘 一路硬汤出来的 如今却冒出来了一个上古纪元大罗城 八大境区又多有大罗传承 这该如何解释 算了 这里面估计还有我不清楚的历史 回去问问老师 老师博恩强记 应该是知道的 林炎摇了摇头 又将注意力放在涅槃经上 不着急推演 我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而已 还是得多刷一些奖励出来 林炎略作私存 当即就把涅槃经收了起来 先辅宗主 林炎出来之后 你看能否帮我说说 让他把这涅槃经给本座看一眼 本座必有中心 林山之主看着先辅宗主道 无量山的事情 本座说的不算 先辅宗主忧愿开口 你堂堂宗主 门内封的事情 你都说不上话 林山之主有些不满了 你还好意思说 还不都是你们惯的 先辅宗主更忧愿了 无量山是王师道的 王师道是谁 为了给林炎注击 八大禁区的信物 随手就拿出来了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除了八大禁区信物 还有八大禁区之主信物 还有个大福地之主的信物 就靠着这些人情 无量山的事情 谁敢管 先辅宗主害怕 哪天王师道在无量山 或者先辅宗待腻了 直接自己整一个福地去 那你总该能说上几句吧 林山之主咬牙 说不上你和王师道熟 自己和王师道说去 先辅宗主傲娇开口 这事情还得王师道去办 论坛条件 王师道可太在行了 行 那本作就自己去找王师道说 林山之主一想也是 自己和王师道 那是老熟人了 直接找王师道 更靠谱 几人交流之间 林炎已经连战好几场 又是几件奖励在手 可惜林炎想要的丹药 那是一颗都没得到 到时各种法门出现了好几种 林炎也没时间体悟 索性直接收起 这一次是一剑法宝 第七场 一把长剑从羽化榜内飞出 这练器手法 有些特殊啊 上面的法阵 似乎和尔经的法阵 是两个概念 林炎看着手中的长剑 也是来了兴趣 当场就把剑拆了研究 而后林炎一路 沿着羽化榜 杀进了前九百名 不管林炎的对手有多强 基本上都是一指败之 期间林炎倒是拿到了不少丹药 全都被林炎吞下去 体悟其中的练丹真意了 看得三仙殿主 眼睛和针扎一样 都躺眼泪了 恨不得冲进去 把林炎拍成八片 丁 恭喜您 以身试药 对丹道的理解提升 丹道晋升程度二百一十 丁 恭喜您 体悟上古纪元练技术 林炎各种体悟多多不说 自身修为 也在各种丹药和法门的加持下 连连突破 哄 当林炎击败第十一名之时 已经完成了全面的提升 丹道小长 七道小长 强道小长 神魂之道小长 助击七重觐见 半个月的时间里 林炎九百九十战全胜 每一战 都是指出一指 这半个月里 三仙殿主 已经被林炎刺激的麻木了 在仙道之花外 修士更是理三重外三重 围得满满当当 一个个都是神色凝重 要知道 当林炎打进羽化榜前摆之时 战场内出现的对手 实力已经远超炎九仙 却依旧挡不住林炎一指 轰隆隆 而后林炎摧哭拉朽一般 击败了第十名 这次羽化榜轰鸣之间 竟然出现了一条通道 空间通道之中 闪烁着灿烂无比的光芒 通道的尽头 有一口池子 里面鲜光炼焰 散发出浓郁的 吓人的仙灵气息 难道说 这第十名的奖励 就是这通道尽头的池子 林炎心里一动 而后顺着通道前行 很快就来到了通道的尽头 石精先到此一游 林炎刚走出通道 就是一带 只见池子旁边 还立着一块石碑 石碑上面刻着一行大字 大师兄 也曾经来过这里 林炎一脸的惊异 本座想起来了 这是那个地方 仙宵宗主也看到了石碑 眼中闪过一抹惊异之色 当年石精先在一处机缘之地 一人一拳屠灭三千甲的阴兵之后 被传送到了一座山前 在他爬到一半的时候 曾在这里重铸根基 而后石精先 被山上的气息逼退 不得不沿着原路返回 传送回了屠灭三千甲的位置 藏仙谷主取出了一卷典籍 那是石精先绘制的地图 上面还有石精先做的笔记 在这里 藏仙谷主一直点在了 御盘上一个位置 那里标记了一座山 上面还被打了一个问号 御盘上 这样的地方有很多 基本上很少有人去过 只知道有这么个地方 却没能探查清楚 呜呜呜 林炎进入此处之后 眉心的三花印记 亮起夺目的光辉 开始自行运转 汲取池内的仙灵之气 三元之道 这是三元之道的气息 林炎眉心三花印记亮起之间 之前传出泥南省的山上 一道茫然的女声再次传出 是谁在盯着我 林炎心里一紧 林炎在那声音发出的一瞬 就感觉到 有一股若有若无的气息 将自己锁定 让林炎有种心惊肉跳之感 好像就在我头顶 林炎猛地抬头 看向天穷之上 一脸的惊异 林炎抬头望天 神魂之力被催动到极致 可那种被关注的感觉 却消失不见 此处是奖励之地 大罗城又是不死之城 应该不会有凶险 还是落袋为安 先拿下好处再说 林炎思虑一番后 直接看向了池子 这是丹叶 林炎心中一动 他只是吸了几口气 就闻到了好多种灵药的香气 有一部分药香 连宇飞仙给的典籍之中 都并无记载 显然不属于这个纪元 这丹叶的效果 比林炎见过的所有丹药 都要玄妙 只是呼吸之间而已 就让林炎眉心三花 亮起绚丽的光 扑通 林炎直接跳进池子之中 刹那间就感觉 自己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包裹 这丹叶效果惊人 正好一边炼化 一边将之前的奖励体悟一番 当可事半功倍 林炎心思电转 运转三花汲取要力 三花运转之间 池子内的丹叶 如同封了一般 往林炎体内涌去 丹叶的力量神妙莫测 滋养肉身 提升灵气 壮大神魂 恰到好处 让林炎的修为 再次晋升一个境界 助击八重 照这个进度 半个月内 妥妥地助击圆满 林炎目光一亮 这丹叶的效果 比他预想的 还要好得多 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 将这丹叶的效果 发挥到极致 林炎美滋滋地 就拿出了涅槃精 涅槃精虽说只是一卷总纲 却也是一部炼体法门 若是能体悟一二 绝对可以加快 林炎汲取丹叶的速度 林炎只是扫了一眼涅槃精 就有海量的心得 体悟在心中浮现 叮 体悟涅槃精 心有所得 林炎周身顿时燃起熊熊金色火焰 淬炼肉身 不到片刻时间而已 林炎的身体 就被镀上了一层金光 涅槃精身 林炎炼就出涅槃精身了 如此涅槃气息 这是已经入了涅槃之道 林炎涅槃精身一出 林山之主心里就是一跳 而后咬牙祭出自己的涅槃精身 哄 刹那间 林山之主化为亿万丈大小 好在这藏仙谷主大殿 极为神妙 林山之主的身形长多少 穷顶就拔高多少 否则直接就被顶破了 只见林山之主 通体若神经胶筑而成 光芒灿烂 有一重重的金色火焰在燃烧 林山之主看着自己的涅槃精身 再看看林炎的涅槃精身 脸色一黑 本作三重涅槃 已然是涅槃精身的最高中 可是论纯粹 却不及林炎领悟片刻 林山之主磨牙 感觉受到了暴击 若是论威能 林山之主的涅槃精身 可尚行九天 一根脚趾头 都能踩死一万个林炎 可是那有屁用 不过是大成圆满修为的 无敌加持罢了 完整的涅槃精 林炎手里的 肯定是完整版涅槃精 林山之主收回涅槃精身 盯着林炎 一脸的渴望和期待 很好 三花巨顶再加上这涅槃精 修行速度 已然是达到极限 之前那些丹药蕴含的炼丹之道 太玄妙了 正好验证一番 林炎又取出丹炉 还有各式灵药 打算开炉炼丹 这不是胡闹吗 一边修行 一边炼丹 这小子以为自己是谁 三仙殿主看林炎 是横跳眉毛竖挑眼 那么多九丹文丹药 全都让你压吃了 是一枚都没给我留 此时三仙殿主 巴布的林炎炉 好让自己心情愉快一点 呜 林炎当即祭出灵火 又取出一堆灵药 与非先给林炎的灵药 都是反品 所以林炎打算炼制反品丹药 结果林炎一出手 三仙殿主又抹了 只见林炎双手结印 诸多药力被淬炼出来 那造诣连三仙殿主 都挑不出毛病来 不到片刻 一炉丹药就出炉了 林炎开炉一看 顿时露出失望之色 还是差了一些 林炎摇头 随手就把丹炉内的丹药 倒进池子里 反品丹药而已 林炎现在根本懒得吃 至于老师 师兄师姐们 就更不可能看得上了 混蛋 杀了他 老夫要杀了他 取我的刀来 我现在就进去刀了他 三仙殿主看着一枚枚丹药 扑通扑通的掉进池子里 眼睛都红了 七丹文 那是七丹文的绝世丹药啊 你就这么倒了 你进得去吗 仙肖宗主悠悠开口 三仙殿主闻言 顿时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不对啊 是老夫傻了 林炎自己 都能炼制七丹文丹药了 我还着急个屁啊 等林炎出来 开个好价钱 让林炎帮我炼一炉不就好了 三仙殿主冷静下来之后 脑瓜子就开始嗡嗡转 那是相当的高速 带出来再多的丹药 也有研究完的一天 可林炎能炼 那就不同了 只要出得起价钱 害怕没有丹药研究 至于和林炎取经 那是万万不行的 至少以三仙殿主的身份不行 那不得让八大禁区 七十二伏地那些老家伙 给笑话死 又是三日 林炎一边修行 一边接连出手炼丹 没错 就是这样 第三日 林炎再次开启丹炉 看着丹炉里 整整八十一枚丹药 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九丹纹丹药 此时 整整八十一枚九丹纹丹药 静静地躺在丹炉中 熠熠生辉 一次承担八十一 每一枚都是九丹纹 这小子 到底是什么妖怪 这一次 所有人都不淡定了 满脸见鬼的表情 这等炼丹手法 完全就是传说之中 才存在的炼丹法 哄 林炎这边刚把丹药收起来 池子就是猛的一颤 而后空间扭矩之间 林炎就发现自己 已然回到了之前的战场之中 池中只能修行三日 林炎一脸的意犹未尽 那池内的丹叶 效果好得离谱 可以全方位地提升林炎的实力和潜力 能进一次 那就能进第二次 再来 林炎开口之间 第九名的名字就投射出一名少年 碰 少年的身形刚刚凝聚而出 就被林炎一箭消了 嗡 第九名消失 又是一道光从羽化榜内飞出 这是什么 火 林炎看着羽化榜内飞出的东西 一脸的好奇 火焰 一朵赤胜无比的火焰莲花出现 仿佛可以烧穿虚空 丹火 这是典籍之中记载的丹火 看力量强度 应该是神品 三仙殿主哈喇子都要下来了 丹火 那是什么 仙肖宗主好奇地问道 丹火 天生地养 是上一个纪元之物 我们罗夫是没有的 传说上一个纪元的炼丹师 会降服强大的丹火来辅助炼丹 从而实现月积炼丹 一般来说 助机修士凝聚出来的灵火 最多也就炼化地品灵药 可若是有好的丹火 就能炼制天品丹药了 炼气师也可以用 总之 好处多多 丹仙谷主 也是眼馋地看着灵岩 瘦 灵岩心念一动 抬手结印 施展出收取灵物的守绝 呜 让灵岩欣喜的是 守绝有效 紫色的丹火莲花 被灵岩轻而易举地 收取到了 自己的丹田气海之中 火焰莲花刚刚被炼化 就有海量的信息 融入灵岩石海 神品丹火 紫岩天联火 上古纪元的真奇 炼丹师至薄 炼气师也可以用 好东西啊 灵岩露出欢喜之色 再来 碰 来 碰 灵岩收取丹火之后 对后面的奖励更加期待 一指一个的狂越 羽化榜上的助击 这简直就离谱 羽化榜前十 每一个都是 十经线一级的怪物 结果灵岩一直投一个 是啊 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这是在冲榜 还是在刷奖励 此时 外界所有人都惊呆了 别看那些人 刚出来就被灵岩打爆了 可是他们展露出来的气息 却绝对恐怖 各顶个都是少年十经线 这样的人 罗浮世界古往今来 可就出了十经线一个 结果羽化榜前十全都是 上个纪元的大罗城 修行文明到底有多繁荣 更让人窒息的是 面对这样的存在 灵岩竟然一指头一个碾碎了 灵岩当真是各种奖励 拿到手软 中间灵岩又进了一次单夜池 这一次在里面待了六天 等灵岩出来 注击圆满 嘎嘎嘎嘎 一个月时间不到 从炼气四重 一路晋升到注击圆满 我问一下 罗浮古往今来 谁有这样的修行速度 嘎嘎嘎 我不知道 别问我 眼看着灵岩 一月不到的时间里 直达注击圆满 不知道把多少修士逼疯了 全都磨这么一般 怪笑起来 还有三个 灵岩眸光灼灼地 看着羽化榜上 剩下的三个人 第一名 林思雨 第二名 唐小楼 第三名 李玄河 一般而言 不知道是否有人 能与我正面一战 灵岩晋升注击圆满 铜镜根本无人 可以让他出第二招 所以对羽化榜三甲 更加期待 嗡 此时 李玄河三个字 亮起灿烂到极致的光芒 照在灵岩所在的战场上 刷 一名青年 从光芒之中走出 青年身穿道袍 气息古老而又沧桑 好像一个不知道 活了多少岁月的老怪物 青年的气息一神一魔 充满了一种独特的气质 大 青年刚刚凝聚 灵岩已经一直点出 一道犀利到极致的剑光 瞬间打在青年眉心上 发出一道阵龙发聩的颤音 哄 青年身形瞬间后退 然后脚掌猛的一顿 地面瞬间炸开 由乱石崩空而起 更有紊乱的剑意纵横而出 待光芒散尽 青年单膝跪地 眉心被灵岩一剑刺出了一道口子 那一道口子之中 有灿烂的光芒流淌 操 太强了 太狗了 魔土禁区之主 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开口道 太强了 说的是那李玄河 可以用头应接灵岩一击不死 太狗了 说的自然是灵岩 明明拥有无敌的实力 却选择偷袭 魔土之主 我怎么感觉 这青年身上的魔道真意 似乎像极了你们魔土的魔性 有心魔之力的征兆啊 天魔福地之主开口的 还有一句话 天魔福地之主没有说出来 他现在很不舒服 在看到李玄河的身影时 居然有种想要鼎礼魔拜的感觉 天魔福地与魔土禁区 渊源极深 传说天魔福地之中的天魔真意 就是由魔土禁区的心魔之道演化来的 偷袭 青年摸了摸自己的眉心 眼中闪过一抹凶利的光芒 而后双瞳瞬间变得漆黑如墨 刷 李玄和双瞳变化之间 灵岩发现整个天地都变了 整座战场都在此时化为血色 同时有鬼库神豪之音响彻 如同群魔乱舞 射人心魄 心魔领域 这是我们能魔种一脉的血脉天赋 唯有最纯粹的魔种才有可能觉醒 可是上述万年 我族最纯粹的血脉出来 都绝对达不到这种程度 李玄和出手之间 魔土禁区之主 瞳孔一缩 瞠目结舌 魔土禁区 掌控心魔者其实并非人族 他们自称魔种 亦或者天魔 以上个纪元传说中的 域外天魔为宗族 这是什么力量 灵岩饶有兴趣地感应着心魔领域的气息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 李玄和开口之间 已然出现在灵岩面前 一指朝着灵岩眉心点下 当 咔嚓 李玄和一直点在灵岩眉心之上 可怕的颤音 伴随着令人牙酸的鼓裂声响起 糟结了吧 这小子 正当自己无敌了 不闪不避接下了这一指 这一下 怕是头骨都碎了 眉心得被扎出个洞来 此人性格 倒是与魔土禁区如出一辙 你再我眉心点了一指 我就在一样的位置 还你一指 一点委屈都不待受的 围观的修饰全都自压一乐 可算是逮着让灵岩吃瘪的一幕了 啊 结果那些人刚说完 李玄和却是一声惨叫 亮枪倒退 李玄和的手指正在剧烈颤抖 他脸上更是满是错愕 不是吧 碎的不是灵岩眉心 是李玄和的手指 看这情况 这手指都碎了 一群人差点疯了 李玄和这一指 可是蕴含着绝世大力 可以轻易点碎一座万人高山 结果点在灵岩眉心 灵岩却和眉市人一样 倒是李玄和自己的手指碎了 的魔土禁区有关 刚刚展开的领域 莫非是心魔领域 则 可惜了 我天生愚钝 心魔奈何不了我 那领域甚至没有影响我一死 要不是你那一指 点在我眉心 我感受到 你动用魔念之力 想要拨动我的心弦 我还不知道呢 还以为你之前是在摆造型来着 放弃吧 你能勾起人魔念的力量 确实很有趣 可是你的肉身太弱了 还是寄出法宝吧 灵岩恍然大悟道 能把人气个半死 你很像一个人 李玄和瞪着灵岩漆黑的眸子 带着几分恼火 谁 灵岩心里一动 不告诉你 李玄和眼睛一眯 根本不上钩 刷 李玄和手中再次出现一杆长枪 于刹那之间刺向灵岩 一枪戳 心魔舞 无尽血光汇聚于一枪之中 除却心魔之外 灵岩还感觉到了一种力量 充满了无尽的悲凉 想要将自己拉进沉沦与痛苦之中 当 李玄和一枪刺在灵岩眉心 结果长枪直接崩碎了 肉身比防御地宝还强 这李玄和手中的长枪 绝对是地宝中的佼佼者 也是最适合筑击的法宝 结果就这么崩碎了 一群人看得嘴角抽搐 就连李玄和都是亚麻呆住了 这可是地宝 汇聚了自己的心魔 天悲两种真意 比自己的手指可是硬多了 结果不止没伤到灵岩 自己还崩碎了 你也不行 还是下一个吧 噗 灵岩并止如剑 一剑将李玄和的脑袋削了下来 李玄和单凭那纯粹到极致的某种之力 就足以傲视群伦 如今就这么让灵岩削了 噗 这一次 鱼画榜内又是一道光芒飞出 化为一枚玉碱落在灵岩手中 以身为气 灵岩扫了一眼玉碱 目光一亮 先平法门 这以身为气 赫然是一阵先平法门 乃是肉身之道和阵道结合形成的 这法门 好惊人的成长性 灵岩越看目光越亮 稍微体悟而已 就有诸多的明雾浮现心头 这绝对是我见过的最强法门 灵岩目光灼热 全力体悟 叮 恭喜您 将以身为气 修炼之大成 嗡 有一重重的大道 真意在灵岩身体上凝聚 化为一枚枚灿烂的符号 烙印在灵岩的身上 剑道 丹道 气道 枪道 几乎是眨眼之间 灵岩身上就多出九枚大道符号 每一道符号落下 灵岩的肉身就会提升一减 当九枚符号全部烙印 发出绚烂到极致的宝光 灵岩的肉身又提升了一大减 以身为气 这是什么法门 似乎从未听说过 八大禁区之主 七十二伏地之主 此时全都凝重地看着灵岩 能真切地看出灵岩肉身的变化 如果说灵岩之前的肉身 只是一件气配的话 那么此时灵岩的肉身 似乎蜕变为了真正的法宝 原来如此 以身为气 就是将肉身荡成器来修行 只要修行出一种大道 就能在肉身之上 烙印下一道大道真意 这是潜力永无止境的法门 灵岩细细体悟 目光越来越亮 这等法门 都只是击败第三名的奖励而已 那第一名的奖励 会是什么 灵岩目光更亮了 哦 灵岩心思电传之间 与画榜上唐小楼二字 已经亮起灿烂无比的光芒 而后一道身影 从灿烂光芒之中走出 让灵岩错愕的是 那是一名孩童 对方看上去 也就是十岁的年纪 通体如同神经胶筑而成 穿着兽皮衣 头发随意地劈散着 可就是这么一个孩童 却散发出可怕的压迫感 佛性 好惊人的佛性 这绝对是一名福道高手 可若是佛道高手 为何有头发 也没有戒吧 灵岩之主看着唐小楼 露出了深思之色 正常而言 能有如此佛性 这在灵岩都是灵岩未来佛的配置 不曾剃度 还是个孩童 太古怪了 我愿意以一辈子单身作为代价 让你们灵岩永远受不到这样的弟子 魔土禁区之主 阴侧侧地开口 让你压得之前拿我许愿 反正注定孤身的话 还不如给你们来个狠的 谁让老子是英明神武的纯血魔种 结婚很难的 你滚 灵山之主脸都黑了 小孩 这有点下不去手啊 灵岩有些纠结地看着唐小楼 我很强的 唐小楼文言认真地看着灵岩道 那咱们可先说好了 一会儿打不过 可不许哭 灵岩笑道 我才不会哭 我爹说了 打不过就一直打 哭不会变强 唐小楼一本正经地说道 你爹是谁 灵岩来了兴趣 弥天 唐小楼道 弥天 灵山之主听到这两个字 心里顿时一颤 眸子瞪得滚圆 弥天世尊 他竟然是上古纪元佛门 弥天世尊的儿子 可是怎么可能 上古佛门世尊 哪里来的儿子 可若不是 这唐小楼身上的佛性 又该如何解释 灵山之主人都傻了 根据灵山掌握的一些上古典籍记载 弥天世上古纪元佛门世尊 可如今儿子都出来了 看来似乎有待考证了 弥天 灵岩饶有兴趣地看着唐小楼 弥天应该是一个佛号 而非真名 没错 我们可以动手了吗 唐小楼看着灵岩满脸的跃跃欲试 他能感受到灵岩的强大 来 灵岩点头 哄 灵岩刚说我而已 唐小楼脚下躲躲金银盛开 只是一瞬就出现在灵岩面前 佛光普照 唐小楼一拳朝着灵岩打落而下 刚猛无敌 唐小楼年纪虽小 却已经有了无敌之气 这一拳打出 虚空隆隆而动 承受不住那股权益 当 灵岩信手一拳挥出 两颗拳头相撞之间 却好像两颗大日在碰撞 发出了炫目无比的光芒 刷 唐小楼身形瞬间后退 双脚在地面离出两道深深的沟壑 退出百丈距离 才堪堪止住身形 哄 唐小楼双脚一顿之间 脚下大地更是炸开 你真的很强 看来我要使出全力了 唐小楼挥了挥拳头 竟然未曾受伤 好惊人的肉身 灵岩刚刚这一拳 虽然留守了 却足以瞬间打爆炎九仙 结果这唐小楼 竟然毫发无伤地承受下来 或许这唐小楼 真的可以和灵岩一战 换句话说 我们福道若是修行到极致 不比三元柱击差 灵山之主目光明亮 心里突然很期待 灵山之主不曾挖掘出佛道的全部潜力 而今似乎在唐小楼身上 看到了佛道的尽头 等等 我不打了 唐小楼刚打算再次出手 灵岩却突然摆手了 为什么 唐小楼一愣 我站一刚起 你就不打了 你礼貌吗 八大禁区之主 七十二伏地长教 也是满脑门的问号 特别是灵山之主 他可就指望着灵岩和唐小楼一战 验证自身的福道和上古福道呢 没意思啊 你是小孩子 打赢了你 我没好处啊 灵岩眨了眨眼睛 看着唐小楼 八大禁区之主 七十二伏地长教 全都绝倒 果然 无量山没好人 灵岩 这是连小孩子都坑 不要脸 小和尚 千万别上他的当 仙道之花外面的那些修士 一个个也是酸溜溜的开口 这可是上古时代的人 要是让灵岩坑成功了 那得是多大的好处 你想要什么好处 唐小楼一想也是 很是认真的问道 那你有什么 灵岩好征以侠的问道 我除了修炼的法门 好像什么都没有 唐小楼认真考虑之后说道 行 那就法门吧 你看这样如何 我站在这里 随便你打 我接下你一击 你给我一道法门 灵岩狮子大开口 接下一击 就给一道法门 唐小楼闻言 当即就在战场上 掰着手指数了起来 我有佛门六通之术 相当于六种法门 还有拈花指 涅槃金身 大罗汉拳 步步生连 一共是十大法门 那我就出手十次 行 反正十次之后 我若是打不过你 再打也打不过了 就这么办 唐小楼数完之后说道 佛门六通之术 他连佛门六通之术都有 这是我们灵山都没有的法门啊 灵山之主 眼睛都红了 佛门六通 上古佛门的绝学 灵山之主 也只是在典籍之中 见过一些 知言片语的记载而已 如今这唐小楼 竟然有完整的佛门六通 弥天世尊的儿子 他肯定是弥天世尊的儿子 否则不可能掌握有 佛门六通之术 灵山之主 红着眼看着唐小楼 行 来吧 灵言站在原地 笑眯眯的看着唐小楼 那你可要准备好了 我全力出手 可是很强的 哄 唐小楼开口之间 体内佛性轰然爆发 只见一重重佛光扑层开来 照亮整个战场 唐小楼的身形 更是在此时 拔高到千百丈大小 如同金身古佛一般 涅槃金身 还入了涅槃之道的涅槃金身 远超我们灵山 灵山之主再次惊呼 年花一指 唐小楼长笑之间 黑发飞扬 已然是有无敌之事 一指朝着灵言点出 哄 涅槃金身 年花一指 两大佛门顶级神通一出 虚空瞬间炸开 一朵完全由佛性凝聚而成的金莲 盛放开来 直冲灵言而去 碰 可是这么一击 却被灵言随手破掉 刷 唐小楼一击失败 身形一闪之间 神足通已然施展 出现在灵言面前 不止如此 唐小楼眼中金光闪烁 他心通一是被施展到极致 试图寻出灵言肉身的破绽 结果一看 唐小楼都快哭了 肉身完美 无缺无漏 灵气纯粹 浑然天成 神魂强壮 固若金汤 这有个老石子的破绽 可此时 唐小楼已经近身 只能截起拳印 大罗汉拳已然施展而出 一道道金色拳印 接连朝着灵言打落而下 当当当 可任凭唐小楼如何出手 灵言都只是随手格挡 轻而易举将唐小楼的攻势 全部化解 不打了 你和思雨姐姐一样 都是怪物 我打不过你 唐小楼再次被逼退之后 满脸不愤 而后朝着眉心一点 抽离出一道神魂之力 直接打向灵言 而后飞进羽花榜消失不见 灵言神魂一扫 目光一亮 十大法门 唐小楼抽离出来的神魂之力之中 赫然记录着十大法门 这神魂之力 应该就是唐小楼答应的十大法门 也就是说 现在灵言手里 掌握着比我们灵山更完整的福道传承 灵山之主感觉自己要瞎了 就只是那佛门六通 就足以让任何一个佛修欲罢不能了 哦 不止如此 于化榜轰鸣之间 又是一道璀璨的光芒飞出 在灵言面前化为一卷经文 又是一部传承 灵言心里一动 灵言击败第三名和第二名 得到的奖励都是一种法门 以身为气 乃是潜力无限的肉身法门 这击败第二名的奖励 肯定不会比以身为气差 灵言接过经文 扫了一眼而已 就被一股道运吸引 仙罗经 此处是仙罗宗 这经文以仙罗为名 该不会是这仙罗宗的正派法门吧 灵言心思电转之间 就在战场上盘膝而坐 如今大罗城开启期限 只有数日的时间了 灵言估计 那丹叶池肯定是去不了了 还是就在这体悟吧 灵言体悟唐小楼留下的十大法门 还有这些罗经 一时之间诸多感悟浮上心头 叮 恭喜您将佛宗六通之术 修炼到大成 恭喜您将大罗汉拳 修炼到大成 恭喜您将步步经联修炼到大成 恭喜您将年花纸修炼到大成 恭喜您体悟涅槃精神法门 涅槃之道晋升程度110 恭喜您福道入道 灵言周身有佛光普照 佛性比唐小楼还要纯粹 福道天才 这灵言还是个佛道天才 天杀的王师道 怎么就把我福道未来的世尊给抢了 灵山之主恼火开口 心里对王师道羡慕到不行 什么未来福门世尊 这明明是我先宵宗未来宗主 先宵宗主嘚死的开口 心里寻思着 要不要和王师道商量一下 早点把灵言的身份坐实了 省得一群人天天惦记着灵言 佛宗十大传承 灵言不到一日时间 全都大成 这等修行速度 灵言却是有些不满意 只是大成而已 未曾完美 这是我对佛道的感悟和积累还不够 若是能和真正的佛道高手交流心得的话 应该就能完美了 灵言思存自语之间 开始体悟仙罗经 仙罗经 原来并不是一卷真正的法门 而是一种感悟 灵言赞叹道 仙罗经并非按部就班的修炼之法 而是一种对弃的体悟和见解 蕴含着罪本源的道合理 灵言越是体悟 越是感觉奥妙无穷 难道说 这就是上古纪元修士的修行方式 不讲究法门 而是给出一个包罗万象的总纲 让弟子去体悟 一个总纲 不同的人体悟必然不同 修行出来的道也肯定不同 如此方能百花齐放 灵言心中暗自推测 其实灵言只是猜对了一半 上古纪元也好 而今也罢 正常的修行方式 都是通过完善的法门来修行 可总有一批人 生而不凡 传统的修行方式 不但满足不了他们的道 还会限制他们自身的道 这一类人需要的只是一个方向 来探寻大道的本质 可以在最质朴的道语理之中 误出至强法 这样的人 上一个纪元有 这个纪元也有 比如说 原神诀的开创者 这就是一个从无到有 开创出一个境界的强者 正是有了原神诀 才有了神魂修行法 也才有了化神之境 灵言沉醉于仙罗经的体悟之中 诸多的道语理 在灵言心中碰撞 灵言甚至以自身学会的诸多法门 传承 进行了验证和碰撞 提升着自身对道语理的见解 恭喜您 体悟诸多妙法 荣惠仙罗经于易卢 三花巨顶筑基篇 晋升为金丹片 金丹片也有了 灵言目光大亮 三花巨顶 原本是灵言以九龙吸水 九转轰如今 引气诀 配合三元筑基之法 推演而出的法门 走的就是三元筑基的路子 最大的作用就是筑基 如今金丹片一出 代表灵言可以修成三元筑丹了 很好 三元筑基 号称极尽九倍战力 若是我修成三元筑丹 那会有多强 更加灿烂 看向羽化榜上最后一个名字 林思雨 居然和自己是同性 灵言看向林思雨三字之时 林思雨三字光芒大放 这一次 从里面走出来的 居然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萝莉 不过唐小楼 由于修行的是佛门之法 所以身材格外高大一些 显得林思雨更加娇小 我的天 这上古纪元 到底是怎么回事 羽化榜前三的三个人 除了那个李玄和正常一点 剩下的两个都还是小孩子 虽然只是小孩子 但是你们发现没有 这林思雨的气息很恐怖 所有正在观战的修饰 全都不淡定了 谁都没想到 羽化榜第一 是个这么小的女娃 三元助击 倒是林言 满脸错愕地看着林思雨 三元助击 眼前这小女娃 绝对是三元助击 从林思雨出现的瞬间 林言眉心的三花印记 就已经有感应了 一个上古纪元的三元助击 这让林言目光灿烂到极致 可算是逮着一个 能让自己认真的了 林言打量着林思雨之时 林思雨也是饶有兴趣地 打量着林言 你竟然和我一样 都是三元助击 你好像比我还强 林思雨惊叹开口 一样 三元助击 这林思雨也是三元助击 没错了 三元助击本身就是 上一个纪元的修行法 有三元助击存在 太正常了 不过这三元助击 在上古时代应该也很少见 林言打了999场了 这还是第一次遇到 八大禁区之主 七十二伏地长教 全都露出金融 不过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那些仙道之花外的修士 却不知道这些 都是满脸不解 三元助击是什么 没听说过这种法门啊 甚至有一些道君都不知道 三元助击 是上一个纪元的助击之法 整个罗浮世界 古往今来 只出了一个半 有大成修士眯着眼说道 大成 这是罗浮世界 修为最顶的那一列人了 最关键的是 他们有人是和王师道 一个时代的天骄 一个半 其中一个 肯定是零年 那还有半个是谁 有修士忍不住问道 还能是谁 无量山王师道 有大成修士笃定道 王师道算半个 王师道不就是收徒弟厉害吗 本身就是个化神而已 不是都说 王师道是先销宗修为 最低最弱的长老吗 不少人惊诧开口 在他们的认知里 王师道就是弟子厉害 本身可不行 人家都大成了 王师道才化神 若 若是你们说 王师道修为低我认 可你要说 王师道弱 呵呵 本座保证 罗浮世界同镜能打过王师道的 一个都没有 能给你打出屎来 有大成修士冷笑着开口 整个罗浮世界 包括八大禁区 和王师道同代的大成修士 有几个年轻的时候 没被王师道揍过 没被揍 那说明你不行 不是强者 若不是王师道 只算半个三元筑基 在合体之时出了岔子 当今罗浮世界的战力天花板是谁 那可就真不好说了 王师道 真有那么强 不少修士都是择舌 别的不说 年轻之时的王师道 可是筑基 金丹 元英 出鞘 化神 武境界的绝代榜第一 这是天机堂颁布绝代榜以来 第一个武境第一的记录 最后还是被王师道的弟子 石金仙打破的 你说强不强 大成修士冷笑着开口 要知道 当初的王师道 可是在自展一元的情况下 依旧问鼎了化神绝代榜 那一次绝代榜上 还有好几个名字 如同昙花一现 和王师道角逐之后 就此消失不见 那是谁 那是年轻的八大禁区之主 也是八大禁区唯一一次 有人化名参与绝代榜的绝竹 最终 依旧是王师道 稳坐天下第一 可想而知 王师道的绝代榜第一 含金量有多高了 好像是 我之前和天机堂的人聊起来 绝代榜历届第一 其中就有王师道 不少道军都是震撼开口 谁都没想到 年轻之时的王师道 会这么强 毕竟和王师道同一个时代的天骄 对于王师道 就没有不服气的 即便王师道没落了 也从不在后人面前 提及王师道的事迹 这是对一个没落绝世添交的尊重 毕竟谁都不想自己的伤疤 被人一次次地揭开 不过二斤好了 王师道不曾做到的事情 他的弟子做到了 三元筑基 极尽九倍战力 这样两个人打起来 会是何等的绚烂 所有人都是目光灼灼的 看着林妍和林思雨 这是两个纪元的角逐 意义非凡 林思雨 羽化榜第一 林妍 筑基绝代榜第一 这是针尖对麦芒 针一把长剑被林思雨握在手中 神宝 正常而言 要到金丹才能发挥出神宝的威力 可若是三元筑基 说不定筑基就可以了 有修士惊叹道 林思雨手持长剑 目光很是明亮 看向林妍手中的樊潇剑 笑道 小哥哥 一把剑可不够 剑自然是还有的 刷 林妍一抖手中的樊潇剑 只见林妍之前插在擂台外的九潇剑侠横空而起 砰的一声落在林妍面前 剑侠 我哥哥也有 林思雨看着九潇剑侠 眸子更亮了 你哥哥又是谁 林妍饶有兴趣地问道 不可说 林思雨摇头 小哥哥 你这剑侠是一种传承 若是能九剑齐出的话 我不是你的对手 可若是指出三剑 你不是我对手 林思雨眼力很惊人 只是一眼就看出了关键 那若是六剑呢 林妍信手一挥 铿枪之音不绝于耳 黄剑 玄剑 帝剑 天剑 神剑 九潇剑侠内 又是五把木剑飞出 立在林妍面前 加上林妍手中的樊剑 正好六剑 如今林妍见到小城 已然可以拔出六剑 六剑的话 那只有打过才知道了 林思雨一斗手中长剑 一道五匹的剑光 已然纵横而出 撕裂虚空 朝着林妍展落而下 一剑戳 剑一落雪 飘落而下 整个战场 似乎都是在此时 化为冰雪世界 林妍不惧 同样信手挥出一剑 漫天含义被驱散 而后两刀剑光碰撞之间 数不清的剑翼 冲向四面八方 在战场上 割裂出一道道惊人的裂痕 刷 无尽的剑翼之中 两刀身影同时沐浴着剑光冲出 以自身为剑 猛地冲撞在一起 纪元之战开启 王师道也曾天下无敌 哄 两人碰撞之间 如同两口绝世神兵对冲在一起 剑光四翼 横扫八方 有无量光 要的人睁不开毛子 刷 而后两人同时后退 这只是两人试探性的攻击而已 不曾尽全力 可给人的感觉 根本不像是两个 助击圆满在对决 而是两个顶级金丹在搏杀 甚至只是画面而已 就让不少金丹修士 感受到了无匹的压迫感 阵开剑门 临死与后撤之间 小手结印 剑尖之上一道剑门浮下出 喷吐出无尽剑芒 而后一道粗大如山的剑芒 从剑门之中冲出 蕴含着斩破一切的剑意 先罚 临严剑指一点 六剑齐出 铿枪耳鸣 凝聚万千雷霆于一剑之中 直取剑门 当 两人再次碰撞 阵阵铿枪之音不绝于耳 更有一重重剑光 将两人淹没 只能依稀之间看到 雷霆阵门之中 六剑对一剑接连碰撞 好强 两人的肉身都很强 至少都是天品防御法宝的程度 两人能伤到对方的 唯有手中的神品法宝 两人的剑刀都太强了 那林思雨的剑似乎借住了某种外力 林严的剑刀则更强 更神妙 两人肆无忌惮的对决 诸多剑刀法门连连碰撞 每一剑都堪称金氏骇俗 远超铸击境界的力量 当 林思雨一刀剑指 点在林严眉心 却被林严完美地承受下来 林严的剑锋贴着林思雨耳并斩过 削下一语黑发 哄 而后两人几乎同时出掌 对了一掌之后 再次后退 好丰富的战斗经验 林严惊叹 林思雨年纪又小 可出手之间经验却无比丰富 一拳一剑一指 全都是妙道巅峰 恰到好处 小哥哥 你赖皮 用他心通 林思雨握着剑 俏皮一笑 不过我哥哥说过 他心通虽强 可在绝对的力量之下 他心通根本无用 林思雨开口之间 浑身上下有一道道灿烂的大道 真意量气 以身为气 林严目光一亮 以身为气 林思雨用的绝对是以身为气 以身为剑 林思雨长啸之间 持剑冲出 在林思雨冲出的瞬间 林思雨娇小的身体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把绝世犀利的剑 以手中神宝之剑为剑间 以肉身为剑身 以大道为意 化剑而出 要将灵眼斩掉 林思雨此剑一出 所有在观战的剑修 都是瞪大了眸子 死死盯着化剑而出林思雨 似乎在林思雨这一剑之中 看到了无上剑道的影子 小哥哥 你要小心了 我哥哥说过 此剑同镜之下 可杀众生 林思雨出剑之前 还不忘提醒林言 我也有一剑 可挡此剑 刷 林言挥手之间 六口剑飞回 环绕着林言而舞 问道 哄 林言一指点出 瞬息之间 天地色变 一股剑意 浮摇上九万里 那是问道之志 纯粹 赤诚 那是所有修士 对自身之道的向往 催枯拉朽 不可阻挡 如此剑意一出 哪怕是林思雨 眼中都是闪过一抹迷茫 正在观战的剑修 更是有种错觉 好像回到了少年时代 那是懵懂的岁月 对修行一知半解 却充满了憧憬和渴望 也正是这种憧憬和渴望 引领着他们 攀登修行之山 问道 好一手问道之剑 问的是道 求的却是本心 八大禁区之主 七十二伏地长教 都是惊叹开口 有一根心弦被触动了 正 问道之剑一戳 磅礴的问道剑意 将六剑勾连在一起 同样化为一口巨大无比的剑 和以身为剑的林思雨 阵龙发聩的剑音响彻 两剑都在长鸣 碰撞出无尽的剑光 啊 哄 两剑只是僵扯片刻而已 林思雨便是一声惊呼 道飞而出 林思雨落地之后 已然化出真身 手中的神宝长剑 战力不休 周身剑意跌宕 林思雨不曾再出手 而是闭上眼睛细细体悟 片刻之后睁开眸子 小哥哥 你很强 我不是对手 承让 林言信守一招 六剑同时飞回 小哥哥 这么好的剑 可有下一招 林思雨好奇地问道 还有一剑 林言点头 还有一剑 还有一剑 你倒是快出啊 外面 一个个剑修 急得抓耳挠腮 问道一剑 已然撼动他们的剑道 若是林言再出一剑 他们感觉自身对剑道的体悟 将更进一步 是什么 林思雨目光一亮 得道之剑 林言轻抚剑身 笑着开口 得道之剑 我好想见识一下 但是只可惜 问道之剑我已经接不住了 得道之剑一出 我也体悟不出什么 林思雨笑道 不过小哥哥 我们还会再见的 到了那个时候 只有两剑可不够啊 什么意思 林言文言 目光一宁 小哥哥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林思雨开口之间 身形逐渐扭曲 小哥哥 小心哦 语画榜被冲 大罗将有一变 哦 林思雨再次开口 身形化为一道绚丽的光芒 消散不见 轰隆隆 林思雨刚刚消失而已 整座雨画榜猛的一颤 上面的名字 全都在此时消失 而后拔地而起 哦 雨画榜颤抖之间 化为一枚令牌 落入林言手中 冠绝令 林言扫了一眼令牌 惊异开口 这就是最终奖励 哄 此时 整个大罗城都是一颤 而后一道又一道光柱 从大罗城四处亮起 直冲九天 将整个大罗城照亮 不止如此 原本被困在雨画城外的大飞狗群 眼中全都亮起胸利的光芒 盯住了林言 凶利 狂暴 林言发现 大罗城被点亮之后 雨画城外那些大黑狗的气息 瞬间提升了数倍 而且 眼中的戾气 比之前还要疯狂 汪汪汪 一道道宛如要吼落 星辰的犬废响彻 数不清的大黑狗 如同疯了一样 冲进雨画城 直冲林言而去 哪来这么多大黑狗 这不是阴兵 难道是白鬼之一 可这大黑狗的气息 似乎比我们交手过的阴兵白鬼 强大许多 数不清的大黑狗 冲进雨画城 这可看待了那些 曾经经过大罗城的修士 怎么回事 与此同时 仙气宗内正盯着 一尊大鼎流口水的三通 整个人都梦了 黑甲鹰兵 只见四面八方 不知何时 竟然出现了一只只黑甲鹰兵队伍 至少有上千甲 上千黑甲鹰兵 那是什么概念 相当于十几倍的 助击绝代榜 这等数量的黑甲鹰兵 助击境界 谁能扛得住 该死 白天 现在特娘的是白天 怎么还有黑甲鹰兵冒出来 三通气疯了 昨天夜里 他出了一次大阵 几乎让这些鹰兵 追得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如今好不容易熬到白天 这还不让人休息一下了 鹰兵戒道 六道让行 哼 上千鹰兵长笑 可怕的寒意 席卷四面八方 而后同时冲向三通 流光略隐阵 三通头皮发麻 双手快速结印 周遭有数不清的阵纹亮起 快速递结成一座大阵 将它护在其中 哼 上千鹰兵一个冲锋 大阵就剧烈摇晃起来 有大量的阵纹被磨灭 这特吗 不止数量多了 实力怎么还强了一大减 我撑不住啊 三通看着阵纹被大量磨灭 牙都快咬碎了 这大阵几乎是三通全部的身价了 为了这一次大罗城之行 三通差点连裤衩子都当了 不过好处也显而易见 有了这大阵 他才有足够的时间去 收服眼前这一尊仙顶 毕竟大罗城内的顶级宝物 都有封印 不能发挥出真正的纤维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完全可以拿下 落霞剑就是如此 眼看再过两个晚上 自己就能把这仙顶收了 结果就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怎么办 靠我一个人 是别想收服仙顶了 可我这二十多天时间 全都花在这里了 难道要竹篮打水一场空 三通感觉自己头痛的厉害 怎么回事 大白天的 怎么冒出这么多白鬼 与此同时 眼九仙和几个修士 看着四面八方浮现出来的白鬼 心里也是一条 长了腿的丹药 会跑的丹罗 还有喷子一样的酒壶 所谓的白鬼 就没一个是正常的 手段堪称邪门 比如说 那长腿的丹药 看着芳香扑鼻 可是一旦冲到镜前 立马就会砰的一声炸开 威力其大 助击绝带绑修士 要是被镜身轰上 直接就得暴毙 会跑的丹罗就更邪门了 呼呼呼的 就往你跟前凑 然后一口把你吞下去 死不死不知道 却绝对恐怖 那些酒壶就更缺德了 看到人就疯狂吐酒 直接给人浇透了 但凡是吞下去一点 直接就会醉倒 总而言之 这白鬼一个比一个缺德 天知道 留下白鬼的大罗城主人 到底是个什么精神状态 啊 滚开 一群修士金具之间 一颗长腿的丹药 十分矫健的 冲到了一名修士身边 那修士飞起一脚 就要把丹药踹飞出去 抱 搜 天可怜剑啊 那修士哪能想到 这丹药居然还会伸法 轻轻一闪 就对到了他面门上 当场爆炸 碰 那修士顿时如同烟花一般炸开 恐怖的余威 顺带着把他身边的修士 都给创飞了 乱了 全大罗城都乱了 原本艰难熬过一夜 正在休气的修士 全都被黑甲英兵和白鬼 打了个措手不及 接连被送出了大罗城 该死 不是说好了 大白天不会出现的玩意吗 我正在修行调息 结果就被阴兵削了脑袋 你算是好的了 你知道我留下了多深的阴影吗 我正在吃丹药恢复 结果一颗长腿的丹药 直接钻我嘴里炸了 我感觉 接下来十年八年 我都不敢吃丹药了 操 阴兵就算了 好歹是正面攻击 白鬼到底是哪个挨千刀的整出来的 太恶心了 不过片刻功夫 进去的一百零八个修士 有一大半都被送了出去 不是他们太弱 是根本没有防备 加上阴兵和白鬼 远比之前出现时强大了许多 当真是防不胜防 你们是说 大白天就遇上了黑甲阴兵和白鬼 仙道之花下的修士 听着那些弟子的议论 也是不由一愣 是啊 丹药长腿了 还特么会伸法 你敢信啊 那个被长腿丹药扑了一脸的修士 都吓哭了 大罗成是不死之成不假 他也不是没经历过生死之战 只是这死法 也太特么蛋疼了 之前林思雨说 羽化榜被冲 大罗将有一变 是这个 大罗将再无白天黑夜之分 黑甲阴兵和白鬼实力也会提升 有老一辈修士说道 滴滴滴 与此同时 正在对大黑狗屋双割草的林妍 发现自己的传讯御剪 响起了一连串的鸣笛声 林妍顺手看了一眼传讯御剪 直接乐了 小师弟 我这里有一场大机缘 你要不要 秦姨作为小师姐 信息自然是顶制的 林妍一眼就能看到 再往下 就是八大禁区弟子 连画术都一样 我这有大机缘 你要不要 都是人精啊 一个个把求救说得如此轻心脱俗 林妍笑了笑 然后统一回复 位置 还有你们能坚持的时间 滴滴滴 林妍刚把信息发出去而已 一连串的传讯就回了过来 八大禁区弟子 此时虽然是险象还生 可实力和底蕴摆在那里 支撑个半天一天 问题都不大 最短都能坚持半天 应该来得及 林妍笑了笑 反正大罗城是不死之城 肯定死不了 这些人向自己求救 无非就是舍不得寻到的机缘而已 不管怎么样 师姐肯定得先救 林妍可不管清衣能坚持多久 先救就是了 林妍看了一眼清衣传来的坐标 身形一闪之间就飞掠而去 清衣 怎么样 林妍能赶得过来吗 此时大罗城内 一个落败的小村子之中 清衣和冷清月 缩在一株老龙树下 小师弟肯定会过来 清衣笃定说道 两人此时 看似没有危险 却仅限于老龙树 树根三尺范围内 一旦超出这个范围 就会挨揍 清月师姐 你说这是不是见鬼了 我们只要走出这个圈 这老龙树就抽我们 清衣一脸的委屈 清衣两人 在这老龙树后面 发现了一个小型的洞天 这几日 他们可是在其中 寻到了不少好东西 虽说那些东西都不算顶级 可对于他们而言 收获已经不小了 一到白天 两人就会退出小洞天 在大龙树底下休息 原本这二十几日都很安逸 可是今日一早 两人刚回到龙树底下 就发现平日里一点动静 都没有的老龙树 居然活了 那只鸭抽落而下 威力强的一批 把他们俩抽得哭爹喊娘 要不是清衣闪躲之间 被逼到了龙树底下三尺内 发现他们只要在这个位置 老龙树就不抽人 怕是此时还在被吊起来打 两人曾数次试图 冲出老龙树的攻击范围 可惜都失败了 老龙树根本不允许他们 离开树根三尺范围 可是这大罗城这么大 你师弟如何寻到我们 冷清月皱眉 大罗城太大了 大道即使有坐标 也没那么容易寻到对方 管他呢 小师弟肯定有办法 再说了 这里暂时安全 小师弟实在找不到我们 大不了我们就在这里 待到时间结束 清衣很知足 二十几天的时间 他们的收获已经够多了 也对 冷清月一想也是 一般而言 助击绝带绑之人 都是给八大禁区弟子陪跑的 他们二人的收获 比起其他人 已经很好了 机缘呢 冷清月刚说完 凌颜的声音 已经随之传来 呜 而后虚空扭曲之间 只见凌颜 已经出现在树底下 刷 凌颜刚出现 老绒树就发出 浓郁无比的绿光 而后一根根之鸭 便是朝着凌颜抽落而下 力量完全不下于 羽化榜前十后 七位了 当 纷繁茂盛的之鸭 扫在凌颜身上 发出铿锵之音 而后老绒树就疼得直抽抽 下意识地就想缩回去 打了我 还想走 凌颜伸手一抓 一根之鸭 就被他扯住了 碰 老绒树之鸭一震 却是直接将这根之鸭 断开了 居然还知道壮士断腕 哄 而后凌颜三人就看到 原本遮天蔽日的老绒树 竟然猛地拔地而起 根须跟腿一样疯狂地倒通着 朝着远处撒鸭子狂奔 这绒树成精了 凌颜嘖嘖撑齐 顺手就把从黑月十二那边 坑来的神宝项圈丢了出去 哄 项圈迎发掌 一把将老绒树套住 而后快速缩小 将老绒树化为三尺高后 给拘了回来 这走的是什么道 体内灵气很足 却没有仙台 凌颜抓着老绒树 一脸的探究 确实很奇怪 我们之前在这树下待了好几天 一直没发现 他有修为 轻衣也是身以为然的点头 没事 带回去研究一下就知道了 凌颜随口道 而后 一把将被压制的老绒树收了起来 小师爹 你来得怎么这么快 你在附近 轻衣好奇地问道 不是 只是我得到了一件很特殊的奖励 凌颜摇头 什么特殊的奖励 冷清月也是来了兴趣 一枚令牌 凌颜取出了冠决令 这是羽化榜被凌颜通关之后 羽化榜所画的令牌 之前凌颜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就在路上研究了一下 结果凌颜发现 这冠决令内 有一幅完整的大罗城地图 凌颜只要点出一个位置 冠决令就能立刻带着凌颜 横度虚空而至 那速度嘎嘎忙 原来如此 小师爹 那边有一个洞天 应该是一个宗门 我们在里面搜寻了二十几天 却还不曾进入核心 轻衣开口之间 指了指不远处一座大山 大山上空是一道漩涡 漩涡旁立着一块石碑 红河洞天 这石碑上的字迹 和羽化成匾额上的羽化成三字 似乎出自同一人之手啊 凌颜扫了一眼石碑 目光就是一亮 应该不是同一时期留下的 这石碑上的字迹 虽然也蕴含着道义 却远不如羽化成三字 来得神妙和强大 凌颜思寸自语 这红河洞天内的凶险是什么 凌颜又问道 阴兵 不过数量不多 也就三四只队伍吧 轻衣说道 那简单 凌颜笑了笑 而后领着两人 就冲进了红河洞天 凌颜刚进去 嘴角就是一抽 回头看着自家师姐 师姐 这就是你说的 三四只黑甲阴兵 只见红河洞天之中 满满当当都是黑甲阴兵 如同黑云一般聚在一起 那数量 怕是得三四十只黑甲阴兵了 快跑 轻衣剑撞 拉着凌颜就要跑 却被凌颜拉了回来 跑什么 三四只也好 三四十只也罢 都只是一剑的事情 凌颜开口之间 神削剑已然从九削剑侠之中飞出 落在他的手中 先罚 哄 凌颜顺手一剑挥出 重重剑光 伴随着惊天动地的雷霆 呼啸而出 剑气淹没九万里 碰 碰 碰 剑气所行之处 大地化为胶土 空间扭曲 汹涌而来的黑甲阴兵 瞬间被凌颜一剑荡平 这 清衣和冷清月 看着瞬间空荡荡的红河洞天 两人都是露出金剧之色 一剑数千甲 要知道 黑甲阴兵 手甲可都是绝带榜前三的实力 这数千黑甲阴兵之中 手甲就有数十个 居然就这么被凌颜一剑荡平了 两位师姐 师弟这一剑如何 凌颜持劲力 心中涌起万丈豪情 很强 太强了 清衣和冷清月文言 对视一眼 重重点头 只可惜 大罗城内的机缘 需要等晚上才能收取 清衣叹息道 那是以前 现在我估计 白天也能收取了 毕竟阴兵和白鬼都冒出来了 凌颜思寸开口 真的 清衣美眸一亮 自然是真的 凌颜点头 刷 凌颜刚说完 清衣和冷清月 就冲向洞天深处 里面可是有好几件好东西 他们眼馋许久了 两位师姐 怎么不听人把话说完 凌颜见状 笑着摇头 一剑一剑哪 被多久才能把这洞天搬空 凌颜目入神光 这洞天一看就是人为打造的 是大阵配合 以各种手段铸造而成 完全可以直接收走 此刻 一道道灵气 被凌颜汲取而来 勾勒出一道道阵纹 融入到洞天之中 差不多了 凌颜布下大阵之后 一闪身 走出了红河洞天 瘦 只见凌颜信手一抓 整座大山都是一颤 而后一道光团 直接被凌颜抓射而出 却是整个红河洞天 都被凌颜抓了起来 而后凌颜随手一抖 清衣和冷清月 就被凌颜抖了出来 怎么回事 我的剑呢 还有 我的法门呢 清衣和冷清月面面相去 而后目光 就落在凌颜手中的光团上 这是洞府 清衣惊呼出声 没错 所谓的红河洞天 实际上就是一座洞府而已 只是炼制之人 手段太惊人 让你们以为 这真就是一处洞天 凌颜笑道 厉害啊 二女闻言 恍然大悟 两位师姐 你们姑且 就在这洞府之中 静候一二 八大禁区的弟子 可都留着机缘 等着我去拿呢 凌颜又是一抖手 红河洞天开启一道门户 就将清衣 冷清月二人吸了进去 凌颜一手托着红河洞天 收起神霄剑 取出灌绝令 心念一动之间 身形已然消失不见 凌颜怎么还不到 此时 一座大坟之中 谢长安坐在棺材板上 眉心有一颗黑色珠子 涌出一重重的黑雾 黑雾起伏之间 不少闯进其中的黑甲鹰兵 都像是迷失了方向一般 绕着圈圈 谢长安身边 还有九具尸体护卫左右 散发出阴冷无比的气息 不止如此 谢长安还双手结硬 不断落在棺材上 试图控制棺材内的尸体 此时谢长安脸色惨白 身边还丢着好几个瓷瓶 显然全靠丹药在撑着 谢长安身为黄泉弟子 本身最擅长的是控尸 若是在真正的战争之中 自然可以越打越强 可惜 此处是大罗城 他被天克 黑甲鹰兵和白鬼 没一个是能留下尸体的 他控个屁啊 再说了 他手里就九具尸体 怎么和成千上万的黑甲鹰兵打 谢长安无奈之下 只有用黄泉珠维持黄泉阵 暂时困住了黑甲鹰兵 问题是 黄泉珠是神宝 对灵气的消耗太大了 哪怕谢长安一直磕丹药 却依旧有种被榨干的感觉 有种满身大汗的节奏 来了 眼瞅着谢长安快撑不住了 灵言的声音远远传来 而后谢长安就看到 灵言以绝对帅气的身姿现身 一手拖着洞斧 一手持着令牌 闲停信步 我去 灵师弟 现在不是装逼的时候 小心阴兵 数量太多了 谢长安焦急道 啊 你说啥 论装逼 灵言败入无量山门下 自然是专业的 看着密密麻麻袭来的黑甲阴兵 灵言心念一动 就是十二座宏大无比的厚土 如山印降临 哄 哄 哄 众多阴兵 连灵言的衣袖都没碰到 直接就被震飞出去 旁若无人的 走到了谢长安面前 我说 算了 我啥也没说 谢长安看着灵言 五官都拧到了一起 二十几日不见而已 这混蛋 到底提升到了何等地步 谢师兄 你说的机缘 该不会就是这口棺材吧 灵言看着谢长安屁股底下的棺材 满脸古怪 那是自然 灵师弟 你不懂 对我们黄泉来说 最好的天才地宝 就是尸体 尸体你若是某一天 觉得自己要挂了 切记一定要先告诉我 我们黄泉收尸体 一架杠杠的 你这体质 谢长安说着说着 就开始不对劲了 谢师兄 打住 我怕一会儿收不住手打死你 灵言白了谢长安一眼 嗨嗨 习惯 习惯了 灵师弟 你别多想 言归正传 我这忘尸术 绝对不会出错 这棺材里的尸体活着的时候 至少是个合体 合体的棺材里 好东西肯定不少 到时候我要尸体 你拿宝物如何 谢长安信誓旦旦地说道 若是没尸体 该如何 灵言问道 不可能 师兄我的忘尸术不会有错 里面肯定有尸体 谢长安笃定道 行 尸体归你 其他的归我 开关 灵言一巴掌 就将棺材盖给拍开 这举动 当场就把谢长安的脸都给吓白了 如此开关 不怕诈尸吗 合体修饰的尸体诈尸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话虽如此 谢长安还是忍不住看向棺材里 这一看 谢长安顿时傻眼了 堪称奢华的棺木之中 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好东西 法宝 点击 弹药 就是没有尸体 怎么可能没有尸体 我明明忘到了尸体 还和里面的尸体 沟通了十几天 谢长安使劲眨着眼睛 你说的尸体 是这玩意吧 灵言挑起棺木内 一件长袍 圣宝 这是圣宝级别的袍子 虽然过了漫长的岁月 依旧崭新一片 一看就没穿过 而长袍上 还刻有阵纹 没错 这长袍上 被人布下了阵纹 用忘尸术一看 真就和尸体一样 谢长安人都骂了 哪个挨千刀的 给自己建了个坟 里面布埋自己的尸体 而是埋了一件衣服 谢师兄 你觉得有没有 这样一种可能 原本该躺在这里的家伙 得罪的人太多了 他死后都不得安生 索性就在这里 建了一个衣冠中 真正的尸体 埋在别的地方 灵言笑盈盈的道 谢长安脸色一黑 还真有这种可能 谢师兄 照着我们约好的 尸体归你 其他东西归我 灵言顺手 就把长袍收了起来 这长袍 灵言自己肯定不会穿 却绝对可以卖个好价钱 毕竟这玩意可是上古法宝 可比普通圣宝 有研究价值多了 灵师爹 你看 那里面有一件法宝 湿气很重 不如飞润给我 谢长安伸手 就想取走一面古镜 我的 结果灵言根本不听 上手就把镜子收走了 灵师爹 这镜子不行 那这一瓶丹药 哄 灵言文言 干脆把整口棺材 直接收走 谢长安之前 不敢直接收了棺材 是怕尸体诈尸 一具合体级的尸体诈尸 足以把谢长安的空间法宝 给撑爆了 灵言可不怕 毕竟连尸体都没有 怕啥 灵师爹 商量一下 谢长安还不死心 谢师兄 你若是再不走 可就得留在这里 和这些黑甲鹰兵 拼个你死我活了 灵言收了棺材 原路退出 谢长安看着盯上 自己的黑甲鹰兵 连忙跟上 谢师兄 你可抓稳了 灵言走出坟墓之后 一把抓住谢长安的胳膊 身形一闪之间 消失不见 灵师爹 我们一同收了这些宝 五五分账如何 又一处宝地之中 周小白热切地看着灵言 周师兄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个 就是法宝归我 我带你离开这里 第二个 就是我等你被打死了 再来收 灵言冲着周小白眨着眼睛 要不你把我打死吧 周小白闻言 差点没噎死 有贯决令在手的灵言 速度太快了 加上有八大禁区弟子打前站 灵言每到一个地方 收获都大的吓人 毕竟灵言可记着呢 你们一个个的都用机缘做鱼儿 自己这条大鱼全给吞了 不过分吧 不到一日时间 八大禁区弟子死守的机缘 就让灵言掏了一个溜干净 一日之后 红河洞天 黑甲鹰兵和白鬼围了一个礼 三重外三重 灵师爹 那仙顶 我可是足足收了二十几日 灵师爹 你看 能不能给我个面子 把那一卷天魔精给我 这对于我足而言有大用 八大禁区弟子 还有几个被灵言顺手救下的绝带修士 都围着灵言苦哈哈的开口 青衣和冷清月 则在一边磕着瓜子看热闹 诸位师兄师姐 别说师弟不给你们面子 这些东西 还给你们也不是不行 灵言笑盈盈地说道 八大禁区弟子闻言 目光都是一亮 灵师爹 说吧 你有什么要求 没错 你说 只要我们能做到的 绝无二话 八大禁区弟子都开始拍胸脯了 我快要金丹了 灵言眯着眼 扫视在场众人 如今灵言依然是筑机圆满 距离晋升金丹镜 差的只是铸造金丹之物了 筑机需要筑机材料 配合自身大道铸造仙台 金丹境界也一样 之前为了灵言 可以三元筑机 王师道可是把八大禁区的信物都用了 如今灵言推演出金丹片 很清楚自己想要晋升金丹 需要多少质宝 灵师爹 你想让我们帮你晋升金丹 严九仙美眸一闪 没错 灵言点头 灵师爹 你是三元筑机 普通的蜕变金丹之物 对你而言 应该是无用吧 严九仙叹了口气 没错 灵言点头 所以 我有一个很大胆的想法 什么 严九仙等人都是来了兴趣 之前 我打羽化榜的时候 有一个奖励 是一座丹叶池 可重筑根基 提升潜力 这给了我灵感 我打算建造一座金丹宝池 融会天地之间 所有金丹蜕变之物为一炉 灵言一句话 把八大禁区弟子 都听得目瞪口呆 灵师爹 你莫不是疯了 你可知道这世间 蜕变金丹之物 有多少种 蜕变金丹之物 虽说没有筑基之物多 可算起来 也不少于万种 其中有几种 更是举世难寻 空有传说 并无实物 你知道要凑齐有多难吗 周小白恨不得 把灵言的脑瓜子打开 看看里面都是个啥 我知道 可是诸位师兄师姐 你们难道就不想 蜕变为至强金丹吗 灵言眸光 灼灼地看着众人 如今 我们可都筑基圆满了 一旦这池子铸造而成 不止师弟 我可以借此晋升金丹 你们也可以 到时候 我们一举晋升 那会是何等壮观的一幕 灵言一句话说的在场众人 心中都是生起一股热血沸腾之感 此事的金丹蜕变之法 都是修为达到筑基圆满之时 和以蜕变的天才地宝 蜕变金丹 此法太讲机缘 毕竟谁都不能确定 能否在关键时刻 寻来何事的蜕变金丹之物 再者 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是谁 灵言侃侃而谈 我们是谁 八大禁区弟子都是一愣 灵言这思维也太跳脱了吧 怎么还问起这个了 对 我们是谁 我是无量山弟子 我的老师王师道 可称天下师 八道令牌 可换八剑至尊级 铸鸡灵物 你们是谁 你们是八大禁区弟子 你们是伏地弟子 你们是天之骄子 你们的老师 会早早地为你们 准备好铸鸡之物 蜕变金丹之物 灵言再次开口 是啊 我们是天之骄子 我们的老师会早早为我们准备好一切 八大禁区弟子们都是叹了口气 他们多少猜测到了灵言的意思 我 灵言 愿 为天地立心 为修士立命 为往圣祭绝学 开万世开之太平 若是我的想法成功 天下修士 只要修为到了 就可进入金丹蜕变池之中晋升 每一个进入池中之人 都可以根据自身积累 蜕变出最强的金丹 愿 世间再无老死之铸鸡 愿 世间再无铸鸡 以不合之物强行晋升 先路断绝 此举若成 功在千秋 届时诸位师兄师姐 将名存千古 万古流芳 灵言掷地有声的话语 让八大禁区弟子 都是陷入了沉思 他们都是博文强继之人 虽说甚少在人世间活动 却知晓人世间的疾苦 修士不只有八大禁区 七十二府地这样的豪门 也有大猫小猫三两只的小门小户 甚至还有一些一脉单传的 他们才是修仙者之中的主流 也是根植于万亿百姓之中 白日游方 或依或补 造福百姓 夜里打坐练器 求仙问道 若是论对此事的贡献 丝毫不亚于呼风唤雨 调理天下气脉 让世间风调雨顺的 七十二府地和八大禁区 可是这些人 却很少有合适的晋升之物 老死助击 这在高门修士之中 根本不可能出现 可对他们来说 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临时殿 好气魄 开万世之太平 你这一番话下来 让我的血都在燃烧 是啊 若是真做成了这件事 不止我们会受益 未来不知多少修士 也会受到我们的福泽 严九仙 周小白等人眼中 都是亮晶晶的 可万一失败了呢 有修士低声道 失败了又如何 我们都是少年 我们有失败的资本 我们可以失败一百次 一千次 一万次 只要成功一次就够了 怕失败 不走修行路 灵言抬头望天 目光辟逆 自有少年的张扬和狂妄 没错 修行之道 何惧失败 干了 八大禁区弟子 全都起身 目光如红 算我们一份 情依 冷清月也是起身 很是认真的开口 好 此事就这么定下了 设计和铸造金丹蜕变石的事情 有灵师弟来做 寻找金丹蜕变之物的事情 我们来 我们拉一个传讯群 等出去之后 我们互通有无 把我们所能拿到的金丹蜕变之物 进行整理汇总 能拿多少拿多少 拿不到的就去找 别看我们只是铸鸡 可真动起手来 影响力可不小 八大禁区 再加上天机堂的资讯 即使是有名无实物之物 我们也能给他挖出来 严九仙美眸闪烁 对 我们三仙殿 别的没有 面子多的是 三通目光灿烂 就这么决定了 灵言点头 严九仙当即取出传讯法宝 拉了一个传讯群 既然大家 都是为了求仙 那我们这个群 就叫问仙 严九仙目光赤胜 问仙 行 就叫问仙 众人仔细品味 而后纷纷点头 问仙道 这个未来横压罗符 纵横上古星空 被万事铭记敬仰的势力 在今日有了雏形 诸位 今日有如此喜事 当福一大白 刘扬大笑着开口 取出一坛酒 顿时有浓郁的酒香弥漫四周 让所有人心神一震 这是天魔福地的天魔酒 好东西啊 轻衣美眸一亮 没错 这就是天魔酒 内运天魔争议 引之可魔力道心 乃是天魔福地的不传之命 若非我是魔土传人 还真弄不到 刘扬取出酒杯 给每个人都倒了一杯 敬我们的问道之心 刘扬举杯之间 一饮而下 敬我们的问道之心 林妍等人 也是起声高呼 一饮而下 哄 一杯天魔酒下毒 众人体内的力量轰然爆发 一道又一道令人惊悚的气息 直冲酒消 让红河动天 震荡不休 哪怕是林妍 此时都沉浸在天魔酒内 蕴含的天魔争议之中 仔细品味 既然要蜕变最强金丹 自身抵蕴也得之强 轰隆隆 林妍信手一挥 之前从八大禁区弟子手中 搜罐来的东西 就浮现而出 诸位师兄师姐 之前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你们的东西 都在这里了 林妍洒然开口 完全没把这些地宝 先宝放在心上 要知道这些东西 随便一键在外边 都能掀起轩然大波 林师弟 这些东西 你挣给我们啊 先品法宝 先品法门 你可知道 这些有多重要吗 谢长安瞪大了眼睛 先宝 我将来可以自己铸造 先法 我可以自己写 丹药 我可以自己练 大阵 我也可以自己布置 这些都是身外物 修行才是根本 林妍神采飞扬 有着绝对的自信 如此狂傲肆意的话 若是旁人说 八大禁区弟子早就开队了 可是从林妍嘴里说出来 他们是真福气 甚至隐隐之间 似乎都能看到 林妍未来登顶绝颠的一幕 好一句 修行才是根本 严九仙伸手一招 一枚玉剪已然落在手中 那是一卷先品法门 也是之前严九仙拼死 也要拿到的典籍 林师弟 十九不白拿你的 跟我来 严九仙拿着玉剪 身形一闪之间 已经来到了 红河洞天入口处 此时外面 是密密麻麻的 黑甲英兵和白鬼 林妍等人自然全都跟上 林师弟 当今世上 有四大剑爵 九霄剑爵 仙伐剑爵 飞仙剑爵 混沌剑爵 仙伐剑爵 乃是我藏仙谷的至高传承 九霄剑爵 是这个纪元的最强剑道 此二者 你都有体悟 如今世界我手里 还有一是剑爵 严九仙看着林妍说道 什么 林妍心里一动 飞仙一剑 严九仙美眸之中 亮起灿烂之光 飞仙一剑 难道是飞仙剑爵之中的一剑 林妍来了兴趣 不知道 严九仙摇头 林妍等人 都是露出诧异之色 林师爹 你可知道 为何我们藏仙谷 一直流传着有仙的传说吗 严九仙目光灼灼 因为我们藏仙谷 真有仙 真的有仙 林妍目光一亮 没错 只是那仙 和你们理解的有些区别 严九仙点头 藏仙谷内 有一座剑爵 看似平平无奇 但是每隔一段时日 剑爵内就会出现 仙人持剑而舞的异象 仙韵浩大 当真如同仙人凌凡剑舞 我们藏仙谷不少剑爵 都是从仙人舞剑之中 体悟而出 师爵 也从其中悟出了一剑 老实说 若是我能借这一剑 悟出完整的剑爵 未来将不弱于任何一个剑线 因此取名 飞仙一剑 严九仙道 原来如此 林妍点头 林师爹 你已经走出了自己的剑道 那么自然是要剑万剑 化为一剑 飞仙一剑 是师爵自己悟出的 瑕疵有很多 威力不如仙伐剑 可是里面的飞仙真意 想必对于你会有大用处 严九仙正色开口 林妍 多谢师姐指点 林妍连忙行礼 林师爹 这一剑 只可一会不可言传 你可看好了 严九仙御守一番之间 落霞剑已经被他握在手中 而后一剑飞出 真 剑名若大道 天音响彻 只见一道无匹的剑光 纵横而出 瞬息之间 似有海上生明月的异象降临 剑光化为一道先影起舞 哼 只是一剑而已 剑光纵横万里 众多黑甲阴兵和白鬼 被剑意掀翻 其中有上白甲 瞬间湮灭 严九仙只是出了一剑而已 额头就有香汗淋漓 握剑的玉手微微颤抖 显然 这一剑负荷极大 叮 恭喜您 体悟飞仙真意 剑道近升程度达到一万零一百 好神妙的剑意 林妍惊叹出声 林妍之前剑道小城 九霄剑侠又出了三剑 林妍体悟之后 在剑道小城的基础上 又提升了三千一百 这可是九霄剑侠中间三剑的剑意 却提升了三千一百而已 逐渐见到小城到大城之间的距离 宛如天渊 如今颜九仙只是一剑 等于是提升了七千一百 可以说是相当夸张了 若是能亲眼去看看仙人五剑 又会提升到何等地步 林妍心思电传之间 其他众人也是不由自主地 沉浸在剑意之中 一个个体内铿腔而鸣 林氏殿 可曾看清 严九仙等林妍体悟完毕之后 再次问道 看清了 林妍点头 看不清也没辙 此间我最多出一次 再出要等三天 当然 若是你感兴趣 可自行来我藏仙谷 我们出来不方便 不过你们 想进进区 限制不大 你肯定可以 严九仙道 若是如此 我必然移去 林妍兴奋道 这是我们藏仙谷的藏仙令 给你 持此令就能来了 严九仙将一枚令牌递给林妍 林妍也不客气 顺手就接过了令牌 而后一群人聚在一起论道 一个个都不藏着掖着 尽可能的互通有无 林妍也不小气 一一为众人 解答心中疑惑 众人相互之间 都是受益匪浅 众人在红河洞天一待 就是数日 直到一月七满 林妍等人 就都化作了一道光芒 刷 光芒刚刚亮起 林妍等人 身形就消失不见 下一刻 林妍等人 就都出现在仙道之花下 三通师兄 快送师弟一程 林妍一把扣住了三通的肩膀 行 三通当即祭出虚空舟 带上林妍等人 消失不见 又让林妍这小子跑了 是啊 之前骗我们说 九霄剑侠被石精仙借走了 分明就是带在身上 不要练 一群剑修刚想围上去 就看到林妍等人 登上虚空舟跑了 一个个都是气得直跺脚 这林妍 滑溜的和尼秋一样 半点机会都不给啊 借剑 必须借剑 走 去无量山赌他 赌什么赌 那叫拜剑 人家又不见咱们呢 备好后里拜访呗 总不至于把我们赶出去吧 一群剑修 直接冲向无量山 出来了 诸位 本座还有事情 先行一步 本座家里 还练着一炉丹药 先回去了 大罗城一关 八大禁区之主 七十二府地长教 掉头就走 一群人离开藏仙谷之后 全都不曾回去 而是身形一转之间 改形幻梦 而后直奔先萧宗而去 一群老不休 别以为本座不知道 你们想干嘛去了 藏仙谷主目送着一群人 离开藏仙谷 眼睛微微眯起 当即就取出了一枚传讯预检 直接给王师道传了信息 王师道 死了没 藏仙谷主打招呼的方式 堪称别具一格 怎么也得你先死 王师道回应 没死的话 那就合作一把 藏仙谷主脚侠开口 合作 算了吧 我是化神 你是大成 合作什么 王师道怀疑 这藏仙谷主 就是来给自己上眼药的 当年下手 还是亲了 一句话 本座有个大赚的买卖 你出人 本座出计划 保证大赚 藏仙谷主道 真的 王师道一愣 当然是真的 你若是同意 本座这就告诉你计划 藏仙谷主道 你说 王师道点头 简单 你不是在传宫殿任职吗 你对外宣布 面向全罗福开堂授课 至于说入场费 你能定多高 就定多高 藏仙谷主说道 能定多高定多高 你疯了吧 虽然我收费高 可是能收多少钱 我心里清楚 王师道直接开骂 不是你讲课 藏仙谷主道 那是谁 王师道一愣 灵言 藏仙谷主自信满满地说道 灵言 能行吗 王师道一愣 虽说灵言悟性惊人 可修为到底只是助击 这就开堂授课了 还开出天价的授课费 能行吗 虽说王师道 也是听说了一些 灵言在大罗城内的惊人之举 可对于八大禁区之主和七十二伏地掌教的反应 可远不如藏仙谷主了解的深 肯定能行 你相信本座 记住了 价格定得越高越好 藏仙谷主说完就结束了传讯 老子太机智了 藏仙谷主确定七大禁区之主和七十二伏地掌教 怕是都在前往先宵宗的路上了 此时不坑他们 更待何时 到时候 自己完全可以用合作方的身份 光明正大的坐在旁听的位置上 面子里子都有了 关键还能赚一笔啊 藏仙谷主美滋滋地想着 同样动身离开了藏仙谷 三通师兄 多谢了 此时 灵言在虚空舟之中笑着开口 灵言可是看到 一群剑修如同疯了一般冲向自己 这要不是跑得快 还不得让人淹死啊 小事 不过灵师弟 你这九霄剑侠 老是藏着掖着 也不是个事情 他们不会死心的 三通提醒道 师兄放心 我早有计划 灵言笑道 九霄剑侠是剑修至宝 那些剑修强势不敢 却肯定会缠着自己 那就行 三通点头 诸位师兄师姐 一会儿到了五行踪 就把我先放下吧 冷清月沉声道 行 三通点头 一群人不曾闲着 开始进一步体悟 这一段时间的所得 之前数日的交流 让众人受益良多 如今静心体悟 可是能更好地巩固所得 清月师妹 五行踪到了 两日之后 冷清月提前离开 依依不舍得和轻易告别 灵言师弟 有打造金丹蜕池 为万事开太平的雄心 我亦是当世之天骄 当担起自己的责任 绝不能什么都不做 坐享其称 冷清月目送虚空舟 顿入虚空消失不见 银牙微咬之间 回到了五行踪内无风 而后直冲自家老师 洞府而去 臭丫头 舍得回来了 清月刚到自家老师家门口 里面就传出一道 颇为严厉的声音 弟子清月 求见老师 冷清月连忙行礼 进来吧 砰 严厉的女声再次传出 洞府的大门 也是随之打开 洞府之中 一名老玉端坐在蒲团上 周身道运涌动 见冷清月走了进来 就收敛了自身气息 老师 冷清月连忙上前 扶起老玉 在旁边的位置上坐下 而后熟练地 拿起桌上的茶具 开始泡茶 等老师喝上茶之后 又殷勤地给老师捏肩膀 无视现殷勤 非奸即道 说吧 合适 老玉看着冷清月 神色缓和了几分 老师 弟子想问问 咱们内无风 一共有多少种 蜕变金丹之物 冷清月问道 应该有三百余种吧 老玉点头 他作为内无垫店主 对于内无垫的库存 还是很清楚的 不过这些蜕变金丹之物 都不适合你 你用来蜕变金丹的东西 为师已经准备好了 老玉开口之间 取出了一枚玉盒 里面却是一团先天之灵 这是先天水灵 虽然不是至尊级蜕变金丹之物 却与你万分契合 用此蜕变金丹 可比肩至尊级蜕变金丹之物 老玉正色开口 弟子多谢老师 冷清月闻言 心里一暖 傻丫头 你我之间 何须如此客气 老玉摇了摇头 你抵御已经足够 又有了 这蜕变金丹之物 可择日晋升 届时老师为你护法 老师 弟子不想 这么早晋升金丹 冷清月摇头 老玉一愣 而后点头 再积累一段时日 未尝不可 冷清月犹豫片刻之后 壮着胆子开口 弟子 想用自己所有的家底 换取内物店 所有蜕变金丹之物 冷清月口气很大 不过却并非虚言 毕竟这一次大罗城之行 他的收获极大 老玉神色微变 你要这么多 金丹蜕变之物干什么 弟子 想送于林延师弟 冷清月道 林延 就是那个带走 九霄剑侠的林延 他要那么多 蜕变金丹之物 做什么 他老师是王师道 至尊级蜕变金丹之物 也是抬抬手的事情 不必你来担心 我被修仙问道 切不可被小情小爱迷惑 老玉眉头一皱 老师 你想什么呢 什么情爱啊 清月格局才没这么小 林延遇开万世之太平 为天下求金丹而不得者 走出一条路来 清月心向枉之 清月要的不是小情小爱 而是人间大爱 万古流芳 冷清月说罢 就将林延和八大禁区弟子 一起定下的计划道出 卧槽 老玉此时 再也无法维持世外高人的作派 一口国粹 直接就出来了 真尼玛这些孩子真敢想啊 气魄也太大了点吧 可 老玉干咳了一声 道 心意已决 誓死不悔 冷清月笃定点头 清月 你能有此胸襟 为师真的为你开心 只是宗门 毕竟是讲规矩的地方 我们内务殿 是宗门中枢之一 不可肆意妄为 你若是执意如此 就只有一条路可走 为此 你会吃大苦头 甚至付出生命 老玉正色开口 还请老师指点 冷清月目光一亮 闯师还道 老玉看着冷清月 正色开口 师还道 就是我们五行宗 为外宗修士戒宝 而打造的师还道 冷清月目光一亮 罗浮世界 宗门千万 修士不知反己 有一时之难的修士 那就更多了 很多修士 往往会求助于更大的宗门 五行宗 作为七十二伏地之一 每年要接待的外宗修士 不知道有多少 一开始 五行宗本着能帮就帮的心思 倒也是慷慨解囊 可是五行宗 毕竟是修行宗门 而不是开善堂的 口子一开 登门者络绎不绝 于是就有了师还道 想问五行宗借东西 可以 只要你能走过师还道 不管你想借什么 只要在五行宗能力范围内 全都可以 若是走不过去 那就及时放弃 五行宗好吃好喝地 招待你三日 自行离去便是 其实不只是五行宗 基本上稍大一些的宗门 都有类似的考验 对 师还道 虽说是为外宗修士准备的考验 却也不会拒绝本宗修士去闯 你有你的理想 想把五行宗抵御 那就要有为理想而站的准备 我是你老师 若是无条件的允了 日后 你难免会被同门戳几两股 人言可畏 对你未来不好 可若是你闯了师还道 介石宗主也无话可说 师兄弟们也服你 只是这师还道 想要通过 难度极高 若是以你之前的实力 只有不到三成的把握 老玉正色说道 三成吗 弟子愿意一试 冷清月不曾犹豫 笃定开口 行 那老师这就带你去师还道 并为你通告全宗 老玉点头 领着冷清月离开 林师弟 前面就是仙宵宗了 我们就此道别 此时 林言等人已经抵达了仙宵宗入口 三通停下虚空舟孝道 那我就先回去了 林言起身 林师弟放心 金丹退便池的事情 我们这就去办 长则十天半月 短则三五日 我们必来许你 你就安安心心地设计 金丹退便池就是 严九仙认真说道 诸位放心 林言必然全力以赴 林言笑着回应 而后转身离开 刷刷刷 林言刚到无量山 就发现紫竹林 现在和菜市场一样 太热闹了 一群剑修 就坐在自己的院子里 见到自己回来 齐刷刷地看了过来 有几个没收住剑翼 整得紫竹林剑翼冲天 剑光碰撞的花里胡哨的 声光电拉满 哇 黑月十二一声长笑 就冲到林言前面 回头就对一群剑修 呲牙咧嘴 大有谁过来 就咬死谁的镜头 虽说这些人 他一个都咬不动 元英 此时的黑月十二 赫然已经晋升元英晋戒 气息比之前强了一大截 可惜 他面对的 都是超强的剑修 合体在里面都是小趴菜 随便一个 都能把他拿去做狗肉火锅 晚辈林言 见过诸位前辈 林言对这些剑修的心思 可是清楚得很 所以也不怯场 抱拳行礼 林言小友 我们问过了 他不在 一群剑修瞪着林言 一副志在必得的模样 晚辈不敢 林言腼腆一笑 林言小友 没人不说暗话 我想见你的九霄剑侠一关 一名大乘七剑修 开门见山地说道 可以 林言果断点头 真的 一群剑修文言都是露出意思 你小子 真有这么大方 若是真有这么大方 之前至于忽悠我们 诸位前辈请看 林言取出一卷卷抽 猛地展开 只见卷轴上 分门别类地 写着各式各样的清单 法门 材料 药材 至尊及助击蜕变物 不胜没绝 诸位前辈 九霄剑侠 既然是剑修至宝 自然不能白剑 这清单上面东西 一样一关 愿意交钱的前辈请进来 林言直接把卷轴横在空中 而后领着轻衣 进了自己的洞府 卷轴上的清单 都是林言在回来的路上 推演清单蜕变时之后 有可能用得上的各种材料 虽然八大禁区弟子 会帮忙寻找 轰炸来得好点 十二师兄 你进来干嘛 林言看着跟进来的黑月十二 疑惑地说道 不然我干嘛去 黑月十二一愣 当然是守着门口啊 让那些人一个一个进 林言理所当然地说道 你真当我是看门狗啊 黑月十二急眼了 刺了两下牙 最终还是忍住没咬林言 清一师姐 若是让七师姐知道 十二师兄之前忽悠我放了她 你说七师姐会怎么做 林言看向清一 架起来考 清一认真地说道 我这就去 黑月十二耳朵一下子就耸拉下来 而后任命地蹲在门口 清一师姐 这是九霄剑侠 还请师姐拿着九霄剑侠 在这里等着 一人二十膝时间 二十膝之后换人 林言取出九霄剑侠 递给了清一 九霄剑侠 至少要剑道入道 才能与之共鸣 别看外边剑修不少 其实大多数只是用剑而已 真能与之共鸣的修饰并不多 一人二十膝足够了 那师弟你呢 清一问道 去见二师兄 学恋妾 林言笑着就要跑路 当甩手掌柜真爽 不过林言 到底还是要见一次二师兄的 毕竟 他现在练气之道都小成了 可真正练气 却还没开始 正好去请教 迫害一下二师兄 行 二师兄就住在最高的那一座 浮空岛上 不过小师弟 你要小心 无量山上下 就属二师兄的浮空岛 最是诡异 老师上去了 有时候都得骂娘 清一朝着林言眨了眨眼睛 好 林言点头就走出了庭院 直冲二师兄的浮空岛而去 师弟林言 求见二师兄 林言出现在浮空岛外 朝着浮空岛深深一拜 哗啦啦 林言刚开口而已 浮空岛内就有数不清的桃树摇曳 而后无穷无尽的桃花飞舞而来 瞬间就将林言淹没 小师弟 你想学恋气 那二师兄就得好好考考你了 与此同时 二师兄的声音就从浮空岛内传出 漫天花瓣飞舞之间 遮天蔽日 如梦似幻 法阵 林言一眼看出 这些花瓣乃是二师兄控制下的法阵 每一片花瓣 都是一道阵纹 所谓的考核 就是破阵而出 既然如此 那就数师弟无礼了 林言灿烂一笑 脚掌猛的一跺 一重重花瓣绘合在一起 化为一条花瓣通道 直通浮空岛 这小子 对于阵道的领悟 已经到了这一步了 看来三仙殿的弟子 这段时间 怕是被小师弟掏空了呀 二师兄在洞府之中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不 我不是 我没有 全都是林言自己悟的 若是三通在这里 必然会立马反驳 林言踏着花道 徐徐前行 所过之处 花道自行消散 再次化为一片片花瓣 归于岛屿内的桃树之上 不用怀疑 这一片如梦似幻的桃灵 就是一座绝世法阵 林言顺着桃花道 走进岛屿之中 出现在二师兄门外 小师弟 进来吧 碰 二师兄声音再次传来 洞府大门随之打开 林言也不客气 踏着大步 就进了洞府 林言刚进去 眼皮子就是一跳 只见大殿科技感十足 到处都是金属制品 有数不清的法宝横空 只是剑气就成千上万 下制繁品 上制地品 应有尽有 更别说 其他各种各样 五花八门的法宝有多少了 二师兄坐在大殿中间 周围还有99个大阵正在运转 都是传送法阵 小师弟 你等一会儿 等师兄忙完 二师兄手里 还持着一面古镜 上面记录着各式各样的数据 录完数据 二师兄信手一挥 就有成片的法宝 飞进传送阵中 消失不见 二师兄 您这是在搞批发 林言一脸古怪地看着二师兄 批发 咦 这个词好啊 对 二师兄我就是在搞批发 跟你介绍一下 二师兄我是火德之体 名唤萧沧海 世上叫我火德道君者有之 叫我抠门道君的义有之 萧沧海笑得和狐狸一样 抠门道君 林言一愣 心说自家二师兄啥时候抠门了 自己当时晋升助击之时 二师兄慷慨解囊 上来就是朱雀活种 大方得很 哼 不过是同藏的诽谤罢了 你入山门已经有一段时日了 应该知道 老师最擅长收爵士天才为弟子 你二师兄我 自然也是爵士天才 炼器 无外乎设计 取材 炼制 以及后续的销售 你师兄我 一揽子直接包园了 设计 你师兄我灵感如汉海 每天都有几十上百种法宝设计问世 取材 不就是挖矿吗 我自己炼制了几百万个挖矿傀儡 四散于罗夫各地 给你三师兄交了点保护费之后 可是安全得很 炼制 那就更不必说了 看见这一堆堆的法宝没 都是我一手炼制的 至于后续销售 各大方式都是自助购买 标个价就完了 每卖出一件 传送阵自然会传回零食和数据 外人谁也别想赚老子一分钱 肖沧海一脸骄傲地说道 你等我一下 我把这批货发一下 肖沧海不断将法宝 送到不同的传送阵中 不到片刻时间而已 大殿内满满当当的法宝 就全都被送走了 好了 这一单大概又赚了一个苏星和长老的身家 肖沧海笑道 显然 肖沧海对王师道的这位好友 充斥着满满的恶意 其中估计还有什么故事 小师殿 你跟我来 咱们直接学练气 反正三通那小子 估计该教你的都教你了 肖沧海起身领着灵延 就进了练气室 灵延一进练气室 就是吓了一跳 这哪是练气室 分明是一片星空啊 星空之中 繁星点点 每一颗星辰 都是一种练气材料 或者是一种练气器材 肖沧海带着灵延 来到一座练气星辰上 上面横跟着一座银色的筑气台 师兄这练气室 也太好了 灵延赞叹道 无他 唯有钱而 肖沧海摆了白手 咱们练气室和练丹师一样 都是来钱的活 你以后缺钱就找师兄 好了 凝聚气火 师兄先手把手教你一遍 肖沧海抬手之间 一团气火凝聚而出 散发出灼热的气息 小师弟 记住了 练气和练丹的区别 就在火 我们火要硬 温度必须极高 若是温度不够 嗡 肖沧海还没说完 灵延反手就取出了神级丹火 紫颜天连火 卧槽 紫颜天连火一出 肖沧海眼睛都直了 丹火 上个纪元天生地养之物 你一个刚学练气的 出手就是丹火 过分了吧 二师兄 有什么问题吗 灵延眨着眼睛问道 你倒没说 肖沧海收回目光 强自镇定 有了丹火 还怕温度不够 炼气 讲究炼气材料之间的完美融合 这一点倒是和炼丹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炼气材料的融合 必须将所有材质 全都淬炼掉 师兄曾自创一法 名为火德 至纯淬炼法 乃是依托我的火德肢体 创造出来的法门 可百分百淬炼炼气材料之中的杂质 你可要看好了 肖沧海骄傲开口 杂质淬炼得越干净 炼制出来的法宝就越强大 力量就越是圆融纯粹 可以将材料淬炼得至真至纯 肖沧海算是独一份了 只见肖沧海 顺手就招来了一份炼气材料 玄品炼气材料 黑玄铁 剑 是所有法宝之中最简单的 同样也是最难的 肖沧海开口道 为何 灵言虚心求教 剑 炼制起来简单 是因为炼剑大多数时候 只需要一种材料就行了 比如这一块黑玄铁 就能炼制出一把玄品的玄铁剑 肖沧海随手一挥 手中火焰就将黑玄铁裹住 瞬间将之化为了铁水 可这样的剑 只适合一般的剑客 真正的好剑 需要根据修饰自身的建议 量身定做 如此一来 才能完美发挥出修饰的剑道 其中需要推演的东西极多 日后你就知道了 肖沧海开口之间也没闲着 一道道手绝被他行云流水 一般打在铁水上 灵言发现 肖沧海每一道手绝打出 铁水振动之间 就有一道黑烟腾空而起 这些就是黑玄铁之中的杂质 渐渐地 铁水之上泛起淡淡的曝光 爹 恭喜您 观看二师兄练气 领悟完美淬炼法 练气第一步是淬炼 第二步 肖沧海有条不紊的 为灵言演示练气的过程 同时演化自身的练气手绝 细心无比 此时 紫竹灵确实出事了 先后问题 前来借鉴一关的剑修 实在太多了 大乘七倒是还好 本身数量少 你好我好大家好 谁进都行 道军的数量 可就多了 还有几个互相不对付 一个个都认为自己应该排在前面 原因无他 面子问题 大家都是道军 也都是剑修 我凭啥让着你啊 你一句我一句之间 两个道军直接拔剑 差点掐起来 反了你们了 再无量山都敢出手 找打 两个剑修剑把弩张之时 一道凶狂到极致的声音猛地传来 而后一把长刀轰的一声落下 扎在两个道军中间 许老三 两个正打算开打的道军 看着插在中间的长刀 瞳孔顿时一缩 无量山 许老三 杜杰绝带绑第二 许三刀 不管和谁打架 都是指出三刀 打完就走 不过杜杰境界 貌似除了石精仙 迄今为止还没有谁 能在许三刀 挥出三刀之后 还站着的 最关键的是 这许三刀是疯的 刷 两个道军瞳孔收缩之间 许三刀的身形 已经落在刀壩上 许三刀的相貌 绝对算清秀俊朗 甚至还带着几分儒雅 不过谁都清楚 这儒雅青年一旦挥刀 会恐怖到何等地步 刷 瞬息之间 两个原本剑拔弩张的道军 就给了对方一个熊抱 兄弟 你来 不不不 兄弟 你比我来得早一些 还是你先上吧 两个道军勾肩搭背 好的就像是能穿一条裤子 其他道军 更是麻溜的排好队伍 要不 你们亲一个 许三刀又是一句虎狼之词 着实是把两个道军听猛了 许三刀见状 再次冷笑道 这地面都被你们两个搞坏了 不知道我们无量山的地皮 很贵的吗 许三刀指着被自己的刀砸的 军裂的地面 脸色一板 那是你自己砸的 两个道军文言 都是忍不住翻白眼 还带当面栽赃吧 本座一向以礼服人 今日就与你们说道说道 许三刀也不生气 是不是你们要打起来了 本座才出的手 你这么说 也没问题 两个道军面面相去 既然事情的起因是你们 那么让你们赔 有没有问题 许三刀邪逆着两个道军 两个道军一想也是 主要还是怕许三刀发疯 行 我们赔 小十二 许三刀招呼了一声 黑月十二连忙跑了过去 告诉他们 我们无量山的地皮 是怎么赔的 许三刀道 我们无量山的地皮 便宜得很 一寸地皮 一件神品之物 黑月十二刺着白森森的牙道 啥 两个道军文言 脸都黑了 一寸一神品 这裂痕的长度 怎么也得好几尺了吧 急啥 我还没说完呢 我们无量山的规矩 破坏了地皮 那都是按照裂缝的直径画个圈 三师兄 我说的对吧 黑月十二颠颠地绕着裂缝 画了一个大圈 至少有仗许方圆了 三师兄 正好一仗方圆 黑月十二邀功式的开口 你这是再抢 两个道军瞪眼 那就是不赔 没事 许三刀依旧没生气 取出了一卷黑色的卷轴 当着两个道军的面打开 卷轴上歪歪扭扭地 写着密密麻麻的名字 不过那些名字 全都画着大大的成 你们在这里打架 等老七回来 还不得追着我打 还是把你们记下来方便先 对了 你们两个叫什么来着 许三刀自言自语 还不忘温和地问道 别 赔 我们赔 两个道军看着黑色卷轴 顿时就慌了神 阎王追命帖 这是阎王追命帖 据说是许三刀 从大罗城内带出来的玩意 话说大罗城 怎么总出这种缺的玩意 这东西没什么效果 既不能诅咒 也不能定位 唯一的效果 就是金刚不坏 十分适合记仇的人 你只要把仇人的名字写上 哪怕过了一万年 都是清晰如新 许三刀报仇 分为两种 第一种 现实报 当场报仇 一聊百聊 这一种 下手清点 第二种 小本门写下你的名字 一旦上了这阎王追命帖 那么日后 你在罗夫世界千万别落单 不然有一千种恶心人的法子 在等着你 据说许三刀年幼时 被一个道君鄙视了一句 结果就上了阎王追命帖 等许三刀成了道君之后 对方的噩梦就开始了 一百年 足足一百年 那个道君 但凡走出宗门一步 许三刀闻着味就来了 鬼知道 这百年那位道君 是怎么熬过来的 那是翻来覆去的 被许三刀折腾啊 据说后来 那位道君心态爆炸 硬是摆了三个月流水席 把家底掏空赔给许三刀 才算了结了此事 所以你的名字 在阎王追命帖子上待得越久 下场就越惨 许三刀 许疯子 许真剑 名字可能取错 可是外号肯定没错 刷 两个道君没有丝毫的犹豫 各自取出一枚空间法宝 丢给许三刀 你们可想好了 这可是你们主动赔的 我可没比你们 许三刀笑隐隐地看着两个道君 自愿的 我们是自愿的 两个道君连连点头 那行 十二 人家怎么说也赔钱了 给人搬两把椅子 这么不懂事呢 许三刀吩咐了一句 就招起脚下的长刀 直冲肖沧海的浮空岛而去 两位道君赶紧坐 是小十二不懂事了 黑月十二孝的嘴角 都咧到了厚伯耿子 露出两排森森的白牙 看着更猥琐了 两个道君心中都是一通 这两把椅子够贵的 原本我还寻思着 没时间给小师弟准备见面了 没想到 这就有大院种送上门了 许三刀掂量着手中的空间法宝 得意地闯进了肖沧海的练气室 许三刀上门 可从来不会敲门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许三刀刚进去 就看到二师兄肖沧海 披头散发 眼睛通红 握着一把剑盯着灵眼 肖沧海脚边 还躺着一把断成两截的玄铁剑 此时的二师兄肖沧海 满脸都是怀疑人生的表情 我说老二 你这就过分了吧 小师弟还小 练气能有多高的水准 第一次练气 能成型就不错了 你看给孩子下的 许三刀连忙开口劝说 劝架他可太在行了 许三刀估计 就是灵眼炼制的剑 二师兄不满意了呗 你懂个屁 肖沧海瞪了许三刀一眼 老二 你怎么又骂人 别以为我欠你钱 就不敢揍你 许三刀开始撸袖子了 你滚 断的是我的剑 肖沧海一句话 让许三刀愣在了原地 你的意思是说 小师弟用他的剑 把你的剑给磕断了 许三刀精益开口 自家老二练制的法宝 有多耐用 许三刀可是太清楚了 同级之下 无人能敌 对啊 肖沧海纷纷开口 同样的材料 同样的练气手法 我的法宝纯净度 可是百分之百 怎么可能比我还强 二师兄 你的剑有瑕疵 灵眼怪笑道 哪里有瑕疵 肖沧海皱眉 不只是这件有瑕疵 之前二师兄 你练制的那些法宝 全都有瑕疵 灵眼又道 不可能 肖沧海摇头 要不我们再试试 师弟给你露一手 灵眼笑道 行 肖沧海信手一抓 又是一把玄品宝剑 被他取出 递给了灵眼 这一次 肖沧海取出的玄品长剑 明显是花了心思的 宝光闪烁 犀利坚固 二师兄 看着呀 灵眼接过长剑 并只在剑身之上辅过 而后在剑身三分之一处 猛地停下 只剑轻轻一点 哐荡 一把玄品长剑直接报废 当场碎成两劫 小师弟 你这肉身之力 可以呀 许三刀目光一亮 这位是几师兄 灵眼连忙问道 老师算自己 收了十四个入室弟子 灵眼还有好多个没见过呢 许三刀 大家都叫我许老三 是你三师兄 许三刀笑道 灵眼见过三师兄 灵眼连忙行礼 这位三师兄可了不得 在宗门内凶名之盛 可以让长老叶提 不对 这不是单纯的肉身力量 倒是肖沧海 捡起地上报废的长剑 精益开口 肖沧海仔细检查之后 心里一动 而后又取出一把长剑 再来 天平 这一次 肖沧海直接取出了天平法宝 行 灵眼点头 手指依旧在剑身之上辅过 而后再靠近剑尖三寸的位置 一指点下 框档 天平长剑再次硬势而断 老二 你这法宝怎么到了小师弟手里 都成了奶豆腐 许三刀看得相当兴奋 论装逼 无量山一门三道军 无疑以老二肖沧海为罪 毕竟他最帅 也最有钱 如今看到他吃扁 徐老三自然相当开心 滚蛋 肖沧海不耐烦地呵斥了一句 再次捡起断剑 仔细端向 眼中闪过一抹光亮 再来 肖沧海再次取出一把长剑 这一次赫然已是神宝 行 灵眼来者不惧 又是一指头点下 神宝长剑再次应声而断 这一次 哪怕是正在看乐子的徐老三 都露出了凝重之色 小师弟牛逼啊 神宝长剑 一个筑机不论肉身多强 也不可能一指头将神宝击断 如此说来 肖沧海的炼气术 真的有瑕疵 肖沧海捡起断剑 仔细查看 而后又看向灵眼打造的长剑 片刻后 他目光一亮 我明白了 我的法宝 法阵和气配融合有问题 肖沧海恍然大悟 没错 二师兄 你不论是炼气材料的萃取铸造 还是法阵的刻画都没有问题 真正的问题 就出在法阵和法宝的融合上 有细微的间隙 这间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平日里也不影响使用 甚至没有人会发现 可是这弱点依旧存在 只等再某一天爆发 而那时候 不论是你还是法宝的使用者 也只会当是个意外 灵眼解释道 也就是说 你能找到这个弱点 肖沧海目光一亮 是啊 我将这法门称之为炼气术 灵眼笑道 好一手炼气术 我似乎知道 自己的炼气术 为何止不于地平 迟迟不能晋升先品了 肖沧海目光明亮的吓人 小师爹 你这炼气天赋 我怕是没什么可教你的了 不过你放心 日后在炼气之道上 只要你有用得上师兄的地方 师兄定然全力以赴 肖沧海笃定开口 咱们是一家人 说什么两家话 从拜入山门起 各位师兄师姐的照顾 灵眼可是一直看在眼里 灵眼认真地说道 来 小师爹 三师兄给你准备了一份见面脸 许三刀剑状 也是取出刚从两位道君手里 霍霍来的空间法宝 那师弟我可就不客气了 灵眼也不客气 笑着收下 灵眼 来老师的洞府一趟 老师有事找你 此时 王师道的声音 从无量山深处传来 是 灵眼连忙回应 小师爹 正好师兄也要去赴命 同去同去 许三刀大笑着拉起灵眼 直冲王师道的洞府而去 灵眼和许三刀 很快就到了王师道的洞府 让灵眼意外的是 此时王师道的洞府很热闹 坐满了年轻修士 这些人年纪都不大 修为也不高 都只有住击而已 数量却贼多 放眼看去 至少有八十几个 而且自家老师的笑容 似乎也有些古怪 弟子灵眼 弟子许三刀 见过老师 灵眼心里古怪 可该有的礼数 还是不能缺 当即就和许三刀一起行礼 无需多脸 坐吧 王师道摆了摆手 示意两人找个位置坐下 老师找弟子来 所为何事 灵眼问道 灵眼 这些都是八大禁区 七十二府地的弟子 他们对你在大罗城的事迹 心向往之 想请你开堂授课 王师道开口之间 神色更加怪异 似乎在憋笑 别人看不出来 王师道却看都不用看 光闻味就能知道 这些家伙的真实身份 他们哪里是什么弟子 分明就是七大禁区之主 和七十二府地长教 还有几个老怪物 也来凑热闹 就连自家宗主 此时也在人堆里坐着呢 这些人不承认 王师道也不点破 里面有些王八蛋 可没少调侃自己 说什么 只要自己开口 穷极九天十地 也会得自己找到续命之法 硬生生把寿员抬上大成七 呸 续命还用得着你们 老子别的没有 就是牛逼的徒弟多 一个个老不休 天天挤兑老子 今天就让你们好看 我开堂授课 老师 我也没讲过课啊 灵言一论 这不是话有我呢吗 我跟你说 我可是天下师道大宗师 我的公开课 可是风米八大禁区 七十二府地的 你之前天天听我讲课 照搬不就行了 王师道看着灵言 不断地识眼色 同时还在照搬两个字上 狠狠咬了一下 这一幕 看得七大禁区之主 和七十二府地长教 都是连连皱眉 这是什么意思啊 倒是灵言 一下子就通透了 立刻明白了 王师道的意思 弟子明白了 灵言笑了 真明白了 王师道目光一亮 必须的 灵言笃定开口 那明日你就开堂授课 讲到三日 你看如何 王师道问道 弟子尽力而为 灵言道 那明日一早开课 至于说酬劳 三日讲到后边你 王师道笑营营的道 这次的酬劳堪称一天 一开始 王师道还不清楚 为何藏仙谷主 会突然来这么一出 直到他把消息传出 并且将学费提高到天价之后 这些人闻着味儿就来了 他一下子就想通了其中的关键 这些家伙 分明就是眼馋灵言 在大罗城内的收获 听到是假 想学灵言在大罗城内 学到的东西 才是真 区区一点酬劳而已 老师自己拿着就是 王师道能看出这些人的身份 那是因为 他和这些人太熟悉了 灵言毕竟没见过这些人 只知道这些人有古怪 也怎么也想不到 这些人会是七大禁区之主 和七十二伏地长教 一群大佬 听着灵言随意的语气 都是满脸不悦 区区酬劳 你可知道 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放心 到时候老师给你个惊喜 王师道卖了个关子 那弟子这就去准备了 灵言笑道 说实话 第一次开堂授课 灵言还真有点小紧张 好 记住了 地点就在为师给你们上课的地方 明日一早 为师让他们在那里等你 王师道笑道 是 弟子告退 灵言起身离开 诸位师侄 今晚你们就在我无量山 暂住一晚上 明日由三刀 带你们去上课的地方如何 王师道一口一个师侄喊着 心里别提多刺激了 平白无故的 自己就比这些人高出一倍来 回头指定给笑话死他们 七大禁区之主 七十二伏地长教 听得那叫一个腻歪 却又不敢反驳 生怕露线 只能点头阴郁 好奇怪 我怎么感觉 这些人的真实身份 根本不是弟子 灵言走出王师道洞府之后 一脸的狐疑 游刃有余 不怒自威 灵言总感觉 这些少年少女 在自家老师面前 表现得太镇定了 要知道 自家老师可是不知道 多少人的偶像 别说年轻一代 就是老一代修士 在自家老师面前 也要矮半截 一两个这种表现 还能说是天赋异禀 或者不知天高地厚 个个都这样 可就太古怪了 难道他们 是老师一个级别的人 可是怎么可能 老师那个级别的人 怎么可能花钱听我上课 肯定是我多想了 灵言摇头 而后回到了紫竹林 晦气 原本想看一看九霄剑侠 可谁知道这剑侠 打都打不开 可惜啊 只有二十席的时间 我感觉 若是再来二十席 我就能让九霄剑出侠了 灵言刚回到紫竹林 就听到一群剑修 正骂骂咧咧地打算离开 显然 这些剑修 连个能开剑侠的都没有 诸位前辈 你们这就走了 不多借几次 灵言笑眯眯地上前 打着招呼 无量山 美好人 一群剑修文言 跑得更快了 自己等人 就多余来借鉴 诸位前辈慢走 他日若是还想借鉴 可再来无量山 晚辈那些条件永久有效 灵言还不忘扯着嗓子 喊了一声 而后心满意足地回了洞府 小师爹 你可算是回来了 灵言刚回到洞府 轻衣就一把将空间法宝 塞到了灵言怀里 好东西太多了 多到轻衣生怕来个人给抢了 此次过后 应该没人再问我借鉴了吧 灵言笑道 那些剑修来找自己借鉴 无非是冲着九霄剑一来的 今日后 九霄剑侠寻常剑修打不开的消息 必将传遍四方 足以让大部分剑修死心了 是我我也不见了 一剑宝物 二十席时间 一大群人之中 就两个能让九霄剑侠有共鸣 其他人只是摸了摸罢了 轻衣深以为然地说道 如今九霄剑侠已然有主 还能让九霄剑侠共鸣 证明此人剑道距离大成都不远了 此番也只是剑烈欣喜罢了 至于其他人都属于白玩 灵言挑眉道 没想到这一趟 还真来了几个剑道大佬啊 早知道交流一下好了 小师爹 那我先回去了 轻衣起身告辞离开 而后直奔先销宗内务地儿去 大家可都在为金丹蜕变池想办法 他可不能什么都不做 入夜 灵言不曾修行 而是开始筹备次日开堂授课的事宜 当老师 灵言准备了一夜 次日一早就前往了王师道的传宫殿 那边也叫童子院 原来是给未曾修行的少年少女开门用的 算是学堂 灵言道的时候 昨日那些少年少女已经坐在里面了 王师道平日里讲道的讲台后 还有两人正笑眯眯地坐着 一个自然是王师道 还有一个是藏仙谷主 此时 两人坐在那里 脸上都是心照不熏的笑容 就等着七大禁区之主和七十二伏地掌教出丑 弟子见过老师啊 灵言先是和王师道行礼 而后才走上了讲台 弃者 灵言上了讲台 就开始讲解天地之气 灵言 我们来这里 可不是听你讲气之基础的 灵言刚开讲 化身少年的仙肖宗主 就忍不住插嘴道 碰 仙肖宗主刚说完 就发现自己头顶的虚空扭曲 一道指印凝聚而出 而后一指头敲在了他的脑门上 糟糕 忘记提醒灵言了 这个不能打 王师道健壮 眼皮子微微一跳 仙肖宗主此时也是一脸猛逼 他 敲我脑袋 其他禁区之主 伏地掌教健壮 都是露出戏谑笑容 这可是仙肖宗主 如今却被自家弟子敲了脑袋 这事 能笑他一辈子 你笑得很欢啊 灵言看着哄堂大笑的一群人 顺手一挥 刷刷刷 三仙殿主 魔土之主 还有三位伏地掌教 就飞了出去 直接挂在外边的歪薄树上 五人一下子就梦了 这小子 竟然把我们挂上了 其他禁区之主 和伏地掌教健壮 直接就怂了 这灵言是真的敢啊 这要是给自己来一下 日后若是传出去 那可就玩毒子了 仙肖宗主机遇爆发的火气 一下子掩其息鼓 是啊 此时的他们 可不是高高在上的禁区之主 伏地掌教 只是听课的学生 还有谁 想挂在上面听课的 灵言扫尸四周 一群人连忙摇头 连身体都坐直了 灵言见状 瞄了王师道一眼 当真是佩服的景 果然 老师的法子 太有效了 此时 王师道和藏仙谷主 心里早就笑不活了 却还得强自忍耐 灵言收回目光 继续讲解弃之道 这是基础 禁区之主 伏地掌教 谁不曾学过 可是此时 他们却不敢有意见 否则脑袋上挨一下 那都是轻的 被挂在上面 那才别去 无奈之下 一群禁区之主 伏地掌教 只能耐心听讲 结果 他们听着听着 就发现不对劲了 灵言讲的是基础不错 却延伸出了多种精益 包罗万象 似乎可延展到所有大道之中 气 修行之本 正是因为有了气 才有了天地万道 才有了万法本根 这时入门 却又何尝不是 贯穿了修饰一生的修行 最基本的气之道 太容易被修饰忽略了 当你早已超越了 练气不知多少 位于修行世界 食物链顶端 你还会回过头去 体悟未入门修饰 学习的气之基础吗 当你气盖威亚罗符 一直点落星辰 一念 可掌控亿万圣灵生死 你还会去回顾那连住击 都懒得体悟的气之初解吗 不会 而此时 灵言做的事情 却是让众人找回了初心 灵言一步步阐述着 自己对气的理解 让这些跺跺脚 就可以让天穷坠落的致强者 似乎回到了初学练气的时候 让他们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 体内大道都在与之共鸣 原本被挂在树上 满脸不愤的五大强者 也是静下心来 听得如痴如醉 王师道 藏仙谷主 此时也是收起了看笑话的心思 仔细聆听着灵言讲道 原来 我们早已忘记了初心 气啊 一切之根本 藏仙谷主 神色凝重 如果说 修行的最终目的是道 那么 气就是通往这个目的的桥梁 王师道的目光越来越亮 体内有一重重的道运席卷而出 散发出恐怖的威严 与此同时 更是又一股神妙到极致的契机 从王师道体内扩散开来 顿悟 这老小子 竟然顿悟了 藏仙谷主心里一跳 赶忙把灵言给护住了 王师道顿悟 化神威严自行爆发 若是不护着 灵言如何吃得消 不只是藏仙谷主 其他禁区之主 伏地掌教 此时看向王师道的目光 都是充满了羡慕 顿悟 对于修士来说 是梦寐以求的 刹那顿悟 可胜百年 千年苦修 最关键的是 可破心中必掌 到了他们这个境界 顿悟已然是可遇而不可求 毕竟他们站得太高了 灵言目光一亮之间 更是全力以赴讲道 这一次 灵言不再只是 局限于讲气之道 而是开始讲述自己 对道的理解 灵言涉猎之广 可不只是这个纪元之法 更有上个纪元之道 字字朱击 舌战莲花 灵言全力讲道之间 传宫殿上空 有大道之光汇聚 有天地道音 与之共鸣 红中大缕一般的道音洗礼之下 王师道身上的道运 越来越浓烈 王师道自身的气息 更是以惊人的速度提升 这王师道 该不会是要把自己的修行之路续上了吧 在场所有人都是期待地看着王师道 王师道 曾经的绝世天骄 无敌于一代人 拜进同境修士 最终却因为自斩一刀 自此没落 可在同境之下 王师道依旧是化神最强 若是王师道能把段路续上 罗夫事件将再多出一个无敌者 只要一想到 王师道顿悟是因为灵言讲道 在场修士更是不敢遗漏一个字 纷纷仔细聆听 哄 片刻之后 王师道猛地睁开眸子 提那一股威压冲天起 让整个传宫殿都是猛的一颤 哈哈 自斩一刀又如何 对王师道来说 只是练气一刀就足够了 王师道眼中有刀意流转 声音之中充满了自信 刷 王师道身形一闪 就冲出传宫殿 走 灵言心里一动 领着众人冲出传宫殿 藏仙谷主有始至终都是跟着灵言 生怕灵言有损 三元之道 既然不是老夫的刀 那今日 老夫就再斩一刀 王师道助力苍穹之上 一头白发飞扬之间 威仪绝世 让八大禁区之主 七十二伏地长教 似乎看到了当初那个故人 拥有无敌风资的故人 王师道长啸之间 病指如箭 凝聚出一口道箭 毫不犹豫地朝着自身展露而下 一箭出 王师道脸色一白 气息瞬间虚弱下去 可是紧接着 一股惊天动地的威严 就从王师道体内爆发而出 淹没四方 王师道 晋升了 有无量光从喷布而出 苍穹之上亦有大道之光垂落 遮咬天地之间 天地大道 静佳无身 哄 王师道长啸之间 重重大道被王师道牵引而来 加持自身与自身融合 合体 身与道合 大道加身之下 自身化为道身 便是合体 自身能承载多少大道 不但与修士自身的积累有关 同样还和修士修行以来 体悟的大道真意有关 二十七种大道真意 王师道 这些年没闲着 藏仙谷主看着一重重大道真意 荣于王师道体内 目光也是一亮 这位前辈 二十七种大道真意加深 很强吗 灵言问道 强 强得离谱 藏仙谷主正色开口 能在合体之前入道三门 已经算是二流天才了 外界一流天才 也就是化神绝代榜上那些 入道数量也就十种左右 前十应该可破十种 八大禁区的天骄 则是十种到二十种之间 你家大师兄 算是古往近来最多的一个 达到了二十四种 你说王师道这二十七种 有多强 藏仙谷主一说到这些 又有些磨牙了 王师道再次崛起 他们这一代 怕是又有人要挨揍了 也就是说 老师比大师兄天赋还高 灵言赞叹道 不过王师道 这算是厚积薄发 这老小子在化神境界 积累得太久了 如今晋升 怕是再无智骨 世间要出一个志强大成了 藏仙谷主一脸的羡慕 这位前辈是 灵言这会儿才想起来问 老夫藏仙谷主藏风 藏仙谷主扫了灵言一眼 全是禁区之主 灵言心里一跳 藏仙谷主看着灵言那副模样 顿时一乐 你小子也知道怕 刚刚也没见你手下留情啊 你自家宗主 加上两个禁区之主 三个伏地之主 可都让你收拾得够呛 那前辈 是多少大道争议加深 结果灵言下一句话 就让藏仙谷主当场破防 本座72道大道争议加深 藏仙谷主冷着脸开口 72 前辈莫要骗人 您刚刚还说我大师兄之前 是古往进来最多一人 怎么转头 您就72道大道争议加深了 灵言一脸不信 信不信随你 藏仙谷主扭过头去 不理会灵言 老夫会告诉你 老夫那72道大道争议加深 是后领悟的 晚辈明白了 合体境界 既然是深与道合 那么想来合体之后 依旧可以体悟大道争议 让更多的大道争议加深 72道大道争议加深 应该就是您的极限了吧 藏仙谷主没说 灵言自己会猜啊 灵言还有后半句没说 既然藏仙谷主 那么羡慕大师兄和老师 说明出合体之时 加深的大道之术 必然会影响后来的潜力 大师兄和老师的极限 肯定不是72道大道争议加深 就你会猜 那你倒是猜猜看 刚刚被你敲了脑袋的是谁 藏仙谷主恶意满满的开口 晚辈不猜 灵言摇头 为何 藏仙谷主一愣 晚辈只要不猜 就不知道他们真正的身份 那就是不知者不罪 晚辈若是猜出来了 剩下的两天的课 晚辈还怎么上 灵言坏笑道 不知者不罪 我还是个孩子 两大boss加成 可保自己平安 毕竟灵言又不瞎 如何看不出那些禁区之主 伏地长教 对王师道晋升的态度 欣慰 羡慕 酸溜溜 再加上藏仙谷主 在一边看热闹 灵言若是再猜不出 那就是纯纯弱智了 你们无量山就没好人 藏仙谷主 听得眼皮子直跳 灵言 为师今日送你一场造化 与此同时 王师道的声音 从苍穹之上传来 王师道手掌一挥 灵言的身形 就不由自主地横空而起 今日 老夫以晋升之机 大道相合之力 为你留下一点大道之光 王师道看着灵言 抬手之间 只见有一道绚丽的光芒亮起 啼湖灌顶 王师道 想以大道之光 为灵言施展 啼湖灌顶之法 王师道刚说完 在场众人就是一惊 啼湖灌顶 传承秘法 这种秘法 施展起来极为苛刻 首先 需要借助大道相合之力 将自身对大道的体悟 汇聚于一点 其次 需要被施展秘法的修士 自身有着至强的积累和底蕴 方能容纳这一点道光 而不至于走火入魔 此等秘法 一个修士一生只能施展一次 老师对弟子施展此法 基本上就是认定了 对方是一波传人 灵言 抱怨手一 嗡 王师道提醒之间 手中那一点灵光 已然点在灵言眉心位置 让灵言眉心的三花印记 都是微微一颤 灵言只感觉 诸多纯粹到极致的大道真意涌入体内 让他瞬间沉浸 叮 提湖灌顶之下 水之大道入道 恭喜您 哼 灵言头顶三花聚顶异象 再次横空 周身有大道天鹰响彻不休 灵言的气息 更是在此时急速攀升 提湖灌顶 对于灵言而言 好处太大了 这一点大道之光 原本的作用是为灵言打基础 日后再慢慢体悟 修行之路可一帆风顺 可灵言的悟性 却容不得慢慢体悟 不消片刻 灵言就将那一点道光之中的大道真意 悟了个通透 这积累和底蕴无敌了 三元铸鸡之后 再得王师到醍醐灌顶 这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底蕴和积累 一旦蜕变金丹 实力的恐怖到何等地步 别说了 没看那小子 之前铸鸡三重 就能把我们八大禁区的弟子 虐个遍吗 一群禁区之主 伏地长教 羡慕的眼睛都红了 弟子 多谢老师传法 灵言巩固片刻之后 朝着王师到深深行礼 谢谢谢 谢你个头 若是连这也要谢 那为师是不是还得给你磕一个 王师到吹胡子瞪眼 结许断路啊 这对任何修师而言 都是再造之恩 灵言文言不由苦笑 老师不喜欢 弟子就不说了 这还差不多 王师到点头 眼看着天色渐晚 笑着说道 时间不早了 今日的课就上到这里吧 诸位 明日一早 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地点 我们继续 灵言点头硬喝道 我等恭送灵师 一群禁区之主 伏地长教文言 都是连忙行礼 这一次 他们这一生灵师 倒是颇为诚恳真挚 修行之道 达者为师 不管他们是何等尊贵的身份 今日都只是灵言的弟子而已 灵师 那我们五个怎么办 被挂在树上的三仙殿主等人 连忙问道 挂一晚上 好好反省 明日我考考你们 若是过关的话 下来听课 灵言留下一句话 就和王师道 藏仙谷主一同离开 灵言刚走 一群禁区之主 伏地长教的脸色就冷了下来 而后一群人对视之间 身形一转就换上了黑色道袍 脸上戴上了黑色面罩 仙肖宗主更是暗中传讯 一会儿无量山附近 不管出现了什么动静 刑罚殿就当没看到 刑罚殿主听到传讯 不由一愣 无量山能出什么事情 那就是个马蜂窝 谁捅谁倒霉 一群禁区之主 伏地长教 看着仙肖宗主传讯 都是露出满意之色 而后趁着夜色就潜了过去 几个禁区之主 伏地长教 哪能不知道 王师道灵言敲他们脑袋 把他们挂树上 是藏仙股主和王师道 两个老不死处的主意 再说 王师道段路都续上了 将来肯定会追着他们揍 与其将来挨揍 还不如先下手为强 不对 王师道 有些不对劲啊 藏仙股主走着走着 就发现不对劲了 他感觉 自己似乎被人盯上了 确实不对劲 王师道 也是身以为然的点头 刷刷刷 两人刚说我而已 一道道黑袍黑面罩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四面八方 瞬间就把三人给包围了 给灵言都干猛了 这特么是什么节奏 你 走 一名黑袍人点指灵言 干脆利落 老师 前辈 弟子这就去搬救兵 你们等着啊 灵言都没带犹豫的 当即就飞向无量山 然后取出传讯御检 主委师兄师姐 西瓜板凳背后 速来 灵言刚说完 萧沧海 黑月十二 青一 许三刀 一群人就出现了 好热闹啊 不对啊 合体 老师晉升了 许三刀等人一到 就看到自家老师 和藏仙谷主被人围着 最关键的是 老师的修为 已经晋升合体 二师兄 这些人来者不善 我们要不要通知刑罚店 青一弱弱的问道 通知个毛 若是这些人来真的 刑罚店早就来人了 萧沧海撇嘴 仙萧宗刑罚店 可不是吃素的 战斗力强悍的一批 如今这么多人 跑来仙萧宗揍人 这要是玩真的 刑罚店早就全军出动了 那我们就这么看着 青一心里有些迟疑 当然 你若是想挨揍的话 可以上 许三刀灿烂一笑 人多欺负人少 藏仙谷主扫视四周 踏步而出 满脸的自信和霸道 别以为戴着面罩 老夫就认不出你们 这摆明了 是在灵眼手里吃了亏 想把火气撒在自己两人身上 揍他 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 几十个大乘同时冲出 拳头就像是狂风骤雨一般 朝着藏仙谷主砸去 操 你们还真的 别打脸 上一秒还霸道无敌的藏仙谷主 下一秒就抱着头蹲在空中 嘴里的国粹 传遍四方 你们别以为戴着面罩 我就认不出你们 你们等着 等我大成了 揍你们八百遍 王师道同样抱着脑袋 嘴里却一点也不怂 结果王师道刚说完 那些人做得更狠了 说说说 此时 仙肖宗身处一道道身影浮现 远远看着这一幕 都是赞叹不已 王师道 藏仙谷主在挨揍 这可真得是火酒剑啊 你看他们对力量的运用 当真是精妙到巅峰 哪怕泄露了一丝 都足以崩碎天地 如今却可以像小流氓一样万战 精彩 当真是精彩 一群人远远看着 都是忍不住笑出声来 不是他们不专业 而是真的忍不住 你们还看 还不快过来帮忙 王师道扯着嗓子 就是一顿吼 一群禁区之主 伏地长叫同时停手 看向刑罚殿那些修士 嗨嗨 下半时间 我们不管是 刑罚殿主咳了两声之后 笑眯眯地说道 砰砰砰 刑罚殿主刚说完 一群人就疯狂出手 我的眼睛 啊 你们等着 你们以后别落胆 王师道和藏仙谷主 气急败坏地开口 爽啊 片刻之后 一群禁区之主 伏地长叫打爽了 一个个扬眉吐气 熊啾啾气昂昂地离开 快上 林妍提醒了一句 冲得比谁都快 直接扶起了自家老师 老师 您没事吧 弟子可是把所有在无量山的师兄师姐 全都叫过来了 林妍虚寒问暖 一脸殷勤 老师能有什么事情 一群人没吃饭一样 还不够给老夫挠痒痒 王师道顶着一对熊猫眼 说起来话依旧硬气 然后抬手 就取出一枚传讯预解 老四 回来 老师有事情让你办 黑月十二等人文言 全都打来的机灵 连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许三刀 都是一脸的忌惮 老师 四师姐是何许人也 林妍连忙问道 你四师姐 那是大家闺秀 我们修行界 几副盛名的才女 王师道一脸认真 才女 林妍看着一本正经的王师道 再看看几个五官 都拧到一起的师兄师姐 根本不信 你们等着 先拿利息 等我晋升大成了 一只手打爆你们这群渣渣 王师道语气里 多少带着点气急败坏 没想到这些老朋友 会在自己晋升之后 送自己这么一份大礼 藏仙谷主 同样顶着一双熊猫眼 眼中精芒四溢 估计也在寻思着 如何报仇 当晚一夜无话 次日一早 林妍再次前往传宫殿 林师殿 林妍还没到传宫殿 迎面就遇到了刘阳和三通 两位师兄归来 可是凑到了蜕变金丹之物 林妍目光一亮 没错 这里是八千种蜕变金丹之物 是我们一个宗门 一个宗门的买来的 给你了 三通和刘阳 递给林妍两枚空间法宝 三通身为三仙殿弟子 家底可是殷实得很 用三通的话来说 能用钱解决的事情 那叫事情吗 钱解决不了的 自然有言九仙他们 有了两位师兄 这八千件金丹蜕变之物 距离我们的计划 又进了一步 林妍笑道 我们能做到的就这些了 剩下的就靠九仙师姐他们了 听说九仙师姐 从天机堂那 问到了一种有名无实物 从未出现过的蜕变金丹之物 如今已经去找了 想来很快会有结果 周小白师兄去了墨北 那里有好几种至尊级蜕变之物 想来收获不会小 三通笑着说道 八大禁区弟子 还有跟着林妍等人执行计划的伏弟弟子 分工合作 各自都有了收获 师弟正要去授课 两位师兄一起如何 林妍笑道 正有此意 我们也是听说 林师弟 你要在这里授课 才刻意赶到这里的 尤其是你昨日讲到 把王宗师的段路都给续上了 我们肯定得听听 咱咱底蕴啊 三通和刘阳都是笑着开口 两人交流之间 已然来到了传宫殿门口 哟 你们几个怎么在树上挂着 是不是昨日上课 不认真 三通看到挂在树上的五个强者 顿时就乐了 怀念啊 想当初自己出入修行之道 可没少被自家老师责罚 而今看到别人被挂树上 心里别体都欢乐了 滚 三仙殿主看着三通那幸灾乐祸的样子 顿时恼羞成怒 你呀知道我是谁吗 有喝 你小子挺狂啊 三通文言不乐意了 这都被挂树上了 你还这么狂 不想死的话 最好溜远一点 三仙殿主鼻子都气歪了 恨不得立刻画出真身 一巴掌把这不孝徒孙 一巴掌拍墙壁上 扣不下来那种 你很狂啊 三通文言也恼了 抬手就是一个暴力 敲在三仙殿主脑门上 三仙殿主一下子就梦了 其他死的人更是嘴角抽搐 心里无比庆幸 自己的徒孙没来 否则得自己来这下 怕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哎呀 三仙殿主长笑连连 还叫 你还叫 灵师殿 看来你这承介不够啊 欲不拙不成器 对这些不听话的学生就得下重手 三通一边说 一边还不忘 敲着三仙殿主的脑袋 足足在三仙殿主脑门上 敲了十二下 此时 三仙殿主已经冷静下来 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三通 不知为何 三通被三仙殿主盯着 心里突然有些毛了 这目光 怎么那么熟悉 此时 正在信头上的三通 转头就把这查忘了 而是看向灵言道 灵师弟 你看 师兄我说的对吧 这不就老实了 三通一脸得意 想当初自己也是皮得很 就是被自己老实这么敲 给敲老实的 灵言见状 意味深长地看着三通 三通师兄 我想问一下 你们三仙殿 可有承接弟子的刑法 那自然是有的 三通随口道 比如说 我们三仙殿有个地火熔炉 门内弟子若是犯了大错 会被丢进去 练个九九八十一天 滋味酸爽到骨子里 诸如此类的承接 那可是太多了 不过师兄认为 那些承接全都太轻了 若是我来 有个法子保证好用 三通得意洋洋地说道 什么法子 灵言来了兴趣 三仙殿主也是 眯着眼看着三通 简单 布置一个大阵 里面设定八十一种劫难 什么刀山火海 轰炉天火 全都给他来一趟 保证再硬个骨头进去 都得软着出来 三通说吧 还不忘吹嘘一番 怎么样 师兄这个想法 是不是很强大 强 灵言竖起大拇指 而后拍了拍三通的肩膀 三通师兄 加油 加油 三通握着拳回应 跟着灵言熊啾啾气昂昂地 进了大殿 通知你一声 你那弟子三通 回三仙殿之后 就跟着本座修行了 三通等人一走 三仙殿主 就给三通的三位老师 发了消息 您愿意亲自指点三通 那是三通的造花啊 就是就是 三通好福气啊 三通的三位老师 顿时乐开了花 不错 你们很会教弟子 等本座 回去会嘉奖你们的 三仙殿主意味深长地道 相较于昨日 今日这些禁区之主 伏地长教 一个个都是做的笔直 神色也极为认真 每个人还像模像样地 摆着一个笔记 灵言上课的效果推好了 没看王师道 连段路都续上了 加上昨夜他们清修 对气的感悟更上一层楼 他们有一种强烈的直觉 这三日的课程 有可能让他们更进一步 藏仙谷主 王师道两人顶着熊猫眼 恶狠狠地扫尸全场 心里回忆着 昨日这些人里 到底谁下手最狠 到时候要打哪里 打几下才能回本 三通和刘阳也不客气 自己寻了个位置坐下 林氏好 灵言刚上讲台 一群人就起身行礼 到了禁区之主 伏地长教这个境界 修为和道衡 比什么都重要 既然认可了灵言的身份 他们又是以学生身份 坐在这里 那就必须给灵言 足够的尊重 正所谓离不可费 谁都不希望 将来自己的弟子 对自己不敬 都坐下吧 灵言笑道 外面的五个 你们也回来吧 灵言哑然失笑地 看着外边 真挂在树上的五个人 还挺听话 是 三仙殿主等五人 连忙回到店内 然后三仙殿主 气得又是一阵肝疼 特么三通是真不客气 把他之前的位子给坐了 行 你小子等着 老夫今日忍了 毕竟现在是课堂上 如果吵闹起来 一会儿又该被挂树上了 你们五人 等今日授课完毕 各自写一卷体悟交上来 灵言笑了笑 该给的压力 那还是得给的 是 五人连忙点头 看着三通很是满意 你看这些人 现在多老实 还是我教育得好 昨日我们讲了气 那么今日 我们讲道 灵言开门见山 不怒自威 灵言此话一出 在场强者 精神全都一振 昨日灵言 将的是最基础的气 就为王师道续上了段路 让在场众人 也是体悟颇深 今日赫然要讲道了 那还了得 众人都是极为期待 灵言会讲什么 莫非是上个纪元的道吗 何为道 灵言不曾直接讲道 而是反问了一句 何为道 八大禁区之主 七十二伏地长教 全都一愣 灵言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心中有一万个念头轮转 机遇脱口而出 可话到了嘴边 却发现自己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所以一时之间 却是一个说话的都没有 你来说 灵言点指 仙肖宗主 是 仙肖宗主文言 稍微酝酿了一番之后 就开始了口落悬河的讲述 仙肖宗主引经据典 从气一路讲到法门 讲到神通 甚至涉及到了一部分 仙肖经的经意 其中有许多神妙莫测之处 听得在场不少修士 都是颇有所得 仙肖宗主说罢 一脸得意地看向灵言 一副我是不是讲得很牛逼的表情 真就像是等着老师夸赞的优等声一样 坐下吧 灵言文言 只是不置可否地按了按手 你来 灵言点指灵山之主 是 灵山之主起身 一开口就佛音激荡 不知多少种经意脱口而出 让四周金莲起伏 俯卧光普照 可得到的 依旧只有三个字回应 坐下吧 不对劲啊 我怎么感觉 这些人根本不是助击 坐在人群之中 鹤立鸡群的三通 感觉有些不对劲了 大家都是助击 凭什么你们如此优秀 这一个两个的 讲得倒都高深无比 听得自己一个头两个大 完全听不懂 你有没有发现 这些助击 我们都很陌生 刘阳笑得诡异 对啊 我们之前去过大罗城 是像样的助击圆满 我们都见过 这些人明显强得离谱 不可能默默无闻 尤其是刚刚被我敲头那个 穿的是我们三仙殿的道袍 我怎么会不认识 三通也反应过来了 却更加不解了 三通失殿 加油 刘阳文言 也只是意味深长的 拍了拍三通的肩膀 半日时间 林言一一点名 各大禁区之主 七十二伏地长教 几乎都陈述了 自己认为的道 五花八门 什么都有 结果每一次 林言都只有三个字 坐下吧 敢问灵师 是我们说的不好吗 仙肖宗主等最后一人 说完之后 忍不住问道 讲得很好 林言点头 不过若只是讲解经文的话 我认为 去世俗找一个说书先生 或许能比你们讲得更好 一群禁区之主 伏地长教文言 脸色顿时一黑 拿我们和说书先生比 不信 林言淡淡一笑 不信 一群人集体摇头 诸位 可有兴趣 跟我去外面走走 林言笑问道 一群人又是一愣 不是说讲道吗 怎么又要出去走走了 我等愿意同往 一群人心中虽然不解 但还是点头 林言 你要去哪里 为师为你准备代步法宝 王师道起身 老师 不必麻烦了 我们就在仙肖宗内 走走就是了 林言笑着摇头 而后当先走出了传宫殿 林言扫视了四周一眼 指了指远处一座 长满了奇花异草的荒山 就那里了 林言开口之间 就领着众人 落在了荒山之上 众人面面相去 不明所以 这山 就是最普通不过的荒山 有啥好看的 你们看那朵花 林言信首点指远处 一朵即将枯萎凋零的花朵 一朵花 连灵草都不是 随处可见 三仙殿主说道 现在呢 林言笑了笑 体内岁月之力流淌之间 悄无声息地改变了 花朵周围的时间流速 只见早已接近凋零的花朵 以惊人的速度枯萎落下 而后化为积粉 融入泥土之中 还是不懂 不少人都在摇头 不过也有一些修饰 眼中露出一抹意思 那就继续看 林言不曾多言 继续催动自身的岁月之力 只见花朵凋零的泥土 微微一颤 而后一根嫩芽破土而出 在岁月之力的加持下 两片叶子慢慢舒展开来 不到半日的时间 就长成一朵小野花 而后又凋零枯萎 生于死 这是生死之道 一朵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花 从发芽到凋零 蕴含的就是生于死之道 黄泉之主心神震动 心里生起一抹明雾 不对 生于死 只是表面而已 藏仙谷主思曾开口 没错 生于死 只是表面 为何花会凋零 草会枯萎 为何会有着日生日落 星辰流转 又为何会有潮汐起伏 大河汹涌 林言开口之间 每一个字都如道音 直冲众人心神 是啊 我们从未思考过这些 天地万物 一直在遵循着规则 从生到死 包括我们修饰也一样 越来越多的修饰 眼中闪过明雾之色 正色开口 修是修行 以气为根本 以道为目标 可实际上 道一直就在我们身边 天地是道 天地万物亦可为道 所以 道不可言说 哄 藏仙谷主茅瑟顿开 心中有智骨被冲开 大道之音在他体内响彻 如红中大缕 有无量光飞舞 整个人都散发着先灵之气 正所谓 道可道 非常道 所有可以口传新兽之道 都只是前人对大道的见解 千人千面 千人千道 面对相同的一幕 每一个修饰的体悟都完全不同 最终的目的却是一致的 全都是探寻着天地的本质 灵言再次开口 这一次 一群强者各个身形激荡 有浩瀚无比的威严席卷四方 还全都避开了灵言 三通等几个助击修饰 乱了 乱套了呀 助击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威严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三通头皮已经开始发麻了 此刻 所有强者都闭目体悟着灵言的话语 感悟着周围的一切 清风拂过 润雾无声 这些不知修行了多少岁月 早已将自身大道修行到极限的强者 自身积累早已足够 只见一重重的道运 从他们体内扩散而出 有数不清的大道符号亮起 这是何其惊人的一幕 接连有人陷入顿雾状态 气机牵引之下 顿雾仿佛是会传染一般 让所有人都沉浸其中 而后更有创法道运 接连从众人身上扩散 不过瞬息 原本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荒山 化为了一处绝世的修行道场 通了 我想通了 灵言沉浸在一群绝世强者顿武 创法的道运之中 目光也是一亮 我知道金丹蜕变池该如何打造了 灵言猛地登空而起 站在苍穹之上 刷 诸多天地奇珍 被灵言取出 环绕在周身飞舞 晚辈灵言 心有大愿 今日想借诸位前辈之力 完成大愿 灵言站在空中 眉心三花印记 亮起灿烂无比的光芒 灵言双手结印八大禁区之主 七十二伏地掌教 王师道等人 周围异散的大道真意 皆被灵言牵引而来 天地为影 大道为火 赤 哄 灵言轻贺一声 被他牵引而来的大道真意 直接被点燃 灵言引动大道之火 淬炼身边的炼器材料 不过刹那的功夫 一尊大顶的雏形已然浮现 刷 刷 刷 灵言疯狂结印 一道道手绝被灵言施展而出 天地之力化为一道道法阵 烙印在大顶之上 沟通天地 方能源源不绝 哄 灵言猛的一掌拍在大顶上 大顶一颤 一股神妙莫测的气息 扩散四周 四面八方的天地之力 被源源不绝地汲取到大顶之中 天地之力涌来之间 一股磅礴到极致的气息 汹涌四方 道顶大势已成 气势纵横四野 似乎和天地相合 成了 道顶已成 接下来就看 所有的金丹蜕变之物 何时能到了 灵言看着悬在空中的道顶 眼中闪过一抹欣喜之色 而后顺手将身上 所有的金丹蜕变之物 打进道顶之中 催动牵引而来的大道之火 淬炼金丹蜕变之物 灵师弟 我来了 此时 冷清月清冷的声音传来 而后一道剑光破空而至 只见冷清月白寻染血 脸色煞白 气血虚浮 显然是强弩之末了 刷 而后冷清月 取出三百余种金丹蜕变之物 递给灵言 扑通 灵言刚接过冷清月手中的空间法宝 还没来得及道谢 冷清月就身体一歪 昏厥了过去 清月事件 灵言心里一惊 连忙扶住冷清月 一股灵气 已然涌入冷清月体内 灵言这一探查 眉头顿时骤气 冷清月身上 至少有十几道兵器伤 其中有几道身可见骨 只是被冷清月用自身的力量 封住了伤口 而这在冷清月身上 只能算是轻伤 真正严重的伤势 在体内 冷清月体内灵气早已枯竭 经脉有多处地方 被大到真意重创 组织了灵气运行 就连冷清月的气海 都出现了几道裂痕 这是冷清月 在体内灵气耗尽之后 强行动用自身的力量 导致气海受损 灵言连忙取出一颗丹药 给冷清月喂下 以自身灵气催动药性 护住冷清月的气海 哼 冷清月哼一声醒来 冷师姐 怎腰受了如此之重的伤势 灵言眼中闪过一抹煞气 冷清月身上的伤势 明显是在与人对决之中 有人下了杀手 没事 只是来的路上 遇到了一只妖兽 不过 那妖兽已经被师姐击杀 冷清月随便找了个理由 真的 灵言一脸怀疑 他又不瞎 这伤势可不像是妖兽所为 当然是真的 好在东西无损 冷清月笃定开口 而后转移话题 灵师弟 我无恙 你先忙你的 可是 行了 此事交给老夫 此时 创法完毕的三仙殿主 大步而来 那可就有劳前辈了 灵言目光一亮 冷清月伤势虽重 可对三仙殿主而言 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 放心 这点伤势 老夫只要略微出手 就可痊愈 这女娃身上的伤势 倒是有些像是 五行踪尸骸道内留下的 三仙殿主义 有所指的说道 冷清月文言低下头 不再说话 师姐 听说过尸骸道吗 灵言也不点破 暗中给轻衣发了一则信息 很快 轻衣就传回了一则消息 灵言扫了一眼信息 深深地看了冷清月眼 而后继续催动大道之火 淬炼金丹蜕变之物 灵师弟 师姐回来的 可算及时 与此同时 严九仙归来 抬手一道道仙光 就从袖口飞出 打进大顶之中 其中有一道光 隐隐地有仙韵在流淌 正是有名无实物的 至尊级金丹蜕变物 仙泪流金 及时 太及时了 灵言连连点头 还有我 三种金丹蜕变之物 投入大顶之中 让道顶云真雾绕 散发出阵阵罪人的香气 灵言 到底想干什么 将这么多金丹蜕变之物 融汇于一炉之中 不知道 老夫修行这么久 还第一次听说 有人如此祭练金丹蜕变之物 八大禁区之主 七十二伏地长教 先后从顿雾状态之中退出 气息都已然至真圆满 说说说 谢长安 灵山小和尚等人 也相继归来 全都带回了大量的 金丹蜕变之物 一一投进大顶之中 怎么回事 他们怎么好像 施约好了一样 这里面可有几件 至尊级金丹蜕变之物 堪称举世难寻 不论是谁得到 都会用来蜕变金丹 怎么直接投入大顶了 一些伏地长教 越看越是心惊 若只是至尊级金丹蜕变之物 他们还能理解 可先类流金 这等有名无实物的 金丹蜕变之物 应该没有任何一个 助纪圆满 能忍受得住诱惑才对 他们却发现 这些八大禁区 七十二伏地弟子 没有半点不舍 反而眼中充满了期待和自豪 以天地为影 大道为火 万物为财 乾坤为也 这小子该不会是 想为天下助击铺路吧 三仙殿主看出了一些端倪 对啊对啊 三仙殿主刚说完 三通就一脸谄媚笑容地凑了过来 九转金丹 刚刚三通可是亲眼看到 三仙殿主随手 就给冷清月一枚九转金丹服下 九转金丹 先品丹药 称可生死人肉白骨 哪怕是断了气 都能救回来 这等丹药 不管在哪一个宗门 可都是至宝 有资格随身携带九转金丹的 在三仙殿 至少也是大长老级的 不管是哪一个 就冲着三通之前那一顿敲 他都是死定了 现在正好能弥补一下 一边去 三仙殿主看到三通就烦 灵师弟有大气魄 要为修行界所有助击圆满铺路 融会天下金丹蜕变之物为易如 日后修饰 再也无需寻找金丹蜕变之物 三通舔着脸又凑了过去 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 自己如此殷勤 惩戒怎么也能减几分吧 原来如此 三仙殿主目光一亮 难怪你这小娃娃 会去闯荡狮孩道 三仙殿主恍然大悟道 诸位 听到了 灵言不过助击而已 就有如此大气魄 我们一群老不死的 可不能闲着 就是 如此多的金丹蜕变之物 想要熔练在一起可不简单 不如一同助灵言一臂之力 以报这一道之恩如何 藏仙殿谷主等人大笑开口 而后一道又一道 磅礴到极致的气息 冲天起 汇聚在灵言身上 灵言 你借我们大道余韵为火 效果有限 现在我们所有人的大道争议 静家于你身 想做什么尽管做 三仙殿主狂笑道 晚辈 多谢诸位前辈 灵言文言 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而后双手再次结议 炼化 哼 灵言双手结议 一股不知比之前赤胜了多少倍的大道之火 滚滚而来 只是请客之间 就将所有的金丹蜕变之物 炼化为一炉 诸位师兄师姐 愿为苍生立命 为助基修士铺路 当顶上留名 灵言并指如箭 就在大顶之上留下了一个个名字 当所有名字 被灵言烙印在大顶上后 苍穹之上 有一重九彩祥云 突然浮现出 九彩祥云 这是造化之光 九彩祥云横空 灿烂的仙光 照亮整个仙肖伏地 一时之间 不知道多少道目光看向此地 造化之光 那是什么 三通好奇地问道 你老师是怎么教你的 连造化之光都不知道 三仙殿主冷着脸开口 弟子奴顿 还请师 前辈指教 三通舔着脸询问 差点一声师兄把自己送走 天下修士 凡是有人能造化众生 就可引来造化之光加深 这是天地大道 有感自行凝聚 比如说 当年创造原神绝那位 开辟出了化神镜 完成开尽之壮举 引来造化之光加深 三仙殿主 还是忍不住解释道 造化之光 有何作用 三通连忙问道 千人千面 对不同的人效果不同 却绝对是大造化 三仙殿主开口之间 倒是有些羡慕这三通了 灵言为苍生造化 为助击铺路 其中可是有这三通一份功劳 三通未来成就 怕是不可限量 哇 那这造化 也有我一份啊 三通后知后觉地开口 傻人有傻福 三仙殿主嘴里骂着 心里却是颇为欣慰 嗡 嗡 嗡 酒色祥云之中 有一道道光柱 贯穿了日月 而后落在灵言 冷清月 严九仙等所有参与其中的修士身上 每一道光柱 都是灿烂生辉 有仙灵气息缠绕 一道道光柱大小不一 落下之间 让灵言等人 身体全都一缠 让灵言等人的气息 以惊人的速度提升 根基之真圆满 我的根基彻底圆满了 不对 我的仙台之上 好像长出了一道道痕 我怎么多出来 一只眼睛 造化之光入体 一道道惊呼声传来 只见冷清月 原本还未彻底恢复的气息 在瞬息之间复原如初 眉心之上 还有一轮月牙印记浮现 周身有重重月光洒落 三通呲牙咧嘴之间 只感觉眉心越来越热 而后赫然是长出一只树眼 流洋气海之中 一道魔性惊人的道痕 烙印在仙台之上 诸如此类的变化一一浮现 让一群人的气息 出现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造化骨 灵眼也是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 造化之光入体 让灵眼根基至真圆满的同时 还滋养着灵眼体内的骨骼 在灵眼骨骼上 镀上了一层造化之光 散发出不朽的气息 随着造化骨的凝聚 灵眼发现自己以身为气 烙印在身上的大道真意 都是圆满了许多 大事将至啊 不愧是我 天机堂宗主大笑开口 对于自己的预感十分自得 此事 绝对是前所未有的黄金大事 一群未来的至强者 必将伴随着造化之光的入体而崛起 自身根基至真圆满 代表着什么 石经仙就是至真圆满 他在灵眼之前 乃是古往今来第一人 如今等于是一下子出现了十几个石经仙 如今仅仅是如此吗 当然不止 八大禁区之主 七十二伏地长教 也都完成了自身大道的圆满 实力早已天翻地覆 还有这金丹蜕变池 未来必将铸造出 顶级金丹 天机堂宗主可以确定 不用百年 罗夫世界年轻一代的实力 都将提升一个档次 现在的金丹绝代榜放在未来 连上榜的资格都没有 这就是大势开启 带来的无量器语 不行 忍不住了 要晋升了 冷清月等人全都看向灵眼 注意 今日 我们一同晋升 灵眼狂放一笑 猛地腾空端坐鱼 到顶上空 刷 刷 刷 刘洋 三通 清一 冷清月 严九仙等人 全都紧随而上 环绕着灵眼 端坐于大顶上空 大顶一颤 而后就有仙灵之气 从道顶之中涌出 被灵眼等人挤取 哗啦啦 灵眼头顶三花俱顶 光耀九天 周身有一枚眉大道符号亮起 冷清月头顶 一轮明月横空 摇落下无尽月华 清一周身 有重重彩云浮现 如同端坐彩云之中的仙子 吞吐之间 就是漫天烟霞 三通眉心树眼发光 似乎可看透一切 往今来最强的一代 他们全都修出了法门异象 触碰到了法乡天地的门槛 是啊 这样的年轻一代 之前能出现一个 都将举世震动 精确是一群 哈哈 王师道啊王师道 现在有了这么一批人 以后你可就嚣张不起来了 石经仙那个级别的弟子 我们也有 八大禁区之主看着王师道 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 嘚瑟啥 小石头级别的弟子 你们有了 可林妍这样的弟子 你们有吗 你们看清楚 你们那些弟子 未来怕是都会和林妍好的穿一条裤子 林妍的话 可比你们的话有用多了 嘴炮 王师道怕过谁 想当初 王师道修行路段的日子 可全靠打嘴炮 八大禁区之主 顿时无言 还真是这么一回事 你们再扯淡 信不信我把你们的弟子都拐了 王师道又补了一刀 下手轻了 没错 之前应该往死里打 八大禁区之主 全都露出危险的目光 王师道心里一凸 连忙闭嘴 自己好像嘚瑟早了 之前自己修行路段 这些人不忍心下手 现在可不一样了 怕是逮着机会 就得揍自己啊 此时 林妍已经完全沉浸在 噤声的状态之中 气海仙台 金丹蜕变池内 有源源不绝的仙灵之气 汇聚于林妍的气海仙台之中 让林妍的气海仙台越来越亮 而后气海仙台轰得一声炸开 化为一颗金灿灿的金丹 有一重重道文符下出 让林妍爆发出金丹威严 而后 金丹蜕变池内 有更磅礴的力量 被牵引而来 涌入林妍肉身仙台之中的同时 又催枯拉朽一般 冲进林妍的神魂仙台之内 定 恭喜您 地结完美气海金丹 恭喜您 地结完美肉身金丹 恭喜您 地结完美神魂金丹 金丹蜕变池内的仙灵气息 源源不绝地涌入林妍体内 让林妍体内仙台接连蜕变 林妍魂海金丹上 烙印着一朵莲花 那是九转魂连再次蜕变 完成了三转 将林妍的神魂之力提升到极致 不到半日 林妍就成就了金丹 不过林妍依旧不曾结束修行 而是进一步的体悟诸多大道 在此期间 妍九仙紧随其后 晋升金丹境界 背后有一道朦胧的飞仙之影 一世独立 散发出飘渺仙灵之感 而后三通 刘阳 冷清月 清一等人也是一一晋升 气象万千 气息远超寻常修饰晋升 哇 狗大爷有些后悔了 早知道就不去麒麟族晋升了 远处 黑月十二感受着林妍等人 晋升之后的气息 愁得毛都白了 比自己强 这些人 每一个都比自己 刚晋升金丹的时候强 后悔了 黑月十二身边 虚空扭曲一道 充满书卷气的身影浮现 她是一名少女 富有诗书气自华 绝美而闲静 却让天不怕地不怕的黑月十二 连忙后退了几十丈步 比见了七师姐与飞仙还要畏惧 四师姐 不后悔 我怎么可能会后悔 我就是想问问 我现在 冲到金丹蜕变池内泡一泡 还来得及吗 黑月十二一脸谄媚的开口 她若是没晋升 那么就还是金丹 虽说不像筑鸡一样 能吃到金丹蜕变池的最大好处 却也有可能洗练金丹 让底蕴再强一筹 不过如今 她可没兴致想这些了 因为眼前这女子是顾流言 无量山四弟子 之前王师到摇人 口中的老四就是她 罗夫世界有评选 你最想打死的修士的活动 顾流言以绝对的优势荣登榜首 你还是歇着吧 来不及了 顾流言温婉一笑 信手掏出一本画册 随手递给黑月十二 给你个任务 一日之内 把这画册传遍罗夫 黑月十二看着画册 哈喇子都止不住地留下来 嘴根本合不上 她不用想都知道 这画册的主角 必定是八大禁区之主 和七十二伏地长教 也许藏仙谷主可以逃过一劫 不过天知道沙红眼的老师 会不会把藏仙谷主一起算上 至于内容 那必然是干货满满 都是黑料 人神共愤 自己若是把这画册 散发到全罗夫 估计第二天就被端上桌了 大伯 铃铛都要被人串成串烤了 四师姐 师弟实力低微 实在是不能胜任 下一本画册 主角是你 顾流言淡笑如怜 师弟这就去 黑月十二文言 抓起画册就跑 开玩笑 顾流言画册的主角 谁乐意当谁当 你当为何罗夫世间那么多人 想打死顾流言 一旦招惹了顾流言 他是真能把你祖宗 十八代的黑料都挖出来 再加上他画到天成 别看那么多人想打死他 可真就没什么人 忍心毁掉他的末宝 每一本都是可以传世的经典 以至于天地学宫的画师们 就差把桂田写在脸上了 说起这天地学宫 可当真是了不得 公主乃是儒道之大成者 在凡间的时候 就是一代大儒 后来传说 得到了上个纪元儒道的 一些碎片传承 就一发不可收拾 后来干脆继承了上个纪元 儒道大宗天地学宫的名字 如今可是拽得很 风头正静 所以顾流言荣登 以最想打死的修士 绑守之后 依旧过得逍遥自在 可不只是因为 有先宵宗和无量山罩着 他自己在儒道这一脉的威望 也是极高 天地学宫的公主 甚至还三番两次来找过王师道 希望他能劝劝顾流言 做天地学宫公主 有什么不好 可惜一直都没成功 至于顾流言一战封神 还得从一位不修德性的大宗掌教说起 此人 是道法宗宗主 杜劫圆满修为 惹怒了顾流言之后 不到三个月 就有一本他的自传问世 而后三天之内 传遍整个罗符 里面详细地记载了 他是如何从上一代掌教手中 谋夺掌教之位 又是如何算计其他宗门的 甚至连他偷偷用宗门男弟子 当顶炉修行的事情 都给扒了个点朝天 甚至还画了插图 为了保护受害者 顾流言还特地打满了 要知道 这些可都是隐秘 不传二口的事情 鬼知道顾流言是如何查出来的 连姿势都清楚 堂堂杜劫圆满大修士 只差一步大成的强者 被逼得当场尸解 就这么被顾流言 兵不屑人地搞死了 导致罗符事件 人人谈顾色变 生怕被顾流言盯上 毕竟哪一个修士 没有一些黑历史 虽然很多修士的黑历史不致命 但是丢人啊 比如说 禁区之主 伏地掌教 被挂在树上的事情 这些黑历史一旦传出去 这些大佬 怕是连杀人的信都有了 当然 也有人为顾流言鼓掌叫好 甚至花大价钱收购 那自然就是天地学宫那些田狗了 黑月十二撒鸭子狂奔之间 心里愁到不行 自家四师姐 狮子多了不养 债多了不愁 反正想打死她的人 都能见个伏地了 自然不在乎 可自己还年轻啊 这小身板 可经不起折腾 怎么办 师姐说了 要在三日之内 把这画册传遍罗符 这可怎么办 黑月十二撒鸭子狂奔之间 心思电转 而后取出了传序玉姐 九师兄 救命啊 怎么 又被七师姐盯上了 七师姐要搞你 我可帮不了 黑月十二刚把信息传出去 玉姐内已然传出一道玩符的声音 不是七师姐 是四师姐 黑月十二叫苦不迭道 四师姐 那我就更不敢帮了 九师兄一听顾流言的明慧 差点当场结束传序 你不帮我 我可就真死了 黑月十二只要一想到 一旦自己把这些画册散发出去 八大禁区 七师二伏地弟子 追杀自己的画面 就感觉苟生无望 你说说看 怎么回事 九师兄文言 倒是来了兴趣 黑月十二也不客气 当即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说了一遍 这样啊 这倒是好办了 九师兄听完 松了一口气 好办了 黑月十二目光一亮 对啊 找个背锅的就行了 画册散出去 罪魁祸首肯定是四师姐 可他们又不敢把气撒在四师姐身上 到时候谁散发的谁倒霉 这样吧 你过来找我 我来操作 九师兄说着 结束了传讯 黑月十二文言 顿时喜出望外 掉头就跑 恭喜灵师 晋升惊丹 灵言等人刚晋升完毕 八大禁区之主 七十二伏地长教 就都来道贺 多谢诸位前辈相助 灵言笑着行礼 灵师 此番多谢了 此次授课 我们收获颇多 要告辞了 此时众位禁区之主 伏地长教 全都迫不及待地 想回去闭关 好 我们就此别过 灵言回应一句 灵师 请留步 灵言刚想离开 却是伏地长教之中 有一人苦着一张脸 拦住了去路 五行踪长教拦住灵言 心里却在骂着 冷清月的老师 死吧老太婆 不知变通 清月要拿金丹蜕变之物 你让她拿就是了 你她去闯什么石海盗 造化苍生 未助击扑路 这是多大造化啊 连天地大盗 都为这一群人 凝聚造化之光 这要是因为 灵言没闯过师海到耽误了 可就白下这么好的机会了 之前灵言探查冷清月身上伤势时 眼中闪过的那一抹煞气 五行踪长教也是看得清清楚楚 若是处理不好 日后五行踪有啥事情 要和灵言互通有无 可就麻烦了 这位前辈 可是有事情 灵言明知故问道 五行踪长教之前相助自己时 五行真意根本没藏着 灵师啊 之前大家创法的创法 顿悟的顿悟 就没长进 当罚啊 五行踪长教舔着老脸开口 却是来了的曲线救国 自己堂堂五行踪长教 肯定不可能因为师海到的事情 道歉认错 毕竟那是五行踪的规矩 可自己若是以学生之一的身份 在学业上让灵言罚罚自己 也同样合情合理 反正又不用自己露真身 啊 没误出来就没误出来呗 下次再误 灵言一愣 就想通了其中的关键 哑然失笑道 不行不行 学生愧对灵师指点 必须罚 常常记性 灵言不乏 五行踪长教 还不乐意了 不乏 如何消气 这灵言气不顺 将来给自己五行踪穿小鞋怎么办 王师道说的一点没错 未来八大禁区 怕是都得姓灵 这等排面 五行踪算啥 不对 还有清悦这丫头呢 五行踪好像也保不住 要不 前辈回去把贵宗藏经殿内的经文 全都抄一遍 灵言犹豫着开口 得嘞 学生这就回去抄 五行踪长教文言 顿时喜笑颜开 掉头就走 可是没走几步 他头皮就骂了 啥玩意 全抄一遍 五行踪作为七十二伏地之一 虽然只是中游 可门内的经文 至少也有几万卷 全部抄完 这等多久 既然是法 肯定不能用法术 完了完了 这一下手都得抄断了 五行踪长教苦笑了一句 而后离开 林师弟 我们已经晋升惊丹 该回去了 严九仙等人 也是飞山来告辞 是啊 下一次见面 也不知道是何时了 三通一一不舍地开口 为何你们八大禁区弟子 出来一次 会如此困难 林延好奇地问道 八大禁区有先进 严九仙道 先进 林延一愣 是啊 那是上一个纪元的东西 所谓的八大禁区 其实就是上一个纪元 留下的八处遗迹 遗迹内有先进 修为越弱 出来就越麻烦 真正能随意进出的 也就八个禁区之主 当然 外面的人想进去 会简单一些 三通说道 这倒是有意思 林延点头 一般而言 都是修为越高越难出来 可这八大禁区 正好相反 我是真不想回去啊 我貌似把我们三仙殿 一个至少大长老级的前辈 得罪死了 这次回去 怕是玩犊子了 三通愁眉苦脸地说道 滴滴滴 此时 三通的传讯预见 猛地亮了起 三通拿出来一看 发现是自家大师傅 传过来的信息 三通 既然完事了 就回来吧 店主那边说了 你这次表现很不错 回来之后 可以跟着他老人家修行 三通大师傅欢喜道 他浑然不知 自己如今也被三通连累了 啥 店主让我跟着他修行 上一秒还愁眉苦脸的三通文言 顿时喜笑颜开 这还真是运气来了 挡都挡不住 师祖让我跟着他修行 我倒是要看看 谁敢动我 三通张扬开口 差点忍不住追出去 再往三仙店主脑门上搓几下 你说你装什么 现在我可是师祖的人了 你动我一下试试 既然如此 那我们有缘再见 灵言笑了笑 也不点破 而是抱拳行礼 告辞 一群人纷纷起身告辞离去 灵言也是 转身回了无量山 巩固修为 此时 仙宵府邸之外 可是一点都不平静 三仙店主刚离开仙宵宗 一个身穿黑袍 戴着面具的身影 就诡异地出现在他身后 而后取出一个仙宝级别的麻袋 照着三仙店主脑袋就照下去 麻袋蕴含仙境 是出自大罗城的真品 一下子就把三仙店主的修为压制了 三仙店主修为被压制 又是一道身影冲出 手里踢着一根大罗城出品的大棒锤 就对着三仙店主一顿猛抡 混蛋 搞偷袭 不要脸 三仙店主被抡得惨叫连连 破口大骂 不是 三仙店主 之前好像在树上挂着 不知道出手没 轮棒锤的人忽然有些迟疑 管他出没出手 一个都别想跑 控制仙宝麻袋的黑袍人 朝着三仙店主就是一顿抽 也对 打了再说 一个个不要脸 只会人多欺负人少 手持大棒锤的修饰 只要一想到自己之前那一对熊猫眼 下手更狠了 走 下一个 片刻之后 黑袍人一招手 收走了麻袋 拎着手持大棒锤的修饰 就是一个大魔仪 之后 一幕幕类似的场景 接连上演 原本志得一满 哼着小曲儿回宗门的禁区之主 扶地长叫 纷纷中招 被打得鼻青脸肿 只有几个聪明的早早溜回了宗门 躲过了一截 而这只是开始而已 天元洞天 这是丹仙谷 气宗 还有天机堂三大福地 联手打造的洞天 属于交易洞天 里面什么宗门的修饰都有 很是热闹 刷 此时 一道身影横空而过 而后手掌猛的一挥 数不清的册子就散落而下 飘向四面八方 当天元洞天内的修饰 看到那些册子上的内容之时 一个个都是眼皮子直跳 黑料 全都是黑料 还都是各大福地长教 禁区之主的黑料 这画风一看就是出自顾流言之手 精妙绝伦 可惜不是原本 估计又是天地学宫的舔狗临摹的 画册洒落之间 天元洞天内的修饰 都是迫不及待地翻阅着 画册之中 每一个字迹 都蕴含着道法自然的神韵 每一幅插图 都好像一幅绝世画卷 蕴含着道雨里 看来天地学宫这次出手的 怕是一位顶级的大画师 完美地展现出了顾流言的风采 原来 仙肖宗主 还有这批号 浩阳长教 原来你是这样的长教 原来三仙殿主 还暗恋过天魔福地长教 天元洞天内的修饰 一个个翻越着画册 笑得嘴巴都合不拢了 这些 可全都是秘星 足以让那些福地长教 禁区之主当场射死了 可是不对啊 以前顾流言折腾的 都是我们罗夫世界的修饰 不曾对八大禁区的人下手 这一次 怎么对八大禁区之主都下手了 还有 八大禁区的事情 顾流言也知道 天元洞天内的修饰 越看越是心惊 他们不知道的是 顾流言的手伸不进禁区 王师倒可以啊 王师倒对八大禁区之主 那可是太熟悉了 更何况 还有藏仙谷主这个二五仔 为了保护自己 直接把其他七个都卖了 快 快把画册传出去 这画册不出一炷香时间 必定会被禁 晚了可就传不出去了 与此同时 洒下画字的人影高呼了一声 而后才顿走 是刀狂 传说是星空之中 刀到第一人 虽然只有合体修为 却把整个星空的刀修 都打了一遍 传闻甚至有几个大成刀修 压制修为 与之一战都输了 传说刀狂此人时的刀吃 平日里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到处挑战刀修 性格很怪 如今也成顾流言的狗腿子了 天元洞天内的修饰 反应过来之后 全都不可思议开口 刀狂说完 取出一枚传颂阵盘 就消失不见 紧接着 不知道多少修饰 暗戳戳的 就把话策传了出去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这世界上 最不缺的就是乐子人 而经这么好的机会 谁不想趁机拱一把火 与此同时 仙肖宗主顶着一对熊猫眼 出现在了金丹蜕变池下 此时仙肖宗主 心里那叫一个郁闷 他就不该凑这个热闹 看别人走 他寻思自己 被弹脑刮崩的事情 怎么也要瞒住 所以就跟别人一起出门了 打算后面再绕回来 结果在自家门口 被人揍了一顿 不过好在 林严打造的金丹蜕变池 可是个好东西 让他凉凉的心 有了一丝温满 传令下去 我仙肖宗全力支持林严 造化众生 为筑机铺路 将单开一处洞天 存放金丹蜕变池 届时 天下筑机圆满 都可免费进入金丹蜕变池 晋升金丹 仙肖宗主开口之间 生动四方 仙肖宗主心知肚明 别人不说 单说那三仙殿主回去 肯定会整个盗版金丹 蜕变池出来刷声望 自己如果不赶紧 把这事办了 必然要吃亏的 如此一来 今日后仙肖宗的声望 必将再次提升一个档次 可还没等仙肖宗主得意多久 刑罚殿主 就拿着一卷画策过来了 宗主 我有一事 不知当讲不当讲 刑罚殿主见兮兮地问道 有什么不能讲的 仙肖宗主背负着双手 抬头望天 一脸的高深莫测 宗主 这段时间 您就别出宗门了 刑罚殿主道 为何 仙肖宗主胡疑问道 难道藏仙谷主 那个王八蛋还在蹲我 宗主 您自己看 刑罚殿主将画策 翻到仙肖宗主那一页 然后递了过去 混蛋 王师道 顾流言 老夫打死你们 仙肖宗主只是看了一眼 顿时炸猫 而后直冲无量山 谁知此时 王师道和顾流言 早就溜了 无耻 不要脸 家门不信啊 仙肖宗主仰天长笑 满脸悲愤 而后连忙看向刑罚殿主 还站着干什么 快把这册子 给本座疯了 仙肖宗主急眼了 疯不了 刑罚殿主摇头 册子是在天原洞天传出去的 而荆既然传到了本座手里 怕是早已传遍整个罗符了 刑罚殿主强忍着笑意 让你折腾王师道的 你看无量山上下 有好人吗 不对 轻衣 这丫头心性纯良 在无量山独树一帜 出于泥而不染 堪称无量山最后的良心 造孽啊 仙肖宗主闻言 连死的心都有了 行了 消息已经传遍整个罗符了 此时 天原洞天外 已经画出本来相貌的老九 笑看着黑月十二 还是九师兄厉害啊 一出手就给解决了 黑月十二一脸谄媚的笑容 那可不 刀狂是星空的强者 还是星空第一 仙门仙刀阁阁主的亲儿子 就没有比他更好的背锅侠了 九师兄笑眯眯的说道 九师兄 那万一刀狂不承认怎么办 黑月十二问道 不怕 之前刀狂挑战我 输了我半招 如今正在黑暗潮汐之中裸奔呢 三五年内肯定出不来 三五年之后 风头早就过去了 九师兄灿烂一笑 自认算无一策 走 之前我有事情 可还没来得及见见小师弟 我们现在一同回无量山 九师兄开口之间 带着黑月十二消失不见 滴滴滴 此时正在修行的灵言 听到传讯御检内 传出一连串的提示音 灵言取出传讯御检一看 顿时一乐 传讯是发在问仙群里的 里面三通正在大道苦水 诸位师兄师姐师弟 我发现一个秘密 我家师祖 绝对是个变态 他就因为 我是左脚先进的禁区 就把我丢进了地火熔炉里 这你们感谢 死 三通一边抽着凉气 一边开口道 三通师弟 你有没有想过 你换一只脚进禁区 结果也是一样的 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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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阳一边说 一边连发了三个狗头 加一 灵言也是不由笑出了声 不懂 算了 先不说了 我三个师父 好像也被丢进来了 三通听的是云里雾里 感觉自己的脑子都不够用了 三位师父 你们怎么也进来了 三仙殿 地火熔炉之中 三通看着自家三位老师 一脸的疑惑 不知道啊 刚刚店主把我们三个叫过去 我一位左脚先进洞府 他就把我丢进来了 三通大师父也是一头雾水 又骄 三通二师父是个冷酷帅哥 吸字如今 小三通 你三师父 我就厉害了 我飞进去的 然后撞碎了店主洞府的承重量 我跟你说 小三通 你是不知道 店主他老人家 现在可花哨了 出门一趟 人都变了 脸上还化彩妆 三师父我都不认识了 三通的大师父 二师父 多少还有点得到高人的样子 三通的三师父 却是一个身高将近两米 一头金发脱地的绝世美人 就是感觉脑子不太好 三通这么浪 他多少有点责任 三师父 我跟你说 我怀疑师祖是个变态 三通严肃地说道 可不能瞎说 三通大师父心里默认 嘴巴却不承认 滚 三通二师父 依旧冷酷 对吧对吧 我就说 那老头是闷骚扁 碰 三通三师父话还没说完 就被三通二师父 一脚踢出万里 干正事 三通二师父 一脸严肃地取出了 堆积如山的布阵材料 果然还是二师父最勤奋 人狠话不多 这个时候还不忘布阵 三通咧嘴一笑 然后就又让地火熔炉 给烧得直抽抽 是殿主布置的任务 三通大师父道 什么任务 需要弟子帮忙吗 三通文言就开始献殷勤 殿主师祖 似乎看自己不顺眼啊 可得好好表现 不用 你师祖要为师三个 布置一个 有着八十一重大劫的阵法 应该是刑法 三通大师父笑道 蕴含八十一重大劫的阵法 三通一下子就骂了 三通啊 也不知道是哪个倒霉蛋 惹恼了你殿主 殿主他老人家 多年不设计阵法 这一次居然亲自下水 设计了刑法阵 太精彩了 这些阵法简直是天成 难以想象 入阵的人会多 活泼开朗 三通大师父幸灾乐祸地道 副义 老二你们替我干嘛 三通二师父依旧息字如今 三师父依旧活泼开朗 三通文言却是眼前一黑 你难得开口 大师父 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我们就是那个倒霉蛋 定 恭喜您 造化之道入门 三日后 灵言从悟道之中醒来 有一股独特的气韵 从灵言体内流转开来 此时的灵言 修为已经提升到三元金丹二重 比起之前来 可着实是强了不少 修行 讲究的是循序渐进 倒是不用着急 关键还是对道的体悟 灵言私存自语 灵言之前在大罗城内 将剑道等十余种大道 全都体悟到了小城境界 不过小城道大城 跨度可就极大了 比如剑道 灵言体悟了九霄剑侠的中三剑 结果剑道也就提升了三千一百 反而是严九仙纳飞仙一剑 让灵言的剑道提升了七千一百 如今再加上王师道 醍醐灌顶的二十七种大道真义 灵言此时入道的大道真义 足有近四十种 这都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去体悟 小师弟 九师兄来了 还不快出来迎接 灵言私存之间 一道顽服的声音 已经从殿宇外转进来 灵言连忙推门而出 门外 九师兄嘴里叼着一根草杆 斜靠在庭院内一株古墓之下 九师兄身边还趴着黑月十二 加上九师兄是一副少年模样 一人一狗在树下 别提多岁月静好了 小师弟 这位是九师兄方正 之前九师兄为了你 可是把天机堂一堆弟子 扒光了丢在意识之中 人送外号方光光 可惜 这岁月静好根本就是假象 黑月十二一句话就得破了 师弟灵言 见过方师兄 灵言连忙行礼 拿着 这是师兄为你准备的见面脸 方正随手就丢给灵言一枚玉剑 还不忘朝着灵言眨了眨眼睛 这是什么 灵言奇怪地看着手里的玉剑 只是这一眼 差点就没让灵言笑出声来 八一十八事 玉剑内赫然是记录着一卷高深的点击 只是点击原本的名字 明显是被方正给抹掉了 而后歪歪扭扭地写上了新名字 灵言发现 无量山一脉 字好像都挺丑的 写字好看的 估计只有四师姐顾流言 毕竟那是天地学宫亲自认证过的才女 叮 恭喜您将大虚空手修行至大成 灵言看着方正 久久无言 好好一个大虚空手 怎么到了九师兄嘴里 就成了八一十八事 小师弟 金不金血 这大虚空手和大师兄的大虚空长 可是同出一员 正儿八经的先平法门 不过就是名字取得不咋地 师兄我重新取名之后 那可是嘎嘎猛 方光光这个混号 我不是太喜欢 跟娘们一样 我更愿意大家叫我八一老爷 这些年不知道多少天骄 被师兄我教育的不敢出门 阔活 我不打女人 方正一脸的得意 碰 方正刚说完 就发现自己脑门挨了一下 结果还没看到人 七师姐好 方正习惯性低下头 看到了七师姐正气呼呼地看着自己 本来熊啾啾气昂昂的姿态 就变成了公妖塌背 跟哈巴狗一样 比黑月十二海狗 他是真怕七师姐拿自己吃药 你当小师弟和你一个德行 要是把小师弟教坏了 我扒了你的皮 七师姐踮起脚 又给了方正一下 然后看向灵言 小师弟 老实说了 他暂时回不来 你金丹之后下山历练的事情 就由师姐我负责了 金丹之后下山历练 灵言目光一亮 没错 金丹之后下山 是我们无量山的传统 不只是你 还有轻易也要去 与飞仙道 七师姐 历练这种事情 何老您亲自出手 交给师弟 我就行了 方正闻言 一脸兴奋 你来 与飞仙端向着方正 可不忙 当初小师二下山历练 不就是我带的 小师弟 我知道一个地方 绝对适合你 我保证 你只要去过一次 肯定就会流连忘返 方正拍着胸口 笃定说道 灵言文言 顿时来了兴趣 哪里 三不管洞天 方正眼睛微微眯起 一脸蛊惑地说道 三不管洞天 灵言乐了 听这名字就知道有意思 三不管那边 倒确实是一个 金丹历练的好地方 行 那就交给你了 七师姐与飞仙点头道 得嘞 一切由我 师姐放心 方正滋涯一乐 小师弟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罗夫世界 修士之间的关系 都是极好 方正又看向林言 确实 林言点头 其实曾经的罗夫世界 可是一点都不太平 为了一卷法门 灭人宗门者不在手术 比如你手里这件侠 当初为了它被灭掉的宗门 至少就有二十个 可以说 一言不合 大打出手 那是常态 方正说道 正常 正所谓侠以武犯进 世俗高手尚且势强凌弱 更何况是高高在上的先人 林言点头 但是这种打法 太伤了 要知道 在古老年代 伏地可不止七十二个 而是有一百多个 消失的那些伏地 基本上全都是被打磨的 你也清楚 咱们修士力量强悍的离谱 动辄几百万里遭减 虽说怎么打 罗夫世界都不会崩溃 可是很多东西 打着打着可就打没了 他伤钱啊 谁也不愿意守着 一个万物凋敝的世界不是 更何况 修行的目标 是追寻到的本质 求的是长生 谁也不希望 自己死在半路上啊 方正摇头道 确实 林言点头 越是有钱 越是有权 越是强的人 就越是怕死 毕竟辛辛苦苦攒下了一堆家底 结果就因为打一架 一夜回到解放前 这亏本买卖 大部分人都是不愿意做的 所以 八大禁区和八十福地联手 直接对那些信奉 极端弱肉强食的势力开战 那是有史以来最血腥的一战 死掉的大城修士 都有几十个 我们这一方福地都打没了八个 每天都有大量的修士陨落 打到后面 连八大禁区都耸了 毕竟清正乾坤太难了 八大禁区与我们这些福地 本可以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最终 还是天地学宫第一代公主 一具此战血流当代 攻在千秋 才激起了所有修士的血腥和战役 这一战 流血千万里 所有上了猎杀榜的势力和修士 几乎全部被杀 只有少部分逃进了三不管洞天之中 三不管洞天 前身可是福地 庞大不知边际 却硬生生被打崩了 失去了福地之名 自此 一个游离于罗夫之外 充斥着古代修仙者 血腥杀伐的世界诞生了 方正解释道 怪了 按理说除恶物禁 当年都打到那地步了 怎么不敢进杀绝 灵言问道 其中的原因 有很多 比如修为一旦达到大城七 哪怕是只有一点真灵不灭 都能复苏 要彻底绝杀 极其困难 其二 当时 逃入三不管洞天的大城修士 有几个非常强 将自身大盗和三不管洞天相合 一旦我们真的赶尽杀绝 他们就会彻底引爆三不管洞天 到时候 好处捞不到 只有同归于尽 没意思 诸如此类的原因有很多 所以 三不管洞天 就这么保留了下来 当然 八大禁区和七十二福地 也不曾放任不管 这些年各方强者 先后出手 布下了牢不可破的大阵 那些人一个都别想出来 我上次去的时候 三不管洞天的新生待修士 甚至早已遗忘了这些历史 还以为那是一个真正的修仙世界呢 好像叫罗天世界 跟浩阳福地那个小子重名了 方正笑道 布下了大阵吗 这么说来 以八大禁区和七十二福地如今的实力 应该可以直接抹杀三不管洞天了 林言思存道 是啊 此消彼长 八大禁区和七十二福地 掌握了天地中心的罗浮世界 实力远比古代强悍不知多少倍 假之 与星空诸多上古星辰沟通 互通有无之下 更是有着诸多强悍的盟友 三不管洞天的生死 都在各方大佬的一念之间 而今完全就是一处历练之地 要知道 三不管洞天的氛围 可是延续了古代罗浮的凶残 若是要生死搏杀 没有比他们更好的对手了 总之 只要那些人不出来 不论里面发生了什么 外面的人都是不管的 方正说道 有意思 我想去看看 林言笑道 这不就是他之前看小说的时候 看到的那些黑社会修仙吗 我就知道你有兴趣 我跟你说 那里面可好玩了 方正也有些期待 老九 你可听好了 浪可以 但是给我有点分寸 上次黑月十二 和你去三不管洞天 回来的时候 都变成黑月六了 林言若是少了一根头发 我就为你一颗毒蛋 少十根 我就为你十颗 少了一半 变成木言的话 那你下半辈子 就别想出炼丹炉了 七师姐与飞仙 冷森森地插话道 黑月十二文言 不由地露出忧怨之色 尾巴都送耸拉下去了 啊 小双 你别哭啊 林言 要不我们这一次 去把小双那半截身体 捡回来如何 明月一早出发 方正一脸不好意思 行 林言古怪一笑道 黑月六 则则 这让他想到了一位 自称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的主 他也就剩一半了 好嘞 师兄先去准备了 说吧 方正就心满意足地 把黑月十二迁走了 七师姐 可是还有事情 林言见与飞仙没走 好奇地问道 小师弟 你之前不是说 你早就知道 一次可炼丹八十一如 一次承担八十一刻吗 让师姐见识一下呗 与飞仙养着小脸 看向林言 这一段时间 与飞仙一直在研究 这种炼丹法门 却始终差了一些 行啊 为了避免变成木炎 我也正好准备点丹药 林言灿烂一笑 如今的林言 已经可以炼制神品丹药了 可惜因为没时间 林药储备也不足 所以一直没来得及炼制 走 师姐的灵药库存 随便你用 与飞仙点头 领着林言直奔自己 动腹而去 林师殿 咱们不勉强 能炼制几炉 就炼制几炉 只要超过九炉 对师姐就有借鉴意义 与飞仙提醒道 放心 师弟不会勉强自己 林言笑了笑 随手一招 就有八十尊炼丹炉飞起 落在自己面前 加上与飞仙之前 送的那一尊 正好八十一 紫言莲花神火 哄 林言双手结印 神品丹火就汹涌而出 让整个洞府的温度 都是急速上升 而后只见林言 双手猛的一拉 神品丹火 就一分为八十一 漂浮在林言周身 林言再次一招 四面八方数不清的药材 就接连不断地飞来 而后林言就开始淬炼药性 对了 七师姐 其实我还有一个捷径 可以让你提前学会一次 炼丹八十一炉 不知七师姐有没有兴趣 林言一边炼丹 还一边抽空 对七师姐与飞仙说道 什么办法 与飞仙美眸一亮 七师姐 一次炼丹八十一炉 难点就在于 分心八十一用 炼丹又是需要 绝对控制力的事情 所以一旦出现 一丝细微的失误 一炉炸 八十一炉都得炸 林言笑道 那你还分心 和我聊天 与飞仙瞪眼 因为我强啊 林言理所当然地说道 我 与飞仙差点没忍住 一口盐气水 喷死这桩逼饭 直接说 如何解决 与飞仙迎牙威咬 七师姐 你说 若是我们能打造一口丹炉 把里面分隔成八十一个空间 通过阵法来转化火焰的温度 如此一来 难度是不是就低很多了 林言说道 对啊 如此一来 难度确实会下降很多 有阵法辅助 也能轻松不少 与飞仙目光一亮 可是 要想打造这丹炉的话 不但要对炼丹术 有着极高的造诣 还得对炼气极为擅长 世界我炼丹确实有一手 可是炼气不行 二师兄炼气虽然牛逼 炼丹却是个门外汉 与飞仙开口之间 目光灼热地盯着灵炎 若是如此 能做到的 怕是只有小师弟你了 不不不 灵炎摇头 师弟我做不到 为什么 与飞仙一愣 七师姐 你好歹是个准仙品炼丹师 若是照我这法子 这丹炉的品级 至少也是地品 我猜静丹 你让我给你炼制地品炼丹炉 这就有些过分了吧 灵炎翻起了白眼 对啊 丹炉等级太低无用 怕是连我灵火的力量 都承受不住 与飞仙道 所以这丹炉 还得是二师兄来炼制 灵炎道 二师兄 与飞仙沉默 二师兄的炼丹天赋 可称之为天赋异柄 和自家老师差不多了 炼丹十炉炸九炉 还有一炉八分熟 炼制别的法宝 二师兄绝对没问题 可是唯独这丹炉 二师兄不行 我可以给设计图啊 灵炎眨了眨眼道 你说话 能不能不要大喘窃 与飞仙闻言 更是休闹 他怀疑 灵炎这是在斗自己玩 可是他没证据 要不师姐你来炼丹 然后一边聊天 还不能喘气那种 灵炎一脸无辜 而后腾出一只手来 信手勾勒出一尊丹炉 同时还不忘写下设计思路 对应的法阵 详细到 怕是任何一个 等级够高的炼骑师 都能炼制出来 行 那我现在就去找二师兄 对了 走的时候 记得帮我关门 与飞仙说完 带着灵炎设计好的图纸 直奔二师兄的洞府而去 碰 与飞仙到了洞府门口 一只手拎起裙脚 一脚便踹在门上 哄 啊 我的仙宝 与飞仙踹门而入 一道剧烈的轰鸣声 伴随着萧沧海的哀嚎声传出 可怕的热浪席卷之间 让与飞仙长裙飞扬 与飞仙 萧沧海眼中 近视刀人的目光 怒视着与飞仙 身边是碎了一地的仙宝碎片 与飞仙 你知不知道 这是我炼制的第一件仙宝 马上就要成功了 萧沧海双目都在喷火 直接冲向与飞仙 刷 与飞仙二话不说 取出一张玉帛 往前一身 只见玉帛上写着借句二字 而署名正是萧沧海 扑通 二师兄看到借句 当场就是一个滑柜 滑向与飞仙 托起与飞仙的脚 七师妹 怎么可以这么不小心 这么多的法宝碎片 要是割到了 与飞仙进了洞府 殷勤的让与飞仙坐下 还不忘用袖子擦了擦椅子 与飞仙见状 这才心满意足地收起借句 七师妹 你找师兄有何事 萧沧海舔着脸问道 找你 当然是恋气 与飞仙道 好说好说 萧沧海松了一口气 只要不是让自己还钱 什么都好说 萧沧海此时 不由得心里一阵发苦 喝酒物事 喝酒物事啊 想当初 他就是因为多喝了几杯 兴致上来了 非要给老师王师道 表演一个炼丹术 还说自己要退出 无量山炼丹二废物组合 结果 那一天有火焰直冲九霄 与飞仙的岛屿 被烧掉一半 无奈之下 只能写下借据 三百件仙宝 M on 王师道作为公正人 绝对没有四季报复 萧沧海就这样阴差阳错 欠下巨债 成了与飞仙的狗 这是设计图 与飞仙玉手一挥 取出设计图 萧沧海只是扫了一眼设计图 目光就顿时一亮 连忙接过设计图 仔细端向 片刻后露出狂喜之色 气师妹 我若是告诉你 我们发财了 你信吗 发什么财 与飞仙一愣 师妹 你看看这悬赏 萧沧海开口之间 取出一张悬赏通告 悬赏内容 赫然是桂球一尊丹炉 内运八十一重空间 赏金是三颗自圆星 而悬赏者 正是丹仙谷主 三颗自圆星 与飞仙一看 也是露出震撼之色 什么叫资源星 星空之中 盛产各种资源的星辰 星空之中有些星辰 极其适合灵药生长 到处都是灵药 有些还能寓寓出 各种各样的炼气材料 哪怕是最差的资源星 价值都足以比肩一个洞天 看来 丹仙谷主也摸索到这儿了 与飞仙心神震动之间 眼睛微微眯起 一夜无画 灵炎在与飞仙的洞府内 那是炼了一晚上的丹药 恢复灵气的 疗伤的 修行的 什么丹药都有 小师弟 准备好了吗 我们该出发了 次日一早 方正的声音就从门外传来 好了 灵炎连忙出门 只见门外 方正 黑月十二 清一 还有冷清月 已经等着了 而在清一身边 一名老玉正怪怪地看着自己 灵师弟 这是我老师王缠 道号灵罗 你叫他灵罗店主就好 老师听说你们要去三部管洞天 想让我跟着你们一起去 冷清月连忙介绍道 晚辈见过灵罗店主 灵言连忙行礼 无须客气 灵罗店主微微摇头 而后取出一枚玉剪 让清月跟你一同去三部管洞天 只是任务之一 老神来此 还有一事 灵罗店主道 什么 灵言一愣 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灵罗店主 取出一枚玉剪递给灵言 灵言只是扫了一眼 神色顿时正重起来 五行仙经 玉剪内记录的法门 赫然是五行宗两大仙品传承之一的五行仙经 灵言还能看出来 这是最近才腾超的经文 腾超经文的人花了大力气 大心思 在每一个字之中 都留下了自己对五行知道的体悟 传承经文 这绝对是一卷传承经文 灵言 那位 还有几句话 让我转告于你 灵罗店主意味深长地说道 他作为内务店主 绝对算是宗门权力中枢之一 自然清楚五行宗长教的意思 灵言作为这一代的领军人物 八大禁区未来的翘楚 必将受到他的绝对影响 冷清月也不例外 尤其是这一次冷清月搭上了便车 直接一跃成为极尽修士 等于是锁定了五行宗长教之位 灵言走的明显是百川惠海 执掌天下万法的路子 早晚会问到五行宗 与其等他问到 还不如烧个冷灶 提前给了 若不是五方先要五人同修 长教怕是能把五方先也传了 更何况 五行先经是有局限性的 非五行灵根 修不到圆满 若是灵言能修成 说不定能开出别的路子 补全五行先经的局限 这对五行宗而言是莫大的好事 毕竟以灵言的性格 绝对不会避肘自贞 这是双赢 前辈轻讲 灵言再次行礼 灵言可以确定 这经文就是五行宗长教腾抄的 也唯有五行宗长教才有这个权柄 第一 此物不可过二手 灵罗殿主道 当然 灵言点头 第二 那位说了 所有经文他已经在抄了 灵罗殿主笑着说道 灵言文言不由玩儿 五行宗长教还真是妙人 自己原本就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还真就照做了 晚辈 也有一句话 还请转答 灵言笑道 你说 灵罗殿主点头 他的心思 晚辈明白 假以时日 晚辈自当送回一枚新的遇见 灵言正色开口 头头抱里 乃是天理 若是如此 老身带五行宗上下 谢过灵言道友了 灵罗殿主目光一亮 而后告辞离开 既然如此 我们这就出发吧 方正等灵罗殿主离去 就领着灵言等人离开了无量山 来到了外武风 九师兄 我们不是去三不管冬天吗 为何来这外武风 灵言好奇地问道 小师弟 这你就不懂了吧 三不管冬天太远了 我又没什么一技之长 既不会炼丹 又不会炼气 穷鬼一个 自然买不起租不起虚空舟 还是走传送正划算 能报销 这玩意误差也就几十万里 飞飞就到了 方正一脸鬼碎地笑着 他穷 大盗和小偷怎么可能穷 他就是单纯喜欢嫖宗门的 原来如此 灵言恍然大悟 他可不幸方正买不起虚空舟 毕竟会大虚空守这玩意 想穷都难 方正开口之间 领着一群人就登上了外武风 而后轻车熟路地来到了传送广场前 广场内有大几百个传送阵 传送阵闪烁之间 接连有外武风弟子 通过传送阵离开 什么修为都有 小师弟 我跟你说 其实我们无量山是最安逸的 因为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安心修行就行 外武风弟子 隔三差五就得出外籍 今日哪个宗门收弟子 明天哪个道友生孩子 繁琐的事情一堆 时不时的还得出去探索洞天 方正笑得灿烂 每一个宗门都有众多部门 维系着宗门的运转 他们负责着不同的事务 门内的弟子们也要去各部门打工养活自己 毕竟宗门日常发的那些俸禄 可不够他们修行 只有无量山是个例外 第一 王师道收徒是真少 满打满算现在才十四个 不像别人动辄百八十个 过个百来年 这百八十个要么会下杂 要么也收弟子了 再大的家底也耗不起 第二 王师道的弟子个顶个有钱 尤其是老二和老七 练器和练丹一揽子全包 完全耗得起 至于说任务 王师道每次出去授课 都能把宗门的任务积分刷爆了 不要小看天下师道大宗室的分量 日子自然轻松 怎么 方光光 又来我们外武风炫耀你们无量山谷的安逸了 方正刚收完而已 一名顶着浓重黑眼圈的青年就落在众人面前 青年身穿外物风服饰 修为和方正一样都是合体圆满 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仙肖宗最年轻的长老 也是外物店主清传弟子司徒清风 方正笑着说道 我等见过司徒师兄 林衍等人连忙行礼 无须客气 司徒清风打了个哈欠 白手道 记住他 以后要用传送阵 就找他 方正笑眯眯地说道 方正 若是如此 你怕是要失望了 司徒清风顶着黑眼圈 眼中黑眼人少 白眼人多 什么 方正一愣 昨日 宗主下令了 王石道和顾流言一日不回来 外物风的传送阵 无量山弟子与狗 不得入内 司徒清风幸灾乐祸地笑道 你要是这么说 那我可就要和你说道说道了 黑月十二文言 顿时就不乐意了 黑月六 一边玩去 司徒清风打了个哈欠 他是真困 他连续加班三十年了 黑月十二文言当场暴走 就要扑上去咬人 却被司徒清风打着哈欠 按着脑袋 根本就碰不到司徒清风 林严等人 也是看得目瞪口呆 自家宗主 这一次怕是侦破大房了 连传送阵都给尽了 简单 清风师兄 我们这就给老师传的讯息 让老师回来 方正装模作样地 拿出传讯预检 一副要给王师道传讯的姿态 刷 不过紧接着 方正信手一抓 司徒清风身上一枚令牌 就落入了他手中 方正一招手 就裹起林严等人 冲进一座传送阵 手中令牌一闪 传送阵就已然开启 刷 方正做完这些 信手一丢 从司徒清风身上摸来的令牌 就飞回到司徒清风腰间 呜 而后一阵绚丽的光芒亮起 林严等人已然消失不见 方正 杀千刀的大虚空手 妈的 又要写报告了 司徒清风眼泪都要下来了 一天天的 无量山的混蛋 就知道欺负我 关于无量山方正 盗用传送令牌的事故报告 关于禁止方正在先销伏地 使用大虚空手的报告 司徒清风几乎是条件反射一样 拿出预解就开始开提写报告 大虚空手 绝对是司徒清风最恨的法门之一 在古老的年代 乃是顶级伏地虚空伏地的传承绝学 不比当时任何一种先品传承差 其中 大虚空手以鬼诀著称 可以杀人于无形之中 大虚空长刚猛霸道 可随手磨灭空间 强悍无匹 两种法门相互配合 很势无敌 时经先修行大虚空长 一掌可破星辰 与之交过手的修饰 就没有不怕的 可与之齐名的大虚空手 到了方正手里 却成了专门扒人衣服的手段 当真是可悲可叹 至少司徒清风的牙是要咬碎了 这种感觉 倒是有些像是虚空舟 此时 林严等人 被一股神妙的力量包裹着 周围有数不清的光点 如同星辰一般闪过 绚丽无比 虚空舟本身就是移动的传送阵 贵得很嘞 不过虚空舟每一次横渡的距离都很短 比不得这种传送阵每一次闪烁 都是几百亿里疆域 方正笑道 这才是他不用虚空舟的原因 虚空舟更适合短途的虚空跳跃 远不如宗门的巨型传送阵快捷 这么快 林严一愣 其实还有更快的 方正笑道 还有更快的 林严一愣 清一 冷清月等人 也是好奇地看着方正 看到那些星光一样的光点没有 方正指了指周围的光点 这些光点就是虚空节点 虚空就是由数不清的节点组成 所谓传送阵 其实就是以阵法的力量 连接不同的节点 完成在虚空之中的跳跃 看似很近的两个节点 可能就相距千万里 若是可以修成虚空之道 自身就可以感应虚空节点 以自身虚空大道勾连 刹那间就可以完成虚空挪移 所谓招游北海木苍吾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 若是修为足够 也能强行在虚空之中横渡 也就是大成修士最爱的大挪移了 这些都远比传送阵迅捷 方正说话一套一套的 修成虚空之道吗 灵言眼睛微微眯起 与虚空之道有关的法门 灵言有啊 八一 不对 跑偏了 大虚空手啊 不过大虚空手灵言只是大成 还不曾修到完美 所以不曾入到虚空 此时 我们正处于虚空之中 是否可以靠体悟虚空节点 来入到虚空 灵言心面一动 开始体悟虚空节点内的虚空之道 灵言发现在自己目光注视之下 一道道虚空节点 都化作了一枚枚符号 叮 恭喜您 于虚空之中体悟虚空真意 大虚空手致真完美 恭喜您 虚空之道入道 半日之后 灵言心念一动 果在灵言体表的力量 就微微一颤 而后灵言便是消失不见 啥玩意 方正见状 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方正都不知道 用过多少次传送阵了 可是用到一半 人直接消失的 他也没经历过呀 这要是迷失在虚空之中 那还得了 轻衣等人也是目瞪口呆 刷 就在方正头皮发麻之时 灵言的身形再次出现 小师弟 刚刚什么情况 方正瞠目结舌地看着灵言 其实也没啥 刚刚我悟出了虚空真意 忍不住照着师兄 你说的那般 在虚空节点之间 完成了一次跳跃 灵言笑道 方正闻言 嘴角一抽 然后绷出两次 怪物 传送的这几日 灵言也不曾闲着 在体悟出虚空之道入道之后 又学了五行仙经 叮 恭喜您 将五行仙经修炼到大城 又是一日之后 灵言五行仙经同样大城 体内气息流转之间 有五行之光缠绕 五行之光 灵师弟 这是修成了五行大道 冷清月看着灵言 周身裹着的五行光 美眸一闪 难道说 之前老师给你的 是我们五行宗的五行仙经 灵师弟 你是五行灵根 冷清月感觉 自己的脑子有些不够用了 之前老师 还怕自己买了那些金丹蜕变物 会让门内弟子有意见 还让自己闯了师海盗 现在倒好 掌教直接把五行仙经送出去了 我不是五行灵根 灵言顿了顿 自言自语道 如此说来 五行仙经 还真不一定要五行灵根才能修行 五行够也一样 不过 让别人有我一样的五行 是真有些强人所难了 所以还是要从五行之道下手 灵言自言自语 心中开始了术法模拟 叮 恭喜您 推演出法门 五行铸击法 传送的最后一日 灵言终于推演出了一卷铸击法门 这就对了 天赋不够 资源来凑 既然五行仙经修行 需要五行灵根 那就搞个伪灵根 以蕴含五行属性的至尊级 助击之物助击 效果足以比肩五行灵根了 虽然这助击法 对于天赋资质的要求也不低 可相较于之前 唯有五行灵根才能修行 难度已经是天差地别 灵言重新把五行助击法推演了一遍 确认无误之后 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哦 此时 包裹着众人的力量微微一颤 而后灵言就发现 周围的虚空节点全都消失不见 众人已然从虚空之中浮现 灵言看向前方 顿时露出震撼之色 只见远处 一座四字石碑直冲九霄 生死误论 四个血色大字 散发出滔天的肃杀气息 石碑后 有亿万重振纹在交织 散发出毁天灭地的气息 那等危言 远比之前八大禁区之主顿悟之时 爆发而出的威势更加惊人 那里就是三不管洞天 一入此门 生死不论 方正看着血色石碑 眼中爆发出绚丽的光 真的生死不论吗 清一虽然是个憨憨 对王师道的话深信不疑 但是对方是方正的话 他多少还是有些不信的 当然生死不论 方正认真地说道 生死搏杀 本就是修行的一部分 不管是世俗之人也好 修士也罢 生死一线之间 总能挖掘出更强的潜力 这是其他途径很难达到的 当然 也不是没有例外 比如天魔伏地 就有一种法门 可以让人经历百世轮回 魔力心境 还有黄泉禁区的奈河桥 传说奈河桥 有着登桥过彼岸 一步一超脱的说法 生与死的角逐 极为重要 每一个进入三不管洞天的修士 其实都做好了 死在里面的心理准备 方正正色说道 百世轮回 登桥过彼岸吗 灵言厅的目眩神迷 对于这些地方 心里都是无比的感兴趣 是啊 不过这两个地方 并不适合现在的你们 最好还是合体圆满之后再去 等此次事情聊聊 师兄也该去黄泉闯一闯了 方正说道 好 灵言点头 最后强调一遍 三不管洞天 远比你们想象中还要凶险 上古恶人后裔 只是一部分而已 三不管洞天 虽然前身是伏地 可是这么多年下来 早已到了末法时代 灵气近乎枯竭 各种资源也被搜刮了一遍又一遍 穷得要死 修士修行全靠墙 我们这些外来的修士 对于恶人后裔而言 就是肥羊 他们称呼我们为两脚羊 或者是移动宝库 虽说因为八大禁区 和七十二伏地的震慑 高出一个大境界的人 不会出手 但是群起而攻之 那就是家常便饭 这一点 你们可以问小十二 方正看着黑月十二道 九师兄 咱能不提这一茬了吗 黑月十二咬牙 当初黑月十二在山上 被王师道忽悠瘸了 以为自己是弱鸡 谁也打不过 只是做火锅的命 结果金丹进下山之后 发现还真是谁也打不过 撵着金丹绝带绑那些天骄奏 一时之间 飘得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就兴冲冲地 和方正进了三不管洞天 结果那些恶人后裔 根本不讲武德 一出手 就是千八百人围堵 黑月十二杀的爪子 都卷刃了也杀不完 还被人趁乱 抢走了半边身体 此时 黑月十二一想起来 就忍不住抓狂 我还没说完呢 比恶人后裔更危险的 是我们罗夫的修士 有些人天生喜欢杀戮 可在外边不敢乱来 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实在憋不住了 就会刻意去三不管洞天里 释放天性 就是冲着杀人去的 甚至有些人 干脆在那边安家了 不过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当属那些 在外边晋升不了了 渴望体验生死一线感觉 寻求突破气急的修士 不论是恶人后裔 还是释放天性的修士 对于死亡多少 还有些恐惧 而这些寻求突破气急的修士 是真的不怕死 毕竟他们寿元都不多了 博的就是那一线生机 所以动起手来 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 死了就死了 一旦突破 他们就赚大了 可想而知 他们的危险程度了 你们的对手 主要就是这三类人 除此之外 就是和我们一样 单纯进去历练的 这些人最滑头 见到情势不妙 立马就跑了 没啥危险性 方正说道 明白了 林妍 清一 冷清月 听的都是连连点头 安了 师兄 我既然把你们带过来了 肯定会把你们安全带回去的 你看小十二 不就被我带回去半只吗 如果半只都没有 那还有真灵吗 你们在这玉牌内 各自留下一点真灵 方正看众人神色严肃 笑着取出了一枚玉牌 这又是什么 林妍问道 这是命牌 可以保存真灵 你们若是真死在里面了 师兄靠这真灵 也能找人让你们活过来 当然 只是活过来而已 修为可全美了 这只是寻常试炼而已 真没必要拿命去聘 方正灿烂一笑道 好 林妍 清一 冷清月 还有黑月十二 连忙将一点真灵 打入命牌之中 刷 方正随手一翻 命牌就消失不见 林妍看得很清楚 这命牌并非收入了空间法宝中 而是藏于虚空 命牌藏虚空 若是师兄我也交代了 大师兄自然会寻到这里 方正看出了林妍的疑惑 笑着解释道 林妍等人文言 都是连连点头 如此一来 确实是万无一失 大师兄的人品 嘎嘎好 走 带你们进三不管洞天 方正做好这些 这才领着林妍等人 朝着入口走去 刷 刚靠近石碑 林妍就发现有一道神魂之力扫来 上下打亮了自己一眼 别紧张 此处常年有大成圆满修士坐镇 就是房纸里面的人出来 进去的话 就是看你一眼 把你记住 出来审查可就严格了 方正提醒道 林妍点头 跟着方正顺着石碑后面的入口 就进了三不管洞天 这 林妍等人刚进去 就忍不住呲哑 平急 三不管洞天的灵气 平急得吓人 连林妍还在童子院时候居住的地方都不如 林妍一眼扫去 四方虽然山巒起伏 大河奔涌 却有一道道裂痕若隐若现 散发着让人惊悚的气息 看到那些裂痕没有 都是空间裂缝 当年那一战留下来的 虽然不致命 但是一旦被吸入 就会迷失其中 不过这也不失为一个保命的好法子 若是真遇到解决不了的危险 不用犹豫 直接冲进去 大不了等人来救 不丢人 方正笑道 行了 你们进来了 师兄我就避一避 省得把人都吓跑了 方正开口之间 取出一枚珠子 直接钻了进去 而后 珠子就化为一道光 飞进了黑月十二的耳朵里 十二师兄 可记得当初 是谁抢了你的狗腿 灵眼等方正消失之后 就笑着问道 我哪记得 当时对我出手的人 足足有上千个 我一爪子一个 打得正欢乐 突然一道刀光就卷了过来 我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就剩下半截了 黑月十二一提到此事 心里就一阵窝火 十二师兄 有没有可能 你那狗腿已经被炖了 神狗的狗腿啊 超薄 轻衣看着黑月十二 由黑发亮的狗腿 感觉有些上头 不会说话 你就别说 黑月十二咬牙 不至于 十二师兄当初是金丹 又是神犬 估计拿去炼制的法宝 还差不多 灵眼笑道 那个挨千刀的 别让我遇到 否则削死他 黑月十二咬牙切齿 滴滴滴 灵眼等人正盘算着 上哪去找黑月十二的狗腿子 传讯御检就疯狂闪烁起来 问仙群 能让灵眼 清衣 冷清月等人 同时收到消息的 只有问仙群了 灵眼点开传讯御检一看 顿时一乐 操 我被砍死了 发消息的是谢长安 你也敲你们家祖师的脑袋了 灵眼嘎嘎怪笑 滚 你当我是三浪那个蠢蛋啊 谢长安回复的相当霸气 你信不信 你会被我再砍死一次 此时 正在遭及的三通 一下子就脑了 自己敲了祖师十二个脑瓜崩的事情 如今已经传出来了 肯定是刘阳那个阴火 问题是 这事传得越广 祖师就越生气 自己受的苦就越多 他相信 群里这些无良货色 肯定十分乐意帮自己扩大影响 三通失殿 话不能这么说 你想啊 你可是住机就把大成气给收拾了 只能吹一辈子 周小白嬉笑着回应 对啊 老子可是敲过大成脑袋的人 你们有这成就吗 三通一想也是 这事相当的光宗耀祖 啊 祖师 我错了 清点 祖师 你怎么又把我丢回第一关了 紧接着 三通就哀嚎着开口 显然是被自家祖师逮了的阵阵 所以 你到底是被谁砍死的 清一忍不住插了一句嘴 一个金丹一重的小垃圾 谢长安咬着牙说道 金丹一重 群里一下子一排问号飘过 谢长安是谁 黄泉这一代最强的弟子 之前还得到了造化之光洗礼 铸造完美金丹 可以说 能在同一个境界打过谢长安的 要么在这群里 要么在无量山 也只是打得过而已 金丹一重能砍死谢长安 应该就两人 一个灵烟 一个石精仙 真的就是金丹一重 谢长安笃定开口 我不可能看错 说说看 怎么回事 灵烟感兴趣道 一个能砍死谢长安的金丹一重 绝对有古怪 说来话长 那你就慢慢说 反正你都死了 之前 我不是打算从仙肖宗回黄泉吗 可只要一想到 此生都不能得到灵师弟的尸体 我心里就不开心 因为不开心 所以我就打算 找两具尸体压压惊 然后就掉头去三不管洞天了 谢长安咬牙切齿地说道 早知道 打死谢长安都不去 三不管洞天 回黄泉不香吗 没事跑过去挨刀子 肉身都被削没了 只能靠着一点真灵水群 什么时候完全活过来 还得看自家老师 什么时候就自己 你是在三不管洞天被砍死的 林妍和清衣等人对视一眼 神色更是古怪 对啊 尸体嘛 肯定是三不管洞天多啊 里面可是连大成的尸体都有 虽说大部分缺胳膊少腿的 可是对我而言 绝对是至宝 谢长安说到这里 更气了 大成的尸体没找到 倒是把自己的尸体贡献出去了 找尸体 把自己变成尸体的 三通又开始作死了 你闭嘴 等我复活就砍死你 谢长安呵斥道 你这是遇到疯子了 严九仙忍不住问道 三不管洞天内 有些不要命的疯子 战斗起来就是不要命的打法 若是轻敌了 被人一刀斩也不是不可能 比如说黑月十二 不久生半截了 那人绝对不是疯子 谢长安笃定开口 那孙贼很年轻 比我们大不了多少 可是抄邪门 真论起实力来 他应该不如我 应该和我们正常晋升金单差不多 很强 却也没有我们经过 造化之光洗礼之后强 可是这家伙 仿佛可以未卜先知 对我的手段无比了解 不论我用什么神通 他都能找到弱点破掉 尤其是我们黄泉 有一门独门神通 名为金蝉脱鞘 就是用我们的御师 代替真身受死 他似乎非常了解这法门 抓住我施斩金蝉脱鞘 产生的一丝破绽 瞬间一刀斩出 削掉了我的脑袋 磨灭了我的神魂 当真是一点活络 都不给我 谢长安语气很是不愤 这种感觉又可怕又憋屈 完全被人克制的死死的 空有一身的实力 却根本发挥不出来 也就是说 你是输在战斗经验上 灵言思存着开口 差不多 谢长安点头 可是我们八大禁区弟子 从小就要在禁区各种决定磨练 论战斗经验 我们可不差啊 周小白胡一开口 说不清 要不你们自己看吧 谢长安再次回应 我现在是一点真灵 我可以把我临死前 最后那些画面 直接发给你们 谢长安说着 直接传来了一些画面 画面之中 一座湿气冲天的山谷之中 谢长安正一脸垂涎的往前行去 可刚走到一半 一名手持黑色长刀 红发披肩的少年突然出现 一刀削向谢长安 刹那之间 一道刀芒 如同黑犬笑月一般冲出 哇 我的腿 那是我的腿炼制的刀 画面一出 黑月十二牙齿都快咬碎了 黑月十二哪 能不认识自己的腿啊 这他妈 自己的腿 居然被炼制成狗腿刀了 林颜闻言心里也是一动 这还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林颜心思电转 仔细看着画面 眼睛渐渐眯了起来 操 这战斗惊艳绝了 红发少年实力确实不如谢长安 可每一次出手 对时机的把握都妙道巅峰 总是能倚弱胜强 尤其是红发少年 斩下谢长安脑袋那一刀 更是柔和了多种大道争议 林颜可以确定 那才是红发少年真正的实力 刀到大成 红发少年随手就是一道完美 急刀到神通 刀到早已是大成的水准 一个金丹 刀到大成 这绝对恐怖 林颜估计自家三师兄许三刀 在这个境界的时候 也不可能刀到大成 为何 林颜自己都做不到 你们看 我没说错吧 是不是很邪门 谢长安一副不是我弱 而是对手太邪门的语气 自己弱就直说 你那几道神通 我都能看出破绽 来 求求我 我这就帮你去披了这红毛罐 周小白嘚瑟开口 你滚 谢长安骂道 长安 要不你求小僧 小僧这就去剁了他 林山小和尚也掺和了一脚 官室 你也给我滚 等我复活了 我自己去把他劈了 谢长安底气十足地说道 轮不到你们了 林颜暗戳戳地插了一句嘴 为什么 众人一愣 因为我正好就在三不管洞天啊 还有 那个红毛怪用的刀 就是用我十二师兄狗腿炼制的 十二师兄已经在磨刀了 林颜看了一眼 旁边正呲牙磨刀的黑月十二 笑着说道 你再三不管洞天 严九仙等人都是一乐 不行 你不能自己上 难得遇到这么邪门的金丹一重 你可不能独乐乐 你等我 我这就去求老师 送我出去 严九仙等人文言 全都挤眼了 若是普通修士 遇到红发少年 怕是有多远躲多远 奈何这些都是怪物 就等着找红毛的乐子了 那你们可得抓紧了 我怕我拦不住 林颜一笑 跟谢长安要了备展的坐标之后 就带着黑月十二等人离开 师祖 十万火急 快放我出去 三通盯着传讯遇捡 再看看脚下的火海 扯着嗓子就喊 碰 三通刚说完 一道指印凭空出现 当即就把三通的脑袋 弹出了一个大包 此时的三通 脑袋整个就是个释迦模拟骨 喊什么 三仙殿主敲完 才漫不经心地问道 让你小子 弹我脑瓜包 师祖 谢长安师兄 在三不管洞天 让人给砍了 我得去帮忙报仇 三通抱着脑袋 耿着脖子说道 谢长安被砍了 自然有黄泉的人出手 关你屁事 三仙殿主冷笑着开口 总之 不把这八十一重大姐 给我渡过了 你就别想出去 师祖 其他六个禁区的 可都去了 我若是不去 你猜其他几个禁区之主 会怎么说您 三通眼珠子一转 来了主意 怎么说我 三仙殿主一愣 他们会说 师祖您这是 被我敲成耸包了 大家都去 就您不敢让弟子去 以后别叫三仙殿主了 三通插着腰 模仿魔土之主 当年指着三仙殿主鼻子 骂的语气 一脸鄙夷地说道 哎呀 三仙殿主文言 顿时气地跳脚 而后指引兜头盖脸地 打在三通头上 打得三通鼻血 滋出好几丈高 鼻青脸肿 滚 立刻出去 若是你敢丢我三仙殿的脸 这八十一重大姐本作 直接给你 补到三百六十五重 三仙殿主抬手 划开一道门户 一把抓起三通 就直接丢了出去 这顿揍 没白矮啊 三通眼看着自己已经出了禁区 擦了擦鼻血 一脸的嘚瑟 与此同时 谢长安被批的方位 红发少年看着谢长安的尸体 眉头微微皱起 黄泉的弟子 什么时候这么强了 此时不止谢长安想不通 红发少年同样想不通 谢长安怎么这么难杀 按照他的想法 从自己挥出第一刀的时候 谢长安就应该是个死人了 可是谢长安硬是在自己手下 坚持了十九招 若不是被自己抓住了金蝉脱鞘的破绽 还真有可能被谢长安给跑了 看来 东西是不能留在这儿了 如此出类拔萃的弟子 必然有真灵留下 一旦让他把这里有尸体的消息传出去 怕是还得来人 红发少年看了一眼 远处尸气冲天的山谷 就要上前 红毛怪 拿命来 突然 一道凶狂到极致的咆哮声传来 而后红发少年就感应到 一股令人惊悚的气息 瞬间袭来 不好 红发少年瞳孔剧烈收缩 身形瞬间化为一团血物 哄 一道指印就将血物打散 大地即刻倾覆 恐怖的旨意 笼罩方圆数十万里 血魔解体大法 赶到此处的黑月十二一愣 而后狗鼻子闻了闻 就直冲一个方向 那个方向 红发少年脸色煞白的现身之后 正欲顿走 就看到黑月十二已然追了过来 黑月十二身后 还跟着一男两女 两个金丹一重修饰 红发少年狠狠一咬牙 再次化为血物 下一瞬就出现在灵延面前 一掌朝着灵延脖子抓去 原因 红发少年心里都抓狂了 怎么突然冒出来一个原因 还猛猛地对自己吓死手 仿佛有什么血海深仇一样 若不是自己当机立断 施展了血魔解体大法 赌一击 此事已经是个死人了 血魔解体大法 可是自伤秘法 代价太大了 他最多也就能施展三次 红发少年试过了 那大黑狗鼻子太灵了 血魔解体大法 根本逃不出去 逃不出去 那就只能出手 对上原因他必死 可若是能拿下这三个金丹 就还有一线生计 至于说 为何选择灵延 因为这三人之中 灵延年纪最小 看着就好欺负 红发少年心思电转之间 灵延嘴角却是扬起一抹灿烂的笑容 而后抬手就是一拳 轰 碰 只是一拳而已 红发少年就感应到 一股无可匹敌的力量 宣泄而来 轻而易举地击碎了他的手掌 让他整条手臂轰然炸开 而后灵延那一拳 依旧气势不绝 轰在红发少年胸口 碰 红发少年瞬间倒飞而出 胸口直接塌陷 红发少年人都骂了 这都是傻啊 这是 现在外边的金丹 都这么猛的吗 之前那个谢长安 接了自己十九招 如今又蹦出来一个金丹二重 一拳就给自己打残了 血魔解体 红发少年强行提起一口气 想施展最后一次 血魔解体大法顿走 碰 可是紧接着 又是一道掌印轰然落下 在红发少年施展出 血魔解体大法之前 一巴掌将他拍进了地里 本就遭受重创 连法门都施展不顺当的红发少年 当场就晕了过去 这一次 是轻一出的手 让你用我的腿练法宝 黑月十二冲回来 直接就卸了红发少年两条腿 啊 原本晕过去的红发少年 顿时就被痛醒了 刚想反抗 就看到一条大黑狗爪子一抹 就把自己的修为给疯了 你们到底是谁 红发少年看着自己被卸掉的两条腿 眼中闪过一抹煞气 把我的腿还回来 黑月十二强忍着一巴掌 拍死红发少年的冲动 伸出了自己的爪子 要不是林彦说 这红毛怪有古怪 留下一命有用 黑月十二早 把他卸成八块了 你的腿 红发少年一愣 还装 黑月十二又卸掉了 红发少年一条胳膊 你到底要什么 自己拿呀 红发少年疼得脸色煞白 往自己腰间的空间法宝 瞥了一眼 东西就在那里 你看不到吗 黑月十二自然看到了 他就是想折腾这红发少年一顿而已 妈的 老子的腿也是你配用的 黑月十二随着抓起空间法宝 从里面抖搂出来一堆东西 穷 真他妈穷 空间里除了几件法宝之外 单药都没一颗 以至于自己狗腿炼制的法宝 在里面居然是最顶级的 我的腿 黑月十二看着用自己狗腿炼制的长刀 目自欲练 这是你的腿 你就是冲这个对我下的手 红发少年嘴角一抽 天杀的 这刀根本就不是他炼制的 是他从一个金单手里抢来的 觉得顺手就留着用了 早知道因为一把破刀 能惹来这么大麻烦 早被他碎了 我抽死你压的 黑月十二当即左右开弓 可敬地抽着红发少年 这也就是红发少年耐奏 换一个金单修士 早被抽死了 不是我干的 啪 你住手 啪 不听不听 王八念经 老子的腿用得顺手吧 收点利息 红发少年接连被黑月十二抽巴掌 反而不求饶了 而是用森然的目光盯着黑月十二 还敢瞅我 信不信我挖了你的双眼 黑月十二胸残开口 红发少年文言 吐出嘴里的鲜血 冷冷地盯着黑月十二 眼中凶光越来越盛 你最好杀我 否则 但凡我有一点活命的机会 我会把你狗嘴里的牙 一颗一颗拔下来 再把你剥皮抽筋 把你身上每一个部分 都炼制成一件法宝 红发少年身上 散发出浓郁的吓人的煞气 眼中似乎容纳着尸山血海 这等煞气 唯有杀戮过 不知道多少生灵 才能培养出来 行啊 老子是狗 不讲究你们人族的仁义道德 信不信我先把你练成人屁股 黑月十二呲牙一笑 凶残开口 行了 十二师兄 这位不是能下注的 你这么多表面功夫 全白做了 他在拖延事件 灵言笑了笑 将这两位的心思都说了出来 红发少年文言 瞳孔一缩 七 被看穿了 黑月十二也是无聊的收起爪子 浑然不负刚刚的凶残疯狂 小红蛮 不如我问你几个问题 然后让你走得愉悦点 灵言笑道 嘿嘿 你有什么手段尽管来 红发少年不惧 还怪笑着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老子折磨人的时候 你们蛮还没长齐呢 有意思 是个桀骜不驯的主 我们魔土最喜欢了 此时 刘阳却是到了 肩膀上还带着他的鸟 这就到了 灵言一愣 老师一听说 这里有如此神异的金丹 就多用了几分力 直接给我丢到三不管洞天门口了 刘阳撇嘴道 灵师殿 我们可是又见面了 灵山小和尚官室也到了 双手合十 一脸温吞 而后颜九仙等人 也相继感到 当灵言等人看到三通的时候 一个个都是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这家伙一头大包 跟世家模拟果似的 单看这个 灵言等人就知道 三通在三仙殿过的是什么日子了 你们在笑 三通见状 顿时恼羞成目 嗯 灵言几人齐刷刷的挑眉 吓得三通缩了缩脖子 而后上前就踹了红发少年一脚 直接就把红发少年踹猛了 你还瞅我 三通见红发少年看向自己 又是两脚下去 可是把红发少年给气坏了 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气 三通 别嘚瑟了 正式要紧 三不管洞天资源平级 可养不出这样的金丹 这家伙有古怪 秘密估计不小 魔土进去的刘阳眯着眼 看向红发少年 确实 不过能问出什么来 可就要看各位的了 灵言说是各位 其实还是看向了刘阳 魔土进去可最擅长这个了 简单 刘阳俯看着红发少年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是自己说 还是我自己动手查 红发少年冷笑一声 与刘阳对视着 根本不拒 行 今日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魔土进去的手段 哦 刘阳开口之间 双眼变得漆黑如墨 魔性十足 真魔眼 刘阳开口之间 眼中有一道道黑芒射出 落入红发少年眼中 让红发少年眼中 闪过一抹痛苦之意 不过马上 红发少年的目光 就恢复了清明 咦 刘阳露出一色 真魔影乃是魔土进去秘法 擅长玩弄人心 乃是魔仲一脉的本命神通 一旦全力施展 可挑起修士的心魔 欲使人心 可这红发少年 心境却牢不可破 宛如不知活了多少年的 今年老鬼一般 刘阳的真魔影 宛如触碰到了 万古不化的冰山上一样 只能撼动红发少年心神一瞬 则啊 小崽子 真魔影是强 可是你却不行 想撼动我 做梦去吧 红发少年冷笑 嘿 我这暴脾气 鸟儿 来大把手 刘阳粗暴地伸手一掏 就把他肩膀上站着的鸟儿 给捞了下来 那鸟儿落入刘阳手中之后 却是化为了一颗 漆黑如墨的心脏 玉外魔心 黑色心脏一出 其他几个禁区弟子 都是露出金锯之色 连忙后退 连灵炎神色也是凝重起来 这可不是善物啊 没想到平日里的形象 却是刘阳肩膀上那只鸟 玉外魔心 传说是由一尊大成的 玉外天魔心脏炼成 发现者是黄泉一位大成 他看到玉外天魔尸身损毁严重 只剩下心脏还完好 玉尸尸炼不成了 索性就高价卖给魔土了 若是用玉外魔心配合真魔影 威力不可揣夺 严九仙小声为灵炎解释道 对了 灵师弟 记得小心这阴祸 我怀疑三浪当初嗨起来 连弹了祖师十几个脑瓜崩 就是被他拨动了心弦 严九仙又大声密谋道 操 我就知道是你 三通撸起袖子就想踹刘阳 结果却被观世小和尚给架走了 长见识了 灵炎笑道 嗡 刘阳才懒得李三通这火宝 寄出玉外魔心之后 有滔天的魔心力量轻浮 有一道魔影 在刘阳背后升起 散发出无尽的魔威 真魔影 哄 刘阳再次施展真魔影 这一次 有一道符号 从玉外魔心内飞出 落在红发少年眉心 哄 瞬息间 红发少年体内 就爆发出今天的杀戮气息 他周身仿佛有血海起伏 不知道击杀过多少生灵 如此恐怖的杀意 至少杀过百万生灵了 他一个金丹 如何能在三不管洞天之内 杀戮如此多的生灵 严九仙等人都是 惊诧开口 三不管洞天内 环境恶劣 可没那么多烦人让你杀 一个金丹再强 总不可能猎杀百万修士吧 累死你压的 继续查 灵言眯着眼道 他的心神彻底失守了 这是源自于他真灵之中的杀意 下一步就是搜索他的记忆 小和尚 靠你了 树叶有专攻 刘阳擅长霍乱人心 可阅读记忆这种事 还是佛家最擅长 阿弥陀佛 让小僧度化他 观世小和尚双手合十 胖胖的脸 笑得相当和善 而后就一巴掌 拿住了红发少年的脑袋 嗡 刹那间一幅幅画面 在观世小和尚眼中闪过 吓得他连忙把手抽回来 怎么可能 观世小和尚一脸的惊诧和不可思议 我知道这红毛怪 为何能劈了谢长安了 为什么 此时谢长安的声音传来 却是一名青年捧着一个盒子 背着一杆长枪横肚而来 盒子内有一团淡淡的光 正在剧烈抖动着 气息赫然就是谢长安 谢长安来了 可惜是被装在盒子里来的 捧着盒子的青年与方正一样 是一个合体圆满修饰 老谢 你很拼啊 你这要是挂了 可就真挂了 三通一脸惊讶地开口 这是老师以大神通声声 造化出来的一点真灵 不是谢师弟真正的真灵 谢师弟真正的真灵 现在还摆在老师书桌上 打算下次授课的时候 拿出来当教具用 估计用完了 就会给他重塑人生了 青年一脸温和地 捅了谢长安好几刀 感情谢长安现在成教具了 这位师兄是 林妍等人都是连忙行礼 在下范吾舍是长安的亲师兄 范吾舍笑得相当开心 我等见过范师兄 林妍等人行礼之后 都是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 这个师兄不是好人啊 腹黑得很 林妍师弟 长安这一点真灵 交给你了 老师说了 年轻人的事情 年轻人自己解决 告辞 范吾舍说完 就将手中的愈合 送到林妍面前 而后身形一闪 就消失不见 不过他走之前 微不可查地 扫了一眼红发青年 又看了看远处的山谷 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 快说 为什么他能劈了我 谢长安迫不及待地问道 老谢啊 这家伙 可不是寻常精丹 人家是大成修士的二十身 官室小和尚 古怪地看了一眼 谢长安的真灵说道 大成修士的二十身 一群人文言都是露出金融 大成二十身 林言恍然大悟 难怪 难怪一个精丹一重 就能施展大成刀刀 原来是大成修士的二十身 这就说得通了 这是被人打死了 剩下一点真灵复苏了 严九仙皱眉道 大成修士的寿缘很漫长 却就依旧有老死的一日 不成仙 寿缘终究是有限 大成修士 轻易不会活出第二十 一般大成修士 都是被杀之后 留下一点真灵不灭 而后复苏 和现在变成一团光球 躺在盒子里的谢长安差不多 严格上来说 算不上活出了第二十 好处是 修为会不断复苏 还有一部分大成修士 是寿缘将近 大献已到 这一类大成修士 有两种选择 其一 就是活出第二十 以秘法生生造化 创造出自己的二十身 必须与之前的自己 完美切割 包括记忆和修行有关的一切 毕竟大献将至 天人武衰降临 但凡是 留下任何的记忆和修为 都会被天人武衰燃止 重生之后 依旧必死无疑 唯有再次修成大成 拥有通天伟力之后 才能记起前程往事 一旦活出第二十 运气好 还能重走修行路 运气不好 活个几十年就没了 其实还不如在大成期 再修个几十年 万一寂静升华了呢 所以 大多数大成寿元将近 也会选择体面的死法 眼前这金丹 既然保存了自己 对大盗的感悟 应该是被打死的 他不是被打死的 他是自断生机 以秘法生生造化 活出了二十身 走的是寿元将近的路子 他体内并无天人武衰的气息 距离大县还远着呢 官室小和尚说道 再看看 大成二十身 可是稀罕物 周小白兴奋道 好 官室小和尚再次查阅记忆 很多记忆都被人抹掉了 只留下了影子 查不出来 官室连连皱眉 记忆可以查看 自然也能做手脚 能对一个大成修士的记忆做手脚 那肯定也是大成 严九先道 没错 众人点头 有了 这里面有一段信息 你们看一下 官室小和尚说着 抽出了一段记忆 血月当空之夜 绘土之城相聚 那是一段文字 烙印在红发少年记忆最深处 血月当空是什么 惠土之城 又是哪里 灵言好奇地问道 血月当空是三不管洞天内独有的意象 严九先道 三不管洞天的前身是血月伏地 据说每隔三十年会出现血月横空意象 极为壮观 很适合体悟杀戮之道 周小白介绍道 至于说惠土之城 那是三不管洞天内 那些大成河道之地 严九先凝重开口 当年的上古恶修 躲进三不管洞天之后 有几个特别强的大成修士 直接将自身大道和三不管洞天融合 以自曝洞天 让诸多福地和八大景区 不得不留下一线生机 惠土之城 就是那些大成修士大道和洞天融合之后 演化出来的特殊之地 也是三不管洞天的核心 禁止罗福修士入内 对此 七十二福地和八大景区也懒得理会 双方的实力 经过了千百年的演化 早已不在一个层次上了 大成都翻不起什么浪花来 索性就由着他们苟延残喘 看来 这红毛想做什么 我们得去惠土之城才能知道了 灵言摸着下巴说道 算算时间 还有十来天 就是血月横空之日了 谢长安在盒子里蹦了出来 惠土之城啊 我早就想进去转转了 据说那里 埋葬着很多大成尸体 若是能带出来一两句 可就发达了 谢长安继续蹦跳 你还是先把自己的尸体收好吧 你看 都凉了 三通笑得很欢乐 三通 今天你的笑容 未来都将是你流血的源头 谢长安威胁开口 好的 我等着 三通可不须 伸手就朝着谢长安的真灵摸了摸 差点没给谢长安气的自爆 不只是尸体 那里的战斗痕迹 还有大成河道之后的道运 对于我们体雾大道 好处都很大 特别是灵尸殿 以灵尸殿的悟性 若是去了那里 体雾万法 可就更便利了 严九仙美眸发光 兴奋啊 惠土之城可太出名了 去一趟之后 哪怕和谢长安一样躺盒子 也值得 好地方啊 同去同去 灵尸也是来了兴趣 可是我们怎么进去 惠土之城 可是三不管动天的核心 强者无数 一旦被人认出来 我们怕是立刻就要 和老谢一样躺盒子 三通看着谢长安 哪疼就要哪里说 这个倒是简单 这不就有个现成呢 灵尸指了指地上的红发少年 这倒是个法子 可他就一个人 我们这这么多人呢 轻衣说道 诸位 你们猜 这个大成二十身 只是个例呢 还是有很多呢 灵尸眨了眨眼 我觉得数量应该不少 冷清月道 没错 一个大县未到 也不曾战死的大成 若不是有大图谋 岂会舍得放弃自己一身的修为 想必是有什么大计划 不得不以金丹修为去执行 为了保险起见 活出第二世的大成 肯定不止一个 灵尸推测道 可是我们上哪去找这些金丹 总不可能 把三不管动天内的金丹 全都揍一遍吧 轻衣再问 我倒是有一个 省时省力的办法 灵尸笑道 什么办法 严九仙问道 守住带兔啊 我们就在绘土之城四周待着 见到一个金丹 我们就敲一个 灵尸露出人畜无害的笑容 众人闻言 目光都是一亮 这个主意好 就这么办 到时候把他们一敲 衣服一换 改容换帽 直接就能混进去了 严九仙等人 目光全都一亮 十二师兄 带路的事情 还得你来 灵尸看着黑月十二 小事 那这人怎么办 这可是大成 我们怕是搞不死 黑月十二看着已经陷入昏厥状态的红发少年问道 大成修士的真灵可不是灵尔等人能磨灭的 带着吧 关键时刻 或许有大用 十二师兄 把他丢进去和方正师兄做个伴 灵尔笑道 行 黑月十二掏了掏耳朵 耳朵内一道光飞出 就裹着红发少年消失了 你们挺能折腾啊 不过我喜欢 方正的声音从黑月十二中传出 你们别忘了那大成尸体啊 那可是大成尸体 谢长安在盒子里提醒道 灵尔等人文言 全都直勾勾地看着谢长安的真灵 你这是急着 让我们跟你一起躺斑板 那可是大成的尸体 死后的威压 都能把灵尔等人碾碎了 更别说一个大成 会老老实实地留下自己的尸体 那实际上 鬼知道有多少后手 没看方正都没支声吗 我这不是觉得可惜吗 谢长安文言 善善开口 不再多提此事 走 去会土之城 黑月十二招呼了一声 当即带着众人冲出 会土之城处于三不管洞天最深处 这一路上 灵尔等人自然是遇到了不少修士 有恶修后裔 也有一些蜂魔的修士和历练者 众人本着打得过就痛打落水狗 打不过就开溜的原则 一路上倒是有惊无险 灵尔等人的修为 也是相继突破 灵尔的修为达到了金丹四重 炎九仙达到了金丹三重 其他人都是金丹二重 会土之城 是一座血色城池 城池上烙印着数不清的大道符号 周围有一重重的凶煞气息在起伏 这些都是上古恶人们 与七十二伏地 八大禁区修士 生死搏杀留下来的煞气 即便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依旧经久不散 城门口 两具高达千丈的尸骸 一左一右地立在那里 全无生机 却散发出惊人的压迫感 这就是灵尔之城了吧 气息还真是凶残得可怕 还有那两具尸骸 是用大城的尸体炼制的 是灵尔之城的守护法宝 据说掌握在一个 河道大城手中 全力爆发之下 可以发挥出 比肩大城圆满的实力 灵尔等人 远远地看着绘土之城 此时的灵尔 已然改容幻貌 化为了红发少年 灵尸殿 要不你先把相貌换回来 被灵尔捧在手里的谢长安 忍不住提醒 为什么 灵尔一愣 你现在这样子 我看着有些欠揍 谢长安道 欠揍吗 灵尔打量着自己 此时 自己除了一头红毛 显得有些张扬之外 脉象还是不错的 欠揍 严九仙等人都点头 来了 灵尔却不以为意 眯着眼转身看了一眼 只见那里 一鸣秃着脑袋 脖子上挂着一串 骷髅项链的金丹修士 正横渡而来 生怕别人看不出 他是个恶修 灵尸殿 要不 我们还是换一个人出手吧 秃顶修士横空之间 严九仙等人心都凉了 特别是严九仙 青衣 冷清月等女子 都是微微后退 这样一副形象 谁能受得了 我们都不知道 会有几个金丹来这里 你们还是别挑了吧 刷 灵尔开口之间 身形已经冲出 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 秃顶修士面前 什么 碰 那秃顶修士刚想出手 就被灵尔一拳放斗 这个你们谁来 灵尔朝着严九仙等人招了招手 刷 严九仙 清衣 冷清月 默契后退 我觉得这个人 还是交给官室小和尚 比较合适 三通描了官室小和尚一眼 对对对 我也觉得 应该是给他 周小白也是笑着附和 凭什么是小僧 官室小和尚 有些着急了 毕竟你们都是秃顶啊 三通在做死的路上 越走越远了 碰 官室小和尚 二话不说 就把三通踹飞了 小和尚 正所谓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你还是上吧 严九仙笑着开口 行 算你们狠 但是说好了 今日这事情 谁要是敢传出去一个字 留下任何的画面 小僧我肯定度了他 官室小和尚黑着脸 换上秃顶道人的服饰 而后又幻化成对方的模样 又来一个 这个不错啊 这个是我的 你们谁都别和我抢 此时 远处又是一道身影 横渡而来 那是一名相貌 颇为俊秀的少年 五官精致 一头干练的短发 根根立着 英气逼人 脉相可以说是相当好了 三通有样学样 直接偷袭 用从大罗城内得到的仙顶 朝着少年头上砸去 当场就把少年砸晕了 毕竟三不管洞天内的穷哥们 谁能想到 三通上来就用鲜宝啊 来来 等我换上衣服 卧槽 三通正满心欢喜的 想换上少年的服饰 可是紧接着 就一蹦三尺高 满脸的见鬼表情 女的 三通死都想不到 这竟然是个女的 九仙师姐 要不这个让给你 我等下一个 三通欲哭无泪 让自己化作女的 三通可以确定 就自己那招人恨的性格 一旦这么做了 这消息怕是能立马传遍八大景区 还是带徒的那种 不不不 九仙师姐说 怕可以再等等 严九仙还未开口 官室小和尚已经开口了 清一师妹 三通师兄 师妹想看三通师兄女装 清一腼腆开口 主打一个真诚 清月师妹 我支持清一师妹 快变 刚当你让小僧 变成这样的时候 小僧可是直接变了 记住啊 得变全 官室小和尚可记着之前的事情 此时虎视眈眈的盯着三通 依附你要是不愿意 我帮你一把的姿态 行 我变 三通见林妍等人 全都笑眯眯的看着自己 一咬牙 一发痕 当场变身 来 让师兄我验个身 周小白见状 上前就掏了一把 让三通当场射死 变得不错 合个影 刘洋更是大笑着上前 直接取出记忆水晶 当场来了的合影 刘洋 这画面 要是敢传出去 我打死你 三通急眼了 来来来 让我想一下 我该把这画面 传给谁呢 有了 刘洋大笑着开口 然后取出一枚传讯预警 当场就把画面发出去了 你发给谁了 三通咬牙切齿 天地学功 刘洋一句话 更是让三通 瞬间头晕目眩 天地学功 竟然是发给了 天地学功 这一群顾流言的狗腿 估计会学着顾流言 做画册 自己估计真要 轻使流明了 刘洋 我杀了你 三通当场冲过去 要拼命 却被刘洋轻而易举的 撼动了心神 当场扭腰决定 跳起舞来 林师爹 看见没 这刘洋就是个老鹰笔 周小白搂着林颜的肩膀 笑嘻嘻开口 一群人玩归玩 闹归闹 正式却是不曾耽误 正如林颜所料 确实有很多金丹赶到了这里 不过大部分都不是大成二十身 实力却都很强 尤其是那些大成二十身 每一个都是红发少年 那个级别的强者 若不是路上 众人纷纷晋升 再加上仙宝开路 还真没那么容易偷袭得手 林师爹 看来你猜得没错 这绘土之城 怕是真有大动作 这么多大成都修了二十身 图谋必然惊天动地 确实 这些人全都和红毛怪一样 大县位置 却自觉生机 活出了第二十 这代价太大了 严九仙等人都是宁众开口 要不 给禁区之主们传个信 林颜提醒 行 我这就给谷主传个信 严九仙不敢耽误 去出传讯预检 给藏仙谷主传讯 一切自有定数 尽在掌握 藏仙谷主 只是简单地回了一句话 似乎一点都不意外 谷主似乎早就知道了 严九仙一愣 很正常 林颜笑着开口 你们可别忘了 七十二伏地之中 还有个天机堂 也对 天机堂推演之道无双 哪怕只有蛛丝马迹 也能推演出海量的信息 严九仙点头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 周小白已经跃跃欲试了 不接 等其他人先进去 我们一葫芦画瓢 林颜说道 行 严九仙等人点头 林颜等人没等多久 又是三个金丹连妹而来 三个金丹修士 显然是抱团的 经过林颜等人身边之时 轻描淡写地扫了林颜等人一眼 而后就直冲绘土之城而去 林颜等人见状 不紧不慢地跟上 三个金丹修士 到了绘土之城之后 直接就走了进去 林颜等人自然是跟上 进了绘土之城后 林颜才发现 外边的煞气 其实已经很稀薄了 城内的凶煞之气 那才叫一个浓厚 就和把人抛在蜂蜜里一样 似乎随时都能让人 坠入杀戮深渊 诸位小心 此处的杀戮气息太浓厚了 对于恶修而言 此处是个十足的修行宝地 可对我们而言 一不小心就会入魔 小僧传诸位一段经文 可固守本心 官是小和尚暗中提醒 同时给众人传了一段经文 林颜等人 心中没诵之后 顿时好了很多 林颜等人平静下来之后 看到先进来的三个修士 正站在不远处 一棵树下等待 不只是那三个修士 此时树下 还有三百多个修士在等待 一个个目光冷酷 气息凶残 一看就不好惹 林颜等人对视一眼 同样站在了树下 林颜他们这一等 就是三日时间 在此期间 越来越多的修士感到 全都在树下等待 417个修士 其中有47个大乘 二十身 这会土之城 到底想干什么 严九仙暗中传信 四十多个大乘 这绝对是一股惊人的力量了 又是什么样的计划 能让这些大乘 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修为 选择活出第二十 刷 林颜等人心里疑惑之间 不远处地虚空微微扭曲 而后一道身影浮现 那是一名青年 手持一卷册子 修为赫然是金丹七重 青年刚刚现身 在场四百多个金丹 全都露出敬畏之色 林颜等人相视一眼 眼睛都是微微眯起 这必然也是 一位大乘二十身 若只是普通金丹的话 在场这些金丹 可不至于如此敬畏 而且 这金丹曾经的身份 应该是远远超过在场这些人 一个金丹七重的大乘二十身 这实力可就有些可怕了 青年不以为意 而是掀开手中的册子 这是花名册 每一页都是一名修士的画像 还有姓名等信息 青年简单对照之后 缓缓开口 原本该到的人是六百八十七个 现在只到了四百二十八个 不够无妨 我们当时找了那么多人 原本就做好了 有人来不了的准备 青年确实不在乎 少了二百多个金丹 毕竟三不管洞天内 修士长期厮杀 随时都有修士死去 只要来的人大差不差就行 最关键的是 那五十几个大乘二十身 全都到齐了 跟我来吧 青年说完 转身朝着远处 一座血色殿宇行去 林氏殿 好古怪啊 此时 严九仙眯着眼 给林延传音 确实很古怪 这绘土之城 像急了一座死城 林延点头 绘土之城太安静了 林延等人这一路走来 一个修士都不曾见到 所有的殿宇 洞府 全都殿门大开 没有半点声息 很多地方 完全就是废墟 似乎经历了 极为惨烈的战斗 那些战斗痕迹 虽然被人处理过 时间却并不久远 我也感觉 这是一座死城 这城里的死气很浓郁 虽说被杀戮之气 掩盖了许多 却依旧给我一种 走在尸堆上的感觉 此时 被林延塞在怀里的谢长安 也是开口道 黄泉修士 终日以尸体为武 对于尸体和死人 最为敏感 尽量小心点吧 林延提醒了一句 到了这里之后 林延有种强烈的危机感 青年一路领着众人 进了血色殿宇 此时血色殿宇内 已经做了不少修士 大殿尽头的王座上 坐着四男一女 目光深邃沧桑 修为是金丹圆满境界 大殿之中 还有27个座位 坐着26个金丹修士 他们修为 都是金丹七重 到金丹九重之间 骑兵五位成主 人已经全都带来了 持着册子的青年 朝着五个王座上的金丹 行了一礼道 和轩 坐吧 居中的金丹圆满微微汗手 是一持着册子的贺轩坐下 是 贺轩在紧盛的一个位置上坐下 贺轩 我听说过他 这可是一尊大魔头啊 三通兴奋的传音 大魔头 林延差一道 这家伙原本是我们三仙殿的 炼器天赋极高 乃是我们三仙殿三大堂口之一 气堂之主 因为研究生魂炼器之法 被废掉了位子 关进了三仙殿的仙牢之中 后面不知道使了什么手段 逃出了仙牢 与古代恶修混到了一起 是最早躲进三不管洞天的大城之一 能让贺轩如此敬畏 坐在上面的五个 该不会就是那五个河道的大城吗 三通惊悚开口 当年那五位 可是清一色的大城圆满 乃是大城之中的志强者 河道三不管洞天 就是想借助三不管洞天和各大禁区 伏地的修饰同归于尽 若是真如此的话 这五个金丹圆满 可就强得有些离谱了 自在 封城吧 居中的青年淡漠开口 叫出来的名字 让严九仙等人都是露出金融 妙自在 三不管洞天和道大城之一 当年的自在伏地之主 自在伏地 追求的就是永恒的无拘束 大自在 做出的事情 往往超乎世人想象的残酷 可以说接近了最纯粹的恶 所以也是第一个被除名的伏地 面对十几个大城的围攻 他依旧可以走脱 足见实力之强大 妙自在 他坐在末尾 想来就是汇土之城的五城主了 中间的那个 应该就是大城主 至圣大天魔 他身旁两个 应该是二城主竹岳先尊 和三城主天义先尊 四城主谢师 是黄泉的大城圆满 严九仙暗中传音 表明五大城主的身份 其实我应该害怕的 我小时候大师傅 可是总用何弦吓唬我 可是为何 我现在兴奋的 浑身都在站立 真不是我想做死 三通一脸无辜的 看向灵眼等人 我好像也是 这么多大城圆满 还都是大魔头 这要是干上一发 光宗耀祖啊 周小白也是难得 没和三通唱反调 笑着传音 严九仙等人 也是身以为然的点头 是 五大城主之中 唯一的女子笑了笑 玉手一挥 就关上了惠土之城的城门 城门口的两尊尸骸 也是如同复苏了一般 散发出令人惊悚的压迫感 同时 惠土之城 有数不清的阵纹亮起 将城池彻底封锁 敢问诸位前辈 叫我们过来 到底所为何事 一名金丹圆满的修士 眼看着惠土之城封城 壮着胆子问道 他不是大成二十身 只是一个寻常金丹 所以 哪怕他有金丹圆满修为 却依旧慌的一批 贪婪和恐惧是双生子 此人显然就是又贪又惧 记住 该你们知道的 自然会告诉你们 不该你们知道的 别问 贺轩文言 眼中闪过一抹寒意 吓得那金丹圆满修士 后退了几步 连忙闭口不言 贺轩 别那么大火气 人家来了 就是捧场 说说也无妨 今日 我召集你们过来 其实是有一场大造化 要成全你们 至圣大天魔 笑语艳艳 至圣大天魔说完 不少修士 都是暗中撇嘴 大家都是恶人 这么冠冕堂皇的话 就不用说了好吗 若是真有大造化 也是你们上面五个吃肉 做着的那二十七个河汤 我们这些站着的 运气好捞点油水 运气不好 就是炮灰 若是你口中的造化 这么好的的话 叫我们干啥 你们可知本座当初 为何选择在这里河道 至圣大天魔淡淡地说道 一群人文言 纷纷露出不解之色 洞天也好 伏地也罢 其实都有着各自的本源 血月伏地 哦 现在该叫三不管洞天了 自然也不例外 至圣大天魔 娓娓道来 难道说 这里就是三不管洞天的 本源所在之地 在场修士 目光都是一亮 若是如此 那至圣大天魔口中的造化 应该就是洞天本源了吧 不用怀疑 此处就是洞天本源的所在地 本座口中的造化 正是洞天本源 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经营 洞天本源 也已经恢复到了伏地水准 至圣大天魔再次开口 三言两语 就让众人目光灼热起来 主委师兄师姐 洞天本源和伏地本源 有什么作用 灵言好奇道 世间真奇 莫过如此 严九仙正色说道 王小了说 洞天本源和伏地本源 都蕴含有最纯粹的大道之力 哪怕只是很小的一节本源 都足以让任何一个修士 更进一步 效果仅次于造化之光 王大了说 洞天本源和伏地本源 都可以用来打造身外化身 寻常的身外化身 实力远不如本尊 用处不大 也就跑跑腿 可用洞天本源 或伏地本源 打造的身外化身 那就和真正的修士无异了 加之本源 拥有至纯的大道之力 所以身外化身 对于对应大道的悟性 会高得吓人 以这三不管洞天为例 三不管洞天的前身 是血月伏地 自身蕴含血月大道 若是把这血月伏地的本源 祭练成身外化身 那么这身外化身 就是修行血月大道的绝世妖孽 成长性堪称恐怖 所以在诸多禁区 伏地镇压恶修之前 经常有人强行抽取伏地 洞天的本源 祭练身外化身 当然 自恶修被镇压之后 就很少有人做这种 杀鸡取卵的事情了 古代还有一种秘法 可以借助洞天 伏地的本源 在体内开辟那天地 那天地可容纳亿万生灵 修士可借助亿万生灵之力战斗 五大河道修士之中 至圣大天魔 就会这种秘法 当年至圣大天魔全圣时期 体内就有一个魔国 容纳亿万生魂 这些生魂怎么来的 就不用我说了吧 后面还是我们藏仙古老谷主 凝聚数十个剑道大成的剑意于一身 以剑仙一剑 击碎了至圣大天魔体内的魔国 若非如此 当年那一战 胜负难说 老谷主付出的代价 可也不小 听说这些年 境界跌落得很厉害 严九仙正色传音 开辟那天地 奴役亿万生灵之力 林妍等人听得都是目光灿烂 难怪这些曾经的绝世强者 会抛弃绝顶的修为 化身金丹 估计都是冲着开辟那天地去的 如今看来 想要得到洞天本源 似乎就只能在金丹境界 至少再三不管洞天是如此 惠土之城五大成主 都是意味深长地 看着下方目光灼热的修士 早就猜到了会是这个结果 洞天伏地本源的诱惑 不是这些人能抵抗的 也就外面的修士 明明心里渴望的不行 却又不忍心下手 什么杀鸡取卵 什么生灵涂炭 什么为后世流灶化 这些有自身的实力重要吗 修行之道与天真与地斗 只要能强大自身 过程不重要 手段也不重要 洞天本源所在之处 有一些特殊 非金丹不可入 这一点 你们之中有些人 想来早就知道了 不然也不会活出二十神 有德必有赦 想得到这洞天本源 可能会付出一些代价 这个代价 就是死 至圣大天魔等 所有人冷静下来之后 淡淡地说道 若这是危险 我们不怕 我们怕的是 最后为人做嫁衣 一名神色 很是解药的金丹圆满 皱着眉头开口 他不是二十神 乃是一名新生代的金丹圆满 在三不管洞天内 名头很响 曾和八大禁区 金丹交手不落下风 所以被誉为 年轻一代第一金丹 而经他开口质疑 显然是觉得 自己有这个底气 毕竟在场 都是金丹 还有谁 和他是一个想法的 可以一起站出来 至圣大天魔也不动目 而是雌和开口 一群人面面相去 虽说多少有这方面的顾虑 大部分人 却都很明智地 选择闭口不言 尤其是那些二十神 一个个眼观 鼻鼻关口 根本不搭茬 不过也有几个金丹圆满 不幸嫌 起身表明态度 我们也怕沦为嫁衣 诸位前辈 把我们聚集而来 显然是要我们出功出力 出功出力没问题 冒险也可以 但是必须给我们 吃一颗定心丸 站出来的 都是新生代金丹圆满 他们同时开口 认为法不择重 至少在自己 还有价值时 还有些谈判的资本 说得很有道理 让不少人意外的是 至圣大天魔 似乎很是认可他们的话 微微点头 你们能在这个时候 说出这些来 本作很是欣慰 至少现在说清楚了 不至于等血月横空之后 再给本作使绊子 所以本作 给你们吃一颗定心丸 不只是你们 其他人也是 至圣大天魔开口之间 只见竹月成主身形 已然冲出 扑扑扑 众人只看到 一道剑光骤然亮起 可怕的杀意迸发之间 几颗脑袋伴随着鲜血 冲天起 扑通 鲜血洒落之间 几颗脑袋落地 滚向四方 几颗脑袋 全都是瞳孔放大 脸上还挂着欣喜的表情 显然是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就被人消掉了脑袋 当场神魂俱灭 死死死 一时之间 倒吸凉气之音了 此起彼伏 不少修饰都是露出恐惧之色 差距太大了 要知道 这可是四个金丹圆满 其中一个 还好称金丹第一 结果就这么被切菜一样砍了 面对竹岳城主 连做出反应的余地都没有 好快的身法 好快的剑 这是出了一剑 还是两剑 三通经的瞪大了眼睛 是四剑 快到极致的四剑 灵言赞叹道 这么短的时间里 连出四剑 击杀四个铜镜修饰 灵言也能做得到 却必须动用岁月之道 竹岳城主却不同 他单纯就是剑快 我们的实力 对上竹岳城主 一打一针够强 周小白也是凛然 怕啥 一打一不行 那就二打一 你还打算和他们讲武德呀 他们五个人 咱们十个人呢 再说了 灵师弟打一个 肯定没问题 等于是我们九个打四个 三通可不在乎这个 黑月十二是原因修为 为了避免暴露 如今不曾进来 而是在外边侧应 你顶多算半个 谢长安嘲弄开口 怎么把你忘了 你虽然只是一点真灵 怎么也能算万分之一个吧 三通反唇相机 一句话让谢长安熄了火 此时在场修饰之中 还能如此轻松愉悦的 怕也只有灵眼等人了 这就是本座 给你们吃的定心丸 你们不用怀疑 你们就是在为本座几个做嫁衣 你们若是能活到最后 本座不介意给你们喝口汤 你们若是不愿意 那就不用想着 活着走出这里了 至圣大天魔淡淡开口 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想法 让灵眼等人 诧异的事情发生了 这一下 三不管洞天的金丹们 一下子都安静下来 还真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 感情一个个都是贱皮子 人家把话台明面上了 他们反而踏实了 尤其是那些大成二世伸 脸上甚至泛起了笑容 贺轩 你来分组吧 至圣大天魔 看了贺轩一眼 是 贺轩起身 扫视着众人道 进本园之地的通道 一共有五条 我们所有人会分为五队 跟着五位城主 从不同的通道进去 现在所有人 分成五队 贺轩开口之间 站着的修士 都是开始站队 我一个人一队 九千师姐 你吃点亏 带着三通师兄一队 轻衣师姐 你和轻月师姐 还有刘阳师兄一队 小白师兄 子林师兄 你们一队 观世师兄 你和星月师兄一队 灵言眨眼之间 就做好了安排 灵言最强 一人一队足矣 严九仙仅次于灵言 带着三通足够了 轻衣和轻月两人 战斗经验略差 和老硬比刘阳一起 自然稳当 至于说其他死的人 实力差不多 两个一组正好 凭什么带着我 就是吃亏啊 三通骂骂咧咧的传音 因为你算半个 谢长安逮到机会 就奚落 贺轩看着灵言等人 站到了不同的队伍之中 眼睛微微眯起 灵言十人 即便是站到了一起 贺轩也会将他们分开 毕竟这十人 之前可是连媚而来 都是大成二十身 一旦抱团进了里面 有些风险 如今主动分开 倒是懂事 而一些一看 就是抱团的修饰 贺轩都是出手调整 确保每一组内 相互熟视 有可能关系好的修饰 不会超过三个 五位城主 已经分好了 是否要更改 贺轩问道 就这样吧 至圣大天魔 满不在乎的摆了摆手 别说贺轩 已经有意打乱了 里面的小团体 即便是不打乱 又如何 既然分好对了 那我们就出门 等血月横空之时 五大城主开口之间 起身走出了大殿 灵言等人 都是连忙跟上 走出了大殿 此时外面 天色已经暗淡了下来 灵言等人没等多久 一轮血色的大月 已经缓缓横空而起 血月当空 血色的月光 洒向四面八方 灵言等人都是发现 血月横空的瞬间 整个天地 都是多出一种肃杀之气 隐隐有寒意袭来 让人心中的杀意 不由自主地生气 小心 血月横空之时 是三不管洞天内 血月大到最浓郁之时 再加上 这里是晦土之城 煞气惊人 一定要守住本心 严九先提醒 定 体悟血月横空之相 悟出血月真意 血月之道入道 哦 一重重血光 在灵言周身起伏 连他自身的气息 都是变得森然是血 对此 在场修士 一点都不觉得意外 毕竟经常杀人的朋友 都知道 悟出血月之道太正常了 血月缓缓在空中移动 灵言等人 等了将近三个时辰 血月正好移动到 晦土之城上空 血色月光 洒遍晦土之城 在血色月光的照耀之下 整个晦土之城 都是被镀上了一层血光 露出了原本的样子 你们快看这地下 此时 有修士惊呼出声 其他修士文生 纷纷看向地下 这一看 一个个全都感觉头皮发麻 尸体 只见在血月照耀下 慢慢变得透明的地面下 是密密麻麻的尸体 这些尸体 每一尊都是凶神恶煞 看身上的伤势 全都是一击毙命 死亡时间不算久远 应该都是百年以内 看气息的话 从原因到大城都有 我说这么大一个晦土之城内 除了我们 怎么一个多余的修士 都没有 原来全都死了 应该都是至圣大天魔他们下的手 林妍有些惊叹 真狠啊 其他修士 也是露出金句之色 他们也一早就觉得奇怪 原本应该很热闹的会土之城 为何会如此安静 像死了一样 哪怕他们杀人如麻 可面对这样一座绝世坟场之时 心里也是恐惧无比 怪不得我总觉得走在诗堆上 原来真是这样 他们都被沉入了地下 在阵法笼罩下 唯有血月横空之时才会浮现 谢长安更是恍然大悟 这是贺轩独创出来的先品阵法 养灵先阵 可抽取生灵之力 汇聚于己身 如今看来 他对阵法进行了改进 连尸体都能布阵了 三通瞠目结舌 对于自己这位前辈 当真是佩服得很 精彩绝艳啊 只可惜 走了歪路 这就没错了 之前至圣大天魔说过 三不管洞天的本源 已经被补权 恢复到了伏地的程度 我还在疑惑 平级的三不管洞天 如何能做到 如今看来 是用人命填的 灵眼也是恍然大悟 怕不止这些 你们可别忘记了 似乘主血世 可是我们黄泉的人 这些尸体 全都有被御尸术 祭炼过的痕迹 一旦复苏 就是一只尸体大军了 谢长安一脸的羡慕和嫉妒 这么多的尸体啊 这要是落在自己手里 那可就真的发财了 看来 今日之事 这些人是谋划已久了 每一步都想得很清楚 他们的最终目的 就是取走本源 开辟那天地 可这么多的意义在那里 严九仙问道 是啊 他们又出不去 修出那天地又如何 再说了 以而今三不管 洞天内的资源 想重新修行到大城 那是难如登天 刘阳也是眯着眼 若是他们直接绝根呢 彻底吸干本源 那三不管洞天会如何 灵眼皱眉道 严九仙等人 还是被思维局限了 三不管洞天的修饰 可不会跟外边的修饰一样 吸一半流一半 必然是绝护计 慧娃姐 我明白了 他们是想走 严九仙目光一亮 洞天本源一旦被吸干 那洞天就会随之瓦解 虚空也会紊乱 这个时候 八大禁区 七十二伏地 依托于虚空的封锁阵法 就会短暂失效 届时 若是有横渡虚空的法宝 比如说虚空缩的话 就能横渡出去 三通也反应过来 笃定开口 若是如此 还真是一剑双雕的法子 不但得到了洞天本源 开辟了那天地 还能逃出去 到时候 这些尸体倾巢而出 狙击八大禁区 七十二伏地修士 他们这些金丹二十身 谁都不会在意 毕竟他们现在只是金丹而已 等八大禁区 七十二伏地反应过来 这些人早就跑了 这还真是好算计啊 林严等人 终于是明白这五位 和道大成的心思了 不行 这事情 得通知谷主 严九仙当即就要取出 传讯预检传讯 千万别传讯 惠土之城已经被封锁 必然有防止传讯的大阵 你的讯息不但传不出去 还会被揪出来 到时候 我们可就要面对 这地下的凶残玩意了 金丹我不怕 可是这些凶物 还有守在惠土之城门口的 两个大家伙 我可扛不住 林严连忙把严九仙拦住 这可就难办了 严九仙目光凝重 不慌 本源之地 既然只有金丹能去 那么这些尸体肯定进不去 到里面弄死他们 林严干脆利落地道 无量山真是美好人 你是真狗 我是真喜欢 三通等人都是露出了笑容 你们不用怕 这些人的价值 就是被埋在这里 而你们的价值 是跟着我们敬里面 所以 只要你们听话 就没事 至圣大天魔说话很和善 可在提起这些人的生死之时 却没有丝毫的情绪波动 在他眼中 除却自己之外 世间一切生命都只是价值 既然是价值 就该用在该用的地方 无关喜怒 无关情绪 后起之秀们 此时都是静若寒蝉 他们都自诩恶修 杀人无数 可是如今才明白 与这位至圣大天魔相比 就是小孩子过家家 忘 忘 忘 此时 随着血月升到绘土之城正中 只见绘土之城 出现了五道血色的漩涡 每一道漩涡都蕴含着通道 只是那通道上 遍布着珠网一般的裂痕 好像轻轻一碰就会碎掉 怪不得 难怪这通道 只有金丹能进 林言心中自语 裂痕 这通道上布满了裂痕 也就金丹尽可以进去 否则通道 就会瞬间崩溃瓦解 哪怕大成修事自封修为 可他们 那可以压他天地的大成法体 也一样进不去 活出第二世 无疑是最佳选择 如此一来 膝肝洞天本源 重铸根基 开辟那天地之后 他们这些大成 可以轻而易举地重回巅峰 甚至可以打破智骨 真正的脱胎换骨 成了 通道已经出现 你们跟着本座 至圣大天魔微微一笑 点指 林言那一对人 就朝着一条通道行去 林言朝着严九仙等人使了个眼色 就混在人群中 跟上了至圣大天魔 通道内的情况 比林言想象的还要糟糕 通道内密密麻麻都是裂痕 很多地方已经彻底破碎 散发出吞噬气息 显然是虚空都崩开了 能看到里面的虚空节点 之前绝世大坟之中的尸体 站在通道内就能看到 哎呀 这些尸体近在咫尺啊 我好想说一句 谢长安看着那些近在咫尺的尸体 真灵都变红了 谢师兄 你现在可是真灵状态 还能遇尸吗 林言孝道 当然可以 谢长安点头 你别看我现在是真灵 可是装着我的盒子 却是个好东西 叫做道话取巧 三通那傻子不识货 当我不存在 若是真有事情 我的战斗力 那可是杠杠的 谢长安得意开口 这么神奇 林言点头 然后反应过来 顿时恼了 那你之前还让我捧着你 那不是舒坦吗 现在你不是把我揣起来了 谢长安理所当然的说道 你这么眼馋 难道你还能虎口夺食 血湿成竹 可是你们黄泉的大佬 林言问道 当然可以 大佬怎么了 又不是无敌 绝尸大坟之中的尸体太多了 他也只能简单地祭练 不然早给鸭抽干了 御尸在今 每一个尸体 都是我们的好朋友 要好好对待的 所以血湿成竹 也就是控制了里面 最强的一批尸体 然后以尸御尸 甚至有可能 干脆是用阵法来偷懒 所以 若是我得到一具尸体 进行精炼的话 绝对能覆盖血湿成竹 留下的印记 谢长安说道 嗯 这就好玩了 林言心思一转 就有了主意 你现在御尸的上限是多高 林言问道 那要看是单纯祭练 还是心意相通吗 心意相通 估计也就精丹圆满 只是单纯祭练的话 合体问题都不大 谢长安自信满满地说道 行 这样的话 我倒是有个计划 只是有些风险 林言思存道 你说 谢长安道 你说的没错 这些尸体 确实是照着大阵来安放的 绘土之城五大城主 早就做好了准备 一旦三不管洞天崩溃 这些尸体就会全面复苏 狙击七十二伏地和八大径区的强者 若是你能提前控制一部分尸体 不需要太多 只要几十句 关键时刻换个位子 阵法自破 林言眯着眼开口 大阵 极为精密 讲究的是阵纹之间完美契合 任何一个阵纹的错位 都会造成大阵受损 轻则损失几成力量 重则大阵失效 那啥 我大概猜到你的想法了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 咱们在通道里 出不去啊 谢长安道 看到这些虚空裂痕没 还有虚空节点 我把你送出去 问题不大 不过只是一揽子买卖 出去之后 可就全看你了 林言坏笑道 不怕不怕 我这真灵是假的 死在大坟里都没事 谢长安半点不慌 自己真正的真灵 现在还在做教剧呢 这一道没了就没了 万一一会儿自己 弄到几具合体尸体 那不是赚麻了 行 一会儿我找个机会 给你送出去 林言扫了一眼四周 等待机会 林言这边 有条不稳的前行 三通那边 却是极其不安分 敢问这位兄弟 尊姓大名 三通不理会 严九仙的眼神警告 凑到了一名 大乘二十身身边 嬉笑着问道 滚 死人妖 大乘二十身 看了一眼三通 就是一声呵斥 不是 你怎么说话呢 三通文言 顿时恼了 这可是老子一辈子的痛 你还敢说出来 闭嘴 大乘二十身 冷着脸开口 要不是此时在通道里 又怕激怒了 带队的城主 他早就出手 拍死眼前 这不男不女的人妖了 你等着 三通威胁了一句 而后凑到了 另外一个修士面前 兄台尊姓大名 神徒 那修士咧嘴一笑 露出一口大惊讶 神徒 原来你就是神徒啊 我听说过你 三通目光一亮 你知道我 神徒也是来了兴趣 对啊 如雷贯耳 三通道 怎么说 神徒道 三十年前 你刚晋升大成 就遇到了石金仙 被石金仙三拳打掉了门牙 你这没牙补得不错呀 三通仔细瞅了瞅神徒的大惊牙 一脸的惊叹 三通上次回去 可是从自家士族口中 听到了不少石金仙的事情 比如自己三个老师 当年被石金仙揍得老惨了 还有就是 石金仙 别看只是杜杰 却揍过不止一个大成 眼前就有一个倒霉蛋 你滚 神徒脸色顿时一黑 哪壶不开提哪壶 你小子 这是存心给我上眼要来的 神徒 你看 进去的人 要么是河道大成 要么是从当年那一战 活下来的大成 我们若是金丹圆满 或许还不虚 可是我们现在都是 金丹五重之下 你真觉得寻到了本源 我们喝得上汤 三通忽然给神徒传讯 一句话给神徒干沉没了 大家都是死人堆里 爬出来的 几百个新年 谁心里不担心 可是人五大成主就是强啊 他们能有什么办法 没看到之前那几个金丹 连竹越成主一剑 都挡不住吗 其实我们想喝汤 甚至是吃肉 也不是没办法 三通呲牙一笑道 吃肉 神徒闻言 贪心就起来了 不过再看看眼前 这个憨批 真的能行吗 你猜 要是我们这些大成 二世伸联手 竹越成主能不能挡得住 竹越成主都没了 你真当何轩他们 还能铁板一块 三通笑得更灿烂了 连九仙看着两人眉来眼去 就知道两人在传音 虽然但是 真挺恶心的 人妖和大金牙的CP 太邪门了 总之 想吃肉 一块传音给我 三通不曾多言 留下一句话之后 又凑到了另外一个修士身边 再次露出了憨批一样的笑容 一时之间 三通所在的队伍 出现了极为诡异的一幕 三通一个个的打招呼 三两句话 必能让那些修士 恨不得立刻击杀此聊 为民除害 三通表面上是 走到哪里 就得罪到哪里 暗中却是各种挑拨 甚至连贺轩等人 都想撩拨一下 这一通瞎搞 让竹岳城主都忍不住扫了他一眼 这家伙 到底是如何做到 如此欠揍的 三十二个 九仙师姐 有三十二个人心动了 都在问我 如何对付竹岳城主 三通转了一圈之后 听着四面八方传来的传音 得死开口 不是我们 是你 严九仙直接就把自己摘了出去 这家伙 绝对在下搞 明白了 三通点头 然后就给众人传音 看见我身边这位没 能和竹岳一较高下 三通这一次的传讯 可不曾瞒着严九仙 听着严九仙美眸泛寒 果然 三通刚说完 严九仙就成了瞩目的焦点 让我们跟着你们干也行 一会儿他找个机会动手 只要确实能与竹岳城主争风 我们就跟着你们干 没错 一群人都在传音 全员乐子人 大成二十身们 和三不管洞天成长起来的金丹 就没一个老实人 他们都等着三通这憨批 去和竹岳城主死磕 好坐收渔翁之力 至于真动手 他们又不傻 死了一个竹岳城主 不是还有四个城主吗 搞得过 放心吧 没问题 三通给严九仙丢了个鼓励的眼神 自信满满 严九仙眯着眼 心里已经开始盘算 自己把三通打个半死的话 那些大成二十身 会不会相信自己 此时 灵岩那边 却是出了状况 至圣大天魔停下了脚步 他身边那些亲信也停下了 到这里就断了吗 至圣大天魔 看着断了一节的通道 喃喃开口 只见前方的通道 有将近百丈彻底粉碎了 散发出吞噬气息 一旦进入其中 立刻就会跌入虚空 大成主 让他们接去断路吧 反正他们的作用 本就在此 一名金丹七重开口 他正是之前有座位的二十七人之一 你过来 至圣大天魔微微点头 而后便是转身 随手指了指一个金丹圆满修饰 前辈 有何吩咐 金丹圆满不敢怠慢 连忙上前 用你的血 把这路续上 至圣大天魔笑迎您的道 用血来续路 那金丹圆满闻言 脸色一白 对啊 当年这些通道 被大成的力量击碎了 这通道 其实就是血跃大道真意凝聚而成的 你们体内都有血跃大道真意 用你们的血来接续断路 是最简单的 至圣大天魔温和的道 那我会死吗 那金丹圆满 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看运气 也看你的底蕴 若是你的血流干之前 能续上这段路 自然能活着 可若是不行 那你怕是得死了 至圣大天魔道 这一下 不只是被点名的金丹圆满慌了 其他金丹脸色也白了 难怪这些人 要带着他们一起来 美其名曰是来喝汤的 其实是来献血的 不 我不要 刷 那金丹圆满露出恐惧之色 掉头就跑 小朋友 要听话 那金丹圆满刚要走 至圣大天魔的手掌 就已经随意抓出 对方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就被至圣大天魔 捏在了手中 别怕 不疼的 一会儿你就没知觉了 噗 至圣大天魔笑盈盈地 消掉了金丹圆满的手掌 而后将伤口 对在了通道上 通道刚刚接触到鲜血 竟然如同疯了一般 疯狂地汲取着 那金丹圆满修饰的鲜血 机会来了 灵言也是一乐 随手就把谢长安 给对到了一道空间裂缝之中 而后就用虚空之道 引动了一枚虚空节点 谢长安盒子一闪之间 消失在虚空节点之中 咦 至圣大天魔有所感应 回头看向灵言的位置 啊 手剑了一下 只见灵言 正一脸尴尬地 从空间裂缝之中 收回手臂 小心点 虚空裂缝很危险的 至圣大天魔 甚至没有动目 只是温和地提醒了灵言一句 多谢大乘主 灵言连连点头 以赴我很听话的表情 哎呀 两人唠家长的功夫 被至圣大天魔 压着接续段路的金丹修士 却是惨叫连连 不只是鲜血 还有修为 大道真意 神魂 金丹修士的修为 全都被通道汲取走了 原本断了一节的通道 交织出了一张血色的蜘蛛网 这通道在汲取血液的同时 能把人的修为 神魂等一并吸走 难怪这至圣大天魔 说此人 若是能在鲜血被抽干之前 能续上段路 就还能活命 否则必死 而不是大家轮着上 再以丹药恢复血迹 不管是谁 被这通道一吸 不死也废掉了 留着也无用 还不如索性被吸死 这通道 估计还只吸取活人血 否则的话 完全可以提前准备大量的鲜血 一群修士 看着已经被吸成人干的 金丹圆满 人人自危 生怕下一个就是自己 不到半个时辰 这个金丹圆满就被吸干了 化为鸡粉消散 此时通道 只是修复了一大半 还剩下一小半未曾修复 刷 此时 至圣大天魔温润的目光 就看向了灵岩 过来 至圣大天魔信手 朝着灵岩一抓 就想把灵岩抓过去 对于至圣大天魔来说 灵岩披的皮饰大成二十身 此时灵岩体内灵气轰然爆发 竟然挡住了至圣大天魔的抓射 两股无形的力量对撞在一起 让中间的修士都是忍不住后退 通道也是微微一颤 这让所有的修士 都是不可思议的看着灵岩 这可是至圣大天魔 同为金丹圆满 拿捏其他金丹圆满 就和完一样 他居然扛住了 你是谁 你不是雪浪 紧跟在至圣大天魔身后的 金丹七重修士 死死盯着灵岩 他是仅次于五大成主的大成二十身 如今眼中寒光四溢 那我自我介绍一下 灵岩笑道 等会儿再介绍 好久没遇上你这么有意思的人了 至圣大天魔似乎很开心 无声无息地出现在灵岩面前 一直朝着灵岩眉心点下 当 灵岩同样一指点出 至圣大天魔的至圣魔国之力 与灵岩的剑道对决在一起 哼 两指对撞之间 有阵龙发聩的颤音响彻 所有人都觉得 耳魔要被击穿 肉身欲裂 嗡 灵岩和至圣大天魔肉身全都一颤 而后同时后退 你可以自我介绍了 至圣大天魔笑了 对灵岩充满了兴趣 这是认可我了 那等我自我介绍完了 咱们谈谈 灵岩给了至圣大天魔 一个心照不宣的笑容 好 至圣大天魔摆了摆手 就安抚住了自己的亲信 早想换回真身了 这一头红毛跟野鸡似的 太丑了 灵岩身形一转 就画出了真身 连仙肖宗道袍都换上了 仙肖宗弟子 众人都呆滞了 怎么也没想到 这里面还混进来了一个罗夫的修士 仙肖宗 无量山灵岩 见过诸位前辈 见过至圣大天魔 灵岩弹了弹一脚笑道 哦 这么说来 之前和你一起的 应该也都是罗夫修士 至圣大天魔笑道 对 七个八大禁区的弟子 还有一个是我师姐 以及一个是五行宗的 灵岩笑道 无妨 我也没想过 瞒着天机堂的杂毛 他们能算吉凶 能算机缘 却也只是一个大概 算不出我的目的 不用你去断路就是了 至圣大天魔笑了 前辈这可就算错了 我们来此 其实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我们一个朋友 让血浪给砍死了 其实是来报仇的 结果 莫名其妙就掺和进来了 灵岩摆了摆手 跟自己家一样 仿佛面对的 不是千古至凶至圣大天魔 而是邻居家二大爷 前辈 您试探也试探完了 不然咱们谈一笔声音 灵岩腼腆一笑 怎么谈 至圣大天魔饶有兴趣的道 两个路子 第一个路子 我把在场 除了您之外的修士都宰了 真 灵岩刚说完 九霄剑侠 六把长剑已燃飞出 横在灵岩头顶 刹那间 诸多剑一爆发 瞬间将所有修士笼罩 如此剑一出 所有人都是冷汗直流 就连至圣大天魔的几个亲信 也是露出心惊之色 呦 九霄剑侠已出六剑 见到小长啊 后生可畏 当真是后生可畏 这样吧 我选第二条 你和我联手砍死 剩下四位城主如何 我六你四 多分点是点吗 福地本源 五个人来分 人数还是太多了 至圣大天魔 兴致勃勃的道 五五分 其实 我也不想弄死他们 毕竟他们若是都死了 我和大天魔前辈 用谁来继续断路呢 看灵岩的表情 仿佛和至圣大天魔 相见恨晚 哈哈 现在的后辈 真有意思 小朋友 要不要和我混 等我恢复了大成实力 带你去吃了仙肖子 大伯 至圣大天魔大孝之间 当场拿出另外一个金丹圆满 继续揭许前路 啊 大天魔前辈 还是算了吧 仙肖子都化形成一个老头了 我下不了嘴啊 不如换成天魔伏地 天魔桃树就养眼多了 灵岩笑着开口 还挺挑食 哎 你小子 还挺有品味 我缠天魔桃树都好久了 如果当初不是战败 估计天魔桃树早就进我肚子了 大天魔一边给那个金丹圆满放血 一边兴致勃勃地道 看灵岩的目光 那叫一个亲切 当真是惺惺相惜 灵岩你过来 你现在是惠土之城二城主了 至圣大天魔又招了招手 根本不理会身边亲信吃了死孩子的表情 好嘞 灵岩颠颠地就走到了至圣大天魔身边 此时段路也续上了 原本的虚空背不上了一层血色大网 看着倒是比其他地方还要兼顾几分 至圣大天魔与灵岩连媚而行 看得他几个亲信连连皱眉 灵岩对此倒是并不意外 至圣大天魔看似温和 可实际上却是利益至上 世间的一切对他来说 也许只是一串串的数字罢了 所有人都是棋子都可以兑换价值 惠土之城中那些强者的价值 就是埋在图里 用来牵制七十二伏地 八大禁区强者 在场这些金丹的价值 是接续段路 灵岩的价值 是实力 足以比肩至圣大天魔的实力 二人联手 大于其他四个城主 你和我很像 至圣大天魔闲听信不知识 不忘和灵岩搭查 您这心态 我懂 强者之心吗 灵岩笑着回应 至圣大天魔的心态 说白了 就和灵岩的一些 穿越者前辈差不多 好听点叫强者之心 不好听就是龙傲天之心 把一个真实的世界 当成网游来玩 世间一切都是虚妄 唯我是真实 世间之人都是NPC 可杀 可用 亦可吃 嘿 不愧是无量山 不出好人啊 早听说你们无量山弟子 和七十二伏地那些废物不同 王师倒是你老师 我知道他 牛得很嘞 你回去问问他 愿不愿意返出仙宵宗 我在上古星空那边 有一颗星辰可以送他 人口估计还有百亿 反正当时挺多的 我家大黄应该吃不了太多 罗浮是不敢回了 现在上古星空 狗个一万年吧 至圣大天魔 似乎对自己失败 一点也不避讳 也承认罗浮如今的实力 不是他能撼动的 他自始至终 都没提过灵岩之外的 其他几人 他又不是没在外边修行过 灵岩这样的人 亿万年都出不了一个 若非他重走修行路 同镜之下 怕是给灵岩提鞋都不够 这样的人 还能再蹦出几个来 没死八大禁区了 前辈 咱们聊聊那天地法门如何 灵岩笑道 我就知道 你想要这个 给你 至圣大天魔笑了笑 随手就丢出一枚玉剑 至圣大天魔内天地之法大成 灵岩接过至圣大天魔的玉剑 神魂一扫就学会了 灵岩不免有些诧异 这老小子这么实诚 居然没留后门 至圣大天魔见灵岩神色有意 笑道 以为我会在里面下黑手 可不带这么小看人的 我是谁 至圣大天魔 魔中之魔 只要能达成我的目的 过程不重要 死多少人也不重要 害你更不重要 格局要放开点 我只看结果 以福地本源开辟那天地 我至多可以吸取四成半 余下半成给手下喝汤 所以我才要和你联手 砍死其他四个城主 有他们在 我不止吸不到四成半 也没办法给小弟喝汤 怎么当老大 你若是有魄力 把你带来的人都宰了 你自然可以独享五成 只是你们必然有真灵在外 不好麻啊 不如这样 你给我办成 我替你下手 这样 你面子里子就都有了 你勾结我这个大魔头的罪名 不是也喜庆了 至圣大天魔特别开心地 给灵岩支招 嗨 您真客气 一言为定 灵岩兴致勃勃地 和至圣大天魔击掌 一切都谈妥了 至圣大天魔 灵岩二人达成了异象 就又开始乐陶陶的前行 路上接连遇上通道断裂的情况 接连有金丹 被至圣大天魔和灵岩 用来揭许前路 新生代金丹用完了 就用大成二十身 这些大成二十身 虽说有心反抗 甚至有十来个联手 想拼死一搏 却依旧被灵岩和至圣大天魔镇压 人多势众 只有在实力差不多的情况下 才有用 面对堪称无敌的灵岩和至圣大天魔 他们就是直老虎 一撕就碎 十来个大成二十身通道之后 就连至圣大天魔 身后七个清醒都开始慌了 心说 自己该不会也要填落了吧 好在此时 灵岩等人 已然远远看到了一个残破的空间 支离破碎 空间之中 有一重重血光垂落 一枚月牙一般的本源 就在血光之中沉浮 伏地本源 这就是血月伏地的本源 七人看着远处的伏地本源 一个个都是露出了喜色 差点喜极而泣 伏地本源近在眼前 终于不用他们来扑路了 至圣大天魔眼中 闪过一抹绚丽的光 走到了通道尽头空间入口处 灵岩也是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 随着灵岩不断靠近 他能感受到 一股纯粹到极致的大道真意扑面而来 说说说 不止如此 此时 其他四个方向 同样有隐隐绰绰的人影出现 只见其他三个城主 同样到了本源之地入口 在他们身后 还跟着青衣等人 让灵岩意外的是 三通所在的通道 走出来的并非是竹岳城主 带队的 居然是严九仙和三通 这两人的婆儿可就大了 一人一个十六台大轿 总共三十二个金单 把他们抬到了入口 哈哈 你们几个 是不是傻了 你们还说 我是半个 现在竹岳城主 已经被我填了路 这是不是证明 我比你们都强 三通远远看到灵岩等人 就放声大笑起来 协议作废 得加钱 至圣大天魔 看了一眼牛皮轰轰的三通 立刻就开始加码了 这小子可以啊 居然把竹岳弄死了 是个人才 不急 灵岩洒然一笑 刷刷刷 其余三个城主闻言 全都眯着眼看向三通 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 原本按照他们的计划 除却五大城主 其余人都是用来 接续通道的材料罢了 一旦到了本园之地 自然是五大城主吃肉 追随者喝汤 至于说其他人 能活着 就已经是造化了 如今却没想到 竹岳城主和他的亲信 提前出局了 如此一来 此地局面已然发生了变化 小朋友 要不要来我这边 刚刚我可是和林烟说好了 帮他做掉你们 然后多拿半程 现在肯定不行了 毕竟你和你旁边那个丫头 连竹岳都能弄死 半程太亏了 至圣大天魔 饶有兴致地看向三通 还不忘挑拨一下 啊 大城主 我只是一个柔弱 不能自理的炼丹师 可不敢打打杀杀的 您看不如这样 我们直接投了 您把这半成份 一半给我们就行 怎么样 三通顶着一张人妖脸 扭扭捏捏地开口道 噗 林烟一整个没憋住 立马笑出声来 不许笑 三通似乎入戏身了 整个一个戏精 看得严九仙直皱眉 前辈 怎么样 和我合作 稳专不赔吧 林烟缓了一口气 就冲着至圣大天魔笑道 噗 至圣大天魔眼帘一抬 你当真还愿意与我合作 至圣大天魔 似笑非笑地看着林烟 当然得合作 我们虽说来到了本源之地 却只是一个开始罢了 危机不知道还有多少 可少不了您的指点呢 林烟摆摆手 林烟一眼看出 那笼罩着月牙形本源的血物 蕴含着极其凶险的力量 若是贸然进入 风险可是不小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至圣大天魔微微点头 而后踏步而出 都到这儿了 那就开始查吧 至圣大天魔环顾众人 以止气势 是 三大城主闻言 全都公顺点头 不过他们的眼角 却有丝丝寒意渗出 你们几个进去 三大城主都是 点指自己的亲信 冷酷开口 是 这些金丹修士全都咬牙 而后任命地进入本源之地 三大城主身后的周小白 轻衣等人却站着没动 灵师弟 告诉你个好玩的 妙子在 城主给我们许了重脸 让我们一会儿在这本源之地内 对至圣大天魔出手 周小白暗中传音道 我们这边也一样 天忆城主也说了 只要击杀了至圣大天魔 本源之力分我们三个一城 刘阳也是笑道 巧了 血师城主 也是这么说的 官室小和尚也是点头 啊 还有这一茬吗 只有三通一连猛逼 灵言听得连连摇头 怪不得竹岳城主是 唯一被弄死的城主 这家伙不知道是太傲了 还是真的一根筋 都没想着分化一下自己的队伍 也没想着收买一下三通和严九仙 这俩可明显比他的追随者强啊 至圣大天魔 看着灵言等人眉来眼去 笑得特别开心 水妈 越混越好 轰轰轰 此时 进入本源之地探查的金丹修士 突然遭捡 他们才刚刚靠近本源 本源之中 就有一道道血色光芒冲出 却是血月伏地本源之中 生出了一根根血色触手 瞬间击穿了十几个金丹修士 血色触手抖动之间 十几个金丹修士 都是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身体以惊人的速度干扁下去 血月伏地的本源 被我们用数不清的尸体喂养过 不知道凝聚了多少恶修的邪念 加上血月伏地的大道 本就是杀戮大道的分支 如今之嗜血 天下都寻不出几个凶物可以比拟 不论是谁 一旦靠近都得被吸干 至圣大天魔 含笑解释道 如此说来 我们若是过去 下场怕是也好不到哪去吧 灵言问道 所以我们要等 我之前说过 血月伏地的本源 已经被我们恢复到伏地水平 实际上 它还没有真正蜕变 这就好比我们修行 明明已经圆满 只要不曾经历蜕变 就晋升不到更高的境界 眼下血月伏地本源 就是这种情况 我们只要等它进一步 汲取生灵之血 完成蜕变就行了 物极必反 血月伏地本源 一旦完成蜕变 就会从现在这个凶物 蜕变成天地之间 最精准的力量 这时候的本源 也是最好练化的 至圣大天魔 不紧不慢的道 学到了 灵言点头 毕竟当年的至圣大天魔 可是开辟出 那天地的狠人 对于伏地本源的理解 绝对登峰造极 总之 只要你们好好配合我 我就不会亏待你们 世间伏地那么多 区区一个 血月伏地本源算不得什么 但我恢复了 为你们寻来 其他伏地本源 不过是弹指一挥的事情 那天地 身外化身 都算不得什么 至圣大天魔 看着灵言 开始化饼 那就多谢前辈了 灵言拱手道 轰轰轰 此时 血月伏地本源 剧烈轰鸣 一重重血雾 瞬间收拢回归 又有几个被洞穿的 金丹修士 化为积粪 随着血月伏地 汲取生灵之血 自身竟然多出了 神圣的气息 散发出精纯无比的 大道真意 就是现在 至圣大天魔目光一亮 已然踏入本源之地内 轰 轰 轰 此时 其他三位城主 猛地出现在至圣大天魔前面 形如犄角之势 拦住了至圣大天魔 你们还有何事 至圣大天魔平静开口 大城主 我们三个想改一下之前的规矩 妙子在风情万种地 看着至圣大天魔 颠倒众生 哦 你们想怎么改 至圣大天魔一脸的温和 完全看不出怒意 重新分配本源之力 天意城主盯着至圣大天魔 怎么个分配法 至圣大天魔笑问道 竹岳死了 我们三人一人两成 您依旧是四成 血尸城主浑身紧绷 显然对至圣大天魔忌惮到了极致 呵呵 你们还真是让本座失望啊 至圣大天魔文言微微摇头 大城主 您并没有损失什么 我们多出来份额 是竹岳那份而已 妙子在笑迎您的道 其实他们想要的更多 此时却不得不退一步而已 谁能想到竹岳那个废物 会死在通道里 让人填了通道 不 你们错了 本座失望的并不是你们的背叛 至圣大天魔摇头 那是为何 天意城主咒眉问道 灵岩 若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做 提条件吗 至圣大天魔不曾回答 而是看向了灵岩 脑壳有包 都这会儿了 还提什么条件 肯定是抽刀子砍人啊 前辈 我会毫不犹豫地宰了你 灵岩笑迎迎地回答道 哈哈 没错 就是这样 至圣大天魔满意的大笑出声 我等身为魔 摒弃了所有的良知和先性 为的不过是让自身更强而已 只要有变得更强的契机 我们什么都可以抛弃 世界上就没有我们不可背叛 不可杀之人 如今 你们多了好几个强者相助 你们真正应该做的 从来不是和本座谈条件 而是见到本座的第一眼就拔刀砍人 弄死了我 你们就是这里的最强者 所以你们现在知道 本座为何失望了吧 至圣大天魔开口之间 体内威严轰然爆发 瞬息之间 天地变色 至圣大天魔身后 有一道魔影轰然降临 威夷绝世 狂傲自私 这才是真正的至圣大天魔 他的魔性早已到了极限 明明是魔 却给人一种至神至圣之感 只见至圣大天魔 毫不犹豫地一掌朝着三大成主 同时镇压而下 明明只是一掌而已 好像容纳着一方天地 气息明明只是金丹圆满 可是其中蕴含的大道真意 却早已不知超越了这个境界多少 自在天 石山血海 魔日横空 至圣大天魔刚出手 三大成主眼中也是凶忙毕露 妙子在头顶有一重天语浮现 里面竟是歌舞生平的异象 仔细看却会发现 所谓的歌舞生平 不过是数不尽的红粉骷髅 它们散发着颠倒众生的魅力 可以让天下人都为之清新 自在伐 自在伏地的无上绝学 也是古代最强神魂攻击之道 如今显然被妙子在修成圆满 以神魂之力构筑一重自在天 血尸头顶有石山血海的异象 拾起滔天 邪恶到极致 天异城主体内大道真意轰鸣之间 演化出一轮紫色大日 似乎可将千万里化为洞土 浩阳福地 天异城主乃是浩阳福地的强者 邪性得很 明明修行的 是治刚治阳的法门 却已治阳化之阴 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哼 可惜 他们的一切反抗都是徒劳的 治圣大天魔 魔之极致 治神治圣 魔掌压落 轻而易举地击穿了自在天 粉碎了石山血海 还捏爆了紫日 瞬间将三大成主大打飞了出去 破 三人倒飞之间大口渴血 一路上不知道撞烂了多少虚空 怎么可能这么强 三大成主稳住身形之后 连忙取出丹药服下 难以置信地看着治圣大天魔 他们知道治圣大天魔强 可是却没想到强到如此地步 他们之前还以为 四人联手可以吻杀治圣大天魔 竹岳可惜了 他脑子不太够用 可是论实力 却是你们之中最强 若有他在 你们倒是还能挣扎一二 治圣大天魔随口点评道 竹岳确实死了 我们却并非没有机会 你们还不出手吗 真以为他会放过你们 三大成主同时转身 看向周小白等人 此时 他们已经和治圣大天魔撕破了脸 唯一的依仗就是周小白等人 若是周小白等人愿意出手 他们就还有一战之力 嗨嗨 那啥 我们也投了 周小白等人笑一音的开口 而后身形一动之间 就和三通 严九仙等人一样 走到了灵年身后 操 你们忽悠我 三大成主 瞬间猛逼 言而无信 血氏盯着周小白等人 目光瞬间冷了下来 妙子再更是一脸蛊惑 啊 奴家的好弟弟 你们真的忍心 看着奴家被打死吗 妙子在最擅长蛊惑人心 如今一开口 当真是魅力无双 若是心性不足 怕是当场 就得沦为舔狗 阿姨 你就别在我们面前装弹了 我都要吐了 三通一如既往 杀人诛心 我不喜欢没有灵片的女人 来自八大禁区之一 天外天的子灵 也是补刀 这一下 妙子再的脸色 直接黑了下来 灵言 你和至圣大天魔 达成了交易 他自己刚刚可是也说 只要能变强 天下就没有不可背叛之人 你们该不会以为 人数多一点 就能让至圣大天魔守信吧 我们三个意思 你们认为至圣大天魔 会放过你们 天意成主冷笑着开口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灵言 你是信我 还是信他们 至圣大天魔 眯着眼看着灵言 当然信你啊 对了 你也放心 这会儿我绝对不会偷袭的 您就放心清理门户 灵言笑道 至圣大天魔 文言不由哑然失笑 这小滑头 他这话就差明说了 现在打三大成主的时候 他不会偷袭 一旦三大成主死了 怕是立马就会偷袭 你确实比他们三个 有意思多了 行 既然如此 本座就先解决了他们三个 再与你一同决定着本元的归属 你们的实力 确实有些出乎本座的意料 此地本元之力 应该重新分配 至圣大天魔无比强势 收回目光 直接看向三大成主 大成主 我们错了 我们不该给予本元之力 我们愿意臣服 本元之力如何分配 您说的算 三大成主健壮 全都服软了 只是一击 他们就可以确定 自己绝对不是至圣大天魔的对手 晚了 至圣大天魔摇头 其实本座的计划之中 一直没有你们 你们与那些铺路的材料 没什么不同 若是老实一些 本座不介意让你们吃点肉 如今 你们既然不满足 这肉本座 自然要收回来 哼 至圣大天魔开口之间 身形已然再次冲出 又是一掌压落而下 摧枯拉朽 势如破拙 哪怕只是简简单单的一掌 却打出了横压一切敌的压迫感 轰隆隆 三人抬手之间 各种法宝被他们打出 全力抗衡 可是根本无用 双方的实力差距太大了 至圣大天魔手掌压落 一件件法宝炸开 四分五裂 而后三大成主 再次被至圣大天魔打飞出去 为什么 大成主 你宁愿和这些外人 瓜分本元之力 也不愿意成全我们 我们这些年 一直跟着你执行计划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三大成主全都露出不甘之色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你们啊 只有弱者才会说这话 怎么还不懂呢 当年被八大禁区 七十二伏地追杀 我们不得不躲进这三不管洞天 本座与你们不同 本座从无怨恨 成王败寇而已 是本座既不如人 外界修饰如何 三不管洞天修饰又如何 只要你们有足够的实力 别说是由你们 来汲取这本元之力 就是让本座跟着你混 又能如何 可你们有这个实力吗 哼 至圣大天魔开口之间 又是一掌轰在天异城主身上 碰 只是一掌而已 天异城主的胸口 就被打得凹陷进去 肉身差点炸开 其实 你们也该庆幸 当年 陶禄三不管洞天 只有本座是真的强 而你们只是怕死罢了 若没有本座 你们早在黄泉做标本了 尤其是你 妙自在 男女斗聊 人畜不分 想弄死你人可真不少 哼 至圣大天魔 又是一掌 将从自己身后偷袭而来的 尿子在打得大口可血 拼了 大城主 你既然无情 那可就不能怪我们无意了 今日哪怕是便宜这些外来人 我们也必拉上 你做垫背 血尸愤怒开口 嗡嗡嗡 只见血尸开口之间 身上有一道道血色纹路浮下出 整个人的气息 也是随之疯狂提升 尸姐大法 这是黄泉的尸姐大法 严九仙脸色有些苍白 弄死竹岳城主的时候 他可是用了不少压箱底的秘法 如今气血两窥 走路都够呛 也多亏了三通能忽悠 二人才坐上了十六台大轿 勉强没露线 否则三通刚刚投的也不会那么快 没安全感啊 尸姐大法 这是什么法门 灵言好奇道 这是黄泉修士拼命的法门 可通过尸姐自身 让自己活获得至强的力量 这种法门消耗的是生命本源 若是生命本源耗尽之前 不能解决战斗 那就必死无疑 严九仙解释道 这样啊 天魔大哥 要我帮忙吗 灵言点头 而后就朝着至圣大天魔 喊了一嗓子 不用 垂死挣扎而已 若是我连他们三个 都解决不了 哪有资格和你们谈交易 至圣大天魔一笑 充满了无敌的自信 行 我们毕竟合作一场 有需要的话这个声 我可以帮你打一个 不能再多了 灵言笑道 看着吧 哄 至圣大天魔开口之间 直接冲向解尸 刷 此时 十二具尸体出现在血尸身前 这是血尸的底牌 他们都是合体修士的尸体 硬生生被血尸 逆练到了金丹境界 十二具尸体刚出现 就挡住了至圣大天魔 刷 而后 血尸就用尸解大法爆发急速 直接冲向伏地本源 拼命 傻子才真拼命 当然 是去伏地本源捞一把就溜 血尸想得倒是挺美 灵言可不会让他如意 哄 灵言一步出现在血尸面前 一巴掌就给血尸抽了回去 啊 血尸猝不及防之下 挨了灵言一巴掌 只感觉脑瓜子嗡嗡嗡的 都快炸了 血尸是真的惊了 也是真别屈 至圣大天魔他打不过 这灵言他也打不过 还是在尸解大法的情况下 天魔大哥 不用客气 都是该做的 灵言笑明你开口 放心 我不会和你客气 至圣大天魔目光很亮 太久了 他真的太久 不曾遇上灵言这样的对手了 上一次 还是面对藏仙古老谷主的时候 那一次藏仙古老谷主 借助数十位大臣剑修之力 斩出剑仙一剑 他原本是可以避开的 可为何要避开 那一剑 是你说遇到 就能遇到的 作为自认罗伏第一强者的 至圣大天魔 岂会错过那样精彩的一剑 来吧 使出你们的权力 让本作完成热身 对于灵言 我当真 是有些迫不及待了 至圣大天魔 看着灵言一巴掌 把师姐的血尸拍回来 心中已然改变了主意 瓜分伏地本源 这重要吗 根本没那么重要 相较于瓜分伏地本源 至圣大天魔 更渴望和灵言一战 既然如此 今日 我们就与你死战到底 一直以来 你都是第一 但是今日 我们要下课上 哄 哄 哄 三大成主此时也知道 他们不拼命都不行了 至圣大天魔 肯定不会让他们活着离开 伏地本源那里 又有灵言守着 他们想浑水摸鱼都不行 哄 血尸双手结印 周身有重重血雾浮现 被他用来抵挡至 圣大天魔的十二具尸体 竟然在此时融为一体 化为一套血色铠甲 覆盖在血尸身上 十二是神甲 十二是神甲一出 七大禁区弟子 都是露出金融 十二是神甲 乃是血尸自创的先平法门 以十二具尸体为主体 以百万生灵之血 之魂 之力淬炼为一体 可让血尸短暂 进入寂静状态 寂静 是所有修饰渴望的境界 古往今来 不论多么惊艳的修饰 至多也就维持一时半可 真正能一直驻足于 极尽的修饰 万古无一 灵炼之前 也就出过一个石金仙 五大乘主 除却至圣大天魔之外 全都有秘法 可以短时间进入极尽状态 至于至圣大天魔 可就厉害了 他算半个 他开辟魔国那天地 那天地不崩 他就一直是极尽 也只是比石金仙差了半仇 血尸的极尽之法 就是十二世神甲 大天魔 当年世间都认为 你是第一强者 只因你可以一直驻足极尽 如今 你莫国都被剑线一剑破了 还摆第一强者的谱 我是不服的 极尽而已 谁没有 妙子再也不再昧笑 反而多出了一种 难言的强者气魄 哦 妙子在开口之间 眉心裂开一道口子 里面有绚丽的光芒飞出 隐隐有千万神魂哀嚎之音 射人心魄 渡仙诀 仙品极尽法 传闻连仙人都可以度化 严九仙开口 是啊 这些年 我们一直奉你为大成主 今既然走到了这一步 那就试试看 我们之间到底谁最强 天异城主服下一颗丹药 身上的伤势瞬间痊愈 只见天异城主 一拍自己的空间法宝 里面有数不清的魂魄飞出 被天异城主吞入口中 而后化为神魂之火 覆盖全身 神魂之火加身 这是最邪恶的极尽法 以亿万生灵之魂 成全起身 周小白眯着眼开口 这一刻 三大成主身上 全都散发出极尽之力 他们要以巅峰状态 和至圣大天魔爵生死 终于 在生死大恐怖之中 他们重现了当初 上古大魔应有的气魄 管他是谁 到时候统统打死 三通嘴上依旧不含糊 手里却把仙顶扣得死死的 这就对了 你们若是早有这种下课上的无畏 本座也不至于看不起你们 也许你们还能听到 本座自称为我 至圣大天魔大笑着冲出 至此 众人才注意到 至圣大天魔 在面对四大成主之时 从未自称过我 都是自称本座 只有面对他认可的灵言时 才自称为我 这是一种平等的态度 哄 至圣大天魔身后 魔影冲天 威夷绝世 冲进三人之中 就一脚跺下 轰鸣声惊天动地 三人都感觉一股至神之圣的大道 潮汐汹涌而来 要祭灭一切 杜仙 哄 妙子在率先出手 他眉心有无尽仙光飞出 强大无匹的神魂之力 似乎要将所有人的神魂 全都震出魂海 强如至圣大天魔 也出现了一瞬的尸神 却只是一瞬间而言 刷 至圣大天魔立刻清醒过来 眼中有神焰在燃烧 而后一指点 在妙子在眉心之上 碰 一指出 妙子在的目光就暗淡下去 眼睛失去了光彩 而后身体直挺挺地倒下 无了 妙子在 曾经的河道大城 面对十几个大城的追杀 依旧能扬长而去 而今以极尽之力出手 却依旧被一指毙命 是神 此时 身穿十二世神甲的解尸 正好一指 洞穿了至圣大天魔的肉身 直击至圣大天魔的心脏 血尸指间 有强悍的湿气在凝聚 击穿至圣大天魔心脏之后 有湿气以惊人的速度 蔓延至圣大天魔全身 可这依旧无用 破 至圣大天魔 眉头都不曾皱一下 而是病指如剑 将血尸的脑袋削了下来 以我之火 粉你之躯 以我之火 灭入之魂 天意诸仙 哄 此时 天意成主送念真经 而后一掌轻飘飘地 按在至圣大天魔后背上 只是刹那而已 至圣大天魔的生命本源 就被点燃 哄 至圣大天魔生命本源 被点燃的瞬间 至圣大天魔体内 就爆发出滔天的魔威 一举将身上的生命之火熄灭 破 至圣大天魔再次出手 一拳将天意成主胸口击穿 粉碎了天意成主的心脏 嘎嘎嘎 此时 天意成主却发出怪异无比的笑声 一把将至圣大天魔的手臂抓住 大成主 我的火 你真压制得住吗 天意成主开口之间 原本被至圣大天魔压制的生命之火 竟然再次燃起 瞬间覆盖至圣大天魔全身 什么 至圣大天魔眼中闪过一抹一色 手臂一阵之间 就将天意成主的身体震碎 燃魂 灭身 天意大受益 哄 天意成主被震碎的瞬间 竟然依旧有声音传出 而后天意成主四分五裂的身体 再次融汇在一起 化为一枚印记 烙印在至圣大天魔手臂上 至圣大天魔神色微微一变 目光剧烈变化 而后就露出淡淡的笑容 原来你才是四人之中最强的一个 藏得还真够深的 至圣大天魔嘴角扬起一抹淡淡的笑容 而后看向灵言 灵言 看来你我之间得有一场死战了 是啊 只能是死战了 灵言也是摇头一探 至圣大天魔吃大亏了呀 为何要死战 前辈 我们完全可以坐下来 好好谈一谈 三通眨着眼说道 三通并不知道 至圣大天魔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过他有一种直觉 就是多拖延一点时间 至圣大天魔就得嘎 没得谈了 若是我杀不死你们 就真得死在这里了 不过也不错 当年藏仙古老鬼 虽然击败了我 可我打得不爽力 毕竟他借住了外力 灵言 可是你不同 你绝对有与我比肩的实力 不论会不会死 只要能与你一战 我就知足了 八大禁区 种中枯骨 七十二伏地 无胆匪泪 世间英雄 你我而已 至圣大天魔道 他现在只想全力一战 因为他大县将至了 原本至圣大天魔 就已经活了漫长的岁月 虽然不曾达到大县 却也没多少时间了 不过却足以他逃出去 重修到大成境界 甚至依靠绝世伟力 抗衡天人武衰 更何况 他还有魔国那天地 他在星空圈养了亿万生灵 若是将之纳入魔国 甚至可能摆脱兽元的限制 魔国不灭我不灭 算是另类成仙 这是至圣大天魔 作为千古一人 开辟内天地之法的最终效果 可摆脱兽元限制 结果他也没想到 一向实力最低的天异城主 居然是一个隐藏的老鹰逼 居然点燃了他的生命本源 燃烧兽元 三炷香 此时至尊大天魔 只有三炷香时间 必须在三炷香时间内 汲取本源 开辟内天地 方可活命 否则大现一道 天人武衰降临之下 至圣大天魔 必将当场陨落 灵言也是看出了这一点 才会说只能死战了 不战干啥 你一个将死之人 难道还想谈条件 哄 一口大印 被至圣大天魔持在手中 灵言 我时间不多了 不磨叽了 开打 至圣大天魔看着灵言 目光灼灼 我先来 我倒是要看看 至圣大天魔 到底是不是真如传说中一样强大 三通顶着仙顶就冲了过去 一边玩去 哄 哎哟 结果三通还没冲过去 至圣大天魔就拎着大印 给他轰进了地下 三通疼得嘴歪眼斜 在难维持之前的人妖形象 显出了原形 仙宝有个屁用 威力你又发挥不出来 至圣大天魔粗也开口 显然开始放飞自我了 晚辈有一剑 也想请前辈赐教 严九仙也开口了 落霞剑被他持在手中 隐隐有一道飞仙之影 在严九仙身后凝聚 你能杀得死逐月 能在你这个年纪 体悟出飞仙剑意 确实很不错 你未来的成就 当在那个老鬼之上 但是现在依旧不行 至圣大天魔对严九仙 就客气多了 谁让三通那么猥琐了 请前辈赐教 斩 严九仙落霞剑猛地挥出 一道剑光若天外飞仙 化为飞仙之影 杀向至圣大天魔 当 至圣大天魔手中大印一挡 就抵住了严九仙那一剑 大印轰鸣 有百万生魂在咆哮 让严九仙如遭重击 瞬间后退 等严九仙落地之后 脸色又白了几分 刚刚的恢复丹药 算是白痴了 这是什么力量 严九仙惊悚开口 当年你们藏仙古那老鬼 借力破掉了我的内天地 这大印 就是内天地的残余炼之而成 虽然已经不负 曾经亿万生魂之力 加深的效果 可在金丹境界 用用也足够了 至圣大天魔开口道 厉害啊 没想到天魔大哥 一人独占 灵严笑道 打他们三个 用不用这内天地印 并无区别 至圣大天魔摇头 即便至圣大天魔 既出这内天地印 也挡不住天意成主 点燃生命本源之法 天意可太阴了 灵严 我的底牌已经出了 你不打算 让我见见你的底牌吗 至圣大天魔 饶有兴趣地看着灵严 既然如此 那就如天魔大哥所愿 哼 此刻 九霄剑侠被灵严猛地插在地上 有无穷无尽的剑光 从灵严体内席卷而出 大天魔淹没 哼 灵严见一爆发之间 严九仙等人全都后退 周身大道真意汹涌 坑枪而鸣 唯有三通惨叫着 从坑里飞出 召回仙顶 护住自身 这么强的吗 一群人都是惊叹开口 只能尽力突破了 同镜之下 我们永远达不到灵严的高度 严九仙无奈摇头 原来灵严面对他们的时候 都只是随意出手而已 可对他们而言 就已经是不可企及的极限 如今灵严真正的实力 在面对至圣大天魔这样的千古一人之时 才真正展现出来 对 就该这样 至圣大天魔目光灿烂如星辰 世上还有什么 比喻上这样一个对手 更能让人欣喜若狂 争 争 争 九霄剑侠 六剑齐飞 悬浮在灵严头顶 剑衣汇聚之间 如同六重天界一般好汉 来 让我看看 你这六剑齐飞 达到了何等地步 哼 至圣大天魔头顶魔影 手持内天地印 抬手就朝着灵严压落而下 行 哼 灵严捏起一道剑绝 六剑如同六重神霄一般冲出 宣泄在那天地印上 本源之地轰鸣 虚空崩面 两人只是试探性的一击 就打出了力量朝西 有剑一纵横而出千万里 本源之地本就紊乱的虚空 都是在此事成片的塌陷 快进来 别掉进去 三通吓了一跳 全力撑开仙顶 将岩九仙等人护在其中 当仙光消散 九霄剑侠前六剑已经回到灵严头顶 而灵严脚下的虚空 裂痕如同珠网一般蔓延开来 灵严脚下 有虚空真意在流转 可确保灵严 不会被虚空吞噬 至圣大天魔持着那天地印的手掌 微微颤抖 散发出毁灭之光 杀 短暂的沉静之后 灵严和至圣大天魔同时开口 而后两人同时冲出 灵严施展虚空真意 速度快到极致了 如同在虚空之中穿梭的神灵 至圣大天魔踩着霸道无双的步伐 看似缓慢 实则定住了虚空 将灵严逼出 当 哄 两人对决在一起 九霄剑与那天地印接连冲撞在一起 打出了蔑视的力量 碰 两人对决之间 灵严一道行云掌 将至圣大天魔打得倒飞而出 撞在一条通道上 瞬间就让通道轻塌 碰 还未等灵严追击 破碎的通道之中 一道拳印逆着虚空冲出 轰在灵严胸口 将灵严打得倒飞而出 哄 而后两人同时冲出 再次搏杀在一起 痛快 此时的灵严 只感觉心中痛快无比 同镜之下 能肆无忌惮地出手 这感觉当真是痛快到极致 至圣大天魔更是战意沸腾 压力 至圣大天魔 极其享受灵严带给自己的压力 压力越大 潜力越大 至圣大天魔 当年走的就是无敌路 得罪的人极多 不知多少次打了小隐出老的 差点被打死 可他却一次次地活了下来 还越来越强 顺手就把之前追杀自己的老的 给弄死了 终于 能带给至圣大天魔压力的人 越来越少了 直到再也寻不到 这就是至圣大天魔 曾无敌于世间 藏仙古老谷主 也是借助几十个人联手 才破掉了至圣大天魔的那天地 如今 退回金丹镜 至圣大天魔 终于再次感受到了 无与伦比的压力 林爷 九霄剑侠 终究只是传承之物 而非真正的法宝 一个剑修手里 没有一把握着的剑 终究还是不行 哄 至圣大天魔至神至圣 那天地印再次镇压而下 自身与法宝完美契合 这一次 却是将九霄剑侠前六剑 全都打飞出去 林爷也是不由自主地后退 肉身轰鸣之间 林爷体内的造化骨发光 化解着其中的力量 手里握着的剑 我也是有的 此刻 一把透明的剑 已经被林爷握在手中 我有一剑 以心为剑魂 以道为剑骨 以意为剑身 正 林爷开口之间 透明长剑上有诸多道痕浮现 散发出图神面膜的气息 以心为剑魂 以道为剑骨 以意为剑身 至圣大天魔心神大震 心中似乎有诸多名物浮现而出 再来 哄 林爷盯着至圣大天魔 手中心剑再次挥斩而出 这一剑 由心而发 汇聚林爷一身大道真意 震道 单道 飞仙之道 这是林爷荣惠全身之力的一剑 为至强之剑 哄 剑光横空 虚空同措 一切都在这一剑之下 黯然失色 当当当 三通等人头顶的仙顶 更是战力不休 那是被剑意激荡之后 自行复苏 抵挡剑意 可即便如此 众人依旧有肉身被割裂的感觉 很好 至圣大天魔不禁反喜 手中内天地印百万生魂全部复苏 隐隐化为一个大世界 横在至圣大天魔面前 这是至圣大天魔至强的力量 以内天地之力贯注于自身 而今 他将残存的内天地之力 催动到了极致 破 可就是如此牢不可破的力量 在对上灵言这一剑的瞬间 就直接被撕裂了 一剑戳 大世界一分为二 当 而后清脆的声音响彻之间 至圣大天魔手中的内天地印 一分为二 破 内天地印崩灭的瞬间 至圣大天魔的身体 同样交错开来 这一刻 天地似乎都静止了 只剩下一道灿烂的剑芒 催哭拉朽一般冲出 而后轰的一声 斩在伏地本源之上 死死死 我的三舅老爷 这是至圣大天魔呀 竟然被一剑给劈了 三童等人全都眼皮子一跳 瞠目结舌地看着身体交错 一道血线 从眉心一路贯穿到小腹的至圣大天魔 不对劲 灵言微微挑眉 很不对 至圣大天魔 应该被自己劈死了才对 怎么在那一分为二的躯体内 隐藏着一股隐晦无比的生机 卧槽 这可是至圣大天魔被活劈的画面 必须得留念啊 三通反应过来 就要冲过去录像 小心 灵言提醒 严九仙等人 也是在三通冲出的一瞬间 猛地变色 可是晚了 哄 只见本该死去的至圣大天魔体内 突然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威严 威严爆发之间 一股神妙到极致的道运 从至圣大天魔体内扩散而出 不过一瞬 至圣大天魔身上的伤势就愈合了 啊 我在草 三通一声惨叫 又被至圣大天魔的气息给打回来了 显然 至圣大天魔看他很不爽 直接把他倒栽葱插进了地里 至圣大天魔内天地法 这是超脱了 三通等人不知道至圣大天魔是怎么回事 灵言可是太清楚了 至圣大天魔内天地法 乃是至圣大天魔的极尽法门 也是世间最强的极尽法门 如此 也足见至圣大天魔的大方 之前大手一挥就送灵言了 这法门修成本就极难 还需要以伏地本源作为材料 方可筑成内天地 如今道好 至圣大天魔从灵言那一件之中 悟出了心道 将至圣大天魔内天地法超脱了 此时的至圣大天魔早已超越了之前 轰隆隆 至圣大天魔大道真意凝聚 头顶隐隐有一方天地创世 那天地之中有数不尽的生灵诞生 膜拜 林师弟 这到底怎么回事 要不 你趁着这个时候 把它劈了吧 话说回来 此时的至圣大天魔 你还劈得动吗 严九仙等人全都盯着灵言 可怕 此时的至圣大天魔 气息太可怕了 比起之前来 不知道强横了多少 金丹金剑 没有我劈不了的人 就他会突破啊 灵言寻思 是不是直接劈了这个装逼犯 刷 此时 至圣大天魔双猛猛地睁开 眼中似乎容纳了一方世界 他看向灵言的目光 很复杂 若不是你这一剑 我还意识不到 自己原来的路子是错的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至圣大天魔一开口 就把灵言拦住了 行家一伸手 就只有没有 打不过 根本打不过 一直以来 至圣大天魔多多以为 开辟那天地 必须要扶地本源才行 甚至在那天地被破之后 他还铸造了那天地印缅怀过去 如今让灵言一剑 砍了之后 他反而看开了 向死而生 普尔厚利 依靠伏地本源开辟的那天地 终究是靠不住 真正的那天地 当以自己的大道之力 在自己体内 开辟出一个世界 不假外求 欠我一个人情 那大哥你说说 这人情 你怎么还 灵言眨着眼 好像刚刚把至圣大天魔 一分为二的 根本就不是自己 确实得还 至圣大天魔认真地说道 作为回报 我就把你视为此生最大的对手吧 灵言文言 又把新剑掏出来了 你再想想 好好的 怎么老打打杀杀的 年轻人别这么大火气 你想想啊 你是不是好久都没打这么爽了 对我们来说 限制我们的只是境界 论对道的认知 早就不知超出境界多少了 境界是桎 也是牢笼 大成圆满 到时候 咱们再一战 至圣大天魔笑道 行 那我暂时不批你了 灵言也是认真点头 这两人 真能装 就是 只是我有种真被装到了的感觉 严九仙等人都是一脸无语 两人 一个是罗浮修士 一个是千古第一魔 本该决一死战 结果 却惺惺惺相惜上了 好的仿佛穿一条裤子 行了 还装上了 不就是想让我淬炼本源吗 你又不会 至圣大天魔 冲着灵言翻了个白眼 而后伸手 就朝着福地本源抓去 遮天魔手落下 开始以一种玄妙无比的方式 提炼福地本源 你想让三不管动天瓦解 好趁机逃跑而已 怎么还把锅甩我头上了 灵言也翻了个白眼 行了行了 虚伪 是是是 是我抢逼着你们几个 炼化福地本源的 你们百般无奈之下 被我这个千古第一魔给抢破了 行了吧 至圣大天魔 直接破罐子破摔了 灵言 我的至圣大天魔内天地法 虽说还要破耗力 可你也得先有才行 以你的资质 四成福地本源就够了 剩下的六成 就便宜他们吧 世上真正的顶级强者 越多才越有意思 至圣大天魔开口之间 福地本源就被他彻底熔炼 分为十分打向灵言等人 哼 此时 随着福地本源被瓜分 三不管洞天猛的一颤 而后轰然崩塌 怎么回事 虚空怎么突然炸开了 不好 三不管洞天在崩溃 此刻 遍布三不管洞天的虚空裂痕 以惊人的速度扩展开来 而后整个洞天轰的一声开始瓦解 卧槽 瞬息之间 数不清的虚空节点浮现 洞天之中 不知道多少修士 被吸入其中 真崩了 此时 正守着三不管洞天的大城修士 也是腾空而起 一脸怪异的看向三不管洞天 只见虚空之上 数不清的阵纹突然亮起 而后暗淡下去 这是七十二伏地 八大禁区强者 在这里布下的阵法 随着三不管洞天的瓦解 而失去了效果 不止如此 原本藏匿于大地之下 数不清的尸骸 全都在此时浮现出 爆发出冲天的尸气 连原本守护绘土之城的两个大家伙 也开始全面复苏 两具大城圆满尸体 祭练成的傀儡 眼中绿光暴射天穷 照亮了虚空 散发出让人惊悚的凶煞气息 除此之外 数不清的虚空节点 在此时炸开 只见一具又一具尸体 从虚空节点之中冲出 大城尸骸 这些全都是大城尸骸 都是之前死在本源之地的 大城二十身留下的尸体 他们的尸体 全都做了手脚 如今都炸尸了 强大的气息 横扫九天十地 这么多尸体都炸尸了 此刻 守着三不管洞天的大城 人都骂了 天杀的晦土之城 是真能搞事啊 一时间大城修士都愣住了 不知道是先救人 还是先镇压尸骸 妈的 先镇压尸骸 丢在虚空的修士又死不了 可以慢慢找 这些尸骸一旦逃出去 可就要掀起天大的波澜了 大城修士稍作犹豫之后 威严就于刹那间 笼罩崩溃的三不管洞天 同时发出讯号 无尽艳采于刹那之间 冲上亿万天穷 果然 我们天机堂的推演 从不会出错 三不管洞天的大限到了 不过无所谓 那几个家伙 怕是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天机堂之主 远远地看着 三不管洞天上空的求援信号 直接收回了目光 嘴角带着几分戏血 灵言 大哥 我先走一步 等你什么时候进了星空 我再好好招待你 至圣大天魔剑时机已到 反手就取出了一卷卷轴 时空之力 卷轴蕴含时空之力 裹着至圣大天魔 随时可以离开 天魔大哥 你过分了呀 你要走可以 好歹把附近的尸骸 给我安抚好啊 灵言看着四方 群魔乱舞的尸骸道 三不管洞天崩溃 如今也只有这本源之地 还算稳定 没有彻底崩盘 没辙 安抚不了一点 至圣大天魔贪手 这些尸体 全都是血尸负责祭练 再由贺轩布阵 需要两人同时控制 这是贺轩和血尸 为了保命形成的平衡 结果血尸 死在了我手里 贺轩被那憨皮给埋了 所以这些尸体 已经完全不受控制了 至圣大天魔 一脸爱莫能助 他是很强没错 可是对御师一窍不通 当然 如果他学的话 一定是可以学会的 只是对他这种 信奉自身无敌的人而言 才看不上这样的外力 当然 你们可以放心 当时为了能有足够的时间 炼化本源 贺轩和血尸 对这些尸体下了手段 他们不会对本源之地出手的 你们加油 送 至圣大天魔说完 裹着卷轴就消失不见 直接跑路了 三通 你个混蛋 早跟你说了 贺轩留着有用 你非得埋了 炼九仙瞪着三通道 原本炼九仙是打算留下贺轩的 毕竟这家伙 一看就和施阵有关 谁知道 三通一打起来 直接杀红眼了 如果说竹岳城主 是炼九仙率领众人围殴死的 那贺轩就是被三通 用仙顶活活砸死的 怪我了 血尸还是至圣大天魔杀的呢 你刚刚怎么不骂他混蛋 三通反驳的有理有据 哄 此时 灵眼体内有一股神妙到极致的气息浮现 隐隐有一方世界 在灵眼头顶出现 内天地 灵师弟都把内天地开辟出来了 我们还在吵 有这时间 还不如抓紧时间修行 一群人看着灵眼 已经开辟出内天地雏形了 一个个都是连忙收敛心神 炼化体内的本源之力 哄 哄 哄 与此同时 负责守护三不管洞天的大城 以一敌数十 都快把自己打懵了 那是数十具大城尸骸 特别是绘土之城 守城那两个大家伙 更是强的离谱 明明只是尸体 却依旧有大城之力 虽说守护三不管洞天的大城 实力不弱 那些尸骸伤不到他 可是挨揍也疼啊 更何况 他还得封锁虚空 不让那些尸骸冲出去 支援呢 怎么还不来 大城修士再次硬汉了 两个大家好一击 却是被打飞出去 而后数十具大城尸骸 就围了上来 来了 此时 一道霸道到极致的声音 远远传来 下一瞬 虚空炸开 一道镇压一切的掌印 从虚空之中冲出 只是一掌而已 就将冲过来的数十具尸骸 瞬间打翻出去 哄 几十具尸体被打翻之间 一道狂傲自私的身影 已经从虚空之中冲出 石金仙 负责镇压三不管洞天的大城修士 看着石金仙 脸色就是一黑 擦了 这一段时间未见 这石金仙的实力又提升了 刚刚这一掌 修为稍低一些的大城 还真扛不住 好 惠土之城两大守护尸体长啸之间 已经冲向石金仙 两具尸体安能翻天 别说你们就是个死东西 活着本座照样镇压 石金仙一头黑发飞扬 霸道到极致 碰 石金仙一脚踏出 直接将其中一具 大城圆满尸体的脑袋踏爆 哄 大城圆满尸体淬炼而成的傀儡 轰然炸开 石金仙又是一拳打出 第二具大城圆满尸体的胸口 瞬间被轰出一个大洞 而后身体直挺挺地坠落 不堪一击 石金仙连杀两具尸体 而后身形一闪之间 冲向几十具 已经再次爬起来尸体 不好 守护三不管洞天的大城修士 刚松了一口气 结果就发现自己分心之下 却是有数百尊合体 渡劫的尸体大军 要冲出三不管洞天所在的区域 要是被跑出去 这还得了 什么土鸡娃狗 也敢放肆 此时又是一道声音响彻 而后一个白发飞扬 风神如玉的人影 已经挡住尸体大军 王师道 挡住尸体去路的 赫然是把各家掌交耍得团团转 而后逃之夭夭的王师道 我已一指断乾坤 王师道迎风而立 道袍飞扬之间 眸光如电 只是一指点出 就有诸多大道争议汇聚于一指 哄 刹那之间 天崩地裂 只见密密麻麻的尸体大军 瞬间被指印掀翻出去 一句句尸体还未落地 就已经炸开 还得是我 虽然这么多年未曾出手 这杀人的本事 倒也不曾落下 王师道满意地点点头 难怪天机堂那边说 援军已经在里面了 原来无量山有这么多人 都在这三不管洞天内 负责守护三不管洞天的大城 远远地看着王师道 微微有些咬牙 无量山 这一脉全都是怪物 石金仙 杀大城尸体如土狗 王师道 明明刚续上段路 而经不过合体而已 却能越级横扫一片 其实 无量山来这里的人 可不止王师道和石金仙 此时另外一个方向 一名气质不识人间烟火的女子 已然拦住另外一批尸体大军 顾流言 女子正是顾流言 只见顾流言站于虚空 面对汹涌而来的尸体大军 眼中闪过一抹灿烂的光 大河之剑添上来 只见顾流言并指如剑 猛地回落而下 天空之上有紫色财气 横空百万里 如同一条紫色大河奔腾而来 紫气奔腾之间 化为一道紫色大剑 斩落而下 哄 只是一剑 汹涌而来的尸体 就被斩了得干净 我不喜欢动手 但是不代表我不会 顾流言嘴角一撇 还冲着远处的王尸道 和石金仙眨眨了眨眼 九师兄 那里 那里还有一片尸体大军 此时 黑月十二指着远处 一大片尸体大军 兴奋开口 那里的尸体 足足有上百具 从金丹到渡劫全都有 奇怪的是 那些尸体全都盘系而坐 都不带动弹的 特别是中间的那一具尸体 竟然还穿着假皱 不对 不是尸体 那铠甲之中 根本没有肉身 只有一团光团在闪烁 行 那咱们就把这些尸体 全都给灭了 方正直接朝着 上百具尸体重出 方正师兄 住手 此时 居中的假皱尸体 发出了让方正 和黑月十二熟悉的声音 老帅 那东西会说话 方正说道 是啊 声音还挺熟 黑月十二点了点头 我不是东西 我是谢长安 此时端坐在尸体之中的 谢长安 连忙说道 谢长安 你这是怎么回事 方正一听 好像还真是谢长安 这家伙 不是跟着灵言吗 怎么坐在一群尸体之中啊 别提了 都是贪心惹的祸 谢长安苦着脸开口 谢长安被灵言打进尸堆之后 就感觉自己的人生巅峰要来了 一开始 谢长安还能忍得住诱惑 只对金丹 原因禁忌的尸体下手 可是慢慢的 谢长安遭不住了 那么多杜结尸体啊 自己要是不练话一两句 做梦都得哭醒 谢长安贪心之下 就搞了几句杜结尸体 可是这一搞 就彻底坏菜了 尸体之间的阵法 不知道怎么就被出发了 现在他谢长安成了阵法的阵眼 那些围绕的尸体 时不时的就有化为诗文的 然后烙印在谢长安身上 要知道 之前这里的尸体 可不止百句 而是更多 此时已经有十几具尸体 化为诗文 烙印在他身上了 谢长安感觉再来几具尸体 自己就得被撑爆了 到时候 信信苦苦练化的尸体 就全白瞎了 原来是阵法呀 那我们可就帮不了你了 方正摇头 阵法 我也不会啊 林岩师弟 快找林岩师弟 他肯定有办法 谢长安着急开口 小师弟 方正挠了挠头 看向本源之地 此时那边大道之光冲天 显然林岩等人 正处于修行的关键时刻 这样吧 我帮你找老二 方正一拍手 就有了主意 老二 谢长安一愣 你说的是号称 一毛不拔削八皮的肖沧海 没错 就是他 方正点头 他好像很贵啊 谢长安有些迟疑了 肖沧海 他听说过 据说此人一向口疏 只要是能自己赚的 外人一个子都别想赚 自家老师 好像还被肖沧海坑过 至今耿耿于怀 还行吧 老二出手 一向很实惠啊 方正满不在乎的说道 反正他从来没花过钱 你别骗我 谢长安将信江仪道 骗你干嘛 我这就通知老二 方正说着 取出传讯预检 就给肖沧海传了信息 二哥 有事相求 方正道 一箭神宝 肖沧海很快回应 你看 实惠吧 方正道 一箭神宝 确实不贵 谢长安一愣 不过 你们都没说什么事情啊 谢长安胡一道 不用说 逗一个价 方正道 未知 肖沧海问道 三不管洞天 方正道 马上到 肖沧海留下一句话 就没了声音 金丹五重 金丹六重 金丹七重 此时 林延在本源之力的加持下 修为接连晋升 每一个小境界的突破 都是根基完美之后 水到渠成自然突破 而这只是表面上的突破而已 林延神魂金丹之内 已然开辟出了一座神魂天地 林延的神魂天地 比起至圣大天魔的那天地 有着明显的区别 至圣大天魔重开那天地之后 里面有万千生灵 在凝聚诞生 顶礼膜拜 林延的那天地之中 气象万千 完全模拟出了一个小世界 却并无生灵诞生 我这神魂那天地 之所以做不到诞生生灵 应该是我对大道的体悟还不够 林延私存自语 林延虽然同境无敌 可以压制至圣大天魔打 可是论对的体悟 比起曾经是和道大成的至圣大天魔 自然还是远远不如 区别不止如此 天魔大哥开辟的那天地 是在气海金丹之中 我则是在神魂金丹之中 不过这也正常 天魔大哥修的是灵气金丹 他也没撒金丹 我是三元金丹 理论上来说 我可以开辟三座那天地 林延心思电转 目光大亮 开辟三个那天地 这想想都给力 此时的灵延似乎有些明白 为何至圣大天魔什么都不在乎 只在乎自己的修为了 这种诱惑太大了 本源这种东西 用来开辟那天地 终究还是有些大材小用 杀鸡取卵了 灵延摇头 一道福地本源 可撑起一个福地 可供千秋万代的弟子修行 用来开辟一两座那天地 可着实是有些浪费了 灵师殿 咱们罗夫的福地动不得 不是还有其他地方吗 炎九仙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灵延身边 金丹六重 此时 炎九仙也完成了登基重铸 虽说不曾开辟那天地 却也达成了蜕变 其他地方 灵延目光一亮 比如说星空 炎九仙目光深邃地说道 星空之中 特别是一些远古星辰 都有着星辰本源 星辰本源的效果 其实和福地 动天本源差不多 特别是一些上个纪元留下的远古星辰 据说比福地本源还好 别看那些远古星辰 生命凋零 灵气枯竭 本源却完美地保存了下来 我们若是想开辟那天地 其实可以进星空 炎九仙道 若是如此的话 开辟出那天地的修饰 应该是不少吧 灵延好奇地问道 错 很少 三通也飞山来 这憨批 虽然在至圣大天魔手底下吃了大亏 但是好处可没少拿 而今 那也是金丹五重了 为何 星空之中 既然有星辰本源 那么开辟那天地 肯定会容易很多 灵延道 第一 内天地之法 其实很稀有 只有古老年代的修饰会 其中大部分 还是恶修 这些恶修 又以至圣大天魔 对内天地之法 最为擅长 其他掌握有内天地之法的恶修 在当年一战之中 几乎都死了 再说 很多内天地之法 并不算强 强的只是至圣大天魔 内天地法而已 第二 内天地之法 对于肉身要求极高 试想一下 开辟出内天地 等于是背负着 一座伏地而战 带来强大战斗力的同时 附和也是惊人的 因为修行内天地之法 导致自身肉身崩溃的 也不在手术 诸如此类的原因之下 其实开辟内天地的修饰 少之又少 反而是用星辰本源 淬炼身外化身的修饰有很多 据我所知 你们无量山的合体 人均好几个 用星辰本源淬炼出来的身外化身 更别提金仙道君他们了 严九仙有条不紊地说道 自从严九仙等人下山过之后 很多东西长辈们 都不再瞒着他们了 会尽可能地完善 他们的知识储备 远古星辰吗 灵炼闻炼 对于星空 也是有些期待起来 那个 小师弟啊 这里有个小家伙 说是你的生死兄弟 想让师兄我给他打个折 你要不要乖看看 此时 灵炼的传讯预警 突然亮了起来 灵炼拿出来一看 却是萧苍海 给自己发了消息 生死兄弟 谁啊 灵炼一愣 他说 他叫谢长安 萧苍海再次传讯 是谢师兄啊 那就打骨折吧 灵炼笑道 打骨折 不错 这个可以有 萧苍海目光一亮 还是小师弟会说话 之前一个批发 就让自己惊为天人 如今一个打骨折 更是说到自己心里去了 二师兄 你悠着点 我们一会儿去瞅夜 灵炼笑着结束了传讯 灵师弟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附近 逛逛再过去 三通恶趣味地说道 让你压之前挤兑我 这一次 还不得把你的腿给折断了 那我们慢点走 灵炼笑了笑 领着众人离开 怎么样 灵师弟是不是都和你说了 我们真是生死兄弟 此时 坐在上百具尸体之中的 谢长安真灵 一脸笃定地说道 你与小师弟 是不是生死兄弟 小师弟倒是没说 倒是打折的事情 小师弟说 可以 萧苍海眯着眼笑道 我就说 灵师弟靠谱 怎么样 打几折 谢长安文言顿时心里打定 打骨折 萧苍海打量着谢长安真灵 寻思着自己要怎么打 才能让谢长安骨折 打骨折 不行不行 萧师兄 我是真灵 你打不了骨折 谢长安文言 感觉人都骂了 真灵都不放过 放心 你这阵法 我已经摸透了 若是我没猜错的话 这阵法 应该是和轩布置的吧 萧苍海饶有兴趣地说道 对 谢长安点头 那就对了 我曾经研究过贺轩 此人是三仙殿三大堂口之一 气堂之主 不论是炼气还是布阵 造诣都是首屈一指 不过实际上 贺轩对黄泉的御师之道 也是极为擅长 萧苍海道 贺轩还会我们黄泉的御师法门 谢长安一乐 当然会 你可别忘记了 贺轩当年可差点就是你们黄泉的女婿 当年若不是事发了 他与君碧落可就结为道理了 萧苍海道 君碧落 你怎么知道这些 谢长安听的一愣一愣的 君碧落 论辈分与这一代的黄泉之主是同辈 乃是上一代黄泉之主的女儿 一直被镇压在黄泉望穿八百万里黄沙之中 感情还有这差 你忘记了 我家流言师妹是干什么的 萧苍海当场就把锅甩给了顾流言 贺轩 君碧落 这八卦可是黄泉的逆龄 虽说知道内情的修士不守 可是敢说出来的真没几个 但是巧了 天地学功之主就知道 一顾流言和天地学功的关系 自然是清清楚楚 一顿天魔酒的事 难怪 谢长安恍然大悟 当年也是君碧落暗中相救 贺轩才能从三仙殿的仙牢之中逃出去 用的秘法还是你们黄泉的金蝉脱鞘 萧苍海道 怪不得 怪不得当年贺轩都被关进仙牢了 还能跑出去 谢长安一切都明白了 君碧落救出贺轩之后 两人就开始亡命罗浮 据说在此过程之中 两人将黄泉的御师术和阵道进行了结合 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激进法门 萧苍海解释道 新的激进法门 那是什么 谢长安完全被勾起了兴趣 不知道啊 这法门叫什么 只有君碧落和贺轩之道 当时也并不完善 若是此法门完善的话 当年河道的大城就给加上贺轩了 萧苍海道 你的意思是说 我现在的情况和这法门有关系 谢长安心里一动 没错 我之前查过很多典籍 可惜没实物可以研究 如今一看 就差不多了解了 萧苍海淡淡地说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倒是说啊 谢长安有些着急了 老九 刚刚他一共问了多少个问题 萧苍海一点都不急 扭头看了一眼方正 这小子是真能问 二十七个 老规矩 一个问题 一件神宝 也就是说 目前他已经签二哥米 二十七件神宝了 方正看着手里的笔记道 又忘记了这一查 谢长安一听 顿时咬牙切齿 一开始 他以为是出手一次 一件神宝 他自然觉得不贵 人家萧苍海 好歹也是杜劫修士 火得盗居 直到他之前问了 萧苍海十来个问题之后 萧苍海补了一句 是一个问题 一件神宝 差点没把谢长安当场送走 本来谢长安还寻思 能不能让林延帮忙砍价 结果林延这个杀千刀的 居然建议萧苍海打骨折 加上萧苍海 又能轻而易举地勾起他的好细心 就这么一会儿 他就欠了二十七个神宝了 我问法门叫什么 你都不知道 这也能算 谢长安急眼了 这叫咨询费 知不知道都收钱 不然若是有人拿我动闷子 专门问我答不出来的问题怎么办 怎么 你想消遣本道军 萧苍海瞪着谢长安 那目光看得谢长安头皮发麻 不敢 绝对不敢 谢长安欲哭无泪 那你还想问吗 二十七个小问题 可浪费了我不少时间 接下来你再问 可就要胜保了 萧苍海道 一个问题 一件胜保 要不你干脆把我卖了 看看值不值这个价吧 谢长安脖子一梗到 行 那就不问了 老九 一会儿记得让老师修书一封 送到黄泉 让黄泉之主结账 我们走吧 萧苍海朝着方正和黑月十二招了招手 行 方正笑着点头 啥呀 这就走 也就是说 我二十七件神宝都花出去了 结果啥也没解决 谢长安急眼了 想解决啊 那还得加价 萧苍海止步 还得加价 谢长安人都骂了 对啊 咨询费是咨询费 出手费是出手费 萧苍海掰着手指头说道 出手费又是多少 谢长安咬牙问道 此时 谢长安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毕竟这一次 能不能留下这些尸体 可全看萧苍海的了 你看这样如何 我这里有一批盲盒 你知道 我是做法宝生意的 总归会有一些没结清的贷款 债务什么的 我已经把欠条 都放进了这些盲盒里 你随手拿一个盲盒 把里面的债务 替我结清了就行了 萧苍海随意道 清偿债务 谢长安一乐 对啊 很划算的 这是我搞的新玩法 新玩法 新筹兵 只要你答应 前面的咨询费 我也可以给你免了 萧苍海一脸 你小子占大便宜了的表情 咨询费全免 谢长安心动的不行 可是马上又反应过来了 不对啊 你可是萧八皮 会这么大方 谢长安不信 此时的谢长安 早已深刻的认识到了 萧苍海的八皮程度 可没那么容易上当 你这是在质疑本座 萧苍海眼睛顿时一瞪 行 行 行 你小子质疑本座是吧 本座还不是寻思着 你和小师弟是生死之交 要给小师弟一个面子 你竟然反过来质疑本座 你这事情 本座不办了 萧苍海怒气冲冲 转身要走 二师兄 别冲动 方正上前就抱住了萧苍海 同时还不忘给萧苍海使了个眼色 怎么样 师弟这配合 默契吧 老九 你别拦着我 生意可以不做 本座的尊严不可羞辱 今日谁来了 都劝不动我 萧苍海执意要走 方正是怎么拦都拦不住 这一幕可把谢长安看傻了 难道自己真误会萧苍海了 萧苍海是真想给林燕一个面子 谢长安 你还不快道歉 要是二师兄真走了 你就等着被尸体称暴吧 方正大叫着提醒 是啊 还不道歉 此时 却是林燕等人也到了 开口的正是林燕 火得道君 是小的谢长安 有眼无珠 还请道君不要见怪 千万别走 谢长安见状 连忙道歉 现在道歉 晚了 不怕告诉你 你现在这个情况 除了我就没人能救 三仙殿主来了都白瞎 萧苍海傲视四方 林燕文言 眨了眨眼 咦 这么难吗 我好像行爱 林燕刚刚只是看了一眼 就推演得差不多了 道君 我真错了 新玩法 我玩还不行吗 可是 你好歹得让我知道 这些债务都有什么 我怕我还不起 谢长安欲哭无泪 心里实在是舍不得这些尸体 呸 本座那么有钱 能欠多少 里面最少的一张 不过价值一件圣宝而已 萧苍海玩起了文字游戏 他说了最低的 可没说最高是多少 圣宝 谢长安目光一亮 这么算的话 如果抹了前面的咨询费 其实挺划算啊 那个谢师兄 林燕见谢长安心动了 就坏笑着看向萧苍海 小师弟 你闭嘴 事成之后 我给你量身打造一剑仙宝 林燕刚开口 萧苍海的声音 就在林燕心中响起来了 三剑 林燕回应 你和老气一样 萧苍海咬牙 五剑 林燕二话不说 又往上抬了一手 三剑就三剑 成交 萧苍海嘴角一抽 干脆了当地硬了 林师弟 你刚刚想说什么来着 谢长安见林燕不说话 奇怪道 没什么 我觉得这个买买值啊 这里这么多尸体 若是能利用起来 等师兄回家 炼化了这个伪真灵 前途将不可限量 别说是圣宝了 就是仙宝我都给 再说了 不是还有仙品极禁法吗 你这笔可赚大了 林燕一本正经地说道 可不是吗 这绝对是最适合 黄泉的极禁法 你若是学会了 下一任黄泉之主 肯定是你 萧苍海也是拱火道 不过这一点 萧苍海其实真没偏谢长安 赫轩和军碧落 联手创造的极禁法 如今机缘巧合之下 算是彻底成型了 融合了黄泉和三仙殿的精髓 一旦修成 谢长安城就将不可限量 绝对不亚于得到 本源之力的炎九仙等人 当真 谢长安目光一亮 你可以验货 若是效果 达不到本座所言 你可以反悔 萧苍海笃定开口 行 你这玩法 我玩 我要那个盒子 谢长安信手指了指一个盒子 行 那这盒子 就有劳炎九仙师妹先拿走了 也请炎九仙师妹做个见证 本座不曾动过手脚 从此刻开始 这盒子里的债务 就转移到谢长安身上了 萧苍海当即就把盒子 递给了炎九仙 行 那师妹就以藏仙谷之名 做个见证 炎九仙倒是不曾拒绝 公正这种事 藏仙谷那是经常做 轻车熟路 那就有劳师妹了 萧苍海心中如释重负 小事情 炎九仙点头 而后好奇心驱使之下 打开盒子瞄了一眼 而就是这一眼 吓得炎九仙活都飞了 差点当场把这盒子给扔出去 仙宝三百件 我得亲娘啊 这可是三百件仙宝 此时炎九仙 感觉自己不是捧着个盒子 而是捧着黄泉宝库 九仙师姐 怎么样 我手气如何 谢长安一脸期待地看着炎九仙 你这手气戴了帽了 总之 你可以躺平了 炎九仙竖起大拇指 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 那就行 我就说 我手气肯定好 谢长安文言更得意了 小师兄 你看我酬劳也给了 现在你能帮我解决这事情了吧 谢长安看向肖沧海 放心 这事情 我给你办得妥妥当当的 肖沧海拍着胸口说道 此时肖沧海 只感觉自己腰板都挺直了不手 心里打定主意 等回了无量山 立刻就把雨飞仙的洞府大门给踹了 谁让这丫头 动不动就踹自家大门 贺轩 君碧洛 两人确实是大财 他们把正道和师道 完美融合在了一起 他们抛弃了御师这个方向 转而把尸体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他们抛弃了御师 转而把尸体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也就是那些尸文 肖沧海道 把尸体内精纯无比的尸体化为尸文 烙印在身上 让尸体直接加持自身 如此一来 御师知道实力大多都在尸体上 自身体弱的弊端就被补全了 此举 更契合修士修行 讲究自身道行的本质 更关键的是 御师有上限 可自身烙印尸文是没有上限的 可以说 只要你自身够强 尸体够多 你就能源源不绝地 将尸体化为尸文 烙印在身上 这就是赫轩赫军毕落 一同研究出来的极境法 这种极境法潜力之大 有望让人一直处于极境 与大师兄并肩 肖沧海正色说道 也就是说 我可以利用这些尸文 把尸体的力量归于自身 谢长安洞悉其中关键 目光赤胜如火 没错 显然 赫轩在下一盘大棋 这里的尸体都被他留下了后手 估计是想炼化本源之后 修成这极境法 却没想到 自己会死在你们二人手中 肖沧海看了一眼 严九仙和三通 师兄怎么知道这些 严九仙一愣 我们怎么知道 你们该不会以为 我们八大禁区七十二府地 一直都在睡觉吧 肖沧海眨了眨眼睛 二师兄 之前那些金单里面 有你们的人 林妍也是反应过来 对啊 里面有好几个 都是我们的身外华山 原本我们还寻思 在关键时刻推你们一把 结果没想到你们 嗯 那么牛逼 肖沧海找了半天 还是没找到合适的形容词 难怪 难怪谷主得到我们传讯之后 根本不当一回事 严九仙也是恍然大悟 原来所有的一切 都是在七十二府地 和八大禁区的眼皮子底下进行的 言归正传 谢长安 你之所以感觉自己 快被诗文称死了 就是因为你在 被动承受诗文的力量 你得学会用阵道来控制诗文 你不是小师弟 献学肯定来不及了 我可以先帮你把这些诗文组成阵法 再传你控制的法门 等你回了皇权 好好学习阵法 自然就能推演出完整的法门了 肖沧海一直点出 只见围绕着谢长安的上百具尸体 瞬间化为一道道诗文 以玄妙无比的方式 烙印在谢长安的伟真灵上 每一道诗文落下 都会让谢长安的诗气提升几分 诗文烙印之间 还会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 让谢长安不再有暴体而亡的感觉 原来如此 谢长安仔细体悟 伟真灵不断暴闪 帮人帮到底 送人送到西 你之前被砍了 只剩下一道真灵 总归是要重造肉身的 我索性直接帮你重造肉身算了 如此一来 你回皇权之后 直接让真灵入主 炼化现在这个伟真灵 就可以重归巅峰了 肖沧海又出去一批炼气材料 当场就给谢长安重造了一具肉身 再配合诗文之道 补全了新肉身的根基 多谢肖师兄 谢长安伟真灵入主这一具肉身 发现这肉身强大无比 还有金丹武虫的修为 顿时露出狂喜的笑容 金丹武虫 自己这一次赚大发了 不但得到了极尽法 修为还提升了一大截 这回到皇权 还不妥妥的是人生赢家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肖沧海意味深长地 拍了拍谢长安的肩膀 现在你告诉我 你满意吗 满意 不能再满意了 谢长安笃定点头 不后悔 肖沧海再问 傻子才后悔 谢长安摇头 再给你一次机会 后悔吗 若是后悔了 我可画掉你身上的诗文 交易作罢 肖沧海一副大度的模样 后悔 师兄放心 你这债务 师弟背了 谢长安笃定开口 行 九千师妹 你听到了 肖沧海看向严九仙问道 听到了 这债务是谢师弟的了 严九仙心里 已经开始替谢长安默哀了 告辞 肖沧海闻言 当即转身离开 小师弟 忙完了回无量山找我 我这里还有一场造化 要与你分享 肖师兄 当真是好人啊 日后谁再敢说 肖师兄是肖八皮 我谢长安第一个和他结 谢长安看着肖沧海消失 更是满脸崇敬地说道 谢长安 你还是先看看这借据吧 严九仙闻言 把盒子递给了谢长安 肖沧海 我问候你大眼 谢长安只是看了一眼 盒子内的借据 就发出了惨绝人寰的骂街声 谢长安看着盒子里的借条 瞬间破防 三百件仙宝 除非自己把七十二伏地 八大禁区的宝库给洗劫了 否则就别想还清 九仙师姐 这就是你说的盖了冒了 可以躺平了 谢长安怒视着严九仙 一下子觉得自己 这无敌的根基不香了 早知道 还不如让肖沧海 别管自己了 正所谓 狮子多了不养 债多了不愁 一次性 欠下三百件仙宝 你可不就是可以躺平了 三通笑得灿烂无比 这可是三百件仙宝啊 三通都想着 是不是放着礼炮庆祝一下了 你滚 谢长安当即破口大骂 三通说得在理 这么多的债 完全可以不还呀 严九仙也说道 那得看欠谁的债 这是无量山的债啊 你就不怕与非仙 堵在我们黄泉大门口 破口大骂 谢长安一脸的身无可恋 无量山 那是真美好人 没看到之前 天机堂只是点了个酒保灯 就有不少弟子被扒光了 丢在方式吗 这世上就没什么事 是无量山弟子做不出来的 不至于 非仙师姐不至于骂人 大概率是花两三件仙宝贝的钱 去请留言师姐 给你们黄泉的祖师画像 或者是给君碧落和和轩的红尘往事 画了个爆款 灵言笑盈盈的道 胡说 师姐 我给无量山的人画册子 从来不收钱 此时 顾流言的声音传来 灵言 见过四师姐 灵言连忙行李 顾流言 灵言之前还没见过 毕竟上次顾流言回了一趟无量山之后 弄完画册就跑路了 小师弟 哎 师姐给你准备了一份见面脸 顾流言细血地看了灵言一眼 甩手就丢出了一幅画册 灵言扫了一眼画册 眼睛当场就直了 画册之中 正是灵言和至圣大天魔成兄道弟的一些场景 画得可太逼真了 叮 体悟顾流言亲手绘制的传承画册 画道入道 财气之道入道 小师弟 师姐这见面里如何 顾流言笑眯眯地看着灵言 师姐这见面里 当真是别开生面 灵言苦笑道 这东西绝对是好东西 顾流言将自己的财气之道注入了其中 灵言一看就能学会 这算是倾囊相授了 问题是 这画上的内容可就不和谐了 这若是流传出去 灵言不确定自己会不会被归为恶修行列 而后被追杀 小师弟 果然很会说话 顾流言说完 转身就走了 完了完了 这要是顾师姐 真把军碧落和贺轩的事情 会支撑划策 师祖肯定会把我打死 还是勇士不得超生那种 谢长安心里更慌了 谢师兄 我有个主意 或许能让你翻身做主 灵言笑道 什么主意 谢长安文言 目光顿时一亮 谢师兄 其实你可以这样 这样 然后再这样 灵言凑到了谢长安耳边 一阵嘀咕之后 谢长安目光却是越来越亮 灵师弟 不 灵言人 长安飘零一声 未逢民主 君若不弃 长安愿意拜为义父 灵父在上 请受长安一拜 谢长安听罢 当即朝着灵言跪下 当场认为义父 不至于 谢师兄 咱们真不至于 灵言看得目瞪口呆 自己不就是给他出了个主意而已 至于吗 严九仙等人 那也是看得瞠目结舌 跟见鬼了一样 至于 真至于 谢长安抱着灵言的大腿 还想开口 但是却被灵言一脚踹飞 你滚 我给你出了主意 你还不知足 难道还想来各自摘腹肠 滚一边去 灵言一眼看穿了谢长安的心思 指着谢长安的鼻子 就是一顿喷 被看穿了 谢长安文言 顿时善笑着起身 灵言 轻衣 该回家了 此时 王师道的声音 远远传来 弟子这就来 诸位师兄事件 咱们就此告别 灵言朝着众人行礼 灵言 下一次有好玩的 可不能自己独乐乐了 记得叫上我们 是啊 你可别忘了 来我藏仙谷 体悟飞仙真意 还有你的那天地 肯定是要去星空的 到时候 可别忘记叫上我们 严九仙等人都是 笑着回礼 一定 八大禁区 我肯定会一一前往 至于说星空 有了合适的时机 我肯定过去 灵言回应 告辞 严九仙等人文言 心满意足地说道 秦义师姐 秦义师姐 咱们走 灵言三人 被王师道带上一座传送阵盘 消失不见 王师道带着灵言等人 几次传送之后 终于是来到了无量山 王师道丢下灵言三人 而后一闪身 就躲进了自己的洞府 将洞府直接封死 刷 王师道刚回来 仙肖长教就出现在了 王师道洞府门口 王师道 我知道你在家 你有本事造谣 你有本事开门的 别躲在里面不出声 你这个无胆匪嘞 仙肖宗长教双手插腰 踹着王师道的洞府大门 破口大骂 结果王师道就是不吭声 仙肖宗长教骂得太开心了 却是没注意到 紧跟着王师道回了无量山的顾流言 正心满意足地收起记忆法宝 只见顾流言理了礼衣上 而后一态无可挑剔的 就朝着仙肖宗长教迎了上去 老师 你是这样的老师 师姐 你是这样的师姐 灵言看着这一切 一脸的怪笑 最后 灵言也不知道 顾流言和王师道 是如何说服长教的 总之随后 原本气势汹汹的长教 是大笑着离开的 二师兄说 还有一场造化要与我分享 先去见见二师兄吧 灵言略作私存 就直奔二师兄 萧苍海的洞府而去 七师姐也在啊 灵言刚进萧苍海的洞府 就看到了七师姐与飞仙 小师弟 你来得正好 你告诉飞仙 我欠他的债 谢长安是不是说了会还 与飞仙还未开口 萧苍海就连忙说道 是啊 那个债 谢长安背了 灵言笑道 你看 师兄没骗你吧 萧苍海一副我什么时候 骗过你的表情 行 小师弟说的话 我还是信的 不过 咱们得再算一笔账 与飞仙哼了一声 还有什么账 萧苍海一愣 你刚刚踹坏了我的门 还导致我炸炉 损失了八十一炉丹药 这账怎么算 与飞仙盯着萧苍海道 这也算 那你之前踹了我多少个门 这要算起来 那也是你欠我 萧苍海眼睛都直了 我踹你们 那是你欠债的利息 你踹我们 那是杀人约祸 与飞仙嘴角一挑 这也行 萧苍海感觉人都傻了 这账还能这么算呢 小师弟 你说 师姐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与飞仙看着灵言说道 很有道理 灵言点头 有个屁 一句话 你就说 那么你赔不赔吧 与飞仙开口之间 当即就取出了一颗先品丹药 一看就是毒丹 赔 我赔 萧苍海看着与飞仙手中的先品毒丹 当即就认了送 行 你就签了这借据吧 与飞仙当即取出一张借据 送到了萧苍海面前 你疯了吧 又是三百件先宝 老子当初烧了你半个刀 签了那借据 如今只是踹了你一道门 又是三百件 萧苍海抓狂了 你知道个屁 如果让我选三百先宝和那门 我肯定选门 那是老师亲自给我打造的 与飞仙认真地说道 老师为你打造的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萧苍海愣住了 就在你烧了我半座岛之后 与飞仙道 嗯 这个 行了 我签 萧苍海认真考虑之后 居然真认为 王师到亲手打造的门值三百先宝 不过他签完 就又有些肉疼了 自己咋就这么欠 好端端踹那门干嘛 萧苍海签完戒举 眼珠子就转开了 这踢罪羊 能找第一次 是不是就能找第二次呢 嗯 得好好想想 二师兄 还有我那三件先宝呢 林妍眨巴着眼睛道 知道了 不就三件先宝吗 你二师兄我有的是钱 萧苍海翻了个白眼 在师门老小的面前 他可不能剁了风头 只不过心中 那叫一个隐隐作痛 行了 说正事 小师弟 有没有兴趣 去一趟星空 宇飞仙笑眯眯地收起借据 看着林妍道 去星空 林妍心里一动 没错 宇飞仙点头说道 小师弟 在你去三不管洞天的这几天 我和你二师兄 干了一票大的 和你送我的那张单卢设计图有关 有人花大价钱买走了 林妍笑了 对 丹仙谷主 花了三颗资源星的价钱 买了一口顶 宇飞仙道 三颗资源星 林妍一愣 对 那三颗星辰都是材料星 上面盛产各种炼器材料 价值不低于五十件仙宝 设计图是你给的 材料 是我凑的 顶是二师兄炼制的 按照规矩 三颗资源星 我们一人一克 宇飞仙解释道 那一个人 能分到十几件仙宝啊 林妍灿烂一笑 没想到 一个不注意 自己就发财了 嘿 你可想小了 资源星的价值 可不止这些 这是打包价 如果我们自己开发 价值还能翻一倍 肖苍海挺着胸膛说道 自己开发 他擅长啊 让我去星空 应该不止是这个吧 林妍略微一想 感觉还有事 嗯 这三颗资源星的位置 比较特殊 正好处于远星空 和近星空的交界处 那边有一片遗迹 是上个纪元留下来的 只有出窍之下 才能进去 那一片遗迹 我们在原因境界的时候 都去过 里面有个赌场 非常有意思 那遗迹有很多玄妙之处 基本上每一个大宗的修士 原因境界都会进去历练 你去星空接手资源星之时 还能顺带着去历练 肖苍海笑道 所谓近星空和远星空 其实指的就是 与罗浮世界的距离 星空离罗浮世界越远 就越是凶险 这样啊 那我正好叫上 八大禁区的师兄师姐们一起 这么有意思的地方 肯定要一起玩才有趣 林妍目光一亮 林妍说干就干 当即就打开了问仙群 林师殿 你等会儿 我现在就在黄泉之主门口 等我完成了计划就回你 此时 已经回了黄泉禁区的谢长安 在群里回了一句之后 就义无反顾地敲响了 黄泉之主的洞府大门 弟子谢长安 有要是要和师祖汇报 谢长安敲着门 一脸的决然 长安 碰 洞府大门 猛地打开 谢长安连忙进去 弟子谢长安 叩见师祖 谢长安朝着黄泉之主 那头便拜 真灵 你怎么只剩下真灵了 还是伪真灵 不过 你这肉身重造的是真不错 黄泉之主看着谢长安 目光一亮 弟子这肉身 是无量山二弟子肖沧海 亲手为弟子铸造的 谢长安挺着了腰板 跪在那里 一脸的得意 肖沧海 那混小子虽然抠门 不过确实天资绝世 肉身再造更是一绝 黄泉之主点头 弟子此次前往三不管洞天 得到了一桩造化 想孝敬师祖 谢长安咬牙开口 黄泉之主闻言 顿时哑然失笑 长安 你有这份孝心 师祖很开心 可是师祖岂能要你的造化 黄泉之主摇头 谢长安不过是金丹 能在三不管洞天之中 得到的造化 对自己这个大乘圆满而言 怕也是无用 师祖 弟子得到的造化 很大哦 谢长安挑眉 有多大 黄泉之主笑着开口 全当是和自家徒孙闲聊了 超大 先品极境法 还是最适合我们黄泉的极境法 谢长安盯着自家师祖道 最适合我们黄泉的极境法 黄泉之主皱眉 长安 你老师有多久没揍过你了 老师他老人家 从来没揍过我 谢长安老师 育人的手段还算是温和 除了时不时拿谢长安当反面教材之外 还真没揍过他 不过谢长安怀疑 等老师知道 今日自己坑了师祖 那就不一定了 你倒是说说看 什么极境法最适合黄泉 黄泉之主板着脸问道 小孩子不懂事 在外面得到点机缘 就飘得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是该好好教育一下了 弟子说不清楚 不如师祖您自己看 谢长安说道 行 那本作就看看 黄泉之主点头 哄 谢长安当即就运转体内诗文 刹那间 172道诗文 从谢长安肉身之上浮现 勾连成阵法 爆发出冲天的诗气 谢长安周身 隐隐绰绰之间 有一道道诗影 让谢长安看起来 就像是一尊盖世诗仙 诗神道 这是诗神道 黄泉之主 只是看了一眼诗文 脸色就变了 诗神道 黄泉之主知道 这是当年君碧落和贺轩 一同研究出来的极尽法 君碧落 天赋财情极高 若是当年没出赫轩那档子事 说不定他 就是黄泉之主了 虽说君碧落被镇压在 望川百万黄沙之下 可这些年 黄泉之主 也没少去看他 君碧落就曾提过这诗神道 据君碧落所言 诗神道一旦修成 可以无诗正有诗 摒弃了黄泉的御诗之道 让自身化为至强的诗 此时谢长安的气息 向极了君碧落描述的诗神道 原来这法门叫诗神道 谢长安一愣 对 正是诗神道 黄泉之主 眼睛都红了 这确实是最适合黄泉的先品 即进法 师祖 那弟子若是把这法门 送给师祖的话 师祖要吗 谢长安眨着眼睛问道 这不大好吧 黄泉之主 都快忍不住伸手了 但还是端着 不好 谢长安直接瞪眼 师祖您 为了我们黄泉 那可是呕心沥血 我们黄泉能有尔精的成就 师祖管教有方 风姿绝世 普天之下 就师祖您有资格修行这诗神道了 谢长安一通天花乱坠的吹捧 着实是说到了黄泉之主的心坎里去了 过了 你小子过了 这话师祖听听就是了 若是让老泉主听到了 可不好 黄泉之主龙颜大悦 越看谢长安 那是越顺眼 弟子这些话是发自肺腑的 谢长安拍着胸口 一脸的崇拜 小徒孙 你很不错 钟葵那小子 着实是收了一个好弟子 黄泉之主 教导有方 老师常说 他能有今日成就 都是师祖您的培养 谢长安道 行 长安 你的心思 师祖知道 你放心 你这法门还不是很完整 你放心交给师祖 待师祖完善了 保证传遍你 黄泉之主正色说道 弟子多谢师祖 谢长安连忙将萧苍海 告诉自己的师神道之法 全都交给了黄泉之主 嗯 以师为文 以文为阵 成全自身 很好 师祖明白了 黄泉之主何许人也 那可不是得一点就通 那弟子 先行告退 谢长安起身 心里却是有些发慌 妈呀 若是师祖真让我走怎么办 这么急着走干嘛 黄泉之主紧接着一句话 就让谢长安松了一口气 师祖还有什么吩咐 谢长安毕恭毕敬地问道 长安 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 说吧 想要什么奖励 黄泉之主 和颜悦色地问道 师祖哪里话 黄泉生我养我 而今弟子只是尽了一点绵薄之力 不敢鞠躬 谢长安摇头 黄泉之主文言 顿时惊为天人 这格局 还得是我黄泉弟子 黄泉之主心里越是满意 就越是要给奖励 长安 你对黄泉之心 师祖知道了 但是我们黄泉 一向赏罚分明 你大胆地说 谢长安露出犹豫之色 而后弱弱地问道 弟子此次出门 欠了一点债 要不 宗门帮弟子把债还了 欠了债 黄泉之主一愣 还是弟子自己还吧 谢长安摇头 胡躲 修士修行在外 都有不方便的时候 欠点债怎么了 师祖做主 帮你还了 黄泉之主回答的 那叫一个干脆 欠债 一个金单而已 能欠多少债 师祖 是弟子给黄泉招黑了 谢长安一脸愧疚地说道 傻孩子 你献上了这师神道 这可是不实其功 何来招黑之说 黄泉之主安慰道 那弟子 这就把欠条留下 师祖您抽空看一下 谢长安问道 放桌子上吧 等师祖体悟一番师神道 就派人帮你把外债还了 黄泉之主 指了指旁边的桌案 是 谢长安连忙取出盒子 放在了桌案上 而后立马就溜了 老师 快把我把真灵和肉身融合了 谢长安疯狂赶回 自家老师的传宫殿 此时 钟奎正拿着谢长安的真灵 给其他弟子上课当典型 急什么 真灵有了 肉身也有了 融合不过是 刹那的事情 为师这课都还没上完 一定要快 晚了 弟子就死定了 谢长安都快急哭了 师祖随时都会看戒条 一旦看了 自己就完了 肯定得出去躲躲 死定了 钟奎不明白 怎么就死定了 不过还是随手 把谢长安的真灵 打回到了谢长安体内 刹那间 谢长安的真灵 就吞了伪真灵 完成了肉身与真灵的融合 老师 你再帮弟子一个忙 把弟子送出黄泉 谢长安舔着脸说道 刚回来 就要出去 钟奎有些不满了 怎么出了两次门 黄泉就待不住了呢 十万火急 林师弟约我去星空 谢长安说道 林言 去星空 行吧 还真是屠大不由人 钟奎当即取出一枚阵盘 就将谢长安给扔出了黄泉 不过刚扔完 他就有点后悔了 这阵盘真挺贵的 浪费了 刷 谢长安前脚刚走 黄泉之主就到了 此时黄泉之主一脸阴沉 眼中甚至还有一丝惊恐之色 老师 您怎么来了 钟奎看到黄泉之主到来 乐呵呵地开口道 谢长安呢 黄泉之主扫了一眼四周 没看到谢长安 脸色更凝沉了 刚走啊 钟奎胡一开口 老师 您怎么突然找长安了 走了 黄泉之主嘴角一抽 这混蛋跑得倒是真快 此时黄泉之主也是有苦说不出 他总不可能告诉钟奎 本座堂堂黄泉之主被你徒弟给坑了吧 对啊 火急火燎的就走了 说是灵言约他去星空 钟奎实诚地说道 无量山 黄泉之主闻言就打了个机灵 谢长安这要是去了别的地方 他还可以过去拎回来打一顿 可他去的是无量山 还是算了 黄泉之主真怕自己完整地进去 光着出来 三百件仙宝啊 这天杀的谢长安 怎么就欠了人家无量山三百件仙宝 这债 自己是别想还上了 老师 到底出啥事了 钟奎忍不住问道 没事 嘎嘎嘎 奎啊 你真是培养了的好弟子啊 黄泉之主拍着钟奎的肩膀 那力道让钟奎疼得是指咬牙 是吗 钟奎将信将疑地看着黄泉之主 自家老师这神态和语气 怎么都不像是在夸人啊 奎啊 准备一下 过几日本作打算 把全主的位置传给你 黄泉之主说完 转身就走 留下钟奎风中凌乱 传位给我 咋就传位给我了 老师这是疯了 先消踪 无量山 凌言已然回到了紫竹林 看着四周的紫竹就动了心思 我已然修出那天地 可这那天地内还一道生灵都没有 能否收一些东西 进我的那天地 凌言喃喃自语 刷 凌言信手一抓 一片片紫竹就被他收进了那天地 让凌言欣喜的是 那天地当真就和一方真正的世界一样 紫竹被放进去之后 竟然能在里面生根发芽 随着紫竹的扎根 那天地居然还壮大了几分 还有一股独特的静心之力 在凌言神魂之中凝聚 那天地的作用 本就是凝聚天地内的生命之力 为己身之力 既然这那天地能容纳植物 那动物生灵呢 凌言心思电转之间 看向了黑月十二 哇 如今正在给自己的狗腿刀 整坟墓的黑月十二 被凌言一看 立马人力而起 一脸戒备地看着凌言 这小子盯上自己 准没好事 你小子想干嘛 黑月十二瞪着凌言问道 我想请师兄 帮个小忙 凌言腼腆地说道 真是小忙 黑月十二有些不幸 真的就是个小忙 凌言点头 那你说说看 黑月十二往后退了几步 就是我想试试看 我这内天地 能否装得下十二师兄 凌言笑眯眯地说道 你滚 我拿你当师弟 你却想把我当你的天地圣灵 黑月十二闻言 掉头就跑 臭 哄 凌言早有准备 瞬间撑起自己的内天地 朝着黑月十二笼罩而下 内天地一出 黑月十二就惊悚地发现 周围的天地规则全都变了 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正在压制自己的修为 玄黄指 黑月十二瞬间出手 撕裂开一道口子 然后钻了出去 刷 黑月十二虽然冲出去了 可一身毛发 却都树立了起来 一脸的惊惧之色 压制 内天地对修士的压制太可怕了 虽然黑月十二只是感受了一瞬间 却感觉自己受到一种 完全不同于罗夫世界的压制 那是源自于大道的压制 黑月十二可以确定 若不是自己修为达到原因 出手还够快 怕是真没那么容易 冲出凌言的内天地 我这内天地 似乎和天魔大哥的内天地 有着不小的区别啊 凌言则是若有所思地 看着自己寄出的内天地 有什么不一样 黑月十二好奇地问道 至圣大天魔的道 根植于灵气之道 以自身对天地的了解 诞生出生灵来 而后凝聚亿万生灵之力于己身 我这一座内天地 却是根植于神魂一道 凌言思存道 神魂一道 黑月十二挠了挠头 不是很理解 等等你就知道了 凌言顶着内天地 盘膝坐下 哄 凌言运转九转轰炉经 刹那间 凌言内天地之中 就有九座轰炉浮现 九座轰炉横在内天地之中 一时间神魂之火熊熊 如同要烧穿内天地 这是什么法门 黑月十二怪叫起来 九座轰炉虽然处于内天地之中 可黑月十二依旧能感应到他们的可怕 这若是被收入内天地 让这九座轰炉一烧 不死也要脱层皮 没错了 超脱后的内天地 不应该借助外力 而是自身的力量 何为内天地 就是我体内的世界自成循环 我就是创世神 所有的规则都该我来缔造 凌言目光越来越亮 十二师兄 咱们无量山 可有神魂之道的法门 凌言看向黑月十二 神魂之道的法门 那自然是有的 我们无量山 最擅长神魂之道的 就是五师兄 五师兄修行的神魂法门 在老师的藏经阁内 应该都有 黑月十二字牙咧嘴道 老师 弟子想借几卷神魂法门看看 凌言朝着王师道洞府的方向 就吼了一嗓子 拿去 王师道声音远远传来 而后只见一座殿宇 轰的一声 从王师道洞府之中飞了出来 落在凌言面前 无量藏经阁 王师道 这一波在大气层 直接把无量山的藏经阁 丢给了凌言 毕竟凌言的悟性 王师道可太清楚了 别的弟子修行 法门自然是一圈一圈地给 要法门的是凌言 那就得一批一批地给 还不如省点事呢 凌言 你先悟着 若是不够 为师再去抢 是剑 王师道的声音再次传来 好嘞 凌言明误己 倒是不依赖外物之后 就把收入那天地的子竹 给取了出来 而后顶着那天地 就进了藏经阁 无量藏经阁 王师道 可是花了大心思 法门分门别类 几乎包含了修行界 所有的大类 没办法 无量山上下 全都是怪物 十四个弟子 天赋就没一个重样的 基本上都要修行不同的法门 还不能修行大路货 不然就浪费天赋了 所以 藏经阁内的法门 几乎都是伏地挤的 逼得王师倒是坑蒙拐骗偷 一把心酸泪 无量藏经阁分为三重 第一重为神品之下 第二重为神品之地品 第三重为先品 几乎都是无量山弟子的绝学 找到神魂之道了 凌言顶着那天地 就来到了第一重 顺手就取了一卷经文 地平法门 九十九重山观想法 小师弟 这法门没用 要没日没夜地观想大山 才能壮大神魂之力 雅字 费劲 黑月十二一本正经地说道 没用 凌言笑了笑 顺手翻开了九十九重山观想法 体悟九十九重山观想法 将法门修至大城 哄 凌言内天地一阵轰鸣 而后九十九重高山 就在凌言内天地之中凝聚 这也行 黑月十二感觉狗都骂了 人家观想 那是真在观想 你这是直接把山给人造出来了 轰隆隆 九十九重大山蜿蜒盘旋 如同一头头大龙 散发出惊人的压迫感 凌言收起九十九重山观想法后 又取了一卷新的法门 体悟新尘观想法 轰隆隆 有新尘在凌言内天地之中升起 隆隆而动 传说中的那天地法 有这么强 黑月十二看着凌言内天地之中 山脉连绵 新尘流转 瞠目结舌 而这只是开始而已 接下来大半个月时间 凌言一直在藏经阁内 凌言每修一卷法门 那天地之中必有新的一项凝聚 一轮大日横空 散发出黄黄之光 一轮明月占据了西北角 轻轻一颤 就有月光如同潮水一般洒落 一条天河飞流而下 如同瀑布一般 高悬于内天地的空中 更有碧波荡漾的湖泊 蜿蜒奔腾的大河 不同的神魂法门 在凌言的内天地中 都是巨象而出 仿佛开辟出了一个真正的世界 随着天地万物被巨象而出 凌言的内天地也在不断地壮大 变得更加坚固 当无量藏经阁内的神魂法门 被凌言全都体悟了一遍之后 凌言的神魂修为 也晋升到了金丹九重 只差一步就可圆满 体悟神魂法门之后 推演出三元元英法门神魂篇 元英神魂篇 也就是说 我还要推演出灵气篇和肉身篇 才能晋升真正的三元元英 如今看来 灵气篇和肉身篇 也必然与我灵气金丹 肉身金丹开辟的那天地有关 那么前往星空 就势在必行了 凌言睁开眸子 眼中闪过一抹绚丽到极致的光芒 凌师弟 我来了 凌言思存之间 谢长安的声音就传了进来 叫义父 凌言笑着开口 而后走出无量藏金阁 什么义父 谢长安瞪眼 根本就不承认了 赶来我无量山 这是把你师祖忽悠瘸了吧 凌言也不介意 笑着说道 那是 都说无量山美好人 是一点都不假 我回去之后 照着你说的做 师祖别提都高兴了 当场就同意帮我还债了 然后我立马就跑出来了 我怕师祖在仙肖宗外面蹲我 刻意绕了一大圈 又在外面晃了半个月 这才偷偷摸进来了 谢长安一脸的嘚瑟 三百件仙宝啊 这外债 如今落到了自己师祖头上 自己可就没压力了 至于说 会不会被师祖打死 好吧 这个日后再说 大不了多在外面浪一浪 等师祖气消了再回去 真蠢 你家祖师背了你的债 借他两个胆子 也不敢来无量山啊 哪里还有必要 晃荡半个月 黑月十二嘴角一撇 对啊 我怎么把这一茬给忘记了 谢长安一乐 所以说 你蠢啊 此时 三通的声音传来 只见三通 一脸见兮兮的笑容 踏空而来 气息比之前在三不管洞天之中 可是又强了不少 达到了金丹六重境界 我蠢是吧 三通 之前我是真灵 不与你计较 今日说不得 要和你好好切磋切磋了 谢长安直接冲出 身上诗文浮现之间 浑然一体 显然是已经掌握了诗神道 怕你啊 三通当即就祭出了仙顶 横在头顶 当 谢长安一拳轰在仙顶上 赫然是有刀芒宣泄而下 那力道大的吓人 打得仙顶亮起 一重重鲜光 只是一击而已 紫竹林百里之内 所有紫竹全都东倒西歪 地面都被两人的契机 打得军裂开一道道口子 轰轰轰 谢长安和三通 两人针肩对脉芒 修为暴涨之后 那是谁都不服谁 当即搏杀在一起 小师弟 这两人怎么打起来了 这等动静一出 当即就把清衣和冷清月 吸引了过来 冷清月连五行踪都不回了 天天和清衣混在一起 少年星星 灵言灿烂一笑道 我们不用劝劝吗 冷清月皱眉 不用劝 师姐说了 不管谁喜欢在无量山打架 随便他打 把无量山打坏了才好呢 清衣一本正经地说道 把无量山打坏了才好 冷清月目瞪口呆 这又是什么操作 赔钱啊 七师姐说了 这紫竹林里的紫竹 可是他一根根悉心培养的 一株能赔一件地宝呢 还有我们无量山的地皮 那可是按照寸来计算的 七师姐每年靠地皮的赔偿 都能赚很多钱来 清衣掰着手指头说道 地皮损坏 按照寸来算 冷清月已经找不着北了 就三通和谢长安这一会儿 打坏的地皮 都已经算不过来了 难道他们的老师 在他们出门之前 没有提醒他们 千万别在无量山动手吗 严九仙也来了 而今的严九仙 修为达到了金丹七重 身上的仙灵气息更加浓郁 显然回了藏仙谷之后 进一步地体悟过非仙之影 怕是已经悟出了新的见诀了 你看看这两个人 一个把师祖坑了 逃之夭夭 一个把自家师祖 敲了十二个脑瓜崩 你觉得 他们老是会提醒他们吗 周小白也来了 哇 这是把白里紫竹林 全都给毁了呀 这赔偿金 则则 刘洋也到了 一脸的戏谑笑容 在无量山动手 这一点都不知道 坑了多少修士了 你当无量山美好人的名声 是怎么传出去的 八大禁区弟子相继到来 看着打得不亦乐乎的三通 和谢长安 一个个都是露出了愉悦的笑容 服不服 两人交手伴住香之后 还是谢长安占据了上风 打飞了仙顶 将三通踩在脚底下 谢长安一百多道失文加深 肉身强横的吓人 同镜之下 能在肉身上压制谢长安的 屈指可数 遇上三通这个擅长练气练丹的 可不就是血虐吗 毕竟仙顶的威力 三通还发挥不出来 不服 三通奋力挣扎 体内轰的一声 亮起浓郁的火光 直接就把谢长安烧了个正正 呼不及防之下吃了个闷亏 毕竟那可是炼丹之火 虽然不如灵炎的神火威力大 温度也着实不低 刷 三通趁机召回仙顶 吃溜一声淘了 躲到了灵炎身后 你出来 躲在灵师弟身后 算什么 谢长安气急败坏地开口 我就躲 有本事咬我 三通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可把谢长安气坏了 就要冲上来继续打 行了 再打下去 你们就真赔不起了 灵炎见状 赶忙拦下了谢长安 赔不起 谢长安和三通一愣 打完了 那就上来 聊聊赔偿的事情吧 此时 雨飞仙的声音 从浮空岛内传出 而后一道大手硬落下 直接就把三通和谢长安 给拘了过去 还牵刀的 这还没过月呢 又欠了无量山五十件仙宝 片刻之后 正在投腾三百件仙宝 外债的黄泉之主 看着雨飞仙传来的信息 瞬间炸毛了 五十件仙宝 这是有情价 行聊者见 三通的他也一起陪了 雨飞仙再次开口 陪 你找钟馗去 黄泉之主忽然不急了 找钟馗 雨飞仙一愣 没错 就在你找本座之前 本座已经善位了 将黄泉之主的位子 传给了钟馗 日后黄泉禁区的事情 你全都找钟馗去 黄泉之主留下一句话 当即就结束了传讯 而此时 钟馗看着面前的戒举 再看看自己手中的 全主信物 感觉头都要炸了 老师 弟子何德何能 实在是无法胜任 这全主之位 钟馗找到自家老师 连连摇头 开玩笑 这可是三百件先宝的外债 若是自己做了这全主 那么往后的时间里 啥都不用做了 就寻思着 怎么还债就行了 为师说你行 你就行 上一代黄泉之主崔玉 笃定开口 可是 少废话 这全主的位置 你做也得做 不做也得做 还有 你记住了 外债不是三百件先宝 是三百五十件先宝 就在刚刚 你那宝贝徒弟 又欠了无量山五十件先宝 崔玉没了耐心 说完之后 直奔百万里黄沙而去 那里是镇压军碧落的地方 崔玉打算去和军碧落 聊聊师神道 五十件先宝 嘎嘎嘎 三通 很好 你们三个饭桶 立马把这里的八十一重大捷 给本座凑到三千重 与此同时 三仙殿主也得到了消息 当即发出了 圣人的怪笑声 显然 刚刚与飞 先是筐翠玉的 三通那五十件先宝 根本就没抹掉 哎呀 我为啥要和你这个憨皮打 好不容易才把三百件先宝的外债 转给师祖 结果现在又来五十件 谢长安疯狂地抓着头发 谢长安 你个挨千刀的 你知道我嘴巴见 你就不能让着我点 师祖本来就想着 怎么正大光明地弄死我 现在好了 五十件先宝的外债啊 师祖还不得把 我的脑袋给拧下来 三通眼泪鼻涕 一起往下流 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 我平时腰让着你 谢长安盯着三通 心里又有些来脾气了 不让着我 现在爽了没 三通梗着脖子 针锋相对 两人说着说着 又有要动手的架势 不过最终 还是摸了摸自己的空间法宝 没敢动手 林师弟 你不是要去星空吗 咱们快出发 要想还债 现在怕是 只有一条路子了 对 只能去星空抢了 谢长安和三通 同时看向林延 抢 星空可以随便抢的吗 林延一愣 不然呢 谢长安一脸理所当然 林师弟 论修行 你是无敌 可是论社会经验 你可就差远了 星空和罗浮 就是两套规则 我们罗浮世界 乃是天地中心 资源储量惊人不说 还是一片天原地方的大陆 掌控起来不算难 恶修也被八大禁区 七十二伏地 屠戮一空 理念之战 已然结束 所以和谐发展 已然成了主旋律 仙门之间 都维持着不错的关系 可星空就不同了 三通洋洋得意的开口 有何不同 林延问斗 星空之大 浩瀚无边 若是所有星辰加起来 估计比罗浮世界 还要大上许多 可是 他们是散开的 在于无穷尽的大雨虚空之中 如此一来 星空的势力 自然就是以星辰为单位 一些小星辰 还不如洞天大 上面却可能有着数十个势力 林师弟 你试想一下 几十个势力 凑在一个洞天之中 资源能够用吗 严九仙笑着接下话茬 那肯定不够啊 林延摇头 那怎么办 抢呗 其实上古恶修们的理念 也并非完全错误 只是不适合我们罗浮罢了 资源极大丰富之下 还搞赤裸裸弱肉强食 大伙自然不同意 对星空而言 这反而很合适 严九仙道 嗯 是这个道理 林延点头 资源有局限性 再加上星空太大了 星辰如尘埃 掌控起来过于艰难 所以 星空无法形成我们罗浮一样 镇压一切的统治及势力 自然也就不存在和平发展的路线了 这就是星空的整体趋势 当然 星空之中也有顶级的势力 比如说刀仙阁 就是星空之中的顶级势力 刀仙阁占据着一颗远古大星 等同于一座伏地 甚至可以比肩前十的伏地 除此之外 刀仙阁还在数百星辰之上 插旗立滚 都是刀仙阁的附庸 周小白道 插旗立滚 林延一愣 这玩意儿 怎么这么耳熟 当真是黑社会修行啊 所谓的插旗立滚 是星空的一种传统 分为两种方式 一种是主动 一种是被动 主动插旗 其实就是一些星辰 自认实力低微 不想争斗 所以就认了的大哥 找一些强大的星辰作为靠山 在自己的星辰上 插上强大星辰的旗帜 代价自然就是年年上贡 碎碎称臣 一旦认了大哥 那其他势力 就不好对他们下手了 毕竟 这等于是对强大星辰叫板 至于说被动 其实就是强行插旗了 举个例子 今日我看上了一颗星辰 我不管你同意不同意 直接就插上我的旗子 日后这星辰 就是我的了 刘扬也是挟气一笑 这么直接的吗 灵言笑了 星空之上 强者为尊 这就是规矩 严九仙点头道 还真是混乱啊 灵言摇头 乱肯定是乱的 不过多少还是有些规矩的 比如强行插旗 那也不是随便插的 严九仙解释道 什么规矩 灵言很感兴趣 首先 你想强行插旗 那也得看能不能压得住土著 压不住 人家一巴掌拍死你 插旗之后 还得经历考验 看看人家邻居乐一步 尤其是我们罗夫修士 若是在星辰上插了旗 还得摆下生死雷 严九仙道 生死雷 玩这么大 灵言一笑 对 生死雷 定生死 比如 我压服了一颗星辰 在星辰上插旗了 那就得摆下生死雷 迎接星空中 所有同径修士的挑战 三日渐分晓 只要三日不败 星辰就是你的了 严九仙撇了撇嘴 星空一向对罗夫 没什么好脸色 三日渐分晓 我喜欢 灵言灿烂一笑 终究还是实力为尊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不管你拥有什么 都得有足够的实力去守护 你看 都是我们罗夫世界的人 跑星空去插旗 就没见有星空的修士 跑到我们这边来插旗 若是星空的修士 敢跑到我们罗夫来插旗 我们罗夫八大禁区 七十二伏地 会毫不犹豫地宰了他们 顺带把他们在星空的势力 一举荡平 杀红眼之后 说不定连他邻居都会一起弄死 这是我们罗夫的霸道 严九仙笑道 灵言深以为然地点头 星空的问题在于 星空势力并非铁板一块 毕竟星空太大了 比罗夫世界大了不知道多手 顶级势力之间相距极远 很难形成联手 互相之间又都是竞争关系 若是星空联手 未必比罗夫若多少 可一旦单独拎出一个顶级实力 面对铁板一块的罗夫 那就是小鸡仔 刷 刷 灵言等人交流之间 与非仙和肖苍海两人来了 全都准备好了吧 肖苍海扫视着灵言等人 笑着问道 都准备好了 灵言等人点头 那就出发 这是你们第一次进星空 我们二人负责带队 下一次你们就得自己去了 肖苍海笑道 有劳师兄师姐了 灵言等人全都行礼道 走吧 去外务丰的传送阵 外务丰的传送阵 可以直接把我们传送到 我们仙肖宗掌控的星辰 到时候再用星空法宝横渡 前往我们那三颗资源星就行了 肖苍海点头 前往星空 可不比在罗夫 两个道军互道 这都算少的了 一群人浩浩荡荡的前往外务丰 登上了传送阵 光芒一闪之间 灵言等人已经消失不见 半个月 罗夫距离星空太远了 哪怕是有着超大型的传送阵 灵言等人也是在虚空之中 穿梭了半个月 才出现在一颗星辰上 这就是我们仙肖宗掌控的星辰吗 灵言等人全都惊奇地 打量着自己所在的星辰 这是真正的大兴 庞大无边无牙 此时灵言等人 就站在星辰传送阵上 只见不远处 一杆千丈高的旗帜 立在广场的中间 散发出绚丽的光芒 旗帜上还绣着三个大字 仙肖宗 此时 灵言等人所在的地方 应该是仙肖宗的码头 四面八方 不断地有一艘艘大船 进进出出 灵言发现 出去的船只都是空的 回来的船上 则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资源 甚至有些船只后面 还拖着大的惊人的尸体 每一艘船上 都有着仙肖宗的旗帜 这是贪狼星 曾经属于星空一个一流势力 却被我们仙肖插了旗帜 当初为了这贪狼星 我们仙肖宗三代长教 一人镇压一星 更是百下生死类 迎战星空所有大城 最终将这星辰 纳入我仙肖的版图之中 是我们仙肖在星空之中 掌握的最强星辰 比见一处巨型洞天 类似的大星 我们仙肖宗还有两个 其他各种等级的星辰 差不多百个 这些大船有一部分 就是负责将各大星辰的资源 再次汇聚 而后运回仙肖福地的 还有一部分 就是去远星空探索的 星空之中 价值最大的 还是远星空 毕竟近星空 都被瓜分的差不多了 而远星空被探索的区域 不足万分之一 近远星空虽然危险 但是胜在收获大 有时候近一次远星空 得到的东西 就足够一个修饰 一辈子修行所用了 当然 前提是运气好 还能活着回来 萧苍海笑道 一直以来 众人口中的星空势力 其实都在近星空扎根 远星空 和更远的上古星空 其实几乎没有被开发过 究其原因 还是太危险了 原来如此 林岩点头 哄 萧苍海开口之间 寄出一艘散发星辰之力的 地宝大船 星空内都是星辰之力 普通的虚空法宝 在星空之中 速度很慢 这种星空宝船 速度才是最快的 都上来吧 萧苍海登上宝船之后 招呼众人上船 萧苍海结印之间 星空宝船轰的一声 就冲进星空之中 林岩等人站在甲板上 扫视着四周 只见四面八方 全都是一颗颗 隆隆而动的星辰 有些星辰充满了寂寥的死气 别说是生灵了 连一株草都看不到 有些星辰却繁华似锦 有数不清的灵药 在上面摇曳生辉 还有一些星辰 宝光闪烁 上面有大量的修士 正在开采炼器 布阵材料 那些资源耗尽的星辰 被称之为死星 可别小看着死星 他们的星辰本源还在 若有需要可以炼化 也可以整体搬走 用来做阵法枢纽 或者是浮空岛之类 萧苍海道 还真是物尽其用 林岩惊叹道 那是自然 虽然修行资源 看似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可眼光终究要往长远了看 一点都不能浪费 萧苍海一向口搜 最见不得浪费了 这倒也是 林岩点头 萧苍海领着众人 一路横渡 星空而去 这一路上 萧苍海毫无保留的 魏林岩等人 讲解着星空的一些禁忌 比如说 林岩等人看到了一颗光芒冲天 好似仙宝一样的星辰 这样一颗绚丽的星辰 却被称之为暗星 方圆千万里不得靠近 连大城都得绕着走 林岩还看到了一片黑压压的潮汐 遮天蔽热而来 吓得萧苍海控制着星空宝船 绕了一个大圈 才避开了那一片潮汐 那是黑暗潮汐 能避就避 要不了命 却很恶心 萧苍一旦迷失在其中 在里面待多久 那可就全靠运气了 那又是什么星辰 数日之后 林岩等人再次露出震撼之色 他们在百万里之外 看到了一颗摇曳着 亿万重见光的星辰 那星辰太惊人了 吞吐着亿万重见光 好像能将星空彻底斩碎 它不像是一颗星辰 而是一个见到大成者 林岩盯着星辰 体内见到轰鸣不休 就连九霄剑侠 都是微微颤抖 其内的九霄剑意 机遇喷布而出 体悟渐兴渐意 剑道正在提升 这颗星辰名为剑星 它的来历 你们绝对想不到 萧苍海笑眠眠地说道 老二 这个时候 你就别卖关子了 宇飞先说道 行 不卖关子了 这个星辰看着很近 其实只是海市圣楼一样的存在 它其实存在于外星空 与内星空交界处 也就是 你们要去历练的遗迹之内 你们看到的 只是投影而已 萧苍海说道 只是投影就如此惊人 若是真正的星辰 那有多么可怕 林岩不由露出意思 可怕 非常可怕 萧苍海深以为然地点头 至少在同境界之下 大师兄都没占到便宜 大师兄都没占到便宜 林岩心里一震 石金仙绝对是林岩认识的 最精彩绝艳者 可以盗君之力 逆一伐大成 连他都不行 没错 建兴 乃是上一个纪元留下的远古星辰 他能有如此建议 乃是因为曾有修士 在上面留下了一圈建绝 建绝在星辰上 常年累月地汲取星辰之力之后 诞生出了灵志和生命 建兴能有如此建议 就是因为那生灵的存在 萧苍海目光灼热地说道 建绝成灵 还诞生出了生命 林岩都听梦了 法门都能活过来 说起这法门 你们肯定都听过 萧苍海再次说道 该不会是四大建绝之一吧 林岩心里一动 其他几人文言 也是微微点头 嗯 就是四大建绝之一 萧苍海应道 当时四大建绝 非先建绝和先伐建绝 都在藏仙谷 九霄建绝在我手中 我应该是唯一的传承者 也就是说 那颗星辰上的建绝 是混沌建绝 林岩眯着眼说道 你说得不错 当时四大建绝 只有九霄建绝 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法门 因此九霄建绝 也被誉为当时建造第一人 非先建绝 是最神秘的建绝 要体悟藏仙谷内的非先之影 不同的人悟出来的也不一样 先伐建绝 是藏仙谷 从大罗城内带出来的建绝 应该和洛霞建 同出一人之手 而这混沌建绝 则是四大建绝之中 公认的最强建绝 与非先目光灿烂地说道 难怪说那一记 不比大罗城差 就只是这一卷混沌建绝 就足够珍贵了 灵言赞叹道 对 其实我们进入一记 都是奔着这混沌建绝去的 只可惜迄今为止 无人成功 当年九霄建仙 也曾进入其中 据说与那生灵相谈甚欢 受益良多 所以自此崛起 萧苍海道 一记有弃规则在 最高只许元英 那生灵的修为 应该也是元英吧 灵言道 元英九重 不过 他毕竟依托剑心而生 剑心不灭 他也不会死 所以也算 亘古长存的长生众了 萧苍海道 那生灵很有意思 你若是登心问剑 他的态度很客气 会和你做下论剑 一点架子都没有 可若是你想开战 你会被打得很惨 当年大师兄 就曾被他一剑 劈出了星辰 差点没被砍死 萧苍海幸灾乐祸地说道 当年石金仙年少轻狂 被世人称之为少年天帝 说他有天帝之姿 不过据萧苍海的了解 什么天帝之姿 就是个骚化王 进了一剑 和混沌剑爵没了几句 混沌剑爵 就被他的骚化震伤了 而后自然是大打出手 一开始 那剑爵确实不是石金仙的对手 石金仙更是骚化连连 剑爵�恕惧成怒之下 就不讲武德了 直接催动星辰的力量 一剑 就把石金仙给劈出去了 毕竟 那可是一颗星辰的力量 虽说有一剑规则压制 却也是实打实的无敌战力 那肯定得去啊 灵言期待开口 一个剑爵孕育而出的生灵 若是能坐下与之论道 自己的剑道 肯定能提升一大截 总之 一剑内玄妙之处有很多 你们离出窍还走 有的是时间去体悟 萧苍海道 那师兄师姐 你们说的那个赌场 又是什么意思 灵言好奇地问道 赌场 等你进了里面 看到了那赌场就知道了 保证颠覆你的认知 与飞仙狂笑起来 前面就是我们那三颗星辰了 一群人闲聊之间 已然是来到了近星空 和远星空的交界处 三颗星辰宝光闪烁 异象分成 星辰上都有着丹仙谷的大旗 刷 一道人影出现在灵言等人面前 来人是一名老者 道君修为 身上穿着丹仙谷的道袍 这位是丹仙谷的丹玄道君 我们和他完成交接就行了 萧苍海说了一句 就领着灵言等人 走出了星空宝船 苍海道君 飞仙道君 谷主已经交代过了 我这就收了丹仙谷的旗帜 诸位把仙肖宗的大旗 直接插上三颗星辰就行了 丹玄道君开口之间 当即就把丹仙谷的旗帜 直接收走 刷 刷 刷 丹玄道君刚收了旗帜 还未等萧苍海 插上仙肖宗的旗帜 只见三杆大旗 猛地从虚空中冲出 插在三颗星辰上 每一杆旗帜上 都锈着一把刀 星空顶级势力 刀仙阁 哼 三杆大旗 刚刚插在三颗星辰上 两道人影 已经从虚空之中走出 两人一男一女 女子风姿绰约 一态万千 一袭红裙摇曳生辉 气息赫然 已经是初步踏入大城境界 男子目光刚毅冷峻 身着青衫 背负着一口长刀 锋芒毕露 刀魔情削 刀狂情斩 丹玄道君看着现身的两人 眉头顿时宜重 林妍等人 则饶有兴趣地看着两人 敢抢仙肖宗的东西 这两人还是头一个 萧沧海和宇飞仙 则是意味深长地看着两人 这两人 老对手了 两位 这三颗星辰 可是我们丹仙谷 与仙肖宗的交易之物 无缘无故插上一脚 这可不大好吧 丹玄道君冷着脸开口 趁着双方交易之时 强行插旗 这摆明了 是不给丹仙谷面子 丹玄 你既然拔了旗 那就是放弃了这三颗星辰 也就是说 我们刀仙阁 只是在三颗五主星辰之上 插上了旗而已 有何不可 秦枭笑盈盈的开口 风情万种 这 丹玄道君闻言 顿时欲色 丹仙谷的老学究 那可都是老实人 哪里遇到过这样钻空子的事情 终究是挑不出个礼来 丹玄道君 你可以走了 萧沧海笑着说道 走 丹玄道君一愣 没错 你已经拔旗 剩下的 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了 与飞仙也是笑着开口 抢无量山的东西 这可是稀罕事儿啊 与飞仙活了这么久 都没遇上过这样的好事 那老夫 可就真走了 丹玄道君满脸狐疑 走吧 回去转告你们谷主 我们的交易已经完成 萧沧海笃定开口 行 丹玄心里一阵不解 是不休真啊 这交易完成了一半 被人把星辰抢了 这怎么着都是丹仙谷的事情 是丹仙谷的责任 但而今 这两人却尚赶着完成交易 这不符合无量山的作风 无量山不是应该抓住机会 可尽得坑丹仙谷吗 丹玄道君心里不解 却还是转身离开 秦霄 秦斩 你们别闹了 现在把七拔了 可还来得紧 萧沧海眯眼一笑 完全没把两人当一回事 就跟红小孩一样 萧沧海 少废话 想要我们拔七可以 叫石金仙和方正来见我们 秦霄眼帘一台 二师兄 这个秦斩要见九师兄我明白 大师兄招谁惹谁了 黑月十二狗脸问号 刀狂秦斩 黑月十二和方正 可是假冒过人家的身份 然后把八大禁区 七十二府地掌教的黑料 甩得满天飞 方正还用大虚空手 把人家秦斩扒光了 丢进黑暗潮汐之中 秦斩自然要找方正的麻烦 可这和大师兄有什么关系 小十二 这你就不知道了 秦霄可是大师兄的手下败将 萧沧海解释道 不只是是手下败将哦 还是我们大师兄 喂过门的媳妇呢 于飞仙笑名逆地说道 啥 林妍等人全傻了 喂过门的媳妇 这是啥时候的事情 八卦 大八卦呀 不知道了吧 当年大师兄刚成道军 就进了远星空历练 结果就遇上了 同样在远星空历练的秦霄 结果不打不相识 当初秦霄已经道军圆满了 大师兄却是出入道军 可大师兄这样的人 战斗力自然不能以场理看待 直接把秦霄揍了一顿 后来两人不知为何 被困在了一颗暗星之中 两人在里面 足足待了三个月 至于说 这三个月发生了啥 我们就不知道了 只知道两人出来之后 秦霄就公告星空 要和大师兄结为道理 宇飞先笑嘻嘻地说道 这三个月肯定有故事 该不会是生米煮成熟饭了吧 三通眼中都是八卦之光 若是如此 这位岂不是我们的大嫂 林延也是瞪着眼睛开口 刷 林延刚说完 秦霄的目光就猛地看向林延 那目光充满了心血 你是谁 秦霄目光灼灼地盯着林延 大嫂 师弟林延 无量山老妖 林延踏步而出 一句大嫂叫的秦霄心花怒放 你很会说话 你说的话 很中听 秦霄笑着点头 无量山就这个老妖看着最顺眼 大嫂 初次见面 可有见面脸 林延灿烂一笑 有 那自然是有的 来 这个你拿着 秦霄当即一拍自己的空间法宝 里面就飞出了一把如意 落到了林延面前 地宝星光如意 萧苍海目光一亮 星光如意 这可是好东西 地品法宝之中 防御可排进前三 姐姐 秦霄这一举动 不只是看傻了三通等人 就连秦斩眉头都是一皱 咱们是来挑事的 不是来当散财童子的 大嫂 在下三仙殿三通 平日礼和金仙道君 也是以师兄弟相称 大嫂 在下清一 是无量山老十三 大嫂 一声声大嫂 从三通等人口中道出 听得秦霄满面羞红 一颗小心脏 都快从嗓子跳出来了 这些人 有眼光啊 有 都有 一群人 左一声大嫂 右一声大嫂 当场就让秦霄迷失了自我 连原本的目的都忘了 拍着自己的空间法宝 那叫一个疯狂散财 啪 秦斩看着这一幕 一只手拍着额头 嘴角直抽抽 开始有些后悔 和秦霄一起来了 那个大嫂 既然是一家人 要不你别闹了 把这棋拔了 肖苍海也是笑着 来了一句大嫂 这可不行 一提到拔棋 秦霄就立即清醒过来 冷着脸摇头 只要你们把石金仙和方正叫过来 我立马就拔棋 秦斩扫了秦霄一眼 还好这花痴 没有完全丧失理智 他们两个 不会来的 肖苍海摇头 石金仙那是躲着秦霄都来不及 怎么可能会过来 方正倒是会过来 问题是 没啥用啊 人家秦霄是大成 那这资源星 你们就别要了 按照规矩 这棋是我插的 我会摆下三日生死来 你们现在 一个大成都没有 我不和你们打 你们要是叫来大成 我就让刀仙阁来的大成圆满 先把这生死雷打了 秦霄摆明了 是在钻空子 铁了心要见石金仙 插旗的规矩 事先压斧土著 然后摆下擂台 这三颗是资源星 有个屁土著 拔棋的时候 理论上确实可以插旗 秦霄是大成 那么这个生死雷的规格就是大成 自然也可以摇同镜之人 嫂子 你这是在耍赖 林言孝道 肖苍海和宇飞仙也有些吃扁 照规矩 这是大成级的生死雷 肖苍海和宇飞仙都不到大成 连打生死雷的资格都没有 退一万步讲 肖苍海上去了 也未必能拿下秦霄 毕竟他不是石金仙 可以杜劫逆伐大成 更何况 秦霄战力可是极强 就耍赖了 总之 你们必须让石金仙来见我 秦霄完全不讲道理 还有方正 秦斩补充道 若是耍赖的话 我倒是有个法子 肖苍海眯着眼说道 巧了 师弟我也有个法子 灵眼眼帘一开 若是我没猜错 我们三人应该是一个意思 宇飞仙也是玩味开口 三位 你们有什么法子 不如直接说出来 秦霄看着三人在那里打哑谜 不由皱起了眉头 刷 肖苍海取出一张星图 刷的一声展开 星图上标注着一颗颗星辰 每一颗星辰上都标注着不同的旗帜 代表这些星辰属于不同的势力 这附近 一共有你们刀仙格28颗星辰对吧 肖苍海点出了星图上 在这附近的28颗星辰 没错 秦霄点头说道 怎么 你想在我们刀仙格的星辰上插旗 肖苍海 你确实很强 是罗浮杜杰绝代榜排名第二的强者 可你终究是一个炼器的 实力远不如石金仙 在星空 你可做不到铜镜无敌 秦霄眯着眼说道 插旗立棍 指的是无主星辰 秦霄能在三颗星辰上插上旗帜 是钻了空子 毕竟丹仙谷主动拔旗 等于是在那一瞬间 这三颗星辰就是无主之物 自己动手拔旗 然后再插旗 可就是叫板刀仙格了 刀仙格在渡劫境界 能砍死肖苍海的 可不是没有 确实 在星空 我确实不是没有对手 比如你们刀仙格 号称可一指碎星辰的沿途 我若是对上 最多也就六成的胜算 我若是拔了旗 等于是叫板你们刀仙格 到时候 你们刀仙格渡劫 倾巢而出 我可吃不消 肖苍海玩味一笑道 你知道最好 可不要玩火 秦霄提醒 无量山一脉 形势一向疯狂 秦霄还真怕 肖苍海等人 做出什么不可收场的事情 大嫂 二师兄不无敌 没关系 师弟我无敌就行了 林言此时却是笑了 你小子 果然也看出 这插旗力棍的漏洞啊 肖苍海笑道 此次过后 星空怕是得改规矩了 林言灿烂一笑 行 既然如此 那我们无量山 就给星空改改规矩 刷 肖苍海一甩袖子 一把将林言裹住 而后就消失不见 走 看热闹去 与飞仙笑了笑 同样国企严九仙等人跟上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什么林言无敌就行了 秦霄两姐弟 看着林言等人远去 都是满脸不解 过去看看 秦霄眉头紧皱 顾不得此地的三颗资源星 连忙跟上 玉恒星 刀仙阁名下的大星 这是一颗生命古星 价值远比普通的资源星 珍贵多了 至少相当于一个洞天 玉恒星是主动让刀仙阁 插上旗帜的大星 年年上贡 碎碎称臣 玉恒星主是正经八百的 杜结圆满修士 实力绝对不弱 哄 此时 一道气焰滔天的身影 写过着无敌的威势 以蛮横无比的姿态 冲进了玉恒星 直奔刀仙阁旗帜而去 是谁 谁这么大胆子 赶来我们玉恒星拔旗 不知道我们玉恒星 是刀仙阁庇护的吗 萧苍海带着林言 刚刚冲进玉恒星 一道道震怒的声音 就从星辰四方传来 而后十几个杜结圆满修士 瞬间出现在旗帜前面 怒视着萧苍海 是你 无量山老二 一群杜结看到萧苍海 顿时晕了 这混蛋又进星空了 还这么直突突地冲进来 这是想干嘛 诸位 这玉恒星 该换个主人了 萧苍海长啸之间 手掌猛的一番 哄 瞬息之间 三大仙宝 三十六地宝 一百零八圣宝 从萧苍海体内飞出 啊 该死 你们无量山 就是这么掐架的是吧 混蛋 一百多件法宝宣泄而下 还演化出仙镇 直接就把玉恒星的杜结 给打得头皮发麻 人家打架 法宝是辅助 萧苍海打架 纯靠法宝多 有钱 任性 十几个杜结不敢硬抗 连忙躲避 跑得慢的 还被戳了一下 捂着屁股飞出三千里 起 萧苍海一把就将刀仙格的旗帜拔了 混蛋 你真霸气啊 不怕刀仙格杜结砍死你 一群杜结全都长啸出声 开个玩笑 我这就把旗给诸位插回去 萧苍海拔了旗帜 做事又要把旗帜插回去 刷 可是一边 早有准备的灵言 却是漫条丝里的 取出仙肖宗的大旗 直挺挺的就插在玉恒星上 仙肖大旗亮起绚烂无比的光 操 玉恒星被一个金丹插旗了 玉恒星休士 全都猛了 区区金丹 也敢在玉恒星插旗 紧跟着萧苍海而来的情肖良姐弟也来了 两人都是瞠目结舌 萧苍海拔旗 灵言插旗 还能这么晚 小师弟 你这是在干嘛 你在这玉恒星上插旗 那可是要开生死类的 萧苍海一脸责备地看着灵言 与其之中却是幸灾乐祸 要开生死类 师弟我也不知道啊 灵言满脸无辜 现在知道了 还不快把旗子拔了 把这刀仙格的旗子插回去 萧苍海道 不行不行 老师说过 大丈夫在外行事 要有担当 既然师弟 我插了齐 那今日这生死雷 师弟我是不办也得办了 灵言摇头 一脸的执拗 你们两个 少来 真当我们眼瞎啊 就是 插旗立棍 涉及到星辰归属 可容不得你们乱来 现在把齐拔了 可还来得及 玉恒星修士 看着两人一唱一鹤的样子 鼻子都气歪了 此时玉恒星修士 倒是想冲上去 将萧苍海 做个满面桃花开 可关键是 他们也打不过呀 至于说对灵言出手 这怎么可能 且不说灵言 已经在玉恒星插旗立棍 能对灵言出手的 就只能是金丹 但就灵言这境界 他们也抹不开脸皮啊 不拔不拔 在下先宵宗无量山老妖灵言 今日在这 玉恒星插旗立棍 开设生死类三日 还请星空 诸位师兄师姐 不吝赐教 灵言长笑出声 一番话 直接就把玉恒星的后路堵死了 什么 又有人插旗立棍了 还是在玉恒星 那可是刀仙阁的附属星辰啊 灵言又是谁 无量山什么时候又收弟子了 还是个金丹 灵言的声音传开 顿时吸引了四方关注 当他们感应到 灵言的气息之后 一个个都梦了 金丹 一个金丹在玉恒星 这样的生命古星上 插旗立棍 这怕是星空头一遭了 还插旗立棍 我们玉恒星是刀仙阁的 又不是无主星辰 玉恒星主冷着脸开口 大嫂 灵言抬头看向远处的秦霄 说 秦霄有心不理会灵言 但是那一声大嫂 真得是让他拒绝不了 大嫂 星辰上的旗帜被拔了 就算是无主星辰 这是大嫂说的吧 灵言眨巴着眼 看着秦霄 秦霄脸色一黑 这话还真就是他说的 是我说的 秦霄咬牙点头 既然是无主星辰 那师弟 我在这玉恒星插旗立棍 可站得住脚 灵言再问 赵规矩 可以 秦霄犹于片刻之后 再次点头 刀魔道君 这 玉恒星主闻言 人都骂了 秦霄 刀仙阁主的女儿 玉恒星的顶头大boss 怎么帮着别人说话了 听到了 我大嫂都说了 我这插旗立棍 有效 灵言笑道 灵言 你可想清楚了 插旗立棍 生死擂台 这可不是二性 你虽然钻了空子 可这生死擂台一开 除非三日期满 否则无路可退 你要迎接全星空的金丹挑战 秦霄盯着灵言 灵言是石金仙的小师弟 还是第一个叫大嫂的 闪失 大嫂放心 我对自己的实力 有自信 灵言点头 然后看向萧苍海 二师兄 你看这玉恒星 可能抵得上我们那三颗星辰 自然可以 萧苍海到 只是宝本的话 这可不行 灵言摇头 反正都是打 不如我们多来几客 我觉得可以 萧苍海点头 再次裹着灵言 消失不见 还来 秦霄和秦斩文言 感觉头都大了 就要上前拦住萧苍海 两位 我们可也是许久未见 不如留下来和师妹我聊聊天 喝喝茶 这不比打打杀杀 有意思多了 两人刚要出手 宇飞仙已然踏步而出 拦住两人 只见宇飞仙 四周火焰汹涌 两指之间 还加着一颗仙品丹药 散发出令人心悸的气息 毒丹 秦霄美眸一宁 没错 此丹名为身腿瞪眼丹 大成若是沾染了一丝 也保证你身腿瞪眼 还有 到时候请我解读的话 很贵的 宇飞仙灿烂一笑 哄 就这么一耽误的功夫 远处又有一颗星辰 被萧桑海拔了齐 而后灵言插上了 仙宵宗的旗帜 两颗 三颗 二十八颗 没过多久 刀仙阁在附近的 二十八颗星辰 全都被灵言插起了 二十八颗星辰 只有玉恒星是生命星辰 其他二十七颗 和丹仙谷 与萧桑海交易的 三颗资源星一样 乱了 附近一片 星域都乱了 这可都是刀仙阁 名下的星辰啊 如今 居然全都被一个 金丹给插起了 捅破天了 无量山的混蛋 这是真捅破天了 与此同时 秦枭 秦斩 已经彻底猛了 他们怎么都想不到 自己 只是抢了无量山 三颗星辰而已 这转眼功夫 无量山就抢了刀仙阁 整整二十八颗星辰 阁主 出大事了 此时 一名大成修士 着急忙慌的 闯进了刀仙阁主的洞府 什么事情 如此试探 身为大成修士 连泰山崩于前所不变 都做不到吗 刀仙阁主愈怒开口 我们刀仙阁名下 有二十八颗星辰 被人插起了 大成修士道 什么 刀仙阁主闻言 脸色顿时一黑 是八大禁区之主 还是七十二伏地 掌教出手了 我们刀仙阁 最近可有招惹他们 刀仙阁皱眉道 罗夫 那是土匪哦 敢对自己刀仙阁名下 二十八星辰插起的 肯定是那群老不死 都不是 大成修士摇头 都不是 那是谁胆子这么大 削宗无量山的肖沧海和灵延 大成修士道 无量山老二肖沧海 我知道 灵延又是谁 刀仙阁主道 灵延是无量山老妖 金丹静谨 具体几重不好判断 大成修士摇头 说起这个他就生气 下面的人也是下了心 说灵延又像金丹七重 又像金丹圆满 怎么 你们现在连金丹修士的修为 都看不出来了 刀仙阁主目光易冷 嗨嗨 是下面的人松懈了 大成修士苦笑道 他就知道自己要挨骂 算了 这不重要 肖沧海是吧 真当我不知道 罗夫杜杰绝带榜 水分多大是不是 让沿途带人 去做肖沧海一顿 事情就这么了 刀仙阁主眼帘一台 他可早就想 奏仙阁宗的人 一直苦于没有理由 如今可算是逮着机会了 反正是肖沧海惹的事情 那就别怪 刀仙阁下黑手了 打不得 大成修士摇头 打不得 肖沧海都到我们 刀仙阁脑袋上拉屎了 还打不得 刀仙阁主怒了 阁主有所不知 无量山的人 讨了个巧 拔旗和插旗的 并非一人 拔旗的是肖沧海 他还一脸陪笑说 是和我们刀仙阁开玩笑的 道歉的态度极好 别说多诚恳了 伸手难打笑脸人啊 再说插旗的又不是他 大成修士苦笑道 林妍插旗 一个金丹 无量山又想到什么幺蛾子 刀仙阁主一脑门黑线 对 就是他 肖沧海拔一杆旗 林妍就插一杆 还说什么 做人要有担当 插了旗 那就得百生死累 汇报的大成修士 一脸苦笑 真是遇上无赖了 这不是耍赖吗 怎么着 旗帜刚离开地面 星辰就算无主之物了 刀仙阁主冷笑道 嗨嗨 这事儿 是公主和少阁主先做下的 汇报的大成修士 就将之前情消和情斩 在丹仙谷三颗星辰插旗的事情说了 又是这丫头 刀仙阁主气的胡子 都飞来了 没想到 这事情还是自己的宝贝女儿带的头 阁主 要不咱们派人去先宵宗讲讲 就说是一场误会 大成修士提醒道 误会 哪有什么误会 只有怯懦的弱者才会讲误会 自然弱者之后 我们如何在星空中立足 记住了 胜败乃兵家常事 输了 大不了赔钱赔命 可若是不战而降 全星空的宗门都会来奋一杯羹 强倒众人推 刀仙阁主摇头 那怎么办 汇报的大成修士头疼了 打 刀仙阁主夺不到 金丹摆下生死类 虽说从未有过 不过既然是规矩 那就尊重 该打就打 我们刀仙阁又不是没有金丹 刀仙阁主说道 行 我这就派一批金丹过去 大成修士道 记住了 留下那小子一条命 毕竟此事是萧尔开的坏头 刀仙阁主道 是 汇报的大成赶忙就去安排 不过三炷香时间过去 刚离去的大成就苦着一张脸回来了 阁主 又出事了 大成修士一脸苦瓜样的开口 又出什么事了 刀仙阁主有些不耐了 我们派出的金丹全军覆没 连林延的面都没见到 大成修士叹道 萧沧海出手了 刀仙阁主眼前一亮 传讯御检都掏出来了 恨不得立即传令沿途去打人 不是 出手的是八大禁区的一帮小家伙 还有两个七十二伏地的金丹 连一个金丹圆满都没有 他们在半路狙击 把我们派出去的金丹都抢了 尤其是黄泉的谢长安和三仙殿的三通 都抢疯了 这两人以一敌食之下 疯狂熬战 咱们刀仙阁的金丹都被打出心理阴影了 大成修士咬着牙道 他现在对刀仙阁的未来持悲观态度 不是他们不给力 只是对方太变态 尤其是谢长安和三通 仿佛是穷鬼投胎一样 差点连人家裤衩子都不放过 这 事情难办了 刀仙阁主脸上露出凝重之色 是啊 按照规矩 三日定生死 若是无法横退了零年 那三日之后 二十八星辰可就真归先消踪了 大成修士苦笑道 若是二十八星辰丢了 刀仙阁绝对肉疼 他这个大统领也要放血 未来几百上千年都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你通知秦镇回来一趟 刀仙阁主私存片刻之后 下定了决心 小公子 大成修士闻言 瞳孔一缩 刀仙阁主有三个孩子 老大秦霄 人称刀魔 老二秦斩 人称刀狂 两人都是刀刀天才 算是承接了刀仙阁主的一波 尤其是刀狂 刀刀造诣极高 还在秦霄之上 同进而战 这些年也就输了方正半招而已 当然 这是秦斩未曾遇到过许三刀 至于刀仙阁主三子秦镇 那就是个论外 剑修 他是极为罕见的剑修 根本就没走刀仙阁的路子 没错 这小子在远星空修行了那么久 也该回来了 不过这儿的剑道得自太阴星 剑出必剑血 不到最后 不要出手 你可将阁内其他顶级金单都派出去 若是他们能拿回二十八星 这儿自然不必出手了 刀仙阁主瞇着眼睛说道 是 负责汇报的大成转身离开 而后取出传讯预警 发出了信息 太阴星 乃是上一个纪元的大星 远星空最凶险的地方之一 大星之上 一株株晶莹如玉的奇目伶俐 充满了极寒气息 太阴星一座深谷之中 一个冰棺横沉 散发出风冻一切的力量 滴滴滴 此时 冰棺之中有一阵急促的声音响起 而后冰棺猛地掀开 有一名青年自观中作气 青年一头短发 根根树立 摇曳着淡淡的银色火焰 他裸着上半身露出古铜色的皮肤 胸口上还有一轮月牙印记 闪烁着晶莹的光芒 在青年的腰背上 还背着一口大弓 而剑侠则 玉树林内就有数不清的异兽冲出 众多异兽 全都像是寒冰雕琢而成 散发出彻骨的寒意 形态极为怪异 气息却很惊人 清丹圆满 他们全都是清丹圆满的修为 嗡 青年信守一招之间 背上的大弓已经落入手中 雀灵弓 大弓被青年握在手中 弓身之上有三个大字随之亮起 只见青年抓起一根雀灵剑搭在弓上 大弓瞬间被拉成满月 而后一箭射出 救 青年明明只是射出一箭而已 却有犀利到极致的雀鸣之音响彻 青年射出的箭矢 极音画扬 爆发出冲天的火光 而在火光之中 一只朱雀扶摇而出 所过之处 密密麻麻的金丹异兽 瞬间化为灰烬 刷 而后 朱雀再次化为一根箭矢 回到了青年腰间的剑侠之中 秦镇 青年正是刀仙阁主三子秦镇 秦镇一箭射杀众多异兽之后 这才取出自己的传讯预解 一个金丹 在我刀仙阁的星辰上 插起二十八道 秦镇扫了一眼信息 目光猛的一亮 不错 很不错 而今我这广寒诀 已经修成了第一重 悟出了阴阳融合之道 这却灵剑 也已经达到极限 不日将晋升原因 就以此人作为我的晋级之战吧 秦镇自语之间 取出一枚阵盘 一步踏入其中 消失不见 远星空 一颗充满了黑暗气息的大星之中 一名青年坐在骷髅王座上 一只生有九头 头脚争容的异兽 他在青年脚边 智圣大天魔 青年正是智圣大天魔 他脚边的异兽 是星空排名前十的异兽 九手黄龙 别看面对智圣大天魔 九手黄龙看起来人畜无害 可他真实的修为 那可是正经八百的大成圆满 来是星空智强者之一 大皇啊 这就是你这些年 收集的天才信息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啊 智圣大天魔 看着大皇递给自己的花名册 直翻白眼 这花名册上的人 都是傻啊 不是无量山弟子的手下败将 就是连和无量山交手的资格都没有 这让智圣大天魔 完全提不起兴趣 要打 至少也得石经仙 王师道那个级别的天才 这样的人 大皇的花名册上 是一个都没见到 主子 不是这些人弱 是您太强了 石经仙 王师道那样的人 岂是那么容易出现的 九手黄龙 心里也是一阵委屈 花名册上的人 个个在星空都有无敌之名 基本上也就在无量山手里吃过亏 不对 主子 好像还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九手黄龙闭着眼睛 倾听了片刻之后 目光突然一亮 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智圣大天魔兴致缺缺的问道 无量山灵岩 在刀仙阁二十八星辰上插起了 如今全星空的金丹 都在往他那边赶 这么大的事情 肯定会炸出几个不是书的天骄 九手黄龙道 灵岩老弟 智圣大天魔目光一亮 然后大笑起来 果然 还得是你 赶在刀仙阁的疆域 连差二十八杆大气 果然是你小子能干出来的事情 智圣大天魔连连点头 还是灵岩这小子 看得对眼 主子 你认识他 九手黄龙狐疑地问道 他跟着主子 可不知道有多少年了 可太清楚 自家主子有多狂了 人家狂 那是天老大 地老二 我老三 智圣大天魔呢 什么老大老二老三 我叫天 天他硬吗 我叫地 地他达吗 我就是老大 像这样夸人 绝对是第一次 认识 那是我小老弟 智圣大天魔道 大皇 走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咱们去给小老弟 称称牌面 智圣大天魔身形一闪之间 已经坐在了九手黄龙后背上 九手黄龙扶摇而起 就消失在黑暗深邃的星空中 此时 灵岩连差二十八起 摆下生死类的消息 也早已传遍了星空 这个消息 刀仙阁不曾封锁 也不可能封锁得住 一日之内 不知道多少星空势力的金丹 朝着灵岩所在的位置而去 有交好刀仙阁的 寻思去给刀仙阁助力 有看刀仙阁不爽的 想过来给刀仙阁上上眼要 刀仙阁拿不下的人 我们拿下了 不就等于我们比刀仙阁强 这是修士之间最朴实的逻辑 还有眼瞅着灵岩一日之间明动星空 想借着灵岩的名头一飞冲天的 总之 不知道多少金丹 这些金丹压根连灵岩的面都见不到 哄 又是一个 草 穷鬼一个 从头到尾巴根的家当夹起来 买个地宝都够呛 就不能来几个家底厚实的 就这家底 你三通爷爷 什么时候能凑齐五十件仙宝 哇 那个小子 看着很有钱啊 只见灵岩的生死泪百百里之外 三通和谢长安一锤子一个的 瞧着赶来的金丹 狠狠踹了那个穷逼金丹一脚之后 齐刷刷地盯上了一名 看着就很有钱的修士 三通 瞪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我是你师兄 那修士被三通和谢长安盯着 汗毛都立起来了 而后就是破口大骂 青年穿着三仙殿的道袍 赫然也是三仙殿的弟子 怪不得看着就有钱 原来是师兄啊 对不住 这不是抢迷糊了吗 三通恋恋不舍地收回了目光 自家师兄 看着就很有钱啊 家底买一件仙宝 问题应该是不大吧 三通收回目光 转而又盯上了一名少女 那少女也很有钱的样子 三通 收回你的目光 那是我黄泉的 谢长安咬牙 怎么全都是认识的 三通仔细一瞧 还真是 那少女身上的 湿气中的下人 肯定是黄泉的 照你们这么抢 其他金丹还敢来吗 林妍坐在擂台上 看着这两货宝 一脸都无语 就这么一天的时间 这两货就抢数百个金丹了 一开始严九仙等人 还想和星空的金丹过过手 切磋一下 可是马上就被三通 和谢长安给劝退了 这两货抢几眼了 谁和他们抢对手 就和谁几眼 气得严九仙等人 索性不掺和了 反正他们没欠债 如此一来 汇聚在这里的金丹 可就不敢怎么靠近了 都是远远的观望 而金还敢靠近的 基本上都是罗夫的金丹 三通 长安 自家人的不能抢 你们可以交换着抢啊 刘阳见兮兮的开口 三通和谢长安对视一眼 目光全都一亮 是啊 自家师兄弟不能抢 我们完全可以换着抢啊 三通和谢长安 这俩一向看不对眼的人 此时却是展现出了 无与伦比的默契 谢长安二话不说 直接冲向三仙殿金丹 三通冲向黄泉少女 你们两个疯了吧 混蛋 你往哪掏呢 三通和谢长安 那是真如恶狗扑石一般 又狂又糟 同为金丹 那俩黄泉金丹 和三仙殿金丹 根本就不是对手 刷 这下子 那些自认来自罗福 必然很安全的修士 立马后撤 都是一脸警惕地看着二人 这吃相 是真难看 哄 此时 一道剧烈的轰鸣声响彻 只见一艘星空宝船 破空而来 宝船上 还站着十几个修士 十几个修士 除了带队的是大成之外 其他的全都是金丹圆满 在星空宝船上 还插着刀仙阁的旗帜 四小刀 刀仙阁四小刀 全都来了 四周的修士 看着星空宝船上的金丹修士 全都露出凝重之色 特别是为首的四个金丹圆满 身上的刀翼全都极为强横 四小刀 有修士露出不解之色 刀仙阁 每隔十年都会举办一场阁内比武大会 掘出出年轻一代最强的十个人 进行重点培养 四小刀 就是排名第二到第五的四个人 这四个刀道高手 全独有着力拼原因的战绩 有修士解释道 排名第一的是谁 怎么没懒 排名第一的是 是仙刀阁小公子秦震 秦震绝对是个异类 不走刀仙阁的刀道 修行的是剑刀 曾经一剑不发 只是弯弓虚射 以剑意射杀了一名金丹圆满 被誉为星空金丹第一剑 号称未来剑仙 所以第二到第五 才是四小刀 提到秦震 不少修士目光都是变得灼热无比 秦震绝对是有望 角逐星空第一的盖世妖念 什么星空金丹第一剑 全星空也没几个弯弓剑的呀 都说他弯弓虚射 射杀金丹圆满 你们谁见过 此时 一道桀骜的声音传来 哄 而后又是一艘星空宝船 横空而来 船头上一个一看 就是顽固子弟的青年 正半躺在仙宝床上 旁边还有十二个 自容绝美的少女伺候 有捧剑的 有端茶的 还有锤背拿尖的 最关键的是 这十二个少女 全都是金丹圆满修为 气息远比普通金丹更强 我们刀仙阁的事情 你们逍遥楼也想参合 四小刀为首的青年踏步出 盯着极尽享受的青年说道 王一 你只是我的手下败将而已 你就别说话了 换成勤阵来 还差不多 逍遥楼青年 邪逆了王一眼 根本没把王一放在眼里 你 王一文言 顿时露出羞怒之色 这又是谁 看着好像很有钱啊 此时 刚把黄泉少女抢光的三通 又盯上了逍遥楼青年 有钱 逍遥楼和我们罗夫的天机堂一样 具有钱 他就是逍遥楼主的儿子 华天鹏 和秦镇是老对手了 你要是把他抢了 你就发财了 被三通抢得金光的黄泉少女 此时怂恿到 我打不过你 总有打得过你的教训你 首富 星空首富的儿子 三通顿时兴奋开口 顶着仙顶 就朝华天鹏冲去 正 三通刚冲上去 华天鹏身后捧着剑的四个少女 眼中寒芒一闪 而后同时出剑 只见四道剑光一闪之间 有纤威压落而下 只是一击而已 就将三通逼了回去 有钱 真他妈有钱 一出手 就是四把仙剑 三通被逼退之后 不惊反喜 这可是四把仙剑啊 这要是抢了 十分之一的账可就清了 谢长安也是眸光 灼灼地盯着华天鹏 好在谢长安比三通这个憨批 要冷静不少 没有直接上 很强 若是四大侍女单独出手 谢长安手拿把掐 可若是四人联手 再加上四口仙剑 谢长安就没把握了 这样的侍女 华天鹏有十二个 还有一个明显更强的华天鹏 三通师兄 再打下去 你可就该吃亏了 还是师弟我来吧 灵言笑了笑 一把拘回了三通 而后踏步而出 灵言 你既然设下了生死类 又让这些人拦着我们 是什么意思 灵言刚走出一步 四小刀之中就有人说道 我可没让他们拦着你们 灵言摇头 是我这几个师兄师姐 再帮你们 帮我们 是抢我们吧 一群被抢的修士文言 一个个都是义愤填膺 灵言小老爹 摆明了就是在帮你们 一群修士不愤之时 至圣大天魔的声音已经传来 只见一股令人惊悚的威压 瞬间笼罩附近的心欲 至圣大天魔 骑着九手黄龙 从虚空之中冲出 此时的九手黄龙画出了本体 九颗脑袋 每一颗都有星辰大小 身躯上翼重重的黄铃 如同神经胶筑而成 灿烂生辉 最可怕的是 九手黄龙身上的煞气 那种煞气 是日日夜夜 以生灵为食养出的煞气 令人心惊 九手黄龙 这是星空排名第三的 新兽九手黄龙 这九手黄龙 不是一直棲聚于远星空吗 怎么突然跑到 我们刀仙阁的疆域来了 九手黄龙一出 附近上百个星辰上的生灵 都被惊动了 都是头皮发麻 九手黄龙的凶名太甚了 曾经一口吞下一颗星辰 与大城圆满搏纱 占据绝对的上风 是助力于星空食物链 最顶端的存在 不过九手黄龙这些年 一直身居简出 从不走出远星空 如今怎么现身了 原因 九手黄龙后背上 还站着一个原因 我的天 九手黄龙 怎么会允许一个原因 站在他后背上 不少修士惊悚之间 看到了 站在九手黄龙后背上的 至圣大天魔 一个个感觉人都骂了 萧沧海和宇飞仙两人 都很有默契地 握住了一枚球员信号 至圣大天魔 别人不知道 这九手黄龙的来历 罗夫的修士可太清楚了 九手黄龙可是至圣大天魔的座企 之前三不管洞天瓦解 至圣大天魔逃走 而经九手黄龙现世 上面的原因 那肯定是至圣大天魔 九手黄龙 他们现在可扛不住 怕使得八大禁区之主 七十二伏地长教 至少来一个才够看 呆 你这大魔头 竟然敢称呼我为老爹 灵眼也是看到了至圣大天魔 心里怪异之间 指着至圣大天魔 就是一声呵斥 一群修士 顿时绝倒 这可是一名骑龙修士 哪怕自身只是原因 但是想搞死几个大成 怕就是九手黄龙晃晃脑袋的事情 灵眼居然敢这么说话 不怕先宵宗的大成 来不及救人 更让众人意外的是 至圣大天魔根本不生气 而是笑呵呵地开口 灵眼的命是我的 你们打归打 可要是谁敢坏了他的命 那就是与我至圣大天魔为敌 我避免他满门 至圣大天魔满脸笑容 但是说出的话 却让人从头凉到脚 至圣大天魔 这个名头有些耳熟啊 我也觉得耳熟 是星空双魔之一的至圣大天魔 至圣大天魔五个字一出 不少修士都是露出一色 而后不少老一辈修士 毛子瞬间瞪得滚圆 星空双魔 至圣大天魔 大魔天王 妈呀 他是罗浮最古老最强的恶修至圣大天魔 他不是躲在罗浮三 不管洞天河道了吗 星空修士全都傻了 星空双魔 是两个曾将星空脚的天翻地覆的大魔头 其中的至圣大天魔来自罗浮 曾经以一人之力踏平七个远古星辰 强行取走七个远古星辰的星辰本源 在外星空一处隐秘之地打造了魔窟 而大魔天王更是星空排名第一的星兽 是星兽 他以星辰本源为时 所过之处可吞噬亿万星辰 星空的修士提起是星兽就没有不怕的 不过双魔下场都不太好 至圣大天魔被困三不管洞天内 成了河道大城 大魔天王被星空势力围剿 肉身都被打崩了 据说只有一点真灵 顿进了远星空 就此不见了踪迹 谁能想到星空双魔之一的至圣大天魔 竟然又出现了 若是别人说要灭人满门 星空生灵会当笑话听 可这话从至圣大天魔口中说出 威胁性就太大了 谁不知道至圣大天魔一口唾沫一个钉 说灭你满门 那就绝对连一只蚂蚁都不会给你留下 邻居家狗都给你盾了 别听他胡扯 你们尽管上 这魔头势力的狠 若是你们都能杀我了 他才懒得正眼看我 更别提动手了 再说了 还有刀仙阁呢 而来的金丹全都露出敬畏之色 连忙开口 可惜根本就无人赶上前 远处的秦霄和秦斩 此时更是感觉头都大了 至于吗 不就是抢了你三颗星辰吗 你抢回二十八星就算了 现在连至圣大天魔都搞了出来了 有必要吗 姐姐 你说我们现在把这三颗星辰还回去 还来得及吗 秦斩虽然狂 此时却有些心虚了 怎么可能还 事情是我们挑起来的 这生死雷 我们打也得打 不打也得打 没得退了 秦霄摇头 而后踏步而出 林烟的生死类 关系到我刀仙阁二十八星 你们不必有后顾之忧 没错 尽管上 若是至圣大天魔上在巅峰 我们刀仙阁还让他几分 而竟靠一只九手黄龙 要灭我刀仙阁满门 这牛皮可就有些吹过头了 刀仙阁宝船上带队的大成修士 也是朗生开口 我先来 刀仙阁一名金丹修士文言 眼中战意一闪 这可是出头的好机会 若是能在此战之中 展露头角 未来必得阁内强者的亲爱 那金丹圆满开口之间 就要出手 停 我连插二十八星 摆下生死类 可不是让你们一个一个上的 一起上 林烟见状 当场赫止 一起上 生死类 可没这个规矩 正 刀仙阁金丹修士冷笑一声 抬手之间 已经握住一把圣品长刀 登空而起 刷 对方刚冲出而已 林烟信手一直点出 瞬息之间 一缕剑光从林烟指尖飞出 直击金丹圆满修士 什么 只是一缕剑光 就让那金丹圆满 如灵大敌 展仙 哄 刀仙阁金丹修士 神色大变之间 金丹圆满的力量轰然爆发 手中长刀猛地挥出 展仙一刀 刀仙阁先凭法门之中的仪式 号称修行道极致 可一刀斩仙 一刀出 黄黄刀光照亮了天地 有展仙真意席卷四方 让附近的修士 都是觉得躯体欲裂 可就是这样一刀 却被林烟轻而易举的 一指击穿 扑 而后林烟一指之力 瞬间洞穿了对方的眉心 让他直挺挺地倒下 不好 刀仙阁大成神色一变 连忙召回那金丹圆满的身体 而后松了一口气 还好 林烟不曾下死手 只伤其身 不灭其身 还有救 刀仙阁大成 取出一颗丹药 未尽对方嘴里 啊 那金丹圆满一下子就清醒过来 看向林烟的目光满是惊悚 不只是那金丹圆满 在场的金丹修士 就没一个能淡定的 同镜之下 弹指灭之 这是什么实力 都说了 一起上 咱们都省一点时间 林烟笑道 四小刀文言 不由面面相去 既然林烟小有这么说了 你们四个 一起上 刀仙阁大成开口 点指四小刀 至于其他金丹 在刀仙阁大成眼里 已经没有上去的必要了 是 四小刀文言 同时冲向林烟 华天鹏 要不你们也一起上吧 再看也看不出我的底 林烟任凭四小刀 冲杀而来 看向华天鹏 既然林兄有兴趣 你们十二个 就陪林兄好好玩玩 华天鹏眼睛眯成一条线 而后淡淡一笑 是 十二世女文言 同时行礼 而后飞身而出 落在林烟四周 其中四人手持仙宝长剑 实力很强 之前曾经联手逼退三通 还有四人落地之后 却是取出一架古琴 一口长销 一把琵琶 一把纸伞 最后四人 却是手持四面阵盘 十二世女一出 占据的位置 全都暗和阵道 隐隐约约之间 十二人的契机 完全勾连在一起 十二玲珑阵 不少修士看到 十二世女的站位 都是眯起眼睛 逍遥楼的十二玲珑阵 已经有许久未曾出现了 不知这十二人 能否发挥出 十二玲珑阵的威力来 十二玲珑阵是什么 有年轻修士好奇问道 十二玲珑阵 这是当时四大合计法门之一 刀仙阁大成说道 罗浮五行中的五方仙 逍遥楼的十二玲珑阵 浩阳福地的九阳炼天大阵 还有我们刀仙阁 号称可绝天绝地 绝人绝万物的四绝阵 四大合计阵法 可与四大剑决齐名 都是曾经无敌过一个时代的法门 五方仙 攻击力第一 号称可是仙 十二玲珑阵 最是神秘莫测 据说修行这合计法门的十二人 四人为一组 神鬼难测 九阳炼天大阵 最为霸道阳刚 而我们刀仙阁的四绝阵 最是犀利 无物不破 四大合计阵法 孰强孰弱 一直众说纷云 未有定数 毕竟从未正面交过手 刀仙阁大成 宁众开口 今日之后 是我们十二玲珑阵更强 还是你们四绝阵无敌 自剑分晓 画天蓬眼中光芒闪烁 四小刀 刀仙阁四人 能以四小刀为名 必然是修行过四绝阵的 而今这四人上台 肯定会施展此阵 小老店 你一日之间 能遇到两大绝世合计大阵 可不容易啊 至圣大天魔 也是笑着提醒 当年在星空之中 与本座齐名的大魔天王 就是被十二玲珑阵乱了心神 而后又被四绝阵劈了一刀 才最终 败于星空修士的联手之下 世人都说 多亏了刀仙阁的四绝 阵破了大魔天王的肉身 鞠躬至尾 却很少提及 十二玲珑阵乱了 大魔天王心神之士 为此 两大势力可是争了一辈子啊 至圣大天魔一语 就将两大法门的精髓指了出来 还不忘挑拨一下双方 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这些年星空修士 全都念着刀仙阁的吼 当年出了大力气的逍遥楼 却少有人提及 逍遥楼能不气吗 一人独队十六个最顶级的金丹 抗衡两大合击法门 灵言若是能挡住 那就真无敌了 众多修士 都是目光灿烂地盯着灵言 大魔天王 曾经是星空的无敌者 连他都败在两大阵法的合击之下 灵言能挡得住吗 四大合击大阵之二吗 武方先 我已经见识过了 如今又能见到两大合击之法 倒是不需此行 灵言目光赤胜 兴致盎然 出手 四小刀对视一眼 各自取出一口地品长刀 绝天 绝地 绝人 绝万物 四人长笑 手中地宝长刀 亮起灿烂无比的刀芒 头顶有刀影直冲九霄 刹那之间连成一片刀玉 叮叮当当 四人还未真正出手 虚空之中就有数不清的刀意落下 打在灵言身上 发出阵阵铿锵枪之音 铮铮铮 叮叮咚咚咚 不止如此 十二侍女之中 手持乐器的四人也出手了 琴瑟和鸣 销声满天 有一重重声浪流转四方 赫然是神魂法门 让在场不少修饰 目光都是变得迷离起来 月音如潮 这绝对是志强的神魂攻击法门 徐徐推进 似乎将四周的修饰 全都带进了玄妙无比的幻境之中 哄 哄 哄 不止如此 四个手持阵盘的侍女 同时催动手中阵盘 刹那之间爆发出无量阵纹 烙印在虚空之中 演化出神魂大阵 这一刻所有人都发现 灵言四周的天地变了 原本的星空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挂挂神魂之力 散发出射人心魄的气息 让不少修饰都感觉 自己的神魂都要被割裂了 正 无声无息之间 四大手持仙宝长剑的剑士 同时出手 四大剑士一手捏着剑绝 一手挥剑 剑招曼妙 宛如持剑而舞 姿态动世人 这美帝惊心动魄的剑舞 却引导着漫天的神魂之力 演化出绝世剑光 直冲林言眉心而去 正 四小刀也是不甘落后 同时挥刀 四道刀芒 战破虚空 蕴含着催枯拉小的刀翼 一往无前地 朝着灵言斩落而下 刹那之间 神魂剑翼 刀到刀翼连绵一片 在大阵的加持之下 淹没四方 粉碎一切 双阵何必 刀剑双绝 若是同镜而言 这十六人 算是我们星空的极限力量了吧 这等刀剑之意 当真是可怕 十六个强者同时出手 将两大合击阵法 演化到极致 一名出窍修势拖大 不小心被刀剑之意冲击了一下 肉身瞬间就被削开了一道口子 神魂欲裂 这绝对是超越了 金丹极限的力量 刀翼 剑翼 充斥每一寸虚空 哪怕是原因和出窍 都是感觉毛骨悚然 哄 可面对这样一击 灵言依旧不闪不闭 甚至连法门都不曾动用 而是直接肉身抗衡 砰砰砰 数不清的刀芒剑翼落下 打得灵言肉身之上 发出通天彻地的宝光 有数不清的光弧亮起 打向四面八方 灵言的魂海更是固若金汤 完全将打向眉心的剑翼 隔绝在外 难尽分喉 怎么可能 这可是最强的两大合击法门 怎么可能纯靠肉身撑下来 这等威劣 神宝都能打穿了吧 毕竟这些人用的 不是地宝 就是仙宝 即使肉身能扛 那神魂剑翼呢 这一刻 观战的修士 全都露出惊悚之色 这可是最强的两种合击战阵 却被灵言 直接用肉身扛了下来 体悟十二玲珑阵法 剑道晋升大城 达到两万一千一百 体悟四绝阵 刀道晋升大城 达到一千一百 灵言沐浴着神魂剑翼 和刀道刀翼之时 可没闲着 顺便体悟了一发 秦霄和秦斩 忍不住看向肖苍海 和宇飞仙 忘记告诉你们了 小师弟走的是完美版三元之道 不论肉身 灵气 还是神魂 都是志强 同镜之下 十二玲珑阵 能撼动大摩天王的心神 可想撼动小师弟的心神 根本不够看 肖苍海漫不经心地说道 三元之道 连王师道 都不曾修行成功的三元之道 一群修士 都感觉脑瓜子嗡嗡的 王师道 可不只是在罗浮名头打 在星空 那也是明星一样的人物 毕竟年轻时候的王师道 可打遍了星空的天骄 没被打过 你说自己是星空天骄 根本没人理你 八大禁区之主年轻的时候 挨过王师道的拳头 星空如今各大顶级势力之主 也是同样 哪怕是刀仙阁主见到王师道 那也得乖乖行礼 谁让他也被揍过 难怪 当年王师道三元之道未成 铜镜就已经无敌于天上地下了 如今 凌眼走通了三元之道 三元之力都是至强 根本不拒着神魂建议 刀仙阁的大臣忍不住苦笑 无量杀啊 终究是走通了这条路 当时两大合计阵法的威力 在下见识到了 那也请诸位 见见我的见道 正 凌眼朗声一下 手中赫然出现了一把半透明的剑 星剑 问道 哼 凌眼一剑挥出 一道剑光贯穿天上地下 无尽的剑意纵横而出 这一道剑光 充斥着一种凌云之气 一往无前 直冲十二玲珑这儿去 针针针 哼 哼 四个手持乐器的侍女如灵大敌 疯狂弹奏 吹奏着手中的乐器 打出无量音波 四个手持阵盘的侍女 将阵盘催动到极致 虚空之中有数不清的阵纹在交织 亮起灿烂到极致的光芒 四大剑是 四剑同戳 将仙宝之力发挥到自身极致 有无量神魂剑光 在凌眼那一剑之前凝聚 化为一口通天彻地的棋盘 棋盘上剑光无尽 浑如黑白棋子 流转之间 气息不朽 十二玲珑阵 攻可射人心魄 防可演化玲珑仙盘 防御无双 打 凌眼问道 一剑降临 当的一声落在棋盘上 让整座棋盘一颤 上面神魂之力凝聚的黑白二字 成片炸开 棋盘上下沉浮 发出不堪重负的声音 十二侍女脸色都是一白 只感觉一股无可匹敌的剑一袭来 全身都在站立 体内金丹真元 如同绝地的洪水一般 飞速消耗 破 灵眼手中心剑微微一压 哄 天地一颤 玲珑棋盘瞬间被问到 一剑斩的四分五裂 化为千万重光芒 冲向四面八方 下的四周修士 全都祭出法宝 运气神通抵挡 破 十二侍女更是同时倒飞而出 一个个大口咳血之间 已然遭到重创 十二玲珑震 破 碰 全场静谧之间 四个侍女手中的阵盘 全都砰得一声炸开 四分五裂 一剑破阵 我的天 这可是四大合击战阵之一 还搭配上了阵盘 就这么被灵眼一剑破掉了 这是蛮力破阵 完全不讲道理 没错 灵眼以绝对的实力 和无可匹敌的建议 一举将十二人 合力布置的绝世 阵法击溃 所有人都是发出 惊悚的声音 谁也没想到 曾经乱了 大摩天王心神的 十二玲珑震 会这么轻易地 被灵眼击破 什么叫无敌法 它至少在一个时代 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随后 也许有更多法出现 地位有所削弱 却依旧可以 和任何法势均立敌 这才能被称之为无敌法 如今 却仿佛纸壶的一样 被灵眼击破了 很好 我一直以为 当今星空之中 能做我画天鹏对手的 只有一个情侦 没想到 如今又出了一个 一直半躺在仙宝床上的 画天鹏猛地起身 体内有一股灵力 到极致的气息爆发 头顶大道 真意如同浮光掠影一般浮现 浮光掠影 这是逍遥诀小城了 画天鹏气息一出 不少修士 再次露出震撼之色 逍遥诀 逍遥楼的极境法 以逍遥入道 一旦修行到极致 号称天地万道 我自逍遥 独立于大道之外 正是因此 逍遥楼形式 一向讲究极致的享受 一切随心 和妙自在的自在伏地 走的是一个路子 区别在于自在伏地 放浪行骸 不是有一切道德束缚 形式比魔道还魔道 可称之为纯粹之恶 而逍遥楼 在逍遥之中 仍能固守本心 或者说 固守本心 才是逍遥真意 如今的画天鹏 显然已经将逍遥诀 修到了小城境界 小楼主 是我等物能 十二侍女飞尸而回 一脸的落寞 无妨 遇到这样的对手 你们输得不冤 回去好好修行 这算是你们的魔力 星空生灵 都是我们逍遥楼 一切随心 只知享受 只是他们不知道 我们在逍遥的背后 仍会砥砺前行 画天鹏目光灼灼的开口 丝毫未将十二侍女失败 放在心上 有点意思 有妙自在的影子 却比妙自在 更多了一些强者之心 至圣大天魔目光一闪 对画天鹏 也是有些感兴趣起来 原本我只是以为 你是个顽固子弟 但是今日看来 我得对你有一些改观了 与此同时 一道很是凌厉的声音传来 刷 而后一只猪雀 横空而来 只见秦阵脚踩猪雀 破空而来 眸光犀利如剑 一双眸子 似乎可以看透苍穹 秦阵 秦阵也来了 这是刀仙阁 真正的金丹第一 怕不只是金丹第一 我曾经听说刀仙阁考核之战 秦阵曾经以一敌四 对决四小刀 破掉了四绝阵 这秦阵和林延一样 都破过四大合击阵法 秦阵破掉四绝阵 很正常 毕竟四绝阵 本就是刀仙阁的法门 秦阵对于四绝阵 必然是了然于心 才能寻到破绽 一击击溃 林延却不同 林延在此之前 肯定不曾见过十二灵龙阵 论实力 应该是林延更强 秦阵感到 一时之间 修饰一轮纷纷 在场三人 绝对是当代金丹净剑 最强的三个了 秦阵曾经破掉了四绝阵 有战胜过无敌法的战绩 而华天鹏能与秦阵一路绝逐 绝对不逊色于秦阵 林延更不用说 一剑破阵十二灵龙 绝对令人惊悚 很强 严九仙美眸一挑 体内有剑一复苏 不过很快就被他压制了 九仙师姐 若是对上他们 你可有把握 三通笑眯眯的问道 星空自大 不是一天两天了 若是遇上任何一个 我们之中至少有一半能打赢 可若是对上两个 再加上四绝阵 我能坚持百招 严九仙私层开口 这是实话 八大禁区向来看不上星空 只不过 他们出来一趟太难 不然早打的星空找不到北 若是同为金丹圆满 严九仙能给他们打出屎来 那确实很强啊 只可惜 遇到了林延师弟这个变态 谢长安咧嘴 听说 你是罕见的剑修 林延站立于四绝阵之中 周身是漫天的刀光披过 却不曾对他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 没错 秦阵点头 我的剑 一出必见血 你现在拔起 可还来得及 秦阵歪着头 看着林延 脚下的朱雀双翅仙动之间 一张大弓若隐若现 我确实想看看 你这剑 能否让我见血 林延目光绚丽地说道 剑道 算是林延不曾射裂的道 林延自然是很有兴趣 那就试试 秦阵点头 顺手一招之间 脚下朱雀横空而起 化为一张大弓 被秦阵握在手中 刷 雀灵弓入手 秦阵腰间的剑匣之中 三根雀灵剑飞起 架在大弓之上 三剑齐发 我记得 之前小公子在考核之时 只是做到了双剑齐发 就射穿了四绝阵 击败四小刀 看来一段十日未见 他实力更进一步了 刀仙阁大成剑状 顿时露出喜悦之色 你可准备好了 哄 秦阵开口之间 猛的弯弓如满月 天地一颤 只见四面八方 有无穷无尽的天地之力 随着秦阵弯弓 而被牵引而来 散发出令人心悸的气息 这就是剑道吗 确实很强 林岩目光灼灼地盯着秦阵 心里对剑道士 愈发的感兴趣了 灭心 秦阵掌笑出声 三根剑矢瞬间射破星空 直冲林岩而去 啾啾啾 三剑齐出之间 滔天的朱雀之火 宣泄而出 烧穿虚空 四小刀合力施展的四绝阵 都在战里 如同要崩灭一般 这还只是被三剑的剑意冲击而已 若是针对四绝阵出手 四绝阵怕是 根本就挡不住那等剑意 三剑斜裹着射灭大星的力量 划过一道道玄妙无比的轨迹 从三个方向射向林岩 来 哄 林岩心念一动 周身有一重重剑意宣泄而出 瞬息之间 在林岩周身 演化出一众剑域 环绕在林岩周身三尺之外 荡 荡 荡 三根剑矢 同时射在剑域之上 连虚空都能射穿的雀灵剑 却被剑域挡住 只是射进剑域三寸 就在南寸进 怎么可能 这可是三剑齐发 就这么被挡住了 这是什么力量 剑气缠身 只要是入了剑道的修饰都能做到 可为何林岩周身那一重重的剑气 让我有种牢不可破的感觉 三根剑矢被钉在那里 所有人都是露出惊诧之色 就连秦阵 瞳孔都是骤然收索 内天地法 好小子 已经把我的内天地法 体悟到这等境界了 以内天地法 施展于剑道 开辟剑道领域 不得不说 这小子每一次都能给人惊喜 至圣大天魔 惊叹连连 还得是这小怪物 看得顺眼啊 至圣大天魔脚下的九手黄龙 更是仰着脑袋 满脸的不可思议 自家主人 居然把看家绝学传给林岩了 体悟射日见义 剑道入道 以剑道入朱雀之道小成 林岩以剑寓内抵住三剑 却是细细体悟起来 这一下 不止剑道入道了 连之前入道的朱雀之道 也小成了 这朱雀之道 还得多亏了萧苍海 在林岩助击之时 送的朱雀火中 再来 秦阵顺手一招 就想将剑矢召回 结果秦阵神色再次一变 只见林岩伸手一抓 三根剑矢就落入林岩手中 啾啾啾 三根剑矢灵性惊人 被林岩抓住之后 发出阵阵雀明之音 上面有朱雀虚影沉浮 想要挣脱出去 乖 你只是剑而已 跟着谁都一样 林岩安抚着雀灵剑 这混蛋 这是再策反法宝 这也行 一群人绝倒 法宝有灵 一旦认主 其他修士就很难抢走 就算被抢走了 也很难发挥出该有的威力 这雀灵剑 更是被秦阵性命娇羞过 怎么可能背叛自己的主人 可是紧接着 一群人再次骂了 随着林岩安抚了两具 原本剧烈挣扎的雀灵剑 竟然真的安静了下来 不是吧 刀仙阁的修士 全都傻眼了 这可是雀灵剑啊 上一个纪元留下的仙宝 珍贵程度 足以排进星空仙宝前十 而今就这么被策反了 还我们家小公子剑来 四小刀剑撞 更是寒怒出手 真 四人同时挥动地宝长刀 刀翼汹涌之间 演化出一道通天彻地的刀芒 斩向林岩 要将林岩一分为二 咻 林岩剑撞 杏手一挥 一根箭矢就被抛出 哄 箭矢横空之间 却是显现出了一道剑影 一头射在通天彻地的刀芒之上 刀芒直接四分五裂 破 四小刀更是大口可血 四绝阵瞬间被破 归来 秦阵连忙招手 却林剑在空中顿了顿 似乎不知道该飞向林岩 还是回到秦阵身边 当 最终 却林剑自己都乱了 就在那里兜圈子 秦阵 你这是越修行越回去了 连自己的剑都不听你的了 华天鹏奚落开口 一个剑修 却连自己的剑都控制不住 这不得到心破灭 你懂个屁 秦阵气急败坏 秦阵看得出来了 林岩也修行了和自己一样的剑刀 借此影响到了雀灵剑 可是这怎么可能 射日剑 这是和广寒诀一起在太阴星发现的 乃是上一个纪元的法 应该只有自己一个传承者才对 林岩哪里来的传承 算了 一看你就打不过 这次我来 华天鹏也语一笑 手掌猛的一握 一口长枪已然被华天鹏握在手中 逍遥纵天步 华天鹏瞬间冲出 身形竟然在刹那之间一分为二 而后二分为四 四分为八 只是眨眼之间 八个华天鹏全都手持长枪 冲向林岩 八个华天鹏 每一个都施展着不同的枪道 每一个也全都有金丹圆满之力 叮叮当当 瞬息之间 不知道多少道枪盲落在林岩身上 打得林岩周身的剑语 铿枪作响 这是什么法门 林岩饶有兴趣地看着八个华天鹏 不断地挥枪戳着自己 一脸的惊喜 逍遥纵天步 当时最玄妙的身法 可以身法之力画出道身 一分为二入门 二分为八小城 修行道圆满 据说可画出无尽道身 是个没有尽头的法门 这华天鹏能将这身法一分为八 已经是极为难得了 有董行的修士解释道 再来 秦镇看着华天鹏八大道身其出 依旧破不开林岩的剑语 再次开口道 这一次 他剑侠之中 其余六根剑矢同时飞起 落在雀灵宫上 轰隆隆 秦镇再次拉弓 只是这一次的秦镇 明显无比吃力 雀灵宫几乎是一点一点地被拉开 四面八方的天地之力 如同漩涡一般 朝着秦镇灌注而来 秦镇一身肌肉隆起 如同要崩开一般 甚至在秦镇之间有鲜血滴落 如今的雀灵宫 却是散发出 让所有人都为之心计的气息 四绝阵 四小刀咬牙 再次施展四绝阵 画出一道通天彻地的刀芒 逍遥归一 华天鹏感应着秦镇和四小刀的气息 同样长笑出声 八大道声瞬间归一 华天鹏的气息 赫然是在刹那间暴涨八倍 四小刀 两大金丹 全都在此时 施展出自身的极尽之力 三大极尽之力齐出 气息恐怖的吓人 刷刷刷 四面八方 所有金丹修士 都是忍不住退出百万里距离 承受不住那种气息 绝先 哄 四小刀同时回刀 通天彻地的刀芒 以开天辟地之势 朝着灵眼展露而下 隐隐之间 星空似乎都在此时 交错而过 绝先一刀 当年就是这一刀 破掉了大摩天王的肉身 对 就是这一刀 这绝先一刀 为四绝阵之罪 而金用在灵眼身上 还加上了秦镇的摄日剑 和画天鹏逍遥归一 所有人都是露出震撼之色 这是当年金焰星空的一刀 被誉为刀到圆满的一刀 一刀将无敌于星空的大摩天王 肉身削掉 只剩下一点真灵顿走 而金重现于星空之中 射日 正 与此同时 秦镇也射出了自己的六根雀灵剑 刹那之间 六根剑矢击穿虚空 赤剩的朱雀火 横压天地之间 灿烂夺目 六根剑矢 明明同时射出 速度却完全不同 有快有慢 连成一线 华天鹏的逍遥皈依 率先轰在剑矣之上 枪间洞穿剑矣半尺 这是 华天鹏至强的一枪 也是他自身能承受的至强力量 却只是刺进半尺 正 正 华天鹏只感觉 灵烟周身亿万重剑一流转 撼动了他手中长枪 剑矣顺着长枪 轩下来 哄 华天鹏的身形 瞬间被剑矣逼退 公子 华天鹏十二侍女惊呼一声 连忙上前扶住华天鹏 十二侍女之感觉 此时的华天鹏 如同一把绝世神剑 体内有数不清的剑矣在激荡 震得他们大口可血 荡 此时 绝先斩同样落下 劈在剑矣之上 哄 刀芒 剑矣 接连崩面 原本通天彻底的刀芒 接连和剑矣抵消 到了最后 只剩下一道拇指粗细的刀芒 顺着华天鹏逍遥皈依 再次挺进十二寸 刀芒才彻底消散 哄 这一刀之后 四小刀就脱离了 摊坐在地上 握着地宝长刀的手在颤抖 鲜血直流 荡 此时 秦镇射出的六剑也到了 第一根剑矢 顺着四小刀 和华天鹏合力打出的缺口 射在剑矣上 剑矣再次被冻穿半尺 第二根剑矢紧随而来 射在第一根剑矢剑矣尾之上 荡 荡 荡 只见六根剑矢 接连落下 守卫相连 却是将六剑之力凝聚于一剑之上 要以六剑合力破开灵岩的剑狱 轰 轰 轰 灵岩剑狱接连轰鸣 不断有剑意崩溃 当第六根剑矢停下之时 第一口剑矢距离灵岩的心口 已然是只有半寸 半寸 只差半寸 就能破掉灵岩那法门了 可惜 这一刻 所有人看着停在灵岩心口半寸处的雀灵剑 都是满脸的惋惜 不是他们多恨灵岩 只是这样惊艳的合击 没有打出效果 未免让人可惜 秦阵无力地垂下手中的大弓 一脸的不甘和惊悚 只差半寸 可就是这半寸 却像是天欠一般 不可打破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华天鹏也是不由叹息 三大极尽之力 破不掉灵岩防御 只差一寸 我们上 此时 刀仙阁站船上 其余金丹全都开口 我们也还有一击之力 四小刀强撑着起身 试图再战 全都住手 还嫌不够丢人现眼 此时 一道愉怒的声音传来 只见远处 一名老者踏空而来 气息之强 让原本搭拉着脑袋的九手黄龙 一下子精神了 孩儿见过爹爹 我等见过阁主 老者现身 所有人色变 刀仙阁所有人行礼 其他修士也是跟着行礼 刀仙阁主 当今星空之强者之一 放在罗伏 那就是八大禁区之主 七十二伏地掌教级别的人物 大皇 至圣大天摩咪着眼 拍了拍九手黄龙的脑袋 九手黄龙化为百丈之后 飞身落在了凌延身后 九颗脑袋同时扬起 瞪着刀仙阁主 还是大哥疼我啊 凌延灿烂一笑 疼你 看你到大城之后 我怎么揍你 至圣大天摩撇嘴 至圣大天摩 你不用这样 本座没你想的那么小姐 刀仙阁主眼睛一瞪 你说你的 我看我的 至圣大天摩根本不需刀仙阁主 他现在修为低 可九手黄龙强啊 九手黄龙也是大城圆满之中的强者 不说击败刀仙阁主 带着凌延等人顿走 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二十颗星辰 是你的了 刀仙阁主不理会制圣大天摩 而是看向凌延 干脆利落地说道 阁主 刀仙阁修饰文言 心里全都一跳 这可是二十八星辰 就这么让出去了 爹 孩儿还有一招 有把握破掉凌延的剑狱 秦阵也是握紧了手中的大功 破了剑狱又如何 刀仙阁主瞪了秦阵一眼 你难道还看不出来 人家只是随手聚个法门而已 就已经让你们全力以赴了 若不是这小子留情 你们一群人连极尽之力 都用不出来 刀仙阁主早就到了 之前一直在暗中看着 越看越是震惊 怎么可能 秦阵等人文言 都是不信 若非凌延手下留情 他们连极尽之力都用不出来 不信 刀仙阁主眼帘一条 一群人全都摇头 凌延小友 看在这二十八星辰的份上 展示一下吧 刀仙阁主看向凌延 如前辈所愿 凌延笑道 哄 凌延体内灵气一转 原本的剑玉瞬间消散 而后一重重水雾流转而出 却是化为了一片水玉 嗡 水玉刚刚成形 就再次消散 而后又化为无尽朱雀之火 环绕自身 一眼看去 好像数不清的朱雀 在环绕着凌延飞舞 火玉 刀玉 剑玉 诸多的玉 随着凌延心念变化 接连浮现而出 看得在场修饰 一个个都是头皮发麻 秦阵等人 也是目瞪口呆 这小子 到底是修行了多少种道 每一种道都能演化出玉 也就是说 即便化天鹏 秦阵 还有四小刀 破掉了凌延的剑玉 凌延还有一堆玉在等着 这特妖把秦阵等人抽干了 都破不掉 在场修饰 全都嘴角抽搐 头皮发麻 谁能想到 凌延还有这么多花样 你们有没有想过 凌延把自己对到的体悟 演化出了这么多的玉 是依托于一种法 这法才是关键 所谓的玉 只是凌延愿意让你们看到的 凌延真正的底牌 依旧不曾亮出来 刀仙阁主一句话 让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了 是啊 玉只是表象罢了 凌延为何能把这么多道化为玉 才是关键所在 这才是凌延的底牌 前辈 差不多了吧 再展示下去 晚辈倒是没事 可是那些师兄师姐 到心怕是要吸碎了 凌延笑道 怎么样 看到差距了吗 刀仙阁主看着秦阵 看到了 秦阵咬牙点头 服气了吗 刀仙阁主再问 服气了 秦阵直接翻起了白眼 自己差点被抽干了 才射出了六箭 都没能破掉凌延的剑语 结果你告诉我 这玩意还有几十种 爱谁谁 我反正不打了 你还认为 这二十八星辰保得住 刀仙阁主 看向带队的大成修士 保不住 大成修士苦笑道 何止是二十八星保不住 若是凌延不满意 继续搞下去 那刀仙阁所有星辰都危险了 这二十八星 归凌延所有 你们可还有意见 刀仙阁主再问 刀仙阁主之前命人出手 这是刀仙阁作为星空顶级势力 应该有的态度 如今打输了 知道凌延在金丹镜无敌 那就痛快认输呗 就凌延展现出来的实力 谁敢笑话刀仙阁 有本事你杀啊 你要是能让手底下的金丹修士 把凌延给干了 本座再送你二十八星辰 你有这本事吗 没有 那就闭嘴 可是阁主 我们怎么办 负责镇守二十八星辰的刀仙阁修士 有些梦了 现在二十八星归了凌延 那他们怎么办 算是凌延的 还是刀仙阁的 那就得看凌延小友 放不放人了 刀仙阁主看着凌延 私存开口 按照规矩 这二十八星被凌延插了旗 还守住了生死雷 那么不管是星辰 还是星辰上的生灵 都归凌延所有 前辈 我们可以谈一笔交易吗 凌延笑道 交易 刀仙阁主来了兴趣 没错 凌延点头 前辈 这二十八星上的生灵 晚辈留在手里也没用 不如前辈打包带走吧 以刀仙阁的实力 安顿这些生灵 问题不大 凌延笑道 什么价 刀仙阁主问道 他以为凌延 肯定是要狮子大开口了 价格 自然就是被大嫂占了的 那三颗自圆星了 凌延笑道 刀仙阁主闻言 火气立马就起来了 狠狠瞪了情消一眼 顿时把情消委屈得不行 我就想见见石金仙怎么了 谁知道这小子 一口一个大嫂叫得好听 可动起手来 根本不含糊 可以 刀仙阁主点头 而后转身就走 散了吧 这二十八星 是三十一星辰归于灵延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此地大量的修士 本身就是来看热闹的 而今没热闹可看 自然是散掉了 灵兄 这是我们逍遥楼的信物逍遥令 我画天鹏 谁都不服 就服你 他日若是在星空有什么需要的 只要你亮出此令 我逍遥楼修士 全凭你调动 画天鹏上前 取出一枚令牌 交给灵延 逍遥令 不少人闻言 眼中都是露出羡慕之色 华兄 这是何意 灵延一愣 灵兄 我们逍遥楼能成为星空首富 最重要的不是实力 而是眼光 投资的眼光 画天鹏洒然一笑 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 画兄够意思 灵延也是豪迈一笑 收下了逍遥令 世间之事就是如此 你好 大家好 一起争取更多的利益 一场胜败 没必要争个你死我活 这点气量都没有 怎么做大势力的继承人 告辞 画天鹏抱拳行礼 而后回到自己的星空宝船上 在十二侍女的簇拥之下离开 诸位 我们应该开个会了 星空的规矩 得改一改 此时 回到刀仙阁的刀仙阁主 当即来到一处庞大的会议室 会议室之中 有一个个席位 却都是空置的 这座会议室的功能 与传讯预解类似 却可以将对方的身形投影出来 哪怕身在星空底端 也可以实时通讯 乃是传讯一道上的顶级造物了 此刻 刀仙阁主直接使用权限 将星空各大顶级势力 七十二伏地掌教 八大禁区之主 一股脑地拉了进来 哄 哄 哄 刹那之间 会议室内一张张宝座上 一道又一道气焰惊人的投影 浮现出 各个威严如天 当然 也有例外 钟馗 此时 钟馗一个出入大城的投影 在一群大城圆满面前 那是显得格格不入 宛如狼群之中 混入了一只哈士奇 此刻 罗浮七十二伏地掌教 八大禁区之主 全都一脸怪笑地看着刀仙阁主 二十八星辰 一下子丢了二十八星辰 这哥谁都受不了啊 不改不改 没错 我们又没吃亏 这规矩 我们肯定不改 就是 本作有灵言 为何要改规矩 八大禁区之主 七十二伏地掌教 都是调笑的 特别是仙肖宗掌教 笑得嘴巴都咧到后脑勺了 血传 仙肖宗这次血传啊 灵言打下二十八星辰 那不就是仙肖宗的 虽然仙肖宗一直主张 对外扩张 谁打来就是谁的 可这是整整三十一星辰 其中还包括一颗生命古星 总得有人负责打理吧 就靠灵言三人 那不得跑断腿 正好可以安顿一批仙肖宗弟子去上班 宗门再抽点水 这很合理吧 其他掌教和禁区之主 同样不慌 灵言 使罗浮修士 关上门 罗浮就是一家人 没好处 想让我们同意改规矩 怎么可能 忠奎甚至已经在想 自己要不要花个大价钱 顾上灵言 趁着规矩还没改 赶紧打上几颗星辰 把外扩还了 刀仙阁主文言 顿时眼劈子直跳 怎么就忘了 罗浮的修士 一个个都是咽过拔毛 贼不走空的魂不立 让他们同意改规矩 那可不得出血 规矩必须改 条件可以谈 刀仙阁主很是笃定开口 星空的规矩 是长期斗争约定俗成的 这些规矩 最大的问题 就是有很多的漏洞 刀仙阁已经吃了大亏了 有什么好谈的 就是 我觉得插旗立棍 挺好 用了这么多年的规矩 改了多可惜啊 仙肖宗长教 就是不松口 刀仙阁主文言 就不淡定了 这规矩再用下去 刀仙阁不到百年 估计就剩下一颗主星了 七十二伏地长教 八大禁区之主负拔旗 灵言负责插旗 百年 算了 估计不用十年 星空都得并入罗浮版图了 这不扯淡的吗 其他几个星空势力之主 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规矩用了这么多年 一直没问题 结果到了灵言这里 倒是成了罗浮敲诈的本钱了 少废话 只要你们同意改规矩 我们刀仙阁名下 一些特殊星辰 可对你们罗浮修士开放 刀仙阁主咬牙开口 星空庞大无比 远比罗浮还大 很多星辰 都有自己的特殊之处 比如说太阴星 虽然在远星空 却在刀仙阁控制之下 平日里 罗浮修士肯定进不去的 还有很多上 一个纪元的星辰 别看没什么资源 可对修士修行 好处却大的惊人 一个刀仙阁可不够 仙肖宗长教 看着其他星域势力之主 笑得更欢乐了 这还不够 我建议 我们罗浮和星空的一些争议星辰 也得全归我罗浮 对对对 那个叫天恒的生命大星 我们仙肖宗和逍遥楼 都斗了上千年了 你们逍遥楼得 无条件撤出 仙肖宗长教 连珠炮一样开口 条件是提了一箩筐 每一个条件 都是在星空势力的星坎上蹦迪 可是把一群星空之主 气得够呛 开放特殊星辰没问题 可你们不能趁火打劫 那些争议星辰不行 就是 卑鄙无耻 一群星空之主 全都恨恨开口 诸位 别动怒 条件可以慢慢谈 钟魁抓住机会 连忙劝解 行啊 慢慢谈 我们有的是时间 最好谈个一百年 仙肖宗长教 那教一个嘚瑟 多少年了 仙肖宗何曾有过 这么高的话语权啊 作为前十的福地 仙肖长教 确实位高权重 可是那也得看在哪 一旦开这种大会议 他上面还有九个福地 八个禁区 往日里 他就是陪衬 如今却是妥妥的主角 一群星空之主 顿时无言以对 是啊 罗夫拖得起 星空拖不起啊 义父 你看这一次 你收获这么大 不如帮儿子平歇债 此时 谢长安再次一个华贵 抱住了林妍的大腿 三十一星辰的财富啊 林妍随便分自己一些 估计都够还债了 林师弟 你还缺儿子吗 三聪紧随其后 抱住林妍的大腿 大游你不给我们免债 我们就不起来的架势 全都滚 我没你们这样的不孝子 林妍一脚将两人踹开 然后看向宇飞仙 七十俭 你看这俩不孝子都这样了 要不免一些 免一些 倒也不是不行 宇飞仙笑名逆地说道 奶奶 你说免多少 两个上一秒 还争着给林妍当儿子的 下一秒 已经抱向了宇飞仙的大腿 滚 宇飞仙一脚把两人踹开 道 免利息 采免利息 两人顿时傻眼 不满意 你们可知道 我的规矩是什么 九出十三规 再复利 不免你们利息 你们欠的五十件仙宝 不到一年 那就是一百件了 宇飞仙冷笑着开口 嘶嘶嘶 三通和谢长安文言 顿时倒吸凉气 九出十三规 还复利 我得亲娘脸 难怪吴亮山有钱 这妥妥比抢钱来得快 其他几个禁区弟子 也是不由地缩了缩脑袋 难怪 难怪自家长辈千叮万主 欠谁的钱都行 就是不要欠吴亮山的账 师兄师姐 那这三十一星辰 怎么出脸 林妍孝问道 放心吧 一会儿师门 自然会派人过来接手 我们等着收钱就行了 萧苍海笑着说道 萧苍海确实喜欢什么事情 都自己包园 可是三十一颗星辰 还是算了吧 让宗们去折腾吧 既然如此 那我们直接出发去遗迹吧 林妍一脸期待地说道 林妍此次的目的 就是冲着上一个纪元的遗迹而来 萧苍海和宇非仙口中的赌场 还有那件心 林妍可都是感兴趣的很 走 萧苍海点头 天魔大哥 怎么样 要不要一起去 林妍看向至圣大天魔 去呗 那依旧我当年去过 说起来 里面可还有我一个遗憾呢 至圣大天魔笑着说道 行 出发 林妍和萧苍海 宇非仙两人一马当仙 三人身后 至圣大天魔 骑着九手黄龙跟着 再往后 就是八大进去弟子 青衣和冷清月等人 大黄 一记你是进不去了 就在外边守着吧 跟着他俩 估计也不会有什么不开眼的 一群人到了一记入口 至圣大天魔飞尸而下 拍了拍九手黄龙的脑袋 好 九手黄龙乖巧点头 就飞到萧苍海和宇非仙身后 走 而后一群人就进了一记 进去了 至圣大天魔进了一记 眼下的至圣大天魔 只有原因一重修为 林妍等人刚进去 暗中就有一道道信息传出 至圣大天魔 星空双魔之一 巅峰时期 星空不知多少势力被他打爆 乃是真正登顶过的人物 这么多年过去了 江湖之中 依旧充满了他的传说 嘿嘿 若是在一记之外 有九手黄龙护着他 我们自然奈何不了他 如今进了一记 可就由不得他了 原因一重干不过他 那原因圆满呢 就算他能和原因圆满一战 他又能打几个 可是至圣大天魔 好像和林妍关系不错 林妍又是先销宗弟子 我们若是对上的话 不好出手啊 修士们众说纷纭 也有一些修士 畏手畏脚 怕啥 你还真以为 我们能打死至圣大天魔啊 这老魔头 可是曾经登顶过的人物 后手不知道有多少 我们的目的 就是奏至圣大天魔一顿 还有林妍也是一样 这家伙是天地之间第一妖念 金丹靖早已无敌 这样的人一旦成长起来 必定横压一事 你们就不想和这样的人一战 他是天地第一妖念 我们这些凡人 高他一个境界奏他 这很合理吧 对啊 有道理 此时 不知多少修士暗中传讯 而后一批又一批的原因修士 冲进一技之中 这就是一技吗 好像也是一座城啊 此时 林妍等人打量着四周的环境 没错 这一技其实就是一座城 我若是没记错的话 叫混沌之城 至圣大天魔说道 混沌之城吗 上一个纪元的修士 还真是有意思 怎么都喜欢见这么大一座城 三通这憨批 一脸不服 大罗城是这样 混沌之城也是这样 就没点新花样了 你懂什么 至圣大天魔闻言 瞪了三通一眼 我怎么就不懂了 三通不服 大罗城 只是名字叫大罗城而已 里面真是一座城吗 那就是个修行事件 至圣大天魔道 是啊 林妍点头 大罗城实在是太大了 单单林妍去过的仙罗宗 就不比任何一个府邸小了 而类似的宗门 大罗城内还有很多 说是城 不如说是一个修行界 这混沌之城 虽说不如大罗城大 可是往里塞几个府邸 也是绰绰有余了 至圣大天魔又道 所以 大罗城也好 混沌之城也罢 在上一个纪元 绝对不是单纯的城池 若他们只是城池 那上一个纪元 可就恐怖了 它将比我们想象的 强大无数倍 或许大城圆满 在那个纪元 就和蝼蚁差不多 至圣大天魔推测道 大城圆满 那可是当时最强 你说是蝼蚁 三通人都骂了 鼠目寸光 井底之蛙 下虫不可于兵 三通说完 一群人逮住他 就是一顿喷 大城若是至强 那藏仙谷内的仙影 该如何解释 还有 修士一旦修行到大城圆满 冥冥之中 就会感应到 一股接引之力 你认为什么力量 能接引大城圆满 至圣大天魔 冷笑着开口 难道说 只有仙 谢长安目光一亮 谁知道呢 至圣大天魔摇头 仙 是所有修士修行的尽头 却一直没有人 真正见过仙 一些大城圆满 在被接引之后 都是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 当时最接近仙的 也就是藏仙谷内的仙影了 天魔大哥 当年你无敌了一事 肯定也接近仙了 你也不确定 是否能飞升吗 灵言好奇地问道 若是这么说的话 我当年确实触碰到了一些 至圣大天魔道 怎么说 灵言等人都是来了兴趣 本座看到了一脚仙玉 可又好像不是 总之 本座看了那一脚画面之后 直接就觉了成仙的心思 至圣大天魔一句话 让灵言等人都是一脸狐疑 看到了仙玉 觉了成仙的心思 这是什么操作 大哥 到底咋回事 灵言好奇地问道 当年我将内天地修成魔国之后 就已经达到了极限 冥冥之中 我感应到了一股牵引的气息 我当时真以为自己要飞升成仙了 就任凭那股力量 将我牵引而去 至圣大天魔道 那不就是飞升吗 灵言问道 是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种感觉实在太奇妙了 似乎整个人都完成了一次升华 所谓的羽化灯仙 可能就是如此 直到我看到 两根大无边际的手指 从无尽虚空之中落下 我一下子就梦了 至圣大天魔开口之间 目光悚然 灵言等人相视一眼 满脸都不可思议 至圣大天魔 无法无天地代名词 敢于整个罗伏为敌 能让至圣大天魔害怕的 那得是什么 你们不曾见过 绝对想象不出 那是两根什么样的手指 晶莹剔透 上面的指纹 都是数不清的道痕 看一眼 好像就能迷失其中 至圣大天魔道 连指纹都是道痕 灵言心里一跳 当时可把我吓坏了 我连忙回头看了一眼 你们猜从我当时的视角看 我们的世界像什么 至圣大天魔道 什么 灵言问道 一个圆形的 像是盘子一样的东西 不只是我们的世界 在我们世界四周 还有好多一样的盘子 至圣大天魔凸牙 露出白森森的牙齿 我以前进食 也有这批号 你的意思是 我们罗伏就是装着食物的盘子 而我们就是盘子里面的食物 所谓的飞生 就是被你口中两根手指的主人 给吃了 三通被吓坏了 信不信有你 这是我亲眼所见 至圣大天魔 一副你爱信不信的样子 灵师弟 你说他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我们就是所谓的仙 养起来的食物 轻衣也是下的脸色发白 师姐 圆形的东西 不只是盘子 也有可能是棋子 还有可能是蒲团 总之圆形的东西 那可多了去了 天魔大哥 估计就是自己吃多了 自己吓自己 灵言满不在乎的说道 开玩笑 若是真有那样的存在 养着几个和罗伏一样的世界 就是为了一口吃的 那至圣大天魔还能活着 早就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了 总之 仙不仙的我不管 我只追求自身的强大 若是有朝一日 能逃脱出那两根手指 我就心满意足了 至圣大天魔目光热切地开口 越是见到了强大的存在 至圣大天魔心里的目标 就越是明确 不对 此时 灵言心里一跳 连忙回头看去 这一看 灵言心里顿时意紧 只见远处 密密麻麻的修饰横空而来 修为最弱的都是金丹圆满 园音境界的修饰 更是多得吓人 园音圆满都扎堆了 出什么事情了 怎么突然这么多人 冲进这一界 谢长安等人 此时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跑 灵言嘴角一抽 而后一把拉起轻衣和冷轻月 消失不见 灵言跑得快 至圣大天魔更快 这老东西 灵言回头的瞬间 就已经溜了 至圣大天魔 那可是经历过无尽追杀的大魔 都不需要看 文文就知道 这些人是冲着自己来的 不是 你们跑什么 三通满脸不解 咱们又没得罪人 无缘无故跑什么 就是他们 之前把我们抢了 裤衩子都差点给老子扒了 揍死他们 紧接着 上百个金丹 全都怒视着严九仙等人 特别是三通和谢长安 这两人之前饿死鬼一样抢劫 可是得罪了一大帮人 也就三通和谢长安 没自知之明 如今人家摇人 带了一大堆原因来报仇了 草 打不过叫人 卑鄙无耻 臭不要脸 三通和谢长安一起破口大骂 轰隆隆 结果二人刚骂完 成片的法宝和神通 就宝盒式覆盖过来了 啊 这等场景 吓得三通和谢长安撒鸭子狂奔 就恨爹妈少生两条腿 砰砰 哎呦 三通和谢长安 还是错过了最佳的时机 被神通和法宝蹭了好几下 连滚带爬 等着 你们全都等着 三通 谢长安一边跑 一边还不忘回头威胁 结果迎接他们的是 更加饱和的无差别攻击 各位看官可能奇怪了 为何八大禁区只提三通和谢长安 因为刘阳 这货可是个老硬币 眼见灵妍和至圣大天魔跑路 立马就死了其他几个人跑路了 还特地留下三通和谢长安吸引火力 刷刷刷 此时 灵妍带着轻衣 冷清月 直接以虚空之道 跳进虚空节点之中 几次之后 就逃出了包围圈 小师弟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貌似也没得罪人吧 为何那么多人 追着我们打呀 轻衣一脸狐疑地问道 没得罪人 你们无量山在星空 得罪了多少人 你心里没数吗 不说别人 灵妍拿下三十一星 刀仙阁年轻一代 气得都快冒烟了 还有三通和谢长安 饿死鬼头太一样抢劫 更别说至圣大天魔了 我的天 我已经不敢想象 我们会在这一季内 遇到多少对手 冷清月舞着额头 有些不敢想了 也对 轻衣这才反应过来 放心吧 拿愁号一眼 跑得够快就行 灵妍满不在乎地说道 那我们现在去哪 轻衣环顾雷眼四周 有些拿不定主意了 建兴啊 咱们先去建兴发育一波 他们开了这个头 到时候要打多久 打到什么程度 他们可就说了不算了 灵妍笑道 我们不管九仙师姐他们了吗 轻衣有些担心 严九仙他们 放心吧 他们没那么容易出事 灵妍笑了笑道 严九仙等人 先是得到了造化之光 后又再三不管动天 得到本源之力 再加上有谢长安 这个躺步盒子的反例 遇到源英修士狙击 就算是打不过 跑是肯定没问题的 这些人 现在可是滑溜得很 也对 轻衣点头 走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建兴应该在那边 灵妍抬头看了一眼 记忆之中建兴的方向 而后领着二女 直冲建兴而去 混蛋 这群孙贼太可恶了 一点强者的尊严都不要了 这么多元英 连手打我们金丹 当真是无耻至极 此时 三通和谢长安 被一群强者一路撵着 躲进了一颗死心之中 嘴里骂骂咧咧 这是一颗死心 基本上没什么生灵 连星辰本源都被掏走了 估计金丹随便来一下 都会蹦 哪去了 三通和谢长安哪去了 这两个不要脸的 跑得倒是挺快 明明看到他们两个 朝着这边来了 三通和谢长安 骂骂咧咧之间 十几个修士 同样追到了这里 神魂之力扫尸四周 谢长安却早有准备 头顶黄泉珠 隔绝神魂之力探查 分头找 不把他们两个找出来 裤衩子都给他们扒了 我出不了心中这口恶气 一鸣之前 被三通抢光光的金丹圆满 怒气冲冲的开口 好啊 还想扒我们的裤衩子 老谢 咱们得给他们来个狠的了 三通咬着牙开口 没错 得给他们来个狠的 不然 他们还真以为 我们进去弟子 是好欺负的 谢长安此时 也不和三通唱反调了 两人平日里怎么着都行 因为那是对内 如今 外人都快跑到自己 头顶上拉屎了 可不得连起手来 好好整活 我有个法子 能坑死他们 三通眼珠子一转道 什么法子 谢长安道 不过在用那法子之前 还有一件要紧事情要做 三通画风一转 什么事情 谢长安一愣 刚刚不小心 被一道剑气蹭到了 得先上点药 三通有些扭泥地说道 那你上啊 难道你们三仙殿弟子 还缺丹药 谢长安不解 丹药是不缺 可是那伤势 用内服的丹药太浪费了 毕竟我们都还欠着巨债 能省就省点 随便搞点外服的就行了 效果都一样 三通阵阵有词地说道 那你敷呗 谢长安道 受伤的位置 有些不方便 我自己够不着 三通更扭捏了 哪啊 谢长安一愣 这呢 三通撅起自己血淋淋的钉 看得谢长安呲牙大笑 人才啊 三通 你这伤势 可以用一句诗来形容 谢长安笑得更大声了 哟 你还会被诗呢 三通磨牙 那可不 你这定啊 那就是鱼打沙滩万点坑 谢长安笑得更欢乐了 那就劳烦老谢你 给我这万点坑的沙滩 上点药吧 三通也不闹 随手丢给谢长安一瓶药膏 滚 你想让老子给你上药 谢长安文言 有些急眼了 你上不上 不上信不信我一嗓子 把那些人全都给你引过来 给你也来个鱼打沙滩万点坑 三通一张嘴 就是鱼死网破 气得谢长安牙痒痒 行 那你可点忍着点了 碰 哦 谢长安对着万点坑的沙滩 就是一巴掌 顿时疼得三通化身 黑月十二 狗叫起来 一群不要脸的 你们等着 一会儿老子就给你埋个狠的 让你们和老谢这王八蛋一样 在盒子里面待几天 三通一边咬牙 一边还不忘咒骂那些追杀他们的修士 你说 你的法子是什么 谢长安一边粗暴地给三通上药 一边问道 你说这些修士 都是冲着什么来的 三通问道 肯定是遗迹中的机缘啊 走我们只是顺手 谢长安理所当然地说道 没好处 谁一心想着打打杀杀啊 不都是冲着机缘去的 没错 我们三仙殿有个法子 是专门用来造假的 咱们给他们造个假的机缘之地 不把他们薅吐鲁皮了 我就不叫三通 三通咬牙切齿地说道 对啊 怎么忘记你们三仙殿有这本事了 这主意不错 就这么干 谢长安目光一亮 两人一拍即合 迫不及待地要干一票大的了 前面就是剑星了吧 与此同时 林言三人一路有惊无险地 来到了剑星所在的位置 只见前方 一颗也就千万里大小的星辰 横在那里 整颗星辰都被密不透风的剑气覆盖着 那一重重的剑光 犀利灿烂 每一道都蕴含着混沌器 好像能开天辟地一般 哪怕是隔着老远 林言都能感受到那种剑意的玄妙 不止如此 来到这里之后 林言体内的剑倒在不住的轰鸣 九霄剑侠更是震动不休 里面的九剑 似乎要按那不住的破峡而出 在星辰四周 正有不少修士 迎着剑光向前 试图进入剑星之中 林师弟 有些不对劲啊 冷清月美眸一闪 看来 有些人猜到了我们的目的地 林言若有所思地开口 狙击 林言发现在剑星四周 有不少修士 不曾进入剑星 而是守在原地 在林言三人出现之后 都是隐晦地打量着三人 很显然 这些修士 就是冲着林言三人而来 刷刷刷 林言三人开口之间 十几个修士 已经暗搓搓地围了过来 一个个手中 全都吃着法宝 两位师姐 你们手牵手 先闭上眼睛吧 林言也不着急 笑着开口 清一和冷清月文言 当即拉起小手 就闭上了眼睛 两人才不管林言要干嘛 听林言的 肯定没错 林言拉着清一的手 出手 十几个修士健壮 当即就要出手 此时 他们各个目光灼热 都是一脸的期待 做未来的无敌者啊 哪怕是群殴 哪怕是仗着 比林言高出一个大境界 那也是会被载入史册的事情 将来八大境区 七十二伏地 众多心愈的教科书上都要写 某年某月某日 某某某曾在混沌之城一记 殴打过无敌者林言 八一十八事 刷 林言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弧度 手掌猛地抓出 瞬息之间 林言手里已经多出了一堆道袍 怎么回事 怎么有些凉 林言手里的衣服 怎么看着有些眼熟 十几个修士全都一愣 感觉浑身上下凉嗖嗖的 连忙低头看去 这一看 十几个修士脸上 顿时露出惊恐之色 他们身上光溜溜的 全都是马赛克 操 是大虚空手 方正的绝学 这混蛋也学了 十几个修士脸都下白了 两只手上下齐飞 不知道该捂着哪里 轰轰轰 十几个修士 心神震动之间 祭出的法宝 打出的神通 顿时失控 一道道神通炸开 法宝跌落虚空 怎么回事 怎么打起来了 这等动静 自然惊动了那些 正在进入渐心的修士 一道道目光 顿时从四面八方扫来 翠 不要脸 有伤风化 男修士倒是还好 女修士看着那些马赛克 顿时骚得脸都红了 哎呀 一群原因健壮 更是恨不得找一条地方钻进去 完了完了 这一幕要是传回师门 日后不用出来混了 无脸 灵言笑盈盈地提醒了一句 对啊 无脸 一群原因修士反应过来 连忙捂住自己的脸 只要把脸捂住 谁还能认得出自己 还不跑 灵言再次提醒 说说说 十几个原因修士 立马捂着脸 撒鸭子狂奔 揍灵言 还做个毛啊 保住自己的仪式英明再说 多谢 一名原因跑之前 还不忘道谢 倒是很有礼貌 不到眨眼功夫 十几个原因修士 连自己的法宝都没来得及收 就跑得一干二净 两位师姐 可以睁眼了 灵言健壮 一边收着满地的法宝 一边笑着提醒 二女闻言 连忙睁开眼睛 看着灵言手里的道袍 都是满脸怪异 走吧 灵言笑道 方正师兄这八一十八事 不得不说 是真好用 刷刷刷 灵言领着二女进了剑心 四周修士奇刷刷后退 一个个都捂着自己身上的袍子 满脸的忌惮 能不忌惮吗 那十几个原因修士 下场可是嘎嘎惨啊 确实很强 灵言不以为意 而是闭上眼睛 仔细体悟 四周汹涌而来的剑意 灵言能感应到 这些剑意 似乎是由诸多的大道真意凝聚而成 极为神妙和强大 灵言只是稍微体悟 自身对于大道的理解 就提升了不少 一散而出的剑意 就已经这么强了 若是能直面见觉 所化生灵 效果会有多好 灵言目光更加灿烂 踏着大步上前 越是靠近剑心 剑意就越是可怕 灵言看到 有很多原因盘坐在剑意之中 正在体悟剑意 而有些修士 依旧在艰难前行 似乎每踏出一步都极为困难 这剑意 似乎是一种口河 修行剑道之人 才可进入这剑意之中 自身剑道越是强大 能进入的距离就越远 照这个节奏 想进入剑心 至少也得见到小城 灵言剑意铿锵而鸣 任凭四周剑意汹涌而来 却始终难以阻挡灵言半分 小师弟 不行了 再往前 我就承受不住了 我只能在这里体悟 灵言带着两人 只是走了一半而已 轻衣就已经先受不了了 轻衣对于剑道 只是略有设立而已 能走到这里 完全是仗着自己的底子好 行 灵言点头 并只在轻衣眉心 留下一缕剑意 师姐 我这一缕剑意 会助你体悟此处的剑意 若是师姐可以结合行云掌 从中误出新的道理来 那师姐你的实力将更进一步 灵言提醒道 好 轻衣闻言 盘膝坐下 灵师弟 我也不行了 灵言带着冷清月 又前行了一半的路程 冷清月同样承受不住了 此时冷清月头顶 有一轮明月浮现出 周身有剑意在涌动 距离剑道入道 只有一步之遥了 冷清月修行的事剑道没错 可惜太年轻了 若是给冷清月几年时间 必然是剑道入道 但是而今 还是插了几分火候 清月师姐 你就在此处修行好了 师姐你有你的剑道 我就不留剑意了 若是让师姐走错了路 师弟我就最该万死了 灵言笑着开口 灵言给轻衣留下剑意 那是因为 轻衣走的不是剑道 剑道对于轻衣而言 只是提升实力的手段而已 冷清月却不同 本身修的就是剑道 应当有自己的路子 不应该受到灵言的影响 我明白 冷清月点头 而后同样盘膝坐下 灵言则继续往前 咦 又有人走到这里了 看着很年轻啊 还是个惊丹 灵言前行之间 却是吸引了几个修士的柱 这些修士 一个个看着都很年轻 目光却很是沧桑 气息也是古朴无比 十分的矛盾 你是谁的二师生 一名青年靠近灵言 好奇地问道 灵言文言 心里一动 而后摇头 晚辈不是二师生 别闹 若不是二师生 可没几个人能走到这里 青年摇头 言语很是不羁 认为灵言绝对是某个大成 二师生 没几个人 那也是有的 灵言笑道 确实有 老夫记得 不是二师生能走到这里的 古来就那么几个 比如说 当年的至圣大天魔 还有仙宵宗的王师道 还有就是那个石金仙 对了 还有一个九霄见仙 不过九霄见仙 其实也疑似是二师生 青年掰着手指头 细数着一些人名 九霄见仙是二师生 灵言文言 顿时露出一色 灵言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 疑似而已 青年摇头 九霄见仙 未见而生 第一次握剑就入了剑道 若不是二师生 谁能做得到 再说 九霄见仙出现的时机太巧合了 刚好是一名大成圆满见仙 死于天人武衰之后 青年解释道 那前辈 又是哪位大成的二师生 灵言微微微点头 而后笑着问道 这些都不重要了 既然选择活出第二世 曾经的过往就该随着一世生的湮灭而烟消云散 天天惦记着曾经可不利于修行 我现在叫剑一 青年摇头对于自己的身份并不怎么乐意提起 那他们都是二师生 灵言好奇地问道 大部分都是 不过也有三个 和你一样 只是一词 剑一指了指三个修士 灵言顺着剑一点指的方向看去 三个修士 两男一女 三人周身的剑一都很强 修为在元英七重左右 疑似 灵言饶有兴趣地问道 没错 我们这样并非死于天人武衰 而是战死或者自觉生机 想重修一世的大成二师生 对于自己的前世了如指掌 自然知道自己是二师生 可也有人是为了躲避天人武衰 才重活一世 他们要斩去过去的一切 自然就无法判断了 不过 其实也有些蛛丝马迹可循 剑一试个自来熟 唯唯道来地说着 比如说 灵言问道 一般而言 大成二师生的天赋都很惊人 尤其是对于前世擅长的道 则则 任谁都要称一生奇才 虽说是二师生吧 可有些东西 是刻在命里的 即便是第二世 依旧难掩风华 想在元英镜 将见到修行道路渐兴的地步 要么是见到大成的二师生 要么就是百万年一出的绝世天骄 剑一说道 对了 还有一点 大成二师生在遇到危险之时 经常会有法相天地出现 这是前世的威严 在特定的情况下 会被激发而出 若是遇到有法相的 不用怀疑 那肯定就是大成二师生 剑一道 原来如此 灵言明白了 感觉受益匪浅 晚辈盖长天 前来问剑 晚辈裴元庆 前来问剑 晚辈剑红尘 前来问剑 灵言和剑一交流之间 一道道长笑声已然传开 只见三个疑似大成二师生的修士 已经先后进入剑星 我们也走吧 这剑星老夫曾经来过 只可惜当初只是剑刀入道 不曾见过那位前辈 如今重修一世 不求能更进一步 只求能把曾经想去 而未曾去过的地方 全都去一次 剑一灿烂一笑 很是洒脱 剑一 这是和至圣大天魔 完全不同的二师生 至圣大天魔 一心问鼎最强 所有的一切 都只是为了让自身打破极限 而剑一重活一世 是为了抚平自己的一些遗憾 晚辈剑一 前来问剑 剑一开口之间 体内剑光大盛 只是一步而已 已然进入剑星 晚辈灵言 前来问剑 灵言笑了笑 同样在此时长笑出声 而后踏步飞进剑星之中 灵言 你就是灵言 三大一四大成二师生的修士 听到灵言的名字 全都转身看来 一个个眼中 都有绚丽的剑光 一闪而过 三位前辈 知道晚辈 灵言心里一动 别叫前辈了 他们都说 我们一四二师生 可是我们终究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所以还是同辈论交吧 听说你在外面摆下生死类 以剑义为玉 同时抗衡三大级进法 战而胜之 此时我们不曾参与 却也得到了消息 三大一四二师生的剑修 全都目光灼灼地盯着灵言 三人对灵言都很感兴趣 若不是三人 修为已经是原因 他们都想见识一下灵言的剑了 既要问剑 那便先亮剑吧 此时 一道温和的声音 从剑星之中传来 而后一挂剑光 从高天宣泄而下 宛如剑木一般 将灵言等人淹没 真 真 剑木压落之间 灵言等人体内的剑意 都是轰然爆发 只见剑一周身 剑意涌动之间 隐隐化为一重太极图 环绕周身 极为神妙 在太极剑意的冲击之下 太极之道入道 剑道提升 晋升大成达到三万零一百 剑意体内 剑道迸发之间 灵言却是吃了个饱 定 而后随着在场修饰 体内剑道接连爆发 灵言更是爽得找不着北了 五万零一百 转瞬间 灵言剑道晋升的程度 就达到了五万零一百 灵言 你还不亮剑吗 剑意一脸感兴趣地看向灵言 晚辈 已经亮了 灵言开口之间 心剑之意 已然是破空而起 正 灵言心剑真意纵横激荡 和宣泄而下的剑木剧烈冲击 不断有剑光 崩灭于天地之间 你小子 要么和那三个一样 是个寿元进了的老怪物 要么就真是百万年一出的剑道妖孽了 剑意心神战力之间 惊异开口 小城剑道 能进入这剑心 小城剑道只是门槛 剑意是个明白人 别看灵言和那三个疑似二十身的人 都是小城剑道 可论剑道神庙 灵言远超这三人 至于其他二十身 比如说剑意自己 那是真正的剑道大成者 只是未曾超脱而已 这位小友 确实不是二十身 此时 温和的声音再次传来 只见一名少年踏剑而来 相貌俊朗如天 气息平和 看上去和人族完全没什么区别 我等见过前辈 剑意等人全都行礼 大成二世身又如何 论年纪 眼前这剑爵所化的生灵 比罗夫世界所有的生灵都要古老 哪怕是从福地诞生之初 扎根于福地之中的仙木仙宵树来了 面对这少年 也得称呼一声前辈 无须多脸 都是为剑而来 那就是同胞 诸位 以道友相称便是 你们若是不介意 可称呼我为混沌子 如同萧苍海所言 这剑爵所化的生灵 性格很是温和 半点架子都没有 那我等 可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林妍等人全都回礼 不过林妍却觉得 这混沌子在眉宇之间 有些眼熟 这位道友 看在下的目光 似乎有些不同 混沌子的感知极为敏锐 林妍只是目光一闪而已 就被混沌子捕捉到了 我觉得 道友看着很面熟 林妍从善如流 面熟 混沌子文言 微微点头 想来这位道友 是去过大罗城吗 晚辈确实去过 林妍若有所思的开口 那便是了 道友之外 其实也有几人 看我眼熟 他们都去过大罗城 混沌子道 大罗城 林思雨 道友梅雨之间的感觉 像集了大罗城内 语画榜上的林思雨 林妍文言 也是反应过来 林妍越看越像 当初他和林思雨一战之时 林思雨虽然是萝莉模样 可是梅雨之间 却有一种独特的器语 看似温和 实则傲骨天成 混沌子雨之如出一辙 林思雨 混沌子摇头 显然是第一次 听到林思雨这个名字 混沌子道友 我们是冲着剑决而来 不知道可否借剑决一关 一名修士忍不住询问道 我见过你 混沌子看向开口的修士 那是三个一四二十身的剑修之一 裴元庆 前辈见过我 裴元庆一愣 没错 你当年前来之时 自称裴明 年不过三十 见到小城 原因圆满境界 当年的你 可是桀骜得很 混沌子三言两语 就让在场诸人都露出意思 裴明 原来你就是裴明 哪怕是剑一 都是惊诧地看着裴明 剑一前辈 这裴明是谁 林言连忙问道 裴明 半步剑仙 他是古往今来剑道前三甲 和九霄剑仙 是同一个时代的剑修 剑一正重开口 和九霄剑仙 同一个时代的剑修 林言文言 顿时目瞪口呆 没错 半步剑仙裴明 真正最接近剑仙的存在 甚至有一个说法 当年九霄剑仙能成剑仙 就是被这裴明剑仙给逼的 剑一怪异开口 还有人被逼着成剑仙呢 林言神色更是怪异 你想一下 一直有一个比你只差一步的修士追着你打 不论你如何努力 他都能追上你的脚步 还是你为目标 随时都可能超越你 你敢懈怠吗 剑一笑道 难受啊 这若是心眼小一点 怕是要纠击一群人 砍死对方了 林言一下子就明白剑一的意思了 显然 九霄剑仙是个有大器量的人 他反而将裴明当成了自己的动力 若是我没记错的话 这裴明一生挑战了九霄剑仙七千多次 全都以失败而告终 而最后一战 是裴明剑道最接近九霄剑仙的一次 两人差点决出生死 也正是那一战 让九霄剑仙与生死之间 自身剑道超脱 一举晋升剑仙之境 剑一说道 精彩啊 林言点头 只是没想到 事情都过了这么久了 混沌子道友 依旧能认得出裴明前辈 混沌子闻言 微微摇头 我看人和寻常人不同 寻常人看人 是以相貌认人 可在我的眼里 你们的相貌都一样 两个胳膊两条腿 我看的是 你们心中的建议 相貌可以改变 建议却偏骗不了人 混沌子很是认真地说道 以一世人 林言等人闻言 都是满脸惊异 是啊 其实在场 除了你之外 其他人我都认识 混沌子笑了笑道 一群人闻言 看向林言的目光 更加惊异 没想到林言 真不是大成二十身 这等剑道天赋 当真是有些吓人了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 诸位来此 都是冲着剑决而来 跟我来吧 混沌子笑了笑 而后一马当先 朝着剑心深处而去 林言等人紧随其后 当众人跟着 混沌子到了地方之后 却是全都露出惊异之色 只见剑心的中间方位 立着一面石壁 一道剑痕贯穿石壁 里面蕴含着一缕 强大到极致的剑意 石壁之下 还做着数十个修士 全都在体悟石壁内 蕴含的剑意 在那些修士四周 还插着江上百把长剑 什么等级都有 充满了沧桑的气息 有些甚至还流淌着 极强的剑意 这就是你们要的剑诀 混沌子指了指石壁 不是完整的剑诀 只是一道剑痕 林言等人都是 惊异地看着石壁 剑心没有剑诀 有的只是这一道剑痕 混沌子摇头 我听说前辈是剑诀所化 林言看向混沌子 确切地说 我只是这一道剑痕 孕育而出的生灵 混沌子摇头 这虽只是一道剑痕 却蕴含着完整的剑道 名为混沌剑道 混沌子更进一步地开口 原来如此 林言等人都是明白过来 这一道剑痕内 虽然有着完整的剑道 但是古往今来 一直不曾有人彻底误出来 我虽然是剑痕育出的生灵 却也不曾掌握这剑道 我只是因剑而生 可以施展剑一把了 来这里误剑的人很多 反倒是我从他们身上 学会了不少剑诀 混沌子自嘲一笑道 道友也不曾掌握这剑道吗 林言神色更加惊异 是啊 我的存在 或许只是巧合 又或许是剑痕的主人 有意为之 我的存在 更像是一个守剑者 守护着这一道剑痕 等待一个能彻底误剑之人 混沌子摇头 语气之中 带着无尽的落寞 前辈为何不走出这剑星 林言好奇地问道 不是不走出剑星 而是出不去 混沌子开口 身形猛地腾空而起 嗡 混沌子刚靠近剑星四周的剑木而已 真身竟然开始扭曲模糊 隐隐之间 似乎要画道一般 周身站放出画道之光 刷 混沌子连忙退回 满脸的无奈和苦涩 混沌子 绝对是天地之间 最特殊的生灵之一 因剑而生 剑星的剑痕 赋予了他生命 可同样也限制了他 让他无法走出剑星 看到了 我本身依托于剑星而存在 我就是这剑星 这剑星就是我 一旦我走出剑星 自身就会画道 回归于剑星 也许经过漫长的岁月 还会有第二个混沌子诞生 混沌子摇头 眼中虽有不甘 却早已接受现实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 灵言一脸惋惜 很强 混沌子的剑很强 绝对不弱于当代任何一个大剑修 这样一个剑修 一旦走出剑星 未来必将是剑到大成者 如今却只能一直待在这剑星之中 寸步难出 有 混沌子笃定开口 据我推测 若是有人能将这剑狠悟透 我或许就能走出这剑星了 混沌子目光亮了起来 眼中充满了期待 混沌子道有 若是如此的话 我或许能解救你 灵言笑道 你剑到天赋确实很高 我在这里这么多年 见过很多剑修 你的剑到天赋 绝对是最顶级的一列 但是想悟通这剑狠 很难 你看到作者的那几十个修士没有 他们最少的 都在此处悟见三十年了 你再看看那些剑 混沌子指了指远处 插在地面上的那些剑 剑 灵言一愣 他刚刚就注意到了这些无主之剑 每一把都可称之为金氏 这些剑 全都是剑道强者所留 混沌子摇头一探 这些人 全都一心问剑 心诚于剑 对着剑必误剑 沉醉于其中 最终受缘耗尽 也不愿离去 其实他们完全可以离开 凭借他们的剑道 完全可以是一代剑道制强者 最终 他们却宁可在这里作画 魂归于天地 也不愿意离开 混沌子指着那上百把剑 与其之中有敬佩 也有惋惜 这是泪恨剑 半部剑先引天类所留 半部剑先引天类 也是在这里作画的 还有 这是无双剑 是当年如日中天的无双剑主的仙剑 无双剑仙 曾经只差一步就能成剑仙 是曾经以一剑 力压藏仙谷主的剑道魁首 原来也作画在这里了 剑一等人打量了一圈 越看越是震惊 这些仙剑 剑一这样的大成二十身 基本上全都能看出来 每一把剑的主人无不是在罗浮 星空留下了无尽传说的存在 而今全都作画了 只剩下一把剑插在剑心上 是啊 这些人都和你们一样 是以二十身进来的 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 对于他们而言 巅峰的景色 他们都已经见过了 放弃了曾经的一切荣耀 以微末的道行进入这里 唯一的念头就是更进一步 这一步太难了 我与他们的区别在于 他们已经体验过这世间的繁华 而我却不曾走出剑心 混沌子憧憬地看了一眼剑心之外 哦 此时 坐在石壁面前的修士 又有一人身上亮起了画道之光 体内有一缕剑光 直冲九天 照亮了整个剑心 成了 倒也我成了 那修士猛地睁开眼睛 仰天长啸之间 满脸的喜悦和满足 可随之而来的却是 那修士的真身瓦解 身体的每一寸皮肤 都亮起刺目的剑光 最终 整个人彻底消散 只留下一把剑插在那里 怎么回事 明明是顿悟了 怎么就画到了 灵眼等人 眼睁睁地看着一名大剑修 在自己面前画道 那种画面太震撼了 他并非是悟了 只是寿元道了 在临死前 或许看到了自身的倒之镜头 混沌子摇头 类似的一幕 混沌子看得多了 招文道 惜死可以 这绝对不是说说而言 对于很多异性向道的修士而言 能看一眼倒之镜头 就是毕生所愿 同样的 很多修士临死之前 往往能踏足自身一辈子 都不曾踏足的领域 这也是生死之间的 晋升契机 不过对于一个 受缘已尽的修士而言 即便是踏足了 也改变不了 划到这个结局 不过这对他们而言 却是个圆满的结局了 所以 你们可想好了 若是道心不坚 面对这剑痕 你们误不出剑道 可若是道心坚定 执念不休 你们又容易沉醉其中 一旦开始体悟 可就不是想停就能停了 你们可做好了 未见而死的准备 混沌子正色开口 混沌子道友 我们本就是未见而来 何惧之友 是啊 我们受缘漫长 早就见过了繁华四景 体悟了红尘百位 而金抛下过往来此 就是为了见那剑之镜头一眼 死又何惧 正是如此 剑一等人都是大笑开口 一脸的洒脱和喜悦 而后就在石壁面前坐下 剑一说自己人生有许多遗憾 不过如今看来 最大的遗憾 还是未曾见过 那见到大城之上的风景 倒是那三个真正重来 一世的大城二世身 犹豫了片刻 三人前世都是天人武衰加身的大城 彻底斩断了曾经的一切 如今算是新生命了 唯有未来重新达到巅峰 才能恢复过往的记忆 如今这一生还没走完 自然有些迟疑 我这一生定然不弱于人 最终三个大城二世身 只有裴元庆一人留下 其余两人转身离开 你呢 混沌子看向林延 林延失城无量山 讲究的就是艳果拔毛 来都来了 自然不能空手而回 林延笑着开口 而后就在石壁前面 盘膝坐下 无量山 混沌子一愣 而后露出笑容 原来和那俩小子 是师叔同门 林延一提到无量山 混沌子就想起来了 无量山曾经还有两个人 进入这剑星 一个是自称要以师道 威压天帝之间的王师道 他以师道化剑道 强行进入剑星 结果看了一眼剑痕 扭头就走 都不带停留的 还有一个 是自称要镇压一切大道的石金仙 同样强闯了进来 要把这石壁带走 结果剑壁复苏 引来剑星无穷剑意 直接把他赶了出去 而后这锅 还是混沌子杯的 混沌子表示 自己可不曾引来剑星剑意 去斩那石金仙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 又来一个无量山弟子 还是个一脉相传的装逼犯 无量山来了三个人 这倒是唯一一个正班金物剑的 混沌子自己都乐了 在不远处盘膝坐下 百无聊赖地扫视着物剑修饰 体物混沌剑痕 自身剑道正在提升 灵炎星神刚刚沉入剑痕 就有诸多体物在胸中生起 而后剑痕在灵炎眼中就变了 符号 灵炎发现那一道剑痕 在自己眼中 竟然化为了一枚枚大道符号 每一道大道符号 都蕴含着一种无上的剑意 神妙到极致 大道符号浮现之间 灵炎星神就彻底地沉入其中 哎呀 无量山 全都是混蛋 大虚空手 怎么会有人把先平法门 用得这么恶心 是啊 此时 那些在剑星外面 狙击过灵炎的修士 再次汇聚在一起 一个个全都气得脸红脖子粗 他们在一记内裸奔的事情 早就传遍了四方 要不是他们捂住脸 怕是得当场射死 难道这事情就这么算了 一名原音圆满修士 满脸都不甘心 他是原音圆满啊 自认为可以打的灵炎不能自理 结果谁能想到 灵炎居然另辟蹊径 对他们的衣服下手啊 若是如此 我倒是有个法子 一名原音修士咬牙说道 什么法子 一群修士连忙问道 听说大虚空手 不对女修出手 那原音修士丧心病狂的说道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找一群女修聚集灵炎 原音圆满目光一亮 不是 若是如此 我们体会不到奏灵炎的乐趣 那原音修士咬牙开口 我草 你该不会是想 让我们全都化身女修吧 一群修士眼中 全都露出恐惧之色 这要是真这么干了 一旦消息走漏 他们就真可以找一块豆腐撞死了 有何不可 裸奔都裸了 还要什么面子 没错 只要那把灵眼打一顿 别说是女装 就是挥刀自攻 老子都认了 大不了到时候吃丹药再长出来 一群修士丧心病狂的开口 却是铁了心要玩一票大的 与此同时 三通和谢长安所在的死心 一道通天彻地的光柱猛的亮起 当即吸引了四方修士的注意 仙光冲销 机缘将士 这是有大造化 如此浓郁的仙光 怕是有上一个机缘留下的仙宝 甚至不止一件 爬出来和我喝两壶 不是 伯父不是还健在吗 健在个毛 我爹是黄泉分之欲失踪的 早就把自己练成僵尸了 狠人啊 佩服佩服 你们看 那里面是不是有一口仙鼎在沉浮 仙光横空之间 方圆亿万里内的修士 全都被吸引了 那仙光太浓郁了 隐隐之间 还有一座古老的殿羽若隐若现 其中还有一尊大鼎在沉浮 一看就是仙宝 说说说 瞬息之间 数不清的修士 落在死心上 他们看得更加真切 洞府 死心之上 一座洞府立在那里 如同注立于虚无之中 上面一道道仙文神妙莫测 只是看一眼就能确定 这里必有大造化 这里还有一尊石碑 很快 登星的修士就发现殿羽外面 还立着一尊石碑 石碑上还歪歪扭扭地写着 上一个纪元的仙文 上一个纪元的仙文啊 这肯定是上一个纪元的传承 有没有识货地看看 这仙文是什么意思 一群修士看着石碑 全都露出兴奋之色 上一个纪元的仙文 这可不是你想学就能学的 需要一些不弱的底蕴才行 一时之间 一群修士面面相去 却是根本没人认的 三通 我都说了 让你别写上一个纪元的仙文了 这些人要是都看不懂 可如何是好 此时洞府内 谢长安看着殿羽外面 大眼邓小眼的修士吐槽道 都说你们黄泉修士 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这是一点都不假 你见过上一个纪元的遗迹 留的是我们这个纪元的文字 三通一个脑瓜 崩弹在谢长安脑门上 让谢长安差点炸毛 你放心 我早有准备 三通一句话 就让谢长安熄了火 什么准备 这些人看不懂 上一个纪元的仙文 我就给他们安排一个 看得懂的 三通哼了一声 谁 谢长安目光一亮 你看着就是了 那混蛋一出手 我们这计划就必然成功 若是失败了 我把这脑袋拧下来 给你当球踢 三通信誓旦旦地说道 行 谢长安将信将疑地点头 唉 早知道课上好好学了 老师当初还真教过一些新闻 我一时没憋住睡着了 你是真行 属于入宝山空手而归了 别骂了 别骂了 新闻也不是说学 就能学会的 我睡着就是因为神魂强度不够 怎么办 难道真的 要错过这么大一场造化 是啊 这电语一看等级就很高 靠蛮力肯定进不去 一群修士看着上一个纪元的文字 一个个都是急得抓耳挠腮 蛮力破不掉 也不一定 是啊 我们正多人聚在一起 力量也不差了 这一记是上个纪元留下来的 就算有防御 也该衰弱了 没错 实在不行 咱们蛮力给他破改 不少修士都是眯着眼开口 蛮力进一记 这在修行界 可不是稀奇事 你们想什么没事呢 这一记一旦遭到外地攻击 就会立刻顿走 闻吗 此时 有一道不屑一顾的声音传来 只见一名穿着天机堂服式的修士 已经登上了行程 原来是他 谢长安一眼就认出了对方 刘阳 别看此时的刘阳 改容换帽 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天机堂的道袍 还把肩膀上的鸟收了起来 可谢长安依旧一眼就能认出来 原来是天机堂的师兄 师兄可是看得懂这些闻 刘阳一来 不少修士眼睛都是一亮 天机堂 这可是罗夫首富 最擅长信息收集 天机堂弟子 各个学父武车 抵运惊人 肯定有学习过先闻 至于他骂人文盲 众人都假装没听到 先捞到好处再说 大不了回头何力给他点小震撼 本作身为天机堂弟子 区区先闻 怎么可能不认识 刘阳一脸狂傲 姿态高人一等 敢问师兄遵命大名 有修士连忙问道 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天机堂 林俊 刘阳开口之间 扫了一眼自己腰间令台上的名字 此时真正的林俊 正光溜溜地运在远处 一颗星辰的石缝里呢 原来是林师兄 敢问林师兄 这石碑上到底写的什么 一群修士连忙问道 这石碑上写着 此地是仙罗宗 在星空的一处宗门遗址 留带有缘人 刘阳说道 留带有缘人 那可有说 该如何进去 一群修士目光更亮了 什么叫有缘人 这遗迹早不出现 晚不出现 他们来的时候就出现了 可不就是有缘人吗 有 上面写了 要得遗迹 需要星辰 要想尽这遗迹 需要有所复出 才能有所得 舍得舍得 方为大道 刘阳一脸高深地说道 要有所复出 才能有所得 这该如何复出 一群修士都不明白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 刘阳脸色一板 一群人顿时傻眼了 是啊 人家凭什么告诉我们 林师兄放心 只要你告诉我们 我们肯定有后报 一会儿进了这一届 林师兄先选 一名修士舔着脸说道 刘阳闻言 顿时满脸比 空手套白狼 给我画饼 你猜我吃不吃这套 简单 一人拿出价值 一件神宝的东西 我就告诉你们 刘阳狮子大开口道 一人一件神宝 在场修士文言 全都傻了 这里可有上百个修士 那就是一百多件神宝 你们自己考虑 这一季内有仙宝 有仙品法门 先进去的 肯定占便宜 这一季动静这么惊人 你们若是进去晚了 一会儿来的人更多 刘阳有恃无恐地说道 一群修士连忙看向远处 果然看到很多修士 正在朝着这里赶 大家都别心疼 一件神宝了 没错 交钱吧 若是能得到仙宝 那就是血传 若是得到仙品法门 那更是大传特传 不少修士都是咬牙 纷纷取出东西 送到刘阳面前 不过那些修士也不傻 拿了东西之后 就将刘阳围着 生怕刘阳是忽悠人 刘阳也不客气 将东西一一收起 而后盯着几个 不曾缴费的修士 那几个修士 被刘阳一盯 红着脸取出了东西 刘阳这才上前 拍了拍石碑 只见石碑 顿时化为一只石兽 欲入此门 一人一箭神宝 刘阳灿烂一笑 顿时让在场上摆修士 嘴角又是一抽 欲入此门 一人一箭神宝 也就是说 他们机缘没得到 先要搭进去两箭神宝 办法告诉你们了 进不进 那是你们的事情 刘阳取出一箭神宝 塞进石兽嘴里 而后直接朝着洞府走去 嗡的一声消失不见 真的进去了 舍得舍得 有舍方有得 对于这样一处一计而言 区区一箭神宝算什么 给了 上摆的修士 眼见刘阳消失 当即都是咬牙取出一箭神宝 送进石兽嘴里 石兽打造的极为神庙 神宝丢进去就消失了 那些投了神宝的修士 学着刘阳的样子 冲向大门 一闪就消失不见了 你们说 这门户有没有可能 不投神宝 也能进去 一个修士撕损片刻之后 一头撞向大门 哄 哎哟 那修士只感觉 自己是撞在一座仙宝上 直接被震得倒飞而回 脑门上瞬间就鼓起了一个大包 小样 不给钱 还想进去 三通笑嘻嘻 那大门 可是三通的仙顶所画 仙顶啊 你要是能一头撞开 那就不是原因了 不行 看来想进去 都得上购 眼瞅着越来越多的修士进入其中 本来还有些愁愁的修士 都憋不住了 或是取出神宝 或是等价的资源 未到石兽嘴里 而后进入电雨之中 发财了发财了 三通 没想到你这憨比 还有这头脑 这可比直接抢 划算多了呀 谢长安看着传送到两人面前的资源 嘴巴笑得都咧到了脑后跟 这算什么 里面是一步一关 每一关都得交钱 不把他们坑的裤衩子都不剩 我就不叫三通 三通自信满满的说道 他们有那么傻 真会一直给钱 谢长安胡一开口 你知道 这伟一记的法子 是我们三仙殿哪个大手子研究出来的吗 三通一笑 知道 不就是贺轩吗 他都让你埋了 我记得当初贺轩 也搞了个伟一记 可把七十二伏地坑惨了 谢长安道 没错 当初贺轩还留下了一句治理名言 三通道 什么 谢长安一乐 俗人也好 仙人也罢 都有两颗心 一颗贪心 一颗不甘心 他们冲着一记而来 是贪心所致 而从他们 拿出第一件神宝开始 贪心就变成了不甘心 你想啊 你为了进这个一记 就已经搭进去两件神宝 你会甘心空手而归 三通邪逆着谢长安道 那肯定不甘心啊 再不计 也得拆一块门板回去 谢长安一想也是 对啊 所以他们 肯定也不会甘心 他们会想着 都给了两件了 还差这一件 万一给了这一件 就能得到传承呢 他们会抱着这样的希望 一直给 直到自己什么都拿不出来 拿不出来了 他们还会想方设法地给 因为他们心里 还有最后一个念想 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只要能得到鲜宝 就能回本 三通一番话 把谢长安说得一愣一愣的 不过谢长安不得不承认 还真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没想到 你们三仙殿 对于修士的心 还如此了解 谢长安震撼了 不是我了解 是贺轩了解 没有人比成魔者 更了解修士的心性 神性也好 魔性也罢 最终都是人性 三通露出一副高人风范 实际上却只是照搬贺轩的话 此时 为遗迹之中 刘阳一路带队猛冲 遗迹内到处都是仙闻 时不时 刘阳还会念出一些晦涩的经文 一听就是那种古老的传承 其实都是支言片语 完全就是三仙殿 从大罗城内 带出来一些残缺经文 听着让人云里雾里 却又高深莫测 越是如此 那些进来的修士 就越是笃定 这是上一个纪元留下的遗迹 若不是上一个纪元的遗迹 为何写满上一个纪元的仙闻 何况那些经文 晦涩难懂 仔细体悟 似乎又蕴含着天地之道 气人的是 里面一重重门户 都需要先给东西 才能进 三件 四件 十二件 在刘阳的引导之下 再加上那些修士 对造化的执念 那些修士不知不觉之间 已经心甘情愿地 砸进去十几件神宝了 啊 我怎么什么都没有了 这都走了十二关了 难道要被困在这儿了 我也没有了 早知道多带一些底蕴出来了 该死 我现在回去拿 还来得及吗 一群修士连过十二关之后 不少修士都是发现 自己的家底 已经被掏空了 现在回去拿 等你们回来 里面的造化 怕是早就有主了 刘阳笑眯眯地说道 一来一回 肯定来不及了 这可咋整 十二件神宝啊 我可是砸进去了 十二件神宝了 总不可能现在离开吧 被掏空家底的修士 全都露出不甘心之色 没事啊 我可以见你们 此时 从这些修士身上 捞叨了一百多件神宝的 刘阳笑道 对啊 这位师兄 刚刚可是说了上百件神宝 身上肯定有神宝 林师兄 你借我几件 我保证不会亏待你 被掏空了家底的修士 全都满脸期待地说道 借一件 还三件 愿意借的 来签借条 刘阳取出了一张张借条 当即就让那些修士傻眼了 借一还三 这是抢 我就一百多件神宝 手快有 手慢无 刘阳又是一句话 轻而易举地 让那些修士的心躁动起来 体悟混沌剑痕 混沌剑道小城 剑道晋升程度达到七万零一百 与此同时 在剑星石壁之前的灵岩 却是大有所得 有一道道混沌剑光 从灵岩体内冲出 让环绕着整个剑星的剑目 都是发出共鸣之音 混沌剑光横空 照耀四方 剑星四周 重重剑翼 盘旋而来 环绕着灵岩飞舞 如同朝拜剑中君王 混沌剑光 这是混沌剑光 他真的悟通了 原本百无聊来的混沌子 猛地起身 惊骇地看着盘坐在那里的灵岩 其他正在物件的修饰 同样被惊动 一个个都是不可思议地看着灵岩 一剑破九天 亿万剑 顶礼膜拜 这可是剑星存在以来 从未有过的事情 这就是那剑痕之中 蕴含的剑道吗 我看到了赤剩如火 不 明明是雷霆万军的神法 不不不 是那九天之水 破天而来 所有人全都盯着灵岩 他们似乎从灵岩头顶 直破九天的剑意之中 看到了万千亿响 直打本源的盗鱼里 直击心神 一时之间 在场修饰 全都目光迷离地看着灵岩 一个个体内剑道轰鸣 剑光汇聚成片 有一重重剑意在剑星起伏 原来如此 又是一种 潜力无敌的剑诀 与此同时 灵岩恍然大悟 三千大道真意 这就是混沌剑道 要想大成 需要体悟出三千种大道真意 小成就容易得多 只要以一种大道为剑即可 这混沌剑诀 倒是和大罗城内 那种以肉身呈在大道真意的法门相似 灵岩想到了之前 在大罗城内得到的法门 那种法门 将大道真意 烙印在肉身之上 同样是潜力无上限的法门 很像是一个人的手法 恭喜灵岩道友 剑意已成 混沌子落在灵岩身前 体内同样有混沌剑意 蓬勃而出 刹那之间 两种剑意 剧烈冲撞在一起 亮起无尽的剑光 两人剑光冲击之下 烙印在石壁上的剑痕微微流转 像是在呼应一般 混沌子道友 你这是何意 灵岩一愣 灵岩道友 混沌剑意已成 我也是时候开了这剑痕了 混沌子大笑着开口 多少年了 混沌子已经记不清 自己在这剑心之上 等了多少年了 而今终于是等到了 能悟通混沌剑道的人 这是混沌子唯一的机会 今日我已一剑 为道友开这剑痕空间 哼 混沌子开口之间 自身剑意 引动了石壁上的剑痕 灵岩只感觉 一股神妙莫测的气息汹涌而来 瞬间裹住灵岩和混沌子 进入剑痕之中 怎么回事啊 灵岩和混沌子 怎么跑剑痕里面去了 一群修士 全都瞪大了毛子 他们看到剑痕在发光 里面似乎自成天地 哪怕是原因修为 都是难以看穿 这是 本源空间 灵岩此时 也是惊诧地看着四周 这是一个星光闪烁的空间 一挂挂剑光垂落之间 如同三千口大剑 横于空间之中 像极了灵岩在三不管洞天 看到的本源之地 力量不同 但本质相同 没错 这里就是剑星的星辰本源空间 那一道剑痕 勾连的就是此处 唯有来者 悟出混沌剑意 以我的力量为影 方能进入此地 混沌子目光期待地看着灵岩 原来如此 灵岩文言 恍然大悟 难怪一道剑痕 却能诞生出到有这样的生灵 确切地说 倒有是这星辰之灵 灵岩看着混沌子 是啊 混沌子点头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炼化这星辰本源 这剑星的星辰本源 也只有你能够炼化 倒有 我若是炼化了这星辰本源 你会死 灵岩深深地看着混沌子 混沌子 是星辰本源之力 和剑痕之力 一同造化而出的生灵 可以说剑星就是混沌子的根 所以混沌子才会被剑星束缚 一出剑星就会化到 一旦这星辰本源被灵岩炼化 混沌子是自由了 却变成了无根之瓶 撑不了多久 知道 混沌子文言 目光却更加热切 灵岩道有 我听外面来的那些修士 说过一个成语 名为飞蛾扑火 飞蛾脆弱 却依旧求那刹那光明 你看外边那些修士 是不是也像极了飞蛾 他们明知道 他们误不出混沌建议 却依旧无怨无悔 一心问剑 只求在作画之前 见一眼见之尽头 他们是这样 我也是这样 混沌子盯着灵岩 眼中的光却令人心惊 道有的愿望 是自由 灵岩沉默片刻之后 看着混沌子 对 无有一愿 走出这剑星 问剑四方 混沌子扬起自己的脑袋 眼中满是憧憬 可你未必能活那么久 灵岩劝解道 你不懂 其实自我出生开始 我就在想象 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直到第一个修士进来 我才知道 原来外面有花 有草 有人 不像这剑星 除了剑 什么都没有 我也想遇剑而行 仗剑八方 于万丈红尘之中 体悟人间百味 这么多年的哭泣 我本以为 自己的心凉了 但是直到道友 你悟出混沌见到 我突然发现 原来有些人 哪怕是寒冰注骨 依旧热血难量 混沌子目光灼灼地 看着灵岩 满心向往 生死无悔 灵岩一脸郑重 虽死无悔 混沌子堵定点头 平道混沌子 请灵岩道友成全 混沌子双手抱拳 朝着灵岩行礼 语气里面是一往无前的意志 若是如此 如你所愿 灵岩深深地看着混沌子 心念一动之间 已然是运起至圣大天魔内天地法 轰隆隆 灵岩运转至圣大天魔内天地法 本源空间之中的本源之力 就铺天盖地而来 涌入灵岩体内 渐兴的星辰本源 赫然是直达灵岩灵气惊丹 轰 此刻 灵岩的神魂内天地浮现而出 日起月落 星辰流转 山河大地连绵起伏 好似一个真实的世界 而在神魂内天地之下 一个新的内天地 正在开辟和凝聚 轰隆隆 随着星辰本源 被灵岩源源不绝的汲取 只见原本笼罩着剑星的剑目 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崩溃瓦解 剑星上一道道裂痕 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 剑星在崩溃 星辰本源 这是有人在炼化星辰本源 是灵岩 快出去 原本在剑星之上物件的修饰 全都露出金融 连忙横空而起 俯看着颤抖不休的剑星 一个个都是露出复杂之色 轰隆隆 剑星轰鸣 地面开始塌陷崩溃 有无穷无尽的剑意 在此时喷吐而出 剑光照亮天地之间 怎么回事 存在了漫长岁月的剑星 怎么突然开始崩溃了 与此同时 一大批靠近剑星的女修 同样露出了震撼之色 这些女修身材一个比一个好 但是言谈举止 却极为粗犷 根本就不像是正常女修 开辟灵气内天地 误出三元元英法灵气篇 此刻 灵言头顶一个新的内天地 被开辟而出 剑到天地 一口口大剑贯穿内天地 散发出无尽威严 不止如此 灵言的灵气修为 更是随着内天地的开辟 以惊人的速度提升 金丹八重 金丹九重 金丹圆满 不过片刻时间 灵言的灵气修为 已然和神魂修为一样 达到了金丹圆满境界 而此时的混沌子 身形已经变得扭曲模糊 周身有化道之光 灿烂生辉 道友 还坚持得住吗 灵言看着混沌子 神色凝重 还撑得住 当你完全练化这星辰本源 我就能出去了 还有三日可活 混沌子声音虚弱 语气却很欣细 三日吗 灵言皱眉 三日太短了 即便混沌子出去 也将昙花一现 三日够了 足够我好好享受一下 外面的世界了 混沌子笑了 灵言眯着眼 趁着还有星辰本源 未曾被彻底练化 就取出了传讯预解 老师 师兄 师姐 天魔大哥 我有一事 不知道谁有办法 灵言直接拉起了一个群聊 开门见山的问道 问 哟 都是正道修士啊 没想到我这大魔头 有朝一日 能混进正道修士的传讯群 至圣大天魔调侃开口 至圣大天魔 我倒是很想交交手 石金仙语气 很是期待的说道 石金仙 你不行 至圣大天魔回应 我不行 石金仙眸子都立了起来 停 大师兄 你若是想和他一战 我可以负责安排 眼下我这事情 可是十万火急 托不得 灵言道 说吧 何事 王师道说道 弟子在剑星 练化了剑星的星辰本源 而混沌子前辈会因此化道 灵言道 灵言老弟 可以啊 一个三不管洞天的本源还不够 又开始对星辰本源下手了 老哥我对你是越来越欣赏了 至圣大天魔惊喜开口 老夫早就猜测 混沌子的诞生和星辰本源有关 而今看来倒是真的了 王师道点头 那老师可有办法 灵言问道 其实要救下这混沌子 不是没办法 王师道开口 没错 只是这法子 可不是正道修士所为 至圣大天魔也是因侧侧开口 显然也是知道法子 至圣大天魔什么正法写法 只要是用在正路上 那就是好法 王师道呵斥 你比本座还不要脸 至圣大天魔一乐 不得不说 还是无量山的人 看着顺眼 到底是什么法子 灵言连忙问道 简单 混沌子不论是如何诞生的 他都是生灵 对我们这些恶修而言 既然是生灵 就可以用来炼气 至圣大天魔道 你想让我把混沌子倒有 炼制成器 灵言心理一动 对啊 混沌子的生命 和星辰本源息息相关 那你就留下一部分星辰本源 用来铸造气配 再把这混沌子的神魂 和这气配铸造在一起 不就行了 至圣大天魔 满不在乎的说道 就这么简单 灵言一愣 就是这么简单 不过以生灵炼气 可是被罗夫修士所不耻的 至圣大天魔道 呸 我这是再救人 有什么不耻的 灵言呸了一声 你很无耻 我很喜欢 看在你是我小老弟的份上 送你一卷炼气法门 这可是贺轩那里拿来的法门 走的就是以生灵炼气 里面好像有个法子 能确保炼制出来的气 和真人一般无二 至圣大天魔开口之间 直接往传讯群里 传了一套法门 刷刷刷 这法门刚传进群里 王师道等人就下载了一份 小样 还不吃我们恶修之道 一个个下载起来 倒是麻溜 至圣大天魔开着法门 被接连下载 顿时咧嘴一笑 满脸的得意 胡说 我等于恶修 势不两立 我们这是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没错 要对付恶修 我们就得先了解恶修的手段 这样才不会被打得措手不及 王师道等人都是正气凛然的开口 看着这一条条信息 饶氏至圣大天魔 早已看淡了一切 依旧是被雷得不轻 人才 这是一窝的人才啊 林妍道友 不用担心我 三日时间 对我而言 已经足够了 混沌子发现林妍 突然不再炼化星辰本源 而是开始聊天 连忙催促道 前辈 三日够吗 林妍文言 笑着开口 三日虽然短了一些 但是对我而言 已经是莫大的造化 混沌子正思开口 其实我有一法 可以让道友多活很长的时间 林妍道 你说的是炼气吧 混沌子说道 道友知道 林妍一愣 知道 当初有个魔头 蛊惑我 想用我炼气 被我拒绝了 炼气虽然能让我多活一段时日 却也只能作为傀儡 还不如死了来的干脆利落 混沌子摇头 用脚后根响都知道 蛊惑混沌子的 肯定是至圣大天魔 不不不 道友误会了 林妍摇头 误会 混沌子一愣 对 我曾经在大罗城见过英兵 那些英兵用的是一种 很奇特的筑气手段 除了没有灵制 本身和活物没区别 而至圣大天魔的法子 能赋予法宝灵制 我想把这两种法门进行融合 研究出一种新的筑气法 可确保道友和真人一样 不但有着成长性 还有着独立的自我 林妍解释道 这世上 当真有这样的法门 混沌子一愣 之前是没有 一会儿就有了 林妍自信满满地说道 混沌子文言 嘴角一抽 这家伙 还真是够自信的 不过再想想林妍 连更古以来 无人可以悟透的混沌剑决 都能悟出来 这炼气法 估计还真没问题 道友不用犹豫了 若是我炼气过程之中 你有任何不满意的意见 都可以提出来 我修改就是了 林妍说罢就开始体悟 至圣大天魔给自己的法门 将神魂炼气法 体悟到大城 推演阴兵铸气法 推演出新的法门 金甲阴兵铸气法 哄 林妍刚把金甲阴兵铸气法 推演而出后 就搬出了炼气台 还有各种各样的材料 记起神火 当着混沌子的面 就开始铸气 不到片刻功夫 一具和混沌子 像貌一模一样的黄金甲 已经被林妍铸造而出 不说别的 光这造型就拉风得很 混沌子道友 这造型如何 林妍问道 还行 混沌子看着浑身金灿灿的黄金甲 微微点头 虽然这造型高调了一些 却也不是不能接受 反正就是幻化一下的事情 道友 接下来就很关键了 你是依托于星辰本源存在的 所以我要用剩余的星辰本源 炼制核心 等核心一成 你以神魂入主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整个过程 无需炼化你的神魂 安全得很 林妍提醒 无需炼化神魂 混沌子目光一亮 心中再无顾虑 来 哼 林妍再次运转内天地法 随手一抓之间 剩余的星辰本源 就被林妍容炼而出 而后整颗剑星 瞬间四分五裂 化为无尽烟尘 冲向四面八方 哼 混沌子身形 更是剧烈颤抖 自身的化道之光 要的人睁不开眼睛 林妍双手快速结印 一团本源于刹那之间 被林妍炼化成一颗心脏 打进黄金甲之中 就是现在 林妍开口提醒 好 混沌子闻炼 神魂猛地从扭曲模糊的身体之中冲出 一举钻入黄金甲内 正 刹那之间 黄金甲身上就亮起无尽见光 同时有一股神妙到极致的气息流转开来 刷 片刻之后 黄金甲猛地睁开眸子 眼中有一缕混沌剑意 一闪而逝 道佑 感受一下 可有问题 林妍笑问道 混沌子闭眼感应 片刻之后 惊喜地看着林妍 确实如你所言 这身体和之前一样 还因为我与星辰本源融合 比之前更强了 混沌子感激地看着林妍 没想到林妍真有这种法门 道友满意就好 林妍也是如释重负地说道 林妍 你这混蛋 今日我们倒是要看看 你还有什么法子对付我们 没错 今日我等 必将打得你满面桃花开 此时 一道道粗犷的女生 从四面八方传来 而后十几个原因修饰 已经围了过来 他们之前没进来 那是因为有剑星剑目守护 他们根本进不来 而经剑星一崩 他们自然畅通无阻 说说说 青衣和冷清月连忙飞身 落在林妍身边 看着一群形势粗犷 却全都是女人相貌的修饰 都是头皮发麻 小师弟 这一群人 可是像急了之前的三通 青衣小脸都白了 师姐说的没错 这就是一群人妖 林妍此时 心里也是惊叹连连 这些修饰 为了破解自己的大虚空手 当真是丧心病狂啊 什么人妖 今日你要么跪地求饶 要么我们打得你跪地求饶 一群修饰有些心虚 色力内忍地呵斥道 混沌子道有 你不是要问道天下修饰 要不就用这些人试试你的剑 林妍文妍 看着身边的混沌子灿烂一笑 混沌子扫了群魔乱舞的女修一眼 微微摇头 林妍道有 这些人弱了点吧 弱 你说我们弱 你也就是一个原因圆满而已 在我们面前装什么大尾巴了 一群女修顿时群情激愤 满脸鄙夷地看着混沌子 揍她 一群女修长笑之间 铺天盖地的法宝 神通就直接朝着林妍和混沌子 打落而下 刷 林妍直接朝着混沌子身后一躲 混沌子见状不以为意 目光却是在此时变得凌厉起来 混沌 斩 只见混沌子 单脚朝着地面猛的一跺 一道通天彻地的混沌剑光 就崩空而起 轰隆 宛如开天辟地的剑光 瞬间就将打落的神通湮灭 就连一些法宝都被崩碎了 轰 无匹的剑光宣显 让十几个猿鹰圆满都是连滚带爬 这么强 十几个猿鹰圆满都是目瞪口呆 这特么又是谁 怎么这么离谱 八大禁区的猿鹰圆满 没见过呀 来都来了 再试试剑吧 混沌子开口 然后信手一招 羞 羞 羞 一口口气息古老的长剑破空而至 在混沌子周身上下翻腾 纵横交错 类分剑 无双剑 都是曾经在剑心悟道的剑修所留 每一把都是传奇 如今随着剑心崩溃 散落于虚空之中 却是被混沌子直接招来 混沌子守了剑心漫长岁月 学过剑心所有修士的剑诀 这些剑又不知道在剑心上 被混沌剑意清润了多少年 早已形成了共鸣 去 混沌子手掌又是一挥 上百绝世之剑纵横而出 裹着不同的剑意 斩向四面八方 啊 跑 这一下 不止刚刚动手那十几个原因圆满 就连那些不怀好意围过来的修士 也都吓得脸色发白 足有上百元鹰了 奶奶低个腿 啥呀 这是 一个人修上百剑 每一剑都蕴含一种绝世剑诀 怎么扛 拿钉去扛吗 救命 哪里来的怪物 一群元鹰修士 被上百把长剑砍的人养马翻 哀嚎之间 哪里还顾得上林妍 早就跑得没影了 林妍道友 我就说 这些人弱吧 若是问剑 怎么也得你这样的 混沌子召回那些长剑 一脸失望地看着林妍 我这样的 那你怕是很难遇到了 林妍笑道 不过混沌子道友 若是有兴致的话 我倒是可以为道友 介绍几个好友 他们可是很强的 林妍眨着眼 自家的师兄师姐们 一定很想和混沌子交流交流 尤其是石精仙 真的 混沌子目光一亮 我从不骗人 林妍笑得可开心了 行 那我就先跟着你 混沌子点头 现在混沌子 有了星辰本源铸造的肉身 已经和真正的生灵没区别了 自然不及 林妍道友 带上老夫啊 此时 剑衣兴冲冲地飞了过来 剑衣 大成二十身 性格热情大方自来熟 原本在剑星悟道 都打算直接殉到了 没想到剑星居然崩了 如今也没了去处 左右一想 还不如跟着林妍 林妍 混沌子 这俩绝对是未来的剑道志强 太对弯了 剑衣道友 我听说这一季内有一座赌场 不知你可知道 林妍笑问道 他之前是叫前辈的 可是剑衣死活不乐意 就索性跟着混沌子叫道友了 你想进仙罗赌方 剑衣文言 神色顿时怪异起来 仙罗赌方 我好像听说过 混沌子 也是若有所思的说道 混沌子道友也听说过 林妍来了兴趣 听一些入星的修士提起过 那里好像很有意思 混沌子也是大感兴趣 等你们真进去了 他就不会觉得有意思了 剑衣垮着一张劈脸 哦 看到有着表情 是有故事啊 那我更要去看看了 林妍文言 更加感兴趣了 行 既然你们都想去 那就由老夫来带路吧 剑衣无奈开口 而后一马当先的 朝着仙罗赌方的方向 横空而去 仙罗赌方 人气很高啊 你看这么多修士 都在往那边去 林妍三人穿行之间 发现同行者是一大堆 不对 他们不是冲着赌方去的 剑衣却看出了端倪 毕竟人老精 鬼老灵 不是去仙罗赌方 那是去哪里 林妍好奇开口 那个风雨格的小子 你过来 剑衣嗓子就喊出了 一名星空修士 风雨格 星空势力 实力不比刀仙阁 何霄摇楼差多少 那风雨格修士被叫住 顿时露出不满之色 邪腻着剑衣 怎么说话呢 大家都是原因尽见 你叫我小子 看什么看 叫你小子 那都便宜你了 别说是你 就算是 你们阁主见到了老夫 老夫照样叫他小子 剑衣老气横秋地说道 嗯哦 行好行好 哦 其实不只是叫小子 应该是叫乖孙 算了 辈分太难算了 滚 那风雨格修士文言 呵斥了一声 掉头就走 这人傻的吧 区区一个原因 叫自家阁主小子 唉 我这暴脾气 剑衣见状 鼻子都气歪了 就要上前理论 道友 不至于 咱们想知道 他们干嘛去 跟上去不就知道了 林妍拦住剑衣 而后朝着修士汇聚的方向 跟了上去 这是 假遗迹 片刻之后 林妍眉头一挑 一脸怪异地 看着远处的一颗星辰 只见前方有一颗死星 死星的虚空之中 有一座电宇 仙光重重 那电宇 看着就很不凡 不过对林妍来说 却是一眼假 电宇 是阵法和仙宝 一同演化出来的 研究出这阵法的修士 绝对强悍 必然是修行过内天地法 以阵法配合内天地法 演化出一座遗迹 可不知阵法这人 火候很差 所以才要补入仙宝 如此一来 贤界就粗糙了 也就骗骗一些 阵到一般般的修士 根本骗不过林妍 什么假遗迹 这是这儿 八经上一个纪元的遗迹 林妍刚说完 一鸣穿着裤衩子 一脸不甘心地修士 就瞪着眼说道 道友 这是什么造型 林妍看着那修士 一脸的惊奇 什么造型 我就是觉得天热了 凉快凉快 那修士脸色一红 别装了 你这是把自己身上的袍子 都搭进去了 空手而归了吧 穿着大裤衩子的修士 刚说完 就被人无情地 拆穿了自己的谎言 只见一名修士 满面红光 踏着祥云而出 满脸的志德意满 意气风发 空手而归又怎么样 难道你进去了 穿着大裤衩的修士 顿时不乐意了 那可不 我可是花了三十七件神宝 进了一季的核心处 还带出了一卷 上一个纪元的仙品法门 后来的修士 一脸的嘚瑟 上一个纪元的仙法啊 这可老值钱了 在这仙法面前 三十七件神宝 算个球啊 这位道友怎么知道 你拿出来的是仙法 灵言哑然失笑 一座假一记内 出了真仙法 太扯了吧 那法门 烙印于一记最深处 全都是以上一个纪元的 仙文转写的 每一个字迹 都是道运天成 肯定是仙法 再说 有一位天机堂的师兄也说了 那就是仙法 不可能有假 那修士言之凿凿的说道 天机堂也有师兄在里面 灵言一愣 对啊 若不是有那个天机堂的师兄 我们可进不去 不过他是侦探啊 我问他借了五件神宝 要还九件 不说了 我得回去拿神宝还债了 自称得到仙法的修士 坐视要走 等等 对方刚走出两步 就被灵言拦住了 你坐身 那修士一愣 连忙捂住了自己的空间法宝 心里咯噔了一下 刚刚太兴奋了 忘记了才不外入的道理 如今被人知道了 自己有仙法 万一被抢了 可砸着 这位师兄 你看我眼熟吗 灵言指着自己的脸问道 眼熟 那修士打量了灵言一眼 一脸的狐疑 他之前是冲着三通和谢长安去的 根本没记住灵言 这位师兄 真是贵人多妄事 你认不出师弟我来 师弟我可是认得你 之前在一击入口那里 用法宝哄我的 有你一个吧 灵言眯着眼说道 那修士心里再次咯噔一下 然后目光一亮 你是灵言 没错 是我 这位师兄 你之前拿法宝砸我 虽说没砸到 可也把我吓得不轻 现在我问师兄 建那仙法看看 压压惊 不过分吧 灵言目光灼灼地盯着那修士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没想到先得了这仙法 还能揍灵言一顿 这是多大的造化 那修士又惊又喜 感觉幸福来得太快了 还想揍我 还是我先揍你一顿吧 哼 此时 星剑已然被灵言握在手中 朝着那修士挥了过去 来得好 那修士一拍自己腰间 就要寄出自己的法宝 可是这一拍 却是拍了的空 法宝 毛的法宝 他的法宝全都上供了 不过也没事 自己可是元英七重 元英七重打金丹 难道还用法宝 哼 元英七重修士二话不说 具体内元英真元 一拳朝着星剑轰去 当 一拳一剑对决之间 元英七重修士的权益瞬间崩灭 而后灵言手中的星剑 已然停在那修士眉心一寸处 怎么可能 元英七重修士傻了 自己堂堂元英七重 被一个金丹给秒了 穿着大裤衩的修士 在一边看着 也是打了个机灵 金丹秒元英 这千年难得一见的画面 被自己给遇上了 这位师兄 拿出来吧 灵言笑眯眯的看着那修士 拿去 那元英七重修士秒耸 直接就把自己 踏印出来的法门 丢给了灵言 命重要 还是法门重要 那修士还是拎得轻的 再说了 那法门他早就死基因背下来了 虽然不知道意思 但是写出来 还是没问题的 到时候找人翻译一下 不就得了 灵言扫了一眼 踏印着金文的预见 神色更加古怪了 这位师兄 上新闻课的时候 你是睡着了吧 灵言扫了那修士一眼 你怎么知道 那元英七重修士一愣 难道这灵言 还能看透人心 灵言却是看得直撇嘴 气质初解 金文确实是上一个 纪元新闻写的没错 可里面的内容 是个鬼仙法 就是气质初解 但凡在新闻课上 多认几个上个纪元的文字 也不至于上这么大的档了 不过想想也是 谁家好人天天研究新闻 修为先提上去再说 还你 灵言随手把玉剑还给那修士 眯着眼看着电雨 心里却是一阵嘀咕 好啊 你们几个自己躲着发财 竟然不叫我 灵言很确定 这绝对是八大禁区弟子搞出来的 大概率是三通和谢长安 毕竟这仙法太搞了 气质初解 罗浮修士的入门课 穷逼又恶去味道这程度 也就他俩了 这法门有问题 那修士捧着玉剑 开始有些自我怀疑了 没问题 这绝对是仙法 记住了 好好保存 可别傻乎乎的 逢人就说了 赶紧回去 交给宗门长辈领赏了 还愣着干什么 灵言笑道 真的 那修士顿时狂喜 灵言是谁 七十二伏地的天之骄子 八大禁区弟子 都以他为尊 修为也许不高 可是眼光肯定刚刚的 我绝对不骗人 灵言信誓旦旦地开口 多谢了 那修士赶忙信冲冲地离开 两位 有热闹可看了 灵言眯着眼 领着混沌子和剑 一直冲那电雨而去 三通 你是不是傻啊 你怎么真让他们 把法门带走了 这万一遇上一个识货的 我们不是立马就被揭穿了 唯一记内 谢长安看着好几个修士 将三通留在里面的经文带走 有些不淡定了 疯了吧 你看看 你都留了什么经文 气质出解 基础练气诀 这要是让人看出来 还了得 老谢啊 你还是太嫩了 对人性不够了解 就算是被认出来了 又如何 耽误我们懒心客吗 三通言之 凿凿地说道 为什么 谢长安又不懂了 你想啊 你兴冲冲地奔赴一个 上个纪元的遗迹 就等着大发特发了 然后来了一个去过遗迹的人 告诉你 遗迹里的东西都是假的 千万别去 你会怎么想 三通问道 我信个鬼 这老邓不是好人啊 怕不是想把我忽悠走 自己独吞 我草 还真是这么个道理 谢长安震撼了 对啊 这就是个阳谋 专制各种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 三通得意洋洋地说道 再说了 你花了几十件神宝 结果弄回来一卷狗布里的垃圾 你会到处宣扬 三通又问 肯定不会 谢长安目光一亮 不止不会 还得去忽悠别人 让别人和我一起出血 对了 最好找个冤大头 高架把仙法出出去 谢长安悟了 对了 你看我家师祖 被我敲了十二个脑瓜崩 他不也地暗磋磋地教训我 这事情 是一句都不敢提 因为丢不起这个人 三通算是彻底把贺轩 那一套给完明白了 如果不是他亲手把贺轩埋了 怕是说 他是贺轩的传人都行了 再说了 那些人之中 大部分人肯定是第一时间 回宗门邀宫 等他们回来报仇 我们早回罗府了 三通又说道 三通 可以啊 我没白帮你 给万点坑上药 谢长安比了的大拇指 他是真有点佩服三通了 不对 他怎么来了 三通忽然看到 面前的古镜上 出现一道熟悉的身影 谁 林师弟 谢长安也是一眼看到 带着混顿子和剑 移到了一击入口处的林妍 完了完了 林师弟怎么来了 林妍一出现 三通顿时慌的一批 林妍是谁 无量山弟子 无量山弟子入门第一课 就是学习各种文字 其中自然包括 上一个纪元的鲜文 林妍肯定会鲜文 其次 这一记三通 做得确实很逼真 甚至有把握 瞒过严九仙等人 毕竟严九仙等人 不擅长不证 可林妍擅长啊 三通自认 年轻一代 阵法翘楚 可很不巧的是 林妍是年轻一代 阵法盖中盖 谁来了都不行 最关键的是 三通之前 为了图省事 一记内的鲜文 大部分都是他瞎编的 很多经文 还都是骂人的话 比如 什么星空修士 都是大棒锤之类的 估计林妍能看乐了 有舍必有得 此时 古镜之中的林妍 看着石碑上的鲜文 拖着下巴 一脸的玩味笑容 完了 看出来了 林师弟已经看出来了 他多半已经确定 这是我搞出来的了 三通额头冷汗 都下来了 不至于吧 看一眼就认出来了 谢长安有些不信心 你懂什么 你看林师弟站的位置 那正好是演化 一记大阵的 一处小瑕疵 他不用费多大力气 只要轻轻一击 这一记立马就得现出原形 三通指着 林眼角尖的位置说道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在这里发财 不告诉林师弟 他会不会直接 把我们拆穿了 谢长安有些不安了 不对不对 林师弟若是想对付我们 肯定直接破阵了 现在往那里一站 分明是在提醒我 这里有破绽 三通道 林师弟这么好 谢长安一愣 好个屁啊 他站着破绽的位置 分明是在威胁我 我们怕是得大出血了 三通已经开始肉疼了 混沌子道友 剑一道友 我给你们表演个绝活 林眼转身笑 看向混沌子和剑一 什么绝活 混沌子好奇地问道 我刚刚体悟了这十倍 突然悟出舍得大道 林眼笑盈盈地说道 吹牛 剑一和混沌子还未说话 倒是身边几个星空修士 已经忍不住开口 天地之间 各种大道 我可是听得多了 就是没听说过 有舍得大道的 就是 逗人玩 也不是这么逗的 一群修士满脸比 孤陋寡文 你信不信 舍得大道真义 就是这一计的关键 一旦掌握了这舍得大道 那就要什么有什么 林眼邪逆着一群修士道 要什么有什么 哎 你要一个我看看 有星空修士哼道 刷 林眼取出了一件神宝 你信不信 我往这十兽嘴里 丢一件神宝 这十兽立马就能吐出一对神宝 你骗鬼呢 就是 真当我们是三岁小孩 一群人都是不信 他们只听说过 这十兽吞神宝的 就没听说过 会吐神宝的 两位 你们信吗 林眼笑盈盈地看着混沌子和剑衣 信 不信 混沌子对林眼 那是深信不疑 倒是剑衣连连摇头 还有谁不信的 要不咱们打个赌 林眼笑道 你想赌什么 不少修士都是来了兴趣 简单 就赌我这法宝丢进去 十兽会不会给我吐一对出来 若是不吐 你们压多少 我赔多少 若是吐了 你们压的可就都是我的了 林眼爽朗一笑 鲜罗赌方一听就是赌的地方 林眼还想趁着这个机会 给自己攒攒本 好去鲜罗赌方见识见识 真的 若是不吐 我们压多少 你赔多少 不少修士文言 全都心动了 肯定真的 我们罗浮修士 一向罪讲诚信了 再说了 在场这么多强者 我也不敢言而无信啊 林眼笃定道 我先试试看 一名修士 取出一件神宝 顺手就丢进了石兽嘴巴里 结果紧接着 那神宝就没了气息 你看 这石兽就是开门兽 往里面丢神宝就可以进去 想让它吐出来 那是做梦 没错 不可能会吐 我压十件神宝 我可是听说 这一记关卡很多 一关一神宝 正好省点买路钱 那个丢了一件神宝的修士 当即取出了十件神宝和林眼对赌 至于丢进石兽嘴里的神宝 这根本不碍事 等完事了进去就行 不算浪费 我直接压三十二件神宝 听说里面有三十几罐 我就当是白嫖了 老夫混了这么多年 早就听说 有人喜欢当散财童子 可算是让我遇到了 没错 我也压 瞬息之间 一群修士围了过来 一个个全都取出神宝 白捡啊 照着林眼这个玩法 那就等于是在送钱给他们 不对 我们可是真金白银拿出来赌 你确定你赔得起 一群修士盯着林眼 赔不起 哼 林眼取出九霄剑霞 直接插在脚边 若是赔不起 这九霄剑霞 就是你们的了 九霄剑霞 这是传说之中的 见到至宝九霄剑霞 这是九霄剑仙的传承之物啊 我想起来了 他是林眼 之前抢了刀仙阁三十一星辰 他有的是钱啊 九霄剑霞一出 顿时震惊四方 不少修士全都眼睛发红 更是有人认出了林眼 没错 我就是林眼 一句话 我不差钱 你们压多少 我收多少 林眼眨着眼睛说道 还能这么晚 此时 在伪议记内看直播的三通和谢长安都傻了 没想到林眼 直接就借着自己弄出来的遗迹 挽起了空手套白狼 能加住吗 没错 我们想加住 这些修士一听到林眼的名字 兴奋的差点跳起来 散财童子 一栋宝库 超级土豪 这机会 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可不得使劲毫啊 加 你们随便加 林眼大手一挥 那叫一个干脆利落 一时之间 一件件神宝被修士取出 四周堪称宝光冲天 还有周边大量的修士 也被吸引了过来 纷纷吓住 有些修士 甚至连圣宝和帝宝都压了上去 反正有九霄剑侠压在这 林眼肯定赔得起 哎呀 好心痛 我的神宝 全都交代在里面了 不然压上这一次 下半辈子都安逸了 是啊 早知道 我不进一计了 直接在这里压一波就行了 现在倒好 不但机缘没搞到 还欠了一屁不债 那些被三通卸长安坑的光溜溜之后 又欠了刘阳一屁股债的修士 肠子都毁清了 还下不下注 不下注 我可就要丢了 林眼笑道 丢吧 没错 就等着你丢 一群修士全都催促 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这样吧 我若是丢一件神宝 一会儿吐出来两件神宝 你们肯定不服 会说我动了手脚 林眼又道 那你的意思呢 一群修士一愣 还真是这么个道理 简单 我把你们压上来的法宝 全都丢进去 到时候看看 这石兽能不能吐出来双倍的法宝 不就行了 林眼眯着眼道 全都丢进来 三通和谢长安 直接从头皮麻到了尾巴根 此时林眼面前 神宝上千剑 圣宝七剑了 地宝五剑 若是林眼 真一股脑地丢进来 三通和谢长安辛辛苦苦坑来的法宝 一大半都得交代出去 至于说 不吐 行 林眼肯定立即破阵 到时候 三通和谢长安 就等着承受那些被吭的 只剩下裤衩的修士的怒火吧 行 你丢 总之 要是这石兽不吐 你就加倍赔我们就行了 没错 记得加倍赔我们 反正你有钱 那些修士 认出林眼的身份之后 心里半点不慌 行 那我可就丢了 林眼直接就把所有法宝 一股脑塞进了石兽嘴巴里 没动静 什么舍得大盗真意 都是瞎扯淡 现在傻了吧 赔钱 一群修士 都是狂喜开口 别急啊 让舍得大盗 运转一会儿 林眼不紧不慢地开口 脚尖在阵法破绽处点了点 嗡 瞬息之间 石兽就亮起了灿烂无比的光芒 只见石兽嘴巴猛地张开 然后疯狂地往外吐着各种各样的法宝 如同下起了法宝雨 绚烂无比的法宝雨洒落之间 直接把一群修士给看猛了 如同加特林一般狂吐法宝的石兽 呆若木鸡的修士 还有此时 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坑挨的法宝不断消失 心里都在滴血的三通和谢长安 在此时 化为一幅世界名画 三通 别丢了 我求你了 再丢 咱们就白干了 谢长安声音都在颤抖 别丢 你是要钱 还是要命 三通红着眼开口 心里已经抓狂了 防火防盗防无量 我怎么就没记住 咱们布局的那一刻 就应该拉上灵烟失地 让他奋一杯羹 按他的性子 绝对不会少了我们的好处 唉 现在一切都晚了 三通一边丢着法宝 一边疯狂地敲着自己的脑袋 防火防盗防无量 这可是血淋淋教训之中 总结出来的经验 好好好 再吐 再吐 灵烟看着石兽嘴里 疯狂冒出的各种法宝 扶掌大笑 灵师弟 差不多了 再吐 我们连本钱都收不回来了 三通有些遭不住了 连忙给灵烟传讯 本钱 什么本钱 灵烟装傻 义父 孩儿知错了 谢长安更是干脆 一声中气十足的义父 叫得超级孝顺 乖儿子 既然如此 那就先这样吧 灵烟这才满一点头 一把将所有法宝全都收起 带着混沌子和剑衣 转身就走 只留下一群下注的修士 一脸呆滞地看着石兽 吐了 真的吐了 我数了一下 那石兽吐出来的法宝 远超灵烟丢进去的两倍 一群修士此时都感觉 自己的CPU要烧了 怎么也想不通 石兽为何会吐法宝 舍得大盗 难道这世上 真有舍得大盗 一群修士全都开始怀疑自己的认知了 屁的舍得大盗 我们被忽悠了 不过很快就有修士反应了过来 什么意思 有人还懵懂 那些法宝 全都是我们这个纪元的法宝 里面有好几件法宝 还是我丢进去的 妈的 什么遗迹 这就是假遗迹 有人在控制 开口的修士 心里打了个机灵 连忙看向灵烟离去的方向 结果灵烟早没影完 没错 我也看到了 其中好几件神宝 上面的文字 根本就不是上个纪元的先文 追 混蛋 耍我们 是他部的局 其他修士也看出不对劲了 当即一群人就追了过去 走 三通看到外边修士远走 拉着谢长安就要跑 现在就走 我们这等于是白干了呀 谢长安不甘心的开口 你是傻了吧 我刚刚来不及准备 丢出去的都是坑来的东西 这里是假遗迹的事情已经暴露 林师弟这一走 替我们引走了那些修士 我们若是还不跑 就等着背包饺子吧 三通拉着谢长安就跑 窥大发了 此时三通心里也在滴血 伪造假遗迹 也是要成本的 如今剩下这撒瓜两枣 白干是肯定的了 会不会亏本 还得看运气 轰 混蛋 拿基础炼器诀骗我们 今日不管你是谁 老子不把你们扒光了 由心示众 我就不叫鬼剑仇 出来 轰 轰 轰 三通和谢长安刚走没多久 一件件法宝 就横空轰向遗迹 瞬间就将三通抽走了先顶的遗迹 给打得四分五练 而后不知多少修士冲来 将这里围了个水泻不通 林妍 你真会舍得大道 此时 剑仪也是一脸惊异地看着林妍 想学吗 林妍笑眯眯地问道 想啊 如果你教诲我 我这就回去 往里扔几件先平法门 到时候 咱们二一天做午 剑仪笃定开口 教你啊 不是不行 林妍有些迟疑地说道 林妍 道上的规矩我懂 老夫手里有一法 名为清风细语诀 这儿八经的先平法门 就当是定睛了 剑仪摸出了一卷法门 清风细语诀 风语阁派法门 如今直接就被剑仪丢了出来 剑仪 那可是机智的一批 林妍 罗夫弟子 未来见到魁首 自己连风语阁派法门都给了 将来这小子 还不得照顾照顾风语阁啊 一部先平法门 为自己宗门 拉拢上这样一个怪物 怎么都不亏 再说了 这不还有舍得大道吗 行 那我就教你 舍得大道 讲究的就是一个心诚则灵 你记住了 往那石兽嘴里丢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心诚 林妍提醒 这么简单 剑仪一愣 就是这么简单 前辈可以去试试 林妍一本正经地说道 行 那老夫这就回去试试 剑仪目光灼灼 掉头就走 却迎面却撞上了追杀而来的修士 是他 刚刚他就跟在林妍身边 肯定是和林妍一伙的 兄弟们 上 揍他 一群修士见到剑仪 都是愤怒的嗷嗷叫 而后数不清的神通就朝着剑仪无差别的轰下 刷 剑仪心里一跳 身形一闪就如清风拂过 细雨无痕 从数不清的神通之中穿梭而过 你们想干什么 剑仪避开他们的攻击之后 眸子一瞪 气息也是随之凶利起来 当然是揍你 再来 一群修士一句多余的废话都没有 又是一大片的神通朝着剑仪打落而下 既然如此 那就休怪老夫不客气了 舍得大道 剑仪见壮 一声长啸让在场修士 全都一愣 刷 结果紧接着剑仪身形一闪 逃了 不要脸 只会跑 一群修士看着剑仪远盾 当即就追了上去 这 你们罗夫的修士都是这么坑的吗 混沌子一脸诡异的看着林妍 刚出剑仪就看到这样一幕好戏 他是真有点惊了 倒有不觉得 这是一个充满了惊喜的世界吗 林妍笑道 这倒是 混沌子笑了笑 好你个林师弟 我们忙活了半天 到头来 全都在帮你打工 此时 三通和谢长安追了上来了 两人看着林妍直磨牙 什么叫帮我打工 若不是我引走了那些人 你们早被包饺子了 林妍阵阵有词 你滚 我刚刚算了一下 扣掉成本 我们两人一人分了三件审保 几乎白干 三通顿足垂胸 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多好的计划 结果就遇到了林妍这挨千刀的 两位师兄 此言差也 你们那一计 就是小打小闹 找个机会 师弟我带你们玩一票大的 林妍迷眼说道 多大 三通两人 目光全都一亮 天有多大 咱们的计划就有多大 林妍笑道 行 到时候 得算我们一份 不对 我们吐出来的那些 得算投资 三通和谢长安 心情这才愉悦了几分 这里就是仙罗赌方了 此时 林妍等人 终于到了仙罗赌方所在的心域 只见远处亿万里之外 一座灰红的殿宇 横于虚空 殿宇上方 仙罗赌方 四个字灿烂声光 四面八方 都有修士横空而来 在赌方内汇聚 老谢啊 我们三仙殿 可是赌制一道的行家 看我进去玩几手 咱们直接还债 原地起飞 三通目光闪闪发亮 得了吧 就咱们这运气 倾家荡产算是轻的 想赢一两手 说不得要把你师祖 竖着葬上个万八千年 毕竟有句话说得好 先人竖着葬 后人一定棒 谢长安撇嘴 好好地假一计计划 都能遇到灵烟这怪物 坑得他们底调 还想靠赌来还债 哼 你懂什么 一看你就没去凡俗混过 赌靠什么 你不会真以为 是靠运气和赌术吧 靠的就是器材和手法 简称出千 我们三仙殿 早就完得炉火纯青了 三通得意洋洋的道 我听说 仙罗赌方内 可是有人维持赌场运营的 出千 难度太高了 混顿子一有所指的说道 真的 一愣还未请教这位师兄的大名 混顿子 混顿子开口 混顿子 剑星那位 三通和谢长安 神色都是不由一变 我可是听说 剑星混顿子 不曾踏出剑星半步 三通和谢长安 都是一脸诧异 这得多谢灵烟道友 以星辰本源为我铸造肉身 使我可以走出剑星 混顿子感激开口 星辰本源 该不会是剑星的星辰本源吧 三通眼皮子直跳 没错 现在剑星都崩了 灵烟眨了眨眼 诸位 玉境赌场 得先换筹码 一万先石起换 灵烟等人闲聊之间 已经来到了仙罗赌方门口 只见赌方大门 如同画了形的金怪一般 嘴巴一张一盒 口吐人言 我草 这是门板成了金网 三通没文化 一句我草走天下 你才是门板成金 你全家都是门板成金 让三通惊诧的是 那门板文言顿时恼羞成怒 对着三通就是一顿输出 这么有个性 三通惊为天人 上前敲了敲门板 哄 更让人哭笑不得是 门板居然伸出了一只手 一拳就把三通给轰飞了 有点意思 灵烟和混顿子 都是露出惊异之色 很强 别看它只是一块门板 可实力也是圆阴圆满 这么强 三通飞了回来 看向门板的目光 和之前完全不同了 仙罗赌方内 所有的东西 都是有生命的 此时 严九仙的声音传来 而后严九仙 周小白等人 连媚而来 一群人都是乐陶陶的 显然三通 谢长安坑人的时候 这些人收获也不小 全都有生命 灵烟若有所思 是啊 门板 赌桌 甚至是楼梯 全都有生命 你可以这么理解 仙罗赌方 就是一处特殊的空间 自有其独特的规则 维系赌方的运行 所以仙罗赌方 也有着自己的规矩 严九仙道 什么规矩 灵烟问道 第一 一旦进了赌方 就不得动武 任何人在里面动武 轻则被赌方的规则驱逐出去 永不能再进 重则当场魂飞魄散 严九仙道 灵烟扫了一眼门板 微微点头 仙罗赌方 确实有这个势力 第二 仙罗赌方只认筹码 要想上桌 就得兑换筹码 若是没有筹码 你不管压什么 都是无效的 第三 千万不要试图伪造筹码 特别是三通你 没有人能造出 和仙罗赌方一样的筹码 哪怕是贺轩都不行 一旦 你把假筹码带进去 下场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死 严九仙盯着三通 一句话就把正打算 伪造一批筹筹码的三通 吓得不轻 门板前辈 这筹码如何兑换 灵言上前问道 你把要兑换筹码的东西给我 我自然会给你对应的筹码 门板道 行 灵言随手取出了一件神宝 普通神宝一件 可兑换筹码一万 门板上的两个门环 化为两只手 一只手收走了神宝 一只手兑出了一万筹码 若是不想完了 出来的时候 筹码可以兑换到 对应价值的先师 门板说道 多谢前辈 我这里还有几个朋友 还请前辈一同兑换了吧 灵言又取出一些神宝 为众人兑换了筹码 门板这才开启 放灵言等人进去 九十九连胜了 只要再赢一把 就能上二楼了 灵言等人刚进去 赌方内就传出一道 兴奋无比的声音 只见一名修士 都快趴在赌桌前了 他面前是扎堆的筹码 目测价值超过上百神宝了 这一台赌桌的玩法 也很简单 赌大小 还是一个头子的赌大小 还要继续吗 赌桌同样是活的 桌面上生有五官 一脸蛊惑 呀 继续呀 那修士双目发红 笃定开口 叮叮当当 修士开口之间 桌子上的头中 就一蹦一跳地摇动起来 完全隔绝神魂之力的探查 三通用神魂之力探查了一下 结果发现根本没用 头中不知是用什么材料打造的 神魂之力根本透不过去一分一猴 都说了 任何的出千手法 在这仙罗赌方内都是无用的 唯一能做的就是拼运气 当然 你若是能上二层楼 那拼的就是实力了 严九仙道 二层楼拼实力 他好像很想上二层楼啊 林延看了一眼远处的楼梯 好奇地问道 来这里的人 都是冲着二楼去的 严九仙道 为何 林延好奇道 一楼是真的赌方 应该是上一个纪元修士的玩乐之地 二楼却不同 乃是上一个纪元的传承之地 据说去过二楼 还能顺利离开的修士 无异不是一方巨头 甚至有些人 原本平平无奇 可就是因为上了二楼 自此一飞冲天 其中最被人津津乐道的 当属逍遥楼的开派祖师 严九仙道 逍遥楼祖师 据说一开始 只是一名很普通的原英修士 唯一的优点就是运气好 结果在仙罗赌方内 一楼连赢了百场 上了二楼 自此一飞冲天 不但自己脱胎换骨了 还建立了逍遥楼这样的顶级势力 他是古老年代 星空无敌者之一 周小白介绍道 连胜一百场 还挺有难度的 莫非是在考验契运 林言私存道 估计是 连胜一百场 好处可是多多 可不只是上二楼那么简单 严九仙道 比如说 林言来了兴致 比如说 债务清空 严九仙道 债务清空 林言倒不觉得有什么 三通和谢长安两个 背着拒债的人 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你们两个就别想了 我说的债务清空 指的是 你欠赌方的债 严九仙白了他们一眼 欠赌方的债 林言一愣 对 在这赌方内输光了 其实可以问赌方借款的 进那个房间就行了 你想借多少都行 甚至还不起也没关系 你可以一直借 一直赌 只要你没还清欠款 就别想着离开赌方 要想离开 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 找人来数你 第二 就是连胜一百场 只要上了二楼 债务全清 严九仙道 原来如此 林言扫了一眼四周 果然看到 赌方内有很多修饰 瘦的皮包骨头 精气神全无 显然不知道在这里赌多久了 你这说的云山雾罩的 二楼具体有啥好处啊 三通急了 别的我不知道 那些大人物也不乐意说 我只知道 你若是打穿了二楼 那这边池子里的东西 就全是你的了 严九仙指了指远处一个池子 林言等人 顺着严九仙所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座巨大的池子之中 有数不清的法宝在沉浮 一眼看去 多得吓人 根本就是一座巨大的宝库 这是仙罗赌方的讲池 赌方赢的东西 都在这里面 其中还有一些赌方的彩头 是上一个纪元的法宝 连仙宝都有好几件 只可惜 虽然有人从二楼全身而退 可从未有人通关二楼 所以这讲池 是越来越大 严九仙兴致缺缺的道 九仙师姐 似乎对这些奖励 不感兴趣 林言笑问道 不是不感兴趣 是我有自知之明 此生我最大的运气 就是败入藏仙谷 这已经是世间最顶级的运道了 越满则亏 知足常乐 所以 这里再多的奖励 我也不会动心 严九仙摇头 林言文言 微微汗手 固守本心 不被利益所蒙蔽 这何尝不是一种抵御 小 怎么可能是小 此时 那名连胜了九十九场的修士 如同泄了气一样 瘫坐在椅子上 桌子上的头子 只有一点小 可惜了 这都九十九场连胜了 只差一场啊 怎么就输了 是啊 我还以为要见证一场奇迹了 其他围观的修士 也是满脸的惋惜 当然 也有人幸灾乐祸 自己的失败固然心碎 道友的成功 更令我揪心 大家一起说多好 你们说 这赌局真的公平吗 三通质疑道 这赌桌可是生灵 休士不能出千 这赌桌可未必啊 公不公平 事实不就知道了 林言笑了笑 大大咧咧的 就找了一个赌桌前坐下 哟 来新人了 林言刚坐下 赌桌就兴奋的开口道 你很喜欢新人啊 林言笑着打招呼 喜欢 当然喜欢 来这里的新人 是最有血性的 是充满了希望 不像那些人 一个个都输的怀疑人生了 赌起来 那是一点乐趣都没有 赌桌兴奋的说道 确实 林言点头 不过 我建议你换一张桌子 赌桌笑着说道 为何 林言一愣 因为我是所有赌桌里面 运气最好的 我们赌大小 纯凭运气 你旁边那个憨批 就是以小人之心 夺赌桌之负 面对其他赌桌 你都有可能赢 可在我这边 你必输无疑 一次都赢不了 赌桌自信满满的说道 赌桌还有运气 林言更感兴趣了 我和他们可不一样 当年负责我这张桌子的人 运气好到逆天 从未输过 我沾染了他的气息 运气自然也是好到爆炸 反正自从我有零开始 就从来没人赢过我一场 赌桌一本正经地说道 那位前辈 是叫刘秀吗 林言笑眯眯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 赌桌一愣 你脸上刻着呢 林言指了指桌脚上 刻着的刘秀二字 这位前辈绝对是个人才 在赌桌上刻字 绝对是读一份了 哦 没错 就是刘秀 赌桌开口 所以 你还是换一张桌子吧 不用 我就想看看 这位前辈 是靠什么一场不输的 林言眨了眨眼 你很有意思 我很看好你 叮叮当当 赌桌摇起了头中 林言随手取出一枚一千的筹码 直接丢在了小上 压错了吧 是大 这一次 头中上裂开了一张嘴巴 然后自己跳开 果然里面的头子 是六点大 林师弟 你也不行啊 怎么还输了呢 三通等人 见状也是 围了过来 一个个都是幸灾乐祸的开口 你看 我没骗你吧 我是不败的 赌桌更加得瑟了 这就是气韵之道吗 林言眼睛微微眯起 林言发现 自己从座上这一张赌桌开始 就一直有一股神妙的力量 作用在自己身上 那种力量虚无缥缈 但却又真实存在 影响着林言压主 再来 林言再次开口 丢出一枚筹码 我还没有摇头子 堵捉到 没事 我压你摇 我一直压小 林言随意开口 没有任何意外 开出来的头子 依旧是大 三把 四把 七把 林言连着压了七把小 七把开出来都是大 有些邪门啊 没错 正常而言 连着压七把小 怎么着 都能开出来一把小了 却一把都没开出来 确实 林师弟 看着也不是运气不好的人啊 三通等人 也是发现不对劲了 连续七把开大算什么 要知道 当初有个人 在这里连压了一把二十八把大 一把都没赢 赌桌嬉笑着开口 努力做出玩世不恭的表情 林言眯着眼 细细体悟 笼罩自身的那种气息 依旧随手 往上面压着筹码 于赌局之中 体悟气运之道 气运之道 入道 当林言 第九把也输了之后 终于悟出了气运之道 哦 无声无息间 林言发现 笼罩着自己的那股神秘气息 消失不见 不对啊 为何我感觉 你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气运之道 刚被林言悟出 赌桌就露出一色 跟着林言的混沌子 也是有些惊诧地看着林言 混沌子 来是可以一眼看出 大成二十身的存在 他是以道义来看人的 此时的混沌子 也感应到林言 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诸位师兄师姐 你们想不想上二楼玩玩 林言转身看着三通等人 笑着问道 当然想 三通毫不犹豫地点头 想的话 就跟着师弟我压吧 林言大笑 刷 严九仙等人闻言 当即就取出筹码 跟着林言吓住 连混沌子都不例外 九仙师姐 你不是自认运气用尽了吗 林言笑问道 你既然这么说了 那就和运气无关了 严九仙笑容灿烂地说道 林言有多恐怖 八大禁区弟子 那可是太清楚了 一旦林言如此说 那就代表着 林言已然是 有了绝对的把握 行 还是我先压 你再摇 林言还是压了小 头中当即盖上 猛烈摇动 当头中停下之时 上面赫然是一点小 真是小 怎么可能是小 我可是不败的 赌桌看着点数 瞬间就猛了 竟然真有人 能在这一张桌子上 赢下一局 这不败的神话 就这么被破了 这挺正常的吧 连着压了九把小 开一把小不难啊 周围的修士 也被惊动了 你懂个屁 这赌桌乃是上个纪元的 一位气韵熏天的 无上存在用过的 自诞生以来 从未输过 这张赌桌有多可怕 只有坐上去的人才知道 这些年 有的是不幸邪的修士上去赌 可别说赢钱了 连赢一把的都没有 一些在赌方内 赌了很长时间的修士 全都敬意开口 再来 赌桌张口之间 吐出一堆筹码 而后催促道 还是小 一直压小 只要你能摇出来大 就算我输 林妍漫不经心地说道 林妍一句话 当即就让周围的修士 变了颜色 一直压小 这怎么可能赢 定 小 定 小 赌桌和头中也是来了脾气 一边赔一边摇 疯狂加速 结果不论怎么摇 一直都是一点小 就好像头中 再配合林妍一样 不可能 怎么可能一直是小 不只是观看的修士梦了 就连头中都是一边摇着头子 一边冒冷汗 堵桌则是疯狂给林妍等人 吐着筹码 卧槽 银麻了 我们这是银麻了呀 我们那一万筹码压上去之后 就再没拿下来过 如今是翻了多少倍啊 三通和谢长安 看着桌子上 堆积如山的筹码 已经乐得合不拢嘴了 林妍只是三十连胜 桌子上的筹码数量 三通和谢长安 已经有些数不清了 七十连胜 八十连胜 林妍赫然已经达到了一百连胜 哦 林妍这边刚刚达到一百连胜而已 通往二楼的阶梯 就亮起了灿烂无比的光芒 你 你可以上去了 赌桌几乎是哭着开口 不 我不上 结果林妍嘴角一扬 直接拒绝 不上 此时所有人都梦了 要知道 所有来这先罗赌方的人 哪一个不是冲着二楼去的 现在林妍连胜白场 自然是得到了上二楼的资格 结果他不上 严九仙等人则是大笑起来 若是按常理出牌 那就不是无量山弟子了 为什么 赌桌也梦了 这在以前 那些连胜白场的修士 早就迫不及待地往二楼走了 结果这林妍不上 先罗赌方 最讲规矩的对吧 林妍笑眯眯地问道 那是必须的 赌桌点头 也就是说 不管我在这里赢多少东西 都能换成真正的资源 林妍再问 没错 赌桌再次点头 可我不相信 这赌方内的东西 是无穷无尽的 林妍眨了眨眼 我懂了 我草 林师弟该不会是想 把整个仙罗赌方给赢下来吧 我的乖乖 若是真如此 这绝对比林师弟一举拿下三十一星辰 还要炸裂啊 三通秒懂 林妍这货 压根就不是冲着仙罗赌方二楼来的 而是冲着整个仙罗赌方来的 要知道 此时林妍面前这些筹码 若是全部兑换成资源的话 价值绝对超过了三十一星辰 要是让林妍继续连胜下去 早晚能打破仙罗赌方的极限 年轻人 我劝你适可而止 赌桌已经开始发毛了 不只是林妍所在的赌桌发毛了 其他赌桌 此时也是抛弃了自己面前的赌客 一举围了过来 怎么 仙罗赌方完不起吗 林妍笑道 没有 赌桌摇头 既然没有 那就摇头子吧 林妍敲了敲桌子 笑 笑 笑 结果 没有任何意外 林妍一路压小 头中一路开小 林妍面前堆积的筹码 已经全都变成了数字 叮铃铃 当林妍达到一千连胜之时 赌场内竟然响起了警报声 达到上线了 警报声一响 所有赌桌都开始冒冷汗了 仙罗赌方怎么可能没有上线 只是这些年 能从仙罗赌方赢钱的人 基本没有 结果今天 这个上线被林妍触及了 这仙罗赌方的上线 似乎比我想象的还低啊 林妍若有所思的 看了一眼那个超大型讲池 没道理啊 林妍算过 就是那讲池之中的东西 价值就比这些筹码多了 有意思 确实是有意思 没想到 仙罗赌方存在这么多年 还真有人 触及到了仙罗赌方的上线 此时 一道玩味的声音从二楼传来 而后一道一脸不羁 一看就是大坑货的身影 顺着楼梯徐徐走下 那是一名男子 身穿道袍 而在对方的道袍上 还绣着冠绝二子 这是谁 都说仙罗赌方是有主之物 难道这就是仙罗赌方的主人 男子徐徐下楼 赌方内的修饰 眉头全都一跳 仙罗赌方存在于一季之中 进入一季的人 修为不得超过原因 可这男子的修为 却没人看得清 混沌子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惊异之色 古老 那身影的本源气息 让混沌子都为之敬畏 这绝对是一个 比自己还古老的存在 存在了不知道多久的岁月了 前辈可是这仙罗赌方的主人 林妍也是起身 笑着行礼 算是吧 男子笑着点头 你叫什么名字 晚辈林妍 林妍行礼 林妍 你这名字有意思啊 居然和那小子是本家 男子眼中闪过一抹惊叹之意 那小子 林妍一愣 是啊 那小子和你一样 都姓林 你们两个可是真有缘 连走的修行之道 都是同样的三缘之路 男子玩味开口 前辈说的是林思雨 不对 林思雨是女娃 林妍思存道 还知道小雪儿 看来你是去了大罗城了 不过也对 以你的实力 确实有资格进大罗城的宇华城 能知道小雪儿 倒也不奇怪 男子语出惊人 明明是先罗赌方内的生灵 却对大罗城极为熟悉 连林思雨的小名都知道 前辈到底是谁 林妍也是有些心惊了 我是谁 不重要 你若是愿意 叫我一声老白 那也是可以的 老白 老白 这两个字一出 所有修士就开始疯狂对资料 把这个纪元有名有姓的人都搜索了一遍 结果压根就没有任何的信息对应 老白 林妍却一脸惊异地看向老白 而后反手取出一卷点击 八一十八事 正是方证给林妍的八一十八事 这法门的创造者 落的款同样是老白 前辈 这法门是您创的 林妍瞠目结舌地看着老白 操 八一十八事 明明是大虚空手 老白看了一眼法门 原本淡定高人的模样 瞬间就维持不住了 哪个混蛋小子 给老夫这法门改的名字 此时 老白心里气得牙痒痒 当初他这法门 被一群不长眼的戏称为 敲人闷棍十八事 他可是费了老大的劲 才取了大虚空手 这样的高大上的名字 而惊兜转转 还是十八事 还他妈是八一十八事 一群修士神色在变 操 我说哪个老王八蛋 研究出了八一十八事 这样的法门 好啊 原来就是你这老不休 这可不是晚辈曲的 林妍连连摆手 算了算了 八一十八事 倒是有点老夫当初的风范 若是能入了老夫的门下 倒是不错 老白很快就摆了摆手 倒也没那么在意了 说正事 你想赢下这赌场 也不是不行 冠决令 在你手里吧 老白看着林妍问道 冠决令 林妍心里一动 冠决令 林妍还真有 当初林妍通关羽画榜之后 就拿到了冠决令 这玩意 除了当地图坐标横度之外 林妍还真不知道能干啥 是这个吗 林妍取出一枚空间法宝 里面不但有冠决令 还有林妍从大罗城内 带出来的各种东西 其中还有一株大榕树 羞羞羞 被林妍封着的老榕树 发现空间法宝被打开 顿时兴奋地挥舞着树枝乱舞 不过紧接着法宝就被关上了 老榕树 你把红河洞天那个老榕树给拔了 老白感应到老榕树的气息 眼皮子也是一跳 前辈连老榕树都知道 林妍一愣 哈哈 不认识 不知道 不告诉你 老白大笑着开口 只是看着林妍的目光怪怪的 那是老榕树啊 要是那个老东西 知道林妍把他的老榕树给拔了 还这么镇压着 不知道会不会气得从他见的遗迹里蹦出来 来找林妍拼命 你既然有冠决令 那确实有资格 赢下这个赌场 林妍原本还想问问老榕树的事情 结果老白根本就不给林妍机会 直接岔开了话题 老白前辈 这冠决令 到底还有什么用 林妍问道 这你就得去问 铸造冠决令的人了 不过 要想赢下这赌场 那就得先持有这冠决令 老白明显没说实话 要想赢下这赌场 一直赢下去不就行了 林妍摸了摸鼻子 一直赢下去 你可知道 当初见着赌场的小子 可是顽心眼的祖宗 这么明显的漏洞 他会想不到 老白一脸都漫不经心 想到了漏洞 林妍一愣 对啊 刚刚警报确实是响了 但是这不代表 我们先罗赌方没钱了 是你下注已经到了一楼的上限 你要想玩得更大 只能上二楼 老白笑眯眯的说道 原来是设置了上限 林妍叹了口气 你赢的确实很多 但是实际上 距离赌方的上限 只要设置了下注上限 哪怕你每一把都压这个数 我们先罗赌方 也够你在这里赢一百年 你应该不想花一百年时间在这里吧 老白摊摊手 够我赢一百年 前辈夸张了吧 林妍嘴角一抽 夸张 老白当即取出一答后的吓人的欲减 戒据 林妍扫了一眼 那厚厚的一答欲减 竟然全都是戒据 根据上面所言 那都是以灵和为技术的 灵和那玩意 只有在新玉大宗商贸交易的时候才用 乃是取天地灵气为长河 价值恐怖得很 这一份戒据 是吉武那丫头留下的 她借的最少 只是借了二十亿的灵和 这二十亿灵和 就是你面前这些筹码的一百倍了 而这样的戒据 你数数 这里有多少账 老白笑道 前辈 拿戒据来抵债 这也行 林妍翻了个白眼 这不耍赖吗 怎么就不行了 老白反问 前辈 就算是戒据能转移 但是留下这些戒据的人 怕都是上一个纪元的人吧 金坟头草怕是都成精了 林妍咬牙 那若是老夫告诉你 留下戒据的人 而金全都活着好好的呢 老白咧嘴一笑 活得好好的 包括林妍在内 所有人眼前都是一黑 还活着 上一个纪元的人 还好好的活着 这你马比了大谱了吧 所以 你要是想以最快的速度 赢下这些罗赌方的话 那就上二楼 当然 你若是铁了心 要在一楼赢下去 也行 赢一百年呗 反正二楼和奖持都不给你 老白笑道 二楼不算 连那奖持也不算 林妍还未开口 三通先坐不住了 奖持 是二楼的通关奖励 一楼自然没资格 把这奖持作为赌注 老白理所当然地说道 前辈 那晚辈赢的这些 该不会只能换来一张借条吧 林妍盯着老白问道 你的筹码 老夫可以给你结算成资源 但是他们几个 只能结算借条 老白道 凭什么 我们的筹码 不是筹码吗 为什么林师弟 就能结算资源 我们就只能换借条 三通和谢长安顿时恼了 他们能不能还清外债 那可全靠这些筹码了 林妍的筹码 是自己这儿八斤的赢的 你们只是跟着下注而已 给你们借条 那还是看在冠决令的份上 否则 统统没收 老白大手一挥 一枚空间法宝飞向林妍 而三通等人 则是一人收到了一张借据 借据上的数字远超筹码 但是这上拿找债主去 老谢 你说我们把这借据 拿去给非仙师姐抵债 非仙师姐他收吗 三通捧着手里的借据 欲哭无泪 若是你 你收吗 谢长安咬牙 收个毛 且不说 咱们能不能找到债主 就算是找到了 你猜对方是 老老实实的还债呢 还是拿一根手指头 你按死我们 三通都快绝望了 上一个纪元的大佬啊 上哪找去 诸位 请吧 这二楼 才是你们该去的地方 老白眯着眼笑道 既然如此 那就去二楼吧 都说一楼看运气 二楼看实力 我确实想去二楼看看 灵言笑了笑 顺着楼梯上了二楼 只见二楼很是空旷 只是在中间的位置上 立着一座塔 此时塔门开着 灵言看到好几个修士 正在塔内 一楼内坐着 当灵言看到那些修士面前的东西时 脸色顿时变得精彩无比 刺绣 一群在一楼完成了百年上的修士 正在刺绣 刺的竟然还是清明上河图 神TM清明上河图 这是罗浮该有的 上一个纪元 这是被穿越者前辈光顾过呀 灵言看着那些 正在刺着清明上河图的修士 心里已经翻了天 这塔呢 就是二楼的赌法了 不需要你下主 只需要过关 你能过一关 就能得到一项奖励 我记得仙罗赌方 开业这么多年 通过第一关的人 就超不过五个 你想要仙罗赌方 简单的很 通关就行 老白笑眯眯的说道 通关才能得到仙罗赌方 不对劲 林师弟 这仙罗赌方的很不对劲 这清明上河图不是简单的刺绣 而是一种正法之道的延伸 名为禁制 我们三仙殿对此有所记载 如今要想破解这禁制 就得以灵气为真 大到真意为现 将这清明上河图绣出来 这可比布阵难多了 三通仔细打量这刺绣 神色顿时变得凝重无比 难度若是不高 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困在这儿了 林言笑道 总之 除了布置这里的人 从未有人通关过 当初 有个强的离谱的人 偷偷混进来 结果一头栽在了最后一关 不过你妈 倒是确实有可能通关 老白颇有深意地看着林言 诸位师兄师姐 一起玩玩吧 林言率先进了高塔 混沌子等人 全都跟上 林言等人刚进入高塔 一幅幅清明上河图的底图 就在众人面前浮现出 以灵气为真 以大到真意为现吗 严九仙等人体内 金丹真元轰鸣 大到真意沸腾 化为真线在周身缠绕 不错呀 这些人各个都是人才 可直接施展灵气为真 大到真意为现 这等悟性 已然超过几五丫头他们了 老白看着严九仙等人 周身针线飞舞 满脸惊叹开口 太有意思了 居然有着足足十二种 破解方法 仔细体悟过 清明上河图之后 林言目光一亮 说说说 林言推演出十二种 破解之法后 环绕周身的针线 就划过一道道玄妙的诡计 一针一线地 绣着清明上河图 呦 厉害啊 这么快就找到 最简单的破解之法了 老白看着林言破静致的手法 再次惊叹 说说说 一时之间 林言守绝飞舞 轻松无比地 绣着清明上河图 此时 三通等人可就没这么轻松了 他们也明白 此局不是刺绣这么简单 关键在于推演 静致破解之法 可是越推演 他们心中就越是震撼 清明上河图 根本就是一卷 完全由大道真意演化出来的画卷 里面每一缕大道真意 都相互勾连 完美契合 他们必须以自身大道相合 方能下针 哪怕有任何一丝纰漏 都会导致画卷崩盘 原来 大道真意 还能这么用 原来如此 原来还有这样的布阵手段 我好像能从里面误出法门 三通等人推演之间 却是有诸多明雾浮上心头 双手结印之间 划过一道道诡计 清明上河图 这是考验没错 可又何尝不是一种无上的传承 或者说 这二楼的每一关 都是一种无上传承 留下这些裸赌方的人 用心很深 过关 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能否沉浸于每一关的体悟中 你若是能从这些关卡之中 误出里面的传承 将胜过任何的奖励 区别太大了 老白看着严九仙等人 又看了看其他刺绣的人 叹了口气 严九仙等人 全都沉浸于 清明上河图的体悟之中 收获大的惊人 而之前进来的那些人 却执着于一针一线 绣完清明上河图 拿到第一关的奖励 两种选择 两种结果 三通 严九仙等人 过关的奖励只是附带 更大的好处在于 这一关的传承 而那些只顾着过关 忽略了清明上河图 本质的修饰 不止过不了关 还会错过关卡内的传承 这也是严严 不曾将破解清明上河图的方法 告诉三通等人的原因 严严这边 确实有标准答案 以三通等人的实力 一葫芦画瓢 过关不难 却等于是舍本求末 错过了体悟清明上河图的机会 修行 修的不就是大道吗 一次体悟大道的机会 和一剑仙宝摆在面前 你会怎么选 普通的修士 必选仙宝 为何 一剑仙宝代表着滔天的财富 对于普通修士而言 一剑仙宝是他们奋斗一辈子 都可能买不起的质宝 若是换成资源 可以修行漫长岁月 这并没错 更多是一种无奈 可对于灵严三通这样的人而言 仙宝只是外物 虽然重要 也不是非有不可 可体悟这清明上河图的机会 却是求都求不来的造化和机缘 于清明上河图中大有感悟 练气之道晋升程度 一万两千一百 于清明上河图中 灵严于刺绣的过程之中 体悟着清明上河图内运的 诸多大道真意 升华着自己对诸多法门的理解 每时每刻都在成长 哄 不知不觉之间 灵严体内两座内天地 自行浮现出 神魂内天地 日月星辰流转 山河摇动 灵气内天地 一道道剑影处立其中 如同剑之世界 两个内天地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完善 灵严肉身上的大道符号也随之浮现 而后不断有大道符号凝聚而出 让灵严的肉身修为以惊人的速度提升 肉身金丹八重 肉身金丹九重 肉身金丹圆满 当灵严将清明上河图完整刺出之时 灵严的肉身修为赫然达到了金丹圆满境界 灵严肉身 灵气 神魂三大金丹 此时全都步入圆满境界 一时之间 三元之力在灵严周身流转不休 有惊人的威压 压落四方 很强 和那小子一样 都是三元之道 却又不是一种路子 老白感应着灵严的气息 惊叹连连 老白一眼就看出 灵严走的是将三元之道 修行到极致的路子 三元筑基 三元金丹 原因自然也是三元 哦 灵严刚刚通过第一关 高塔之中就有一重鲜光垂落 落在灵严身上 这是本元洗礼 灵严目光一亮 这本元洗礼是仙罗赌方的主人留下的奖励 老白笑着提醒 当年他重铸鲜罗赌方 用了一个大世界的本元 还梳理了此地的静置数量 这二楼一共有九重静置 每过一重就可以得到一次本元洗礼 你修行的法门很特殊 在体内金丹之中开辟出了天地 如今还差一个肉身天地 你若是能通过九重静置 就足以开辟出肉身那天地了 老白解释道 一个大世界的本元 那比起伏地本元如何 灵严问道 老白文言只是笑了笑 伏地本元 这与大世界本元比起来 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且不说仙罗赌方可永世长存 单说力量本质也高了太多 灵严见状也是笑了笑 看来这仙罗赌方 比他想象的还要惊人得多 灵严看了一眼三通等人 此时三通和谢长安两人 已经开始刺绣 三通本身就擅长正道 破解静置自然占了不小的便宜 谢长安如今修行师神道 之前可是狂补过正道 造诣虽然不如灵严和三通 却也不弱了 而严九仙等人依旧在体悟 对此 灵严也不急 灵严相信 以严九仙等人的天资 通过第一关问题不大 灵严不曾犹豫 直冲第二关而去 对于灵严而言 这些静置破解起来 根本就没什么难度 第二关 第三关 第四关 灵严一路摧枯拉朽一般破关 一次次地接受本元洗礼 以大世界本元之力 淬炼完善神魂内天地 灵气内天地 同时开辟肉身内天地 借助大世界本元洗礼 开辟出肉身内天地 推演出三元元英法肉身篇 三篇合一 可晋升元英晋见 当灵严通过第八关的时候 灵严的肉身金丹之中 已然开辟出了内天地 灵严三大内天地 神魂内天地 神魂演化日月星辰 山河湖海 说是化身万物都不为过 灵气内天地 大道为鉴 耸立于天地之间 唯有灵严的肉身内天地 如今依旧灰蒙蒙的 空空如也 什么也没有 我虽说开辟出了肉身内天地 却还未将之真正的通透 灵严看向通往最后一层的阶梯 前面八关 灵严每一次过关之后 阶梯尽头的大门 都会自行打开 第九关 却明显和其他八关不同 第八层通往第九层的阶梯 没有门 而是笼罩着一层光幕 光幕散发出绚烂的三元之光 难怪之前老白说 之前有个强的离谱的人混进来 却不曾通关 原来是因为这三元之力 灵严忍不住笑了 先罗赌方的主人 可真够坏的 三元之力为禁制 如此一来 除非以蛮力破解这禁制 否则 只要你不曾修出三元之力 那就连这第九层都进不去 第九层都没进去 你怎么通关 这第九关 就是专门为修行 有三元之力的人准备的 呜 灵严催动眉心的三花印记 灿烂的三元之光冲出 落在光幕上 呜 三元之力演化而出的光幕 微微一颤 就悄然散开 灵严身形一闪 已然进入第九层 这就是第九层的考验 灵严刚进入第九层 就入出了震撼之色 天地 第九层 是一个完整的天地 日月星辰 山河湖海 花草重鱼 飞禽走兽 应有尽有 灵严 灵严甚至看到 一头金翅大棚横空而起 他身上的灵雨 如同神经胶筑而成 灿烂到极致 正和一头黑色大龙 搏杀在一起 灵 好 两只仙兽搏杀之间 好像活着的生灵一般 发出阵阵咆哮声 打得天翻地覆 灵严目光死死盯着 搏杀在一起的两只仙兽 捕捉着他们每一个动作 身形划过的每一道轨迹 观看金鹏伯龙 体悟出金鹏之道 金鹏之道入道 观看金鹏伯龙 体悟出真龙之道 真龙之道入道 观看金鹏伯龙 体悟出法门 金鹏伯龙图 片刻之后 灵严又是大有进步 哄 灵严体内 三大内天地 再次浮现出 而这一次 灵严的肉身内天地之中 竟然诞生出了两尊仙兽 金鹏 神龙 两只仙兽 完全以大道真意凝聚而成 却像是活的一般 原来如此 神魂内天地 造化一切非生灵之物 灵气内天地 以大道为简 是我自身之力 肉身内天地 则以肉身血气 凝聚一切有灵之物 我若是以此入原因之道 未来可三大内天地合一 以此正道 灵眼眼中闪过一抹明目之色 神魂原因片 灵气原因片 肉身原因片合一 推演出三元神鹰法 哄 灵眼明目的瞬间 就有元鹰威严席卷而出 灵眼三大内天地之中 赫然是有三尊神器 以惊人的速度在凝聚 散发出完全不同的气息 元鹰 这是一种蜕变 一旦从金丹晋升元鹰 金丹会蜕变为道鹰 短坐于修士学窍之中 灵眼的元鹰境界 明显和传统的元鹰不同 神奇 灵眼的元鹰 是三大内天地之中 诞生的三尊神器 肉身大道神器 灵气大道神器 神魂大道神器 三大神器凝聚之间 各自掌域着一重天地 心念一动 就有源源不绝的天地之力 被牵引而来 汇聚于三大天地之中 提升着灵眼的修为 这就是我的原因之道 以神奇掌域内天地 有朝一日 三大内天地合一 那我就是唯一真神 灵眼目光灿烂 而后盘膝坐下 体悟着第九层内的日月星辰 花草树木 鸟兽虫鱼 强 对于灵眼而言 留下着第九层的存在太强了 哪怕只是一株草 一棵树 全都蕴含着一种大道 一门神通 一卷法门 好像那位存在 就是真正的造物主 可藏天地大道 与草木之中 水之大道 晋升程度达到六万五千一百 木之大道 晋升 灵眼每时每刻都在进步 神魂天地之中 大地在扩张 地水火风同时喷涌 散发出令人惊悚的气息 灵气内天地之中 一口口大道之箭凝聚而出 每一口箭的凝聚都让灵眼的剑道 提升一大截 箭意似乎可以割裂一切 肉身内天地之中 灵眼的肉身血气 化为诸多仙兽 仙皇 玄武 祈灵 每一尊仙兽 都是灵眼的血气所化 在肉身内天地之中 绽放出滚滚威严 随着灵眼的心念变化 演化各种神通 搏杀于天地之间 这让灵眼的修为 也是以惊人的速度提升 灵眼这边 正在全力以赴 体悟第九层的一切 仙罗赌方外却是已经炸了锅 灵眼 你是真混蛋啊 竟然算计我们 我要扒了他的皮 没错 弃之初解 神TM的仙法 你敢信 我居然拿着弃之初解 去找掌教要赏赐 你能想象 掌教那关爱智障的眼神吗 你这算好了 好歹 你们掌教没揍你 你看我这头上的包 此时 被三通 谢长安假一记坑过的修士 一个个都气势汹汹而来 在仙罗赌方外汇聚 为何这些修士 把账全都算灵眼头上 简单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始作俑者是三通和谢长安 只知道 灵眼用所谓的舍的大盗 把他们一身家产都拿走了 说那一记不是灵眼布置的 谁信啊 诸位 灵眼的手段 极其令人破防 没错 那八一十八事 可是专门八人衣服 我建议诸位 全都化作女修 还有 那灵眼身边 还跟着一个青年 实力极强 寻常的原因圆满 在那青年手中 怕是连一招都走不过去 之前裸奔的那些修士 也同样赶到了 之前他们被混沌子 打得狼狈逃窜 如今听闻一群人 要围剿灵眼 这才赶过来 再强 他能有我强 那群女修刚说完 一名原因圆满修士 冷着脸开口 风雨见夜修 难道说 风雨见夜修 也被坑了 男子刚说完 不少修士都是露出凝重之色 风雨见夜修 这可是风雨阁修士 原因见到前三的强者 谁能想到 就连夜修都会被坑 我可没有被坑 我就是单纯想揍零眼二眼 夜修厚着脸皮开口 打死都不承认 自己被三通坑了 装什么 我之前都看到你了 夜修刚说完 一道奚落的声音传来 只见一名头上长着犄角 凶神恶煞的修士 冷笑着开口 星空异兽榜排名第七的仙角兽 嘿嘿 我平衡了 原来不止我们被坑了 你看看 这些大佬不也是一个接一个的被坑 一群修士全都乐坏了 风雨哥 夜修 据说见到早已小成 曾经去过剑星 见到实力绝对惊人 而仙角兽 那就更强了 星空排名第七的仙兽 星空十大一兽 每一族都曾经出过至强者 曾经无敌过一个时代 排名第一的 自然是是仙兽 出过大摩天王这样的至强者 能与至圣大天魔 并称星空双魔 其他九大一兽 虽然战绩不如大摩天王 却也是处理于星空顶端的存在 眼前这仙角兽 一看血脉就很精纯 估计有走到大成的前列 你怎么说都行 总之 我没被坑 我来找林妍的麻烦 只是想挑战一下她的剑道 叶修打死不承认自己被坑 一群修士文言 全都鄙夷地看着叶修 脸皮真厚 诸位 我们有没有被坑 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们正多人既然聚在了一起 那就一定要拿下林妍 我有一计 或许可行 一名穿着练气袍的修士 眯着眼说道 说来听听 一群修士都是好奇开口 各位 林妍在鲜罗赌方内 我们不可能冲进去动手 毕竟鲜罗赌场有多强 我们都清楚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 不论林妍待多久 她总得出来 我们索性在这鲜罗赌方大门口 布置一个阵法 来个问中桌边 练气师眸光灼灼地说道 不阵 可以啊 可是林妍既然能伪造一计 那就说明 她阵到修为不差 不阵不会有纰漏吧 一群修士 都是有些自我怀疑 实不相瞒 老夫手里有一卷先品阵图 若是我们能布置出一角 就足以拿下林妍了 练气师一脸自信地说道 一角先阵 在场修士 目光全都一亮 先阵 这可是阵法师的最强力量 强大的先品阵图 甚至可杀大成修士 而即便是一角先阵 对于原因修士而言 威力也堪称恐怖 想来诸位也清楚 哪怕只是一角先阵 所需的资源也是极为吓人的 靠老夫一个人 怕是难以支撑 还要诸位相助 练气师苦涩开口 干了 老子几十件神宝都给出去了 还欠了一屁股的外债 不差这一点 我们这里有这么多人 一人拿一点 足够布置出一角先阵来了 一群修士同仇敌开 纷纷开口 诸位 那老夫就不客气了 这是布阵清单 还有这阵图 心有顾虑者 可以看看 老者随手就取出了一卷清单 还有一幅阵图 好神妙的阵图 确实神妙 只可惜这位道友 取出来的阵图 只有一角 不过这一角 威力怕是就不亚于出桥修士了 若是能看一眼完整的阵图 该多好 阵图一出 在场修士之中 不少阵法师目光一亮 诸位 这阵图 是老夫门内不传之命 老夫也是立下了大功 才得以体悟这一角阵纹 诸位想看完整的 那就恕老夫无能为力了 练气师摇头 一群修士文言 齐齐叹了口气 老者说得对 先品阵图 某种意义上 远比先宝珍贵 仅次于先品法门 算是传承了 没有人会轻易拿出来试人 巧了 这材料我刚好有一部分就交给这位道友了 对了 还未请教这位道友大名 一名修士取出几种材料 交给了老者 老夫 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孟十一 孟十一笑着接过材料道 孟十一 倒是有些耳生 那修士皱眉开口 在下之所以叫十一 是因为我在家里正好排名十一 所以名叫孟十一 孟十一解释道 原来如此 看来兄台 还是出自修行家族 我倒是听说 星空北面 有个叫文取星的星辰 里面就有孟家 有修士若有所思的开口 文取星孟家 那可是大族 虽说不如刀仙阁和霄摇楼 却也是星空一流的势力了 有先品阵图 倒是情理之中 孟十一文言 只是笑而不语 其他修士见状 更是不宜有他 开始照着孟十一给出的清单 开始凑材料 没多久就给凑齐了 毕竟汇聚而来的修士太多了 有被三通、谢长安、凌延坑过的修士 还有原本是进来 狙击至圣大天魔的修士 总之 凌延这群人 是太招人恨了 一群人在先罗赌方门口 背上了数不清的杀手锏 就等着凌延等人出来 给凌延来一个狠的 原因二重 原因三重 此时的凌延 依旧沉浸在第九层 诸多大道真意之中 凌延的修为 不知不觉之间 已然晋升到原因三重 境界的提升 其实只是顺带罢了 凌延真正的提升在于三大内天地 凌延在第九层体悟诸多大道 大世界本源之力源源不绝而来 凌延每一份的提升 都离不开大世界本源之力的淬炼 这就是大世界本源的真正意义所在 润物细无声 源源不绝 不论凌延如何修行 这大世界本源都可以支撑 此时 凌延的三大内天地 已经可以戎罩周围十万里方圆 其中蜕变最惊人的 当属灵气内天地 三百六十五口箭 在灵气内 天地纵横交错 这代表灵延误出的大道真意之术 已然达到了三百六十五种 与之对应 灵延肉身上承载的大道真意符号 也达到了三百六十五种 肉身承载三百六十五种大道真意 这要是换个修士来 肉身早就崩溃了 可对于有着肉身内 天地的灵延来说 它等于是有一座天地 共同承受着力量 轻而易举 我嗯 此刻 第九层轻轻一颤 而后第九层内所有的一切 竟然全都汇聚到了一起 最终化为一枚符号 瞬间飞入灵延身上的冠决令内 而后第九层内 所有的一切全都消失不见 过了第九关 这仙罗赌方 还真是我的了 灵延看着手里的冠决令 眼中闪过一抹惊异之色 此刻 灵延发现 自己已经可以控制整个仙罗赌方了 仙罗赌方内的一切 全都在灵延的感知之下 小家伙 如何 老夫没骗你吧 要想赢下这仙罗赌方 那就得先拥有冠决令 灵延惊异之间 老白又出现了 可是我好像控制不了前辈啊 灵延眨着眼睛说道 灵延发现 自己虽然可以控制整个仙罗赌方 可是这老者 却独立于仙罗赌方之外 废话 老夫又不是仙罗赌方的气灵 只是重铸仙罗赌方的那位 懒得照看这里 就把我丢进来了 而今这仙罗赌方 既然有主了 老夫也该回自己的窝了 老白笑眯眯地说道 前辈自己的窝 灵延来了兴趣 小子 老夫的传承 对于你而言 没什么用 不过你可以回去告诉那个 把老夫的大虚空手 改成八一十八世的小家伙 他很对老夫的胃口 若是有兴趣 可到远星空的云天星一趟 老白说完 身形扭曲之间 却是化为一点灵光 消失不见 小家伙 仙罗赌方你自己处置 不过提醒你一句 这仙罗赌方之外 如今可是天罗地网啊 老白消失之间 语气充满了幸灾乐祸 天罗地网 灵延心念一动 仙罗赌方外的情况就映入石海 只见密密麻麻的修士 将仙罗赌方门口 方圆百万里内全都封锁了 几乎所有修士 都立足于关键之处 防止灵延逃跑 最丧心病狂的是 这些修士全都身着女装 他们每人头顶都顶着一堆法宝 只要灵延一出去 就是一波法宝轰炸 不止如此 灵延还感应到了一股隐晦的阵法波动 一脚先阵 灵延心里一动 布阵之人绝对是个高手 阵法造诣不比三通差 每一道阵纹都完美的烙印在虚空中 若非灵延阵到小城 还真看不出那一脚先阵的痕迹 丧心病狂啊 灵延看着那些女修 久久无言 最终只蹦出这么一句 什么丧心病狂 此时 三通和谢长安一同走进了第九关 元英一重 两人的修为赫然晋升到了元英一重 显然在破关的过程中 好处不小 毕竟九重关卡 每通过一重都能得到一次大世界本源洗礼 三通和谢长安虽然做不到灵延那样 直接通关 可是也通过了五关 得到了五次大世界本源洗礼 这效果已经很接近 直接练化一颗星辰本源了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灵延笑而不语 不过两位师兄 不再勿一勿了 灵延又问道 勿不动了 我能过五关 那已经是烧高香了 再勿下去 怕是得走火入魔 三通和谢长安同时摇头 两人都是很有自知之明 不是谁都是灵延 可以一路体悟 他们晋升原因之后 还得好好地消化一番 循序渐进 不错 灵延含笑点头 反正我们能直上第九层 这仙罗赌方肯定是闺女了 等我们消化得差不多了 再进来 勿也是一样的 三通咧嘴一笑 之前他们想上上一层 就得先过关 如今 他们却可以直上第九层 不用想都知道 这是仙罗赌方一主了 想得美 想再进来 得收钱 灵延怪笑道 若是要收钱的话 那我们再回去悟一悟 灵延刚说完 走到门口的严九仙等人 就笑着开口 清一色的原因 此时所有人 全都晋升到了原因境界 虽然严九仙 清一等人 因为不精通正道 有些吃亏 可是依靠着硬实力 和高绝的悟性 还是通过了三观到五观 三五次的大世界 本源洗礼之下 修为想不提升都难 毕竟他们 可不用像灵延一样 把大部分的本源之力 用来开辟那天地 只需要用来淬炼 自身的实力就行 混沌子自然更不用说 有漫长岁月的积累在 虽说他只会见到 可触类旁通之下 依旧过了三观 如今已经准出窍了 一旦离开一季 怕是能立刻晋升出窍境界 放心吧 如今第九观是没了 不过余下八观 你们随时可以来 免费 灵延笑着开口 严九仙等人自然也知道 灵延之前纯属开玩笑 一个个都是笑着点头 不过临时殿 这仙裸赌方 你打算怎么安置 严九仙问道 灵延理所当然地说道 仙裸赌方 本就是一处传承之地 而今灵延掌控此地 正好带回无量山 给自己当洞府 那里面的修士呢 三通问道 当然是一并带走了 他们可还欠着我们 仙裸赌方的债 一个字都别想来 灵延笑眯眯地说道 不过这些都不着急 现在当务之急 是我们先得解决外面的麻烦 灵延笑道 外面的麻烦 三通等人全都一愣 诸位自己看 灵延随手一挥 仙裸赌方外面的画面 已经浮现在众人面前 密密麻麻的 女修 密密麻麻的法宝 还有灵延有一点出来的正文 故多 三通艰难地咽了口口水 这些人妖 全都是冲着我们来的 不然呢 灵延嘴角一扬 好啊 之前假一记的事情 我们两个可是白忙活了 没想到这些人 还送上门来了 今天把他们全抢了 那得是多大一笔财富 三通一脸的兴奋 这一次 可得赚够本 谢长安也是露出阴测测的笑容 诸位 这是打算出手了 灵延笑问道 盘他们 严九仙等人干脆利落地点头 行 既然如此 我们就盘他们 灵延笑了笑 领着众人下了二楼 而后又封住了通往二楼的楼梯 此时 仙裸赌方内的桌子椅子等生灵 都是一脸敬畏地看向灵延 出来了 揍他们 按照规矩 先来一波法宝洗地 你们喜欢法宝是吧 全都给你们 轰咚咚 灵延等人 刚刚走出仙裸赌方的大门 守在外面的人妖修士 就发出长啸声 而后数不清的法宝 就朝着灵延等人眩息而下 当 三通二话不说 既出仙顶就横在头顶 将灵延等人护在其中 瘦 可就在此时 一便突生 孟十一的声音响彻 然后那一脚 仙阵骤然复苏 令人惊悚的纤维爆发之间 打向灵延等人的法宝 却是瞬间被大阵收走 怎么回事 孟十一 你干什么 所有法宝被收了得干干净净净 密密麻麻的女修全都傻了眼 诸位 重新介绍一下 在下孟十一 无量山老十一 也叫孟千山 孟十一嘴角扬起 转瞬间就化为了一名 邪气凛然的青年 孟千山 百遍邪君孟千山 孟千山三个字一出 严九仙等人全都一愣 该死 混蛋 不要脸 无量山老十一 那不就是灵延的师兄 密密麻麻的人妖修士 更是感觉人都妈了 用我们的材料布置仙阵 来收我们的法宝 这还是人吗 不对 你们有没有觉得的 孟千山这个名字 很是耳熟 有修士反应过来 露出怪异之色 我想起来了 孟千山 那不是孟家 那个坠序吗 又是一名修士 惊呼出声 没错 就是他 前一段时间 出了一件大事情 文曲新孟家坠序孟千山 在新婚之夜 带着孟家 给他嫁妆逃婚 惹得孟家大怒 据说正在满世界找他 何止是孟家坠序啊 逍遥楼 刀仙阁 我们星空 二十几个势力 全都出现了坠序逃婚 据说还是同一个人 而这个人 就是这孟千山 所有修士 此时全都大眼瞪小眼 林衍等人 也是听得目瞪口呆 入坠星空几十个势力 大婚之夜 拿了嫁妆就逃 自家这十一师兄 到底是怎样一个妖孽啊 小师弟 师兄不能在这里待太久 这些法宝 师兄先帮你收着 等回了无量山 师兄再当见面里送给你 刷 孟千山一脸邪性 看了林衍一眼之后 当场就溜了 孟千山 你给我停下 法宝 那全都是我们的法宝啊 三通看着孟千山消失 当场就抓狂了 自己造个假遗迹 让林衍一个府邸抽星 直接摆干 如今这么多修士送上门来 这倒好 又遇到一个孟千山 直接就把所有的法宝给收了 照你们这么搞 我们啥时候才能还清外债 刷刷刷 此时 四面八方的虚空接连扭曲 几十名原英圆满境界的女修 从虚空之中冲出 孟千山 是孟千山的气息 她肯定来过这里 夫君 你为何不肯出来 见我 几十个这儿八经的女修 同时现身 都是焦急的放眼四方 她们的气息太惊人了 全都是星空最顶级的那一列 丝毫不亚于风雨格的夜修 你夫君 那是我夫君 身穿刀仙格道袍的女修 瞪着逍遥楼女修 一脸都不满 明明是我夫君 千山最早认识我 你算哪根冲 逍遥楼女修针锋相对 你说最早就最早 我还说我是最早认识的呢 其他女修 更是接连开口 每一个都自称是孟千山的妻子 大有一言不合 直接出手地打算 孟师兄 真乃神啊 为何这些女修 对她全都是死心塌地 冷清月看着那些争论不休的女修 感觉自己的脑子 已经完全不够用了 老实说了 十一师兄 是无量山所有弟子之中 最邪气的一个 面对不同的人 他能展现出完全不同的自己 唯有在面对无量山同门之时 才是真正的孟千山 百变邪君之名 也是因此而来 轻衣笑嘻嘻开口 懒得和你们争 谁先找到千山 千山就是谁的 没错 谁先找到千山 千山就是谁的 一群女修 眼见争执不下 扭头就走 林言见状 可算是明白 为何孟千山刚献出真身 立马就跑了 这一堆糊涂债 谁吃得笑啊 诸位 法宝都没了 还要打吗 林言扫视着众人 笑着问道 打 当然要打 那些法宝 都是用来砸人的 真正性命娇羞的法宝 可还在 没错 哪怕是一件法宝都没有 今日你们也休想安稳的离开 密密麻麻的修士 全都咬牙切齿的开口 上 法宝洗地是不行了 但是神通洗地 还是没问题的 轰隆隆 众修士全都快速结印 而后数不清的神通 同时朝着林言等人 打落而下 诸位 手快有 手慢无 想出手的 可得抓紧了 林言笑道 手快有 手慢无 林师弟 夸张了 难道你 还能一个人 把他们全都打死不成 三通等人都是一笑 哼 三通刚说完 林言三大内天地同时降临 瞬间笼罩 方圆十万里疆域 哼 三大内天地七戳 所有进入林言十万里内的神通 瞬间被定住 而处于十万里之内的修士 更是发现 自己已经被一股独特的大道真意笼罩 此时 所有人都是满脸惊悚地看着林言 这可是上千道神通 却被林言一人定住 这是怎样的一种力量 此时 林言周身异象分成 神魂内天地 有日月星辰流转 大河滔天 灵气内天地 三百六十五口大道之间处理 可斩天穷 肉身内天地 有数不清的仙兽飞舞 真龙与仙皇齐名 被三大内天地笼罩的修士 甚至感觉自己变成了蝼蚁 随时都会被踩碎 诸位 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现在退却 可还来得及 林言嘴角一扬 林言定住方圆十万里 所有修士都是如灵大敌 做梦 敢对你动手的 哪一个不是留下了真灵 大不了回去躺盒子 谁怕你啊 一骑上 我就不信 他这手段 真就是无敌 十万里之外的修士 全都不信邪 一个个朝着林言杀来 也好 那就试试看 你们能否试出 那天地的极限吧 哼 林言开口之间 手掌猛地压落而下 处于三大内天地之中的修士 身形瞬间化为积粉 刷 原本冲向林言的修士 瞬间止步 没了 被林言三大内天地笼罩的修士 那可是足足上千人 其中 原因圆满就有上百 如此之多的人 瞬间就没了 这怎么打 这到底是什么手段 怎么会如此之强 所有人都猛了 就连仙角兽 夜修 都是瞬间停下 惊骇欲绝地看着林言 卧槽 林师殿 你给我们留一下 三通怪叫着开口 飞仙一剑 严九仙直接出手 想打架 还让人留 自己抢啊 正 严九仙手中落霞剑挥出 头顶有飞仙虚影浮现 一剑破开了天地 飞仙剑意 笼罩方圆百万里 几乎将所有人都笼罩在剑意之下 啊 惨叫声接连响起 密密麻麻的修士 全都浑身抽出冒烟 实力差的 直接倒地 身体焦黑一片 而今的严九仙 显然是将飞仙一剑和仙伐剑绝完成了融合 以飞仙一剑打出仙节之威 宛如真正的仙伐降临 风雨剑 正 叶修长笑 手中持着一把仙剑挥向严九仙 可这根本无用 两种剑光对冲之间 叶修瞬间就被打飞出去 浑身抽搐 蹊跷生烟 跑 仙角兽最干脆 掉头就跑 怪物 全都是怪物 灵炎能顺秒上千修士 严九仙那一剑 虽然不如灵炎的那天地恐怖 却也不是原因圆满能抗衡的了 跑 不好意思 你们被我们包围了 谢长安音策策开口 身上诗文浮现 诗神道已然被他催动到极致 直冲仙角兽而去 那可是仙角兽啊 星空排名第七的一兽 这要是能收服 带出去多有排面 哼 谢长安一拳 朝着仙角兽镇压而下 呜 仙角兽猛地回头 眉心独角亮起璀璨的仙光 烟灭仙光 烟灭仙光 这是仙角兽一族独有的血脉神通 蕴含烟灭大道 一旦大成 无武不破 号称连仙都可以烟灭 哼 烟灭仙光打在谢长安身上 谢长安体内有滔天的湿气迸发 完全承受住了仙光的力量 哼 不止如此 谢长安沐浴着仙光冲出 一只手猛地扣住仙角兽的独角 单臂一阵之间 仙角兽就那么被放倒了 服不服 碰碰 谢长安一只手扣着仙角兽的独角 另一只手朝着仙角兽的面门 就是一顿锤 完全是流氓打架的路数 仙角兽却感觉一重重令人惊悚的力量 轰得自己脑瓜子嗡嗡响响 连开口求饶都没机会 你们几个是精灵兽一脉的吧 要不 你们臣服我吧 与此同时 天外天子灵却是盯上了十几个女修 那全都是精灵兽一脉的女修 身上覆盖金色的鳞片 虽然巅峰时期的精灵兽不足以排进星空前十 却也是顶级的星空异兽了 最关键的是 这些精灵兽不是人妖 而是正儿八经的女修 身上还有鳞片 这一点很重要 符合妖族的审美 想让我们臣服于你 你有这本事吗 十几只精灵兽身上金色灵甲全都在发光 再加上暗金色的眼眸 浑身上下充满了妖艺的气息 都说星空异兽很强 可是论强大 又有什么兽 能比得上我们天外天 紫灵眼中闪过一抹妖艺的紫光 画出本体 紫色大龙 紫灵本体赫然是一头紫色大龙 紫灵画出本体之后 身形蜿蜒而出十万里 脑袋如同一座大衫 身上紫色的鳞片 交织着虚空之力 一对紫色毛子 发出妖艺高贵的紫光 目空一切 强大 妖艺 紫灵画出本体之后 就连原本被谢长安打得满眼惊心的仙角兽 心里都是生起一股恐惧感 那是源自血脉的威压 紫灵的血脉 完全凌驾于星空排名第七的异兽之上 十几只精灵兽 更是满脸惊恐 瑟瑟发抖的贵符在地 天外天 这可是妖羞宗主 星空异兽也好 罗浮妖兽也罢 竟在天外天压制之下 咕嘟咕嘟 远处一群看热闹的修士 此时都是艰难地咽着口水 满脸的京剧 这到底是谁把谁包围了 要知道 此次前来围剿零年的修士 那数量可是足足数千 而金却被十几个人压着打 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号称排名第七的仙角兽 都快被谢长安打变形了 独角都快被扯下来了 十几只精灵兽 被子灵用爪子扒拉着 跪在那里 不敢反抗 三通顶着仙顶 横冲直撞 打趴下一个 立刻就给人扒的 只剩下内衬 还有那个看着一脸慈悲的小和尚观世 动起手来 更是狂暴 金色手掌每一次打出 必定有成片的修士被打飞 一个个骨断惊蛇 连地宝都可以徒手接住 肉身强大的吓人 轻衣 冷清月二女 更是株连闭合 轻衣玉手挥动之间 掌印若汪洋四亿 大雨倾盆 浩浩荡荡而出百万里 挡着街上 冷清月一手持剑 头顶一轮明月轻轻一荡 就有月光如潮 天寒地冻 寒之道 所过之处 不知道多少修士 被冻结成冰雕 剑道 即寒之道 太阴之道 很显然 此时的冷清月 早已不是当初 被轻衣打得破防的冷清月了 完全跟上了八大禁区弟子的步伐 至于灵岩呢 此时谁敢靠近灵岩周身十万里 禁区那就是死 所以干脆无事可做 百无聊赖的灵岩 此时就开始 挽起仙罗赌方了 他把仙罗赌方 变化为拳头大小 拖在手里 安排赌方内的赌桌生灵 清典里面修士的债务 滴滴滴 灵岩这边正算账呢 身上的传讯预检 却是突然响了起来 灵岩拿出来一看 信息赫然是至圣大天魔法来的 小老店 大哥我那练气法 好用不 灵岩看了一眼 至圣大天魔传来的消息 灿烂一笑 天魔大哥 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直接说 灵岩笑道 解决不了 我是谁 至圣大天魔 还有我解决不了的事情 至圣大天魔文言 顿时不乐意了 真没有 灵岩玩味开口 真没有 就是老哥我这里 有个造化 要成全老爹 至圣大天魔义 信誓旦旦的道 什么造化 灵岩来了兴趣 大摩天王 你知道吧 至圣大天魔问道 知道啊 灵岩点头 星空双魔 曾经星空的无敌者 那是足以和至圣大天魔 比肩的存在 那老不死的 和大哥我在一起 至圣大天魔道 大摩天王还活着 灵岩心里一跳 不用怀疑 肯定活着 至圣大天魔笃定道 大摩天王 能和至圣大天魔比肩 这样的存在 哪有那么容易死 再说了 当年刀仙阁 和霄摇楼联手 毁掉了大摩天王的肉身 就已经是极限了 根本拦不住他的真灵 你打不过 灵岩眼帘一抬 我突然不喜欢你了 至圣大天魔郁闷了 这小子 就不能装装傻 大哥 你怎么可能打不过 就算是打不过 那肯定也是修为没跟上 灵岩笑道 这不还是打不过 至圣大天魔 开始翻白眼了 那老不死的 不知道在远星空 躲了多少年 而金腹苏了 原因九重 否则我打他 那就是爸爸打儿子 至圣大天魔亨道 你是想让我过去助拳 揍他一顿 灵岩问道 揍是肯定要揍的 不过揍他之前 你可能要先救救我 至圣大天魔道 就你 灵岩一愣 总之 现在的情况 很是复杂 你过来看一眼就知道了 至圣大天魔道 未知 揍 灵岩刚说完 至圣大天魔已经发来了定位 速度快点 我口中的造化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否则我和那老东西 也遇不到一起 至圣大天魔道 行 灵岩点头 心里倒是颇为期待 至圣大天魔曾经提过 自己在这一计之中有个遗憾 如今想来 就是这个造化了 能让他这么念念不忘的 绝对是颇天的富贵 只可惜 他运气不太好 遇上了修为 暂时比他高的大魔天王 留下 全都给我留下 此时 严九仙等人的战斗 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只剩下三通 正在追着一群四散而讨的修士 那些修士 在三通眼中可都是钱 他多拿下一个 距离还清外债 就多向前走了一步 集合 林岩长笑了一声 严九仙等人就飞身落在了林岩身边 驾 谢长安骑着仙角兽回来了 此时仙角兽画出了本体 仙角兽 通体雪白 龙手马身 背声双翅 眉心独角 意义生辉 仙灵气息十足 只可惜 此时仙角兽的脸 被谢长安打得轻一块紫一块的 看上去很是狼狈 老实点 等回了罗浮 正好拿你抵战 不然 我现在就把你考了 谢长安看着还想挣扎的仙角兽 一句威胁 让仙角兽神色更加不愤 老子可是仙角兽 你不止说要考了我 还要拿我抵战 子灵则在十几只精灵兽的簇拥之下归来 一脸的质得一满 啊 早知道 我去镇压这仙角兽了 一群穷鬼 就三件地宝 其他全都是不入流的法宝 三通也是骂骂咧咧的归来 那些修士 之前被孟千山抢了一波 我们接下来去哪里 轻衣好奇地问道 去救至圣大天魔 灵言笑道 救他 八大禁区弟子文言 面面相去 那可是大魔头 当初可是八大禁区 七十二伏地 联手镇压的存在 而轻居然要去救他 哼 没想到至圣大天魔 还要我们去救 正好 过去吸了一下他 三通一笑 兴致很高 八大禁区和七十二伏地 联手镇压恶修之事 早已随着三不管洞天的瓦解和结束 罗伏的势力 也并无针对至圣大天魔的打算 否则至圣大天魔 即便有九首黄龙护着 也不敢到星空了 不然早被七十二伏地 八大禁区的强者追杀了 走吧走吧 至圣大天魔吃扁 这事情可不好遇到 怎么也得过去瞧瞧 严九仙也是笑着开口 走 灵言笑了笑 将仙罗赌方收起 而后大摇大摆地 朝着至圣大天魔 给出的位置行去 一路上 所有修士 一看到灵言一行人 隔着老远就跑 开玩笑 其他人倒是还好 关键是 饿死鬼投胎的三通和谢长安 那是逮谁抢谁 比疯狗还像疯狗 谁都不想沾上那晦气 至圣大天魔给的位置 很是偏僻 一开始灵言等人 还能看到一些修士 可随着越发深入 度过几处宛如天倩一般的绝地之后 已经看不到任何修士了 那几处天倩 灵言估计原因圆满进来 一不小心都得跪 也就灵言等人 才能畅通无阻 即便如此 路上子灵也差点遭见 容身差点给切成两段 那是一处古战场 一道刀痕忽然复苏 若不是关键时刻 三通祭出先顶 子灵多半就要躺盒子了 那是什么 三日之后 灵言等人靠近了 至圣大天魔给出的位置 所有人都满脸震撼地看向前方 只见前方横着一座魔渊 魔渊深不见底 其中魔气如汉海汪洋 散发出令人心计的气息 灵言等人只是靠近 就有魔念汹涌而来 似乎要勾起他们心中的暴虐之意 好惊人的魔性 这魔性 已经完全不逊于我们魔土禁区内的真魔空间了 刘扬打量着魔渊 一双魔子不知何时 已经变得漆黑如墨 闪烁着令人心计的光 魔土 八大禁区之一 擅长以心魔修行 走的是神魂之道 甚至可以神魂之力 构筑出魔玉 让对手在无尽的幻想之中沉沦 这等手段 伤人于无形之中 不管是三通 谢长安 还是之前被假一记坑的修士 基本上兜着过刘扬的道 真魔空间 灵眼感兴趣的看着刘扬 八大禁区 各自掌握着一处古老的遗迹 藏仙谷有演化非仙之影的剑炉 我们魔土有真魔空间 那里疑似是一尊上一个纪元的魔仙正道之地 里面的魔性之墙 哪怕是我们魔土魔主进去 都会不由自主地沉沦 我们魔土修士 心性之所以强大 正是因为我们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引导真魔空间 释放出魔性气息 让自身滋生出心魔 而后进行磨灭 如此往复 我们才能做到 心境坚韧 劳不可破 也能轻而易举地撼动对手的心神 刘扬正色说道 看来八大禁区 每一个都值得一去啊 灵眼惊叹开口 而今灵眼的剑道 已经很接近大城了 若是能真正直面非仙之影 灵眼有很大的可能性 将自身剑道 一举修行到大城境界 还有号称过桥登彼岸的黄泉河桥 灵眼也想去 如今这真魔空间 显然也是个修行神魂的好地方 这魔院的魔性 和真魔空间内的魔性完全不同 却同样纯粹 这里每一道魔器 对于我们魔土的修饰来说 都是最好的补品 难怪至圣大天魔会寻到这里 若是他待在里面清修 恢复巅峰的时间会大大缩短 刘扬笑着说道 缩短不了多少 一记是禁止出窍的 混沌子道友 在这里都无法突破 至圣大天魔 最多也就修行到圆阴圆满 他在意的不是这魔器 应该是这魔云之中的造化 灵眼笑道 这倒也是 刘扬点头 天魔大哥 我们来了 你在哪呢 灵眼朝着魔云吼了一嗓子 下面 至圣大天魔的声音 从魔云下传出 不过至圣大天魔的声音 怎么听都像是在大喘气 诸位 接下来可就看大家 能否承受住 这魔云的魔性了 量力而行 灵眼笑着开口 魔性力量 最可怕之处 就在于直接作用于修饰的心神 寻常的法门 无法隔绝魔性力量 所以在这魔云之中穿行 自身的心性和神魂力量 尤其重要 放心吧 我们不是第一次和魔土修士打交道了 如何抗衡魔性 我们算是有经验的 再说了 谁还没一些抗衡心魔的手段了 严九仙等人都是笑着开口 这就是八大禁区 相互扶持帮衬带来的好处 从来不会避肘自争 甚至有些时候 门内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天才 还会拜入别的禁区修行 可以说八大禁区弟子 也许不是全才 却都算得上通才 如此就好 灵眼一步就踏进魔渊之中 呜呜呜 灵眼刚进入魔渊 无尽的魔性就涌入灵眼体内 试图撼动灵眼的心神 不过紧接着 灵眼魂海轻轻一颤 九转轰炉金转动 就焚烧魔性气息 转化为神魂之力 源源不绝地壮大着灵眼的神魂神气 涅槃精深 朱邪不欺 观世小和尚双手和时 身体变得金灿灿的 周身涅槃火交织之间 任凭魔性气息 涌来 却难以真正落在他身上 三通头顶先顶 直接取出一颗丹药符下 当场就开始在魔性海洋之中 开始游泳 冷清月头顶 明月横空 也能隔绝魔性 而刘扬更不用说了 刘扬到了这里 那就是鱼游入海 疯狂地汲取着魔性壮大魂魄 修为提升的飞快 此时 还有一人完全无视了魔渊的魔性 轻一 原本轻一还在犹豫 自己能否挡住魔渊的力量 因此 只是小心翼翼地踏出一步 大有局势不妙 立刻退出去的架势 你们无量山是真邪门了 灵言不用说 肯定不受魔渊的影响 刘扬不受影响 是他本身就是魔 三通那是吃了丹药 轻一师妹 怎么也可以无视魔渊的力量 子灵看着只进去一步 就被魔渊的力量 侵蚀的脸色发黑的十几只精灵兽 再看着左瞄右看 不知所措的轻一眼 有些魔牙了 我曾经听魔主说过 世上只有一种人 完全不受心魔影响 刘扬怪异开口 什么人 灵言好奇地问道 七翘玲珑星 连九仙眼连一台道 没错 传说之中有一种体质 名为玲珑体 天生一颗七翘玲珑星 这种人心尽天生 纯尽无瑕 算是魔道修士的克星 没想到 连这种只是存在于 传说之中的体质 都出现在了无量山 刘扬看着轻一的目光 怪怪的 难怪老师总说 我是没心没肺体 轻一摸了摸鼻子 他一起记得 老师还说过 大师兄是天生是猴体 总之乱糟糟的 还真是没心没肺 这形容没毛病 严九仙等人闻言 不由笑开了花 灵言等人交流之间 一路向下 灵言估计 一群人飞了将近百万里 这才勉强看到了魔渊底部 当灵言等人 看到深渊底部的 至圣大天魔时 全都露出幸灾乐祸的笑容 只见至圣大天魔座盘坐 头顶内天地 此时的至圣大天魔 修为已经恢复到原因七重 至圣大天魔的内天地之中 有一万生灵在咆哮 爆发出滔天的魔性 可是此时 这里面却不止 有至圣大天魔眼化生灵 还有一只和大山一样伟岸 通体遍不着魔纹 头生一对犄角 浑身上下 布满了黑色灵甲 魔性惊人的星空异兽 是星兽 正是星空十大异兽之一的是星兽 是星兽的修为 已然是原因圆满 大魔天王 这位显然就是 星空双魔之一的大魔天王了 他的原因圆满和普通修饰 那自然不是一个概念 只见大魔天王嘴巴每一次张开 至圣大天魔眼化而出的生灵 大魔天王的身躯就会庞大几分 而至圣大天魔呢 他则是疯狂汲取魔渊的魔性 再次演化出海量的生灵 我说呢 为何至圣大天魔需要我们来救 临言此时乐得不行 至圣大天魔 终究还是那个诡诈无比的老大哥 显然是知道自己修为不行 所以一遇到大魔天王 就上了最强手段 那天殿 直接就给大魔天王镇压了 若是普通的原因圆满 至圣大天魔轻轻一镇 就能把对方给镇得灰飞烟面 可惜对方是大魔天王 星空第一异兽 虽然被镇进了至圣大天魔的内天地 却扛住了内天地的力量 大魔天王不但扛住了 还用自己的吞噬大道 疯狂地吞噬着至圣大天魔的内天地 是星兽 那可是以星辰为时的异兽 牙口好到 能把至圣大天魔的内天地都给啃穿了 所以至圣大天魔见招拆招 开始疯狂汲取魔渊的魔性力量 补充自己的内天地 大魔天王吞噬多少 至圣大天魔就补充多少 是星兽再强 吞噬也是有极限的 照着这么吞下去 早晚把自己撑爆炸 甚至可以说 若非此时有至圣大天魔的内天地力量镇压着 大魔天王身形 怕是要直接暴涨百万倍 然后炸掉 它一旦炸开 那力量肯定会直接把至圣大天魔的内天地炸得稀碎 同归于尽 可以说 这两人要是继续这么耗下去 那就是于死网破 同归于尽 虽说两人都还有后手 可以保命 可这麻烦 至圣大天魔若是炸了 这辛辛苦苦攒下来底蕴 就得重头开始 大魔天王若是炸了 还得重新找一具合适的肉身 他为何藏了这么多年才现身 还不是因为是新兽的肉身不好找 当初刀仙阁和霄摇楼 可是下了狠手 把他的肉身灭的渣都没剩下 想遭二十身 根本不可能 可以说 两个人都不想死 可是偏偏 他们此时全都控制不了局势 至圣大天魔怕自己一放松 就会被大魔天王挣脱出去 若是没有内天地镇压 差了两重修为的他 可不是大魔天王的对手 同样的 大魔天王硬挺着不断吞噬 也是为了维持平衡 一旦他稍有松懈 就会被至圣大天魔的内天地磨面 小老爹 你还不快来帮忙 至圣大天魔看到灵炎 连忙咬牙开口 大魔天王闻炎 瞳孔骤然一缩 身体又胀大了几分 甚至身上已经有裂痕浮现 你过来啊 你一过来 老子立即自爆 大魔天王当即就是一嗓子 特娘的 总归都是死 那怎么也得拉上一群人一块才热闹 你舍得你这肉身 至圣大天魔咬牙 你舍得这那天地 我就舍得这肉身 大魔天王针锋相对 那你报 至圣大天魔咬牙 他过来我就报 大魔天王完全不虚 林师弟 你说 我此时若是上去 揍至圣大天魔的话 他能还手吗 三通兴致勃勃地问道 揍倒是可以揍 不过你出去之后 可就要被九首黄龙拍死 然后躺盒子了 灵炎灿烂一笑 躺盒子 其实也不是不行 毕竟 这可是更古未有的绝世战绩 藏鲜古老谷主 纠结了几十个大成 才打败他 我老师他们 更是解锁都没解锁过 不过单单揍一顿 实在太没有性价比了 三通眯着眼开口 刷 三通刚说完 谢长安和刘阳两人 已经率先一步 冲向了至圣大天魔 草 你们两个等等我 三通见状 连忙追了上去 你们两个想干什么 至圣大天魔看着两人 直冲自己而来 心里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们两个想问前辈 借些钱花花 刷 谢长安和刘阳演技手快 一个盯上了至圣大天魔 腰间的空间法宝 一个盯上了至圣大天魔 发箭的一尊小塔 你们两个小混蛋 我的九幽浮渡塔 我的空间法宝 至圣大天魔感觉人都骂了 自己这是找来了救兵 还是找来了一群土匪 此时至圣大天魔 恨不得腾出手来 一巴掌抽死这两人 但是又怕一松劲 那天地里的大摩天王 给自己来个狠的 没错 抢他的法宝 他胸口还有空间法宝 里面好东西不少 大摩天王健壮 顿时幸灾乐祸地开口 刷 三通原本还在 懊恼自己出手慢了 这一得到提醒还了得 一把就将至圣大天魔 藏在怀里的空间法宝 给掏了出来 死定了 你们三个死定了 至圣大天魔咬牙切齿 他可是堂堂至圣大天魔 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亏 死就死了 只要能把债还了 死算什么 三通和谢长安为了还债 那真是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特别是谢长安 谢长安可是得到了消息 自家祖师爷 因为那三百仙宝的外债 已经把皇权之主的位置 让给了自己老师钟魁 现在自家老师 就等着自己回去招呼自己呢 此时 谢长安就寻思着 自己要是还上一部分 是不是就能少挨一顿揍了 刷 三通和谢长安二话不说 就将从至圣大天魔那里扣来的东西 送到了林延面前 林师殿 你看能否报个忙 三通和谢长安 满脸期待地看着林延 五成 林延顺手就伸出了五根手指 林延不用猜都知道 这两货想干嘛 林师殿 你这是在抢 三通和谢长安当场破防 没错 我们可是拿命再换着资源 谢长安一脸无语 你们不就是想让我帮你们 把这些带回去 给七十节抵债吗 只有我能保得住这些东西 五成的跑腿费 不贵吧 林延黑黑一笑 五成 你帮我把东西带出去 刘阳却干脆利落地 把自己的空间法宝 还有从至圣大天魔法间取下来的小塔 一股脑地递给了林延 仙宝 这可是九幽浮屠塔 最顶级的仙宝之一 只要能把这玩意带出去 五成算什么 算你狠 五成 谢长安和三通健壮 也是咬牙将自己的东西 全都交给了林延 这些东西 要是不交给林延 两人可以确定 自己一旦走出一迹 当场就得躺盒子 九首黄龙 可不是吃素的 盒子可以躺 反正复活 是宗门出钱出力 好处必须拿 天魔大哥 看到了 东西是他们让我带的 别找我 林延收下东西 还不忘和至圣大天魔打了个招呼 放心 冤有头债有主 我最讲规矩了 你们仨等着 老夫早晚有一天 端了你们三大禁区的宝库 至圣大天魔发狠 林延老爹 好东西 可不止老哥我有 那个老混蛋身上也有 至圣大天魔看着大魔天王道 没有没有 我根本留不下东西 但凡事有点好东西 都被我吃了 要不是我嘴馋 把自己的鲜宝都吃了 当初也不至于被刀仙阁破了肉身 大魔天王闻言 就是一阵摇头 这可不行 有没有 那对我搜一下才算数 林延眯着眼说道 你赶进来 我立马自报 大魔天王张口 就是鱼死网破的威胁 呃 那啥 其实我不介意听个想 林延一愣 看傻子一样 看了一眼大魔天王 踏着大步 就进了至圣大天魔的那天地 听个想 大魔天王一愣 对啊 我是什么样的人 天魔大哥最清楚了 贪婪 有野心 若非如此 我与他也玩不到一起去 林延歪着头 走向大魔天王 然后呢 大魔天王猛了 所以 你若是自报了 我不会心疼 还会很开心 你们都死了 岂不是更好 我们还能少分出去两份 说起来 我还得多谢你呢 林延笑盈盈的道 大魔天王闻言 顿时傻眼了 一口一个大哥叫着 然后拿大哥当烟花 果然 人类修饰 坏得很 林延开口之间 大虚空手 冲着大魔天王 就是一顿掏 啊 我的家爹 随着一枚空间法宝 被林延掏出 大魔天王瞬间就炸毛了 前世 他正是吃了梅仙宝的亏 所以这一世 大魔天王可是打算 铸造一件无敌的法宝 为此 大魔天王都开始记嘴了 眼见着 肉身都瘦了好几圈 而今你直接给我抢了 好啊 这么多好东西 还敢说没钱 林延扫了一眼 大魔天王的空间法宝 顿时怒了 误会 哄 大魔天王刚想开口解释 林延就开启了灵气那天地 朝着大魔天王笼罩了下 这小子 至圣大天魔 眼睛直了 这可是在自己的那天地中啊 林延怎么轻而易举的 撑起了那天地 炮娃 如此一来 等于是自己的那天地 对林延压根无效 来 一拍两瞪眼 大魔天王也是一愣 而后就要自爆 但是晚了 刷 只见林延灵气那天地撑开之间 三百六十五口大道之间 瞬间化为一座剑阵 将大魔天王镇压在原地 犀利到极致的剑意 让大魔天王不敢动弹 心中升起金具之感 比至圣大天魔还强 大魔天王 现在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 那就是 咱们坐下来好好谈谈 第二 我这那天地 最多能压制你十个呼吸 不过足以让我在你身上 扎三百六十五对窟窿了 林延看着大魔天王 平静开口 即便你扎了三百六十五对窟窿 依旧杀不了我 我依旧有自爆的机会 大魔天王 目光凌厉起来 对 所以我才跟你打 林延点头一笑 大魔天王文言 深深地盯着林延 片刻之后 缓缓收敛自身的气息 你赢了 你想怎么谈 大魔天王心里很清楚 三百六十五对窟窿之后 自己自爆的力量 已经威胁不到林延了 最多就是给林延制造一些麻烦而已 当然是谈此地造化的事情了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好谈呢 林延理所当然地说道 放我出去 其他的 你说了算 大魔天王很是干脆地点头 行 放你出来之前 得先给你放放血 林延开口之间 三百六十五口大剑 已然朝着大魔天王压落而下 瞬间就给大魔天王来了 三百六十五对窟窿 大魔天王肉身瞬间鲜血淋漓 他吞噬之后 还未来得及消化的魔性 也是随之一散而出 林延忙活完这些 才收了自己的那天地 至圣大天魔也是如释重负地 收了那天地 大魔天王也不生气 身形化为杖许高 体内真元轰鸣之间 伤势瞬间复原 这就对了吗 大家坐下来 好好谈谈多好 三通笑眯眯地凑了过去 刷 至圣大天魔听到三通的声音 猛地回头 那兄弟的目光 吓得三通又退了回去 天魔大哥 麻烦解决了 接下来可以说说看 那造化的事情了吧 林延笑道 至圣大天魔 倒也没有直接 和三通三人算账的意思 阴侧侧地收回目光 这魔院下面有东西 下面有东西 众人都是一愣 确实有东西 刘阳看了一眼自己肩膀上 自从到了这里之后 就一脸不安的小红鸟 这小红鸟 可是欲外魔星 按道理而言 到了这里之后 应该很兴奋才对 可如今却是一脸的不安 能让欲外魔星不安的 只有比欲外魔星 更可怕的魔 是什么 林延好奇地问道 一颗种子 至圣大天魔道 种子 林延等人闻言 全都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一颗蕴含着 最纯粹魔星的种子 魔院内所有的魔性气息 其实都是它溢散出来的 我猜测 这种子应该是 上一个纪元的大魔留下的 大魔天王 也是列子一笑 只是溢散出来的气息 就让此地化为魔院 那么种子本身 蕴含的魔性 该有多可怕 我当年就是在这里入的魔道 至圣大天魔 灿烂一笑道 大哥 不是身而为魔吗 林延调侃开口 身而为魔 这世间 有几个修士 不是身而为魔 修士会遇到心魔 本身就是因为自己身负魔性 我只是众生之中的一员罢了 至圣大天魔随意道 这倒是 林延点头 林延不惧心魔 是自身神魂够强 三花印记加持之下 诛邪不清 轻衣不惧心魔 是自身的体质特殊 除此之外 不管是出身魔土的刘阳 还是三通等人 都是因为各自的手段 刘阳若无魔性 如何通过不断自身心魔来修行 三通若是无魔性 何须通过俯士丹药 来抗衡魔渊的魔性 魔渊的魔性 只是一个影子 他放大了修士自身的魔性 从而蛊惑人心 令人沉沦 即便是化魔 也有三六九等之分 最差的魔 完全被心魔控制 只是行尸走漏 厉害一点的魔 还能和心魔抗衡一番 所谓的大魔 早就可以随意控制自身魔性了 一切行事 全凭本性 能做到这一点的大魔 无不是致强者 话虽如此 我还是想听听 大哥是如何化魔的 灵言孝道 是啊 我可是听说 你年少之时 可也是一代天骄 是万千修士的偶像 不知多少女修 想要给你生猴子 是什么事情 逼得你这么一个好狼入魔的 三通和谢长安 又开始疯狂作死了 有什么不能说的 至圣大天魔根本不生气 反而有些追忆了 当年我在一座遗迹之中 寻到了一箭之宝 至圣大天魔 看向了灵言 九幽浮屠塔 灵言心里一动 没错 至圣大天魔点头 就是这九幽浮屠塔 至圣大天魔音侧侧开口 那个时代的罗浮和星空 可不像十二经这般太平 讲的可全都是拳头的道理 眼红这九幽浮屠塔的修饰 是大有人在 至圣大天魔声音很是平静 没有半点波澜 然后呢 灵言眼睛眯起 盯上九幽浮屠塔的视力 一共有一个伏地 四大洞天 还有十二颗星辰的生灵 他们的算盘打得很响 只可惜 这里是遗迹 修为上限 只有原因圆满 一群人追杀老子 却全都鲨鱼而归 当然 我也不轻松 几次差点死在这里 当时追杀我的伏地修饰 眼界拿不下我 转盯上了我背后的宗门 一个洞天而已 如何抗衡一个伏地 至圣大天魔弹魔开口 打不过人家 拿人家宗门下手 这就有些不要脸了 轻衣皱眉 这就不要脸了 至圣大天魔憋不住乐了 这孩子 真单纯 挺可爱的 还有比这更不要脸的 三通一愣 那伏地 以我全宗上下的修饰做威胁 唉 那时候啊 真是年少无知 我竟然真的用九幽浮屠塔 去换了全宗上下的性命 至圣大天魔话语之中 居然有那么几分懒然 显然觉得自己 年轻时候有些丢人 猛男害羞 没眼看啊 对方食言了 前辈拿出了九幽浮屠塔 对方依旧灭了前辈的宗门 冷清月忍不住问道 画本里都是这么写的 然后主角为爱化魔 大杀四方 若是如此就好了 至圣大天魔笑的诡异 我交出了九幽浮屠塔 本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宗门也派出了弟子 过来接应我回去 结果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 我用九幽浮屠塔 就回来的同门师兄 一箭刺穿了我的丹田 我留在宗门的真灵 也被我师尊亲手磨灭 至圣大天魔笑了起来 明明是笑 却冰寒无比 磨灭真灵 这是冲着要你命来的呀 可是这为什么 冷清月完全不理解了 同门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 当初我也问过出手的师兄 为什么 你们猜 那位师兄是怎么回答的 至圣大天魔笑道 你若是不死 以你之前展露出来的天赋 那伏地睡不着觉啊 伏地睡不着 你所在的宗门 自然更睡不着了 灵言看着至圣大天魔 悠悠开口 果然啊 我欣赏你 不是没有道理 至圣大天魔文言 丝毫不掩饰自己 对灵言的欣赏 至圣大天魔完全搞不懂 灵言这批大典年纪 又是在蜜罐子里长大的 怎么会这么了解人性 哈哈 灵言忍不住笑了 你真当我好几百本 玄幻爽文是白看的 真是因为这个原因 哪怕是一向做死的三通 都是满脸的鄙夷和不屑 连大魔天王看向 至圣大天魔的目光 都有些心疼了 多好的孩子啊 遭老罪了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至圣大天魔点头 你能活下来 就是因为那种子 灵言好奇地问道 没错 当时我就死在魔渊的边缘 当时的魔渊 魔气远不如如今这般浓烈 我那亲爱的师兄 刺穿了我的丹田之后 为了掩饰自己的所作所为 把我带进了魔渊 伪造成我是被魔气侵蚀 入魔之后 对他们下手 他们忍痛杀我的假象 你看 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 说起来 我还得感谢 我那亲爱的师兄 若不是他 把我埋在了深渊底下 我还真就死了 至圣大天魔笑了 埋在底下 你看到了种子 灵言一愣 对 当时我以为自己死定了 我甚至都能感受到 自己的真灵正在一点点的消散 生命在失温 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冰冷 可就在那生于死边缘的 浑浑噩噩之中 我感受到了一股魔性到极致的力量 进入了我的身体 正是这种力量 恢复了我的生机 修复好了我的伤势 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下 我看到了一颗种子 一颗充满了魔性 却璀璨到了极致的种子 形状和稻谷一般 我却一辈子都忘不掉 至圣大天魔道 这种子 你不曾融合吗 灵言问道 我倒是想 结果我心念一动 那种子就消失了 我醒来之后 在这里找了半年 还是一无所获 然后我就离开了 后面的事情 你们应该都清楚了 那时候的我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实力 唯有实力 才是最重要的 其他任何东西 都不过是过眼云烟 所以 等我达到渡劫境界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灭了曾经的宗门 真正的鸡犬不留 连一株草 都被炼化得干干净净 也正是那一次 我以洞天本源 悟出了至圣大天魔 那天地法 我要让他们死了 都不安守 死了都要为我而战 不过 我觉得很公平 他们的命 是我用九幽浮屠塔 就回来的 他们多活的每一天 都是我的恩赐 我自然有权利 收回他们的命 也正是那一次 我至圣大天魔的名头 响彻罗浮 引来各方修士追杀 最令人讽刺的是 当初得到九幽浮屠塔的福地 居然打着除魔味道的名头 联合各大势力围剿我 只可惜 除魔不成 统统成了我那天地的养料 也是多亏了那福地的本源 我才得以那天地法大成 建立魔国 当初那福地的长教 跪在地上 像狗一样 捧着九幽浮屠塔 送到了我面前 求我饶他一命 至圣大天魔 一脸厌弃地说道 他其实不讨厌坏人 但是讨厌耸 严九仙等人听完 一个个全都沉没了 谁能想到 原来逼得八大禁区 七十二伏地 联手剿灭的至圣大天魔 是这样化魔的 你们无需怜悯 当年被围剿的恶修 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我也从来不觉得 自己有无辜之处 只有弱者 才会给自己找理由 这是这个世界运行的真理 你知道为何 你们生活的时代和平又安逸吗 那是因为 建立在绝对的暴力下 你以为反对和平的人都去哪了 八大禁区 七十二伏地的成就 当真是让人惊叹 至圣大天魔 一眼看出了严九仙等人心思 不愧是我天魔大哥 灵眼点赞 那你呢 令人闻风丧胆的大魔天王 又是如何化魔的 三通笑着问道 化魔 大魔天王冷笑着开口 我本来就是魔 是星兽 诞生于星辰本源之中 我们天生就以星辰本源为食物 不论我们出现在哪里 都注定了一颗星辰的陨落 数不清的生灵 会死在我们手里 可偏偏 我们永远吃不饱 因为吃不饱 所以我们贪婪 就这么简单 大魔天王 目光在三通等人身上一扫 顿时让三通等人打了个机灵 这混蛋的目光 太凶惨了 三通等人毫不怀疑 若是有机会 这家伙肯定不介意吃了它们 如此看来 这种子 不怎么好找啊 灵眼皱眉 确实不好找 我只能隐隐约约的感应到 那种子就在下面 却不能捕捉到确切的位置 至圣大天魔道 我也是 我能感应到 这里有好吃的 却同样找不到 大魔天王也是吸了吸鼻子 若是如此 我倒是有个办法 三通又有主意了 什么主意 谢长安问道 至圣大天魔前辈 不是说他死了之后 种子救了他吗 我们找个人 在这里死一次就行了 三通一脸怪笑的看着谢长安 灵眼等人闻言 也是齐刷刷的看向谢长安 操 你们全都盯着我看干什么 凭什么是我啊 谢长安急眼了 因为你躺过盒子 严九仙道 因为你有经验 三通开口 反正你都被当反面教材上过课了 肯定不会再拿去当教材 我们不一样 轻易一脸认真地说道 无耻 谢长安看着众人 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鼻子都气冒烟了 这样 你死一次 之前拿我东西的事情就算了 至圣大天魔一句话刚说完 谢长安还没来得及回答 三通就已经一顶朝着自己脑门砸了下去 哄 哎呦 三通一先宝砸在自己脑门上 脑袋瞬间鼓起一个大包 当场就晕了 谢长安健壮直接翻起了白眼 这混蛋是真不要脸 连死都抢 想死 哪有那么容易 谢长安摸出一颗丹药 当即就给三通喂下去 于是 晕觉得三通活了 灵炎更坏 顺手抹掉三通体内残余的药性 让他看不出端倪 种子呢 至圣大天魔前辈 你们找到种子了吗 三通醒来 悉悉地看着至圣大天魔 前辈 你看我死过了 我抢你东西的事情 是不是就算了 你死了吗 至圣大天魔抬眼 死了 肯定是死了 我刚刚都没感觉了 肯定是死得透透的 肯定是种子把我救活了 三通一脸笃定地说道 那你见到种子了 至圣大天魔再问 那倒是没有 三通摇头 没见到种子 我们怎么找 谢长安坏笑着开口 种子没出手 你也活了 肯定没死透 只是晕了 灵炎补刀 那怎么办 三通一愣 再死一次 至圣大天魔嘴角一脸 果然 恶人还得恶人魔 至圣大天魔表示 自己堂堂至圣大天魔 遇到这几个活宝 那是真没辙 还得是灵炎他们 是真话呀 再死一次 三通摸着脑袋上的包 有些牙疼 一句话 谁把那种子引出来 谁抢我的事情就算了 至圣大天魔再次开大招 哼 三通又是一顶 砸自己脑门上 这一次 三通的力道 可比之前大了几分 都敲出血了 刷 谢长安又是一颗丹药胃下 灵炎又顺手抹除残余药性 于是 三通发现 自己又活了 还是没看到种子 这都不死 三通醒来 人直接抹了 三通 这可是好事啊 你看这仙宝砸下去 你都不带死的 说明你越来越强了 刘阳开口 也对 我三通是谁 八大禁区弟子 实力不用说 连仙宝都打不死我 三通又得死了 再来一次 至圣大天魔案戳戳开口 至圣大天魔突然发现 如此折腾 可远比自己一会儿宰了三通 要解气得多 他心中的气 也撒得差不多了 倒是没那么想杀三通了 行 当 哼 碰 三通一次次 记起仙宝敲自己 而后又一次次 被谢长安救起来 于是乎 三通的脑袋 再次变成了世家模拟果 眼睛肿的都快睁不开了 主要还是灵炎太坏了 谢长安喂下去的药 多余的药性 全都被灵炎抹掉了 能让三通醒来 却绝对不够 治好三通的伤势 还能确保三通 发现不了 自己被喂了药 还好 老子太机智了 选择和他们坐下来谈 大摩天王有些后怕 这群人 太狠了 一个个坏的冒烟 连自己人都这么晚 自己当年要是有这么坏 也不至于被逍遥楼和刀仙格给灭了 嘎嘎嘎 三通第十八次醒来之后 魔渊之中突然传出了一道怪笑声 让林严等人 目光都是一鸣 魔性 很强的魔性 声音传来之间 一股令人惊悚的魔性气息 悄无声息的笼罩魔渊 刘阳肩膀上的魔性 更是唰的一声 钻进了刘阳怀里 诸位 不好意思 我实在是没忍住 怪异的声音再次传出 语气倒是很平和 前辈 就是那种子 灵严眯着眼问道 至圣大天魔和大摩天王 也是认真起来 严九仙等人 也是做好了战斗准备 诸位不用紧张 声音再次传来 很是愉悦 你们称呼我为种子 其实也没错 但是我真正的名字 是魔种 哎 我总觉得不够帅气 太普通了 魔种语气很是轻挑 魔种 有些耳熟啊 严九仙心里一动 魔种 原来传说之中的魔种 真的存在 刘阳经去开口 刘阳师兄 知道魔种 灵严来了兴趣 魔种 据说是上个纪元 一个大魔的独门秘法 那大魔可以自身魔性 孕育出魔种 将魔种种在其他修士身上 一旦自身遭劫 就可通过魔种复苏 活出下一世 这法门 被我们魔土称之为魔种法 我们魔土 也是通过对魔种法进行研究 才有了罗夫世界的真灵复苏法 魔种法正是真灵复苏法的前身 刘阳宁众开口 原来如此 灵言恍然大悟 真灵法的普及 大大提高了修士的生存概率 可以说是汇集天下了 你说的什么魔种法和真灵复苏法 我都不知道 不过一听就有意思 魔种再次开口 这些年寻到这里的人很多 你们绝对是里面最有意思的一批 魔种的声音很愉悦 他是真没见过 这么好玩的修士 好玩到 原本只想看戏的他 已经打算和这些人好好玩玩了 前辈 看在我们这么有意思的份上 要不前辈出来 让我们把你给练化了 三通舔着脸说道 可以啊 让灵言等人意外的是 魔种回答得很是干脆 魔种 本来就是给人练化的 你们放心 我现在是无主的 和你们融合了 也不会影响到你们 魔种笑着说道 那前辈出来 刘阳也是微微眯着眼睛 不着急 你们有这么多人 能融合我的 却只有一个而已 要不你们商量一下 谁来融合我 魔种再次开口 不过这一次 灵言等人全都发现 自己心里无端生起了一抹力气 不只是灵言 此时在场所有人 都是感觉 心里似乎有一道声音 在蛊惑他们 杀了其他人 独享魔种 很显然 这是魔种 正在影响着在场众人 灵言等人 心里全都很明镜似的 小老弟 怎么样 能找出魔种的位置吗 至圣大天魔神魂传音问道 能 不过需要一些时间 灵言点头 灵言此时正在捕捉魔种的位置 魔种很怪异 就在深渊之中 气息却从四面八方传来 虚无缥缈 很难捕捉 简单 至圣大天魔身形一闪 已经出现在三通面前 哄 至圣大天魔 只是简单的一掌 就将猝不及防的三通 直接拍翻在地 至圣大天魔 你干嘛 三通只感觉脑袋 要炸开了一样疼 别看如今的三通 打原因圆满 就和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对上至圣大天魔 依旧不够看 小家伙 忍着点 我这是 再给灵言小老弟 争取时间 至圣大天魔传音 同时一脚踩向三通 老东西 找理由揍我 直说 哄 三通身上轰的一声 冒出火焰 挥拳硬汉至圣大天魔那一脚 四周瞬间炸开 乱世崩空之间 三通不知道被踩进了地下多深 至圣大天魔 魔就是魔 一旦涉及到利益 没有任何道理可讲 真 炎九仙显然也是 洞悉了至圣大天魔的心思 反手就取出了落霞剑 飞仙一剑 哄 落霞剑一出 剑亦如海 汹涌而来的魔性气息 如同排山倒海一般 被剑亦卷开 一道剑光 若天外飞仙 展向至圣大天魔 哄 至圣大天魔心念一动 那天地已然开启 抵住了炎九仙的飞仙一剑 小女娃 你这剑并无杀意 可骗不过那魔种 拿出你的杀意来 放心大胆地出手 你砍不死我 至圣大天魔再次传音 与此同时 他体内爆发出冰寒彻骨的杀意 将整座魔缘笼罩 这是至圣大天魔 炼花洞天 伏地 星辰 击杀亿万生灵之后 养出的杀性 有如实质一般 让所有人都是从头梁到脚 再来 哄 至圣大天魔杀意爆发 移形幻影来到炎九仙面前 一指朝着炎九仙眉心点下 只是简单的一指 却融会着至圣大天魔 无穷无尽的杀意 任谁都不会怀疑 至圣大天魔 有丝毫的留守 刷 炎九仙身形倒退 身姿若仙 手中落霞剑刺出 一剑一指对撞在一起 当 可怕的颤音响起 一重重雷光 若仙法一般席卷四方 虚空都炸开了 哼 炎九仙一声闷哼 被一股无形的杀意席卷 手中落霞剑争鸣之间 身形已然倒飞而出 轰的一声 撞在魔渊上 魔种是我的 谁也别想和我抢 至圣大天魔冷酷开口 身形若天魔灵逝 朝着炎九仙追杀而去 正 此时 一口长枪 斜裹着滔天的施煞之气 直冲至圣大天魔后心而去 哼 至圣大天魔 眼睛微微眯起 手掌一按 枪芒就被定在那天地外 老不死的 想要魔种 我们八大禁区同意了吗 杀 谢长安手中长枪猛的一颤 却是挺进至圣大天魔内 天地三尺身 小家伙 你这枪玩得不错 不过还不够 哼 至圣大天魔内天地一震 强大的力量 顺着枪间席卷而出 想将谢长安打飞出去 再加上我们呢 此时 官室小和尚 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谢长安身后 如同神经胶筑而成的手掌 已然按在谢长安的肩膀上 浮光普照 一股刚猛无比的力量传进谢长安体内 抵住了至圣大天魔的力量 此经龙缺 哼 子灵画出本体 庞大无比的龙尾 斜裹着开天辟地的力量 朝着至圣大天魔的那天地抽去 魔土剑 我已星辰阵九天 哼 刘阳等人也是全力出手 同时冲向至圣大天魔 至圣大天魔来者不拒 全力出手 以一敌八 依旧压着八人一顿狂揍 至圣大天魔出手 堪称狠辣 毫不留情 每一击落下 都让炎九仙等人 感觉自己要被打死了 全都是怪物啊 大摩天王看着炎九仙八人联手 竟然真的能和至圣大天魔抗衡 只感觉脑袋嗡嗡的 至圣大天魔 乃是魔中至尊 饶尸大摩天王看他不爽 却也不得不承认 这家伙强得令人发指 正常来说 来千八百个圆银圆满 都不够他杀的 这八人可都是圆银一重 却能扛得住至圣大天魔的力量 简直是强得离谱 你总不出手 我看得出来 你是所有人之中最强的一个 此时 某种的声音 直接在灵言十海中响起 充满了蛊惑之意 哈哈 你这可说错了 我不只是这些人中最强 同静之下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我悟性之高 笔尖于道 世上一切法 不过虚于奸 所以 你凭什么认为 我想恋化你 你配吗 灵言嘴角一扬 张狂的不可一世 这 某种文言一下被扑A住了 是啊 灵言这么强 为什么一定要恋化自己 你看 你自己都说不出 你对我有啥用 灵言再次开口 我能让你变得更强 某种沉默半赏之后说道 能变多强 灵言兴致缺缺 你号称 同静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可你想过没有 一人单挑一个伏地 你看那至圣大天魔 当初都被人打死了 是我复活的他 之后就拥有了无敌的力量 后面都是一打多 单挑伏地如等弦 某种道 不是吧 不是吧 你不会真以为 至圣大天魔那么强 是因为你吧 灵言冷笑着开口 那是他自己强 和你有什么关系 对了 一定要说有关系的话 也就是 你把他死而复生 给了他重来一次的机会吧 灵言再次开口 我 某种再次无言以对 再说了 可以单挑伏地的无敌法多了去了 你算老几 灵言再问 无敌法多得很 某种开始磨牙了 不信 灵言挑眉 吹牛 某种回应 哄 灵言当即取出九霄剑侠 刹那之间 九霄剑一席卷四方 这是什么 好惊人的剑依 魔仲一愣 这是九霄剑侠 灵言信守一招 九霄剑侠六剑齐出 在灵言周身环绕 这是绝世剑仙的传承 剑仙是什么 你懂吗 你口中无敌的至圣大天魔 当初就是被剑仙一剑破了那天地 那还只是一个大城剑修 融合几十个大城剑修之力 勉强达到剑仙之境而已 我要成无敌者 好好体悟这剑侠 等做到了九剑齐出 剑到大城 再进一步 就是无敌 那不比你强 灵言一脸的不屑一顾 至圣大天魔被斩掉那天地 那是不曾与我真正融合 魔种有些破防了 行啊 就算融合你之后 有比肩剑仙之力 那比之我这三重内天地如何 哄 灵言直接祭出三大内天地 三大内天地笼罩四方 远比至圣大天魔的内天地可怕得多 我这三大内天地 是妥妥的无敌法 还有你看 这是啥 灵言祭出三大内天地 转手又把仙罗赌方给丢了出去 这又是啥 魔种已经有些妈了 可怕 仙罗赌方的气息太可怕了 哪怕是魔种 都是一阵心惊肉跳 一个小玩具罢了 你看到我这三花印记没有 你是上个纪元遗留下来的 不会不知道它的意义吧 你若是不知道 那只能证明你就是个小别三 三元助击都不知道 你混个逮啊 你再看看这 灵言直接拿出底蕴 给魔种都喷傻了 炫富 草 这混蛋 跑到我这来炫富来了 还有三元助击 魔种当然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那是活祖宗啊 好吃的 全都是好吃的 一边的大摩天王 看着灵言各种传承之物 已经馋得直流口水了 所以 我有这么多的无敌法 为什么要看上你这么个 只能提升魔性的废物 灵言一边开口 一边却是偷偷摸摸地 用上了天魔大道 啊 天魔大道一出 原本就破防的魔种 顿时暴怒了 哼 此时 灵言目光一亮 虚空大道施展而出 一步横跨千万里 头顶三大内天地刹那间 定住虚空 嗡 虚空被定住 一颗魔性惊人 却又璀璨到极致的种子 就从虚空之中被逼了出来 确切地说 这已经不再是一颗种子了 他已然扎根于魔鸢之中 生根发芽 你 魔种上嫩牙摇曳 语气之中 已经露出了恐惧 刷 至圣大天魔也跟了上来 看着生根发芽的魔种 眼睛微微眯起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 你都生根发芽了 你快杀了他 只要你杀了他 我就与你融合 至圣大天魔一道 魔种再次开口 声音满是蛊惑 杀了他 至圣大天魔一撇嘴 其实吧 当年没能融合你 我确实挺遗憾的 但是看着你现在 这狼狈的样子 老子没兴趣了 至圣大天魔兴致缺缺 怎么可能 你刚刚不是还为了得到我 和他们生死相搏 魔种呆住了 怎么回事 之前一个个都想要自己 现在全部要了 那是逗你玩的 八大禁区弟子 青衣 冷清月 大魔天王都跟了过来 此时 三通顶着肿成猪头的脸 顶着魔种 一脸恶意 都是这杀笔玩意 让至圣大天魔 找到了揍他的机会 当然 也不是所有人 对魔种都不感兴趣 比如 刘阳和他肩膀上的魔星 这俩双目都在发光 还有疯狂擦着口水的大魔天王 这玩意下肚 能不能吃饱啊 逗我玩 魔种上的嫩牙 剧烈地颤抖着 他的心智还不算健全 所以无法理解 更何况 眼下的你 该如何使用 你说的不算 我们说的才算 灵言眯着眼说道 我 诸位 现在这魔种已经寻到了 诸位都说说各自的想法吧 灵言笑道 我对他失去兴趣了 至圣大天魔摇头 严九仙和青衣等人 也是连连白手 表示自己没兴趣 要不 让我一口吞了他 大魔天王擦了擦嘴说道 想得美 三通瞪了大魔天王一眼 你也是接下球 没资格提要求 我可以买 大魔天王认真地说道 买 拿什么买 灵言饶有兴趣地看着大魔天王 远星空 这星途 大魔天王一脸灿烂 远星空 星途 灵言心里一动 没错 当年老子被那些不要脸的联手 打破了肉身 真灵逃进了远星空 因为一直不曾寻到合适的肉身 索性就在远星空飘着 远星空哪里有好吃的 老子 比谁都清楚 大魔天王拍着胸口说道 灵言看了一眼眼九仙等人 只见眼九仙等人 全都目光灼热 显然对远星空的星途 兴趣远比对魔种要大 不行 你们怎么可以 拿我去换地图 魔种顿时崩溃 地图都比我重要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三通一巴掌 拍在魔种嫩牙上 还真别说 魔种那嫩牙 任性好的惊人 都被压弯了 立刻恢复如初 把你的星途拿出来看看 若是真不错 用来换魔种 也不是不行 刘扬虽然也很想要这魔种 可若是真能换到远星空的星途 绝对值得 行 大魔天王倒是敞亮 当即就把星途直接亮了出来 星途一出 灵言等人嘴角全都一抽 眼中闪着寒意 盯着大魔天王 这就是你说的远星空 星途 灵言咬着牙开口 啥呀 这是 只见星途上面有烧烤架 有大顶 有盘子 灵言等人 那是一颗星辰没看到 倒是各种餐具 一应俱全 对啊 这就是星途 只是你们不会看 大魔天王阵阵有词地说道 我们不会看 灵言挑眉 是啊 你看这烧烤架 代表着那颗大星上 有一只很强的生灵 这样的生灵 烤着吃最香了 还有你看这大顶 代表着这星辰 上面有一株仙药 仙药啊 炖着吃最香了 还有那盘子看到眉 这代表着那星辰上 有一处遗迹 这样遗迹 一块块切下来吃 嘎嘣脆 这些东西 可全都是我在远星空看到的 可把我馋死了 就等着恢复实力之后 一路吃过去 大魔天王阵阵有词地开口 如鼠家真的解释着自己的星途 证明着星途的价值 仙药 遗迹 三通等人闻言 目光全都一亮 若是大魔天王说的是真的 那这星途 价值可老大了 你这密密麻麻的餐具之间 连一个坐标都没有 我们如何判断星辰的具体位置 严九仙也是银牙威妖 这大魔天王 就是来弃人的 在远星空飘了那么久 就不能画一张正八经的星途 我认路啊 大魔天王满脸的无辜 也就是说 我们拿着魔种 换了一张地图 然后还得靠你带路 灵言瞪着眼睛说道 不止带路啊 你们看这样如何 你们把魔种给我 等你们要进远星空 我不但给你们带路 还给你们当保镖 我只要吞了这魔种 修为肯定能恢复到出窍境界 大魔天王拍着胸口说道 灵言等人闻言 全都乐了 大魔天王 这算盘打得是真好啊 他现在只是原因 星空的修士 谁乐意见到他再次崛起 只要他活着的消息传出 怕是整个星空的修士 都会再次开启追杀模式 可一旦这交易达成 大魔天王就成了灵言他们的人 那么星空修士 再想动大魔天王 可就得掂量一下了 其次 大魔天王带路的话 不止在路上能奋一杯羹 还多了灵言这些强大的帮手 这一箭双雕 玩的是真溜 不过一想也是 若是大魔天王 真就是一个单纯的吃货 也不至于惹得星空修士 联手追杀了 和你交易不是不行 不过 我有个条件 灵言眯着眼说道 远星空 灵言确实很有兴趣 之前老白说过 远星空的云天星 是老白的传承之地 很适合九师兄方正 远星空 灵言等人早晚得去 有个向导确实不错 你说 大魔天王点头 第一 在我们前往远星空之前 你得跟着我们 否则等你车阵某种 自己回远星空了 我们上哪找你去 灵言道 当然可以 大魔天王连连点头 他可巴不得跟着灵言等人 第二 你跟着我们的身份 必须是做棋 你只是一只 没长大的是新兽 不是什么大魔天王 灵言瞄了大魔天王一眼 要想得到自己的庇护 不付出点代价可不行 让老子给你当做棋 大魔天王 毛子都立了起来 你没得选 灵言笃定开口 大魔天王 心里咯噔一下 他还真没得选 他再不乐意 以灵言的实力 完全可以镇压他 到时候还是得当做棋 魔种也吃不着了 行 不过等我们去玩远星空 你要还我身份 大魔天王道 没问题 灵言点头 第三 这魔种 你只能吃一半 灵言道 吃一半 大魔天王顿时不乐意了 你的星徒只值一半 剩下的一半 归刘阳师兄 灵言笃定开口 行 一半就一半吧 大魔天王心里有些不甘心 但还是那句话 他没得选 若是如此 我倒是有个主意 刘阳笑呵呵的道 什么主意 大魔天王狐疑的问道 我们魔徒有个真魔空间 你知道吧 我完全可以把魔种 带回去种下 到时候长出果子了 你不是想吃多少 就吃多少 刘阳荡漾一笑 想吃多少 就吃多少 我同意 大魔天王文言 瞬间转背为喜 那就这么定了 到时候 我们也能尝尝鲜 灵言笑着开口 魔种文言 顿时气的乱颤 你们真的要当种子 你们礼貌吗 你们问过我的意见吗 刷 灵言却直接出手 一重重静止压落而下 将魔种封了个结结实实 丢进自己的空间法宝内 直接和老龙树作伴 大魔天王 到你了 灵言笑眯眯的看着大魔天王 我懂 大魔天王脸色一黑 当即画出了本体 而后画作杖许高 站在那里 压迫感十足 灵言身形一闪之间 坐在了大魔天王背上 走 回魔府 灵言驾驭着大魔天王 瞬间冲出了魔渊 这一次星空之行 众人可真是赚了的盆满钵满 灵言自然不用说 不管是修出了三大内天地 还是先罗赌方 都是遗迹内最珍贵的传承王 八大禁区弟子 也是各有收获 若不是谢长安和三通 还欠着外债的话 都称得上是一夜暴富了 你们看 那是什么 灵言等人 大张旗鼓的回程 顿时吸引了遗迹内修士的注意 是星寿 那是一只是星寿 很快 就有修士认出 灵言坐下的是星寿 一个个全都露出金句之色 是星寿 这可是星空修士一生之敌 星空修士全靠星辰 而是星寿 是星辰的克星 双方之间 有着不可化解的矛盾 甚至星空之中 还有一则铁律 凡玉是星寿 杀无赦 可此时这是星寿 分明加入了组织 成了灵言的坐骑 他们还真不敢下手 灵言 你可以啊 竟然收服了一只是星寿当坐骑 四方修士震惊之间 剑衣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了过来 一脸惊叹地看着灵言 大摩天王一听到坐骑两个字 就朝着剑衣丢了的刀人的眼神 哟 小子 还挺有个姓 你若不是灵言道友的坐骑 老夫宰了你信不信 剑衣照着大摩天王的脑门 就是一个脑瓜崩 差点没让大摩天王抱走 道友 可曾学会那舍的大道 灵言调笑道 之前剑衣 兴致勃勃地 要学舍的大道 结果被追杀 没想到这一回头 又遇上了 灵言 我找你 就是为了此事 舍的大道 我学会了 我满意记得找你 就是为了让你看看 我这舍的大道 对不对 剑衣兴奋地说道 你学会了舍的大道 灵言一下子梦了 舍的大道 是他信口胡说的 剑衣真学会了 对啊 你看 剑衣开口之间 取出一口神剑 然后猛地开口 舍我之剑 真 剑衣开口之间 手中神剑 瞬间化为一道光 消失不见 而后冥冥之中 真有一股力量降临 从剑衣体内 迸发而出 这是什么操作 灵言等人 全都精益地看着剑衣 连至圣大天魔 还有大魔天王 都看傻了 灵言 你不是说 心诚则灵 有舍才有得吗 我之前被人追杀 差点被打死 我一怒之下 就诚信起誓 愿意用手中神剑 换取至强一击 没想到还真有效果 那一下 直接打得追杀 打我的修士哭蝶喊娘 我把这法子 称之为寄险 很是好用 我试过 不止法宝可以 临时也行 强的一批 剑衣一脸兴奋 嗯 你这算是舍得大盗入道了 再多练练 肯定能成 灵言也是被雷的不轻 你这特么是舍得大盗 分明是刻金一击啊 喂 灵言虽然心中震撼 可是脸上却依旧风淡云青 毕竟高人风范 还是要有的 有你这句话 老夫就放心了 剑衣说着 掉头就走 道友上哪去 灵言连忙问道 当然 是回风雨阁了 老夫之前出来的着急 没带多少法宝 回去拿一瓶 顺便教训叶修那小子一顿 然后再去无量山找你 剑衣远去之间 声音远远传来 还真是个人有个人的远法 灵言缓了半天 这才直奔一计出口而去 此时 星空因为灵言 再次大地震 好不容易说服了72伏地 八大禁区 同一改规矩的星空势力 再次得到了一则消息 是星寿在线 还成了灵言的做棋 刀仙阁主 逍遥楼主等人 得到消息之后 感觉头都大了 灵言这混蛋 是什么不能碰 他碰什么 先是利用规矩 抢了二十八星 如今又收了 是星寿当做棋 是星寿 这是星空禁忌 改规矩的事情 既然谈妥了 我们就先回去了 此时 因为改规矩 捞了一大笔的72伏地掌教 八大禁区之主 都是星满一族的开口 不能走 刀仙阁主正色开口 还有啥事啊 先消掌教 作为最大赢家 此时心情那是极好 灵言 收了一只是星寿当做棋 刀仙阁主 盯着先消掌教说道 收了一只是星寿 当做棋怎么了 先消掌教文言 邪逆着刀仙阁主说道 心里的喜悦 却全写在脸上了 是星寿 星空第一一授 一旦大成 那就是无敌者之一 到时候 先消宗的实力 可不得蹭蹭蹭地飞掌 其他禁区之主 伏地掌教看向先消掌教的目光 更是羡慕无比 怎么了 你问我怎么了 你别装傻 你知道我们星空 有多忌惮是星寿 刀仙阁主文言 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我问你 是星寿是谁的做起 先消掌教反问 灵言 刀仙阁主回答 那灵言 是谁的弟子 先消掌教再问 无量山 刀仙阁主翻了个白眼 我呸 老子偏要给你添毒 你也配收灵言当弟子 我 先消掌教差点被噎死 嗨嗨 既然灵言是我先消宗弟子 那这是星寿 就是我们罗浮的 总之一句话 是星寿对你们星空 有多大的威胁 本座不管 既然入了我罗浮 那这是星寿 你们星空就动不了 本座说的 先消掌教 全当没听见刀仙阁主的话 霸气开口 这咋整 星空一群势力之主 全都傻眼了 别看此时说话的 只是先消掌教 谁不知道 罗浮七十二伏地 八大景区 那是穿一条裤子的 对外就是一条心 有什么事情 都可以关起门来扯皮 一旦对外 任何一个伏地掌教 禁区之主 都可以代表罗浮 管他是对是错 只要对罗浮有利 一定全力支持 这是罗浮老传统了 行了 诸位 既然先消掌教 都承认这是星寿 是他们罗浮的了 那自然有罗浮的规矩管着 逍遥楼主眉头皱了皱 而后笑着开口 众人一想也是 是星寿既然成了罗浮的 自然就要遵守罗浮的规矩 硬说起来罗浮的规矩 可比星空还要多 难受的事是星寿 可未必是星空 传令下去 是星寿的事情 不用管 谁若是煽动 后果自负 星空势力之主 各自开始传讯 不用管 动手后果自负 消息传出 所有跟了灵妍一路的 星空修饰 全都以待 消息是所有星空势力之主 一同发出的 肯定是达成了某种协议 不是我们能改变的 再说了 这是灵妍 我们上了 也打不过 若是在外面 以境界压人 那出手的 可就是罗浮各大高手了 跟着灵妍等人的星空修饰 全都无奈 是星寿 是星空威胁 没错 可这并不意味着 灵妍不能收一只 是星寿做座棋 很快 一群修饰 全都散去 原来当你的座棋 这么爽了吗 拖着灵妍的大摩天王 看着那些原本恨不得 上来咬一口的星空修饰退走 惊诧开口 不得不说 罗浮在八大禁区 七十二伏地的掌控下 大摩天王一乐 对 就是自信和威仪 灵妍笑着点头 不是很懂 大摩天王摇头 这位师兄 过来一下 灵妍指了指一名修士 那修士属于星空生灵 不算很强 被灵妍点名之后 一脸受宠若惊地飞了过来 灵妍大人 有何吩咐 那修士一脸谄媚 这位师兄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 灵妍笑道 你问 那修士连连点头 你被我们罗浮修士欺负过吗 灵妍笑问道 这个 那修士神色一变 有些摸不清灵妍的心思 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这位师兄 实话实说就行 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灵妍温和开口 肯定被欺负过呀 星空生灵 除非不曾遇上罗浮修士 否则哪一个没被欺负过 同境之下 刀仙阁 逍遥楼 风雨阁这样的强大势力 也不例外 毕竟八大禁区 七十二伏地修士 不欺负弱者 我这样的 人家都懒得欺负 星空生灵苦笑道 那师兄 恨我们罗浮的修士吗 灵妍再次问道 我说实话 你信吗 星空修士 有些苦恼的开口 信 灵妍笃定点头 不恨 星空生灵摇头 你们都被欺负了 还不恨 大摩天王好奇地问道 嗯 真的不恨 心里挺复杂的 与其说是恨 不如说是 羡慕你们罗浮的修士 星空修士认真开口 羡慕 大摩天王更加不减 当然羡慕 你们罗浮的修士 只要占礼 不论捅了多大的娄子 都有人给收拾 比如说灵妍大人您 直接拔了刀仙阁二十八起 刀仙阁主都出面了 可这二十八星 刀仙阁还是得点 因为您占礼 罗浮一定会为您出头 刀仙阁不给 那么损失就不是二十八星了 若是我们星空其他势力这么做 刀仙阁早就宣战了 更不必说是星兽了 若是星空修士 敢和是星兽走在一起 怕是早就被当成魔头一起处理了 星空生灵说道 还是强者为尊 大摩天王笑道 不只是强 其实真比起来 我们星空一点都不弱 罗浮有八大禁区 我们星空有十二星主 罗浮有七十二伏地 我们星空有八十一远古星辰 我们星空生灵的数量 是远远超过罗浮的 真打起来 其实我们是有胜算的 星空生灵道 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团结吧 我曾见过 一个罗浮修士被欺负了 有与之非清非故的罗浮修士 挺身而出 为他出头 你能打翻一个 两个 可是你能打翻和蝗虫一样 从罗浮席卷出的铜镜修士吗 据说一起来的那些修士 很多都看不对眼 有着不少的恩怨纠葛 可是真打起来 却敢把后背交给对方 打起来 只比谁杀敌更凶 罗浮之人 可以内斗 可是面对外人 谁都丢不起那人 必须一致对外 这样的罗浮 谁能不羡慕 星空生灵一脸羡慕地说道 大摩天王闻言 似乎有些明白了 自信和威仪 是抱团打出来的 罗浮修士 自认生于天地中心 骄傲自信 可让敌人闻风丧胆 也可让敌人羡慕 渴望成为我们的一份子 这是星空所不具备的 三通罕见地正经起来 只可惜 罗浮的门槛太高了 不是谁都能进的 星空生灵看着大摩天王 一脸羡慕 这么说 我这还赚到了 大摩天王大脑袋晃了晃 能成为灵师弟的座棋 你就偷着乐吧 谢长安趁乱 拍了拍大摩天王的脑袋 则 爽 多谢这位师兄了 灵言行礼道谢 那星空生灵 则是一步三回头的离开 灵言等人 很快就走出了遗迹 刷 守着入口的九手黄龙 见到至圣大天魔 立刻迎了上来 天魔大哥 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回罗夫 灵言看着正打算离开的 至圣大天魔调笑道 滚蛋 至圣大天魔 直接翻起白眼 七十二伏地和八大禁区 不进星空追杀他 已经很不错了 他回罗夫当现眼包 走了 等你们什么时候要进远星空 告诉我一声就行 至圣大天魔开口 然后拍了拍九手黄龙的脑袋 大黄 走 好 九手黄龙吼了一嗓子 然后腾空而起 消失不见 混沌子道友 你呢 灵言看向混沌子问道 要不要和我一同前往罗夫 不了 我先找个地方突破 然后游历星空 不过你放心 等我挑翻了星空 自然会去罗夫 混沌子目光犀利开口 混沌子可不曾忘记 自己要问见天下的初心 行 那我就先预祝道友问见天下 早日见到大成 灵言笑道 告辞 混沌子说完 身形就消失不见 灵言等人不曾过多逗留 直接前往三十一星 和与飞仙等人会合 这是怎么回事 灵言等人回到三十一星附近 脸上顿时露出诧异之色 只见原本属于灵言等人的三十一星尘 全都被星空势力接手了 小师弟 我们的三十一星 换出去了 此时 与飞仙和肖沧海连妹而来 两人都是满面春风 一看就有好事 换出去了 灵言一愣 没错 之前刀仙阁 不是被我们钻了空子吗 星空势力无奈之下 选择了改规矩 废掉了插其力棍的法子 如今改成星御制了 与飞仙笑嘻嘻地说 星御制 灵言不明白 对 与飞仙开口之间 取出一份星图 这是近星空的星图 灵言注意到 在靠近远星空的位置 被画出了差不多五分之一的星空 上面标注着罗浮二字 余下的五分之四维持原样 也就是说 这五分之一的星空 现在全归我们罗浮了 灵言好奇道 对 改成星御制之后 我们罗浮占据的星空 其实并未增加多少 但是价值却翻倍了 与飞仙解释道 价值翻倍了 灵言目光也是一亮 是啊 我们罗浮之前占据的星辰 其实已经开采很多年了 毕竟我们罗浮 是从最靠近罗浮的地方 开始打天下的 方位是近星空 安全归安全 资源却不多 如今那些星辰 都换给了星空势力 星空势力 则将靠近远星空的五分之一星域 换给了我们 这些星域因为危险 所以一直处于未开采的状态 与飞仙道 已就换星 灵言笑了 是这么个道理 不过好处可不止这些 萧沧海笑着开口 我们罗浮 有了这一片星域 就可以在那边建立一座超级大城 布下一个超巨型传送阵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它作为中转站 探索帕 远星空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点 与飞仙笑着补充道 对于罗浮而言 近星空有好处 但是不多 远星空就不同了 远星空之中 上一个纪元的遗迹有很多 这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这感情好 正好我也有去远星空的计划 灵言乐了 这可真是瞌睡了 有人送枕头 当然 咱们也不能吃亏 七十二伏地和八大景区 会专门画出一片星域 算是我们私人的 现在已经交给宗门处理 我们就等着收钱就行了 与飞仙眼睛笑成了月牙 对了 说到钱 你们两个该还债了吧 与飞仙携逆着三通和谢长安 还 我们肯定还 三通和谢长安 齐刷刷看向灵言 齐师姐 这是两位师兄的 灵语笑了笑 随手将三通和谢长安 放在自己那里的东西 递给了与飞仙 就这些 与飞仙看着两枚空间法宝 声音顿时拔高了八度 飞仙师姐 我们只有这些啊 三通咬牙 这些东西 算你们一人还了五件仙宝 你们现在一人还欠我四十五件 什么时候还 与飞仙收起空间法宝 飞仙师姐 其实我们还有一件东西 可以用来抵债 三通眼珠子一转 来了主意 什么 与飞仙来了兴趣 那东西的价值 远超我们欠的债 三通笃定开口 没错 翻背不止 谢长安也是一副笃定的模样 远超四十五件仙宝的东西 有那东西 你们还等什么 快拿出来啊 与飞仙一下子就上头了 不行 咱们得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三通摇头 你们信不过我 与飞仙目光有些危险了 无量山的人 谁敢信 三通豁出去了 舍不得孩子 套不着狼 三通寻思着 自己要想还债 那就得来一把狠的 大不要死一次 没错 除非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否则你就算弄死我们 我们也不松口 谢长安也是一副豁出去的模样 你们手里的东西 当真价值 远超四十五件仙宝 与飞仙将信将疑的问道 肯定的 我可以用谢长安永远单身发誓 我也可以用三通一辈子单身发誓 我们手里的东西加起来 别说是买九十件仙宝了 买下两百件 都是绰绰有余 三通和谢长安 两人都是咬牙发痕 灵言看着三人 嘴角微微一扬 心里已经有数了 借条 三通和谢长安这俩酣批 肯定是想拿仙罗赌方内 得到的借条坑七十减 对此 灵言并没有戳穿的打算 因为他很清楚 未来这俩酣批绝对会后悔 还是肠子都悔轻了的那种 若是如此的话 可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与飞仙文言笑着点头 行 这样吧 我们都把东西给灵言师弟 由灵言师弟确定无误之后进行交换 三通耍了个小聪明 直接把灵言拉下水 省得灵言一会儿揭穿自己 可以 与飞仙笑着点头 当即取出两人的借据 递给了灵言 三通和谢长安 则偷偷摸摸递给灵言 两个空间法宝 灵言一看 里面还真是从 仙罗赌方内得到的借据 七十姐 东西确实值那么多仙宝 灵言笑道 行 给他们 与飞仙点头 灵言二话不说 就将借据还给了三通和谢长安 哗啦 两人当场烧了借据 烧了借据之后 两人都是如释重负 而后就昂首挺胸 一副誓死如归的模样 两人此时 已经做好了被与飞仙打死的准备 这是与飞仙啊 吃人不涂骨头的魔女 自己两人坑了与飞仙 肯定得进盒子躺几天 灵言把三通和谢长安给的空间法宝 递给了与飞仙 与飞仙只是扫了一眼里面两张借据 就若有所思地收了起来 咦 不对啊 三通见状 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与飞仙 什么不对 与飞仙问道 你怎么没揍我吗 谢长安也是满脸的不可置信 我为何要揍你们 与飞仙反问 你不可能看不出来 这借据签署的时间问题老大了 我们坑了你 你竟然没揍我们 三通和谢长安有些慌了 不修仙 这很不修仙 以与飞仙的性格 知道自己被坑之后 肯定反手就把他们拍死了 如此平静的与飞仙 让两人极度不适应 哦 与飞仙眼帘一台 三通更慌了 飞仙师姐 要不你还是揍我一顿吧 不然我这心里不踏实 对对对 飞仙师姐 你尽管下死手 我们做好唐板板的准备了 谢长安也是连连点头 碰 与飞仙闻言 终于忍无可忍 拎起一根棒锤 对着两人 就是一顿敲 本座 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要求 这要不揍你们一顿 本座都觉得对不起自己 与飞仙可竟敲着两人的脑袋 当即就把两人敲得满头包 没错 就是这样 这样我们就放心了 三通和谢长安 一边挨揍 一边还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这才对味啊 不是 我就搞不懂了 为何你们觉得自己坑了我 与飞仙打得两人满面桃花开之后 眯着眼看着两人 这戒句 是上一个纪元的 三通提醒 我又不瞎 上面写着呀 与飞仙道 上一个纪元的戒条 肯定要不回来了 谢长安擦着笔写道 我知道 可你们忽略了一点 与飞仙淡淡地说道 什么 三通一愣 我和林彦是什么关系 与飞仙问道 师姐弟啊 三通理所当然地说道 那你们说 林彦是帮我 还是帮你们 与飞仙再问 林彦不给我们落井下石 都不错了 三通也有些回锅外来了 对啊 小师弟觉得 我收下这戒条不亏 那肯定有他的道理 与飞仙一脸认真的道 林师弟 这戒句到底有什么秘密 三通和谢长安心里一颤 他们有种直觉 这一次好像亏大了 谈不上什么秘密 林彦摇头 就是老白 之前告诉我的几则信息 很有意思 什么信息 三通连忙问道 老白说 他在远星空的云天星 留下了一处遗迹 林彦道 这和戒句有什么关系 三通问道 老白也说了 留下戒句的人 全都活着 林彦道 这有什么问题 谢长安不解 两位师兄猜猜看 那些修士 会不会和老白一样 也在远星空 留下一计 林彦眨着眼问道 他们肯定会留下一计 上一个纪元的人 好像很喜欢留下一计 给人探索 三通脸色惨白道 就算是留下了一计 和这些戒句有什么关系 谢长安还是不懂 一般而言 这种遗迹 都会有进入条件 比如说大罗城 比如说仙罗赌方 而我们手里的戒句 很可能就是进入遗迹的钥匙 三通心里 已经开始滴血了 对 这只是我的猜测 不过多半是真的 再说了 若是能寻到遗迹 顶着这戒句进去 遗迹的主人 怎么也得给几分面子吧 林彦幸灾乐祸地说道 也就是说 我们两个杀笔 拿着两把遗迹钥匙去抵债后 还求着宇飞仙 把我们揍了一顿 三通当场就哭了 飞仙师姐 谢长安更是快人一步 扑通一声 跪在宇飞仙面前 抱住宇飞仙的大腿 飞仙师姐 你看我们再商量一下成不成 谢长安舔着脸说道 想得美 宇飞仙飞起一脚 就将谢长安踹飞 进了老娘口袋的东西 哪里还有吐出来的道理 七师姐 其实我也有事想请师姐帮忙 林彦眨巴着眼睛开口 说 宇飞仙扬起脑袋 白了林彦一眼 自家人 说什么帮不帮的 要债 林彦灿烂一笑 要债 宇飞仙一愣 刷 林彦随手就取出一答借据 这些全都是在 仙罗赌方借钱的 赌客留下的借据 逍遥楼 刀仙格 风雨格 这些修士 那是什么势力都有 罗夫的修士也是不少 每一个都欠下了巨债 要债啊 这个师姐我擅长 不过 咱们是不是得 好好商量一下抽成的事情了 宇飞仙双目都在发光 我八你二 林彦开口道 五五 宇飞仙狮子大开口 我七你三 林彦笃定开口 一副你再不同意 我找二师兄的姿态 此时 萧苍海眼睛通红 哈喇子都快留下来了 成交 宇飞仙满意点头 就这些借据 若是能收回来 哪怕是三成 三通和谢长安那点账 都是毛毛雨 二师兄 林师弟他们交给你了 我先走一步 宇飞仙拿着借条掉头就走 走吧 回无量山 我可是听说 最近这无量山 那可是热闹得很 萧苍海笑了笑 祭出自己的仙宝星空宝船 带着林彦等人就往罗府赶 有星空宝船 回去的速度 可比来的时候快多了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林彦等人已经回到了罗府 这半月时间 林彦等人也没闲着 一群人时不时进入 仙罗赌方二楼体悟大道 汲取大世界本源 壮大自身 等到罗府的时候 林彦的修为 已然是三元六重了 三通等人 基本上也都达到了 原因三重到四重 林师弟 算算时间 我们藏仙谷的飞仙之影 很可能快出现了 你要不要来 一群人回到罗府之后 严九仙笑着问道 飞仙之影 不是随机出现吗 林彦心里一动 嗯 虽然是随机 却也有一个大概的范围 比如说三个月之内 不会同时出现两次 还有一般而言 半年之内 至少出现一次 上一次飞仙之影 是在五个月前出现的 这一个月内 飞仙之影必然出现 严九仙道 那这飞仙之影 一般会存在多久 林彦问道 一般是三日 飞仙之影出现之前 会有一些异象 你若是来 异象一出 我就通知你 严九仙道 行 那我可就等师姐的好消息了 林彦点头 我是真不想回黄泉啊 谢长安此时欲哭无泪 三百件仙宝 谢长安虽然还了五十件仙宝 可还欠着与飞 先三百件仙宝 虽然这债务 转移到了自家师祖头上 却又被师祖一个 骚操座 转移到了师父身上 黄泉之主啊 这个位子从来没这么躺屁股过 从师父给自己发的九十九封 回宗诏令来看 自己回去 怕是没有好果子吃 林师弟 要不你和你们家老师说一声 让我在你们无量山 躲几天 谢长安息迹地看着林彦 谢长安可以确定 除了无量山 自己躲在哪里 怕是都会被直接抓回去 哄 谢长安刚说完 星空宝船外的虚空一颤 钟奎已经一步从虚空之中走出 谢长安 你给本座滚出来 钟奎盯着星空宝船 笑声都快把苍穹震碎了 林师弟 救我 谢长安脸色都白了 滚 无量山不养废物 你还是乖乖回黄泉吧 三通不等林彦开口 一脚将谢长安 踹下了星空宝船 三通 你大还牵刀的 你给我等着 谢长安叫嚣了一句 就发出惨绝人寰的惨叫声 轻点 师父 你轻点啊 耳朵要掉了 不 你是我师父 三百件仙宝啊 你是怎么敢的 师父这辈子都没见过 这么多仙宝 忠葵一只手揪着谢长安的耳朵 一只手敲着谢长安的脑袋 满嘴唾沫星子 差点把谢长安淹死 诸位 打扰了 忠葵骂了一通之后 还不忘回头和林彦等人道歉 前辈 没事 回去之后 可静奏 不用给我们面子 三通当场落井下石 你小子也差不多 我可是听说 你们三仙殿主 可是为你准备了一份大礼 忠葵一句话 让三通打了个机灵 师祖给自己准备了一份大礼 三通吓坏了 连忙取出传讯预检 寻思先探探自家三个老师的口风 大师父 我回罗府了 三通弱弱地问道 知道了 大师父严谨一概的一句话 就让三通从头喊到脚 大师父向来话多 人也宽厚 如今怎么这么冷淡 这是要出大事啊 二师父 我回罗府了 三通又给自己二师父发了信息 三通等了半晌 二师父干脆没回 得 冷酷帅哥二师父 如今直接变成哑巴了 三师父 我回罗府了 三通又找了三师父 哎呀呀 回来了就好 我跟你说 一会儿你回了三仙殿 记得先来三师父这边一趟 我给你炼制了一如九转金蛋 够你死九次了 三师父倒是一如既往的阳光开朗 三通都能想象到 三师父如今金色呆毛一窍一窍的样子 死九次 三通直接吓哭了 祝好运 刘阳等人 听着三通和三个师父的对话 都是满脸愉悦的笑容 林师弟 不 义父 你说的 我们无量山 不养贤人 林炎飞起一脚 直接将三通踹了下去 而后萧苍海再次催动星空宝船 直冲无量山而去 二师兄 这还是我们的无量山吗 当林炎等人回到无量山之时 一个个都是露出怪异之色 此时无量山上下 竟然张灯结彩 到处都是贴满了大红喜字 在山脚下 还停着一排排的星空宝船 我的天 嫂子们该不会是追到无量山来了吧 轻易一句嫂子们 让林炎等人全都露出惊叹之色 清髓啊 不用怀疑 这绝壁都是那些被孟千山坑了架状的星空修饰感的 你们几个 立刻来为师的洞府 林炎等人惊诧之间 王师道的声音已经从洞府之中传来 火气很大 所有人都听得出来 此时王师道的火气很大 是 林炎等人连忙回应 而后飞上无量山落在王师道洞府前 碰 林炎等人刚到 洞府大门应声而开 林炎等人全都小心翼翼地进了洞府 此时 王师道坐在宝座上 一头白发飞扬 神色凝重 孟千山跪在蒲团上 搭拉着脸 老师 老十一 不是故意的 萧藏海一进门 就壮着胆子开口 自家师弟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护着再说 这是故意不故意的事情吗 你看看你 之前去那几个福地入坠 为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就过去了 结果你跑去星空入坠 还暴露了 王师道瞪着孟千山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林炎等人闻言 顿时宜乐 感情自家老师生气 不是因为老十一坑人 而是因为失手了呀 弟子大意了 弟子也没想到 他们之中 有一个是万年难得一见的要先之体 那鼻子灵得吓人 竟然直接看穿了弟子的伪装 靠着气味 在婚礼上 把弟子认出来了 孟千山善笑着开口 孟千山此时也是一阵无语 原本孟千山 仗着自己千变万化的本事 那是骗一票就走 那些被坑的势力 本着颜面至上的心态 也不好查 毕竟总不能告诉别人 自家小公主被人逃婚了吧 再说 孟千山每一次逃婚之后 都会选择很远的宗门继续坑 星空修士 不像罗浮 收个弟子 都有拜师典礼 基本上就是简单的操办一下 因此 孟千山才更加肆无忌惮 可问题却出在了文曲星 孟千山是真不知道 文曲星小公主 和药神星的小公主 是好姐妹 成亲还把药神星的小公主请来了 这才落了线 药神星小公主 乃是万年难见的药仙之体 与自家妻师姐 乃是并肩的体质 药神星小公主 还把婚礼给闹了 硬是要抢亲 一来二去 孟千山直接就藏不住了 若不是孟千山跑得快 此时怕是会被自己的媳妇们给瓜分了 老师 反正事情都暴露了 嫂子们 对师兄也是情比金坚 要不全娶了 灵言孝道 要是能娶就好了 王师道悠悠一叹息 有什么不能娶的 无量山上下 而今张灯结彩 想必弟妹们全都在无量山 老师你做个主 当场拜堂成亲 反正我们是修士 道理多几个 只要你亲我愿 没什么问题 萧苍海看热闹 不嫌事大 哪有这么简单 王师道咬牙 老十一 你画出真身 让他们看一眼 是 孟千山文言 起身原地一转 啥 孟千山转了一圈之后 直接就给灵言等人看妈了 只见此时的孟千山 一头青丝如铺 黑群飞扬 那窈窕的身姿颠倒众生 一张美帝毫无瑕疵的俏脸 比号称绝世的顾流言 还要精致 再加上一对奇长的耳朵 水蓝色的毛子 让轻衣这样的女子 都是不由的失了神 女的 孟千山的真身 竟然是女的 便回来吧 王师道摇头说道 老师 这是怎么回事 轻衣看着 再次变成男子的孟千山 已经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自家师兄 在星空坑了那么多嫁妆的师兄 竟然是女子 天妖体 王师道摇头苦笑道 天妖体 竟然是传说之中的天妖体 萧沧海心神一震 什么是天妖体 灵言好奇道 天妖体和轻衣师妹的玲珑体一样 都是万古难见的特殊体质 这天妖体和玲珑体 完全就是两种极端 玲珑体 心境纯境无瑕 不受魔性影响 天妖体却直接反过来了 它身上的气息 对修士而言 就是刮骨钢刀 勾魂夺破 是当时最适合修行神魂之道的妖念 萧沧海道 为如此 灵言等人全都恍然大悟 难怪自家师 呃 师姐 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骗到嫁妆 如此看来 这天妖体是功不可没 当年本作 怕你以真身世人 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就传了你变化万千之道 没想到 你把这法门给用歪了 王师道一脸无语 老师 你得帮我啊 不然这无量山 我怕事都不能呆了 孟千山可怜兮兮开口 帮 肯定帮 可是这事情得从长计议啊 那几个追着你过来的姑娘 是铁了心的 要和你接道理 而且 每一个都是你明媚证据 老师总不能把他们 全都给打出去吧 王师道有些头疼了 其实办法 不是没有 灵言却笑着说道 什么办法 孟千山目光一亮 盯着灵言 灵言连忙收回目光 毕竟此时的灵言 是真有些不忍直视孟千山 简单 他们不是都想嫁给 你吗 你所信 举办个比武招亲大会 说自己只娶一个 大不了到时候找个内应 把诸位嫂子 全都打一顿好了 灵言憋了半天 还是不知道该称呼 孟千山师兄还是师姐 孟千山等人一听 目光全都亮了 王师道等人闻言 目光全都一亮 这主意可以 小师弟 这无量山的损失 都被你夺光了 小沧海咧嘴直乐 老师 那弟子 这就去找他们 孟千山兴奋开口 对了 小师弟 这是给你的见面脸 孟千山走到了门口 随手丢给灵言 一枚空间法宝 多谢师姐 灵言琢磨了一下 还是叫师姐吧 灵言接过法宝 打开一看 眼睛顿时一亮 空间法宝内 并不是孟千山之前 抢来的那些神宝 而是一团灿烂无比的 神性精华 小十一是天妖体 天妖之力极为特殊 可以从天地万物之中 淬炼出神性精华 对于滋养神魂 有奇效 王师道解释道 厉害啊 灵言点头 果然 无量山就没有一个正常人 每一个都是天赋异禀 老师 那弟子 也回去修行了 灵言告辞行礼 等等 王师道叫住了灵言 你小子 也是原因休士了 无量山上下 哪里都去的 这第十四星 是你的了 王师道指了指 绕着无量山公传的 一颗星辰说道 这段时间 无量山也做了待见 无量山十四弟子 加上王师道 总计十五人 人守一颗星辰 是 灵言行礼 而后直冲自己的星辰而去 第十四星 是萧苍海着手炼制的 只是进行了简单的淬炼 星辰本源被保留了下来 所以 星辰上生机勃勃 性灵十足 萧苍海还不折法阵 让星辰上的灵气 与无量山平衡 总之 是个好地方 大摩天王流着口水 看了一眼星辰 最终还是无奈摇头 一顿宝和顿顿宝 他还是分得清的 来了罗夫之后 他才发现 灵言是真妇啊 正好 先罗赌方 可以直接安置在这星辰上 灵言随手将先罗赌方 安置在星辰灵气中心 哗啦 大摩天王看到先罗赌方 口水哗啦啦地往下流 该说不愧是强悍无敌的星兽 他的口水硬生生滋养了一方土地 让那一块的地方都长出了灵药 想吃 灵言眼皮子一挑 想 大摩天王点头 那你吃呗 灵言笑盈盈地开口 大摩天王闻言 目光顿时一亮 就要下口 不过紧接着就善笑着退了回来 开什么玩笑 这可是先罗赌方 上一个纪元的质宝 他要是一口咬下去 牙都得崩了 别说是现在了 就是他巅峰时期也肯不动啊 灵言将大摩天王扔在一边 就回了先罗赌方修行 此时 孟千山已经来到了一位 星空女修的洞府之中 这一次被孟千山坑的女修 一共有三十七人 人手一件洞府 没辙 这三十七人 一旦聚在一起 那肯定掐架 孟千山选的是 闻取星小公主的洞府 孟郎 孟千山刚进去 闻取星小公主 脸上就闪过一抹喜色 我就知道 孟郎心里 还是有我的 闻取星小公主说着 就扑到了孟千山怀里 孟千山也不客气 怀着闻取星小公主的小蛮腰 含情默默开口 月儿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你 我第一个找的也是你 闻取星小公主文言 更是满脸喜悦 月儿知道 孟玉文言 更是满面娇羞 孟郎 你既然最喜欢我 要不这就跟我回闻屈星 咱们完婚 月儿 千山心里也想啊 孟千山一脸无奈地说道 可是我之前 偷了他们的嫁妆 此事不解决 我们不得安生 不就是嫁妆吗 还给他们便是 我们闻取星 不差那点 孟玉满不在乎地说道 东西是小 面子是大 若是他们一怒之下 迁怒于闻取星 那该如何是好 孟千山苦笑道 孟玉文言 心里更是感动 果然 孟王是爱自己的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还在为自己着想 天妖体的诱惑 真不是开玩笑的 月儿不怕 我们闻取星 不惧任何人 实在不行 我们找个没人认识 我们的地方隐居 孟玉感动之间 连忙开口 这怎么能行啊 我怎么舍得让你 跟着我过颠沛流离的日子 孟千山义正慈严的开口 感动的孟玉 眼圈都红了 我不在乎 只要能跟着孟王一同修行 月儿什么都不在乎 孟玉一脸温柔 可是我在乎啊 你是闻取星小公主 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天之娇女 我怎么舍得 孟千山摇头 满脸的心疼 可是 孟玉还想劝说 却被孟千山温柔地捂住了嘴 月儿 其实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孟千山道 什么办法 孟玉目光一亮 我打算 举办比武招亲 和打赢的那个人玩婚 孟千山道 比武招亲 这怎么能行啊 孟玉一愣 这么多人之中 孟玉虽然很强 但也不敢保证 能打赢所有人 月儿 这只是权宜之计 至少能把眼下的事情解决 再说 我会帮你的 孟千山眸光似水 都快把孟玉的心融化了 你真的会帮我吗 孟玉抬着头 看着孟千山 我肯定帮你 我是爱你的 就算是你输了 我也会再想办法 孟千山笃定说道 孟玉文言 顿时松了一口气 那我听孟郎的 月儿 那你好好准备 我去找他们 把事情说清楚 一定要赢 孟千山握着孟玉的手 恋恋不舍地离开 而后又进了一间洞府 小柳 其实我是最喜欢你的 我回来之后 第一个找的就是你 孟千山进了洞府之后 赫然是搬出了一样的说辞 什么 无量山弟子孟千山 要比武招亲 给自己选个道旅 此时 孟千山要比武招亲的消息 已然传遍了罗府 消息一出 七十一福地 八大禁区之主 全都来进了 修士结道旅 可是人生大事 如今无量山弟子 居然要结道旅了 这可是稀罕事 毕竟无量山上下 可全都是光棍 上至王师道 下至灵严 全都没道旅 最关键的是 这要是门下有弟子 嫁入无量山 日后宗门的安全系数 必将直线上升了 无量山那些歪招 应该打不到亲家身上来吧 哈哈 无量山弟子结道旅 本座怎么也得掺回一脚啊 传令下去 问问看 咱们浩阳府地的女弟子 有没有感兴趣的 有兴趣的可以去试试看 当然 你们要是有本事 把灵严那小子 给本座勾搭回来 日后这府地掌教的位置 你来坐 没错 孟千山不是良人 你们若是有喜欢花花公子 这一口的 倒是可以去试试看 不过我更建议 你们去试试灵严 王师道 不是弟子强吗 我们完全可以靠捷道旅 给他全都勾搭过来 对了 王师道也可以下手 老是老了点 但是他又帅又强啊 七十一掌教 八大禁区之主 全都乐坏了 一个个都冻起了歪心思 至于说爱情 修士讲的麻花的爱情 别看修士 不讲究凡文入节 但是一旦结为道旅 首先得写下大道婚书 一纸婚书 上表大道 下名久悠 诸天之道见证 若父家人 便是七道 七道之罪 生死盗销 家人父亲 有为天道 大道不容 万劫加深 所谓的爱情 有几个敢举办一场这样的大婚 这不比海枯石烂 那些烂掉牙的承诺 有魄力的多 八大禁区 七十一府地动心思 也只是一个开始 毕竟无量山弟子昭青 星空怎么可能得不到消息 第一时间得到的消息的 自然是那几十个 被孟千山坑掉的宗门 比武昭青 走走走 如此盛世 本座得亲自为自家规律作证 传令下去 背好大离 立刻前往无量山 一时之间 几十个星空势力 同时做出了决定 这比武昭青 他们不反对 还得力挺 若是孟千山 只是个普通修士 敢偷嫁壮 那肯定是直接找到打死了事 可他是无量山弟子啊 自己女儿又喜欢 还能和无量山当亲家 和无量山当了亲家 就等于是先肖宗亲爹了 自然等于是和罗夫建交了 还是劳不可破那种 这可是多少星空修士 求都求不来的机会 而后消息 又传遍了星空 于是乎 孟千山比武昭青的事情 很是理所当然的失控了 一日之间 不知道多少势力 带着门内的天之娇女 前往无量山 这来的人也太多了吧 此时 同样分配到了一颗星辰的青衣 坐在星辰上 看着一道道身影 进了无量山 目瞪口呆 七十一福地 八大禁区 全都来人了 坐在轻衣身边的冷清月 同样满脸的怪异 何止是七十一福地 八大禁区 星空的势力 怕是都能凑齐了 轻衣瞠目结舌 谁能想到 一个原因招亲而已 竟然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不对啊 轻衣师姐 你看 那个是不是五行中长教 怎么带着人 偷偷摸摸往林延湿地的星辰去了 此时 轻衣看到 五行中长教 正鬼鬼祟祟的 朝着林延的星辰而去 还真是长教 长教身边的是小轩师姐 冷清月也梦了 小轩 这可是五行中长教亲闺女 原因圆满境界 同样是人间角色 不论是容貌还是天资 那都是顶级 浩阳府地长教 好像也带人去了 紧接着 轻衣看到浩阳府地长教 同样摸上了星辰 好像生怕被人发现了一般 两位长教上了星辰之后 迎面就撞上了 两人对视眼 露出星照不轩的笑容 直接来到了仙罗赌方前面 林延失职 可在府内 两位长教上前 一脸何须地问道 此时正在修行的林延 狐疑地看了一眼外面 这一看 林延压麻呆住 两大长教 各自带着的女弟子 客客气气地站在自己门外 谁师姐这把火 不会烧到我自己头上来了吧 林延心里 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林延失职 林延愣神之间 五行中长教再次开口 林延不回应 直接装死 两位长教这样的人物 应该不会直接破门而入吧 就在林延打算 继续装死不开门之时 只见越来越多的长教 身边还全都带着女弟子 七十一府地 八大禁区 各大新主 这一幕 就把林延人都看妈了 林延失职 还请开个门 一群长教委在那里 全都是一副慈祥的模样 请林延开门 我就多余给十一师姐出主意 林延咬牙切齿自语 她是真没想到 无缘无故的 这火会烧到自己身上来 林延知道 自己不开门是不行了 索性一咬牙 开了先罗赌方的大门 大笑着迎接了出去 诸位前辈大驾光临 晚辈有失远迎啊 快请见 林延开了先罗赌方的门之后 一群人当即鱼贯而入 林延失职 你这是干什么 一群长教 禁区之主 星空之主 进入先罗赌方之后 就发现一楼原本的赌桌上 此时全都摆满了酒 一文就知道 是最上等的好酒 道义太惊人了 诸位前辈光临 晚辈没什么好招待的 这些酒 是上个纪元的好酒 是晚辈在先罗赌方内发现的 今日咱们不醉不归 林延看着众人咬牙发狠 今日不把你们全都灌醉了败把子 这事情怕失了不了了 先罗赌方上一个纪元的好酒 众修士目光全都一亮 对 林延点头 这酒可厉害了 林教三千道酒 内运诸多大道真义 比天魔酒还好 林延失职 太客气了 一群伏地长教 禁区之主 而经见到林延之后 也不着急了 他们看到林延取出这么多酒 甚至还动起了歪心思 他们之前 正愁如何忽悠林延和自家弟子结成道旅 而经林延自己拿出这么多酒 一会儿等 喝得差不多了 还不是随便他们忽悠 于是乎 一群老狐狸 只字不提结道旅的事情 而是在赌桌前面坐下 赌场内的赌桌 则是殷勤的为众人道酒 一时之间 整个赌方内酒香四溢 一重重道运铺陈开来 让一些好酒的修士 全都露出期待之色 诸位前辈来者是客 晚辈先进诸位一杯 林延直接举杯敬酒 而后一影而下 哼 瞬息之间 林延体内大道真义爆发 体内三大内天地震动不休 就连三大神奇脸上 都是涌现出潮红之色 烈 要知道 这可是三千道酒 内运三千大道真义 又在这些裸赌方内 藏了一个纪元 时时刻刻都被大世界本源之力滋养 那酒性之烈 根本就寻不出第二种 扑通扑通 与此同时 不少修士一杯酒下肚之后 当即醉倒在地 一个个浑身发热 体内大道真义震动不休 这些修士 大部分都是小一辈修士 也有几个长教级的存在醉倒 这到底是什么酒 滴酒三千位 入口之后 似乎能让自身大道沸腾 还醒着的修士 都是惊诧开口 完备 再敬诸位一杯 林延咬牙 再次举杯 众人又是一杯酒下肚 全肚有些吃不消了 可是林延不倒 他们也不敢倒啊 他们还等着林延倒下了 来个生米煮成熟饭呢 可随着三千道酒的酒力上涌 一群活了漫长岁月的强者 也是压制不住那种酒性 拉着林延的肩膀 就开始蓄倒 笑 小林延 你看你修为 也不低了 可以考虑找个道理了 五行宗掌教抱着林延的肩膀 说话已经有些大舌头了 林延文延顿时拍案而起 五行掌教 你承诺抄的经文 抄了吗 我 五行宗掌教文延顿时打来个机灵 而后很是机智地扑在桌子上 直接开始装醉了 小林延 五行掌教的闺女不好 娇生惯养的 你看我们藏仙谷的九仙如何 藏仙谷主 更是直接把严九仙搬了出来 林延文延 怒视着藏仙谷主 好你个藏仙谷主 我拿九仙当兄殿 你却想让我给你们当女婿 兄殿 藏仙谷主文延 嘴角顿时一抽 九仙当兄殿 自家严九仙 就那么不像个女的 就是就是 那严九仙不行 性子太刚了 要不你还是当我们三仙殿的女婿吧 一句话 本座把整个三仙殿 当嫁妆送给你 三仙殿主狂笑道 好说好说 要不咱们先再干一杯 林延也不拒绝 当即就给三仙殿主满上一杯 哼 三仙殿主本就是个好酒之人 自然是来者不拒 殿主老哥 你看 咱们只是洁亲的话 不够亲密啊 林延搂着三仙殿主的肩膀 自己那杯酒就没下去 这还不够亲密 三仙殿主一愣 对啊 要不咱们直接拜把子吧 有福通想 有那你当那种 林延见兮兮的开口 这个可以 三仙殿主晃荡着脑袋开口 拜把子 这不亏啊 林延只有一个 总不可能把他们带来的人 全都取了吧 若是拜了把子 不一样是自己人 还有诸位 晚辈和诸位 那可是一见如故啊 要不一起拜把子 林延酒杯又打了一圈 来来回回 还是那杯酒 行啊 拜把子 必须拜把子 来来来 一群修士 眼看着林延要和三仙殿主 拜把子 一个个都是亮亮呛呛的凑了过来 那诸位 我们跪下吧 林延扑通跪下 手里端的 还是那一碗酒 扑通扑通 一群强者 迷迷糊糊的跪下 手里还举着碗 大道在上 今日我林延 愿意与在场诸位 一截金兰 林延率先开口 大道在上 今日我等 愿意和林延 一截金兰 有些还清醒地 带着头开口 从此结为 异性兄弟 有福通想 有难诸位老哥当 林延再次开口 我等从此结为 异性兄弟 有福通想 有难我们当 不对啊 林老弟 为什么有难我们当啊 一群修士虽然喝糊涂了 但还是觉得有些不对 因为我是老妖啊 诸位老哥 全都是掌教之姿 护着我这个老妖 不是天经地义吗 林延理所当然地说道 对对对 本该我们来当 一群强者觉得 林延说的还挺有道理 诸位老哥 小弟这边有理了 林延起身 直接行了个大礼 林老弟 客气了 一群人起身 来 为了庆祝我们一节金兰 再来一杯 扑通 扑通 又是一杯酒下赌 而这一次 整个赌方之内 除却林延之外 再无一个人站着 小样 林延看着躺了一地的伏地掌教 禁区之主 星空之主 嘴角一脸 而后脚一软 也是终于撑不住醉倒在地 体悟到酒之中 大道真意 水之大道 净升程度 达到九万零一百 体悟到酒之中的大道真意 火之大道 净升程度 达到九万零一百 体悟 林延最倒在地 却并未停止体悟 反而是体内365种大道真意 都完成了惊人的提升 不止如此 林延在365种大道真意的基础上 再次体悟出了 227种大道真意 成功进入小城境界 632种 至此 林延体悟出的大道真意 达到632种 堪称恐怖 不止如此 此时那些最倒在地的 八大禁区之主 72伏地掌教 几个星空之主身上 竟然有仙灵气息流转而出 一重重道运涌动之间 身上的气息越来越强 至于为何是72伏地 不是一开始的71伏地 还得从刚才林延拿出 三千到九说起 仙小长叫闻着味就来了 非要给林延挡酒 结果酒量不如狗 第一波他就倒下了 怎么回事 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气息出现 此时 包括林延在内的所有修士都醉了 唯有仙罗赌方内的生灵 还清醒着 他们感应到了一股绝世恐怖的气息降临 仙罗赌方生灵看到 此时那些早已大成圆满的修士上空 虚空竟然微微交错开来 那些醉得不省人士的禁区之主 伏地掌教 星空之主 身形裹着一股神妙到极致的气息 而后自行飞起 慢慢没入虚空 消失不见 仙罗赌方内发生的一切 压根就没人知道 反而是无量山变得更加热闹了 无量山上空 一颗大星升空而起 上面张灯结彩 喜气洋洋 这些装饰都是肖沧海用阵法演化出来的 这形成真正的作用 还是一处战场 孟千山比武朝青 参战的可都是原音圆满修士 战场规格太低可不行 战场四周 有一排排的云台横卧 穷江玉燕 灵果佳肴 一应俱全 此时 王师道高居于最高一排的云台之上 孟千山是王师道弟子 孟千山举办比武朝青 王师道自然是身份最高之人 伏地掌教 禁区之主 星空之主都得做第二排 石经仙 肖沧海等无量山弟子 基本上全都归来了 坐在第三排 如今都是幸灾乐祸的 看着身穿大红袍的孟千山 则则则 小十一 你是真能吗 还好师兄我 从来不欺负师弟们 否则这大虚空手 方正看着帅得惨绝人寰的孟千山 无良地开口道 若是修行界 有难修的角色榜 孟千山绝对排第一 你滚 孟千山心情本来就不好 而竟被方正一顿调侃 翻起了白眼 这些位子怎么都空着 不应该啊 王师道 看着空出来很多的云台 眉头微微一皱 八大禁区 七十二伏地掌教 按理说应该都来了 如今却一个落座的都没有 再怎么着 自家掌教总不能不在啊 毕竟 这可是先宵宗的大事 老师 他们全都去了小十地的先罗赌坊 到现在都不曾出来 青衣乖乖开口 青衣和冷清月 可是看着一群人 鬼鬼祟祟的进了零年的星辰道场 如今一个出来的都没有 这些老不死的 盯上了小十一还不够 还敢打小林檐的主意 王师道看了一眼林檐道场的方向 老师 那我们还等吗 孟千山问道 你准备好了没有 王师道问道 准备好了 孟千山点头 那就开始吧 你小师弟滑头得很 那些老不死的 还坑不到你小师弟头上 还是趁早把这事情给解决了吧 王师道点头 好 孟千山应道 诸位 今日是老夫 爱徒比武招亲之日 既然是比武招亲 那么上台者自然是点到为止 切莫伤了和气 王师道开口之间 所有冲着孟千山而来的女修 全都目光一亮 而后迫不及待的上台 其他女修 或许只是来凑凑热闹 可星空之中那几十个 可真就是铁了心的要赢的 各大势力女修 接连上台 可惜了呀 小十一 不得不说 你的眼光是真好 小沧海看着星辰战场上 针尖对卖忙的星空女修 调侃开口 很强 孟千山忽悠的女修 实力全都很强 基本上是仅次于八大禁区弟子的强者 在罗浮 那就是原因绝代榜前十那个级别了 你要是个男的 把这些人全都收了 就可以烫平了 黑月十二 哈喇子都躺下来了 滴滴滴 此时 王师道的传讯预检 突然亮了起来 王师道拿出传讯预检一看 消息是藏仙谷传来的 这是八大禁区的联络预检 基本上可以联络到修行界所有强者 王前辈 林师弟这是在忙吗 消息是严九仙发来的 是九仙啊 林严那小子 在仙罗赌坊内 估计在修行 王师道回应道 前辈 是这样的 晚辈之前回藏仙谷的时候 和林师弟约好了 若是藏仙谷的飞仙之影 预兆出现 就通知他过来 结果我刚刚传讯给林师弟 他一直没回应 严九仙道 找你们谷主 你们谷主应该是和林严在一起 王师道说道 谷主也没有回应 严九仙道 都没有回应 王师道眉头一皱 对 都没有回应 谷主带过去的弟子也一样 严九仙笃定开口 行 那本座过去看看 王师道收了传讯 皱着眉飞向仙罗赌坊 王师道落在仙罗赌坊外 看着成了金的门板 露出了饶有兴趣之色 一边趴窝的大摩天王 抬头看了王师道一眼 就收回了目光 原来是老师来了 成金的门板 张口就是老师 你还认识老夫 王师道笑道 当然认识 主人掌控仙罗赌坊之后 就给我们看了很多画像 只要是画像上的人来了 直接给开门 成金的门板开口之间 直接就把仙罗赌坊的门打开 王师道笑了笑 踏步走进了仙罗赌坊 紧接着 王师道就愣住了 只见赌坊内 横七竖八的 躺着密密麻麻的修饰 林严也是一脸呆滞的 坐在通往二楼的楼梯上 伏地掌教八大禁区之主呢 王师道狐疑地问道 秦姨可是说了 八大禁区之主 七十二伏地掌教 全都在赌坊内 结果此时赌坊内 除了那些女弟子之外 就只有一两个星空之主 其他人一个都不曾见到 诸位前辈 没出去吗 林严也是一愣 林严放倒了那些禁区之主 伏地掌教之后 自己也是醉得不轻 反正在仙罗赌坊内绝对安全 所以林严也没太大的担心 当然没有 王师道摇头 怎么回事啊 林严看向那些赌桌 被吃了 全都被吃了 一张早就吓坏的赌桌 连忙开口说道 被吃了 林严一愣 对 主人 在你最早之后 我们本来想照着你的吩咐 把你送到二楼去 但是那些人头顶 虚空出现了口子 把那些人全都吃了 仙罗赌坊内的赌桌 全都吓坏了 七嘴八舌地开口 之前那一幕太吓人了 那可是一群至强者 一个接一个地 被虚空给吃了 林严和王师道文言 眼皮子都是一条 本座问你 他们头顶的虚空 是不是交错开来 同时浑身都在发光 有可怕的气息降临 而后他们就飘进虚空不见了 王师道思存之间 开口问道 对对对 就是这样 赌桌连连点头 老师 怎么回事 林严皱眉道 你小子 王师道瞪着林严 脸上露出了怪异无比的笑容 这些老不死的 辛辛苦苦压制了这么多年修为 竟然被你小子全都送走了 老师 你是说 他们在达到了大成圆满之后 非生了 林严反应过来 肯定是这样 王师道揉着脑袋 这些人 本来就很接近天地极限了 上一次你开堂授课 让他们更进一步 若不是他们压制着修为 早就飞升了 你这顿酒下去 直接给他们送走了 不过这是什么酒 效果这么好 王师道好奇地 拿起桌上的酒坛子 闻了两下 顿时只感觉一股酒香袭来 忍不住多吸两口 扑通 王师道就只是吸了两下鼻子而已 当场倒地 那效果比雨飞仙的毒丹还给裂 闻一闻就倒了 林严见状 不由呲牙一乐 自家老师这酒力 真是苟见了都发愁 刷 王师道只是醉了片刻而已 立刻就醒了过来 就是人还是有些迷糊 老师 那现在怎么办 林严看着王师道 一脸都无辜 谁知道 自己只是请那些长教喝了一顿酒 就全都给送走了 还能怎么办 通知八大禁区 七十一福地 直接选出新的禁区之主 和福地长教呗 咱们这边随便找个副长教顶上就完了 王师道怂怂间 他也没想到 林严这一不小心 把自己宗门的老大也给送走了 不过对此 他也不是很在乎 大城圆满之后 消失的修士多了 说好听点就是飞生 这是修士不可躲避的事情 因此 不管是七十二福地 还是八大禁区 都留有后手 一旦长教和禁区之主消失 立刻就有人补上 只是这一次 一群人集体消失 动静有些大坝了 这样吧 我这就去见仙肖子 林跟仙肖术 前辈 商量具体的事情 他与各大福地和禁区的长生种都有联系 足以稳定住事态了 你先去藏仙谷吧 王师道说道 飞仙之影要出现了 林严心里一动 没错 王师道点头 八大禁区之主 七十二福地长教消失之时 肯定不算小事 却也到不了天塌的地步 找那些不老不死的存在一起 消化了就是了 行 那弟子这就去藏仙谷 林严点头 九仙那边 有给你藏仙谷的信物吧 王师道问道 有 林严点头 行 开启信物 能直接到藏仙谷入口处 王师道提醒 好 林严文言 当即取出藏仙谷信物令牌 催动之后 一重仙光落下 裹着林严消失不见 哄 哄 哄 此刻 八大禁区上一个纪元的遗迹剧变 藏仙谷剑炉 魔土真魔空间 每一处上纪元的遗迹 随着八大禁区之主 七十二伏地掌教消失 全都亮起冲天的光柱 八大遗迹之中 都有一卷卷轴浮现 卷轴仙光灿烂 远比仙宝的气息还要惊人 卷轴上有一行层字迹 光耀万古 飞升之机 罗浮造化 祈祷争霸 落子无悔 所有禁区修士 全都凝视着卷轴上 上一个纪元的文字 一个个全都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飞升之机 罗浮造化 什么意思 飞升 难道那真的是飞升 而不是消失 这一刻 八大禁区修士 神色全都一变 盯着卷轴呢喃细语 来了 真的来了 此时 一道悦耳的声音 从黄泉百万里黄沙之下传出 一道窈窕的身影 凭空出现在百万里黄沙之上 一股无与伦比的威严 席卷整个黄泉